全球迎来极端气候 末世突将 没经历过社会独打大学生李牧 因为圣母且愚蠢 亲近之人建材起义 官方对平民的蔑视 陌生人的恶意 这一世 我会用我手里的刀 让自己活得肆意潇洒 这一世 我会用我手里的枪块也恩仇 这一世 我要做成魏武一风的传承者 死过一次才明白 人生在世 去日苦多 风亦何妨 得逍遥处 且逍遥呵呵 之前的输进了小黑屋出不来了 这本还是之前故事 老书友可加书架 继续追更 小座再次承诺 本文绝不休闲 请放心观看 主角力气稍重 心黑手狠 工作 生活 学习压力大的书友 欢迎进来释放情绪 智商三观既存忠心 末世里的道德 请扔垃圾堆 谢谢 2034年2月末世 降临的第三个年头 不过 对于挣扎求生的李牧来讲 仿佛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一架在市区内迫降失败 导致断裂的小型私人飞机 这是李牧在末世中 找到的第九个避难所 外面的世界 依旧大雪纷飞 不时的还夹杂着滚滚的雷声 不过 这种奇特的景观李牧 已经细以为常了 李牧找来了几块废弃的门板 绑在一起 堵在了机身断裂的裂口处 充当大门 这凑蛋的世界 今天运气不错 找到了几包过期的速溶咖啡 以及一包轻微变质的压缩饼干 看着窗外死寂的城市废墟 屋内只有火堆里燃烧的木头 他还活着 不过看了一眼左腿膝盖以下 空荡荡的裤管中 那根已经斑驳不堪的木头一只 李牧沧桑的面旁露出一抹苦涩 转而呆呆地看着面前桌子上的 一把断掉的糖刀 一柄崩出缺口的弓兵铲 以及一柄阿拉斯加补金叉 一把已经打空子弹的191式突击步枪 以及还有一颗子弹的92-1式军用手枪 小刘 老魏 我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李牧才24岁 但是末世的风霜 让这个本该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一张消瘦脸 满脸的褶皱 皮肤粗利不堪 一道从眉心划过眼睛 直到脸颊的疤痕 看起来像个40来岁的中年人 不过已经习惯了末世独自的一人的李牧 也并不在意脸上的变化 只是瞎了一只眼 外加断了一条左腿 让李牧在这个末世里活得十分艰难 邻居 同学 后妈一家 呵呵 都是良善的好人啊 我李牧若还有机会 必有后报 李牧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死在下一次搜寻物资的途中 或者未必能撑到下一次搜寻物资 曾经遇到的两个伙伴 为了救他在一个月前 都已经死掉了 似乎想起什么 李牧把脖子上那个 已经发飞的线提了起来 一块表面斑驳的怀表 这是三人之前 杀掉一头变异失败的野狗肚子没发现的 此外 还有一卷不知名皮质古卷 上面 是撰文写的内容 背面只有一个字影 可惜没有网 根本没办法去查这些文字是什么意思 打开怀表里面 还夹着一枚 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硬币 自从得到这块不走字的怀表之后 每晚睡觉 都会梦到一团迷雾 迷雾内的声音告诉自己 只要死前用怀表许愿 那么 就会回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那一段时光 最重要的 时光吗 自己好像已经记不清了 腹部的伤口传来的剧痛 让看着手中怀表愣神的李牧 回过神来 如果伤口发炎 只怕撑不过三天了 一口喝完杯子内的咖啡 万一伤口发炎导致发烧烧迷糊了 想赌都没得赌了 下定决心的李牧 打开怀表 细细地看着表盘上面的符号 脑海一阵刺痛 这一刻仿佛他读懂了符号的意思 不由得发出一阵苦笑 但愿你不是企鹅出品 因为表盘上的四个字符 意思是时光回响 硬币上的则是百无禁忌 好吧 不管怎样 总是一份希望 况且 下定决心的李牧 眼神迷茫说道 我希望 我能回到末世来临之前 不论哪一天都行 深吸了一口气的李牧 拿起了桌子上 那把仅剩一颗子弹的92-1式 军用手枪 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闭上了眼睛 如果死了 那就死了吧 希望自己下辈子能做一颗 野火烧不尽的野草 只要不是人就行 平 前江市一处建造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老旧的干部家属院内 突然感觉 左小腿抽筋 剧烈的疼痛 让熟睡中的李牧突然醒来 赶紧绷直自己的左腿 以及左脚 妈的 睡个觉 还要腿抽筋 抽筋 等等 左腿 我的左腿不是一惊 李牧忍着痛下意识地 抓到枕头边的手机 眯着眼 看到上面的时间 满脸的不可置信 盯着时间数字 正正的出神 2032年3月30号03 30分 回过神后 李牧开始打量周围的一切 这个地方他太熟悉了 毕竟是他自己的房子 准确地说是 他太爷爷留给他的 春天空气中的微凉的温度 让他感觉到十分舒服 因为在公元2032年的5月15号 蓝星受到大量的陨石撞击 结果迎来了蓝星气候的突变 全球气温在几个月内 完成了几年的变化 都说大旱之后 必有大烙 但是 那得是第二年才会发生的事情 可是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超高温天气后 又下起了一个多月 连连不绝的暴雨 之后 便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的极寒天气 仿佛全世界都进入了冰河时期 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各种动植物 大面积灭绝 拥有科技的人类 同样在这场疑似天灾的灾难当中 死掉了近九成 当然 后来的一些变异的生物 以及人类的自相残杀 导致目前幸存的人类不足一成 抽筋的左腿已经好了 看着自己玩好的双腿 以及同样玩好的双眼 李牧心中激动不已 看样子 那枚怀表确实有用 自己重生了 不过 这枚百无禁忌的硬币 竟然随自己一起回来了 奇怪 这两年多的经历 不可能是个梦 尤其是那痛苦的每一天 都深深的烙印在李牧的脑海里 李牧起床来到卫生间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嘖嘖 中年刀疤脸的大叔 又重新的变回了那个面容清秀 甚至是略有帅气的青年 但此刻他眼神中 闪过一抹冰冷无比的光芒 当初害的他 有家不能回 断了一条腿 还瞎了一只眼的那些人 我可是想死他们了 不过不急 毕竟还有46天 死亡游戏才会开始 不过 现在李牧考虑的是 如何在46天之后 降临的末世之中活下去 他可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 不过目前来说 李牧自身的条件还算可以 李牧还是个高二的在校学生时 父母离婚后 父亲找了个同样离异 带着个女儿的后妈 只不过 李牧刚上大学的时候 父亲车祸身亡了 除了这栋太爷爷留下的 建于80年代的 干部家属院内的二层小楼 也就留下些存款 和一部分补偿金 就在李牧大二的时候 这个后妈嫁又了个男的 竟然还打自己房子和存款的主意 要不是 顾及到法律的枷锁 李牧早就收拾这狗男女了 因为爷爷早年 因家庭矛盾的原因 去了北方工作 父亲同样大学毕业后 留在北方工作 所以 北方长大的李牧 有些难以融入南方的生活 想想自己的手里的钱 也就三百多个W 放到和平年代 那是妥妥的小康 毕竟不用买房 起码是跳出三代外了 不在无险中 但是一旦末世来临 物资短缺 生产力停滞 那钱就是废纸一堆了 毕竟想活下去 活得像个人 那就需要海量的物资 毕竟不想再像前世 跟一条野狗一样活着 吃的 喝的 娱乐一样 不能少 还要对抗极端天气 变异的野兽 以及 人类 武器装备是必不可少的 毕竟人心最毒 毕竟自己又没有像书里写的重生之后 开局觉醒空间一能 不过这个硬币 怀表已经不见了 就是不知道 这个硬币还有什么用 难不成这是要让它觉醒一能 可是李牧目前什么也没感应到 看了看时间 四点多了 马上就能证实一下了 早间新闻海峡两岸自己可是天天看的 只要新闻能对得上 全无睡意的李牧煮了一锅方便面 看着冰箱里的食材 加价人 加鲍鱼 加鱼丸 加蛋 蟹肉丝 加海带 加生菜 加 已经很久没吃到这么丰盛的热壶饭了 李牧的眼睛和嘴角同时留下了幸福的泪水 超级无敌海景 方便面 吃完饭点了根烟就开始发呆 天微微亮时 眼看着时间到了 打开电视 果然一模一样的新闻 标题一个字都不带差的 李牧思索了一番 还是决定给自己远在法国留学的发小打个电话求助 毕竟谁还没个附留带朋友呢 如果各位书友觉得 看着还可以 不妨加入书架 追更就是对小做最大的支持 无恙 李牧的发小 初高中都在同一所中学读书 因为年少轻狂被闻关公战龙 胸前九龙拉关 军队不接收 骗他爹说想去法兰西留学 结果去了上了一年预科 努力学好了法语 直接报名参加外籍兵团 他爹道歉还以为儿子大学里每天醉生梦死呢 不过无恙家里产业众多的 有钱的很 这个忙也只有无恙能帮了 不过不知道该怎么提醒 他末世要来了 是个问题 算了 先办自己的事 李牧拿起电话 直接打了过去 喂 吴大厦崩桌 被电话铃声吵醒的无恙暴怒道 卧槽 李牧你脑子没病吗 百分号锦号 百分号人民币 百分号百分号 李牧远远地把手机拿开 过了两分钟 感觉电话那头平静了 才拿过手机问道 你睡这么早 甚虚啊 被热情的金毛马和黑珍珠 轮番夹击了 滚犊子 有事赶紧说 好不容易轮到老子休假的缓缓 快被操练死了 好嘞 我要买点东西 你家不是在国外有生意吗 想找你帮忙 无恙 买东西 全世界都没dying China了 你要买啥国内 还买不到 李牧直接说道 国内没渠道 我怕被人给骗了 偷工减料了 我也不清楚 我买的东西 你放假 正好帮我去订购一趟 钱不是问题 最重要的是要快 说说吧 你要买啥 我先听听 那你记一下 记不住一会儿 我微信发你 李牧决定按照上一世 胖子小刘的设想来办 两柄横糖包 主材制我要 CMPS110V粉末钢型号的做主材 想办法提高下任性 简单来说 就是保证硬度的情况下 同时任性和耐磨性 都要大大的提高 具体用什么工艺 去处理 以助刀师傅的意见为主 李牧之前听小刘说过 天外云铁 放到青铜器年代 还挺牛逼 比一般的钢材硬度都要高一些 但是放到现在 比一些专门为刀具 研发的合金钢材 啥也不是 轴承钢做把刀 都秒杀那些所谓的云铁 锻造出来的的神兵力气 刀柄和刀鞘 我要铁花木 刀革要双龙纹宽五 两厘米 高三厘米 厚度两厘米 刀手要牙字 柄长25厘米 刀刃长度85厘米 宽一寸三 33厘米 整体长度不要超过115厘米 两柄阿拉斯加补金叉 材质跟糖刀一样 军用弩 给我来十把 拆成零剑发货 弩剑给我来几箱 另外 军用防刺服 给我来两套 就你之前给我显摆 你们散乡突击队的那一身 有防弹衣的话 给我来十几套 还有 听完李牧的采购清单 无恙震惊地问道 好家伙 你打算起义啊 王侯将向您有种呼 敢叫日月换星天 给你来把加特林你要不要 你要的东西违法了 你他妈知道吗 违法 李牧心想 再过46天 马上就是无法时代了 我一个屁的法 你就说能不能办 无恙 嗯 不过得加钱 钱不是问题 重要的是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要快 无恙无奈道 好吧 我尽量 不过 你要这些东西 到底打算干嘛 我过段时间告诉你 李牧心想我现在说了你也不信 估摸着你 还以为我是封批 再给忘了 我就白说了 提前个十天八天的再说吧 无恙 对了 唐刀不是没有血槽和刀割吗 李牧无奈地解释道 唐刀初期是作用于骑兵劈砍的 确实不需要刀割 后期装备步兵之后 因为适应刺激的需要 才增加的刀割 至于血槽当然有了 你当兵的这点常识 还用问我 冷兵器没有血槽 沾上血多难拔出来 心里没点数 你准备好就行了 你家不是做外贸的吗 还有自己的货运飞机 又没有枪支弹药 都是工艺品而已 无恙 行了 李牧和学校导员请了个假 毕竟末世还没来 还是得守点规矩 万一 末世不来了呢 收拾完就出门准备晨练一下了 毕竟李牧现在 还是个脆皮大学生 毕竟末世来体能什么的 在初期太重要了 能活下来 物资和武力缺一不可 算了 还是去健身房办张卡吧 毕竟临阵磨枪 不快也光 从健身房办了卡烧带 练了练出来之后 直奔附近的工地 切一根直径25毫米 长115厘米的 螺纹钢筋买回来 毕竟专项力量训练 必不可少 先用钢筋代替 练完回到家 感觉肚子饿了 直接打电话 给一家曾经跟阔少同学 去过的一家五星级酒店 订了包房 毕竟钱马上变废纸 现在不花什么时候花 炒一本不至于 但是特色菜必不可少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海里扑腾的 一样也不能少 一顿饭从中午11点多 直到下午2点 不服着桌子 站起来都费劲 临走在赵原样 来一份晚上 给打包送到家 对了 再来几瓶五粮液 酱香的台子 有骨子酸味 喝不惯 从酒店出来 直奔碎子店 必须长城炮 毕竟不是天选之子 没空间异能啊 车的载货量和实用性 都得考虑 不得不说 这么多年 发展国产车动力 舒适性 平稳性都一级棒 当然了 肯定是零首付分期付款了 服务费无所谓 反正销售有工资 开出汽车城的时候 看到了一男一女 放慢了车速 女孩一头长发 年龄刚二十左右 身材高调 五官精致 南方三四月的天 已经比较暖和 穿着后妈裙加黑丝 也不会太冷 男的看样子 三十来岁左右 长相一般 但是一身的名牌 一看就是专抛大学生的 社会精英人士 这个女孩 就是李牧后妈的女儿 周子涵 也是害李牧瞎了一只眼的 罪魁祸首之一 本来跟着李牧后妈 嫁给他老爹后 生活条件的提升 让他的生活质量 直线下降 毕竟捞得再多 也不敢明目张胆的花 毕竟人家也有自己的儿子 钱怎么可能都给妓女花 所以才上大学 就赶紧钓凯子 趁着郑青春 和在校大学生的身份 卖个好价钱 看着二人在汽车城 指指点点的样子 估计上一世 给周子涵买车的凯子 就是这个人了 李牧此刻停下车 通过后视镜 眼神默然地 盯着说笑的两人 还得忍忍 不然还没准备完 就进了橘子 太影响后期发育了 先回家再说 乳酸堆积的感觉来了 就一个字 疼 傍晚回到家的时候 看到对面小区 不断有某五星级酒店的货车 不断开进去 李牧挺好奇 谁家这是要百流水席 把车停到家门口 溜达溜达看看去 毕竟晚上八点 自己的订的大餐就来了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接见的 自己明明天 也照着点一桌 顺着几辆货车的路线 刚走过一栋楼就到了 但是看到货车卸货 直接往单元里送 也没百流水席 李牧更疑惑了 这在家吃啊 接着 李牧就看到了 他那个 他即使在活一世 依旧享手刃的人 绝对他的必杀名单上 张玉兴 上一世屈指可数的 直接进化出空间系的异能者 让这空间系异能的强大 又有海量的物资 收拢了几名强大进化者 外出搜寻物资的时候 和他们起了冲突 明明是李牧等人 先到的那家仓库 这帮人来了以后 随手就砍断了 魏霄的双手 抢走仓库内的物资后 还故意引来了便意的野兽 其中自己的伙伴 流通和魏霄 为了帮李牧都 葬身受罪 艰难逃生的李牧 在之后搜寻物资时 腹部也受到了 无法愈合的重创 只能等死 呵呵 知道你在哪了 这一世要是让你支冷起来 我李牧 还不如拿裤腰带 上掉算了 看他这大肆采购的样子 莫非是早就知道了 末世要来临 还是说他是更早的重生者 贼老天 你挺会娃啊 我这个无名之辈的案件 看你能不能防得住 李牧心想 先让你慢慢发展 到时候 你这乌龟壳的房子 就归我了 但是解决完那几个货色后 虽然就城区地势高 但是很难保证 不被一个月 连绵不断的暴雨积水给淹没 李牧灵机一动 静止走上前去 直接递出滑子 朝着张雨昕打招呼道 大哥 你这是办喜事啊 张雨昕看着眼前 过来攀谈的男子 二十出头看样子 也就是个学生 自己这两天的举动 来问的人也不少 接过烟随口回答道 嗯 办喜事 提前请朋友吃饭 在家里自在 李牧拿着打火机 给张雨昕点着烟 笑着说道 哟 那恭喜大哥了 那什么 我住马路对面的家属院 这不马上大四块实习吗 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工作 看大哥这订餐的档次 那妥妥的成功人士 还准备办喜事 大哥需要帮忙的吗 我有车 也能拉着 您去采买采买东西 结婚当天 给您当个车队尾车啥的 张雨昕愣了一下 不过 自己确实需要打下手的跟班 这小子要是机灵 也不介意拉他一把 毕竟要去一些大型仓储厂房 都有监控 正好有个免费司机 带自己转转 不露脸的 先踩踩点 随即应声道 行啊 这几天我确实忙 咱俩留个微信 有事我叫 放心不让你白忙活 好嘞大哥 互相留了微信之后 李牧转转悠悠的回了家 到家之后 拿起白天买来的螺纹钢筋 握在手里挥舞了几下 十几斤的重量真重 按照上一世小刘 教给自己的一套刀法 一共八招 叫破风八刀 据说是他太爷爷 在打鬼子的年代 是国军29军大刀队的军官 果然南方的国军降兵多一些 以后实力强了 招数反而没那么重要了 八招足够 开始练习 当然不可能像上一世一样 那么轻松 毕竟现在这副身体 除了打打篮球 也没怎么锻炼过 再加上两条胳膊 乳酸堆积的反应严重 疼得要命 只能双手握着缓慢的练习 先让肌肉熟悉这些动作 咬紧牙忍着疼痛 练习了十几遍 头上不断流出汗水 不知道是疼的还是累 但是这一世 李牧的意志力坚韧的可怕 晚上八点酒店的菜送到了 李牧在桌上摆好 然后洗了个澡 便出来直接开炫 吃饱喝足 有点微醺的李牧 斜躺在沙发上 看着阳台外面的那棵里桃树发呆 自从老爹去世以后 也没人在夏天 和自己摘桃吃了 则则 活了二十多年的桃树 真不多见 但愿今年还能吃到 这棵树接出来的桃子 就在李牧半睡半醒之间 一股熟悉的感觉 瞬间笼罩全身 李牧本来眯着的眼睛 突然睁大 这是身体开始净化了 不应该啊 陨石还没有撞击蓝星啊 这难道净化和陨石无关 上一世据说末世天灾的降临 导致生物净化有三种说法 第一是因为陨石降落 带有宇宙中的神秘物质 第二种说法是 陨石砸中了钱毛子 果蛙的柯拉超身钻井 导致蓝星内部的神秘物质 喷勃出来 第三种是太阳药般高强度爆发 破坏了大气层 宇宙的射线激发了 马里亚纳海沟的神秘物质 到底是因为什么 李牧也不清楚 反正官方的视力 怎么说都行 但是 此刻李牧切实感受到了净化的开始 身体持续发热 肌肉绷紧 皮肤开始渗出血来 李牧内心不断地祈祷着 一定要成功啊 自己可不想变成怪物 更不想死 人类净化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成功 拥有远超常人的体质 但是净化后的食量会暴涨 但是 除了力气大了一些 并不会有什么突出的能力 这也是末世初期 人类大量死亡的原因 粮食不够吃了 老实人被生生饿死 倒在净化的路上 狠人 责人而逝 第二种 净化失败变成怪物 比净化成功的要少 但是极为强悍 第三种 净化失败直接死亡 但是更多的人是没有反应 还是普通人 终于在坚持了一个小时之后 那种浑身灼热的感觉 消失不见 随之而来的是 说不出的舒坦 整个人轻飘飘的 毛孔中排出了不少体内的杂质 一股臭臭的味道 像是肚脐眼内 抠出的脏物的味道 这是净化成功的现象 洗完澡出来后 剩下的菜 当真是风卷残云一般 全部吃掉 吃完后 依旧意犹未尽 毕竟刚刚就完成进化 是食量最大的时候 之后会逐渐平稳 但是饭量比普通人要大得多 果然啊 照这个食量末世来临后 没有足够的食物 不敢于突破法律的红线 或者 人伦的底线 那就只有活活饿死这一条死路 由于刚刚完成身体的蜕变 虽然已经深夜 但是此时的李牧 依旧精力充沛 甚至可以说是精力旺盛 连之前的锻炼 导致的乳酸堆积 都消失不见了 哎 果然能力不一样 混得圈层不一样 李牧这种在末世里 像路边的野狗一样 挣扎生存的蜂蚁 对进化压根不了解 只知道 第一阶段的蜕变期 会影响之后 觉醒异能的概率 其次就是 蜕变期蜕变次数越多越好 但是 一旦到了末世的第二阶段 也就是暴雨来临 体质在想如蜕变期一样 快速提升 那压根不可能了 只能和普通人一样 通过锻炼 或者科技缓慢提升 而且上限不高 怎么说呢 那些觉醒了异能的人 强是强 但是呢 也很容易死 毕竟可以一枪带走 李牧不知道 在第一阶段 能让身体蜕变到哪一步 能抗住子弹吗 转身拿起罗文钢 又开始一遍一遍地过招 一直到凌晨四五点 才感觉到困意 果然早上是被恶醒的 出门去街边的早餐店开炫 老板 四龙小龙包 五个茶叶蛋 十根油条 一碗馄饨 一碗豆腐脑咸口的 打包 还好早餐店老板是个东北的 不然还不会做咸口的豆腐 北方的咸口豆腐脑 是浇高汤的 可不是豆腐脑 直接加点酱油和盐 早餐店老板 好嘞 老弟稍等一会儿 毕竟在早餐店吃 太引人注目了 莫氏还没来 李牧可不想被人拍下来射死 在家吃完早饭 看了看手机张雨昕 没给自己发消息 不由得有点失望 但是也不能热情了 万一这家伙怀疑什么 那就不好玩了 算了 先去套现 随后拿出房本 直奔大学周边 一家规模不小的金融公司去 不少学生都在这贷款 毕竟不需要审核 只需要你的泰坦尼克号 同款艺术照和身份证 学生证就能拿到钱 毕竟 虽然末世要来了 还是找奸商坑 一把比较好 当然了 不算高利贷 毕竟不超过LPR的四倍 就不算高利贷 当然了 一般学生 也就借个万八千的 你要是急用 还用得多 那就得九出十三规了 什么 嫌弃利息高 你可以不借 借了赶不还 呵呵 让你学上不成 还得让你家人 朋友 老师 同学 都欣赏欣赏 你为艺术现身摆出各种羞耻姿势的照片 毕竟谁让人家上面有人呢 李牧心想 但是不管你上面是谁 再过四十来天 耶稣来了 也别想让老子还钱 李牧来到金融贷款公司 直接找到经理 废话不多说 按照建筑面积 上下两层 共计一百七十平 还是老城区的好位置 市价一个平方七万 但是抵押贷款 孙经理 你逗我玩呢 那些拍照片的都零成本 拿走三万五万的 我这一千多万的房你就给七百万 满脸横肉 替着光头的孙经理笑道 这位李先生 抵押贷款就是这么个行情了 你去银行 还没我这高呢 李牧一点不客气的说道 废话 银行还没你这利息高呢 痛快点房子市价的九成 我可不是卖房 抵押懂吗 利息高点无所谓 重要的是 放款快 合同按照半年算 我要是还不上 你钱房子 直接拿走 哦 听到这里 这位孙经理眼中闪过一丝贪婪 让你小子知道知道 什么叫砍头戴 一张满是横肉的脸 笑眯眯的说道 好 年息的45% 按照你的说法 半年就得连本代利的还完 李牧点点头说道 没问题 现在签合同 什么时候能打款 放心 现在签合同 立马给你打款 收到钱后 李牧兴满意足的走人 心里那叫一个美滋滋 毕竟一千万啊 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钱 这位孙经理 也是一脸得意 嘖嘖嘖 这钱真好挣啊 半年还不上一导手 挣一百多个 利息随后还得还 两个人心有灵犀的转身道谢 谢谢 看他还得谢咱呢 哼 身揣千万巨款 嗯 得改造一下我这小屋 虽然随后张雨昕的房子 也是我的 但是前期 我得在自己的房子里度过 先回趟家 驱车回到小区内 李牧打量了打量自家小区 这前国企干部家属院 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一共也就九栋楼 每栋楼三户人家 一共五排 每排两栋 李牧家这栋 在小区内靠边的独立一栋 因为是老小区 虽然值钱 但是毕竟那家国企转名气以后 物业压根不怎么管 小区连个保安都没 以至于有些人已经搬走了 空的房子也不好租 毕竟同样的地段 旁边的几个小区 都是电梯楼 设施完善 物业也尽责 有人卖了 有人坐等在常常在卖 或者是等拆迁 毕竟地理位置在这放着 小区整体也不大 不会出现拆不起的现象 高于市价的三成的价格 来个两年长租 一次全款付清 等人来签完合同 达到钥匙之后 那两家人收到钱 可真是兴高采烈 连忙道谢 李牧同样是万分感谢 毕竟各取所需嘛 嘿嘿 随后直接找到 本市最大的装修公司 方舟公司 当然了 人家的总部在隔壁魔多 专职服务于富人的豪宅装修 价格先的不说 质量 效率皆是一流 来到方舟公司 看着公司前台的墙上 那句知名的标语 我们致力于将您的家 打造成您心中的诺亚方舟 则则 最近几年 气候越来越反常 不少有钱人 都在备战备荒 让方舟公司 赚得盆满钵满 跟前台说明来意后之后 业务人员直接把李牧 带到洽谈室 问道 先生 我们这里有果汁 咖啡 红酒 李牧摆摆手 打断这名业务人员说道 矿泉水就行 几分钟后 一名三十五六岁中等身材 身着黑色西装 留着平头的汉子 就走了进来 李先生你好 我叫郑钱 乾坤的钱 是业务部经理 十分感谢您选择了我们公司 我们不会辜负您的信任 李牧点了一根烟 吸了一口说道 我需要改造的我的房子 能扛高温 水烟 极寒环境的那种 郑钱疑惑地问道 私人安全屋 李牧点点头说道 算是吧 看样子 你以前当过兵 工程兵还是 这郑钱给自己的感觉 和卫消一模一样 不过应该是不如未消的 听到李牧的疑惑 郑钱直接说道 特种部队 工程建设 同样也是必修课 这一点您不用担心 李牧吸了口烟 点点头说道 那就行 你要的东西 和你们的军事堡垒 差不了太多 郑钱拿出一台平板电脑 直接问道 您可以直接告诉我 需要改造的房子地址 我们的数据库里 有本是所有小区的户型图 李牧直接报出小区的名字 以及具体地址 几秒钟时间 李牧家所在的小区信息 以及户型图 直接出现在平板电脑上 同时 桌子的一侧 直接打开全息投影 自家的小区投影 直接出现在眼前 正前看着房屋的信息 不一会 直接把平板电脑 递给李牧 说道 李先生 您可以直接选择 房屋的改造项目 如果没有选项 您可以文字备注 李牧夸了一句专业 直接开始在平板电脑上 开始项目勾选 小区的强体已经老化 那就选择嵌入合金板材 主战坦克 算了700多毫米太厚 估摸着也耗费时间 300毫米航天合金板材 强度吗 比主战坦克装甲 还要高几倍 将整栋小楼覆盖 包括房顶 内部中间隔层 就不要这么厚了100毫米足够 毕竟都别人 都进了自己家了 那再厚有个毛用 地下室外围200毫米 毕竟挖地道 不是那么好挖的 从地下攻破自己的家 难度更大 就算你是进化者 前期也别想突破自己的堡垒 玻璃吗 就用军用级别的 其次就是通风系统 以及应急电源线路的铺设 以及空调的外机的安全口 嗯 就放在楼顶算了 你们看着弄 记住 不要让人能轻易破坏掉就行了 毕竟第一轮的天灾 可就是高温 没有空调核电 必死无疑 此外 还要大功率卫星信号接收器 断网可就玩毒子了 所以 隔温层要最好的 其次就是 地下室继续向下延伸两米 整栋楼 不管楼上楼下 还是地下室都需要打通 两个编户的门 直接封死 窗户还要预留出射击孔 以及360度无死角的监控 最后交代挣钱一句就是 给我按照 你们服役时最高级手掌的 安全避难公式来改造 挣钱接过平板电脑之后 抬头看了看李牧 疑惑地问道 以您的这个改造费用 直接买一栋别墅 单独改造更好 这就校区 李牧直接道 我自有我的用处 你只管实施 我付钱 五千万 李牧心中很是震惊 他骂得这么贵 想想也是 毕竟是整栋小楼 但是还是不动声色地说道 没问题 一个月之内 我要验收 挣钱思索了一下道 最多不会超过25天 这个您放心 不过 您需要交20%余付款 签订完合同后 挣钱送李牧出了公司 李牧不禁心生感慨 一个小时前 我还是千万小富豪 现在又回到解放前了 亏得还有点存款 不然还没撑到末世来临 就得饿死了 接下来的25天 因为家里需要改造 李牧只能睡五星级酒店 反正都末日了 那还不总统套包月 毕竟一碗才68888 确实不贵 隔壁魔都的 都到128888了 所以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锻炼 拿着罗文刚练习刀法 然后炫饭 毕竟自助餐的质量确实不错 当然 偶尔也点一桌子 现在的李牧力量 已经不弱于上一世的自己 毕竟上一世 哪能有机会敞开了吃 每天都在饥饿线上徘徊 至于速度吗 上一世缺了一条左腿 用一根破木头 当一只能跑得快才有鬼了 李牧自己现在应该处于蜕变期第三阶段 如果达到第四阶段 那么将成质的飞跃 当然 第25天的时候 房子刚好完工 只不过 李牧需要的外设安装 还得5天 在第28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 李牧接到了一个电话 自己要的东西 果然跟着无样价的货物运输机来了 开着自己的长城炮 去机场提货之后 迫不及待 取出一个长130厘米左右 宽40CMD木制盒子 奔挺成 以及装有防刺服 还有防弹背心背包 直奔酒店 到了酒店房间之后 深吸一口气 看着面前的木制盒子 接着缓缓地打开 梁炳笔直的黑色糖刀 出现在眼前 刀鞘刀饼刀隔通体漆黑 而刀鞘两侧底部 同样用山特维克钢做装饰 当然了 依旧是黑色哑光涂层 不拔刀 都能当混子论 铁画木本来就硬 以李牧现在的力量 一棍子 把人脑袋当西瓜一样打爆 完全没问题 拔刀出鞘 刀身同样哑光漆黑 但是金属的质感 一下子就击中了李牧的心 这个无恙真实的 给他的两柄刀的刀隔龙眼处 装饰了两颗绝地武士 整个刀隔的龙纹 因为两颗红色宝石的点睛 仿佛活了起来 裸刀重量十二斤 以李牧现在的力量 呵呵 轻若无误 不过这铁画木是真重 估摸着光一个刀饼 就要四斤多了 带鞘整体得二十斤 这还是刀鞘中间都是空的 镶嵌了点刀身的边角料 全力挥刀一砍 直径二十五毫米的罗文钢 硬生而断 断口处光滑如心 唐刀刀刃如心 嘶 好刀啊 另外 梁柄补金叉 更不用说了 李牧是越看越喜欢 走了几趟破风八招后 李牧给无恙了过去电话 接通后 无恙 我百分号 人民币与amp ad it 仅号 人民币人民币与amp 依旧是过了两分钟 李牧拿过手机 直接问道 多少钱 你国内账户 还是国外账户 另外 这个刀的合金材质是 无恙点了根烟 慢慢悠悠说道 合金主材 是你说的是 S110V 至于额外的金属元素秘方 你就别想了 那是人家的秘方 绝无出售的可能 一共二百六十万 那两柄堂刀 就一百九十万了 两位大师级人物 带人加班加点的赶工 为了考虑长刀的任性 人家可是煞费苦心 这要是割刀百十年前 纯手工断打 没个三五年 你别想拿货 这时 无恙的语气陡然一变 认真的问道 钱我就不问你要了 我不缺这点 等你实现你的豪言壮语 强起来了 就还我 毕竟认识这么多年 你第一次开口求我 我就想知道 你要这些东西 是干什么用 李牧沉吟片刻 同样点了根烟 吸了一口 才把末日是即将到来的事 告诉了无恙 至于消息来源 绝口不提 总不能说 自己死而复生吧 听完李牧的解释后 无恙疑惑地问道 国内学业压力这么大了吗 李牧实在懒得解释 直接回道 事情就是这样 反正你也不差钱 你们有钱人 不都喜欢建末世安全屋吗 我记得 你在国内建了一套别墅 还是永备公式级别的 就当给自己放假 回国一趟 18天后见分晓 无恙思索了一下 回道 好 信你一次 就当完了 如果没有世界末日 你他们少我一分钱 我找几十个黑鬼 给你开汉道 哼哼 傻逼 说完 李牧也不等无恙反击 就挂断了电话 想起了上初中时 骗无恙零花钱冲游戏时吹的牛 等我有一天住小岛 开游艇 玩超模的时候 给你买最牛逼的游戏账号 这些我估计办不到了 就你一命吧 我也不知道 我吹牛的这些东西 你特么出生的那一刻就有了呀 就在李牧 想继续练了两趟刀法的时候 张雨昕打来了电话 说是要逛逛 李牧当即答应下来 然后换上军用级的房刺背心 以及房刺服外套 裤子直接出门 当然了 两把补金叉 放在背试刀鞘里出门 有外套的遮掩 根本看不出来 驱车来到张雨昕所居住的 闲亭别院小区 李牧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自己已经到了 没多久 张雨昕来到小区门口 李牧招了招手 张雨昕走近后 惊讶地问道 这你的车 李牧露出了一副不好意思的表情 说道 是啊张哥 家里贴的钱 我可买不起 这部油都快加不起了 张雨昕绕着车看了一圈 点点头道 我也得弄几辆 稍微一改造出行方便啊 李牧心想 哼 就怕你有命拿没命开 今天去哪都行 张雨昕抱了几个地方 李牧开着车 二人闲逛了一天 一直到晚上 二人吃过晚饭后 张雨昕说了 白天去过的几个地方 让李牧再走一遍 当然李牧知道 张雨昕要开始 围林园购踩点了 一直到后半夜 把这几个地方 都去了一遍后 张雨昕约定 明天晚上 还是这几个地方 到时候再走一遍 到了第二天晚上十点多 李牧再次拉着张雨昕 把昨天踩点的地方走了一遍 之后 二人在回来的路上 经过一片郊区烂尾的工地 李牧找了个借口说 要放放水 张雨昕点点头道 行 一晚上 我也快憋死了 直接摘下帽子口罩 把电击枪也放到车上 跟着李牧 静止往面前 移动烂尾楼走去 就在张雨昕 打了个打了个冷战 准备收工的时候 李牧手往怀里一伸 张雨昕左手夹着的香烟烟头 散发出微弱的火光映尘下 一道黑影闪过愣了一下的张雨昕 发出凄厉的嚎叫 下一秒 一团擦玻璃的抹布 直接塞进他的嘴里 李牧再次挥动补金叉 锋利的刀刃 将张雨昕的另一只手 也砍了下来 随即一脚踢在张雨昕的背上 倒地之后 用脚死死地踩着张雨昕的头 这才拿掉他嘴里的抹布 此刻的张雨昕疼得只想打滚 奈何踩在他背上的这只大脚 让他动弹不得 艰难地开口问道 喂 什么 我 似乎 没得罪过你吧 我还点你把油加满了 还请你吃饭 我还 李牧看着像死狗一样 被自己踩在脚下的张雨昕 把踩着他脚 挪到他的脖子处 用力一拧 还打算说些什么的 张雨昕瞬间说不出话来 老魏 那个一言不合 就削掉你右手的家伙 现在像条狗一样 踏在地上 淘点利息 我削掉他双手 只不过 我不会刺原斩这种牛逼的大招 只能用刀了 听着李牧的喃喃自语 张雨昕满脑子疑惑 我他妈什么时候 削掉这个老魏的手了 还刺原斩 等等 难道说 似乎猜到了什么 张雨昕不断胡乱挥舞着两条没了手的断臂 似乎想说些什么 看到张雨昕 似乎有话要说 李牧虽然知道 空间异能者 前期没有什么对敌手段 但是也不敢大意 罗开踩在张雨昕头上的大脚 挥动手中的补金叉 一刀切断了他的脚后跟韧带 以及脚筋 似乎还觉得不保险 给他腰椎处补了一刀 当然又是凄厉的嚎叫 把张雨昕像死狗一样翻了个面 点了根烟 想听听他的临终遗言 躺在地上 面朝李牧的张雨昕 此刻牙齿都咬碎了 眼神中满是恨意的死死的盯着他 还是问出了那句为什么 李牧此刻也蹲下 看着借着微弱的烟头火光 眼神默然的盯着张雨昕 把自己上一世的遇到他之后的事情说了一遍 张雨昕满脸的不可置信 说道 不 不可能 我 我上一世根本没遇到你 哼 可能我们这种小虾蜜 对于你来说 很难让你留下什么印象 前程湾港口仓库 记得吗 张雨昕此刻苍白的脸上布满了汗水 仔细回想着什么 突然 想起来 自己确实遇到先到了仓库的几个团伙 其中一个三人小团伙 不愿意空手离开 自己用空间异能 削断了那个手持工兵产男子的右手 毕竟末世到来的两年多的时间 已经没什么人敢用手指自己了 何况 还是工兵产 自己当然要给这个这群不长眼的人一个教训 杀鸡静后吗 看着似乎陷入回忆的张雨昕 李牧直接一刀刺向他的肚子 随着刀柄的转动 张雨昕的脸已经疼得扭曲了 加上失血过多 直接就晕了过去 几个大耳瓜子左右开弓抽醒了张雨昕 李牧不甘心的 还想问问张雨昕这种觉醒了异能的人 是怎么死的 张雨昕肿成猪头的脸 眯缝着眼盯着李牧说道 何打劫 怎么样有没有很绝望 李牧笑了笑 说道 我不做死 但是我更喜欢主动出击 有人想杀我 那我就先把他的头剁下来 哪怕我只是怀疑他 说说 你们这些觉醒者的是吧 或许 张雨昕死死的盯着李牧 咬牙切齿的说道 我看得出来 你的出手速度和力道 就是个蜕变者而已 没有直接觉醒异能 能不能觉醒异能 还得看运气 我肯定是活不了了 也不可能告诉你什么 你随意 好吧 反正我又没打算 建立什么狗屁势力 只想安稳的活着而已 知道的多了 不过也是徒增烦恼 但是你的眼神让我很不喜欢 说完又是一记老拳 打在张雨昕的下巴上 所以他又若晕过去了 还好 刚刚李牧还没有放水 也幸亏没得糖尿病 这种人就不能给他一点甜头 自醒了张雨昕 李牧直接说道 行了 你也算当个明白鬼了 如果这世界 就是个无限套娃的游戏 欢迎你来找我报仇 说完 李牧直接用力一踩 张雨昕的颈鼓咔的一声 直接碎脸 猪头一样的脸上 竟然透露出解脱 但是又带有稍许遗憾的神色 死得透透的 李牧回到车上 取出车斗里的一箱汽油 再次回到张雨昕的尸体旁 看到旁边 有个废弃柱人集装箱 直接一手拎着张雨昕的尸体 一手拎着汽油桶 静止走过去 把尸体往里一扔 直接倒上汽油 当然没倒完 毕竟要一次性可烧不完 从凌晨两点 一直到凌晨五点 一共耗费了两桶汽油 拿着张雨昕自己准备的消防符 把烧脆尸体的敲碎 大的骨头 直同样直接用斧子砸烂 再倒上汽油再烧一遍 主打一个保险 直到快六点 天空下起了雨 最后正在巴拉烧剩下的骨头渣子 打算分解带走时 发现灰堆里 有一枚黑色的圆形结晶 五毛钱硬币大小 扁平 黑亮黑亮的 像是一颗黑药石 李牧捡起来 先是搓干净 再仔细看了看 惊奇道 这是烧出来设立了 正在李牧疑惑不解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 自己和这个黑色的圆形晶石 有了某种联系 闭上眼感受了一下 震惊 震惊 还是他骂的 震惊 卧槽 这 此刻李牧脑海中 浮现出了一片空间 在李牧的感知下 这片空间的大小 足足比一个足球场还大 100乘以100乘以100 则则 足足100万立方啊 果然三个仓库的货 都在这里了 各类货品都有 还有从五星酒店 订的一千桌饭菜 似乎 在这个空间里 似乎仿佛时间都静止了 怪不得 上一世这个家伙 有用不完的物资 还都是新鲜的 空间内被张雨昕 分成四个区域 目前的 连一个区域都没装满 哼哼 暴田天物 李牧心想 看来我也能和那帮黑鬼一样 来一波林园购了 不急先找到流通再说 至于货物丢失的问题 以及自己出现在现场的问题 哼哼 这个世界是讲究科学的 就是拉朋友找人而已 全程自己都没下车 赖得着吗 调查期间 末世都来临了 小心地装起金石 放在衣服里面的口袋里 这玩意 可是末世活下去的戾气 虽然李牧 也没法学会 次元掌门牛逼的大招 但是 能在进化的路上 提前迈出一步 就已经是矫天之幸了 还要啥自行车 直接驱车 前往某个手工中表行 花了几千块 请师傅加班赶工 打造了一个太合镜的怀表壳 和双怀表的链子 临近中午 师傅才打造好 怀表盖上 请师傅刻了两个字 天眷 希望自己是那个天眷之人吧 李牧直接把那枚刻 有百无禁忌的硬币 和金石放进去 合上表盖 直接戴在脖子上 驱车直奔隔壁的月市而去 当然了 采购一批黄酒和青梅 还是有必要的 正好到月份了 按照上一世流通的说的地址 李牧开车三个小时 才杀到地方 看着眼前的小区 李牧估摸着 自己得找好几天 对啊 这小子 说他是网上小有名气的 冷兵器收藏博主 李牧直接拿出手机 在短视频平台 直接搜索胖爷的刀 不斩老幼 或三多万粉丝 在这个冷门分类里 算凑合了 果断关注 留言 本人带着上品的冷兵器 来上门探讨了 就在你家小区门口 来接一下吧 开黑色长城炮的那个就是 刘安妍 李牧直接在小区旁的便利店内 买了一份关东主 坐等流通联系自己 果然 看到粉丝留言上门探讨 还带着刀 胖爷流通 果断关私信 就俩字 等我 不多会儿 就来到李牧的长城炮车旁 看到那个熟悉的肥胖身影 一米七的个子 二百斤的体重 像个煤气罐一样 还留着个大背头 穿着一条背带裤 怎么看怎么滑街 但 李牧只觉得 还活着真好 这一世无论如何 保你一命 赶紧从便利店出来喊了一声 流通 便迎面走了过去 热情的一个熊抱 面对粉丝的热情 把胖子流通给惊呆了 毕竟生活中 也没什么人会抱他 也是感觉到 自己热情过头了 李牧赶忙撒开手 拍了拍流通的肩膀 笑着说道 先上车吧 对了 外来车辆能进小区吧 流通愣了一下道 嗯 有我在那这的保安大哥 都认识我 说吧 流通也开门上车 坐进来之后 左看右看的 一脸羡慕道 兄弟你这个车 可以啊 还行 想开了一会儿 看完刀 让你溜几圈 流通有些激动道 真的 不就开几圈吗 骗你干什么 流通毕竟只是个博主 喜欢冷兵器知识而已 家里也多是模型 真正的好货可没多少 毕竟对于工薪阶层来说 王刚这个爱好 还是很费钱的 接着 两人在流通家的楼下停车后 直接上楼 当然 李牧可没忘了提着他的刀侠 来到流通的家里 李牧瞬间感觉到 一股子单身青年的宿舍的味道 被流通领着 参观了两间卧室放置的冷兵器之后 明显李牧出了一把斩马刀 和一把金装百炼钢的糖刀外 四卧都放着长枪短刀的 自己睡小北屋 怪不得快三十了 还耍光棍呢 看出来 李牧的兴趣缺缺 流通有些不服气的提议 看看李牧带来的兵器 李牧也不磨解 直接把刀侠放在客厅的沙发上 在李牧打开刀侠的那一刻 流通的表情 就被里面的东西给硬控一分钟 根本挪不开眼 结果伸手一拿 差点没拿起来 看着就金贵的刀和补金叉 流通这种冷兵器爱好者 竟然有些畏缩的不敢拿了 生怕弄坏了 看出流通的拘谨 李牧直接拿起一把糖刀 拔刀出窍 挽了的刀花 直接递给流通 见过一些猥琐的死 肥宅在漫展 上死盯着长腿大波的 Toss美女的眼神吗 此刻的流通就是 李牧此刻也开口说出 流通手里这把糖刀的材质 以及各种用到的工艺 流通看着手里的通体漆黑的糖刀 除了刀头的牙子 不是自己的菜整把刀 仿佛就是照着自己的想法打造的 当然可能长了一些 不过又看了看 李牧182的身高 穿鞋都185了 这个长度对他来说刚刚好 接着 李牧说了一句 让流通下巴都和不上的话 喜欢吗 送你了 听到李牧说出 送你了这三个字 流通缓缓地转头 目光看向李牧 那眼神仿佛吕布听到董卓 要把赤兔马送他时 一模一样 真 真的吗 李牧 不 牧哥 你以后就是我亲个 呸 义父 听得李牧直起鸡皮疙瘩 不等流通继续捧臭脚 李牧直言道 我也是因为 你才逐渐了解 且喜欢上冷兵器的 把这把刀和军刺 送给一个懂他的人 更能体现出他的价值 李牧话刚说完 就见小胖子流通 把刀放进刀侠内 啪的一声就给合上了 李牧瞬间脸黑了 比流通脚上白袜子还黑 果然啊 还是和前世一样 喜欢多吃多战 小刘啊 我的意思是 送你一把刀 一把补金叉 可不是全部送你 我自己还要留一套呢 啊 对对对 我 我太激动了 不好意思啊 呃 流通再次打开刀侠 取出一柄糖刀和补金叉 放到他自己 在主卧主位置的刀架上 他那柄金装糖刀 直接给放边缘地带了 正攻一主 李牧也不废话 直接拿过前世用过的这把刀 说道 这个就送我吧 一脸不舍的出了卧室 开口说道 那什么 牧哥 时间也不早了 走请你吃饭 听到吃饭 本来打算直接开车回家的李牧 正好也觉得肚子饿了 好吧 那就宰着胖子一顿 说吧 直接背起刀侠 和流通一起楼驱车 前往流通所说的一家 档次还不错的私房菜馆 进了包厢内 二人落座 引导的美女服务员 职业性的微笑道 二位我们这里的包厢 可是设置有最低消费的 不等服务员说完 李牧拿起菜单 随意翻了翻 捏住前半本菜单 递给这名美女服务员 行了 炒半本吧 毕竟后面也都是一些汤品和素材 美女服务员 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个二人组合 一个身材高挑 长相秀气 但是工装夹克 战术裤 沙漠做战靴 怎么看 这穿着不太像个有钱人 另一个 不用猜就是个死肥宅 头发油的 能乍点油出来 炸油条 算了 反正这年头信用卡 美团 花呗的 什么都能付款 也不怕这俩人没钱付责 依旧是职业性的微笑道 因为二位点的菜有些多 所以需要一点时间 说完便扭着小妖出了房间 行啊 小刘 这环境不错呀 还行 还行 说话都有些磕巴的刘通 在听到炒半本的时候 着实心痛了一下 但是转头一想 这李牧送自己的糖刀和补金叉不用问 自己绝对买不起 不过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觉得 眼前这个比自己小几岁的李牧感到亲切 行了 也不用不好意思 听说你会刀法是吧 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 你可以教我 刘通一听 好家伙 真有人相信自己会刀法这事了 自己录了几个短视频 那些不懂货的网络高手 都说自己这是花架子 哼 还是有人识货的 行 没问题 吃完饭 也别等吃完饭了 现在来一遍 我记忆力好 一遍就行 听到李牧现在想学 刘通也不推托 直接在李牧刀侠里 拿出紧剩的一把糖刀 静止出了包厢 在院子里站定 李牧也紧随其后 刘通还是客气的说道 牧哥一共两套刀法 我各来两遍 一遍慢的一遍快的 第一遍慢的时候 我会讲解发力的技巧 和步伐的调换 第二遍的时候 我就正常速度来一遍 你最好拿手机录下来 好 李牧直接拿出手机 开始录像 刘通也不废话 上来就是破风八刀 当然了 这套刀法 李牧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 接下来第二套 可就没见刘通耍过了 据刘通说是 叫什么糖刀十九世 也叫悬甲刀法 是刘通花了不少 冤枉前走了不少冤枉路 才找到的师父 跟着人家学了两个月 这一套刀法 更趋近于剑法 特点就是刁钻 很辣 多便把糖刀的特性 发挥的淋漓尽致 不过 要是没有很强的对敌经验 也就只能练着看看 毕竟又不是古代 还能拿活人给你练手 不堪几个人 很难融会贯通 不过 目前也不知道 自己处于哪个 蜕变阶段的李牧 记忆力比之前好了很多 看了一遍 就记了个十之八九 当场给刘通演示了一遍 当然 破风八刀的熟悉程度 李牧随便找了个理由 搪塞了过去 说小时候 老家的隔壁 有个老头教过自己 至于悬甲刀法 李牧演练了三次 直接给刘通经的合不上嘴 主要是才三次啊 当初他可是 足足学了半年 发力技巧 对敌技巧 不乏什么 那是师傅师傅 手把手调整的 这李牧 算了 我刘通从不去 想想不通的事 看出刘通的疑惑 李牧也懒得解释 这家伙 要不是小时候 被藤条打的 学了七八年的刀 莫是刺激了他的血腥 不然早就凉了 算了 还是拉他一把 不过李牧 并未直接打算 在末世前几天 邀请刘通 直接住进自己的家里 毕竟前世归前世 今生如何 他李牧也把握不准 末世之中 你可以去跟老天赌 但是别和人信赌 毕竟自己的到来 已经影响了 刘通的部分轨迹 至于未消 自己也没法找到他 只能说 有缘再见了 吃完饭的李牧 跟刘通到了别 直接去车回家 毕竟有了空间装备 自己要办的事可就多了 辞别了 刘通到家 已经半夜快一点点了 可能是提前进化的缘故 李牧的精力特别旺盛 睡六个小时 就能精神一整天 闲来无事 想着去前塘湖边跑跑步 反正离着 也不远两公里不到 结果跑了没多远 就给李牧震惊了 月王庙不远处的柳树 下一个人影 似乎是一名女性 手里拿着一条大枪 在她的手中枪似游龙 舞动生花 慢慢走近了看 是一位二十八九岁左右 身高傲人 一百七十五左右 当然能让李牧在月光下 远远地看出是女性 第一嘛 得益于最近五感越来的敏锐 第二就是 这个曲线也太惊人了 可能由于此女常年习武 大腿浑原修长 臀部结实饱满 这样放到农村去 哪个大爷大妈 都得伸出大拇指称赞一声 这定看着就知道好生养 最主要的是穿着健身背心 看着那拥挤之下露出来的身骨 不难看出曲线惊人 那一对带头儿大哥端的是白白胖胖 且绑大腰圆 细看之下 脸上是刚刚褪去青涩的成熟质感 五官立体 眼睛十分的有神 嘖 天使的面容 魔鬼的身材 这两条腿 简直比我命都长 看得李牧这种 在人吃人的末世 打滚了两年的人 都忍不住想去搭讪一下 也亏的是大半夜的 不然这身材 这颜值 还会功夫 那得多少老少爷们 激动的围观 不过 看着姑娘浑身散发出的清冷气质就知道 应该不是个好交流的 不过 可以投其所好 李牧直接从空间精识内 取出自己的堂刀 当然 拿的是从流通那拿走的那一柄 毕竟是搭讪 又不是玩命 这不刚学的技能 这就用到了 在这名女子收工吐息的时候 李牧走上前去 笑着说道 姑娘好枪法 能不能交流一下 不过 李牧此时有些后悔 毕竟自己也就是半吊子 搏命 还可以大力出奇迹 李氏 算了 打几招赶紧认输 不然被扎两个血窟窿 嘖嘖嘖 刚刚就注意到 有人盯着自己看 还以为遇到不开眼的色狼了 没想到自己想多了 竟然是同道中人 迟疑了一下说道 好啊 李牧也有些诧异 好家伙 这位美女刚刚耍的这杆大枪 没四十斤 也得三十斤 一套枪法练完 脸不红气不喘 竟然还有余力和自己比试 这一下给李牧准不会了 那 那就请美女赐教了 对了 我叫李牧 我叫童望书 说完 手持长枪 做了个抱拳力 毕竟互联网时代 没吃过猪肉 这也就是个业余爱好者 小姐姐手下留情啊 看着面前这个 刚刚二十出头的小弟弟 童望书也不惊讶 然一笑 没问题 你先出招吧 李牧深吸一口气 后退两步 抱拳力之后 童望书的眼睛 就一直盯着李牧的一举一动 果然 在李牧后退两步之后 猛然拔刀 一记拔刀斩横扫 童望书的腰部 只见童望书美眸之中 毫无波澜 持枪格挡 接着就是从流通那 学到的悬甲十九世 先发制人 李牧此时一刀快过一刀 刀刀很辣 这让童望书倍感惊讶 但是又在情理之中 毕竟以堂刀的刀法特性 他作为武术世家 传承极为久远 各类兵器招数 见过不少 倒是也没什么压力 毕竟自身从小习武 李牧嘛 在他看来 招式粗糙得很 唯一头疼的就是 这个小弟弟 力气大 速度快 奈力更是出奇的好 哪有人抢攻三四十招 速度力量一点不见慢的 再让他砍下去 自己这枪杆就废了 瞥了一眼枪杆 已经废了 转头借李牧举刀横批的力 后撤一步一招 凤凰三点头 让李牧瞬间方寸大乱 此时的李牧十分憋屈 这种用弹枪的 枪在其手中像灵蛇一般 一不注意 就是几个血窟窿 毕竟人家枪头是开了刃的 三十公分长的枪头给扎一下 则则 结果一李牧愣神的功夫 直接被人用枪顶在喉咙处 看得出来 自己刚刚拔刀一击 直接抢攻 人家是放水了 让自己施展一下 微微有些喘息的李牧 微笑着说了一句 多谢美女手下留情 丝毫没有因为 输在一位姑娘手中 而有丝毫的羞愤 毕竟李牧又不是个武痴 童望书也收枪抱拳还礼 承让 看着面前的童望书 此时带着额头 虽然带着汉带 但是依旧有晶莹的汉珠 顺着脸颊滑落 顺着雪白修长的脖梗留下 眼前这个美女可真是 诱人 李牧这时也是图穷笔线 那什么 美女方便留个V信吗 听到要V信 同望书无嘴一笑 你这人要V信的方式 倒是和别人不一样 李牧倒是厚脸皮的夸赞道 那是啊 想跟你要联系方式的 估计得从这武林湖 排到法兰西去 李牧也知道 追姑娘不能穷追猛打 就像钓鱼一样的张识有度 毕竟 虽然只是个大三的学生 还在末世狗活了两年 但是他谈过女朋友 又不是宅男出歌 只能靠半夜室友睡了 偷偷奖励自己一发的那种人 简单聊了几句 互留微信的后 李牧说道 那什么 给个新标吧 像你这样的大美女好友 肯定少不了 同望书听到李牧的话 竟然羞涩的一笑 没有啦 我 没什么朋友 一般也不会加别人V信 哦 真的吗 我不信 你看看 说着就把手机屏幕 递到李牧的面前 李牧定睛一看 好家伙 自己竟然是他第二十一个朋友 这年头 李牧瞬间明了 果然啊 这儿巴金条件不错的美女 其实朋友多不 尤其是习武的这种 不过还是接话得到 巧了吗 这不是 我是你第二十一位好友 我正好二十一岁 听到李牧的年龄 童望书有些惊讶 随即眼眸一按 还是微笑了一下说道 那你肯定是学生吧 那你得叫我童老师 你 老师 随后李牧了解到 这位童大美女 不仅武术世家 人家 还是中体课作教授 前几年 自从有位欣慰的国术大师 在速度和力量 打破人体极限后 在互联网的加持下 国术尤其受欢迎 在国家的牵头下 各个大学体育系 都开办了的国术班 研究如何开发人体潜能 经常会外出交流 这位年轻的童教授 人家这次是随校 来自一大体育系 做国术交流研讨 辞别了童望书 回到家的李牧 此刻脑海里挥之不去的 都是童望书那天使的脸蛋 霸道的身材 尤其是那高耸磅礴的带头大哥 暗自骂了一声 呵 李牧你真下贱 你就是缠人家身子 随后李牧强行驱散了 脑海中多余的想法 就开始做自己的计划 调整毕竟 自己有空间能力了 得好好利用一波 李牧第二天早上 早早的就来到了 位于武林湖景区 一座古色古乡的院子外面 孙知名教授 考古界的大拿 上一世灾难发生后 头一批被保护起来的知识分子 在后期研究艺能上 通过解析一些出土的古籍 而声名雀起 当然也最不是东西的人 他提出观点 在第一批次 没有觉醒异能的人 后期是跟不上时代发展的 也是倡导官方 将进入庇护所的门槛拔高的人之一 同时 是倡议让一些在末世受伤的残障人士 以及没有进化的人才 都输送给大自然 让他们自我发展 保持人类进化发展的多样性 李牧 魏肖 流通三人 就是被输送给大自然的人才 他家里人 包括他自己没有进化 也没有觉醒异能 却因为他的关系 享受着丰富的物质资源 还天天说风凉话 一些从古墓的挖出秘卷的异能者 则是投其所好 送了不少未成年的小姑娘当报酬 其中就有当时未萧救下的一个 14岁的漂亮小姑娘 后来被官方的几个异能者抢走 作为请其私下里翻译古籍的报酬之一 显然是这些异能者得到古籍 不管有用没用 肯定是不想上交的 当然了 李牧目前是没资格求人家办事的 但是无恙毕竟是富六代 通过无恙家的关系 李牧才有了拜访孙志明的机会 主要是那张皮质的古卷中的 撰文李牧 搜了也搜不全 毕竟这玩意儿 都掌握在这些大佬手里 人家不放到网上 你根本没途径去找 在网上零星的找到一些字 去翻译结果发现 驴头不对马嘴 没办法的李牧 这才又给无恙打了电话 当然了 费用自己承担 进门之后 直接跟门卫通报 自己有预约 来到孙志明的办公室后 直接从衣服口袋 拿出那张皮质古卷 而孙志远旁边的 五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让李牧微微有些眼熟 仔细一想 白文远 曾在前江庇护所门口 远远地见过 当时就是这个 闲着出来放松溜达的老东西 嫌弃的挥挥手 把他们兄弟三人赶出来的 白文远和孙志明 是狼狈为奸的闲师二人组 都喜欢嫩戳 据说 他娶了自己的一位女研究生 当老婆 老牛吃嫩草 还是校花级的嫩草 更牛的是 这货还把自己女儿的同学 给骗上床了 肚子都搞大了 听说亲生女儿 因此和他断绝来往 这位孙教授粗略一看 说道 东西 你就放在这里吧 三天后给你一文 显然是打算敷衍一下 李牧兴想 龙共百十来个字 你特么告诉老子要三天 你这个教授 学术造假了 孙教授 我这儿有点急 三天后 我怕是没时间过来了 这样吧 费用好说 我今天就想要个结果 孙志明抬头看向李牧 为难的开口说道 嗯 我看你这小伙子 求知欲很旺盛 这股学习的劲头很好 我呢 也不能打击 你们这些勤奋好学的年轻 这样吧 我加加班 中午给你结果 但是吧 我在 自一大下午 有堂课得去讲 费用都收了 你看这 李牧也知道 这孙子的尿性 直接把背上的书包递过去 笑道 老师 我太想进步了 您看这 孙志明从拉索半开的缝隙 看到里面的现金 嗯 上道 现金好啊 老师呢 也不是不讲情理的人 这个进步的机会 肯定给你的 像你这么好学的学生 可不多了 一旁的白文远 则是一脸正气的帮腔道 年轻人有上进心是好事 放心吧 孙老师会帮助你进步的 当然 孙志明虽然为人贪婪好色 还很禽兽 但是专业性 还是无庸置疑的 并且 收钱就办事的品德 也是值得夸赞一番 一直到下午一点多钟 这128个撰文 才算翻译完成 并且完成了注解 只不过孙志明很疑惑 这明明像是一种 修炼吐纳的法门 趁着李牧去放水的功夫 孙志明单独试了 是根本没有效果 还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 不知道从哪个文物堆摊子上 逃换出来的 算了 反正收钱办事 自己也没必要纠结这么多 把工作做完就行了 毕竟无家人的关系嘛 当李牧放水回来以后 看到了孙志明的工作成果后 面部依旧是波澜不惊 把纸质的翻译注解 和皮质蜜卷叠好 都放进自己的外套口袋里 看着孙志明微笑 孙老师 您这一上午也辛苦了 这样吧 我做冬 咱们吃个便饭吧 有机会 咱们再合作 毕竟我这人挺 喜欢收集这些古籍的 以后少不得 还得多多地讨扰您呢 听到之后还有声音 孙志明那一脸褶子的脸 瞬间拧得像个 临近枯萎的菊花一样 这不好吧 不如这样 老师请你吧 说着就起身伸了个懒腰 一边跟李牧说 自己知道一家私房菜馆 他家的菜有多好多好 李牧也陪笑地硬喝着 不多时 二人就上了李牧的车 直接驱车 前往孙志明所说的 那家私房菜馆 应付着吃完一顿饭后 孙志明说 离得不远 他自己就溜达回去了 不需要李牧再送他 当然李牧可是知道 这老小子 这时保暖私盈域了 毕竟这武林湖峰景区内 可是有不少茶室的 还为客人提供 一对一茶一室的服务 李牧笑着说 那就不耽误孙老师锻炼了 孙志明挥了挥手 就走出了私房菜馆 漫步在景区内的林荫小道上 横着小曲 想着一会就找66号茶医师 毕竟那茶医师的娃娃音 让他老孙简直是 简直了 正想着一会用什么姿势 喝茶的孙志明 正满脸笑容之际 李牧悄无声息地跟在他的身后 手中拿了一把军用滑轮弩 抬手瞄准其后脑 直接扣动扳机 啪 一根锐利的合金箭头 从其额头钻出 巨大的冲击力 让孙志明向前 扑出两米多的距离 颈鼓都折断了 脑海中满是66号身影的 孙志明致死都是笑着的 李牧观望了一下 前后没有人和车 走到孙志明身边 把他的尸体收到了空间金石内 当然 那支箭也同样被收起 至于地上那少许的血迹吗 被李牧随手拿的矿泉水 就给冲淡了 可惜白老狗走了 不然让他俩闲失老黄泉路上 做个伴 也算是日行一善了 随后按照李牧的计划 先是开车直奔机场 毕竟下午的航班直飞M国 在第二天的清晨 李牧就可以开始他的林园购了 到达机场后坐上飞机 李牧就开始闭眼睡觉 17个小时后 李牧到达了纽约的肯尼迪机场 之后 李牧直接转成到了拉瓜迪机场 直飞亚利桑那州的首府菲尼克斯 因为这里是军火商的促销基地 这个州也是枪支最泛滥的州 当然了李牧提前买好了五天后天 直飞费城 再转机到纽约的机票 毕竟他可不想再做完一些事之后 被人追杀 当然 美国李牧是一点不熟悉 俗话说得好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富六代无恙的M国战友的关系 直接联系了飞尼克斯最牛的军火前客 鲍博 凯恩 一出机场 一个一名凯恩手下的小弟 就带着李牧来见了凯恩 毕竟是大客户的朋友的儿子的战友朋友 那么 凯恩还是有必要亲接见一下 毕竟据说这个严华人很有钱 还打算非洲开保安公司 这种富二代愣头青 不狠狠载一刀 怎么对得起他吸血鬼凯恩的名号 先后带着李牧 去了几个凯恩合作的军火商的仓库 从来没摸过真枪的李牧 是真的开了眼 各种游戏里 乃至只有短视频上见过的长枪短炮 是一样不少 看得李牧 眼睛都花了 当然 对于一些国外的进口武器 这里当然也有 不过凯恩推销的 当然还是M国制造 毕竟进进口或利润高成本也高 他怕这个黄皮肤的富二代 没那么好胃口 毕竟他是要大批量才买的 之后 李牧挑了一些国际战场常见的突击步枪 狙击步枪 手枪 冲锋枪 乃至反坦克火箭弹 以及防空火箭弹 当然了 TNT定时炸弹这种东西 也少不得玩玩 当然了 李牧所有消耗李牧自费 凯恩还贴心地把自己的保镖 一名前三角洲退伍的军官 安排给李牧 教他怎么使用这些武器 虽然李牧目前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处于蜕变期的哪个阶段 也被开发了不少 不说过目不忘 一学就会的地步 起码领悟力和学习能力 是远超常人的 在这五天里 李牧真真是过足了枪意 各种轻重武器 这位前三角洲军官教一遍 李牧自己上手练练 再被手把手地调整一下 命中率直线上升 吓得这位前三角洲军官 还悄悄地问李牧 是不是炎华国某 神秘特种部队退役的 不然 这些对他来说的外军武器 怎么上手快到这个地步 感觉就像是常年玩枪的高手 突然换把枪指去稍微熟悉熟悉 立马就能适应 其中 李牧最喜欢的 就是加特林 那种只要扣下扳机 就能横推一切的统治力 让李牧爱不释手 枪管子都打飞了十几套 李牧当然也只是神秘的一笑 也不多做解释 二人还切磋了切磋格斗术 论技术 十个李牧一起上 当然也不是人家的对手 但是架不住李牧 以理想实惠啊 当然还是学了一些有用的 军用近身格斗术 以及关节剂的 就在第五天的凌晨 李牧从酒店退房 独自一人 把这几座仓库的军火 挨个收拢了一遍 之后发现 军火丢失的人员 从监控视频中看 安安静静躺在那的军火 就是莫名其妙 去又爱的一下就消失了 连个鬼影子都没发现 当然肯定是李牧的杰作了 就在几天 根据孙志明的翻译注解的影片 跟着调节呼吸练功的时候 发现只能引动 非常非常稀薄的能量 来强化自身 加速蜕变 虽然意义不大 但是意外之喜就是 在脖子内 怀表壳里的那枚 可有百无禁忌撰文的硬币 李牧能使用了 当真是对得起 百无禁忌这四个字 隐身 当然了 隐身不适 就不能不被攻击到 李牧试验的结果就是 使用时长最多三分钟 也就是说 180秒左右 超出这个时间 李牧就会头疼欲裂 并且 身体极度虚弱 需要将近12个小时 再能恢复过来 如果每次较短的使用 例如30秒 或者60秒 则只会有一些虚弱感 休息一会儿 还能再用 但是也不能连续使用太多次数 其次就是 隐身只能遮盖 和李牧接触的物品和气味 声音可没办法遮掩 影片其实就是 聚拢空气中的能量到自己周围 能吸收多少 就看自己了 且不说能量的稀薄 就说 光靠隐中的基本土纳的方法 去吸收 就算能量在浓郁 李牧估计 也吸收不了多少 总感觉 影指示的开篇 当然了 李牧断定 这肯定不是什么修仙秘籍 就是强化身体 引导自己 蜕变加快的一个呼吸法 难不成秦朝也有异能者 都说祖龙皇帝能灭六国 靠的是科技 李牧觉得 靠异能更靠谱一些 李牧猜测 可能全球灾变开始后 出现净化者时 可能会有明显一些的效果 那个时候 应该会有浓郁的能量 供自己吸收 异能者 总不不能凭空产生吧 算了管他呢 林元购完之后 马不停蹄地从机场 直接飞到费城 毕竟 这里是林元购的发源地 李牧当然要来朝圣一下 主要还是扰乱视线 毕竟能隐身了 谁还买票啊 毕竟飞机上还是有空坐的 没必要站着 李牧不知道的是 当他刚到费城的时候 鲍博 凯恩 就像发疯了一样 嘴里骂的 全都是不能播的话 并且发动黑白两道 四处找他 黑道上已经开始通缉李牧 而警察子毫无办法 也查不到李牧的信息 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 凯恩也只是怀疑而已 哪怕警察都来了 也找不到证据 所以 只靠黑道的力量 只能跟在李牧屁股后面打转 毕竟谁能想到 这是隐身霞出手了呢 当然 李牧可不止去了费城 纽约 洛杉矶 华盛顿 又是三天的时间 林元购了很多的物资 没错 就是粮食 以及各种肉类 蔬菜 毕竟在漠视这些玩意 比黄金可贵多了 价值仅次于枪械弹药 能让这七个老流氓 能出点血 李牧还是很欣慰的 毕竟奥匈帝国解体了 算他走运 当然也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就是刚在费城落地 坐计程车的时候 李牧竟然遭遇到黑鬼的打劫 直接把李牧拉倒了 这个司机所在的帮派去了 不仅抢钱 帮派内的黑鬼 看李牧眉清目秀的 还想和李牧拼刺刀 结果可想而知 迎来了一个杀神 李牧一个人一把堂刀 让他们这个黑鬼帮派 72个人 整整齐齐地躺在一起 顺带住个黑金罐 当然 李牧可没有那么多时间 挨个白好 只不过突发奇想 把这些黑头 全部收进空间金石内 在空间内操控白好 再取出来而已 还在金罐前 用白色的喷漆 喷了一句话英文 翻译过来就是 黑鬼滚出去 所以 在离开M国之前 牙字必报的李牧 半夜在华盛顿 马丁路德金的的雕像头部位置 放了一枚定时的TNT炸弹 已经在阴急里的李牧不知道的是 马丁路德金的雕像 被炸导致M国国内黑白冲突 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他在费城干的事 也被人拍下 上传到油管上 导致全M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 零元购活动 接下来的几天 英吉利的大英博物馆 法兰西的各种香水化妆品 以及高档法餐 红酒 得意志的各类药品 以及啤酒 还有很多顶级的钢材 加工车床 各类精密仪器 至于意大利亚 除了足球 奢侈品李牧 实在没找到 有什么可以采买的 只能无奈地采购了一批红酒走人 到了俄国 按照标号 李牧收了不少的油罐车 当然 原油也有不少 以及一些官方军火贩子的各类重武器 眼看空间金石 已经快装满一半了 李牧突发奇想地 去了趟天竺 这个想法 源于之前李牧做了个实验 先放了一块榴莲在空间内 接着又放了一块面包片进去 就摆在榴莲旁边 过了一会儿 取出来面包后 没有榴莲的味道 所以 李牧把空间内所有的物品 都规制好以后 差不多五分之二的空间 都用来装天竺的特产 横河水 最后一站直奔鬼子国 利用隐身的特点 取走了小鬼子的精神支柱 最著名的那几家 人类繁衍滋事教学公司 核心数据硬盘给拿走 当然 这不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 同样二十公斤的定时 TNT放在了晋国神策内 当然 一堆木牌子 炸了也无所谓 再刻一套就行了 所以 李牧又不辞辛劳的 跑了一趟宫崎县的 和平台公园 新亚观音院 以及爱之县三根山山顶 担心炸得不彻底的 李牧的李牧 各放了五十公斤的TNT 这一圈兜兜 转眼看时间不多 还有五天不到 李牧最后去了一趟琵琶湖 把在天竺收的 近四十万立方的横河水 直接送进去 当然 还有横河沉底的各种泥沙 尸切 垃圾 什么的 那个味道 李牧终身难忘 毕竟还有天竺 百十个焊测的有机肥 要不是李牧随后又拿出来 一批鲜肉 确定没有味道 都打算在鬼子这 重新采购一批了 当然 李牧没忘了去一趟神户 潜入养殖场 手起刀落 砍了不少牛头 碍鱼也不能光吃牛肉 在收了几百头之后 感觉差不多了 剩下带不走的 在喂养的饲料里 添加了不少必麻蛋白液 据说比皮霜 还读一千多倍 反正鲍勃 凯恩那几个军火仓库里 提供给特工的各类生物 化学毒剂也不少 李牧是本着不浪费的原则 全部打包了的 当然 还有福岛一批 没有处理的核废水 李牧同样照单全收 当然 也是分多批 送到鬼子国的几个淡水壶 以及一些地下水的采集中心 当然了 其中必然有一个水桶上 绑着50公斤 TNT确保 能把这些和圣水 均匀地扑散开 想到这 李牧比了个十字架子的动作 怨上撒旦 有你我亲爱的鲍勃 凯恩 你无偿赠送的 TNT帮了我大忙 2030年5月12日 周游世界零元购的李牧 终于回到了家里 接下来 就是安稳地等待 5月15日的末日降临就可以了 当然 如果上天给李牧开了一个玩笑 末日没了 那也无所谓 反正 李牧也不会饿死 当然 5月13号 李牧接到了流通的电话 这家伙带着李牧 送他的刀和匕首 来前城市和人较量显摆 赢得发麻的流通 当即约李牧出来 就要吃饭 毕竟 虽然刀的钢材 不是最贵的那种 但是从选材到工艺 再到成刀 按照无恙找的 筑刀大师的建议 除了主材没变 整个刀身的铸造 都是最完美的 航天级合金 不是弄不到 而是压根不适合 而当前的刀本身材质 已经具备26种 最佳金属元素了 九足饭饱的二人 正考虑接下来去哪的时候 李牧知道 流通这个小胖子 没谈过女朋友 想带他去找一些 高级的软件硬化工程师 交流沟通 避免漠视到来以后 没这么好的货色 胖子流通果断拒绝 义正言辞地说道 我 我也 有女朋友的 哦 了解这胖子的李牧也遇到 哪呢 怎么不带过来 难不成漏气了 流通当即涨红了脸 说不出话来 当然李牧知道 流胖子喜欢的是 二次元美女 面对真人 他是怂的一批 时间长了 导致他在稍有滋涩的女孩子面前 都紧张地说不出话来 去超市买点东西 都要挑售银员长得的不咋地 或者是男性的超市去 毕竟现在的人工智能这么发达 二次元乃至元宇宙游戏的VR体验 同样很棒 让流通这种 不善真人交际的众多宅男 都有了女朋友 但是李牧还是大方地送给流通一样 鬼子国带回来的特产 价值 RMB36 88万的一个仿真女友 简单来说 除了生孩子 这个仿真女友 能满足流通的所有要求 流通当即眼含热泪地 再次喊出了那句 义父 李牧眼角疯狂抽搐 还好没送这胖子 一感方天化己 当然没有让流通立马回越城的主要原因就是 末世马上就要到了 和流通在同一座城市 既方便保护他一次 同样也方便测试他 毕竟李牧重活一世 一是想报仇 二们也没有什么书里那种 组建势力称霸全国的野心 就是想不缺吃喝 做看之后 多如牛毛的势力 狗咬狗 毕竟人性这种东西 不精毒 当然这一世 如果流通一如既往的靠谱 那么他就是李牧最可靠的盟友 如果他变了 或者圣母心泛滥 那就让他自生自灭 所以 李牧以朋友出去旅游的名义 给流通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租了一套大平层 同时给他准备了足够使用三个月的物资 还有一把军用母和若干之剑 如果到时候 流通活下来 那么李牧就把他接到自己这里 如果不能的话 那么李牧重活一世 也不能带着个累赘 其实这样的条件 比上一世流通 待在自己家里 要好得多 起码不用吃皮鞋 皮带 家里的盆景 喝尿度过最初的两个月 才能遇到了未肖和他李牧 把流通送到给他租好的房子里 闲着无聊 还有一天多的时间 末世才降临 到时候 想再体验城市的喧嚣 就再也不可能了 当即一个人去夜市吃了些小吃 当然也打包了不少 付钱的那种 之后还是不想回家 静止走向武林湖边上的一家网红酒吧 当然了 直接要个卡座 什么 没有 要最贵的酒水套餐 不上二楼包厢 就要一楼高卡 看着台上的五个女DJ穿着清凉 肆意地扭动着身躯 那傲人的雪白 似乎已经快要弹出来 而各个小舞台和舞池内的男女 不论是都市精英 或者是社会闲散人员 这一刻 似乎在酒精的催化下 尽情地释放着荷尔蒙带来的精力 当然 独自一人 坐在07号卡位的李牧 点了一桌子酒 却孤单一人 再加上长得不错 自然是很多酒托 来至酒混子的首选目标 当然 李牧只要愿意 三楼就有休息室 李牧随时能策马奔腾 枪出如龙 但是似乎没有能让他有提起性质的货色 此刻 他却突然想起 月下五枪的那个女孩子 偏若惊鸿 宛若犹龙的身姿 跃然出现在李牧的脑海中 拿起手机 尝试着发了一条微信 顺带拍一拍 便不再看手机 而是小口的喝酒 继续看着 这人间最后的喧嚣 就在李牧独着的时候 一名头发米白色 留着中长短发背头的女孩子 款款走来 直接就坐在李牧的边上 拿起桌上李牧喝过的酒杯 把剩下的半杯酒 一饮而尽 看得李牧是目瞪口呆 心想这酒混子 又是个什么套路 不过在李牧看清 这名女孩的长相时 心中对于不打招呼 就喝了自己酒的反感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只见这个女孩子喝完酒后 站起来盯着自己的眼睛 似乎有什么话说 但是又难以启齿的样子 李牧内心只有冷笑 脸上也只有漠然的神色 装 接着装 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身高一百七十左右 超短裤 马丁靴 露其背心 带头大哥十分健硕 还有腹肌 年纪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 值得一提的是 脸蛋非常精致 尤其的高挺的鼻梁微厚的嘴唇 给人一种欧美混血的感觉 当然了 毕竟戴着装 鬼知道卸了装 是凤姐还是乔比罗殿下 不过没有气丁和唇丁 还是让李牧感觉有些差异 和身上的穿搭也不搭啊 不过小臂上的纹身 竟然是一道彩虹 子 彩虹 可惜了 李牧有些不耐烦的道 如果是真心话大冒险 那你可以走了 说完拿起手机 看到童望书没有回复 不由得有些失望 接着自顾自的 倒了一杯酒继续喝 接下来 令李牧惊诧的一幕发生了 也许是身处酒吧喝了酒 再加上周围气氛的烘托 让李牧没有那么强的戒备心 猝不及防下 李牧被抱着一口 亲在了嘴上 刚想反抗从怀里拔刀的李牧 顿时停住了动作 嗯 还挺香 正当李牧伸舌头一睁高下的时候 这短发女孩又撤开了 脸上竟然带着一抹羞愤的 看了李牧一眼离开了 静止回到了旁边 有十几名青年男女的卡座 看女孩回来后 众人开始起哄 李牧听到他们在说什么 但是通过观察 应该是其中几名 看起来有点身家的男女 在组织继续玩头子 而那个短发女孩 则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李牧的眼光 盯着这边又赶紧回头 当然 李牧也没放在心上 又过了会看那十几名青年男女喝大了 玩游戏 其中一名长相颇为帅气的男孩子 借着游戏 对着短发女孩动手动脚 同时还灌酒 他旁边的长发女孩 在极力地帮着短发的女孩挡酒 不过李牧可不想多管闲事 英雄救美 被人下套 或者被人说成下头男 那才叫给自己找麻烦 不一会儿 只见这名短发女孩 再次走过来 不过 这次是摇摇晃晃的 看着小辈心都快包不住的两位大哥呼之欲出 喝了不少酒的李牧 难免也有些口干舌燥 这次李牧同样没有先开口 而这女孩先是闭着眼睛 而后睁开 仿佛下定了决心地说道 敢去 三 楼吗 呵呵 叫什么名啊 露西 安妮 还是微微安 醉酒短发女孩 尽量捋着舌头说道 白千宁 哟喝 还挺冲 听出来李牧的调侃 白千宁看着李牧的眼睛道 敢不敢吧 真当老子是个冤大头是吧 短发女孩的胳膊 在她一众同伴惊诧的目光中 直接走向卡座后面的电梯 李牧的消费是直接送休息室的 对应的就是卡座的编号07 不过李牧还是留了个心眼 直接找服务员 要了另外一间房的房卡 拉着这白千宁进入房间之后 紫色的氛围灯氛围感瞬间拉满 按照仙人挑的剧本套路 本来应该主动勾引李牧的白千宁 竟然变得有些彷徨无措 李牧直接将她拦腰抱起 直接亲了上去 喝得上头的白千宁 无力的小拳拳锤打 更像是情侣间的调情 半个钟头后 李牧神清气爽的点了根烟 此时除了呼吸声 只有烟头燃烧的呲拉声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李牧也不知道该怎么缓解尴尬 只能再接再厉 正好白千宁也是一心想要找回场子 而过了一会儿 门外似乎传来找人的喊声 正找到这 白千宁似乎听出来是同伴在找他 连忙打断正在角色扮演的李牧 李牧心想 开玩笑 找你的 又不是找我的 关我毛事 我该干嘛干嘛 过了个把钟头人好像都走了 李牧起身开门查看的时候 门刚开了一条缝 突然一个长发飘飘身材有料的身影 便闯了进来 之后 泪光盈盈 然捂着嘴跑了出去 给李牧看得是又惊又呆 而白千宁刚一下地 一个站不稳 直接跪坐在地上 李牧好心上前去扶 却被一把推开 直接出声调侃道 我不拦着你 你也追不上人家 白千宁带着哭腔道 不用你管 哟 第二天清晨 李牧拉开窗帘一角 阳光照射在李牧的身上 经过提前进化蜕变的李牧 此刻的身体 没有丝毫坠肉 肌肉并不是膨胀的面包形 而是如同薄薄的 如铠甲般镶嵌在身上一样 极具美感 江文导演要是看了 估计就该转夸他 李牧比雕塑还漂亮了 转头看白千宁 被阳光照到 也不扭念 瞪了李牧一眼 却瞬间低着头 颤颤巍巍地去了卫生间 李牧的目光 则被床单上那一抹烟红蜥蜴 等白千宁从卫生间出来以后 米白色短发肆意地落下 身上竟然没有一丝坠肉 同样肌肉匀称 皮肤紧致 一看就是常年运动 不过令李牧意外的是 卸了妆的女孩 比化着浓妆时 多了一分柔和 而眼角的泪质 让这份阴气中 增加了一丝柔美 总结就是 素颜秒杀化妆 还真是天生丽质 白千宁一声不吭 穿上衣服直接就走 出门前看了一眼床单 又深深地看了一眼李牧 李牧只是淡淡说了一句 有以后 机会我帮你一次 记住了 我叫李牧 牧首一方的牧 李牧收拾准备回家 在出门前 鬼使神差地 把那带有一抹烟红的床单 踩了一块带走 吃过早饭回到家中 李牧坐在客厅 正正地 看向阳台外的桃树 接着打了个电话 喂 李川啊 是我 嗨 这不是中彩票了吗 出去捋个油 对了 家里装修 在我家对面 我租了个房子 以后当咱们同学的据点 今天晚上 叫上兄弟们来喝酒啊 再带上你之前说的 认识的几个小学妹啊 下午早点过来 烟酒饭我全管了 嗯 我等你们 打完这通电话的李牧 心里想着 还差最后一步 紧接着 弄了不少米面油 肉类蔬菜 烟茶酒 石生装的矿泉水 还有一台家用柴油发电机 十几桶柴油 开着猛禽 直奔他后妈家里 还订购了两台卡萨 第十字开门的冰箱 以及几台空调 当然 中午饭点除了周子涵 这会儿都在 后妈冯南 在家的老公苏文远 以及 他还在刚上高中的儿子苏清泉 当冯南出来开门的时候 看到是李牧 当即没开眼笑 毕竟 李牧身怀百万巨款 名下还有套房 感觉可能是经历了末世 有两年多 没有见冯南 这个十九岁就生了孩子的女人 三十九岁了 依旧算的 上市风韵犹存 怪不得让李文远 娶个二婚女人 还舍得花三十万彩礼 不要赔嫁 李浩 这毛头小子 更是有意无意地 盯着冯南的臀部 使劲地看 毕竟这种熟透了的美女 对经历无处宣泄的 热血小青年 有致命的吸引力 接着看到李牧身后的冰箱 以及一堆吃的喝的 更是洗上眉梢 看来自己女儿 已经吊住这小子了 当即让身 让李牧进来 本来不待见李牧的 李文远父子二人 看到李牧大包小包 买的一堆东西 顿时也是热情相迎 李牧赶忙客气地说道 这不是好久没来看冯一宁了吗 我这也不好意思空手来啊 这不正好中彩票了吗 虽然不是投奖 可也有二十来万 就想着买点东西来看看您 当然还有李叔说 果然一听李牧中彩票了 还是几十万的大奖 冯南脸上笑意得更加浓重 上一世还在象牙塔里的李牧人 傻单纯 在末日来临后的第二阶段暴雨 刚来临时 赶紧带着家里的剩余三大包物资 来和这位后妈会合 结果人被骗进去 扣下物资之后 还被这一家人毒打了一顿 赶了出来 本来被狗咬伤的左腿 想在后妈这里痒痒 毕竟自己拿着物资来的 不白吃白喝 结果 还被周子涵用水果刀 划下了一只眼睛 李牧忍着剧痛到了学校 想着有同学在 也能互帮互助 结果就是 他认为是兄弟的几人 看到他伤成这个样子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抢了他身上最后一点物资 扭打的过程中 用带着袖剂的钢筋戳穿了他 本来就伤了腿 也不知道运气是好是坏 李牧离开学校 受伤一天后高烧不退 受伤的腿部化弄肿胀 一位医学院的学生 竟然把他拉回学校 给他做了截肢手术 在有限的医疗条件下 李牧居然大难不死 这一家人和这帮同学 这一世李牧必有后报 当然了 还有那个可爱的邻居大妈 在冯南这里做了会儿 也没吃午饭 李牧便去离他家最近的山姆超市 当然了李牧没有办会员卡 但是 林园够要什么会员卡 想了想大白天的 也不太好 毕竟又不能解释 自己是大卫科波菲尔附体 还是直接找到货舱 隐身一开 走位 走位 然后 快的一下 直接便没 刚回到家没一会儿 便有门铃声响起 李牧正纳闷呢 这帮可爱同学来得这么早 结果竟然是几名警察同志 说是协助调查 当然 到了分局后 对张雨昕的事 一问三不知 一口咬死他 故自己拉他找办事 说完 接过警察递过来的手机解锁 让警官查看 至于孙志明的失踪 吃完饭 他就先走了 监控里不是显示了吗 有直接证据 你们就出逮捕令 不然 一罪从无晓得吧 至于张雨昕微信上 本来也没了几句话 能查出来什么 况且 人家的记真 早就把张雨昕的社交账号调查过了 毕竟整整三个仓库的物资 重大失陷案啊 当然了 警察还是试图在李牧这 寻找突破口 不断地告诉他 包庇罪的量刑 以及主动检举揭发 可以获得减刑 包括一些暴力手段 以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 但是对于一个什么险恶人心都见过的 且生死看淡的李牧 似乎没什么作用 观察室外对于李牧的表现 几个年纪大一些警察 看着直皱眉 最后无奈 也只能暂时放了李牧 但是要求李牧 近期内 不得离开前江市 哼哼 离开 谁都离不开了 正当李牧 刚走到分局大门口 两个似乎还在实习的年轻警察 直接跟过来 那名年轻的男性警察 直接皱着眉头开口道 我知道 肯定和你脱不了干系 但是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是你做的 早晚我们会查出来 旁边的年轻女警 也是瞪大眼睛 看着李牧 一脸笑呵呵的表情 气得那俩小豆包 上下起伏的 同样开口威胁道 你别让我们找到证据啊 面对两个幼稚的实习警员 李牧 都懒得和他们斗嘴 面带笑容地说道 二位未来的神探 加油 看着李牧 淡定从容的背影 男女警员 皆是气得牙根痒痒 奈何没有直接的证据 张雨昕又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的 折腾到晚上的李牧 吃过饭 还是去了昨晚的酒吧 想着 万一再碰到那个短发女孩 再切磋切磋 结果一无所获 出来静止去了 旁边不远处的青疤 同样一个从酒吧出来的 风韵十足的女人 身材高调 风鱼之外 饱满警示 一头大波浪盘在脑后 一张圆润的鹅蛋脸 只化了眉 依旧经验十足 不输当红女明星 奇怪的是 看这张脸 像二十来岁 细看五官皮肤状态 又像三十来岁 但是极具风韵的神态 又有点四十出头熟透了的感觉 齐了 穿着明显是居家服 并不是来这种地方消遣的 看神色 应该是来找人 至于是找老公 还是找孩子 就不关李牧的事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 某个便衣来盯着自己的 李牧站定 还是忍不住开口道 这位美女姐姐 你打算跟着我去哪 那成熟的美妇 淡淡地看了一眼 说道 我要去前面的亲爸做话 你只是走在我前面而已 说完也不管李牧 自顾自地向前走去 李牧断定他家庭不幸福 随即也懒得搭理他 像他这种豪门阔太太 老公孩子不着家 那才是常态 二人前后进了亲爸 李牧时不时地 打量着美妇一下 确实很润 像熟透了的水蜜桃一样 光看着就知道甜美多汁 这时电话响起 是李牧的同学 问道 你在哪呀 大家都到了 别说你租这房子 外面看着老旧 里面真不错啊 李牧笑呵呵地说道 你们尽情玩 我这零食有点事 吃的喝的不够 叫外卖 我报销 电话那头的同学 听到李牧的承诺 都欢呼地高喊 牧哥牛逼 牧哥大气 行了 我先挂了 迟点回去 眼看还有两个小时 就要十二点了 李牧正准备起身走人的时候 那成熟美妇 已经起身正要离开 走了没两步 便有些摇晃 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 赶紧上前搀扶 只不过手不老实地 在人家腰间往下延伸 成熟美妇察觉到不妥 便抗拒起来 奈何酒量确实一般 喝了 也就三杯鸡尾酒 便浑身无力 本来不想管闲事的李牧 总觉得 在哪见过这个漂亮的 有些勾人的女人 还是决定帮一把 末世前最后一次当好人 杯中酒一饮而尽 起身走上前去 抓住男子不规矩的手腕 用力一鸣 立马听见一阵嚎叫 放开 放开 再不放开我报警 呵呵 报警 听到这俩子的李牧 当即发力 咔的一声 这名男子 直接腾晕了过去 李牧直接揽住着美妇的腰 就往外走 那美妇一看 是李牧刚想说些什么 亲爸的老板 直接走上前来 指着腾晕过去的男子说道 朋友不给个交代就走吗 李牧也不磨解 一手揽着美妇转身 另一只手拿着手机 对着亲爸爸 台上的二维码扫了一下 支付宝道 账至一万元 对着亲爸 老板笑道 麻烦您处理一下 我还得送我姐回家呢 毕竟这货占我姐便宜在先 您这有监控也拍到了 帮个忙 亲爸 老板也是个台面人 毕竟人家钱也付了 自己安排给晕过去 这货送医院就行了 至于报警 呵呵 李牧也不废话 把这美妇扔进车后排 直接问了句 你家在哪 给个地址 放心满大街都是监控 我又特么不是个傻子 能对你做什么 听到监控 还有些醉意的美妇 稍稍放心 说了家里的地址 李牧直接开车 一路狂飙 还好离自己家不远 都在武林湖不远的地方 不过区别在于 人家在景区里的别墅区 扶着美妇进了家门 坐在沙发上之后 李牧说道 没事我先回了 不过 看到那玻璃展柜上的证书 和荣誉照片 李牧愣住了 正准备出门的李牧 缓缓朝玻璃展柜走过去 醉意朦胧的成熟美妇 看到本来要走的李牧 突然折返 不由的一阵害怕 但看到并没有向自己走来 而是走到自己丈夫的 荣誉展柜前观看 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内心又有些莫名的失落 难不成自己真的已经毫无魅力了 自己观看照片的李牧 发现照片中的主人 正是上一世 和孙志明狼狈为奸的 另一个专家 古生物学家白文远 在安定的社会 这类人并不出奇 但是当默示降临一些生物 发生反阻现象 或者进化的时候 这类学者的价值 便快速体现出来 最重要的是 还有一张他和孙志明的合影 当然 这位喜欢研究古文字 和少女的孙老师 已经让李牧给送去往生了 那沙发上的美妇 就是他老婆了 李牧不由眼中寒光一闪 正准备转身动手 却发现 这美妇眼神好奇地 看向自己 询问道 你认识我先生 李牧立马笑呵呵地说道 是啊 在孙老师那 见过白老师一面 没想到 您是白老师的爱人 听到爱人两个字 这美妇神色一阵落寞 这两个字 是那么的刺耳 爱人吗 他一年都不回家几次 也不管我和女儿 听到这李牧的杀心 顿时弱了三分 既然不是和姓白的狼狈为奸 那就也没必要 杀了留着自生自灭好了 看了一眼手表 李牧微微欠身说道 那我就先走了 您好好休息 说吧 李牧也不等着美妇 还要说什么就 静止出门去 当然主要是怕水蜜桃的甜美 让自己把持不住 回到家的李牧 正准备进家门 就发现家门口不远处 竟然有几坨狗屎 瞬间抬头看向 鞋对着自己家的那一栋小楼 果然狗叫声时不时的传来 周一了 这家的儿子又把孙子 他养的狗送过来了 这家老太太 就是个偏执的爱狗人士 养了三只泰迪 每天叫声不断 他儿子更是养了两只猎性犬 罗威娜和杜斌 一到周一 就把孩子和狗送过来 放在他老妈这里 自己和媳妇出去浪 老太太对狗和孩子更是纵容 哼哼 怎么能放过你呢 李牧对于狗屎也不在意 直接回家 当然了 对面一栋正对着李牧的家的一户 正在彻夜狂慌 毕竟吃喝免费嘛 只不过 另一面的窗户 让李牧换成了防弹玻璃 而且是打不开的那种 只有面朝李牧的这一面可以打开 来到二楼楼顶的李牧 躺在躺椅上看着窗外 手里拿着一瓶冰镇的啤酒 百无聊赖地喝着 内心在祈祷着 末世可一定要来啊 时间一点一点地走过 十二点整的时候 北方的天空突然亮起 闪耀的白光 如同流星般划过 而最初出现白光的地方 则出现一道珠网般的裂纹 漆黑的裂纹 就像镜子碎裂一样 不到一分钟的功夫 就逐渐变淡了 几乎肉眼不可查 而不知道 自己已经蜕变到哪个阶段的李牧 竟然肉眼看到 那珠网般的裂纹 竟然没有彻底消失 而是依旧在哪 只不过 颜色非常的淡 和天空几乎融为一体 而不断下坠的流星 似乎炸裂开来 像急了烟花一样 李牧知道 这是北方的俄国动用导弹了 这颗陨石异常的坚固 足足用了十几发 毕竟直径几百米的陨石的威力 可不是闹着玩的 就算砸在西伯利亚也不行 天空中绚烂的烟花 此刻向四周击射 当然 李牧也能理解 我家都没了我 还管你们这些邻居的死活 不过高空几万米炸裂 那就不止本周会被波及了 恐怕西欧 北美也会有碎片飞过 但最大的一块 还是会飞向西伯利亚 其实接下来继续用导弹 轰哪怕精度不够数量 来凑也是可以的 但是宇宙中的任何物质 对于蓝星的人来说 都是充满神秘的 万一这次有不得了的研究发现呢 不出意外 半个小时后 击中了维尔科乌拉钻孔井 俄国的封闭设施 顷刻间被砸得最快 一块直径三米多的陨石 直直地冲入进去 还有一点就是 几年前爆发过的太阳药斑 会再次爆发 达到有史以来的最强一次 当然 李牧也不是没想过 把自己知道的部分真相 上报国家 奈何 他李牧一介屁名 连个地缘都不是 家里也没有高官背景 谁会鸟他 毕竟活了21年 按制度说 18岁的时候 就拥有的权力 他压根没行驶过 就让人给代表了 甚至这个代表 都不是他选出来的 他都不知道 代表他的人是谁 只怕他打电话 上报政府有关部门 都只会被当成个疯子 李牧也无所谓了 反正 只要一切的轨迹 如同上一世一样就可以了 松了一口气的李牧 回到卧室 紧闭门窗 开始按照孙志明翻柱的 引来呼吸方法来尝试 果然 效果增强了一点 但是依旧不大 无奈从空间精识中 取出在俄国采购的 胡谷酒 以及人参直接啃 其实李牧也不知道 这能量是什么 但是蜕变阶段 需要的能量太多了 光靠正常吃饭 提供能量 已经微乎其微 必须得大补了 这也是 他在俄国的时候 喝过一次胡谷酒发现的 当然 这些东北老山深 虽然是人为栽种的 但是也算是在 长白山的大自然里栽种 好过大鹏催化的 果然 身体在吸收到 更丰富的能量时 被转化成 更多体内的蜕变所需的能量 一直到后半夜 李牧开始觉得发热 突然睁开眼睛 发现了异常 果断推门而出 发现不只是自身的原因 而是气候真的开始变热了 虽然南方的五月中旬 已经开始逐渐变热 但是也不至于半夜的时候 就特别有三十多度吧 回家关好门窗 打开空气循环系统 同时打开空调 当然了一整栋楼 三户人家李牧都已经打通 上下两层每层 都有三个利贵空调 九个挂室空调 包括地下室同样有空调 毕竟之后 外界空气中温度太高 空调太少轮斑 都轮不过来 要是过度使用 外机烧了就麻烦了 虽然是最贵的定制空调 能在高温中工作很久 但是李牧可不敢尝试 毕竟能舒服地活着 谁会愿意 每天活得生不如死呢 这个季节这凌晨这个时间 就能有如此高温 不出意外 臭氧层估摸着得破个大洞 此刻国内的不少的天文学家 乃至气象局 都已经发现了异常情况 蓝星的臭氧层 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 就像一团云雾裂开了一样 大量的紫外线 乃至宇宙中的有害射线 都能直抵蓝星 接下来的日子 可想而知 虽然不知道 为何短时间就会被修复 但是这个把月是难过了 李牧不担心这些 毕竟此刻 他已经开着空调盖着被子 睡得正香甜 5月中旬的清晨7点 北方应该是还微凉出门 需要穿长袖 南方是刚刚好 穿短袖出门 十分凉爽 可此刻不论南北方气温的温度 急剧上升 从后半夜的30多度 已经上升至接近60摄氏度 温度还在持续上升中 这时候 要是谁在街上碰瓷 假装摔倒 那就不用假装受伤了 必然是真伤 120来得迟一点 人就五分熟了 能流出来激红蛋白的那种 街边的塑料制品 已经开始逐渐融化 甚至一些汽车的厚视镜外壳 轮胎都开始变软 要知道 蓝星最热的地方 就是科威特 2021年7月4日的时候 户外温度甚至达到了70摄氏度 但是也只有那一天 之后就开始逐步回温 即使如此 那一天仍旧造成了数千人的死亡 现在全球都在体验科威特2021 704之旅 李牧在空调的房间里 吹着冷气 悠闲地煎了几块A5和牛 感觉肥得太多 有点腻 随即拿出来一瓶冰镇的红酒 醒了一会儿 喝了一口 果然啊 还是穷命喝不惯 还百图斯 都不如张玉的贵妇甜葡萄酒 果然很多电视台都没有了信号 但是豆音 V信 还有微博 乃至手机短信 都发布了高温预警 嘖嘖嘖 不愧是大公司 据说这些公司的服务器 都在人造湖底下放着降温呢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紧急通知 紧急通知 太阳强要般爆发 导致未来几天持续超高温 请广大群众做好防护工作 没有必要不外出 刚看完信息 V信视频就打过来了 李牧果断挂断了 直接电话回播过去 不出所料 是这帮亲爱的同学问 李牧在哪 当然李牧只说 还在外面没回来敷衍了一会儿 便挂断电话 接着就是李牧的后妈 打过电来电话 感谢李牧 昨天送来的空调 幸亏李牧家前 快速装好了 不然今天可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些电话 李牧都一一敷衍过去 意外的是 同望叔也打过来电话 问李牧怎么样了 如果太热 可以来学校接待他们的宾馆 找他 毕竟是在景区里 植被茂盛 还没有那么热 李牧谢绝了他的好意 还提醒他 多储备水和食物 记住要单独储备一些 不要告诉任何人 如果热得受不了 就去曾经的101行宫 地下公室里 还是能躲避高温的 虽然之前交流不多 不过同望叔 似乎很关心自己的样子 让李牧 还是有些许的温暖 想起这个身材高调 身材霸道的女孩子 快30了 明明一张郁姐的脸 还一副娇憨的样子 让人莫名的想笑 希望你能活下去 李牧打开微博的 高温相关的话题 点进去看了看留言 拿着一听 冰镇无糖可乐 喝了一口 皱着眉头咽了一口 直接扔进垃圾桶 骂了一句 到底谁会愿意喝这种玩意 Tui又从冰箱里拿出一罐 当然了 送给周南家 十字开门的冰箱礼物 买了八个 毕竟三户打通 把没用的家具扔了 显得确实挺空旷 躺在二楼的躺椅上 喝着正经的冰可乐 看看微博 又看看斗音 再看看 Z信群聊嘖嘖嘖 广大的人民 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那我就放心了 卧槽 这么高的温度 我们老板竟然让我去上班 冰镇饮料 走了没几步 脱鞋都快化了 我们公司放假 不用上班了 我们学校也放假了 不用上鞋了 家人们谁懂啊 我在打着伞 往地铁站走呢 上班的路上 卧槽 这么热 你竟然还要上班 社会 社会 看到这一条 李牧也是一阵感慨 嘖嘖嘖 这么热天的 还要坚持去上班 这是 多么渴望金钱 命都不要了 简直就是亡命之徒 懒得继续看了 李牧伸了个懒腰 直接去跑步机上 负重跑步了 果然到了中午 手机上显示 室外温度 已经接近75摄氏度 地面温度 已然有90摄氏度 果然又有信息推送 广大市民请注意 受到超高温影响 请大家避免出门 以免受到高温烫伤 大家都麻木了 都在家开着空调 喝着冰镇水 但是到了下午 很多人家里的空调 因为散热问题都停工了 而李牧的电话铃声 也不断地响起 果然打电话的最多 还是依旧滞留在 对面房子里的 那帮可爱的同学们 李牧看着手机 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还不到时候呢 急什么 我给你们准备了 不少水和吃的 够用个几天了 啊 铁 太冷了 李牧决定吃个火锅 顺便拿出手机 设置智能调控 空调24小时 分成四扳岛 毕竟全开了 也用不着了 到了晚上11、2点钟 室外的气温 下降到60多度 虽然依旧很热 但是起码没有太阳的直射 很多人意识到不对 开始出去采购物资 主要是水 大家发现 白天家里的矿泉水 蒸发得太快了 并且 有些人家里的冰箱 也因为老旧出现散热问题 停止工作了 当然 冒死出去采购物资的人 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人还是坚信 这种情况 很快就会过去 毕竟斗音上很多的博主 都开始科普 拿21年的科威特举例 当然 更多的人 他就信了 等到第二天 温度依旧在75摄氏度左右 不过 这次是从清晨5点多 太阳出来就开始了 而官方推送的消息是 受到连续超高温的影响 广大居民 请无重要事项 请避免出门 高温很快就会过去 请大家不要慌乱 不要轰强物资 相信政府 李牧睡到中午 才起床 看到这条信息 差点没笑出来 昨晚抓紧采购点物资 还能熬摇 今天在想采购迟了 就在这时 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一看还是这几个可爱的同学 李牧也不挂断 直接接起来 也回不去怎么办 回学校干嘛 学校宿舍又没有空调 起码现在你们不缺吃 不缺喝的 多好 忍忍吧 官方不是说了吗 再过两天就好了 我在外面呢 还有事先挂了呀 看着12点了 得吃点什么 毕竟昨晚炖了一锅 灵芝土豆牛肉 能量足足的 睡到中午 还是有点饿了 嗯 对了 李牧似乎想起什么 从空间精实里 拿出一套工具 又拿出几条 处理干净的鱿鱼和酱料 中午就吃铁板烧吧 带着厨师帽 叼着烟 瞇着眼 这范儿说 没干过几年铁板烧师傅 谁信啊 忙忙活活 又是一天 到了第三天 气温依旧 但是 看斗因一些博主发布的视频 昨晚出去采购物资 有人摔倒 在地上之后 跟鬼上身一样翻腾 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过 当然也有不少人冒死开车 出去采购物资 开了没多远车自然了 没自然的车 轮胎直接起火 大街上跟碰碰车厂似的 第三天 官方的推送短信是 近日来连续高温 导致我是水线 已达到历史以来最低 市政府决定间歇性供水 每天早晨7点 中午12点 晚上6点供水半小时 请广大市民节约用水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昨天夜里 人工降雨失败 因为云层太稀薄 压根达不到降雨的条件 但是这种消息 绝对不能放出来 不然只会加深人们的恐惧 一直持续到第五天的高温 这时 恐惧已经在全球性的弥漫 多地的水库 已经下降的危险线 一些一直以来缺水的国家 本来就靠进口水源 这时自己都不够用 谁还卖给你 给多钱都不卖 而雨水 有个毛的雨水 只能从淡水壶里抽水 但是有一个国家小壶 已经干得差不多了 几个大壶全 被河污水给污染了 最大的淡水壶 臭气熏天 毕竟几百个汉测的存量 还是不容小觑的 外加几十万立方的恒河水 因缺水死亡人数 急剧上升 李牧看着鬼子国 向世界发出球员声明 高兴地用矿泉水 洗了个冷水澡 还拍了视频发到 Mixi 一时间各种骂声 让李牧的粉丝数量 急剧上升 毕竟这人虽然可恶 但是清秀的脸 搭配上刀 萧斧克一般的身材 简直让一些青涩的女孩 根本抵挡不住 而前城市 有不少求生欲望胜的 到了夜晚 为了家人拼了命 也要出门去买水和食物 当然 争抢是少不了的 甚至因为 几瓶矿泉水 引发了命案 这种情况 正在全世界上演 而到了第五天 原本李牧所在的小区 那可有可无的物业群 竟然有人说话了 邻居陈大妈 我孙子现在渴得不行了 谁能支援点水和食物 还有我家的几个宝宝 也渴得不行了 有水和食物的麻烦 送过来一点 有租房子的人 甚至极度厌烦 这不闻名养狗的陈大妈的人 这一刻都爆发了 哎哟 谁还不是个宝宝呀 我的水也不够喝呢 哟 这不是陈大妈吗 你不是说 我家狗没吃你家的 喝你家的 你管得着吗 所以 现在我管不着 就是就是 我们水还不够喝呢 你自求多福吧 你狗养的 看得李木勒的 差点就被铁板烧噎死 赶紧也补两句 哟 这不陈大妈吗 你那几个狗儿子 还没死呢 孙子快渴死了 简单啊 杀狗放血 也能顶一阵 说吧 从空间精神内 拿出处理过的肉狗 还有一颗大大的狗头 放在铁板的旁边 自拍了一张 我这有狗肉 铁板烧你要不要 陈大妈本来被众人 银鱼的 就怒火中烧 现在 又看到李木吃狗肉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按着语音按键 干得起皮的嘴唇 直接就是一段输出 还带着本地方言 当然了 李木来前程这几年 方言是没学会几句 但还是能凑合能听听 李木当即反驳道 我草 文明社会 可不心骂人啊 陈大妈也急了 你这死了爹的小杂种 就是因为 你吃狗肉太缺德 所以 你爹替你挡灾了 你等着我儿子 晚上就来了 有你好看的 李木呵呵一笑 我等着呢 我就担心他不来 也懒得继续逗着纯老太太 吃饱喝足的李木 休息了会儿 直接开始锻炼 就是最近感觉 买的这些健身器材 便轻了好多 难不成自己又变强了 李木看着双手举起的杠铃 轻轻地放下 开始数片 左边25千克 25千克 25千克 没错啊 一边四个 一共八个 加上杆 220千克 没毛病啊 自己现在这么猛啊 李木竟然直接单手 拿起220千克的杠铃 做了几组二头弯举 死 有点重 但是貌似也不是不能接受 这一幕 要是让罗尼看到 眼珠子都能瞪出来 为什么眼前这个小伙 没有喊叶巴蒂 就能这么生猛 难不成现在的肋骨存出 新的型号了 做了几组二头弯举 李木实在觉得 没什么效果了 杠铃一扔 拿出糖刀 开始练习刀法 直到汗水 把裤子都打湿了 李木才心满意足的 去洗了得早 当然了 这次不是矿泉水 主要是 还得一桶一桶的 倒太麻烦了 还好李木家里装进水机 还有水泵 方舟公司的人 在李木的地下室 直接打了一口井 能直接抽取地下水 正在洗澡的李木 不由地想到 再过一段时间 估摸着武林湖都得干了 但是关自己什么事呢 洗完澡 晚饭时间到 看着物业群里 都在商量着后半夜 没有那么热了 大家置换下物资 或者一起出去采购一些物资 凌晨三点左右 室外气温62摄氏度 地表温度80摄氏度 不过真到了后半夜 响起了一声惨叫声 来到二楼楼顶的李木 开始观察 这是哪位人物 终于打破法律的枷锁了 值得关注 对自己有威胁的 得先干掉 当然了 二楼的楼顶四周 都是玻璃墙 顶棚是半封闭的 毕竟那么多空调外机 得有地方放啊 突然看到 小区内进来一辆压路机 直接给李木看梦了 不过也算是知道谁来了 斜对面那一栋 零七栋的陈大妈 干工程的儿子来了 果然没一会 吃饱喝足的陈大妈 又在群里药舞扬威了起来 哼 我儿子儿媳妇来了 你们在叫嚣啊 那个李木 你个小杂种 不是横吗 你出来啊 果然没一会儿 压路机的声音 朝着李木家 这栋开了过来 一个大背头 满脸油光的胖子 拎着一个大锤子 和一个打扮妖娆的女人 各穿着一双木鸡 站在李木家门口 一人一个掌上电风扇 叫嚣李木出来 给他妈道歉 并且给他家的狗舔屁股 再考虑是不是放过他 让李木别想着报警 说没用 现在警察根本顾不过来 听到这李木可乐坏了 这可是你说的 李木直接在二楼 拿着一把手枪 对着这大背头的脚边 直接开了一枪 平的一声枪响 下大背头和妖娆女人 顿时蹲下 紧张地看着四周 李木站在楼顶 喊了一声 嘿 别他妈看了 老子在你头顶吗 咚的一声 不等二人抬头 穿着德国制造沙地 作战靴的李木 直接从楼顶跳下来 稳稳地落在 大背头两口子面前 拿枪指着 蹲在地上的大背头 怎么 打算给我来一锤子 大背头和他媳妇两人 一口同声地说道 没有 没有 大哥误会了 都是误会 李木好奇道 误会 对对对 就是误会 大哥 我 我 我找错人了 李木笑了笑说道 来抬头看看我 没找错 你妈说的那个小杂种 叫李木的 就是我 就是你吧 大哥 大哥 你听我说 之前是我不懂事 给你添麻烦了 我赔 我赔 行了 叫院子外面那几个人进来吧 大背头心里一惊 刚想说什么 李木又是凭一枪 打在他耳朵上 顿时一阵杀猪般的嚎叫响起 大背头的媳妇 此刻已经抖得像一只鞍蠢 后背直发凉 大背头忍着疼 刚想站起来 李木直接一个顶膝 顶在大背头的 那油腻的将军都上 顿时整个人疼得说不出话来 李木也不管他 静止走向小区门口 直接出去 迅速转身朝右 对着其中一个人平的一枪抱头 剩下的七个人 惊恐地看着李木 这几天 杀人的不是没有 那都是混乱状态下 失手杀人 或者趁乱杀人 但是没有这么明目张胆的 还是用枪 李木冷冷地看着他们 拿枪指了指小区里面 开口说道 自己走进去 或者我把你们都料理了 剩下的七个人 排着队 在李木冰冷的目光中 老老实实地走进小区里面 来到自己老板的身边 把手里的武器一扔 蹲在地上 半夜六十多度的高温 依旧让人有中暑的感觉 李木这个干部家属院的老小区 还好家家户户 都有地下室 并且都私自挖身过 此刻都躲在地下室里 勉强狗着 大背头这几个人 蹲在地上 一动不敢动 简直生不如死 这时 李木看向这七人开口道 都抬起头来 这七人紧张地望向李木 生怕这个杀星 给自己来一枪 玩过大嫂吗 什么 这七个人仿佛以为自己听错了 互相对视了一下 再次抬头 神色紧张地看向李木 李木也不废话 直接上前 薅住打扮妖艳的女人的头发 一把拉起来 头发被扯着的妖艳女人此刻 刺牙咧嘴地边喊疼 边喊老公救我 救我呀 挨了李木 一记顶细的大背头 此刻头上冷汗直流地半蹲在地上 捂着肚子 哀求地看着李木说道 别 别伤害我媳妇 我 我有钱 我给你钱 我不缺钱啊 但是 你们家欠我一条腿 大背头一脸猛 你这俩腿 这不好好的吗 他呢 就当是利息了 说完 李木直接把带头大哥的面罩一拽 带头大哥霸气亮相 虽然有些垮他 但是 胜在飙肥体壮 嘖嘖 竟然没有上科技与狠活 然后 把人往那七人身边一推 笑眯眯地说道 我比你们老板够意思吧 带走吧 你们大嫂 也算风韵犹存 看看这身条 秋刀鱼 大嫂的滋味猫 跟你都想了解 放心 你们大哥是回不去了 你们自己选的大哥吧 这七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直到李木又一枪 打穿一个人的脑袋 剩下的六个人 内心一番挣扎后 心意横 也不管那么多了 不顾大嫂的哭求 硬拉着自己大嫂 就往外走 期间更是轮番开游 李木淡淡说道 把垃圾也带走 说完 用枪指了指地上 被打穿脑袋的那个人 又指了指小区大门口 分出来两个人 拖着死去的同伴 就往外走 当然 其中一个 已经开始散发烤肉的香味了 地面温度 逼近90摄氏度 躺地上的 都是熟人 这时 李木一挥手 这辆压路机 直接被收进空间金石内 大背头瞪大了眼睛 惊恐地看着李木说道 你 你有超能力 超能力 嗯 勉强算是吧 回答完大背头的问题 李木一只手 抓着大背头的脖梗 就往零七洞走 大背头也想反抗 奈何感觉到 抓着自己的大手 仿佛铁钳一样 再看看李木另一只手里枪 顿时放弃了抵抗 来到零七栋 零三户门前 李木喊了一声 陈大妈 你儿子 我给你送回来了 刚刚就听到枪声的陈大妈 早就带着孙子和狗 躲进地下室里 这时听到李木的声音 赶紧上来 通过窗户 看到自己儿子 被人用枪指着 陈大妈说道 李木 光天化日之下 你敢用枪 你就不怕我报警 你放了我儿子 我就不追究了 我儿媳妇呢 也放了他 李木把枪往腰后一放 说道 两只黑影 对着李木直冲而来 李木嘴角勾起一个笑容 一脚踢中了罗维娜的下巴 在李木控制好力道这一脚下 罗维娜在空中打了个滚 牙齿不停地发颤 直接趴在地上 不敢动了 杜冰刚想扑李木 李木一闪身 一拳朝杜冰的狗头砸过去 体型巨大的杜冰 被李木一拳就砸猛了 挣扎了几下都没站起来 看着旁边有一颗成年人 小腿粗细的小树 李木直接一腿踹断 自己是一点没感觉到疼 看着自己造成的破坏力 李木内心也是一惊 这特么大力金刚腿 两只狗见眼前人不好惹 夹着尾巴就往回跑 毕竟在他俩眼里 一个礼拜 待他俩五天的陈大妈 才是主人 这一幕吓得陈大妈 在屋里直打哆嗦 果然是自私到极致 亲儿子都不管了 这不和我一样吗 看来留你不得 哈哈 哎 怎么不出来了 看到陈大妈门前 有一棵砍掉的树 直径起码有四十公分 也不知道给林业菊 报备了没 正好有工具了 直接拽着陈大妈的儿子 就往树墩子这拖 紧接着 对着大背头的膝盖 就是两脚 咔咔两声过后 大背头再一次发出 杀猪一样的嚎叫 整个小区 买至隔壁一条 马路之隔的隔壁小区 都不少人听到了 本来枪声就让很多人 胆颤心惊 结果之后 惨叫声一次鼻子打 听到这动静的人 今夜注定无法入眠 毕竟失去秩序的社会 远远比恐怖的天灾 更加让人惊惧 陈大妈透过窗户 看见儿子受到 如此非人的虐待 心里除了对儿子的心疼 就是对李牧的滔天恨意 恨不得把李牧 堕碎了 为自家养的宝贝 奈何有心无力 只能委屈求全地 和李牧谈条件 本来就躁热难耐 再加上儿子受了重伤 两条腿都对折了 更是急得满头大汗 于是赶紧说道 赶快放了我儿子 我 我就不追究了 不然我报警了呀 毕竟这年头 及时消息这么发达 陈大妈怎么可能不知道 这几天以来的乱象 每天都有无数人死于高温 死于缺水 甚至死于抢夺物资时的打斗 还有一些仇杀 李牧却不理不睬 自顾自地干自己的事情 从空间精实力 拿出一根钢筋 直接掰弯了 把大背头的右胳膊 固定在树桩上 又拿出一把水果刀 钉穿了大背头的手背 跪在地上的大背头 疼得直打摆子 牙都咬碎了几颗 一脸惊恐地 看着眼前这个恶魔 心里后悔得要死 为什么要招惹这种人 这时 李牧开口道 陈老婆子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是哪只在我家门口 拉狗巴巴 就把哪条狗头 给我剁下来 二看我给你 给你眼断小品 李牧当然知道 这种极端的 到病态的爱狗人士 脑子都是不好使的 就是为了刺激他 陈大妈看着满脸痛苦的儿子 又看了看 自己家里的五只小宝贝 准确地说 就是因为 儿子时常不着家 来了也是要 钱跟人在外面瞎混 最近几年 才不知道跟了什么人 捞了个给人看工地的活 除了周末孙子 来陪陪自己 平常就只有 这几个小宝贝陪着自己 在内心深处 他们就是自己的儿子 拿狗当儿子养 所以根本不可能 给狗拴绳 谁家给自己孩子的脖子上 拴根绳子的 有人说自己的狗的时候 那立马战斗力翻翻 对得他哑口无言 前两天刚对哭几个女学生呢 而这几天 家里的水下得快的原因 基本都为了 这几个小宝贝了 毕竟狗儿子的散热系统 没有人那么好 但是在陈大妈 继续纠结的时候 李牧喊了一句 八十 轮起大锤 声声地砸在 大背头的右手大拇指上 杀猪般的嚎叫声 再次响起 瞬间被砸平的大拇指 血肉混着碎骨头茶 看着极为甚人 而李牧的眼中 弥漫着疯狂之色 看向大背头 你当初砸我们家门口的地 一砸一个坑 就是这么喊的吧 觉得我没爹了 就没人管了 好欺负了是吧 陈老太捂着嘴 紧闭的眼睛流着眼泪 强忍着不哭出声 李牧笑了笑 继续喊道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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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背的右手 已经看不到指头了 光秃秃的 也是此时李牧的力气 加上一把大锤 怎么可能 只是砸断手指而已 眼看大背头已经晕过去了 给大背头换了一只手 同样钉在树墩子上 接着就是一脚踢在 那肥厚的大肚子上 大背头脸色惨白地醒了过来 牙齿打颤地看向李牧 口中不断哀求着 李牧蹲下一手扶着大锤 一手指向屋内说道 看到了吧 本来你能保住手指头的 但是你妈为了保护他的狗儿子 不要你这儿子了 我也很为难啊 说吧 李牧再次站起来说道 我继续喽 不要 不要 啊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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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牧抹了一把头上的汗 把铁锤收进空间 把大背头挤巴掌抽醒 脑 我我这人心善 就放过你了 说吧 一只手抓起大背头的后腰的腰带 往前一扔 二百多斤的大胖子 直接砸在陈大妈的大门上 李牧则潇洒地吹着口哨 往家走去 李牧当然不可能这么善良 但是多一个伤员 就多一份水和食物的消耗 说不定 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想到这里 李牧更加开心了 凌晨四点多 天色已经微微渐亮 气温也开始逐渐接近七十摄氏度 回到家的李牧 洗了个澡 煎了几块牛排 当早饭 又喝了一大杯人参呼古酒 当然还有水煮灵芝 确实难喝 一日之际在于晨嘛 便在床上盘着腿 照着影中的方式呼吸 进展比末日前强了一些 但是依旧有限 主要还是感觉身体变强了 进步自然就慢了 李牧能感觉得到 周围聚集了大量的能量 奈何吸收速度有限 就好像一个人嘴就这么大 消化能力一般 给你面前端过来再多的美食 你依旧吃不了多少 算了 也不强求 就是还没觉醒 异能让李牧有点恼火 上一世的官方 和遇到的其他求生者 都说蜕变阶段 等级越高 越容易觉醒异能吗 怎么到我这不行了 难不成这辈子 还是没有异能的命 只能靠近战去忙 李牧突然想到了什么 从空间金石中 拿出补金叉 对着自己的手掌 轻轻一滑 鲜血顿时从伤口中流了出来 下一刻 李牧清楚感觉到 原本不深的伤口 在缓慢地修复着 这种修复 虽然比普通人要强 但是绝对不是强化型的异能 带来的修复速度 不然这么浅的伤口 上一世见到的强化型异能者 绝对几秒钟 就恢复得完好如初了 而现在半分钟了 自己紧紧刚止住血 李牧摇了摇头 躺在床上眯着眼 打算睡一觉 至于可爱的同学们 以及后妈周南那里 还不急 这才第六天 还不到时候 似乎想起什么 李牧拿起手机 给流通打了个视频电话 视频当中 胖子流通正在吹着空调 喝着冰可乐 吃着自热火锅 抹了把嘴 对李牧是千恩万谢 要不是李牧给他准备的房子 好几台空调 柴油发电机 以及满满四个冰箱的食物 自己可能就挂了 当即就要喊李牧义父 李牧嘱咐了几句 别当烂好人 末日才刚刚开始 直接就挂了电话 闭眼睡觉了 外面的世界 因为高温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 不断死去 接近80摄氏度的天 地面温度超过90摄氏度 这种温度下 水大量的蒸发 就算是放在家里 一天下来 一桶十升的水能 蒸发掉七八升 而很多家里的空调 因为外界气温太高 早就停工了 甚至一些老旧的电线 也已经短路了 商店 超市在最初的两三天 早就被洗劫一空 现在能活着的人 要么是家里本来就有储备的 要么就是精打细算的躺在家里 除非渴得顶不住了 不然绝对不喝水 有些人则是趁着刚开始 一起抢占一些大型的商场 毕竟空调多 水和食物也多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 躲进山里 景区里 毕竟还有小溪 但是这几天 水流也逐渐枯竭 植物也汗死不少 煤水和食物也吃完了 也有想卡Bob的 但是卡不了几次 就尿都尿不出来了 这时候 有些人就把主意 打在邻居的身上 或是骗 或是三三两两的组队 直接破门而入 杀人 取血 末世前谁能想到 只要短短六天 社会秩序就能轰然倒塌 至于阿萨 呵呵 为了六险二斤 拿命去抓人 一个月万八千的 都不够一平米厕所 谁玩命啊 这气温谁白天出门谁死 不说高温 就说强烈的紫外线 都能杀死人 大街上的尸体 一开始还有骨肉香 几天下来 已经臭气新天 但是人类的求生意志 在绝境时 无比的旺盛 总有人会以各种各样方式 活下来 而官方 则是要求广大居民 积极自救 发挥互帮互助的精神 除此之外 压根没有什么作为 也很难有什么作为 毕竟都是人 这种时候 活下来就不容易了 谁还管得了别人的死活 与死记别门的外界不同 李牧在冷气十足的家里 那是吃着火锅 哼着个 而李牧 以及李牧关照的刘通 和后妈冯南一家 则是很舒服的 过着末世前死肥宅的生活 除了吃吃喝喝 就是在斗鹰 或者食微信上挥斥方球 而就在末世到来第十天的时候 全世界范围内因 高温死去的人类 已经超过一半 毕竟资源是有限的 且现代科技社会 没有了电 对于大多数现代人 无疑是重回蛮荒时代 这种蔑世级别的天灾下 绝大多数的普通人 只能绝望地迎接死亡 这时候绝大多数APP 已经停止运转 只有少数的几家巨头级别的企业 在国家的干预下 还能艰难地维持着 而此时冯南一家人 看着冰箱里为数不多的食物 以及仅剩的几桶矿泉水 全家人都愁容满面 因为这些食物和水节升点 也就够一家四口用个一周了 而只有一台空调 再这么热天的枝棱效果 也是越来越差 最关键的是 柴油快没了 冯南的女儿周子涵 此时出了个主意 让冯南跟李牧说 晚上给他们送点吃喝的和柴油来 就说食物快没有了 毕竟曾经也是他李牧的后妈 他还能见死不救 李文远 李浩父子二人 听到周南这个主意 频频点头 李文远道 是啊 子涵说得对 他能给咱们送这么多东西 他自己肯定也买了不少 他自己一个人能用得完吗 冯南想想也是 反正这小兔崽子 只有一个人 消耗不了多少东西 不如让他把物资什么的都拉过来 到时候 想到这又看了一眼自己女儿 心说真没用 让你勾引个矛头小子 你都搞不定 还得老娘自己来 要是早搞定他 咱家换了大房子 不就能储备更多的物资了吗 空调制冷效果的减弱 使得冯南浑身是汗 本就很薄的衣服 此刻贴在身上 李浩时不时的瞄上一眼 手又不争气的 往当里抓了抓 冯南此刻拿起手机 给李牧打了个视频电话 视频中 看见李牧穿着长袖睡衣 才十一点多就吃午饭了 这么热 怎么吃得下去 还是火锅 肉食 蔬菜十几种 给冯南顿时看的木凳口呆 自己家天天省吃俭用 李牧这小子倒好 大吃大喝的 果然这小子家里的存货多得很 当即表示 让李牧晚上气温烧降以后 来自己这脸 大家一起 也算有个照应 挣加了一筷子毛肚 沾了上面这小料 往嘴里送的李牧 听到周南这近乎于脑残的要求 满嘴答应没问题 晚上收拾上物资就去 得到李牧答复的周南 得意洋洋的跟丈夫 女儿还有妻子炫耀了一番 李牧则是直接微信联系周子涵 旁敲侧击地问 物资是不是不多了 周子涵这么精明能算计的人 怎么可能和李牧说实话 当即表示 物资还多呢 足够一家人 再消耗个十几天了 表示让李牧放心地来 李牧则是引诱地说 人越少 物资坚持的时间越长 据他大学同学家里 当高官的亲戚 传来消息说 这次高温会持续一个月 后面有暴雨 之后就没事了 也就是说 最少还得坚持二十天 毕竟家里还有两个成年男人 一个四十多岁多岁正值壮年 一个十七八岁正是半大小子 吃穷老子的年纪 吃得再少 一顿也得顶你们母女二人三顿饭 要是没有这父子俩 我再带上物资过去 咱们三人妥妥地能熬到降温 现在到处都是死人 多死两个人 到时候谁会在意呢 子涵妹妹 你也不想你妈妈有事吧 本来就因为高温燥热 心情烦躁的周子涵 被李牧这么一忽悠 对一些想法 早脑海中挥之不去 果然接下来 周子涵就开始和李牧抱怨李文远 李浩父子二人多吃多蘸 还指使自己干活 要是不为了妈妈 他早就忍不了 甚至开始和李牧合计 怎么把这父子俩给清理掉 眼看重要的一环已经有了 李牧安慰了一番周子涵 说等自己晚上带着物资过去 好好帮他出口恶气 周子涵当即腻歪道 李牧哥哥 子涵等着你呢 你可一定要来啊 李牧当即赶紧 把自己和周子涵聊天的对话 删除一些 主要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动的形象 当即点开了李浩的头像 把修改好的对话截屏发送 接着告诉李浩 现在已经末世了 死人到处都是 有什么想法 就要大胆实施 果然没聊几句 李浩就敞开心扉 李牧直接化身之心大哥 男人嘛就要敢想敢干 你说你爸平常限制你这 限制你那的 都末世了兄弟 你还有什么好怕的 你不就是喜欢逢男吗 这有什么的 都世界末日了 难道要让自己留下什么遗憾 等兄弟我晚上过去 咱俩人在末世里 那还不横着走 就算是死 那也得不留遗憾 说着 李牧把自己的手枪 和黄澄澄的子弹 拍了视频发过去 表示 就算之后物资用完了 也不怕 抢他娘的就对了 当李浩还犹豫不决的时候 李牧把和周子涵的聊天 最后一部分截图发了过去 当然是修改过的 你瞧瞧 人家母女俩 都快要弄死你 父子俩了 你难道不打算先下手为强 再说了 要不是你那瞎眼的爹 找了这母女进门 会有人惦记要你的命 李浩毕竟血气方刚 当时就要打算找周子涵质问 李牧告诉他 质问有什么用 现在是末世 我们这些年轻人 才是时代的主角 主角就得杀法果断 对了 你衣柜里有一瓶安眠药 我放的 我早知道 周子涵母女 不是什么好东西 肯定得对你下手 这可是哥哥 我给你留的后手 我和他们俩生活过 我太了解了 看看这回用上了 下午你们今天第二顿饭的时候 你叫 李浩对李牧这下是歌长歌短的 佩服得很 随后李浩脑海中想起 逢南风韵犹存的身影 又想了想 周子涵苗条的身材 白皙的皮肤 记得拍视频啊 也算帮哥出口恶气 你上也等于我上了 刚刚完成第二部计划的李牧刚 有些小得意 开了一瓶90年的勃梗地黑皮诺 对上冰镇雪 闭美滋滋的作了一口 陈大妈竟然又开始作妖 不是 老娘凭你挺忙活啊 还没死呢 在物业群里 陈大妈不断地劝说李牧的手枪 没几颗子弹了 他家里改造的时候 自己看到了 光空调就十几台 还有不少柴油发电机 地下室还挖得更深了 肯定是提前知道了什么 储备的物资肯定不少 让李牧把物资拿出来 分给大家 这时候 还私藏见死不救 简直就是没有人性 物业群里 除了老住户 当然还有不少租客 听到陈大妈这么说 纷纷让李牧给个说法 不能见死不救 更有不少还活着的租户 说自己家空调坏了 地下室也闷热得不行 既然李牧把旁边的两户都租下来了 一个人也住不过来 不如让空调坏了的人住进去 不然空着房子也是浪费 一时间都在起哄 甚至有人说 李牧要是不讲情面 就怪不得他们使用暴力了 看完这些牛鬼蛇神的发言 李牧差点气笑了 这都没给你们热死 你们可真能活 也是啊 干部家属院都是二层小楼 家家户户都有室内地下室 而且很多后期改造的很深 有工具的直接往更深的挖 确实能凉快不少 李牧把自己家几个冰箱 全部打开挨个拍了照 并且把几十桶矿泉水 发到物业群里 还十分反耳赛的说了一句 吃不完喝不完 丑死个人了 又拍了一张家里温度计上 显示的温度23 五发到群里 顿时群里炸锅了 有的要求去李牧家里住 有的则是让李牧分出物资 对此李牧只发了一句话 半夜不来 物业群里的众人 更是义愤填膺的说 等到半夜 一定让李牧好看 李牧静静地看这些人口嗨 呵呵 觉得自己命笔子弹硬的就来拿 李牧可不管别人怎么说 反正自己的吃饱喝足 不过唯一的不满之处 就是这片饮聚集了大量的能量 奈何吸收有限 感觉到了瓶颈 难不成要来一次大的突破 但是李牧现在一天五顿饭 每顿都能顶一个 青少年饭量的三顿还多 而用饮的方式 吸取能量 四个小时不到就饱和了 之后就像一个装满水的桶 再多的水也只能溢出来浪费了 当然 李牧还有的选择 就是直接躺平 随缘吧 反正上一世听说 有个非常叼炸天的杀手 专门受雇猎异能者 而这个杀手 本身只是最低阶的蜕变者 但是经验丰富 只要不是特殊异能的异能者 被这个杀手盯上了 必死无疑 想到这 还要啥自行车 按照李牧以自己的力量推算 220公斤的杠铃 他能捂得虎虎生风 就算遇到强化型异能者 也完全不处 用他削铁如泥的糖刀 划破自己的皮肤 都需要用点力气才行了 末世才来临十天 可以知足了 要啥自行车 想明白这些 依旧撒开了吃喝的李牧 吹着空调盖着被子 舒舒服服的 睡到半夜才行 正好物业群里叫嚣的这帮人还没来 正好周南那里能收网吗 随即拿起手机 果然 冯南以及周子涵 一条信息也没发过来 李浩真没有让自己失望 看着李浩发来的视频 视频中 那图谋李牧物资的冯南俩人 被绑得结结实实 随即一个戏狗扑实 这货还时不时的 还冲着镜头傻笑 嘖嘖嘖 禽兽啊 果然李牧打过去视频 李浩秒接 刚一接通视频 李浩一顿炫耀加回味 还见嘻嘻的说等李牧来了 让李牧也体验一下 犹豫的说不过能不能放过冯南 他想留着继续用 听到这 李牧不经惊叹 还特么真爱 李牧又问道 你爸李文远呢 李浩 嗨 别提了 给老家伙讲不通道理 直接绑起来了 来 牧哥你看看 说着拿起手机来到卧室里 对着被绑起来的俩人一顿拍 看得李牧震惊说不出话来 李浩这小子真会晚啊 看着冯南 周子勋俩人 得惨状 心里的恨意 稍稍得到点释放 李牧心想 这才哪到哪 来 给这俩松松口 我听听这俩骚货的切实感悟 好嘞木哥 冯南和周子涵的腮帮子都僵硬了 缓了一会儿 一起对李浩破口大骂 不过李浩却露出一副病态笑容 眼神中充满了兴奋 又热血上头了 又想实行继续棍棒教育 听到李牧的在视频里的声音 转而对李牧破口大骂 骂得甚至比骂李浩还难听 李牧是委屈得很 这 关我毛事 不都是李浩 在干嘛 自己只是提供了一些药品而已 有人拿菜刀砍死人 总不能把卖菜刀的抓了吧 李浩明显有些急不可耐 询问道 木哥你什么时候来啊 快了 我这就准备了 好嘞 木哥 我等你啊 视频没挂 就大喊小飞棍来咯 真是不拿你木哥当外人 这一家子真是奇葩 不过这才有意思不是吗 挂掉视频的李牧 翻开微信通讯录 找到润泽家园的地动33单元业主群 把李浩发来的小视频 以及之前送到物资摆放好以后的照片 一起发出去 接着说道 这么多物资 还有极品盖交贩 有没有一起搭 坐标1801 星号星号业主 卧槽 真的假的 星号星号业主 真有这么多的物资 不是骗人的吧 星号星号业主 这没工具啊 现在 这时候谁还敢给别人开门 星号星号业主 我不管了我快渴死了 女部女人的无所谓 有没有一起 没有我先上了呀 星号星号业主 别啊 一起 一个人我不敢 看到群里激烈讨论 李牧适时的添了把火 发了一条信息 卧槽 你们等等我啊 我在C洞 我这孩俩同学呢 都快顶不住了 这里号可是我同学 我们有优先权 他家要是 就在消防通道的应急灯上放着呢 这俩极品 我也有份 别想着吃毒食啊 星号星号业主 什么 不是我们单元的 那你得往后排 星号星号业主 就是 最多给你让你和你同学释放一下 水和食物 让你们吃喝一顿 星号星号业主 不行 女人可以 水和食物不可以 星号星号业主 扯那么多 先到先得 看到这里幕 差点气笑了 你们这群畜生 真他妈忘恩负义啊 不过我喜欢 接着就是C洞二单元 业主群 李牧把视频图片又发了一遍 强调自己家就在他家楼上 自己这个单元都没什么人了 但是 自己不敢一个人去 有没有一起搭 效果同样出奇的好 一栋楼二十几层 还是有些活人的吗 不一会儿 冯南家里 就是一阵打斗声和求救声 接着 冯南和周子涵的惨叫声 哀求声响彻润泽家园 不过 李牧是听不到了 此刻的李牧 正在二楼预留的射击口的位置 静静等待 给他无聊的末世生活 提供乐子的人 手里的HK416 已经急不可耐的要发射了 果然一到半夜三点多 全天温度最低的时候 差不多也有60度 但是经历高温 还活下来的人 这个温度咬咬牙 还是能扛一扛的 毕竟 再不拨一下 马上就要渴死饿死了 如果成功了 空调 物资 那就都有了 能吃饱喝足后 凉爽地睡一觉 这种末世前 唾手可得的东西 在末世降临的这十天以来 显得弥足珍贵 果然 稀稀落落的几个人影 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工具 借着月色 缓慢地向着李牧的房子靠近 看着人数 竟然有十几个 李牧突然想到了什么 把枪一收 拿出了一台便携洗车水枪 和一桶汽油 还有一把军用滑轮弩 等到这十几个人 逐渐靠近李牧家里房门的时候 李牧通过二楼的射击口喊道 你们快点走吧 我 我不想伤害你们 你 你们别逼我 这时 有人同样喊话道 赶紧把门打开 让我们进去 不然 我们破开门 有你好受的 李牧怯懦地喊道 你们别威胁我 我也有武器 说着 李牧拿起滑轮弩 装好箭头 已经养化生锈的箭支 一盒五支 还好不全是不锈钢的 不然没得完了 随即选择一个略微发福的中年人 对准他的大腿 扑的一声 箭指射出 静指没入这个发福中年人大腿 只听见阿的一声惨叫 这发福的中年人 顿时一屁股坐在地上 死死地捂着大腿 又是阿的一声 这一次 李牧也不知道 是被箭射穿了大腿疼 但还是被地面高温烫的 幸亏调整了一下弩 不然 这非得射穿了不可 省得他拔箭 那可怎么办 李牧的家里 此刻关着灯 漆黑一片 其他人根本不知道 箭是从哪扇窗户射出来的 只听见有人喊了一声 赶紧冲到他家门口 把门砸开 不然迟早也是饿死可死 众人一听 有道理 反正都是死 拼一把成功了 还能多活一段时间 未必没有转机 一时间 其余的人都加速 往李牧家门口冲 当然 路上还是有几个人 被李牧射到了大腿 或者是肩膀 没有冲上来 看着已经冲到自家门下 开始砸门的人 李牧放下手里的滑轮弩 饶有兴致地看着 这些比灾民 还像灾民的人 疯狂地砸着自己家 看比银行金库的大门 李牧还时不时地喊上一句 兄弟们加把劲啊 嘿吼 嘿吼 不过这些人不知道的是 射几口射击的位置 李牧的弩 完全能够到他们 正在这些人 卖力砸门的时候 李牧拿起军用喷油枪 一口扳机 大量的汽油 积射在门口 砸门的几人身上 李牧大笑着 大热天的 来洗个冷水澡啊 汽油淋在身上的一瞬间 砸门的众人 感觉到一阵清凉 随即就闻到了汽油味 刚喊出汽油两个字 李牧手里的HK416 喷出一道火蛇 击中一个人 顿时这人身上的汽油被引燃 火起的瞬间 整个人发出凄厉的嚎叫声 跑了没两步 就摔倒在地上 疯狂地扭动着身体 其他人见状扭头就跑 都期望李牧枪法没那么准 或者光线这么暗 看不清自己 可是早在几天前 李牧感觉 身体经历一次小的蜕变之后 已经能夜市了 李牧猜测 应该是身体净化到一定程度 不只是单纯的提升力量 速度 抗击打能力 自愈能力 以及无感的敏锐程度 都有了质的跨越 李牧此刻默然的神色 不断地扣动着扳机 火焰吞噬着一个又一个的人 凄厉的哀嚎声 接连响起 对面小楼里 李牧的这群同学 热得睡不着 被哀嚎声惊到 从地下室里来到一楼 顺着窗户 看到害人的场景 一个个吓得牙齿颤抖 他们知道 对面是李牧家 此刻二楼正在不断喷出火蛇 不断地有人身上开始着火 就是痛苦的哀嚎声 随着扭曲挣扎的动作 不断地冲击着这些象牙塔里的花朵 当砸门的这几个人 兜然绕起来后 李牧看了一眼对面的小楼 看到了里面的五男三女 微微一笑 收起枪 背着这军用滑轮弩 提着堂刀 就下楼出门 检查自己的战绩 地面上几具还在燃烧的尸体 以及被吓得不敢挪动的几个大腿 受了剑伤的人 李牧冲几个人招了招手 受伤的几人咬了咬牙 还是忍着痛 慢慢地挪动到李牧的面前 谁知道 如果不听话 这个恶魔会怎么折磨他们 看着被自己射伤的几人 李牧提着堂刀 看向被自己第一个射中的中年人 说道 你看看 都劝过你们了 你们不听 自食其果了吧 李牧走上前去 大腿里还插着剑的发福中年人 看到李牧朝自己走来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 低着头 不敢看李牧的眼睛 李牧捏了捏着发福的中年人 脸上的肥肉 笑着说道 你这伙食不错 莫是来了十天了 你看看 和你来的几个人 一个个的跟逃荒的一样 你看看你 嘖嘖嘖 中年人任由李牧捏着自己的脸 不敢说一句话 就在这个时候 旁边的一个人 瘸着腿 朝李牧后背的军用滑轮弩抓去 仿佛只要抢到这把弩 手里只有一根棍子的李牧 就会受制于他们 其他人刚要配合这人 只见李牧侧身后退一步 拔刀 挥砍 漆黑刀影闪过 想抢李牧滑轮弩的这人 伸出的双手 直接掉在了地上 手腕处的伤口 十分平滑 愣神几秒后 才感觉到 那股剧烈的疼痛 疼痛不断冲击着他的神经 凄厉的嚎叫声 再次响起 大量的鲜血喷了出来 那发福的中年人 被喷了一脸的血 被吓得抽搐面容 看起来异常恐怖 更恐怖的是 这中年人竟然伸出舌头 舔了甜脸上滑落的鲜血 似乎意犹未尽一般 其他几人 见到李牧出手的速度 以及狠辣 纷纷止步不前 畏惧地看向李牧 哈哈 李牧笑了出来 嘲讽道 看看你们这副样子 一个个地 跟逃难的一样 跟我斗 看着失去双手在地上 不断打滚哀嚎的人 李牧着实觉得很心烦 走上前去 翻手一刀 喊叫声戛然而止 一颗脑袋 咕噜噜地 在地面上翻滚着 失去了脑袋的躯体 鲜血从脖腔里喷涌而出 躯体的本能 还在轻微地抽搐着 其他人更是吓得瑟瑟发抖 唯独这发福的中年人 看着地上尸体 不断流淌的新鲜血 眼中散发着金光 这中年人的反应 被李牧尽收眼底 随即说道 赏你了 下一秒 这中年人 就像丧尸一样 跪在没有脑袋的躯体上 贪婪的大口 瞬息的 依旧在流的鲜血 仿佛沙漠里 一个即将渴死的人 当然 末是来临后的 高温使大步还活着的人 都处于缺水的状态 当然有不少人 渴得实在顶不住了 一滴尿都没有 只能和自己的血解渴 结果吗 可想而知 剩下的几人 看着眼前的一幕 竟然也舔了舔嘴唇 带着询问的目光 看向李牧 李牧点了点头 说道 去吧 赏你们了 几人顿时和那中年人一样 过了一会儿 几人好像商量好什么一样 那发福的中年人 似乎成了这几人的代表 来询问李牧 能不能让他们 把这具尸体带回去 听到这个问题 他们要干什么 李牧已经知道了 点了点头说道 你们随意 接下来 几人瘸着腿 抬起尸体 往后面的小楼走去 而李牧则 来到他为这几个同学 租下的房子面前 喊了一声 都喊好吧 小楼内李牧的几位同学 李川 张海洋 秦峰等人 听到李牧的声音 脸上都露出了复杂的神色 毕竟没有李牧 喊他们来这玩 漠视到来 也没有这么多的物资 供他们使用 如果是在学校里 恐怕尸体都臭了 但是这段时间 李牧对他们的发的信息 置之不理 直到刚才 他们看见李牧在外面 大开杀箭 简直就是冷血的杀人机器 此时 小楼内的众人 对李牧的恐惧 甚至大过了这样人命的高温 但是 毕竟同学一场 李牧还能杀了他们不成 李川心想 自己也没得罪过他 除了那件事 不过他应该不知道 而且 再没有吃的 恐怕 李川心一横 对着旁边的同学们说道 大家一起出去看看 毕竟大家都是同学 李牧总不至于杀疯了 连咱们也杀吧 众人也觉得 李川说的没毛病 都是同学 末世来临 就应该互帮互助的 跟着李川一起过来的玩的三个女孩 同样点头同意 毕竟两天没吃饭了 光喝啤酒也不是事啊 而且 每天出一身汗 还没地方洗澡 万一这李牧学长能提供水 让自己舒舒服服冲个凉呢 李川说道 那大家一起出去 看看李牧怎么说 众人点头同意 就在小楼内的众人商议的时候 站在小楼门前的李牧 察觉到一丝异样 顺着感觉 扭头往旁边的一栋小楼的墙边看去 一个露出半个脑袋的身影 立马缩回脑袋 心里疑惑道 发现我了 不应该啊 我也没发出声音 这人留着寸头 身材高大 体型壮硕 但是 此刻不乏却像猫一样轻盈 慢慢地回身 朝自己家的小楼走去 不时地扭头看一眼 见李牧没有跟上来 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哼 要不是这小子有弩 有枪今天就能饱餐一顿 吹着空调 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了 奇怪 这家伙 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 没走多远 已经到家的寸头男子 轻呼了一口气 吓到地下室 开了一罐可乐 一仰头喝了一大半 这大热天的 可乐这种东西 越喝越渴 食物和水所剩不多了 一定得想办法 进去那小子家里 过了几分钟 李川等人出来了 李牧微微一笑 大家这几天过得还好 众人一脸苦涩 李川率先开口道 老牧你那还有水和食物吗 大家都两天没吃饭了 你看能不能 听到李川的话 李牧心里止不住的冷笑 真当我还是那个冤大头呢 李牧露出一抹歉意的微笑 紧接着说道 我家里东西也不多了 自己一个人的话 还够个几天的 但是这么多人 听到李牧的话 其中的三个女生说道 能不能云给我们点吃的 我们 有钱 放心 给你双倍的加钱 不会让你吃亏的 呵呵 钱 那是什么东西 擦屁股都显硬的废纸而已 李牧则是直接的说道 各位现在什么事到 大家也都了解了 钱这东西 废纸一张 政府的人 还不知道在哪呢 泥箱子前 都不如一瓶矿泉水 一包方便便来得实在 李川等人 听到李牧的话 心里一沉 刚想再说些什么 李牧接着说道 我倒是有路子 不知道你们敢不敢跟我来 众人一听 李牧有办法 赶紧答应 生怕李牧不管他们了 牧哥 牧哥 你赶紧说 神妖路子 我们饿得快受不了 啤酒这东西 越喝越渴 就是 牧哥 赶紧的吧 看到众人此刻 急不可耐的样子 李牧说道 好啊 各位跟我来 说完 李牧便自顾自的 朝陈大妈家的小楼走去 哼哼 玩硬的 想借刀杀人 众人看李牧扭身就走 众人对视一眼 心一横 果断跟了上去 来到小楼前 李牧拿着糖刀 朝着陈大妈家的大门指了指 说道 吃的喝的 里面都有 能不能吃饱喝足看 犯法的 听到女孩的话 其他人也是尴尬的点了点头 心里想着 李牧刚刚杀了不止十个人了 他是在乎法律的人 何况 现在这个世道 哪还有法律可言 活下去 才是最重要的 李牧可没心情开导这种 脑子不清不楚的傻子 急步走到陈大妈家门前 一脚上去 整个大门都变了形 抓着门把手 再用力一拉 整个大门都被李牧拽了下来 这一幕 把李川等人吓得一哆嗦 屋内的狗 听到李牧大门发出声响 三只泰迪率先冲了出来 而杜冰和罗维娜 则是闻到了李牧的味道 缩了缩身子 向陈大妈靠了靠 看到冲上来的三只泰迪 李牧也不客气 一脚踢过去 瘦小的泰迪 直接飞起来一只 砸在墙上 当然 李牧收了力 不然这只泰迪 非得被踢得爆开不可 剩下的两只 同样被踢飞一只 另一只 则被李牧抓住脖子提了起来 如同铁钳一样的右手 捏住泰迪的脖子 因为恐惧 以及呼吸不畅 这只泰迪的身体 有些抽搐 接着从地下室上 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孩 正是陈大妈和他十岁的孙子 不过没有看到大背头 此刻看到李牧手里的泰迪狗 身体不断抽搐 快被李牧掐得断气的样子 陈大妈急得就对李牧破口大骂 小杂种快放开我的宝贝 旁边的小孩 明显被奶奶的声音吓了一跳 精神状态看起来十分不正常 听到陈大妈的话 李牧轻蔑的一笑 抓着泰迪的手高高扬起 狠狠地往地上一砸 咚 泰迪来不及乌业一声 就直接被李牧砸死 看到李牧如此丧心病狂 陈大妈顾不得别的 直接朝着李牧冲过来 李牧可懒得跟他闹 直接拿刀鞘的一头 处在陈大妈的肚子上 陈大妈当即跪在地上 本来就热得出汗不停 此刻更是疼得冷汗直流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牧回头看向 跟着一起来的同学 笑着说道 浓 这三只省着点 够你们吃两天的 至于其他的 你们看到 什么都可以搬走 听到李牧的话 众人一脸为难 其中三个女孩纷纷说道 太残忍了 怎么能吃狗狗呢 就是啊 我不吃狗肉的 这狗狗这么可怜 李牧也不废话 直接打断道 没人逼你们吃 不吃的请自便 想吃的自己动手 厨房有刀 自己动手风衣足食吗 李川等人看了看李牧 又看了看 此刻跪在地上 因为疼痛颤抖的陈大妈 心一横 直接进厨房去找刀 一起来的三个女孩 还试图阻止男同学 警告他们 不要乱来 不然再也不理他们了 都快饿死的人 谁在乎你 等香喷喷的狗肉炖好了 有你求我们的时候 李牧的这几个男同学 兴许是 呃 急眼了 进厨房找到刀具 一人分了一把 出来静止走向在墙边 趴着的两只太迪 因为疼痛握在地上的太迪 看到几个人冲着自己过来 连忙大叫 试图吓退这几个人 但是并没有用 迎来的是菜刀 剁骨刀 水果刀 擀面杖的招呼 随后几人抓起太迪的尸体 走到李牧面前 问李牧他脚下的这只 可不可以也给他们 李牧点了点头 说道 找一找吧 几天前 这老太婆的儿子 还带了水和食物过来 如果还有剩的 也归你们 听到李牧的话 众人面色一喜 赶紧分头去找 毕竟三只太迪脱毛去皮 能有几两肉 三名女孩 也咬了咬嘴唇 开始跟着搜查食物和水 毕竟善良得需要活着 才能发光发热 不一会 二楼传来了女孩的尖叫声 其他人赶忙往二楼跑去 李牧刚刚瞬间隐身 快速去地下室 收拢了一下食物 只留下十几瓶水 前后也就用了十几秒钟 刚解除隐身 就听到了尖叫声 内心不由地感叹 这么热天 哪个傻子会把吃喝放在外面 也就地下室能稍微凉快一点 李牧稍微一想 猜到了什么 走过去 抓起陈大妈孙子的胳膊 不顾小孩的反抗 就往二楼走去 来到二楼 看到众人都站在最里面的 一间卧室门口 甚至有人吐了出来 李牧拉着小孩上前一看 大背头 已经被啃食得不像样子 小孩子看到自己父亲的模样 哇哇大叫的 就要挣脱李牧的大手 被李牧直接扇了两个大鼻斗 才安静下来 李牧对着小孩说道 说说吧 怎么个情况 别说你不知道 小孩的眼中写满了恐惧 但是 看到李牧又抬起来的右手 原来几天前 被李牧砸掉十根手指的大背头 在李牧走后 被陈老太拖进了房子 但是大背头除了怨恨李牧 此刻更加怨恨的是自己的亲妈 他觉得自己的亲妈丧心病狂 竟然为了几只狗的狗命 看着自己被人踹断腿 砸碎手指头 心里越想越恨 第二天早晨 想趁着陈大妈去方便的时候 让自己的儿子去厨房给他张网药 他想把狗堵死 奈何儿子竟然直接告诉了他的奶奶 陈大妈一听 顿时急眼了 回来指着自己的儿子 破口大妈 大背头更加气愤 要不是因为你 我能变成现在这样 结果再爬过去 就要用胳膊打陈大妈 他不知道杜斌和罗维娜护主 心里有多强烈 眼看主人要被人欺负 两只大型猎性犬冲过去 就对着大背头一阵撕咬 本来指住血的双手 再次流血 生肉味大的猎性犬 闻到血腥味 更加的疯狂 陈大妈拉都拉不开 本来就又渴又恶的狗 咬住大背头 更是不松口 大背头疼的嘴里的怨毒的话 更是骂个不停 甚至诅咒亲妈 怎么不去死 拦也拦不住的陈大妈 听到大背头怨毒的咒骂 眼神变得冷峻 索性不拦着了 带着孙子就回了地下室 矿泉水直接泡了两包方便面 等着和孙子一起吃 大背头的嚎叫声 更加刺激了两头猎性犬 甚至三只太敌也加入进来 结果 就是现在李牧他们看到的这一幕 听到小孩的讲述 一众同学都觉得 这陈大妈已经疯了 看着狗咬死自己的儿子都不管 正当众人道德谴责的时候 小男孩直接朝着 其中一个人的手咬上去 瞬间抢到他手里的水果刀 接着就用刀筒向李牧 嘴里大喊着 都是你 我爸爸就是你害死的 奈何不论是速度还是力气 不客气地说和李牧 比如同泰迪和老虎的差距 还是东北湖 李牧看着拿刀筒向自己的小孩 刀已经到了 距离李牧腰不到一公分的时候 李牧抬手抓住了小孩握刀的右手 小孩剑持刀的手被抓住 就想用嘴去咬 当然又是两个大逼斗 这次李牧稍稍加了一些力斗 本来就少了几颗牙的小孩 这次嘴里几乎没有牙了 接着 李牧看着小孩冷笑了一下 右手发力 生生地捏碎了小男孩的手腕骨 凄厉的惨叫声响彻小楼内 众人看到李牧竟然如此残忍 纷纷扭过头去 不敢再看 李牧直接抓起在地上疼得打滚的小男孩 网残缺不全的大背头所在的卧室一扔 把门一用力一关 门锁瞬间因为收到巨大的冲击力而变形 导致门直接打不开 因为二楼装有防盗窗 也不怕小男孩跑掉 呵 自生自灭吧 接着李牧说 任何人威胁到我生存下去 我都不会让他好过 你们去地下室搜一搜 这种气温也就地下室 还能稍微温度低一些 众人恍然大悟 对啊 自己怎么没想到呢 看着这群人傻乎乎的样子 李牧心里笑道 呵呵 还是在末世里过得太安逸了 正当众人准备下楼的时候 之前说 不能吃狗狗的女孩冯子轩开口道 这个小男孩已经很可怜了 你 你怎么能这么对他 就算 就算现在警察都顾不过来 咱们也要有底线吧 其他人听到冯子轩的话 不由得心中一紧 暗自祈祷 姑奶奶你可别说了 没看到 这是个杀杀人不眨眼的狠人吗 眼看冯子轩 有可能会被李牧杀死 李牧的五位同学 室友中的魏国华挺身而出 站在冯子轩身边说道 小莫 子轩说得对 咱们不能太过了 不然 看着魏国华 以及冯子轩 李牧此刻气得有点想笑 扑哧 哈哈哈哈 众人看到李牧笑出了声 心里略微一怂 李牧摇了摇头说道 你们俩呀 还真是一对 听到李牧的话 冯子轩红着脸盯着他看 似乎不打算退让 魏国华 则是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接下来李牧说的话 让众人如坠冰窖 他要杀我 你们看到了吗 这 他说我害死他爹 他爹开着鸭路机 带着马仔 在我家门前叫嚣 你们也看到了吧 所以 你们俩这么善良 怎么能拿老人家和孩子物资呢 所以 我决定 你们俩留下来 陪着这个小孩吧 我 冯子轩还想说什么 魏国华则是摇了摇头 连忙说道 不是 小莫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用说了 你俩清高 你俩了不起 我是坏人 那么 坏人提供的物资 你俩千万别用 李牧说完 打开旁边的 一间空卧室的门 魏国华察觉到不对 刚想要跑 李牧当即拔枪射击 频频两声枪响 魏国华的吸窝处 多了两个泄洞 膝盖骨都直接被冻穿 啊的一声惨叫魏国华跌倒在地 疼得满地打滚 其他人浑身颤抖的不敢说话 冯子轩刚打算说些什么 李牧看着他 笑着说道 你的田狗 打算扔下你就跑 我帮你一把不用客气 所以 请吧 李牧朝打开门的房间一伸手 冯子轩不断后退 嘴里说着 不要 我不 李牧也不再废话 直接一把抓住冯子轩的 那一头油腻的头发 冯子轩刚要反抗 被李牧一甩 整个人都被甩进房间里 正要冲出来的时候 李牧同样抬枪射击 频频两声枪响 冯子轩也被打穿了膝盖 啊 我的腿 啊 接着 李牧把还在地上痛苦挣扎的魏国华 同样扔进房间里 接着 砰的一脚踹 开关着小男孩的房间门 进去把小男孩一把抓出来 小男孩没有受伤的左手 不断挥舞着 同样也被扔进去 看着房间内的三人 李牧说道 既然你们这么善良 那可一定要照顾好这个小弟弟啊 说完 李牧抬枪不断射击 直到把枪里的子弹打完 魏国华和冯子轩的胳膊已经血流如注 收起手枪 李牧把地上的水果刀捡起来 扔进房间里 说道 希望这个小弟弟能感恩你们俩 说完就用力关上了房门 门锁同样因为李牧太过用力而变形 剩余的众人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没人敢说些什么 生怕自己也被这么对待 紧接着 李牧和剩下的人下了楼 几位男同学 照着李牧说的 去了地下室 果然找到几瓶水 但是却一脸苦涩 根本不够啊 剩余的两个女孩 看到四个男生 拿着六瓶矿泉水上来 眼神中充满了失望 眼看已经快五点了 气温开始升高 李牧 让众人赶紧先回去 他等等过去 几位男女同学走后 李牧看着 还跪趴在地上的陈大妈 从空间中 拿出两条铁链 陈大妈刚一抬头 就被李牧用铁链拴住脖子 直接上了把锁 直接拖到地下室里 铁链的另外一头 被锁在了栏杆上 随即上来的李牧 看着罗维娜和杜宾 缓缓走过去 快到只剩残瘾的一脚 踢翻了杜宾 硕大的狗身子一倒地 抽出了两下 就没了动静 本着不浪费的原则 李牧跺下来 一条狗腿 剩下装进空间金石内 罗维娜则趴在地上 瑟瑟发抖地看着李牧 看着这个上辈子 咬了自己腿一口 推动自己的生命 走向终结的罪魁祸首之一 同样是用铁链 紧紧地拴住脖子 直接拖进地下室 往老旧的金属下 水管道一锁 正好能够到陈大妈 接着从空间里 拿出一把剁骨刀 往地上一扔 陈老婆子 脓 别说我吃毒食 接着扔出两条 渡冰血淋淋的一条前腿 陈大妈咬着牙 眼神中似乎要喷出火来 看着李牧 李牧则是魂不在意的 同样看着陈大妈 说道 看看我多大方 还分你一条狗腿吃 还贴心地给你准备了一把刀 看你怎么选了 过两天 我再来看你 说完 李牧出了地下室 就在李牧刚刚走出 陈大妈家的小楼 二楼传来一男一女的惊呼 以及求饶声 李牧头也不回地 往李川等人 所在的小楼走去 看看 你为人家求情 人家不领情呢 罗威那此刻 盯着地上渡冰的前腿 疯狂地流着口水 来到小楼外 李牧直接走了进去 李川等人 看到李牧一进来 赶紧围过来 感谢李牧 张海洋会做饭 还杀过鸡 处理狗的肉的是 他拍着胸脯 保证没问题 毕竟都差不多 正在李牧和其他人交谈着 不太够了 你看能不能 李川识去的没有说话 秦峰看了李川一眼 同样保持沉默 温伟则是说道 牧哥 要不你好人做到底 送我们一点水吧 看你头发 脸上 衣服都干干净净的 肯定不缺水 就再送我们一点水吧 大家都是同学 两个女孩此刻 也看明白了点什么 也不敢说话 看到其他人都不说话 温伟一时间有点后悔 还是弱弱地说了一句 反正这对你来说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李牧似笑非笑地看着温伟 问一句让温伟奇怪的问题 知道为什么 整个宿舍里 就你没谈过女朋友吗 听到李牧的问题 温伟也是一愣 刚要辩解什么 李牧直接说道 因为傻得可爱 两个女孩中 穿着最暴露的沈思琪 此刻出来打圆场 走近李牧 咋声咋气地说道 牧哥 别跟他一般见识 李牧默然地看着沈思琪 眼神中闪过一丝厌恶 上一世 自己被这群同学被刺 就少不了这个 骚出天际的贱人 李川的拼头 此刻 温伟正要说什么 被李川拉了一把 止住了话 沈思琪趁机跟李牧说 牧哥 我有事想跟你说 麻烦你跟我来一下 想看看 沈思琪到底要耍什么花招 李牧果断跟着 沈思琪进了一楼的主卧 刚一进来 沈思琪立马关上了门 扭捏地说道 牧哥哥 你能不能带人家去你那里住 人家什么都听你的 看着一礼拜 多没洗漱过 妆都花了成迷彩脸的沈思琪 说出这种话 李牧差点恶心地吐出来 撇了一眼垃圾桶 看到里面扔着的十几个消音器 再看看沈思琪 不由得感叹 上一世这货 可是出了名的炸之机 裤子比银克松都松 想到这 李牧顿时有了主意 笑着说道 行啊 不过 你得帮我办件事 这样吧 你带着那个叫上亚男的女孩 跟我来吧 听到李牧的话 沈思琪激动地 就想上前拥抱李牧 轻她一口 李牧后退一步 说道 赶紧的吧 沈思琪以为李牧 是嫌自己现在的形象太差 也不气恼 想着等我洗干净了 还不迷死你 李牧出了房门 看了李川等人一眼 就直接出门去 沈思琪则是在上亚男耳边说了什么 上亚男犹豫了一下 随即点了点头 跟着沈思琪一起出门 直奔李牧家里去 出门前 沈思琪看都没看李川一眼 挽着上亚男的胳膊 出门去 两个女孩一进李牧的家里 瞬间被空调的冷风 冻得打喷嚏 毕竟这末世里 能保持室内温度24摄氏度的 还能有多少 两女孩看着那一排冰箱 还有桌子上的红酒 威士忌 啤酒 以及各类饮料 水果 坚果零食 眼睛瞬间就直了 口水咽个不停 李牧笑了笑道 两位先洗澡吧 等下想吃什么 就吃什么 说完 李牧做了个请的手势 两个女孩子盯着桌子上的食物 不情愿地往卫生间走去 随即李牧从空间精识里 拿出一套女孩子的洗护用品 以及一整套海澜之谜的护肤品 递了过去 两个女孩看到李牧凭空变出东西 还是护肤品里的劳斯莱斯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李牧则是笑了笑说道 这不算什么快去吧 两个女孩走进卫生间的浴室 互相猜测 李牧肯定是和小说里一样 末世来临 觉醒了空间异能什么的 什么物资都不缺 要是能跟着他 李牧忙活了半夜也饿了 进了厨房 就开始准备早饭 煎牛排 海鲜粥 等粥熬好了以后 又从空间精识内 拿出一桌子 五星级酒店的菜 足足两个多小时 李牧已经把牛排和粥吃完了 两个女孩才从卫生间出来 沈思琦和上亚男 痛快地洗了个澡 要不是饿得顶不住了 俩人没两三个小时 绝对出不来 该说不说 上亚男姿色尚渴 但是沈思琦在旁边 就显得一般了 黑色长发 大大的眼睛 皮肤白嫩 五官整体精致秀丽 没有化妆 都让人十分惊艳 身材更加有料 标准的前凸后翘 尤其那俩强壮的带头大哥 从背后都能看得到 怪不得能在学校挤油 好称人形炸之机 也不知道 李川这小子怎么做到的 一起上厕所的时候 没觉得他天赋异禀了 出来之后 看到桌子上的美食 两女也顾不得矜持 直接狼吞虎咽 一个小时后 两个女孩捂着肚皮 嘴里嘟囔着不行 再吃肚子就炸了 李牧轻笑着说道 吃饱了缓一缓 喝杯红酒 好好睡一觉 一说睡觉 上压难脸 不由得红了一下 沈思琪也是怪撑了李牧一眼 李牧哑然一笑说道 我是说 你们俩好好休息 有时晚上再说 经历了末世的这十天 每一天都度日如年 两位女孩拿着红酒杯碰了一下 庆祝终于脱离苦海了 仰头一口干了 二人去到二楼的卧室 不一会就睡着了 而李牧则是 拿出手机 联系了流通 看到这胖子 一点没见受 两人聊了一会儿 李牧边挂断了电话 又联系了童旺叔 听着童旺叔的吐槽 和几位武术老师 带着一些学生 挣扎求生 李牧也是不由地感叹 试探性地对童旺叔发出邀请 不过童旺叔扭头看了一眼 身后的同事 以及学生们 摇了摇头 说道 我不能抛弃他们 谢谢你的好业 李牧直言没事 表示能理解 如果需要帮助 别和他客气 挂断电话后 李牧拿起糖刀 就来到隔壁二楼 开始练习刀法 随之蜕变等级的不断提高 已经再次触摸到瓶颈的李牧 此刻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参加奥运会 不论是力量类项目 还是田径类 都能轻松夺冠 奈何营也坚持练习 大量的食物 也吃 就是不能再次进行蜕变 难不成已经到尽头了 不应该啊 算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爬开思绪 悬甲十九式 以及破风八刀 随着李牧的不断练习 越来越得心应手 甚至两套刀法随意切换 也不是问题 果然不停地蜕变 不仅身体逐渐变强 大脑都能被开发 一直到了晚上十二点多 二女才醒过来 足足睡了十几个小时 当二女一下楼 就看到李牧 再次准备了一桌子美食 这次是西餐 当然不是李牧做的 但是架不住张雨昕 采购了上千桌米其林三星餐厅的菜啊 这次沈思琪二人吃饭 就文雅了许多 吃完饭后 李牧同样让他俩去休息 就这么过了三天 本以为可以彻底扎登在 李牧这里的沈思琪二人 被李牧叫到客厅里 听到李牧的要求之后 沈思琪二人直接摇头拒绝 表示无论如何 也不愿意回去了 李牧这里 在他俩心中 就是天堂一样的地方 接着就看到了李牧那双 毫无感情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他们两个 李牧冷着脸沉声道 我像个慈善家吗 要么为我做事 事成之后 我再接你们回来 要么我打断你们的腿 把你们扔回去 记住了 我这不要没用的废物 二女一脸纠结地咬着嘴唇 无奈只能答应 随即李牧准备好了水和食物 以及几桶柴油 让他俩用推车带回去 李牧则懒得出面了 毕竟一会儿 还得去招呼招呼陈大妈 凌晨 李川他们 看到沈思琪和上亚男二女 拉着一推车的物资回来 妆容精致 还换了新衣服 洗得干干净净的 李川油腻的脸上 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咬牙切齿地看着沈思琪 而张海洋三人 看到沈思琪和上亚男回来 还带了吃的河水 以及柴油 顿时喜出望外 丝毫不在意 这些东西怎么来的 一看这两女的打扮的样子 能怎么来的 茶开腿换的呗 那又怎么样 有吃有喝就行 当天晚上 小楼里开了空调 众人在客厅里 吃饱喝足 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 而李川则是把怒气 都发在沈思琪身上 木制床不堪负重 滋滋压压地想了一个晚上 等李川睡熟了以后 沈思琪又悄悄地叫醒张海洋 看到上亚男和秦峰不在客厅 沈思琪对于计划的完成 更加有了把握 李木这边则是扛着糖刀 来到了陈大妈家的小楼里 来到地下室 昏暗的烛光带来一丝光亮 看到陈大妈脸色憔悴 整个人瘦了两三圈 嘴皮干裂 眼看着就不行了 那只罗威娜 则是流着口水 眼冒绿光 死死地盯着陈大妈 被手电筒晃醒 看到是李木 瘦得皮包骨头的陈大妈 一下子坐了起来 张口就骂 嘶哑的声音 使得骂了没两句 就说不出话来 李木笑了笑没有说话 把手里的一瓶矿泉水 扔到罗威娜的旁边 又把手里的一块带血的肉 扔到陈大妈身前 接着就离开地下室上去了 看到肉 此时的陈大妈 也顾不得是什么动物的肉 抓起来就往嘴里送 看到肉的罗威娜 不断地冲着陈大妈犬肺 给陈大妈 下得手里的肉 都抓不稳 掉在了地上 脖子上绑着铁链的罗威娜 突然往前一窜 刚好叼住肉块 不断地撕咬 陈大妈看着肉 被狗叼走 心里又急又气 开口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欢欢怪 先让奶奶吃好不好 说着就要朝前伸手 罗威娜则是忽实地 冲着陈大妈 刺牙咧嘴 表情凶恶 仿佛陈大妈敢再往前伸手 罗威娜就会毫不留情地 一口咬掉陈大妈的手 看着自己的宝宝护食的样子 陈大妈面色阴沉 大骂道 你个狗东西 有吃的 我先紧着你 我亲孙子都排在你后面 你现在就这么对我 赶紧地 把肉给我 罗威娜对陈大妈的话 充耳不闻 继续大口地撕咬着肉块 没一会儿 整块肉都进了 罗威娜的肚子里 陈大妈气得直发抖 额得也冒惊心的 看到旁边的剁骨刀 咽了一口口水 慢慢地伸手朝着剁骨刀拿去 罗威娜则是刺着牙 死死地盯着陈大妈 拿到剁骨刀的陈大妈手 都在颤抖 一咬牙 心一横 举着刀 就朝着罗威娜的头皮去 孱弱的陈大妈 怎么可能是大型猎性犬的对手 直接就被罗威娜 一口咬住小腿 陈大妈吃痛 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右手挥舞着剁骨刀 拼命地朝罗威娜头上砍去 毕竟手没受过训练的狗 在凶猛 也干不过手里 有工具的人 挤刀下去 罗威娜哀嚎着趴在地上 血流如注 陈大妈看到如此景象 心里一软 左手颤抖的 还想伸过去摸一摸罗威娜的头 结果下一秒 就被罗威娜抱起一口 咬住陈大妈的左手 硕大的狗头不断左右摇摆 陈大妈吃痛 发出痛苦的惨叫 当即右手不断吃刀 再次砍向罗威娜 这一次直到近乎于 把罗威娜的头 差点砍下来 陈大妈也顾不上疼 把剁骨刀扔在一旁 直接拿起地上那瓶水 双腿夹住 拧开盖养头就喝 李牧挺惊讶的 这都不会枪作 老东西行啊 紧接着 陈大妈又捡起剁骨刀 一刀就砍下来 罗威娜的一条前掌 犹豫了一下 抓起来就开始撕咬 奈何年纪大了 牙口不好 带着皮毛的狗肉 哪是那么容易就咬得动的 但是这也足够了 李牧走下来 拿出平板电脑 里面播放着 陈大妈杀死罗威娜的全过程 直接拿到陈大妈面前 看到录像里的自己 如同厉鬼一样 一刀一刀 砍死自己的宝贝 陈大妈双手抱着头 嘶哑地喊叫着 左手伤口上的鲜血 顿时流了一脸 配合上陈大妈此时癫狂的表情 如同厉鬼一般 不 不 不是的 不是我 这不是 李牧继续开口 不断地刺激着陈大妈 哎呦 这不是著名爱狗人士陈大妈吗 怎么虐杀狗狗 还要吃狗狗啊 不怕全家不得好死吗 哦对了 我忘记了 你全家都死完了耶 陈大妈此刻依旧双手抱头 不断摇晃着 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 不是的 这不是我 都是因为你 我 我也是逼不得已 谁让他抢我的肉 李牧笑呵呵地 拿着一个手机说道 这是你的手机吧 我得把你虐杀狗狗视频 发到你的朋友圈 和逗音上 让大家都看看 你这个虚伪的爱狗人士 是怎么虐狗 吃狗肉的 陈大妈瘸着腿站起来 做事就要抢 奈何本来就虚弱不堪的陈大妈 此刻还瘸了一条腿 怎么能抢得到李牧手中的手机 过了一会 李牧用陈大妈的手机 发完了朋友圈 群聊 以及逗音 虽然目前还没有点赞 不过以后也不会有了 毕竟活人都没几个了 何况老年人 像陈大妈这种 能扛十几天的 那都算命相当过硬的 但是平板中不断播放的视频 以及插着充电宝 都是我 都是你 都是你逼我的 我是爱狗人士 眼神涣散 流着口水 不断摇头 李牧把手机和平板 放在陈大妈够不到的墙角 看着已经疯了的陈大妈 冷笑一声 咬油自取 报应不爽 随后上了二楼 一脚踹开门 看到小男孩 正在用刀从冯子轩身上割肉 而魏国华和冯子轩二人 已腐烂发臭了 李牧嘖嘖称奇 这一家子命真硬 接近八十摄氏度的天 这卧室里 半夜都得接近七十摄氏度 射都死不了 小男孩扭头 看到进来的是李牧 嘴里发出野兽般的嘶吼 拿着水果刀 对着李牧就冲过来 咚 随着李牧一脚踢中胸口 陈大妈的孙子 身体像破麻袋一样飞出去 脑袋撞向墙面 像西瓜一样爆裂开 红白溅了满墙 李牧神色漠然地 看着眼前血腥的景象 李牧并没有任何的不适 毕竟上一世短短两年 见多了人心的险恶 以及血腥的世界 冷笑一声 记得感谢我 给了你个痛快 随即李牧下楼 看了一眼地下室 果然 陈大妈疯疯癫癫地 不断地向平板电脑爬去 奈何脖子上的铁链 死死地拽着他 李牧出了小楼 走了没几步 站定身体说道 出来吧 我就在这 有能耐就杀了我 我家里的物资 就都是你的了 突然 从陈大妈家所在的小楼后 出现一道身影 这人留着寸头 面向凶恶 身高接近一米九 挂着一抹嗜血的 不急不缓地 朝着李牧走来 没有汗 能抵抗六十多度的高温 行动自如 进化着 李牧饶有兴致地 看着向自己走来的寸头男子 拔出糖刀 刀尖指地 兴奋的肾上限速飙升 凶恶的寸头肌肉男 走到距离李牧五米左右的位置 停了下来 野鱼的笑问道 哟 怎么不拿枪了 子弹打完了 李牧哑然失笑 是啊 自己在陈大妈家 开了那么多枪 到最后打完子弹 空枪射击的声音 这人应该是听到了 看来一直盯着自己呢 不过 李牧也懒地告诉他 本带的军火存量武装 一个轻型步兵 突击率都富裕 不过还是问道 莫氏刚来临的前几天 有人在小区里破门而入 抢劫的人是你吧 寸头男点了点头 直接道 我觉醒了肉体强化异能 把你的物资都交出来 不然哼哼 李牧心中大惊 前一世能在莫氏天灾下的 第一阶段高温时 直接觉醒异能的 被称为序联 心理意想便释然了 后期成长上限很高 前期嘛 末世才十几天 有多少人能像自己一样 有充足的食物提供能量呢 强化型异能者 饭量更大 就算抢了几个住户 又能如何 都说初期进化 蜕变期很关键 蜕变的次数越多 觉醒异能之后 越强 自己可是 足足蜕变了七次 虽然不知道 上限是多少次 但是每三次 都是一次大的质变 上一世 就算最出名的那几个人 听说也只有一个人 达到七次蜕变 同样也是 肉体强化型异能者 你又能蜕变几次呢 三次还是四次 我李牧 可是提前四十多天 就进入蜕变期了 食物不缺 大补之物更是不缺 觉醒了 强化异能又如何 烂大街的异能 我屌你 看着李牧在思考什么 寸头难也不废话 抡起棒球棍 朝着李牧的头上砸去 虽然此时李牧有些出神 但是却一直防备着寸头难 看到棒球棍砸过来 李牧横刀一挡 挡 眼见李牧竟然挡住了 自己全力一击 寸头难大惊失色 自从前几天觉醒异能之后 浑身感觉有始不完的力气 虽然发量更大 需要消耗更多的食物 但是有了力量 食物还是问题吗 寸头难后退一步 继续挥舞着棒球棍 朝着李牧不断进攻 李牧则是眯着眼睛 不断举刀格挡 心中很是奇怪 这玩意儿不都是空心的吗 砸在自己的刀刃上几十下了 怎么没断 李牧挥刀横扫 顺势后退几步 问道 你这棒球棍挺结实啊 寸头难见李牧后退 以为李牧已经力竭 连忙欺身上前 继续挥舞棒球棍砸去 脸上带着残忍的笑容道 这可是我平常练习力量的定制款 实心的 给我去死 眼前这寸头难明显没练过格斗 功夫之类的 就是街头混混打架的架势 就一个自盲 主打一个大力出奇迹 李牧觉得没什么意思 快速度 悬甲十九式施展起来 刀影绰绰 凭借着力气大 速度快的寸头难发现 面前这个相貌清秀 中等身材的青年 力气同样大的出奇 速度不输自己 关键是肯定练过 刀法刁钻诡异 进攻了几招 寸头难身上 留下了几道身 可几股的伤口 不过在强化型异能的加持下 伤口很快止住了血 隐隐有愈合的趋势 李牧看着有些心惊 上一世不是没遇到过一些初级的觉醒者 那些强化型异能的人 恢复力可没这么强 不愧是号称序列的人 那就更加留你不得 这种人结怨了 就得赶紧扼杀 不然成长起来 麻烦不小 李牧不给寸头难休息的机会 再次抢弓 寸头难被李牧打得 毫无还手之力 蹭 一刀斩过 表面痕迹不一的棒球棍 被李牧一刀砍断 在寸头难错愕的时候 自下上斜疗一刀 寸头难握棍的手 被李牧一刀斩断 平滑如尽的伤口 顿时血如泉涌 啊 寸头难疼的吼了出来 随后咬着牙 死死的盯着李牧 疑惑的问道 你这是什么刀 怎能砍断我的骨头 边往后退边说道 我抢物资的时候 被人偷袭 一把剁骨刀 砍在我的肩膀上 也就是砍破皮肉 你 李牧淡然一笑道 超能力听说过吗 随后把刀往空间 金石那一收 笑了笑 说道 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大力出奇迹 说完一个剑步冲上去 一个上勾拳 击打寸头难的腹部 眼看李牧变魔术一样 把刀变没了 正奇怪呢 又见李牧 竟然舍弃那么锋利的刀 用拳头 寸头难嘴角 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 自大了 和我拼体魄 找死 动 扑 寸头难吐出一大口血后 跪在地上 惊恶地看向李牧 双异能 空间和肉身强化 搞什么费街 我他妈犯天调了 出来打个截而已 遇到个变态 李牧看着被自己 一拳打得吐了血的寸头难 笑着说道 我还没用力 你就跪下了 五成力而已 不至于吧 忍痛站起来的 准备战略性后撤的寸头难 李牧嘴炮输出的同时 李公事没停 不断出拳 出腿 咚咚咚咚咚咚咚 拳拳到肉地击打声 骨头断裂声不断响起 犹如劲爆的摇滚乐前奏 此时的寸头难躺在地上 嘴角留着血沫 翻着白眼 浑身不断地抽搐着 微微有些喘息的李牧 深呼吸一口 平稳了一下气息 看着光头难 自语到 蓄裂 就这 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以后能过得相当舒服了 碰到能远程亦能啥的 直接掏出南非大炮 NTW20 20毫米口径的狙击枪,戴上穿甲高爆弹,千米之外,送他龟西,打不中也不怕,隐身一开,谁也看不见,想到这,李牧咧嘴一笑,稳了,走上前去,拿出唐刀,一刀,寸头男子,人头分离,血如泉涌,把尸体往空间一收,似乎想起什么,挨家挨户地过去查看,查看过后,剩余有活人的,只剩五户了,其他的基本都死了,那几个被李牧滑轮弩射中的人,伤口发炎,死了两天了,了解完小区的情况后,李牧也不禁感叹, 在大自然的伪力面前,生命竟然如此脆弱,哎,停,停,远处传来几声枪响,李牧突然想到,晚上这些还活着的人,肯定会出来,拼死搜寻物资,警察局,派出所,看来得不辞辛劳的,去把枪支弹药给搜寻一下了,说不准,哪天就有一颗子弹,要了自己的命,想到这,李牧拿出一辆美智沙地突击作战车,速度一般,但是,胜在轮胎耐高温,一直到早晨五点,武林湖区的派出所,被李牧扫荡了一多半,当然,碰到有同 同样想法的同志,李牧也不废话,掏出突击步枪,就是一梭子,被李牧超度的人,临死前最后的想法,就是,你特么都有这种大杀气了,来跟我们抢个什么玩意儿,接下来几天,一到凌晨一点,李牧不断地开车外出,本区内,以及附近几个城区的派出所,都让李牧扫荡一空,当然,开报废了两辆突击车,之后,李牧就不敢再出门了,因为听到了郊区传来接连不断的枪响,估摸着有亡命图抢派出所了,反正不关自己的事,直到润 润泽家园的业主群的一条信息吸引了李牧的目光,怪物现在缔作一单元,大家一起上,把他打死,然等怪物找上门,大家难逃一死,咱们的门根本防不住怪物,对于怪物来说,我们就是罐头里的肉,不拼一把,大家都得死,看到这条信息,李牧知道,这是出现净化失败,但是没死人了,比净化成功的人还要守,但是关自己什么事呢?但是看到一个其中一个说话的人的头像,让李牧有了去润泽家园的想法,尽管只想苟着,舒服舒服服地在末世里生存,但是,要是有个更好的避难所,那不是能活得更 舒服一些吗?给他改造房子的那个经理,方舟公司的人,那么,他手里该有一些同样改造末日避难所的富豪信息吧,等解决完剩下的几个仇人,李牧需要换个大点的房子了,再次厚着脸皮求五星,希望各位书友,动动金手指,拜谢,眼看才一点多,距离太阳出来,还有三个多小时,虽然李牧现在身体的强悍程度,远超肉体强化异能者,但是被白天的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再强也得尬,另外,接近80摄氏度的气温,也够李牧喝一壶的,所以,没有多做纠结 李牧直接驱车前往润泽家园,路上不断用手机和业主群的存活者沟通,奈何随着超高温天气的影响,损坏的信号塔越来越多,手机信号,网络信号也越来越差,从李牧家驱车到润泽家园,不堵车也就二十几分钟,当然,堵车是不可能堵车的,但是末日来临的那天,在路上报废的车却不少,李牧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才驱车来到润泽家园,看到地做业主群里,为数不多的活人已经前往一单元,准备杀死怪物,李� 他们的,可别那么忙啊,急先锋这事可不心干啊,吆喝两声撞撞声势就行了,李牧刚刚驱车来到地做大楼前,收起突击车,就听到楼上传来接连不断的惨叫声,不一会儿,十几个人从一单元的门口冲出,四散逃回自己家的单元,嘖嘖,小区出了吃人的怪物,其他几栋楼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手帮忙,听到有急促的脚步声,瞬间进入隐身状态下的李牧自然是没人发现,等到人都走了以后,李牧右手持糖刀,左手拿着一把P90冲锋� 电梯因为停电,全都停止运转,一直走到十七层的时候,李牧听到了咚咚的撞门声,刚要打开消防通道的门,只听砰的一声,门似乎被撞开了,接着就是女性的一阵尖叫声响起,李牧没打算拔刀相助,只打算等怪物进食的时候,直接绝杀,不过心里也是奇怪,这么高的楼层,没电那得跟蒸笼一样,怎么没去地下车库躲着啊,算了,一会儿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当哭喊声消失,李牧再次开启隐身状态,开门直奔怪物啃食的声音而去,结果走到门 人口一看,好家伙,一个浑身像被包了皮的人,身材干瘦,四肢却异常的长,眼睛充满血丝,如同死鱼一样凸起,整个脑袋比正常人大两圈,嘴张开后能裂到耳根处,牙齿更是变得密集且尖锐,舌头一尺来长,像蜥蜴一样不断吞吐,掠食者,李牧刚准备一刀,结果了这怪物,却猛然发现,竟然还有一群狗,净化失败变成怪物的狗,李牧此刻心里一阵妈卖劈,这是他娘的,捅了狗窝 一只体型庞大,身长接近三米的高加索,浑身皮毛如同得了重度皮选一样,全身的皮毛近乎于脱落,露出血红色的肉,本来就体型庞大的高加索,净化失败后更加的庞大,肌肉发达,妈的,成是不让养大型犬,不知道吗?旁边的六只小狗宰子竟然都接近两尺长,看到这个景象,李牧瞬间明白了,这只母高加索在临盆的时候产生了变异,导致小狗宰子同样产生变异,看得李牧是心惊胆战,隐身这个功能他试过无数次了,也就是 只能遮掩身形,掩盖一定的气味,一般的狗都闻不到,变异的狗绝对可以,同样遮盖不了李牧发出的声音,苦眼,我特么犯天调了,贼老天你批我,给我个痛快就行,别这么搞我啊,这小狗宰子短短几天能长这么大,这是吃了多少人,眼见七只狗七七回头盯着李牧所在的地方,刺牙咧嘴地流着口水,他们的,没听过变异失败的人和野兽抱团的呀,什么鬼,虽然看着空无一物,但是,狗的极其相信自己的嗅觉,大狗没有犹豫,直接朝着李牧扑了 上来,情急之下,李牧从空间里拿出寸头男子的尸体,朝着大狗,直接甩了过去,这里一番动静,直接惊动了,掠食者看到被李牧抛出尸体,直接和大狗同时去抢,李牧心一横,先解决威胁最大的狗,鼻子太灵了,整个人如离弦之剑击射而出,堂刀带着破空之声,砍向大狗的脖子,没想到的是,大狗反应灵敏,准备扭身后撤,李牧的堂刀静直地砍在大狗的后腿处,顿时暗红色的血液不断流出,仿 寻着气味依旧高高跃起,突向李牧,好死不死,就在这个时候,短时间隐身已经超过一百秒,轻微的头疼症状已经出现,为了不影响实力,李牧无奈之下,只能解除隐身,还好身上穿着最新防刺服,眼看来不及躲闪的李牧,一咬牙,横刀在身前直直地朝扑过来的大狗撞去,尽管李牧此时的体质几乎脱离了人的范畴,但是,毕竟重量在这放着,如果单纯的角力,李牧未必输给这变异失败的大狗,但是互相腾空相� 李牧真是哪来的回哪去,被撞飞到墙上,大狗张着充满血腥气,大嘴直直地朝着李牧的头咬过来,在李牧被撞飞到墙上的一瞬间,浑身肌肉绷紧,导致受伤不算太重,唯一的伤害来自于大狗前扑实的爪子,尽管没有抓破李牧的衣服,但是冲击力依旧让李牧气血翻滚,眼看大狗扑过来,李牧强忍疼痛,提一刀直刺,扑的一声,整个刀身如同刀切豆腐一般,从大狗的嘴中全部没入其身体里,当然, 这一切从李牧砍伤大狗的后腿,到糖刀插入狗嘴里,整个过程不到三秒钟,看到解除隐身的李牧,掠食者和六只小狗放弃啃食物头的尸体,静直地朝新鲜的活人冲来,眼看拔刀是来不及了,李牧双手奋力一推,把大狗推向掠食者,在地上一个翻身打滚,绕到掠食者身后,手中从空间金石里拿出补金叉,狠狠地朝掠食者后腰挤柱刺刺刺刀身直直地没入一半,掠食者疼得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还没转 转身,长长的手臂,尖锐的利招往身后一捞,擦着李牧的胸口滑过,胸口再次受到重击,李牧这次终于忍不住吐了口血,血腥味更加地刺激到掠食者和六只小狗的凶性,看着冲过来的小狗和掠食者,李牧无奈之下,直接朝着客厅的阳台的跑去,眼见掠食者腰椎神经,背捕金叉斩断,四只着地速度慢了很多,六只小狗张着嘴,率先冲过来,不拼一把不行了,李牧也同时抱起,扫堂腿踢向最先冲过来的两只 一只小狗,挨了李牧一腿的小狗,一只狠狠地撞在墙上,落地之后,爬都爬不起来,另一只同样被撞得晕晕乎乎,另外四只被李牧双手抓起两只小狗的脖子,忍着疼痛狠狠地砸向已经在撕咬李牧腿部的两只,正在撕咬李牧小腿的两只小狗,被另外两只砸到头,直接松开嘴,趴在地上,还没松一口气,掠食者已经扑了过来,还没松一口气,看到朝自己冲过来的掠食者,李牧后背用力依靠阳台,右腿奋力踢出,� 但是也只是让掠食者身形一顿,就这一瞬间,李牧快步冲出,抓住掠食者的脑袋,用膝盖狠狠地顶上去,一连三次顶膝,掠食者的面部都凹进去一些,暗红色的血液不满整张大脸,虽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反应过来的掠食者两条长长的手臂快速向前一抓,打算抓住这个食物站立的单腿,察觉到掠食者的动作,李牧双手抓着掠食者的头向下用力一摁,整个人腾空而起,如体操运动员跳马一样来到掠食者身后,一把抓住插在 掠食者后腰脊柱上的补金叉,狠狠一宁,掠食者吃痛,嚎叫了一声,转身就要用手抓向李牧,但是转身之后的掠食者如死于眼的眼珠瞳孔微微一缩,跪在地上,原来李牧双手死死地抓着补金叉,掠食者用力转身的时候,巨大的力量使自己的身体从腰椎开始到腹部,被李牧手里的补金叉切开,近乎被腰斩的掠食者肠子和胃都掉了出来,根本使不上力,李牧手持补金叉毫不犹豫地冲向掠食者,对着他的眼眶补金 补金叉狠狠地挟刺进去,被补金叉捅到大脑的掠食者,死于眼中瞬间没有了神采,无力地趴在了地上,还没松一口气的李牧突然被一个巨大的黑影扑倒,补金叉也脱手而出,被整把堂刀捅进胸腔的大狗竟然还没死,短暂地休息之后仍是扑向李牧,大量的暗红色血液混合着口水从其嘴里流出,被淋了一脸李牧,差点被熏地把晚饭吃的龙虾吐出来,不过血液同样能激发人的凶性,杀红眼的李牧一手� 狠狠地砸向大狗的头,啊,啊,李牧在极强的求生意志下,全力挥动着拳头,不断地砸向大狗,喉咙里里同样发出近乎于野兽般的嘶吼,60多度的高温,加上体力快速消耗,让李牧挥舞拳头的力量越来越小,而大狗此刻同样被砸得头晕目眩,但是庞大的体型带来的是巨大的力量,以及超强的抗击打能力,眼看李牧的力气越来越小,抵住大狗脖子的手,渐渐地使不上力气,索性手臂收回一横,让大狗直接咬住自己的手 无奈的李牧,此刻又想起上一世的结局,不管是手臂还是腿,缺了一条,在末世之中犹如待宰的羔羊,李牧此刻不甘心,极度地不甘心,重活一世,怎能可耐在走上一世的老路,人在宾死之时爆发出的力量绝对是炸裂的,就像曾经看到的视频里,为了救自己的孩子,一位母亲生生托举住一辆汽车,蜕变了七次的李牧,轻松就能把一辆轿车掀翻,此刻却无法挣脱这条几百斤的大狗,求生的意志,绝望下的不甘,此时让李 李牧浑身的血管抱起,肌肉紧绷,仿佛一个没有多少水的水桶,被一个高压水泵,泵出最后一点水,本来已经历劫的李牧,仿佛从上一世的自己身上借来了力量一般,被咬住的手臂,狠狠地向外一拨,大狗的身子瞬间歪斜了一些,就在这一刹那间,李牧另一只手抓住了大狗脖子一用力,整个人翻身压在大狗的身上,挣脱了狗嘴的手臂此刻鲜血淋漓,所幸的是没有断裂,李牧此刻如同武松附体一样,一手死死地抓着大狗的 挥拳,动,动,动,不知道挥了多少拳的李牧,在听到咔的一声后,大狗的心红眼中失去了最后一丝神采,没有了挣扎,趴在了地上,不放心的李牧,左右拳影交替,不断地砸向狗头,直到脑浆都被砸出来,一颗狗头已经被砸得像一个烂掉西瓜一般,李牧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是看到还在挣扎的小狗,李牧强撑着虚弱的身体,从地上捡起出那把装满子弹的P90冲锋枪,死死地扣着扳机,主打的就是一个雨露军毡,随后把打 打空的冲锋枪收起,再从大狗的胸枪里拔出自己的糖刀,满手粘腻的血液,李牧并不在乎,走过去捡起地上的补金插收起,保险起见,李牧仍然手持糖刀把掠食者和大狗的头给剁下来,似乎想到什么,又把这几具怪物的尸体收到空间晶石里,此刻本应该虚弱无力的,李牧只感觉饥饿,非常的饥饿,但是更好奇的是,如今的高楼怎么可能还在住人,正常人谁家里会被这发电机,而且也有没臭味,排水系统早就瘫痪了,要不是李 李牧家里是独立的排水系统,马桶早就开始喷射了,检查了一番之后发现家里确实有出水,应该是末世刚刚降临,紧急采买一批矿泉水,但是不多,食物基本上只剩一些变质的罐头,能扛住这个温度,房子的女主人应该是发生了蜕变,并且成功了,但是应该是食物不够,无法提供充足的能量蜕变次数太少,不然未必没有一战之力,随即也是摇头苦笑,就算食物充足又如何,短短几天能蜕变几次,李牧自己要不是提前几十天开始 进化,在末日来临的这十几天,各种食物补品,玩命的吃,又能蜕变几次,三次,还是四次,足足蜕变了七次的李牧,依旧差点挂了,这还是拥有上一世的搏斗经验,以及又趁手的宝刀加持,依旧差点挂了,也不做他想,用这房子主人剩下的一点谁把身上的血洗了洗,在卧室的床上,直接从空间精识内拿出食物,开始大快躲移,不一会儿,满满一桌子的五星酒店的菜,全部进了李牧的肚子里,仿佛吃的速度,赶不上消化的速 李牧一咬牙,拿出几根老山参,以及灵芝,入容各种补品,直接生肯,难吃,坑吃,嗯,真特么难吃,爷,怎么他们这么难吃,一边吃,一边运转营,引动能量到身体周围,这要是个普通人,像李牧这么吃,分分钟就得窜写,可是李牧把这十几种补品全吃完,才觉得刚刚好,饥饿感消失了,甚至右臂伤口,不知道时候也痊愈了,看来第八次蜕变,让自己的自愈能力,呈跨越式提升,之前第七次蜕变的时候,除了身体素质外,无感增强的离谱, 眼睛甚至能达到夜视,而前六次的蜕变,除了力量,抗击打,恢复力,反应力全方位增强,以及泛量外,没有其他的特殊之处,而第七次蜕变,和第八次蜕变,不仅仅力量上得到了加强,甚至有额外好处,比那些肉体强化的高阶异能者,李牧也不差了,甚至可以势均力敌打上一场,这才蜕变期而已,要是再觉醒了异能,如今这副身体,不输强化异能的强度,再觉醒一个异能,配合硬币的隐身功效,那岂不是三异 李牧想着想着,似乎想到什么,蜕变,蜕变,据说项羽力能刚顶,难不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眼看已经凌晨凌晨两点多,气温竟然依旧接近七十摄氏度,看来末世高温的高潮来了,真他们热,一点风都没有,见了鬼了真实,正想着,一股风自李牧周身涌出,顿时驱赶了高温带来的影响,略微凉爽一些,正准备去找正前的李牧,被这突然的异象吓了一跳,顿时停下脚步,风,在大点,随着李牧的意念,更大的 风自李牧身体周围涌动,一瞬间,整个房间就跟被狂风吹过一样,所有的物品都被风吹得胡乱飞起,卧槽,觉醒异能了,似李牧倒吸一口凉气,这个消耗也太大了吧,此时的李牧欲哭无泪,还是个疯的异能,似乎,没什么卵用啊,不开空调省点点,我他妈却这点,我草啊啊,虽然异能看起来不咋地,但是李牧不断地告诉自己,只有废物的人,没有废物的异能,回去有空,慢慢研究研究,反正起码夜晚再出门,不用去爬高温了,放下当 下想不通的问题,是李牧的最大优点,给紧去找挣钱,换了身干净衣服的李牧,手持糖刀,背着P90冲锋枪直奔挣钱家,地做二单元26层,李牧站在消防通道的门口,看着2603户,果然啊,这种专业公司的管理层,自己家里怎么可能毫无准备,电子门锁有摄像头,有点麻烦,不过幸好经历第八次蜕变,李牧的精神力和体能都在圆满状态,当即开启隐身,想了想,还是决定拿出一颗巴掌大小的塑胶炸弹,对 对着门锁的位置一沾,拔掉保险,赶紧跑回消防通道,轰的一声,李牧赶紧上去查看,果然是合金包裹的门,起码有10公分厚,不过还是在塑胶炸药的定向爆破下,门锁的位置被炸出一个大洞,李牧刚准备破门而入,一支箭从门锁大洞处射出,经历了第八次蜕变的李牧,力量速度防御力且不说,此刻无感,对危险的直觉,以及反应力,完全是超人类状态,而且,箭直射出时带起的风,让李牧格外敏感, 在躲避的同时,不自觉地调动异能,身法更加的灵敏,泽泽,意外之喜,有头绪了,轻松躲过箭支,李牧也不知道对方还有什么武器,虽然现在的常规武器很难再对李牧造成什么伤害,但是真正经历过死亡的人,绝对会避免自己再次陷入险境,毕竟刚刚可是因为心态膨胀了,差点投胎去,李牧不慌不忙地逃出几个闪光弹,挨个从门洞扔了进去,听到啊的惨叫声,李牧依旧选择保险一点,又扔进去几个催泪瓦 这时,李牧草从容不迫地戴上防毒面罩,一脚卸下来摇摇欲坠的合金门,不由得感叹,还好自己定做的门用装甲合金,且厚度是足足30公分的石心门,不用担心被人爆破开,进入正前家之后,就看到悬关位置的墙边上有一个捂着眼睛不断咳嗽的中年男子,正是正前,动,李牧一拳打在正前的腹部,一把抓起他的脖梗,直奔卫生间,被李牧用淋浴淋了个通透的正前,此刻如同一只大虾一般蜷缩在地上,脸色苍白,身 身体不断地颤抖,这时,李牧开口问道,你们公司的,在前程的客户信息交出来,我给你留条命,听到李牧的要求,正前哆哆嗦嗦地扶着浴缸站了起来,看着头戴防毒面具的人,被瓦斯呛得心红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声音沙哑地问道,你是谁?李牧道,你不知道还能活着?明白,正前听闻李牧的话,时序地没有继续问,颓然地说道,跟我来吧,跟着正前来到他的卧室,李牧看着正前,打开了桌子上的笔记本电脑,打开了诺亚公司的� 是最标志的软件,输入密码,全线码,显示登陆成功后,正前时序地准备站起来,李牧一手摁住他的肩膀,说道,直接给我调出来前程近五年内进行末日房屋改造的客户,听到李牧的要求,正前力锁地把李牧想要的资料调出,看到正前的资料库,李牧有些吃惊,偌大的前程,人口过千万,五年之内,竟然只有27个人进行了房屋改造,其中25个都是别墅,另外两个竟然是自己和张雨昕,看到登记的自己的姓名和张雨昕备注后,有个红色探号, 李牧好奇地问道,这两个人后面的红色探号是什么意思,正前毫不犹豫地说道,这俩人都是两个月前开始改造的,我猜想,他们肯定对末日知道些什么,而且只是普通的居民楼,应该不算很有钱的人,估计没有保镖,我计划占领他们的安全屋,听到这,李牧更加好奇问道,你们公司不是最注重幸运吗?你怎会有打开人家家门的权限?听到李牧的疑问,正前脸色有些得意地说道,这俩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很有钱的人,对于那些有钱的大佬,我自然是不敢做什么手脚,毕竟人家� 不拥得起专业的黑客人才,会全面检查电子系统,这俩人一看就是什么都不懂的,我想着以防万一吗?这不机会就来了?说着,正前开始游说起李牧来,这俩人肯定也存了不少物资,而且,他们的房屋改造设计图我都有,按照我们的改造标准,应付当下的情况完全没问题,说完正前,从柜子里拿出来一个黑色如同手机一样的东西,看这是老M最新科技的解码器,市面上的电子锁基本都能搞定,我还花了大价钱,找人再度升级了一下,堪比军用,咱俩要不要合作一把?哼,合作? 李牧心想,没问题啊,一会儿送你投胎,敢他妈打我的主意,真是活腻歪了,正前看着李牧身上的装备,长刀,匕首,防刺服,冲锋枪,肯定是某个特殊部门的大佬,在末世,想独自过自在日子,不然也不会准确地找到自己,李牧轻笑了一声,继续问道,前程所有人的资料都在这了,正前点点头道,是的,其他城市的资料我只能翻看,没有图纸,没什么用,听到这李牧突然想起什么,疑惑地问道,之前,你们这业主群里,听说有盖交贩免 费长鲜,现在什么情况了,听到盖饭,正前顿时来了兴致,说道,你也知道了,李牧点了点头,正前继续说道,那天那个住户发了信息之后,好家伙十几个人蜂拥到他们家,强行破开了门,好家伙,真是人性的扭曲,道德德的沦丧,大家进去的时候,那小子正在练习棍棒突刺呢,结果嘿嘿,您猜怎么着,李牧好奇地问道,哦,你也去了,嗨,闲着无聊吗,看看热闹,听我继续说啊,十个人进去看到水和食物,还被那俩包干净的盖浇饭,顿 那小子还想拦着大火,俩蛋蛋都给人踩扁了,可惜啊,还没排到我,隔壁楼,C做的恶把来了,绰号风驴,这人我认识,在前程开了几个会所和几家私募基金的公司,据说是上面某位大人物的白手套,几进宫的老油子了,人高马大的,他一来拿着把手枪直接把长过仙的人全给崩了,李牧一问道,风驴,正前愣了一下,随即解释道,那风驴就是个疯子,据说那方面和驴一样猛,而且是扒挥老汉,就是因为强行扒挥的时候被儿子撞见,他恼 把儿子给打伤了,他儿子报了警,还进去住了几个月呢,那家的小子也是个愣头青,忍着腾站起来,还想要制止风驴说这是他的未来儿媳啊,正前还要继续说,李牧赶忙制止了他,问道,那母女俩呢?正前遗憾地说道,被风驴带走了呗,大家之前还商量着,玩完以后,每天赏口吃的吊着命,活一天算一天,给大伙拜拜火,要是死了,就,李牧当然明白,死了以后的下场,当考量呗,那你怎么没事?正前得意地说道,他家的装修就是找到我们公司,我和他还算有点交情,他家 他虽然达不到避难所的等级,但是这家伙喜欢健身,在家里搞了个健身房,估计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仇家也多,所以,家里的安保措施很到位,防弹玻璃,发电机,监控啥的,他自己做饭,大冰箱就四个,食物啥的都不缺,打听到风驴家的住址后,把正前的电脑和解码器一收,正前在错愕的表情中,被李牧捏碎了喉骨,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盛,根据正前提供的地址,李牧马不停蹄地来到风驴的家门口,看到同样电子� 在门锁上有监控,故技重施,隐身,拿出解码器,放在门锁上,几秒钟的时间,门锁发出咔的一声,成了,李牧直接走进风驴的家里,还真大,光客厅就得七八十平,屋里得有四十多度,家里微微有些臭味,下水系统瘫痪,这种豪宅也不能避免啊,毕竟不是别墅,也没法做独立的排水系统,仔细听声音,顺着声音,李牧来到一间房间的门前,扭动门把手,把门一推,这场景,简直让李牧大开眼界,更重要的是,这间主卧的 温度不到三十摄氏度,足足四十个平方的卧室,囚禁着五个女人,其中俩被绑着,造型十分别致,完全不影响使用,另外逢男,周子轩二人,瘫倒在地上,身上不满淤青和伤痕,不时地抽搐一下,其中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男子,被绑在男子被吊起来,眼睛,嘴巴,贴着黑胶布,只能听到声音,风驴正在狠狠地用棍棒教育一个女孩,李牧一下子想起来,正前说过的风驴的事迹,是个狠人,陈静时扮演老师的风驴突然看到一个陌生 人,立马战略性后撤,摆出防御的架势,目光死死地盯着李牧,看到风驴这副身板,李牧也不由得暗自夸赞一番,快五十岁的人,身体精壮,一身肌肉,头上头发浓密,一看腰子就不错,面向抱头还眼,是个猛人,这种面向的人就没个虚的,风驴见李牧也不说话,主动问道,兄弟哪条道上的?李牧看着身高接近一米九的风驴,笑呵呵地说道,杨官道,风驴听到李牧的调侃,眼睛微微眯起,碍于李牧身上挂着的枪和手里的糖 刀,忍着怒火问道,你想怎么样?李牧笑了笑,拿手一指地上的二人,这俩我要带走,听到李牧的话,风驴不怒反笑道,你他妈什么档次,也配跟我用一个马桶,听到风驴的话,李牧也懒得打嘴炮,一道残瘾闪过,平,一拳爆肝,风驴立马跪在地上,捂着泪下,冷汗直流,死死地咬着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李牧感觉到风驴的气息,蜕变了两次,那又怎么样呢?一成立,你就得给我跪下,李牧朝着冯南和周子轩走去,用脚踢行俩人,冯 冯南和周子轩顿时梨花带雨哭诉,李牧救救我们,求求你救救我们,小牧,求你了,我,我怎么说我曾经也是你后妈的份上,虽然,李牧直接打断冯南的话,调侃道,看看你俩现在的样子,嘖嘖,不算寄我的钱和房了,物资还要不,听到李牧的调侃,冯南和周子轩二人的脸红的和猴屁股一样,目光闪烁,不敢和李牧对视,李牧则继续调侃道,在这多好啊,有空调,虽然不是很凉快,但是吃喝不愁,每天都能阵战一下,在这末 这种条件可不多了,冯南占红了脸,张口骂道,李牧你个白眼狼,以前我对你不好吗,还没逢等男继续骂,李牧直接一个大逼斗,冯南的嘴里顿时飞出来几颗牙,要不是李牧控制着力道,头都能给他扇飞了,周子轩同样满脸恨意的,刚要张口,李牧看他的表情只就知道不会是什么好话,一个大逼斗,脸顿时高高的肿起,不敢再吭声,不管冯南娘们俩放下来走向另外两个女孩,李牧看向这俩女孩,轻声问道,我可以给你们的痛快或者你们继续这样的 生活,两个年轻女孩皆是闭上眼睛点了点头,李牧不由的暗自夸赞了一句,比那两条母狗有骨气,咔,咔,两个女孩被李牧拧断了脖子,随后把这两个女孩放下来,用糖刀直接砍断了手脚的链子,把尸体收进空间,李牧看向那个被吊起来的年轻男子说道,需要我帮你吗,放心他会去陪你,那年轻男子眼中带着决绝,点了点头,咔,脖子无力的垂下,接着被李牧放了下来,收进空间内,李牧转过身,看着风驴,说道,本来就是 来解决个麻烦,但是,你出言不逊,我得给你尝尝记性,不然下辈子容易早药,说完拿脚一勾,风驴整个人翻了过来,糖刀的刀鞘用力罩肚子一处,风驴此刻整个人立马疼的张开嘴,但是就是喊不出声,李牧笑了笑问道,怎么光张嘴不出声,难道这就是书上说的大苦无声,接着从空间拿出一把西蒂娜飞给风驴一股脑喂到嘴里,软件硬化特效药,足足一把,甭管你是多牛的人物,就算是扫地僧都得改修欢喜禅,半屏风,由今交给, 啊,李牧把双目,依然空洞女孩脖子扭断,收进空间内,接着在保险箱里,找到一把手枪,和几十块金砖,直接收进空间,走出卧室,把房门关上,至于现金,废纸一堆,门内侧的门把手,直接让李牧掰下来,只留下风驴和逢南周子轩三人,来到客厅拿出挣钱的笔记本电脑,李牧开始挑选之后,作为大本营的目标,凄厉的惨叫声,此起彼伏,在挑选出合适的别墅后,听着房间内此起彼伏的声音,李牧百无聊 乔赖的拿出手机,先是和童望书互相了解了一下情况,童望书告诉李牧他近两天的情况,李牧微微叹息,这姑娘还是不够心狠,明明大枪舞的刚猛霸道,唉,得想办法让你身边的脱油瓶减少一些,之后带你走的时候,姐姐起来很麻烦啊,李牧只能满是关心的安慰这个要强的女老师,同时提醒童望书要多补充能量,只有不断的蜕变,你才能更好地保护你的学生,不然,你挂了你的学生们,也活不长,自己掂量吧,童望书此刻在101曾经的地下公式 看着李牧发来的信息,心中五味杂陈,又看了看一群表情麻木,面无菜色的学生们,以及另外两位不断盯着几个女学生扫事的男老师,咬了咬牙,似乎下定了决心,想和李牧倾诉点什么,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只能生硬地发了条信息,你也好好保重,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看着童望书生硬的关心,李牧的嘴角露出一抹微笑,又想起童望书那双回元修长的大腿,天使的面孔,魔鬼的曲线,不由的心神一荡,驱散脑海中的杂念,凝神静气,开始 修炼影,本来据上一世了解到的,一旦觉醒了异能,就告别蜕变期了,身体的提升再也不会是爆发式的增长了,只能随着异能的提升而略微的提升一点,没想到的是,修炼影可以继续让身体再度进行蜕变,而达到第八次蜕变的李牧感觉到,离第九次蜕变还遥遥无期,能量差得太多了,太阳出来后,屋内的气温明显升高,已经接近50摄氏度,李牧可不打算在这长住,索性把空调温度开到最低,毕竟一直靠异能降温, 他自己也吃不消,听到声音减弱,李牧再次进去,看着风驴讥讽道,来,我给你助力一下,来再喝口红牛补充一下,剩下的半屏风由金交给,哀嚎声此起彼伏地再次响起,接下来,李牧扫荡了一圈冰箱,煎了几分肉,又做一盆蔬菜沙拉,剩下的全部收进空间内,和刘通打开视频,打开房门,让刘通开开眼界,谁想刘通看到这刺激的场景之后,死活求着李牧让他直播,公若不弃,通愿拜为义父,滚,直到太阳再次落山, 彻底没了动静,李牧才再次去查看,得,风驴变死驴,喝2E,垃圾,不甘心的李牧,特效药,兴奋剂,风由金,甚至军用肾上腺素都上了,确定风驴确实变死,驴才遗憾地罢手,逢男二人晕倒在地,一动不动,李牧叹了叹鼻息,活着呢,刘通也感叹道,果然啊,叹击生物,就得讲究劳逸结合,李牧不懈地说道,切,没见过世面,就在这时,李牧看着风驴的尸体,身体突然出现渴望能量的感觉,离境 之后,下意识地运转异能,立马感觉到,一股能量,从风驴的体内,被自己所吸取,这时,李牧说了声在联系,立马挂断了视频,感觉到八次蜕变后的身体,再度缓慢增强,甚至对于异能的掌控,都在增强,竟然能靠这种方式提升,上一世遇到的几个低级的异能觉醒者,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难不成异能觉醒者,也分三六九等,高级的能收割别人的能量进化,而低级的,只能原地踏步,忽然想到了什么,李牧原地使用影,空中风驴已经 异散的能量,果然被牵引至李牧的周围,开发出影的新玩法了,以后杀敌能比别人吸收更多的能量,丝毫不担心浪费,此刻的李牧,对未来充满了盼头,随后又是一声叹息,狗日的官方有大把的物资和试验对象,怪不得催生出那么多的高手,自己还得慢慢摸索,压下开心的事,准备收个尾,看到冯南二人还没有醒过来,转身来叨叨另外一间卧室,在空间晶石里,拿出一把军用白铃喷火枪以及四人的尸体,嘴里呢喃了 一句,也算帮们报仇了,如果觉得人间炼狱太苦,下辈子别当人了,都说下蝉不可与冰,做一只蝉也挺好的,哄,随着白铃喷火枪喷出的火焰,四具尸体很快就燃烧起来,看着燃烧的火焰,李牧又扔进去几颗白铃弹,来到冯南母女面前,一桶冰水,拖醒了二人,李牧扔下一把充满秀气的弩箭,冷漠地说道,只能活一个,随后把风驴的尸体收进了空间晶石内,直到十几分钟后,打斗声才结束,让李� 另外的事,竟然是冯南活着,身上有几个很深的伤口,还在流血,冯南稀计地看着李牧可怜道,你会遵守诺言吧?我,我什么都能干,我想活着,李牧看着冯南此刻凄惨的样子说道,来,先止血,说完拿出军用的凝血胶给周南止血,随即说道,跟我来吧,从正前那里知道了,这小区内有很多活人还在地下车库当中苟延残喘,李牧扛着冯南手里,拖着风驴下楼,直奔地下车库的第二层,进入地下车库后,眼前的景象着实把李牧给 惊呆了,一群一群的人,破衣烂衫,很多人甚至只有一条短裤,十几二十个人一群,分散开,当然,青壮年都守着消防管道,果然,人的求生欲一旦爆发出来,蟑螂还是差了点意思,地下第二层的车库都接近40摄氏度了,竟然还有这么多人顽强地活着,这份适应能力,也就人类独有了,一个个面黄激瘦的,末世才来临不到20天,想到这,李牧摇了摇头,又从空间中拿出一把M249S上了膛,跨在肩上,找到一伙青年居多的团� 把风驴的尸体,朝着这一伙青年一扔,眼神冷漠地看着他们说道,这是你们的了,说完又把冯楠也推过去,也是你们的了,一伙青年从惊讶中反应过来,看到冯楠之后,眼神赤裂的都快喷出火来,这个女人,他们可是在视频里见过的,奈何去晚了一步,被一个恶霸抢走了,咦,这个死人,不就是那个恶霸吗?突然有一伙一伙的人,朝着李牧这里围过来,其中有个中年人,一看就是当领导的,留着地方支援中央的发型,开口问道,小伙子,你这枪是真的吗?哪来的?李牧 李牧冰冷的眼神,看了一眼地中海,没有说话,地中海见李牧不接话,依旧厚着脸皮开口道,小伙子想不想加入我们,大家一起抱团,总好过你自己一个人,你说是不?其他人可不管这地中海,有什么计划开口道,是啊,看你体格这么好,一看就不缺物资啊,能不能给我们云一点吧?就是就是,这年头,有枪,还怕没物资吗?这小兄弟,肯定过得特别滋润,是啊,小兄弟,你有两把枪吗?云给我们一把呗,李牧微微皱眉道,你们这群苍蝇说,够了没有?哎,你怎么骂人啊?就是啊, 你有两把枪,云给我们一把怎么了?李牧冷笑着说道,有俩就得给你一个,你们这些有俩单一长的,怎么不拿出来一个给大家听的菜?听到李牧的话,如同乞丐一般的众人顿时就要上前撕扯他,唯独接受了冯南的和风驴尸体的那伙青年离得远远的,都是年轻人不会脑子不清不楚的,看着李牧身上跨的两把枪就知道,这绝对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狠茬子,眼前这群乞丐都不如的人想跟自己动手,李牧抄起P90冲锋枪,手指扣住扳机,哒哒哒, 几秒钟,一梭子50发子弹打光,地上留下二十几具尸体,活着的人惊恐地看着李牧,李中海这时从人群中出来说道,你,你,你怎么能随意杀人,你就不怕,以后警察抓你,李牧饶有兴致地看着李中海问道,哦,我杀人,你们干净,你们怎么,活到今天的心里,没点B数,操,也不怕得软病毒,心情好搂一梭子,警察会理解的,李中海背对得哑口无言,咬了咬牙,一副亏本的样子说道,地上的尸体,你可以带走几具,枪得给我们留下一把,还有子弹, 不然,我们这么多人,你还能杀光,我们全部,李牧看着地中海,微笑着说道,全部也不是不行,但是我觉得,你高看这群垃圾了,说完,又吵起,M249依旧是扳机扣个不停,以李牧如今的体魄,M249在他手里,就跟开了吴后座的挂一样,稳如老狗,啊,啊,救命啊,杀人了,众人四散而逃,一百发子弹打完,地上又多了几十具尸体,其余的活人,李牧看着倒地受伤,还没有死的人说道,就你们这群垃圾,说是乌合之众,都算是侮辱这个词了, 说吧,转身就朝着出口走去,身后传来了冯楠凄厉的求救声,李牧,李牧,你答应过,我让我活着的,你不能,嗯,嗯,冯楠从风驴的压寨夫人化身成为公共灭火器,李牧没有理会冯楠,毕竟没骗他,跟着这伙人肯定舍不得让他死,巴不得他活得长点呢,想求救的冯楠,三条路都被堵得死死的,有苦说不出,毕竟眼下末世降临,人口只会越来越少,冯楠这种颇有姿色的淑女,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当然了,被秀极斑斑 一般的箭头戳了几个血窟窿,熬过破伤风这一关再说吧,走出地下车库,此时太阳已经落山,但是炽热的温度依旧充斥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偶尔刮起一阵风,像开水的蒸汽一般滚烫,当然,此时的李牧施展风之异能,浑身上下如同包裹了一层风之铠甲,炽热的空气丝毫不沾身,当然,本身觉醒了异能,就能调动体内的能量抵抗酷热和严寒,而异能生出的风不停地流转,同样能隔绝极端温度 进化者蜕变了八次的身体,同样能抗得住这种高温温度,只不过单纯的某一种情况都坚持不了太长时间罢了 巧了,李牧如今同时具备两种情况,只需要调动少许的能量,让风形成无形的铠甲包裹自身,就能坚持很久,感受到空气中的微风,李牧猜测果然没错,只要有风的地方就是他的主场 借着空气中的风,李牧以惊人的速度往家的方向移动,不断地使用异能,让李牧对异能的掌控更加地得心应手,而且衍生出更多的使用方式,就差之后的实验了 回到家的李牧,脱了防刺服,干了一大口冰镇的啤酒,那叫一个通透,半只烤全羊下肚,消耗的能量得到了补充 眼看来到了12点,正准备休息的李牧,手机微信弹出消息,李牧看了一眼,嘴角微微一笑,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沈思琪,牧哥,搞定了,李牧不慌不忙地洗了个澡,换了身干净的衣服,踢着糖刀直奔对面的小楼而去,凌晨两点多,施展风易能的李牧,如一片落叶,脚下无声地来到对面的小楼门口,超凡的听力使李牧了解到这几天里,沈思琪和上亚男两人,经过包家李川等人,挑拨离间,导致温伟和秦峰分别被李 海洋干掉,上亚男则对张海洋动了情,现在李川被制服绑了起来,沈思琪正在和上亚男争论,不过在上亚男和张海洋苦苦哀求下,保证和沈思琪争李牧,李川虽然被绑起来用裤头塞住嘴,但是,听到几人的谈话后,眼神中流露出一抹嘲讽,似乎已经看透了李牧的用意,正在李牧要开门进去的时候,啊啊的一声惨叫,让李牧顿住了脚步,上亚男双手紧紧地握着一把西橱刀,新红的血液从刀身上不断滴 而沈思琪则是捂着脖子倒在地上,眼神惊恐地看向上亚男,张海洋则一脸恨意地看着沈思琪,通过刚刚的对话,大致了解了经过的李牧,脸上流露出一抹冷笑,当即开门,朝地下室走去,几人看到李牧进来,皆是一惊,只有被绑起来的李川,眼神愿毒地看向李牧,沈思琪则是一手捂着鲜血不断涌出的脖子,一只手伸向李牧,嘴里颤抖地说道,牧哥,救救我,求你,李牧脸上露出一抹歉意,遗憾地 李牧脸说道,这你得找医生啊,我无能为力,眼看沈思琪的鲜血在身下汇聚了一滩,出气多净气少,眼神逐渐涣散,向李牧求救的手臂无力地落下,李牧心中十分遗憾,这么死真是便宜你了,随即,上亚男说道,牧哥,你要我办的,我都办了,张海洋说,愿意给你当牛做马,我想等你来了再决定,可这沈思琪一直阻挠,说着说着,上亚男的声音越来越小,已经知道了前因后果的李牧,也懒得跟上亚男废话,上前直接放开了李川,交给他 一只箭头,充满秀气猛见,说道,我这不养闲人,你俩能活一个,可凭本事吧,亚男,跟我出来,上亚男低着头,乖巧地跟着李牧出了小楼,但是,看见李牧站在门口不远处,一动不动,上亚男也不敢多说什么,只能陪着李牧站在原地,虽然是凌晨三点,但是此刻的温度依旧在60度左右,上亚男的,很快身上不多的布料,湿得透透的,几分钟后,地下室内的打斗声停止,李牧面无表情地走了进去,上亚男也咬牙跟上,来到地下室,李川 他身上满是刀口,肚子的位置像是被猎狗用爪子掏过,鲜血碎肉混成一团,眼神死死地盯着前方,充满了不干,张海洋见李牧来了,把手里的刀一扔,谗媚地笑道,牧哥,都解决了,你看,行了,跟我走吧,随即李牧迈步,向楼梯走去,来到房间内,对着上亚男说道,你去开门,哪知张海洋见李牧依旧背对着他,突然面露凶狠,从后腰拔出一把水果刀,对着李牧的后腰刺去,啊的一声惨叫,李牧好像背后长了眼� 侧身一躲,收不住脚步的张海洋竟然一刀捅在上亚男的后背上,但是终究还是收住了一点力,上亚男只是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此刻李牧面带嘲讽地看向一脸不可置信的张海洋,活面露惊恐的上亚男,张海洋呢喃了一句,亚男,我,我不是,故意的,随即手持尖刀对准李牧,但是一瞬间就傻眼了,只见一把手枪的枪口对着自己,开玩笑,这么近的距离枪,可是又快又准,当即把刀一扔,立马跪下,说道,牧哥,牧哥,我错了 说完拿手一纸上亚男,都是他,都是这个婊子说,要我杀了你,他说杀了你,你的房子,物资就都是他的了,说完,不断地朝着李牧磕头,看着张海洋的样子,上亚男满脸失望,随即苦笑一声,说道,你杀了我吧,这个狗屁世界,我一秒钟也不想呆了,朦胧的月光洒进屋内,张海洋看着黑洞洞的枪口,不断地求饶道,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牧哥,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你给我一次机会吧,李牧摇摇头道,本来你这人还算不错,我也没打算杀你,想着 让你自生自灭,可你,哼哼,你并不觉得自己错了,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说完,不等张海洋辩解,一颗子弹从眉心进入,从后脑穿过,难以置信的眼神,永远地定格在张海洋的脸上,哼,杀你这种垃圾,放我的刀,随即看向上亚男,李牧返回地下室,拿出那只袖技斑斑的弩剑,看向上亚男,疑惑地问道,你不跑,上亚男欺然地笑道,我能跑到哪去,那正好,看看谁家缺老婆,我给你找个好人家,说完似乎想起什么,啊,啊,李牧 你这个疯子,你不是人,你,上亚男的四肢脚腕手腕处,流出鲜血,李牧把手中的剑枝一扔,笑着说道,我这人讲信誉,说送人一个老婆,绝对保守后,万一你跑了我多没面子,说吧,李牧一只手抓起上亚男,扛在肩膀上,一手托着张海洋的一条腿,奔着小区内某一户爷孙三人的小楼去,来到小楼其中一户门前,一脚踹开门,高声问道,你们要老婆不要,要的话,我给你们送来了,见没人说话,但是三道呼吸声,李牧听得真真的,先是把张 张海洋扔了进地下室去,随后在一阵咒骂声中,又把上亚男扔了进去,李牧也不等回应,朗声说道,孙大爷,你家小孙子十二三了吧,该结婚了,你们也尝尝婚姓,说完,李牧哼着小曲,走在回家的路上,大声高呼,大愁得报,人生完满,念头通达呀,剩下的日子,每一天都是赚来的,珍惜每一天,此时,李牧的体内的异能,竟然如同废水一般,不一会儿,一阵舒爽的感觉,冲赢着李牧的身上,此时,李牧感觉到对风的掌 空里,远胜之前,果然啊,这人有心结,饭都吃不下去,一旦解开心结,酷酷炫三大碗,完全没问题,没想到,这异能的提升也一样,心情异常舒爽的李牧,回到家,取出剩下的半只烤全羊,觉得不够,又拿出一桌子五星级酒店的菜,几瓶五粮液,一阵风卷残云,搁,半晌过后,打着宝格,带着醉意的李牧,拿起桌子旁的糖刀,悬甲十九式,破风八刀,轮流切换,杀,杀,袁蓉自然,随心所欲,仿佛 注入了灵魂,走了几十遍刀法的李牧,静止躺在地上,微微喘着粗气,眼睛盯着天花板,笑了笑,便闭上眼睛睡了过去,发自内心的开心而笑,因为成了,木也我成了,哈哈,周围的合金墙身上,出现数道斑驳的痕迹,锋刃这个设想成了,不过,就是施展不了太多次,不过没关系,等之后多练习几次,一能掌握得更加通畅的时候,必然能威力更强,更加节省能量,呼,呼,不到一分钟,李牧悠然的睡着了,全世界安静的,似乎只剩微 微弱的发电机和空调的声音,还有,李牧的憨声,了却心事之后的李牧,整个人感觉格外的轻松通透,整天没事,就研究自身的异能,半夜就去大街上奔跑,借助风势,不断地感受风的变化,不断地使用异能,短短几天时间对于异能的掌握,以及细微的把控,又前进了一大步,拿出一个保温杯,李牧已经在可以不破坏平口的情况下,飓风承认,洞穿保温杯的底部,当然,人在获得强大的力量之后,都会有一种做死的心态,李牧大白天的出门 李牧想试试看如今阳光的辐射对于自身的伤害到底有多大,信心满满的出门,八次蜕变的身体,外加觉醒了异能,甚至感觉异能如今比刚觉醒强大了一大截,觉得自己这就行了,出门咬牙,坚持了不到十分钟,皮肤开始不断出现红斑,水泡,溃烂,甚至灼烧的伤口,我尼玛,这大白天的谁要是敢坐死出门,不穿上羽航服,我敬他是条汉子,普通人估计不出十秒就得挂了,吓得李牧赶紧一步后撤回屋,不过没有 如今身体的恢复力到底有多强,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晒伤的部位便恢复得完好如初,这种恐怖的恢复力,比起一些弱一点的强化型异能者不要快上许多,中午炫完一桌子,李牧百般无聊地在电脑面前看着从鬼子国顺回来的硬盘,全是高清无马,各类人种,黑的,白的,黄的,印第安形形色色,看到不能自持的时候,赶紧拔出唐刀,虎虎生风地耍两套刀法,我尼玛,太刺激了,还有跨物种的,这帮鬼子真牛逼,高,马,驴,都敢让人试 也不怕出人命,卧槽,我可是读春秋的,赶紧转移注意力,打通小胖流通的电话视频,还是得移动,其他的服务商太差劲了,网络信号不行就算了,电话信号也差得要死,看看人移动,信号塔也报废了不少,但是至少还勉强能用,俩人开始了扯闲篇,了解到流通的物资不太充足了,李牧决定今晚给他送点过去,高温末世的第27天,温度略微有些降低,不过晚上依旧有接近60摄氏度的高温,但是以人类的适应能力,今天晚上是个觅食的绝佳 甚至少人觉得温度开始降低,说不准,末世就快要过去了,看到斗音上寥寥无几的几个视频博主,还在更新,不断地加油打气,李牧嘴角出现了一抹讥笑,不过并没有打算打击他们,毕竟人嘛,还是需要一些梦想来欺骗着自己,哄着点自己才能苦苦地挨下去,当然就算实话告诉他们第28,29,这两天会迎来高温的巅峰,白天从之前的80摄氏度左右上升至接近90摄氏度,夜晚最低的温度也得有75摄氏度左右,注定是要带走一波身体本就濒临崩溃的人, 和物资缺乏的人,第一波天灾,最最后的巅峰要来了,就算是多层地下车库的最底层,来至地铁站也得有50摄氏度多的高温,除非是地下溶洞,以及一些的地下公式,来至各种矿洞,深至地下至少要30米以上才能保障症,温度不会超过30摄氏度,否则一旦达到30摄氏度往上,不说中暑导致死亡,就饮水的恐怖消耗,就能让人自相残杀,如果是毒狼,最多两天必死无疑,恰巧,高温的巅峰就是两天,夜晚两点多, 李牧施展异能,借着风势不到10分钟,就来到了流通所在的小区,看着36层的高楼,李牧真想给自己两个大嘴巴子,干嘛给他租个顶楼的大平层,虽然有军用的攀爬设备,但是,毕竟用得不熟练,而御风飞行这种事,李牧也就想想而已,经过快速攀爬之后,来到流通的家门口,打了个电话,再听到咚咚咚的奔跑声之后,流通打开防盗门,一个热情的熊抱,猝不及防之下,让李牧差点窒息,正脱开流通进屋之后,仔� 你准备了,至少够一个人吃三四个月的物资,你这才27天就吃完了,流通听到李牧的疑惑,有些羞涩地回答道,牧哥,末世降临的第五天,我就感觉浑身发热,晕了过去,再醒过来,就感觉特别呃,然后,听完流通每天的食量,李牧也是无语,牧哥,你是不是知道,末日会提前来啊,不然怎么会刚好准备这么多吃喝,还有发电机,茶油空调啥的,李牧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随便编了一个,梦到未来的场景,给糊弄过去,赶紧转移话题问道,我能感觉得出来 你蜕变的次数不少,具体几次,还有有没有觉醒什么异能,流通想了想说道,应该是六次,因为每次我都会饭量大增,前天我觉醒了你说的异能,我突然就有一种感觉,我能控制土和石头,说着就立马给李牧展示,屋里的一块风水,实在流通的异能操控之下,竟然开始悬浮起来,并且缓慢地变成了一个鸡腿的形状,看到这一幕,李牧感叹道,看来你是真的饿了,再接着用异能把地砖都竖了起来,形状如同尖刺一般,看得李牧是木顿口呆,好家伙 你要是去重点,绝对是翻地的一把好手,只要在地面上,你这一手,简直就是无敌啊,看得李牧一阵心酸,本来开发出来几个关于风的技能,挺不错的心情,瞬间就变得沉重,这比我牛逼多了呀,毕竟人,还是生活在陆地上的,李牧也不多想,就怕想不开,对了,流通,你的生活垃圾,和排泄物怎么处理的,嗨,那还不简单,开窗户往下扔呗,总不能看着马桶,史如泉涌吧,李牧无奈地摇了摇头,随即从空间晶石里,又拿出来三个1000L以上的大冰 冰箱,以及三台柴油发电机,让流通搬到空余的卧室里去,50斤装的大米20袋,面粉20袋,10个煤气罐,10L的桶装柴油200桶,20升桶装水200桶,各种肉类,牛奶,鸡蛋蔬菜,水果,风干蔬菜,调味料,把流通家里的8个冰箱装得满满灯灯,200多坪的房子,5个卧室3个厕所,一个厨房都堆得满满灯灯,除了客厅以外堆满了物资,当然,还有一箱子大号保鲜袋,能套住脸盆的那种,要不是 有中央空调,立柜空调,以及每个卧室都配备了两个空调轮扳倒,还真没法存放这些东西,看得流通目瞪口呆,赶忙问道,目哥,你觉醒的是传说中的空间异能?哎,也不对啊,就算你早点觉醒异能,这些东西是哪来的?李目露出一抹神秘的微笑,还是实话告诉流通,在末世来临前,就觉醒异能了,当然,空间金石和干掉张雨昕这种事不能说,毕竟,自古财博动人心,用永远不要去考验人性,不然只能得到无尽的失望,让所有人认为自己是空间异能 还相对安全一些,不然李目只会面临无尽的追杀,接着流通告诉李目,说这栋楼有一个神棍,好像更早就觉醒了异能,天天在家里喊自己能看见鬼,还说自己能招魂,天天凌晨在楼顶跳大神,让他都没法好好睡觉,且,还招魂,我看他招嫖都费劲,李目满脸不屑地说道,不过在如此高温的末世里,还能生活在家里的,要么就是早早觉醒了异能的人,要么就是时刻准备着末世到来的闲人,不想那么多,李目拿出堂刀,让流通陪自己过两招,检验一下这段时间 的练习成果,流通一听李目的提议,也是满脸兴奋地说道,木哥你等我啊,我这就去拿刀,提前说好,都别动用一能啊,看着如同肉球成精的流通手持糖刀,有点像苹果上扎了的牙签,但李目不敢轻视,持刀做出防御姿势,毕竟破风扒刀是人家家传,人家太爷爷操练了他足足十年,老人家活到113岁才去世,十年的童子宫,不是说荒废就荒废的,何况人家隔三差五的还练一练,悬甲十九世就更别提了,同样是人家流通教的 当的一声,两刀相撞的声音响起,流通旁的力量让李目握刀的手都感觉到微微发麻,蜕变六次果然就不容小觑了,流通更是心里翻起惊涛骇浪,看着瘦瘦的李目,力量竟然这么大,绝对蜕变次数比自己要多,流通接近300斤的体重硬弓李目一刀,竟然还后退一步,甚至刀都差点握不稳,瞥了一眼自己的宝贝刀,嗯,没出现缺口,微微地松了一口气,本书莫是异能,不休先请放心阅读,文章会涉及一些超自然现象,不 对对方感到惊叹的二人,也不再留守,李目的进攻偏鹰狠刁钻,时而间距大开大合,悬甲和破风两路刀法在李目的手里,已经做到融会贯通,无缝衔接,流通则是猥琐,十分的猥琐,如同一颗灵活的肉球,在硬拼的十几招以后,引以为傲的六次蜕变带来的巨大力量,让他膨胀心瞬间泄了气,无奈之,下力量弱于李目只能选择猥琐防守,近百招过后,持续进攻的李目仍留有余力,流通则是喘成了 狗,黑色的刀影,或砍,或刺,或撩衣就如闪电般奔向流通,而流通,逐渐没有了招架之力,节节败退,就在退无可退,背靠在墙壁时,流通大喊,认输,我认输,服了,服了,李目收刀锤立地面,微微喘息着,看着不停喘着粗气的流通,劝道,你再不减肥,以后遇到别的异能者,你打不过还跑不掉,我直接吃你的鞋,流通干笑了两声,几个深呼吸之后,喘匀了气,说道,我不怕,有木哥你在,我怕个卵子,遇到狠茬子 咱兄弟俩并肩子上,砍他狗日的,说完自顾自地去冰箱,拿出两罐冰镇强爽,扔给李目一罐,随即俩人席地而坐,开始聊天,流通有些伤感地说道,我在十几天前,和父母断了联系,你说,李目安慰道,不用想那么多,有缘,你们会再见面的,接下来,开始互相交流,各自在末世的生活,流通没什么好说的,在这谁也不认识,天天憋在在家,看着笔记本里下载好的动漫,以及李目给他的云盘里的几个T的人类,繁衍大电影,时不时地奖励 自己一下,要不就是和李目送他的仿真小姐姐,双修阿威十八时,听得李目眼角直抽抽,按道,要不是这死胖子,蜕变了六次的体魄,估计就随风驴而去了,接下来轮到李目讲述,听着李目讲述这段时间,外出报酬的经历,流通直呼过瘾,尤其是上次直播看得太过瘾了,一再要求李目,以后有这种好事带上他,李目则是调侃道,俗话说得好,盛世女人值千金,乱世女人贱如草,每天找个难民集中地,看上哪个直接带走呗,流通立马不争气 算了吧,就我这样的我,怕他们就是图我的物资,而不是看上我这个人,这不是爱情,听到流通这番话,李目翻了个白眼道,爱情,我爱你妈卖麻花情,都特么漠视降临了,谁还谈爱情,你脑子没病吧,爽就完事了,管他那么多,你异能者,你怕个篮子,玩腻了,给点吃喝扔回去,换一个继续就行了,流通头摇跟波浪鼓一样,说道,如果不是爱情,那我宁愿在元宇宙里娶媳妇,现实吗,有仿真小姐姐呢,怕啥,对了,穆哥,你还有小姐姐吗,能不能送我几个,听到流通 不开窍的要求,李目也是无奈,李目问道,有啥要求,流通思索了一下认真地说道,现在的明星都是一张脸,没啥变识度,长海一般,我就要以前的明星,李目闭上眼,在空间精实里,不停地翻找,过了一会,直接拿出来十几个明星款,来来来都给你,各种款港台的内地,都有,关芝林,邱淑珍,黎嘉欣,林志玲,范冰冰,李冰冰,樱桃,张子怡,于南,妮妮,卑碧,赵丽颖,还有俩金发碧眼的大洋马,眉眉和梦露各种款式,各种 风情,看得流通口干舌燥,李目丝毫不怀疑他前脚走,胖子会一整晚,雨露均沾一遍,弄,还有一个,刘小庆,流通眼都直了,眼含泪光地看着李目,声音颤抖地道,义父,我的义父,就在这时,一阵鬼哭狼嚎从上方传来,依稀听见什么,归来吧,上穷必落下黄泉之类的,李目看向流通问道,就他,流通点了点头道,就他,天天大半夜的鬼哭狼嚎,怪甚人了,李目差点气笑了,你个异能者,怕他淡毛,流通恐惧地使劲 摇了摇大胖脑袋,说道,他能看见鬼啊,这,万一真招来鬼,李目直接起身,拿出来一把M249,还有两把手枪,两个快拔枪套,一把五连发喷子,几颗手雷,烟雾弹,催泪瓦斯,闪光弹,子弹一股脑扔给流通,李目自己同样也是大腿左右,各自绑上快拔枪套,插上手枪,跨上M249和一把S686,背上防空火箭弹,手里提着糖刀,说道,走,真能招鬼吗,我特么也给他物理超度了,流通看见这么多军火,瞪大了眼睛 李目直接在他肥厚的屁股上踹了一脚,说道,赶紧的,流通很快穿戴好装备,有李目在身边,他还真不怕什么鬼啊神啊的,两人来到楼顶,楼顶正中间的位置,有一个披头散发,身材干瘦的中年男子,戴着一副眼镜,似乎太过专注于跳大神,丝毫没有注意到有人靠近,地上画着李目二人看不懂的符咒,中间躺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面色苍白,似乎刚刚死去,旁边还有一具已经微微腐烂的中年女士,惊奇的是,随着干瘦眼 眼镜男持续地跳大神,符咒开始微微泛起红光,吓得流通双腿微微发抖,端着M249的手不停地颤抖,李目则低声说道,别走了活,我过去看看,你跟在我后面,拿出防闪光弹的战术眼镜戴上,同时递给流通一个,突然,李目在接近六十摄氏度的户外,竟然离奇地感觉到一阵阴风刺骨,只听见干瘦眼镜男,结束了跳大神,双手朝天拥抱,大喊了一声,复活吧,我的爱人,一时间两具尸体同时坐了起来,看得流通和李目二人毛� 突然,坐起中年女尸无力地躺倒,而年轻的女尸则身躯在微微地颤抖,这尼玛什么意呢?王七召唤大法,这四眼真是个巅工,此子断了不留,李目二话不说,掏出两个闪光弹,拔了保险,直接朝四眼巅工扔了过去,嗡的一声,一阵刺眼的白光在四眼巅工面前闪过,不愧是神秘戏的异能者,刚一闭眼就缓了过来,这四眼巅工却以为召唤王魂要成功了,封边地继续喊道,复活吧,我的爱人,李目上去就是一个大逼斗 你好你妈呢,大晚上的有没有功德心?说着,朝正要睁眼的年轻女尸,直接就是一喷子,不愧是众生平等,刚刚睁开,双目的年轻女尸,机械地望向李目,突然,脑袋如同高空坠落的西瓜一样,红的白的,到处都是,一瞬间,失去了脑瓜子的女尸,直挺挺地躺倒,四眼巅工此刻不满血丝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李目,仿佛要把他生吞活泼了一样,李目把喷子一收,斜眼看着四眼巅工,反手又是一个大逼斗,咋的,不服啊,大半夜的扰民,还有 怎么,你还想来安营,缠绕我一下子呗,说吧,啪,一个左正灯,跟上前去,啪,就是一个右边腿,四眼巅工躺在地上,捂着肚子,身体弯曲的,像一个大虾,李目虽然没有见过这种神秘系的异能者,但是听说过,不管是这种召唤亡灵,还是诅咒之类的,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近身战很弱,身体素质也就相当于一阶的蜕变者,比普通人稍微强一点,无他,这类异能在施展时会抽掉大量的体内本源异能,似乎很多诡异的异能者没有经历� 就直接觉醒的异能,在漠视稍微稳定下来以后,这种类型的异能者,简直不要太吃香,简直就是各大势力人脑子打出狗脑子,都要争抢的对象,李目可不管那个,这种人成长起来,威胁太大了,今天说什么,也要扼杀天才,以绝后患,为了防止四眼巅工招的魂,比较凶恶,李目决定实行彻底的物理超度,哄,白灵喷火枪对着两具女尸,喷射出无情的火焰,没一会儿,两具女尸便发黑变干,不放心的李目扔了两颗铝热剂� 满脸痛苦地看着眼前的一幕,星红的眼眸,如同野兽一样看着李目,刚说了一句,我诅咒,刘通快步上前,四十三码的大头军靴一脚踢在这四眼巅工的嘴上,顿时七八颗带血的牙齿就吐了出来,眼见四眼巅工还要说话,刘通直接把大头军靴死死地抵住他的嘴,拿堂刀刀翘头部直接处在中年眼镜男的腰子上,看到这一幕,李目向胖子刘通投过一个赞赏的眼神,本书默是异能,不休先请放心阅读,文章会涉及一些超自然 不过不是鬼神之类的,被刘通用大头军靴抵着嘴的四眼巅工,不满血丝带着滔天恨意的眼神似乎变得释然,只见突然之间,四眼巅工身躯开始变长,肌肉逐渐在膨胀,整个身体都在变大,皮肤因无法适应,突然胀大的身躯开始军裂,看到眼前的情况,刘通下的连忙后撤几步,来到李目的身边,李目此时也是死死地盯着四眼巅工的变化,心中十分诧异,这货不是类似召唤王灵溪的一门吗?这,碰,李目不做他 他想,抄起S686,直接就是一喷子,一团威力巨大线弹,打在身体不断膨胀的四眼巅工身上,肉肉竟然不到一寸,诡异的是,一滴血都没有流出,死,这一幕,经得李目和流通同时倒吸一口凉气,蜷缩在地上的四眼巅工,瞬间,以诡异的姿势,直接站立而起,本来刚刚一米七出头的身高,已经生长到一米八还多,肝瘦的身躯此刻已经比普通人健壮得多,而且身高,体型还在不断地生长,只是眼睛一片血红,嘴里的牙齿变得尖锐� 口水顺着嘴角不断地流淌,打打打,李目和流通对视了一眼,二人同时端起M249,扣住扳机,一梭子搂到底,让人恐惧的是,子弹竟然入弱不到一公分,全被卡在如同风干的血红色的肌肉上,此时的四眼巅工,应该说,干尸版的罗尼库尔曼,血红的双眸死死地盯着眼前的二人,一些卡在肉体表面的子弹在其肌肉的蠕动下,全部被挤了出来,李目见状,把手摸向了后背的背着的防空火箭弹,犹豫了一下,还是收回空间里,没办法,五 六米的距离,一旦爆炸,自己和流通不死,也得废了,再怎么蜕变,也是探机生物,硬扛子弹还行,硬抗火箭弹,李目可没这么勇,感觉自己二人已经被眼前的怪物锁定,估计是别想跑了,干脆把身上的枪都收进空间,拔出唐刀,准备拼死一战,看到李目的举动,流通也是默默地把身上的枪往后一扔,同样拔出唐刀,只不过握刀的小胖手,止不住地抖动,吼,这是像干尸一样的怪物,喉咙里发出一声不属于人类的 嘶吼,接着活动了活动粗大的四肢,盯着李目说道,呵,呵,我会死你们,同样也会死,嘿嘿,我以身体为代价,请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亡灵,他会用我的身体,把你们俩撕成碎片,眼前的怪物,两条粗壮的小臂上,竟然长出一根骨刺,如同长刀一般,延伸出来,足足有一米多长,啊,一声咆哮过后,身高接近两米的怪物,一个箭步冲过来,同时抬起双臂的骨刀,砍向李目二人,当然,这时也顾不上帅不帅了,俩人同样的,一记懒驴打滚 躲开的锋利的骨刀,之后不断地后退,干尸怪物,此刻撞入疯癫,骨刀不断地挥舞,李目和流通二人被逼得不断后撤,在打斗的过程中,李目看到一个三米多高的血色巨影,就在怪物的身后,做着同样的动作,虽然激进透明,但是以李目蜕变八次强化过的眼睛,还是隐约地看到,这让李目越打越心惊,转眼间,怪物挥砍了不知道几百刀,和李目一起苦苦招架的小胖子流通,一个不慎被刺穿了肩膀,当了,剧痛之下,手中的� 刀都握不住,掉在了地上,李目心急之下,一把抓住流通的腰带,用力向后一拖,脱离的骨刀流通,被李目狠狠地向后一甩,顿时被甩出七八米的距离,李目快速一个翻滚,捡起流通的糖刀,双刀架起呼啸而来的两把骨刀,李目突然身形一矮,两把糖刀擦着怪物的骨刀划过,整个人凭借风异能带来的清零,快速移动到怪物的身后,杀,杀,杀,连续不断地挥刀,速度之快,只能看到黑色的残影,瞬 瞬间在怪物的身后,留下十数道伤口,遗憾的是,最深的一道伤口,都不足一寸,没有一滴血流出,李目伸之,继续下去必死无疑,奈何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不断地游走,尽量减少和怪物硬碰,对于身形灵动的李目,怪物始终无法将其斩杀,同样急躁地不停地怒吼,场面看似僵持不下,但是自家人知道自己是,李目感觉体力不多了,本来轻盈如同羽毛的双刀,此刻竟然让李目感到些许的沉重,毕竟每一次招架,进攻都得使出全力, 虽然怪物没什么精妙的招式,但是速度快,力量大,右抗奏就足够了,但是对手绝对力量上的压制,外加金刚不坏的身躯,让李目感到深深的无力,不过李目丝毫不后悔,不然,等着怪物的异能进化到更高级别的时候,鬼知道能不能召唤出什么亡灵军团之类的,唯一后悔的是,没有一开始就一枪打爆他的头,哎,还是大意了,狮子驳兔一用全力,这句话,李目此刻才完全明白,对于未知能力的敌人,最好就是一击必杀,不给他任何放大招的机会,此刻额头上的 汗水不断滑落,李目突然想到了什么,突然,身体以一个不可思议的姿势,绕过怪物,不断地朝前方急速跑去,怪物同样以不慢的速度死死地跟紧李目,离流通越来越远后,忽然转身,把手中的一把刀,连同一支金属注射器,向流通的位置抛过去,大喊道,给我拖住他一分钟,均用肾上限速,赶紧用,说吧,已经奔跑到楼顶边缘的李目,忽然身影,消失不见,怪物差点冲了出去,但是凭借两把鼓刀,深深地刺入楼顶的地面,止住了 身形,李目的突然消失,让怪物十分费解,没关系,那胖子还在,顿时转身奔着流通跑去,接到李目抛来的糖刀和注射器,流通想都没想,直接掉针帽,对着自己的短粗胖的脖子,直接刺入,狠狠地一推,注射完成后,流通深吸一口气,眼睛死死地盯着冲过来的怪物,突然肩膀的伤口,竟然感觉不到疼痛,并且,体力消耗过大的无力感,也一扫而空,迎来的是全身充满力量,并且明显地感觉到亢奋,大有和这怪物一绝刺雄的架 当现代巅峰锻造技术的结晶与怪物的两把骨刀狠狠地撞在一起,不出意外,当然是骨刀出现了缺口,只不过流通如同肉球般向后滚出七八米的距离,但是流通此刻毫无痛感,并且更加的兴奋,继续嗷嗷叫地挥舞着糖刀冲向怪物,而此时的李目就站在离怪物的不远处,趴在地上深吸了一口气,用一把长度超过成年男子的巨大的狙击枪瞄准了怪物的头,正是李目的梦中琴枪,南非大炮NTW20,本书默示异能,不 不休先请放心阅读,文章会涉及一些超自然现象,不过不是鬼神之类的,动,随着震耳欲聋的一声枪响,一颗直径20毫米的巨大子弹静直地射向怪物的脑袋,似乎察觉到了危险,就在李目扣动扳机的一瞬即,怪物竟然硬抗流通的全力劈砍的一刀,转身以鼓刀格挡,当,咔,扑,交叉在一起的鼓刀,硬生碎脸,巨大的子弹带着强劲的动能继续奔向怪物的脑袋,可惜的是,怪物在格挡的一瞬 瞬间,脑袋同时一歪,子弹擦着其耳朵飞过,不等怪物有所反应,流通绕到怪物的侧身,高高的跳起,猛的一刀挥砍向怪物的脖子,没想到的是,无往不利的堂刀,此时竟然卡在怪物的颈鼓中,怪物一把抓住刀刃,同时一拳打向流通的头,眼见砂锅大的拳头,向自己挥舞过来,流通舍刀落地,一个懒驴打滚,避开了要命的一拳,他可不想和那年轻的女士一样,脑瓜子跟西瓜一样爆开,正当怪物用力拔出卡在脖子上的堂 刀时,动,巨大的枪声再次响起,这一次成功子弹打中了怪物的握刀右臂,但是预想中的手臂飞起场景并没有出现,正常情况,20毫米的子弹打中人体后,巨大的动能可以直接将人腰斩,如果是四肢,那直接就没了,但是只在怪物粗壮的手臂上留下一个拳头大小的洞,死,李牧看到这个情况,也是倒吸一口凉气,妈的,像干尸一样的,肌肉密度这么高,随即解除隐身,再次拉动枪栓,子弹上膛,吼,怪物看到显现出身形的李牧,怒吼着,朝李牧急速� 一奔而去,并且,手中高举着流通的刀,仿佛飞把李牧剁成饺子陷不可,动,枪声再次响起,怪物持刀的右臂,此刻再中一枪,让李牧喜出望外的事,第二枪成功地撕断了怪物的右臂,心惊的是,怪物只是身形一顿,接着朝李牧冲来,疼痛,不存在的,失去一条手臂的怪物,依旧咆哮着,冲向李牧,此刻李牧果断气枪,抄起唐刀迎了上去,身形一矮,躲过了怪物暴怒的一拳,唐刀直刺怪物的心脏, 一击命中,果断拔刀,朝侧面闪去,此时跟着怪物跑来的流通,再次一跃而起,一个大踹,短粗的胖腿,凌厉地踢向怪物受伤的脖子,没想到的是,怪物竟然扭头咬住流通的大头军靴,刚要一口咬断流通的脚,李牧一刀,劈砍在怪物的额头,卡,不出意外,还是出意外了,刀身卡在了怪物的额骨上,担心流通的李牧全力一把,堂刀与骨头摩擦出刺耳的声音,噗,这次刀身鞋插入怪物的眼眶,直到 静无可静,刀尖穿过怪物的大脑,顶在了怪物的天灵盖上,根本没有痛绝的怪物,用紧剩的一条手臂,一把抓住流通的胖腿,狠狠一甩,李牧闪避不及,接近三百斤的流通,整个人砸在李牧的身上,顿时两人滚落在楼顶的边缘,怪物拔出插在眼眶的堂刀,缓缓朝着二人走来,二人大口喘着粗气,皆是死死地盯着眼前近乎于不死之身的怪物,李牧无奈地一笑说道,这B仰的玩意儿,真抗揍啊,流通也是� 上一个这么耐砍的是拼多多,咱俩砍了他几千刀了,拼多多也该挂了,这玩意儿就没有要害,一阵微风带着热浪扑面而来,李牧眼睛一眯,突然再次抓起流通,突然朝怪物身后一扔,流通在空中大喊道,又来,动,随即落在地上,疼得流通呲牙咧咧嘴,李牧双手之中突然出现砖头大小的军绿色的盒子,眼见怪物持刀砍来,堂刀带着凌厉的破空声朝李牧头顶落下,李牧不敢空手夺白刃,竟然后撤一步,怪物 仅剩的一只眼突然瞪大,仿佛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只见李牧此刻整个人都在楼体之外,竟然双脚悬空而起,突然李牧整个人击射而出,在怪物愣神的一刹那,对着怪物的头,就是一招双风贯耳,两块绿色的板砖闪烁起黄豆大小的红色灯光,粘在怪物的太阳穴的位置,李牧毫不犹豫,咱当跑路吗?滴,滴,滴,怪物虽然不认识,这是什么?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迫使怪物扔掉手中的糖刀,独臂 抓着绿色的板砖,一下拽了一下来,就在此时急促的嘀嘀声传来,哄,哄,接连两声巨大的爆炸,冲天的火光出现,怪物所在的位置出现一个害人的缺口,此时如果从远处看,会惊讶地发现一幢大楼的顶部缺少了一大块,像是一个奶砖雪糕,被勺子狠狠地挖掉一块,劫后余生的李牧二人,长舒了一口气,流通则是捡起类似于一节残缺的小腿,咧嘴朝着李牧挥了挥,李牧同样咧嘴一笑,突然流通白眼一番,直挺 挺地倒在地上,李牧当然知道,这时,均用肾上腺素效果结束,从空间中拿出一盒金钟支,抖出一根雕在嘴上,手持一个都棚路一十三的打火机,点燃了嘴里的烟,猛然间,李牧发现楼体缺口的位置,升起一道近乎透明的血红色虚影,瞬间李牧汗毛直立,如灵大敌,只见那血影有些呆滞地向李牧飘来,对付有形生物,不管是长枪短炮,还是刀枪剑戟,只要大力出奇迹,总会有效,如果是一只阿飘的话,似乎突然想到什么,李牧 李牧赶紧运转,赢准备强行吸收这只阿飘,毕竟真有鬼的话,那也是能量体,应该有效的吧,阿飘刚一靠近李牧,瞬间察觉到一股强烈的犀利,呆滞的目光瞬间盯向李牧,但似乎消耗过多,无力挣扎,被李牧身上传来的犀利所吸引,只能被动地围绕着李牧转圈圈,本就接近于透明色的阿飘,颜色越来越淡,直至彻底消散,而李牧的额头上隐约出现一道血色的符号,很快便消失不见,但是李牧此 李牧只觉得脑海清明,仿佛极度疲乏的状态下,美美地睡了一觉一般,刚才那场薄命的战斗所带来的精神消耗,不但被一扫而空,而且李牧感觉到自己的感知力,乃至第六感直线上升,想不通,科学,虽然科学有些扯淡了,但是基本的逻辑还是在的,世界上怎么可能有鬼呢?看来,不仅人和动物,还有植物发生了进化,似乎某种游离的能量也产生了变异,行不通,算了,人死鸟朝天,管他呢?深吸了一口气,开始打扫战场,毕竟枪支 堂刀啥的得找回来,至于流通,让他先睡一会儿,半个小时后,幸好给流通租的房子在,整栋楼的西侧,爆炸在最东侧,不然还得把这接近三百斤的宝宝给背回去,李牧扛起流通,回到他的家里,把人往客厅地毯上一扔,李牧也无力地一屁股坐下,这十几分钟的高强度战斗,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消化了,同时也认识到自己战斗技巧上的不足,上一世遇到的都是若鸡,这一世恐怕,果然层级不同,看到的风景也不一样,还好,末世才刚刚开始 有的是时间,拿出手机,眼看快到五点了,李牧突然看到一条被诸为表哥发来的信息,大一家的孩子,比自己大三岁,小时候一起长大,自己被欺负了,经常为自己出头,想起那张憨厚的脸孔,李牧不禁微微皱眉,难办啊,本书末是异能,不休先请放心阅读,文章会涉及一些超自然现象,不过不是鬼神之类的,算了,先过去看再说,李牧推了推流通,大跟怀了十二个月似的的肚子,呼,呼,眼见毫无反应,李牧也是无奈的一笑,这尼玛,感情是睡着了,也是老M 用的军用肾上腺素,哪是那么好用的,那都是给明知必死的特战队员,强行蓄一口气,多带走几个,用的绝命药,要不是,流通身体蜕变了六次,李牧绝对不敢给流通用这个,不然没一分钟人就得嘎,无奈之下,李牧只能操作胖子的电脑,在桌面上,留下一个打开的文件,留言自己有事先走,随后联系,除了流通所在的小区,李牧使用异能驾驭,带起滚滚热浪的威风,结果半路上崭新的BMWM1000轮胎,直接着火了,也是地面温 接近90摄氏度,除了特种沙漠,突击车的防高温轮胎,一般轮胎及时个10分钟,直接就得化了,连着火的机会都没有,在半小时内,骑飞了两辆BMWM1000后,终于到达了这位表哥所在的地方,一座商场的地下三层的车库,来到地底车库以后,李牧觉得,真是个不错的地方,这里,也就刚30来度,只要不是年纪太大,凑合活命,是没问题的,当然,这里同样,也生存着一群人,大概七八十个,奇怪的是,竟然没有分散成一个个的小团体,在地下车库的一处安全通 到内,李牧找到他的表哥,当然,小时候关系在不错,在这个人吃人的末世,也不会把他带走,顶多给他留下点食物和水,但是在见了这位表哥后,李牧惊讶地发现,他竟然是进化者,而且蜕变了足足三次,好家伙,本来以为表哥这种老好人,末世不饿死,也得让人吃得骨头渣都不剩,没想到,既然能完成三次蜕变,顿时李牧就有了点稀才的意思,要知道,末世初期除了军队,还能勉强生存,绝大多数普通人,就算蜕变成功,也就是一两次的样子, 木头,没想到,你还活着,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看着身高体壮,面容粗犷的汉子,此刻嚎啕大哭,李牧也是,微微有点心酸,随即李牧询问了一下表哥史言怎么会来到前城市,他家就是李牧的老家所在,离这上千公里呢,听着史言一番讲述,李牧明白了,是被王梦那个婊子忽悠来的,李牧的母亲家里排行老三,史言是大姨家的孩子,大姨父几年前就因为肺灵癌过世了,而大姨则是因为末世刚来和史言一起去寻找物资的时候,中暑晕倒,再也没有醒过来 一直过着单身汉的生活,这次来到前城,完全是因为被这个以前做过传销,进去蹲了五年初一后的二姨王梦给骗过来,听到史言说起王梦,李牧眼神中闪过一丝杀意,要不这个老婊子从中窜多,嫌弃父亲没本事,自己的父母也不会离婚,主要还是因为不听王梦忽悠,没有加入他赚钱的大家庭,随后王梦隔三差五的说父亲的坏话,有意无意的给李牧的亲妈介绍一个爆发户,最终还是劳烟纷飞,毕竟李牧的父亲需要全国出差,长时间不在家,最终导致 是了李牧就成了没妈的孩子,也就半年前,这位二姨王梦,带着老公、儿子、女儿一起来到前城,重操就业,奈何这年头傻子少,骗子多,狼多肉少,没赚到钱,这不就把自己的大外甥和有手好闲的弟弟王金城给骗到了前城,说带他们赚大钱,只要发展下线,王金城这个傻子还把家里的房子卖了,但凡是个初中毕业都不会这么呆毕,听到这,李牧心里有谱了,更加坚定了之前的想法,绝对不能把史言带回自己的安全屋,说的是老好人,耳根子软,看重亲戚 说难听点,就是有成为圣母的前置,要不是史言拼死拼活的,每天半夜出去寻找物资,王梦等人,早就成了恶嫖遍地的那个嫖,随即把身上的书包摘下,递给了史言,并且嘱咐他,最好藏起来自己吃,并且以保全自己为主,史言也后悔了,不该带着自己退了休的母亲,听王梦忽悠来到前城,不然待在老家有他的照顾,也许就不会,李牧的大姨临死前竟然,还念叨着,史言竟然有能力了,就要肩负起,照顾亲人的责任,这准圣母,遗 遗传的是真到尾,被人骗得背井离乡,还想着照顾人家,这附近的物资,也确实被若干的小团体,搜刮得没有了,不然,以这位表哥要强的性格,是不会开口求自己这位表弟的,不一会儿,从地下车库内,传来了王梦的声音,李牧听了一会儿,震惊得除了卧槽,就是卧槽,只要前城,上天会赐福大家,现在,把选中的孩子,妈的,吃人吃得都这么清新脱俗,还给自己找心理安慰,唉,李牧也叹了口气,拍了拍史言的肩膀,留下一句耗子未知,� 随后,也不管史言的挽留,依旧独自一人返回,当然,以李牧对史言这段时间行为的分析,这些物资肯定会分给王梦一家,和王成龙这个废物,就看后续鱼儿咬不咬勾了,当李牧再次骑飞了一辆杜卡迪V4以后,正打算换一辆摩托车,冲刺回家时,远处的呼救声引起了李牧的注意,秉承着尊重他人生命,放下助人情节的原则,李牧打算多管闲事,但是看到几个上身赤裸的大汉,在追逐一个30出头的,颇有滋色 的少傅,犹如猫戏弄老鼠一般,少傅拉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死命地逃跑时,李牧坐在新幻的杜卡迪上,正拖着腮帮子打算看几分钟的乐子,少傅披散的头发被一缕风带起,李牧赫然发现,竟然是他们学校的一位优秀毕业生,也就是李牧的学姐,去年还来学校做过优秀毕业生返校演讲,毕业十几年创立的公司已经是前程明星企业,李牧还接受了人家的优秀学生奖学金,不过上一世李川不知道从哪听说的小道消息 说这位学姐是白虎女神,把老公克死了,温伟这个猥琐祸还淫荡地说想体验一把白虎骑士的感觉,当然李牧,那会儿父亲刚刚去世,没兴趣加入他们的八卦小分队,眼看少傅衣衫不整,拉着孩子朝自己冲过来,李牧无奈地摇了摇了头,妈的麻烦,怎么就可我一个人来呢?随即李牧拿出了糖刀,漆黑的刀身散发着森然的寒意,让追逐少傅的几个汉子都不禁驳梗发寒,当这位美艳成熟的学姐拉着孩子即将跑到李牧面前时,突然 面容清秀的男子,手里拿着一把漆黑的长刀,脸上露出一抹和善的笑容,正看向自己,还喊出自己的名字,成路不禁慌了神,紧紧地握着女儿的小手,内心悲鸣,真是前有狼后有虎,看出成路的愁挫,李牧解释了一句,是我,李牧,Z省工业大学的学生,去年我还领过你设立的奖学金呢?成路一听竟然是自己的学弟,并且属于受过自己恩惠的那种,心一横,只能赌一把了,而这时追逐成路的四名汉子也放缓脚步,眼睛死死 李牧的盯着骑在机车上的李牧,咔咔地向李牧走来,李牧一看乐得不行,还他娘是个人才,在鞋底钉上木板隔热,其中一个胸口纹着过肩龙的刀疤脸,抬手用刀指着李牧开口骂道,你他他妈谁啊,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地盘,李牧身子一转,飘逸地机车上下来,手里拿着塘刀朝着刀疤脸走去,落过成路母女时,轻声说了一句,放心吧,交给我,小女孩紧张地望向眼前秀起的大哥哥,生怕她被坏人伤到,下意识地握紧妈妈 李牧走到刀疤脸面前,天真的问了一句,这谁的地盘,出来乍到报个名号,刀疤脸觉得眼前这个小子被自己的王霸之气给震慑到了,微微仰头,看着向李牧说道,知道钱称龙哥吗,那是我大哥,这一片都是我大哥的了,包括这对母女花,石像的摩托车留下,赶紧滚蛋,对了,还有你这把刀,听到这恐吓的话,李牧笑了笑,问道,你的屁眼子喷完屎了,确实臭,末世以来跟着龙哥在这附近称王称霸,毫不嚣张,面前的毛头小子敢呛自己,顿时怒 火中烧,握刀的手刚要挥刀,刀疤脸愕然地发现,自己的小臂连同砍刀一起落在了地上,啊,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起,鲜血顿时涌出,疼得刀疤脸捂着伤口,原地直跺脚,几个小弟都没看到自己的大哥胳膊是怎么断的,顿时心生俱异,扭头就跑,估计大哥死定了,先跑回去喊人再说,说不定龙哥会把自己大哥的位置交给自己呢,三人刚跑出莫多远,忽然觉得背后竟然生出一股寒意,刚要扭头,三人奇奇地看到整个 世界都在旋转,自己竟然飞起来了,不对,地上的三具正在喷血的无头尸体,怎么这么言说啊,三颗脑袋带着疑问,眼神逐渐涣散,这个问题只能深迈脑海里了,疼得表情争鸣的刀疤脸,看到自己的三个小弟竟然毫无反抗地被人秒杀,心里大喊废物,简直浪费粮食,再看到这清秀男子向自己走来,心中的恐惧开始蔓延,头上汗如雨下,不知道是热的,还是吓得,黎木隔着刀疤脸朝着成鹿问了一句,你知不知道龙哥长什么样子,成鹿 也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到,自己这个学弟身手竟然如此厉害,成鹿学姐听到李牧的再次呼唤,成鹿这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只是捂着女儿双眼的手仍然有些微微颤抖,我,我认识,那个龙哥就是想让我,想让我,好,我明白了,说吧,李牧挥手一刀,接着刀伸入鞘,刀疤脸的带着不可置信的神色,咕噜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喷血的脖子,心想,怎么还有人敢杀自己,自己可是龙哥的心腹啊,解决完刀疤脸,李牧提着糖刀,走到成鹿面前 微微一笑说道,走吧,带我去看看这个虔诚龙哥,比当年的昆山龙哥吊在哪,被吓到脸色苍白的成鹿,下意识地N了一声,抱起女儿,就往小区内对面的商场走去,李牧跟在旁边,或许是为了缓解尴尬,没话找话地问道,成鹿学姐,你们这是什么情况,成鹿吻了吻心神,边走边说道,这个龙哥大,名叫方氏龙,是这一片有名的恶霸,据说他大舅哥是警察局的副局长,以前练过点功夫,在剧组当过武行,后来听说,把一个女场级的肚子搞大了, 所以被剧组开除了,回来之后,又把武林湖区分局副局长的妹妹给骗上床,不过他这人能说会道,也不知道怎么的,竟然成了这位副局长的妹夫,仗着他大舅哥,到处惹是生非,还开了一家高利贷的公司,末世来到以后,这人带着十几个小弟霸占了这家商场的地下购物广场,凡是来着搜寻物资的都被他给扣下了,把扣下的人当奴隶使唤,我也是带着女儿来找水和食物被扣下的,这个人渣强行霸占了很多女孩,还把一个孕妇给折腾 流产了,现在不仅要我,还想让我女儿,我女儿才九岁啊,她简直就是畜生不如,看到妈妈突然哭了,小女孩滑嫩的小手,赶得给妈妈擦眼泪,安慰妈妈不要哭,李牧对这些倒是没什么兴趣,莫是吗,秩序崩塌,弱肉强食而已,这位龙哥也就是手段直接点了而已,换个道貌黯然的,估计手段更脏,玩得更花,说不定有条件还要来个祖孙三代大乱斗,眼看走进了商场,李牧感知力全开,同时施展异能,细细地感知着周围峰的律动 只要有人呼吸所产生微弱的风,都逃不过李牧的感知,你们没有反抗,成鹿哭的梨花带雨地说道,之前有人反抗,都让他打死了,这个龙哥简直像个怪物一样,徒手就能把钢管掰弯,我也带头反抗过,可惜也失败了,哦,还是个蜕变者,李牧暗中惊讶了一下,也是守着地下商场,又不缺吃的,本来在末世降临之后,越强壮的生物越容易净化,蜕变的几率也更高,所以像蟑螂,老鼠之类的发生净化情况的少之右手,大多数即使发生净化 也几乎没有成功的,无他,体型太小,根本承受不住蜕变所带来的能量,两人来到地下商场,刚一入内,立马几个,马仔围了上来,看了看李牧,又看了看成鹿,领头的马仔,直勾勾地盯着那对半遮面的带头大哥,毕竟本就轻薄的衣服,此时破破烂烂挂在身上,大片的雪白,让眼前的几个马仔,根本挪不开眼,凌乱的发丝,柔弱的神情,凄惨的形象,更有种说不出的风情,最是激发雄性的原始欲望,领头的马仔,眼神 发直,瘦不鸟,真的瘦不鸟,哈哈,这时,一道粗犷沙哑的声音传来,成鹿你们母女俩,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李牧倒是想看看,这位龙哥,到底能不能抗住自己一刀,这位龙哥一现,身后跟着几个马仔,一双三脚眼,迎斜地在成鹿母女身上,来回扫尸,尤其是在看到成鹿上衣已经破的,几乎是勉强搭在身上的,更是口水都流了出来,大大的九槽鼻,更是不断地抽动,虽然个子不高,但是身材壮硕,肌肉十分发达,不过一头微 一卷长发,配上那个大鼻子,显得十分滑稽,但是在看到成鹿身边的李牧后,疑惑地皱了皱眉,问道,你谁啊,吴立坤呢?这时,成鹿一脸恶寒的扭头,轻声对李牧说道,吴立坤就是领头追我的那个刀疤脸,听到成鹿的话,李牧脸上露出恍然的神色,然后直接俯视地看向龙哥,问道,就他他妈叫龙哥啊?方士龙听到李牧的问话,显得有些诧异,别说末世来临以后,自己过得跟皇帝一样,就算是末世以前,谁敢这么跟自己说话,吃 这下商场门口的动静立马吸引了不少人前来,男女老少都有,一个个面无菜色,嘴唇干裂,棚头垢面,在听到有人敢这么跟龙哥说话时,都显得很诧异,龙哥可是这个商场的天啊,这清秀的小伙子不想活了,这龙哥个子刚一米七,最讨厌被人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了,唉,挺好的小伙子,可惜了,听到身后这群奴隶的骚动,龙哥显然已经怒极眼了,指着李牧说道,给我抓起来,打断四肢,用链子拴在门口当狗屎,说罢就扭头往回走,� 吓得纷纷躲开,生出了龙哥的眉头,不然不给水喝,那是要死人的,就在龙哥还没走出七步的时候,李牧玩味的声音再次响起,就他们你叫龙哥啊,龙哥刚一回头准备呵斥这帮废物手下,让你们动手都聋了是吧,结果发现满地的尸体,十几个马仔不是尸首分离,就是被拦腰砍断,程路已经见识过李牧的手段了,只是用手捂着女儿的眼睛,自己则脸色略微苍白,死死地抿着嘴唇,大气都不敢戳,虽然平常作威作福,甚至末世以来 亲手杀过不少人,但是眼前的场景仍然给这位龙哥带来不小的冲击力,龙哥见到李牧手持唐刀站在血泊之中,一脸笑意地看着自己,仿佛一个嗜血的恶魔,短短几秒钟,竟然解决掉十几个人,这尼马还是人吗?地下商场的众人同样被这个身影给吓得魂不附体,但是却没人敢跑,毕竟龙哥没有说可以下去了,李牧手持唐刀不断地朝龙哥走去,边走边说道,我很讨厌一个问题问三遍,卡,说完唐刀入鞘,刀阁和刀鞘处的小机 一关让唐刀死死地嵌合住,除非用特殊的手法拔刀,不然极难拔出,因此这唐刀可以当棍子用,就在龙哥还在震惊之中没有缓过神时,李牧一棍拍在龙哥的天灵盖上,当然也是留了力,不然这位龙哥脑花子都得蹦出来,被李牧打了一棍,龙哥这才回过神,从后腰处拔出一根婴儿手臂粗的钢管,用力一掰,钢管直接就弯了,李牧差点给整不会了,实在忍不住地笑道,你那么逗我呢?只见龙哥神色紧张地后退了几步,脸上的 汗水导致头发被打湿,粘在脸上,一双三角眼中透露出一丝惊恐,小子,我告诉你,我可是练过的,这末世到来以后我还变异了,力大无比,刀枪不入,说完看着李牧挑眉看向自己,如同看傻子一般,紧张地猴头一动,接着说道,我以前当武行的时候可是能一个打七个,人家都说我是喝牛血的,人送外号期待,自创全法龙全道,你怕,李牧看着不断后退的龙哥,李牧脚尖轻点被龙哥掰弯扔在地上的钢管,轻轻一挑,钢管瞬间弹起, 被李牧抓在手中,用力一捏,钢管被李牧大手抓住的位置,直接被捏扁,龙看到这一幕更是吓得魂不附体,这尼玛是这个什么怪物啊,本以为就是练过几手刀法,只要展示一下自己变异以后恐怖的力量,让这小子明白自己可以一力降实惠,这小子肯定知难而退,谁知道,接着龙哥强装镇定地说道,小兄弟,我看你也是变异了吧,虽说力量不差,但是比我还差一点点,说完还亮出自己的小臂,展示了一下,看到了吧,我这是双骨,你的胳膊一看就是单骨, 力气肯定没有我大,不如这样,你也杀了,我几个小弟了,这事就这么算了吧,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有看重的你随便拿,成鹿那娘嫩,你也可以带走,对对对,还有他女儿,我都还没用过呢,你可以拿去下下火,你看这大热天的是吧,大家火气都不小,你看,这不就容易起冲突吗,你看看,这种完美曲线的,在人气里少有啊,真材实料的炮架子,我都让给你了,绝对极片,听到龙哥提到,自己还有女儿,成鹿不由的心头一颤,这李牧不会真的同意了吧,随即紧张地看着李牧, 商场其他众人也是紧张地看着李牧,生怕李牧打死龙哥,继续奴役他们,又担心他和龙哥和解,自己继续被龙哥奴役,真纠结啊,李牧则是冷声问道,你避避完了,龙哥笑成菊花的脸一僵,只见眼前闪过一道残影,紧接着感觉整个人都在空中飞,动,撞到墙壁的龙哥,缓缓地滑了下来,巨大的痛苦,瞬间使得他面目争鸣,而身上的白背心,胸口正中间,有一个漆黑的大脚印,龙哥咬了咬牙,手扶着墙 缓缓地站了起来,深吸一口气,双手紧紧地握着拳头,眼中恨意十足地看向李牧,原来不是来抢娘们的,是来抢地盘,双目星红地冲向李牧,右手全力轰出一拳,李牧满不在意地同样打出一拳,咔啊,只见龙哥的小臂骨头直接从大臂的肉里刺穿出来,疼痛男人的龙哥发出凄惨的嚎叫声,但是形势比人强,活着总比死了好,随即忍着剧痛,咬着牙跪在地上,咚咚咚,成意满满的三个响头,然后咬牙说道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兄弟给条活路吧,李牧撇了撇嘴,什么玩意儿,以为是个角色呢,没想到,中看不中用,李牧的四十三马大脚踩着龙哥的头,来回的宁,依旧问道,就特么你叫龙哥啊,双骨龙,七代,喝牛血的,龙全道,这辈子都没受过这种屈辱的龙哥,硬着头皮回答道,不不不,我叫方式龙,不,不不不,我叫方式虫,他们都是瞎喊的,您别当真,踩在头上的力道减轻,龙哥以为对方要放自己一马,刚刚抬头,突然一阵凉风� 龙哥感觉自己飘了起来,商场众人看见李牧分明站在那一动不动,也没有拔刀,龙哥竟然整个人竟然飞了起来,只见李牧一个凌空抽射,龙哥的头竟然偏离的轨道,出轨到了不远处的垃圾桶里,咚,而没有脑瓜子的身体,落在了地上,看着自己的杰作,李牧相当的满意,对力量的控制又上升了一个台阶,随即转身面带笑容地朝着美艳学姐成鹿走去,看到谈笑间就杀了众人噩梦的李牧,朝自己走来,成鹿脸上露轻松的笑 想真的,虽然李牧手段有些狠辣,但是武力之爆表,又高又帅的,关键是还年轻,如果他要是,想到这成鹿脸上不禁出现一抹红韵,但是接下来的李牧的话,让成鹿不知道是高兴还是该难过,成鹿事件,麻烦解决了,群众里有坏人吗?我一并解决了,这地方以后归你,我还得赶紧回家呢,不然太阳出来就走不了,成鹿想到了李牧可能说的任何要求,反正底线就是女儿,想吃母女盖浇饭,那无论如何都不行,但是万万没想到,李牧竟然说要走,成鹿这时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曾经当着全校一万多师生的面演讲都毫不怯场的女企业家,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听到李牧的话,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带着胆子喊了一句,我知道,李牧觉得这位成鹿学姐应该是被巨大的喜悦冲昏头脑了吧,当然,李牧也不是没想过,毕竟论年龄对方也就三十四五,不算大,保养又得当的亲属女,谁不喜欢,颜值身材都很有料,还不是科技与很活的那种,但是带个脱油瓶,李牧自己一贯是个怕麻烦的人,当然要是能单纯的慰爱鼓掌, 不然因果,李牧倒是不介意试试这极品炮架子,先天白虎胜体,肯定比剃了的要滑溜,毕竟自己没玩过,就图新鲜,毕竟救命之恩以身相报不是吗,听到有人说,知道这锅汤里的老鼠屎是哪个,顿时来了兴趣,转身朝小男孩走去,露出一抹白牙和善的孝道,好啊,你就负责指给哥哥,哥哥给你表演大变死人的魔术,小男孩眼神中充满仇恨的抬手指向人群中的几人,李牧则是扭头看向成鹿,成鹿也明白李牧的 确定的点了点头,说道,他们几个就是那个防龙的狗腿,我们好几次的反抗就是他们告的命,小瓜的爸爸就是因为他们高命,被打断手脚扔到外面的,被活活烫死,他的妈妈,听到成鹿的话,李牧师一不要说了,用手揉了揉小男孩的头说道,看好了,表演只有一次哦,除了刚刚被指的那几个,其他人散开,被指的人也有人混在人群中想借刺跑路,但是突然间觉得脖子一凉,一道无形的锋刃切断了他的脖子,锋刃的渔风带着这人的脑袋高高的飞起,其他几个被指正的人吓 一样的王魂街帽,立马站在原地瑟瑟发抖,商场的众人同样背下的不轻,不过其中一些年轻的姑娘看李牧的眼神则是闪闪发光,又年轻又帅,看穿着,看身材肯定不缺物资,这时,李牧变魔术般的掏出一把手枪,当当当,老鼠屎全部眉心中弹,不是没想过跑,关键是李牧把半自动手枪打出连发的感觉,还神特么准,手速之快,枪法之准,根本不给任何跑的机会,没办法谁让李牧掌握的适风异能,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短距离影响弹道,所以老实点排队投胎就好,小瓜看到他只能在梦里才能实现的场景,眼前这个清秀的大哥哥三两下就解决了,顿时用崇拜的目光看向李牧,他要是我的哥哥就好了,李牧也没有回应小瓜的崇拜,转而走向成路,问道,剩下的物资在哪呢?带我去看看,成路牵着女儿悠悠的手,带着李牧走向仓库,方士龙为了防止别人偷窃物资,把整个地下商场食品区的水和食物让人统统搬到了仓库内,李牧让成路在门口等自己,独自 来到仓库一看,好家伙,东西不少啊,光是矿泉水都够着七八十号人和上半年了,李牧也不客气,招手一挥,一半的矿泉水都被收进空间金石里,干活吗?不得收报酬吗?一次一劫,公平合理,不过李牧发现,自己对于空间金石的掌控越来越强了,可以说七八米的距离都在李牧的收房范围内,又挑挑捡捡一些东西,随后出了仓库,提前从空间金石内拿出一把手枪和P90冲锋枪交给成路,另外搁送了几个弹夹,和俩手雷,又简单 交了一下这枪怎么用,毕竟AK啥的,一个女人肯定玩不转,冲锋枪还好得多,毕竟看身材也知道成路常锻炼,看得出来这位女强人学姐在拿到李牧的给的枪泄后,呼吸明显急促了一些,这,这可是末世中掌握自己命运的最大保障啊,李牧竟然就这么给了自己,莫非,想到这,成路看了一眼李牧清秀,又略显帅气的脸庞,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是打算管着这些人也好,还是把他们赶出去,都随你,枪给你防身,不过记住了,再碰到方式龙这种� 不过色,千万不要磨解,直接抬手给他击枪,成路顿时跟女儿说,悠悠快,谢谢叔叔,小女孩悠悠此刻,已经把李牧挠不成她的爸爸,毕竟这种安全感,只有爸爸才能给他,于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谢谢爸,谢谢叔叔,成路和李牧都听出来,悠悠的下意识要说的话,李牧没什么,成路不由得一阵心神荡漾,毕竟丈夫去世好几年了,突然,脚步声传动,成路和李牧一回头,看到这地下商场的七八十号人聚集过来,其中一个四十多岁的短发的中年女人说道,既然方 李牧看了成路一眼,成路则立马明白了李牧的意思,挺胸抬头地说道,咱们人多太多,之后的日子还长呢,咱们共同选出来几个代表,监督物资的有限供给发放,不然大家随便拿的话,这仓库的物资坚持不了多久就没了,这中年女人一听方是龙死了,物资竟然还要有限供给,尤其是还是成路这个女人来安排,顿时气就不打一处来,指着成路的鼻子骂道,你个骚蹄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你就是想独霸这物资,我跟你你说,你别想,大大大,众人听到 枪响才回过神来,只见李牧站在成路身后,手把手控制着成路,来了一个点射,中年女人瞪大双眼口涂鲜血地倒在地上,不过李牧没有打头,因此还有一口气,不出意外,枪没有卡壳,大大大,中年女人瞪大双眼,身体子弹的击打下,有节奏地扭动着,其他人看到这一幕,赶紧后退,生怕这个杀星盯向自己,方士龙就算压迫他们,也没有随意杀人了,面前这个青年,太残暴了,李牧看了死得透透的中年女人一眼,这才抬起头来,朗声说道,不要闹事, 你们同舟共计,和谐相处才能熬下去,不然很容易横死街头啊,众人哪还不懂李牧的意思,他明显是站在成路这边的,接下来就是举手投票环节,不出意外,成路当选他们的女首领,另外选出了四个管事的,两男两女,看到这个事已经差不多了,李牧也没打招呼,打算离开,就在这时,追上李牧说道,叔叔,叔叔,等等,李牧疑惑地看向悠悠,难不成这小姑娘想跟自己走,谁知悠悠竟然告诉李牧,原先的冷酷,还有一个人被关着呢,方士龙把钥匙扔了, 他们打不开门,人是两天前关进去的,李牧瞬间明白,小女孩还是善良的,成路这时也走过来说道,李牧,你就帮帮忙吧,那小伙子也是支持我,一起要反抗方士龙的,可惜被人偷偷举报了,不多时,李牧跟着成路和悠悠来到一个冷酷门前,因为停电冷酷早就变成常温了,里面的换气设备也停止了工作,要不是足够大,氧气还算充足,估计闷也给闷死了,但是就算在地下商场,平均气温也高达312度左右,就算坐着不动也得出不少汗,李牧疑惑 李牧疑惑的问了成路一句,还有必要吗,这不闷死也给渴死了,成路却伤心地说道,就算,就算人没了,起码也收敛一下吧,好,李牧点点头答应道,毕竟悠悠说,这小子能不声不响地摘人腰子,技术活啊,不过再仔细观察了一下冷酷的门后,李牧轻皱眉头,不好办啊,万一人没死,他用塑胶炸药破门,那也得给他震死在里面,算了,只能大力出奇迹了,李牧跟成路说道,带着悠悠离远点,还有让那帮人也离远点,说 做完拿出两颗手雷抹上胶水,一高一低粘在门轴旁的墙上,保险一拉,赶紧闪人,哄,哄,突然的两声巨响,把跟过来凑热闹的人给吓了一跳,就连成路母女也被震得脑瓜子嗡嗡的,咚,咚,咚,随后,只见李牧不停地左正灯,右正灯,在连续狂暴地狠踢了手雷炸过的那面门之后,李牧停下的动作,当当当,似乎里面在敲击金属大门,李牧也拿糖刀刀柄使劲敲了敲,心想,但 但愿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被门压死那就算你倒霉了,感觉差不多的李牧,后撤几步,突然爆起冲刺,一个垫步侧窜,半扇金属大门连带着嵌入在墙体的那部分轰然倒塌,成路母女以及其他商场的幸存者看到这一幕,纷纷震惊地说不出话来,其中一些还想要争取管理位置的人更是冷汗直流,这,就算没有枪,挨上一脚,嘖嘖嘖,感受到看向自己众多的目光,李牧心想,老子一脚能给汽车踹出飘移的感觉,一个破门至于吗?随着烟� 烟尘散去,一个瘦弱的身影出现在李牧眼中,个子不到一米七,身材纤细,一头很久没理过的长发乱糟糟的,皮肤有黑,看面相,不用开口就知道,这是一位广西老表,可嗨嗨,似乎被烟尘呛倒,再加上两天没喝水,咳嗽不断,李牧直接扔过去一瓶水,笑了笑说道,兄弟可以啊,在这里面待两天,竟然还能站着,只见这小伙接过水,亮呛地走出来,眼中满是震惊和崇拜地看着李牧,好家伙,这还是人吗?别说见了,听都没听过,用搅声 把冷库大门给踹倒的,果然,这小伙一开口,一股广西老表的味道,大哥,谢,可,谢谢你,感谢完,迫不及待地拧开盖子,咕咚咕咚,大口喝水,比东北老铁炫一个还快,李牧又递过去两瓶水,广西老表又炫了一瓶水后,剩下的一瓶全部浇在了头上,这短暂的清凉,让他觉得自己还活着,随后,这小伙自我介绍道,大哥,我姓游,叫,叫,游条,不过,我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小刀,游小刀,游条,李牧没觉得多好笑,但是 确实有意思,随即就看游条走向成路,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说道,对不起啊,成姐,没帮你办成事,成路看到游条没事,欣喜地说道,人没事就好,对了,这位叫李牧,方世龙已经让他杀了,大家以后能在这安稳下来了,游条又感激地看向李牧,咧嘴笑了笑,有黑的脸上露出一抹白,这时,李牧走过来问道,听说,你有一手嘎腰子的绝技,游条不好意思地看了李牧一眼,随即解释道,当初年轻不懂事,村里人说想一起去免北打电话赚钱,听说来钱快,就 就去了,结果实在没天赋,但是跟着村里的长辈练过七八年昂拳,为了活下去,帮着处理了几个不听话的猪仔,被拍了视频当头名状,加入了他们,之后两年就在那边待着,就负责嘎不听话的猪仔的腰子,熟能生巧也是,之后找到机会,翻山越岭地跑回来,刚想来前程投奔亲戚,结果,末世来了,哎,李牧听着游条这传奇的经历,也是不由地感叹,你小子是个人才,你在末世之后也变异了,变异,应该是吧,游条不确定地说道,就是好几次出现, 生不如死感觉,但是每次挺过来之后,力气大了很多,李牧疑惑道,你应该不比那个龙哥差太多吧,怎么会被关起来,听李牧的疑问,游条那一张躯黑的刀条脸,透着无奈地说道,我是被人那个方式龙骗过去的,说是要单独给我点物资,结果我搬水的时候,被电棍给电晕了,再醒过来,就在这个废弃的冷库里面了,李牧拍了拍游条的肩膀,安慰地说道,没事了,都过去,以后你们自己做主就行了,随即走向城路,贴着他的耳朵说道,我要走了,记住,想管住这些人,就 有一句话,乱事虚用重点,随后,看向游条说道,能让我见识见识你的割妖子技术吗,游条面带为难地说道,我怕,我怕伤到你,毕竟你刚救了我,李牧差点气笑,你确定,你能伤到我,游条认真的点了点头,说道,牧哥,我知道,你肯定编译过很多次,力气大,但是,我有把握,能摘你妖子,李牧索性从空间金石内,拿出两把工艺匕首,扔给游条说道,试试呗,游条接过匕首,一脸为难地说道,那我尽量下手轻点,但是见血了 游条目哥你,可别怪我,李牧点了点头说道,能让我见血,这一条滑子是你的了,说吧,一条滑子扔给成路,手持糖刀摆了个攻击的姿势,不过糖刀并未出窍,下一刻,游条的身影一闪,直接从李牧面前消失不见,本书默示异能,不休先请放心阅读,文章会涉及一些超自然现象,不过不是鬼神之类的,成路母女二人以及众人看着游条突然消失,皆是一阵惊讶,而李牧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微笑,原来觉醒了异能啊,又是一个序列级的 还好没仇,不然自己只能再次只手遮天,恶杀天才了,前行类异能,很稀有啊,借着阴影就能做到类似隐身的效果,跟电影里的人者有一拼了,不过嘛,只要你动就能带起来疯啊,有疯的地方贴身近战,我李牧谁也不倔,突然李牧持刀向后一背,格挡住了奔向自己后腰的匕首,正当游条惊讶,李牧后背是不是长眼的刹那,正准备一击不成赶紧闪人之时,李牧竟然诡异地出现在他的身后,冰冷的糖刀突然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游条依旧满眼不可置信,但还是沮丧地说道,我说了,李牧安慰地说了一句,你很强了,一般人绝不会是你的对手,尤其是你出其不意地出手下,行了,我也该走了,你就跟着你承姐吧,就负责帮他处理麻烦就好,一张写有自己电话电话的纸条放在了游条的手里,随即叮嘱了程璐一句,你们柴油不多了,灯别开那么多,还能多顶一段时间,也不等程璐说些挽留道谢的话,李牧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地下商场,出了购物中心的大门,李牧看到已经有日出的迹象, 赶紧骑上他的杜卡迪V4快速杀回到家,回到家的李牧,也不管营养不营养了,反正之后的身体的蜕变,只能靠引来完成了,吃饭就是填饱肚子,维持体能而已,就在李牧大口炫着铁板烧,臭豆腐,烤冷面等小吃的时候,刘通发过来视频电话,不是木哥,你这说走就走啊,你就不怕,我醒不过来了,太没良心了吧,看到李牧吃着各种小吃,满嘴流油的样子看着自己,也不说话,刘通馋的口水不断分泌,咕咚的声音接连响起,过了好一会儿 李牧咽下最后一口炒年糕,擦了擦嘴说道,胖子接下来高温会达到顶点,但是之后几天,高温会逐渐消失,大雨就快来了,你自己小心,什么,高温就要消失了,刘通一脸的不可置信,但是,既然是木哥说的,那就肯定没错,但是下大雨了,自己家是顶楼,有什么需要小心的,难不成能淹到三十多层,看出刘通的疑问,李牧无奈地说道,动动你的脑子,温度降低,还有接连不断地暴雨,地下的那些老鼠,自然就能回家了,而且,随着积水的水位不断 升高,人会往高处走的,忘了我说的了吗,漠视之中人,才是危险最大的来源,听到李牧的点拨,流通瞬间明了,信誓旦旦地保证道,木哥你就放心吧,除了你谁来,我也不开门,行了,就这吧,说完,李牧挂掉了电话,今夜一番死战之下,李牧发现,尹的特殊功效后,又有一件喜人的事,就是,不管是战斗,还是坐卧行走,他都能按照尹的方式去呼吸,而不是每天四个小时的打坐,就无效了,不仅可以做到,不断地增强体质,加速向第九次蜕变迈进,而且 在战斗的时候,同样能不断地补充异能,虽然不至于毫无消耗,但是起码能做到消耗两成,补充一成,相当于同样的进化程度,自己的能量比别人多出近乎一倍啊,则则,大招都能多来几个,虽然自己还没研究出来几个大招,思索了一番,李牧突然觉得,异能不断地升级,应该会领悟一些关于异能的使用方式,好像是DNA里携带的一样,就像肉食动物基因里,携带的捕猎本能一样,就在李牧出神之际,一道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 嗡鸣之声出现在李牧的耳旁,嗡,家里出现蚊子正吃声音,虽然极其微小,但是显得很不正常,这气蚊蚊子怎么可能还活着,关键是这个声音比一般的蚊子小很多,这么热的天竟然没有绝种,难不成也会钻地道了,另外,是怎么出现在自己家里的,带着疑问的李牧,等嗡鸣声逐渐靠近,李牧快到出现残影的大手突然捏住了这只蚊子,听声变味还是能手拿把掐的,不然蜕变八次就是个笑话了,况且,再微弱的风也是风啊,嘿嘿,细看之 李牧大吃一惊,这尼玛,末世之下,蚊子,都有蟑螂这么大了,关键是这个颜色,一般都是黑色或者花色的蚊子居多,透明的,这是个什么玩意,李牧捏着这只蚊子拿到面前细细观看,蚊子的整个身体和玻璃一样是透明,有点像男兵淋鱼,但是口气特别的长,这特么,要是被钉一下子,那得多大个包,不得比一些飞机场都得大出几个罩杯,李牧可以肯定,这蚊子绝对变异了,这时,脑海中传来微弱的声音,准确的说是类 一丝电波的信号,但是李牧就是明白了这段信号的意思,我可以帮你控制这只蚊子,但是,你要给我找一具身体,不管是人类的,还是猛兽的,另外停止,继续,磨灭我,这时,如果李牧在镜子前,必然会发现他的眉心位置出现一抹血红色的印记,李牧当然不会这种信号传导,但是思索了一番之后,猛的瞪大双眼,这不会是那只阿飘吧,难道真的有鬼,我特么,可是坚持的无神论者,怎么可能让你忽悠了,继续,磨灭你,难道是我现在不间断地使用你的方式呼吸,不过李牧 并不会这种信号的传输,但还是尝试地开口问道,行啊,你先帮我控制这种蚊子,展示一下你的诚意,不然我凭什么相信你,说完,李牧用正常的方式呼吸,并且没有再度调用异能进行特殊频率共振,好,如你所愿,紧接着,只见一缕红光突然出现,紧接着,没入李牧手中这只透明蚊子的躯体内,而这只蚊子体内红光一闪,依旧还是透明之色,此时李牧发现自己竟然能了解到蚊子的想法,并且用意念和这只透明的蚊子进行交流,这么神 而且,李牧开口问道,阿飘啊,我如果继续磨灭,你你会死吗?死,我只会消失,李牧发现这个阿飘有点呆,便继续开口忽悠道,那消失以后呢?嗯,会变成你体内的能量,不过,你无法掌控这股能量,我劝你别打我的主意了,听到最后这句话,李牧猛的一惊,暗道,我擦,不是傻子,不过李牧还没想好,怎么继续忽悠阿飘,便想着,先试试这只蚊子是不是真的被控制了,本书默是异能,不休先请放心阅读,文章会涉及一些超自然现 不过不是鬼神之类的,李牧还是不太习惯用意念来和文子沟通,还是直接开口道,文子,你家还有几口人啊,文子传来微弱的信息,主人能不能先放开我,我快让你捏爆了,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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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不好意思啊,说完,李牧一脸尴尬地松开了手,紧接着问道,你和之前的你,有什么不同吗?文子,主人,我能在极远的距离联系我的同类,并且,我能把你们人类里的一个成年人的血,吸掉一半,同时让他无法察觉,李牧直呼好家伙,文族道圣,怀如附体,更让李牧 李牧诧异的是,这只文子的智慧,有点高啊,于是试探地问道,你以前也能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得这么清楚,还有,你是怎么来到我家的?文子,不能的,气温突然升高之后,我才有了更多的想法,也能更清楚地表达我的意思,但是我的族群,只能理解一点点,我是跟着主人你回来的,本来想吸,一口你的血,我尼玛,还想吸我的血,那什么,你的族群没有灭亡,文子,死去很多同伴了,但是还有少量的同族,其中和我一样,变成这个样子的,也有几个,但是,他们没有我厉害,厉害, 你有多厉害,我怎么没发现,文子,哦,哦主人,可能你进化的更厉害些,我的飞行速度,可是之前的好几倍,并且在人类苏醒的时候,我同样能不再惊扰他的情况下,吸他的血,就这,没什么用啊,文子,算了你以后跟我混吧,找个机会,给你试试伸手,如果合格的话,我养着你,如果不合格,那就顿了你,没意见吧,文子,行了去休息吧,说完,李牧从空间内,取出一包400立方厘米的血液,当然,在德意治国扫荡药品医疗器械的时候,血库李牧也顺带光顾了一下, 把鲜血倒在一个小盆里,只见这只透明的文子,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冲了过去,几秒钟的时间,李牧就发现,小盆里的鲜血下去一半,惊讶地问道,你是饿死鬼头态,文子,主人我已经十几天没有进食了,好吧,那我先给你几个名字吧,铁柱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文子,主人能换一个吗,不能,就叫铁柱,希望将来你的嘴像铁柱一样结实,行了铁柱,吃饱了睡去吧,盆里血没了,记得喊我,铁柱,好的主人,阿飘啊,你能现个刑,让我看看吗,阿飘 不能,你杀了我的宿主,让我损失了很多的能量,现在我很虚弱,那这只文子,到底是你控制,还是我控制的,阿飘,当然是你,我只是借用了你的脑电波,对它施加了影响,主要还是的,你脑电波强于它,好吧,能给我讲讲,那个四眼巅宫,是怎么召唤你的吗,你到底是个什么,阿飘,四眼巅宫,李牧解释道,就是那个被我干掉的呆壁,你的宿主,阿飘,我是因为陨食材,特殊的能量,能激活潜在的意识,甚至唤醒生物体内的能量,许久之后,李牧突然再次使用运转 脑海中的阿飘,传来一阵急迫的信号,你,不讲信用,对啊,我是坏人来着,怎么能讲信用呢,鬼知道,你慢慢恢复之后,会不会纠战雀巢,先把你给弄死,这样保险一些,阿飘,我是不会死的,只是没有了本能的意识而已,你这样做是徒劳的,那就先磨灭那你的意识,说不定,以后诞生新的意识,还以为我是你爸爸呢,另外,你这点能量我就笑纳了,无法控制,我还就不信了,老子可是有绝世秘籍在手,我说怎么一运转,你感觉到脑海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清凉舒适, 原来没这个效果啊,谢谢老铁送来的能量,阿飘,你这个小人,碧池,啊,李牧闭目盘坐在沙发上,全力运转影,此刻体内的能量急速运转,就连异能也不自觉地掉动了出来,李牧的周身缭绕着一股无形的风墙,不管阿飘是利诱还是威胁,李牧此刻都充耳不闻,先练了你再说,这一做就到了第二天,睁开眼的李牧伸了个懒腰,一脸心满意足的神色,之前每次运转影都有一阵舒爽的清凉环绕在脑海,直到后半夜完全没有了这种感 李牧觉得,应该是成了,但是为了稳妥,又继续开足马力运转影,一直到中午,确定没有异常了,才肯罢休,要不是额醒了,非得再练他一天一夜,不过有意思的是,李牧竟然意外领悟了如何用自己的脑电波去和生物沟通,也可以理解为意念,并且,最让李牧欣喜的还是,获得了一个保命大招,那就是狂化,就跟那天的四眼巅工一样,只不过,这股力量属于可控的类型,再加上李牧本身蜕变八次之后,强悍的体魄,既不会变成怪物,同时会更强 同时对异能同样有着巨大的增幅,不过代价吗,用了才能知道,正打算做饭的李牧,先打开手机看了看斗音,好家伙几乎没有这两天发布的视频,难不成这些博主都嘎了,还是家里发电机,没有油了,也是今天是巅峰高温的第二天,外面逼近90摄氏度,没空调,或者没有身处地下空间,必死无疑,打开APP查看了一下,李牧家有一半空调,都已经罢工了,还好今天过去,气温会降一降,直到连绵不断的暴雨清晰,算了,无所谓了,实在不行,穿上紫外线� 隔离服,先去隔壁小区,毕竟张雨昕这货房子也改造过,只不过高温烫伤肯定是在所难免了,但是看到V信有新的消息,分别是流通,同望书,油条,表哥史言,以及许久没来信息的无恙,只不过无恙发的是短信不是V信,当时李牧也没想过给程璐留下什么联系方式,毕竟看得出来,程璐这娘们具备一定的圣母属性,在末世想要领导一支团队,就别想着什么狗屁民主,就算是末世前的虚伪的民主,也不能要,团队中只能有一个声音, 不然早晚得分崩离析,万一这娘们只要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来找自己,李牧也担心,他忍不住把这些人都给送去往生,毕竟下面凉快点,随后,李牧边查看信息,边给铁柱续饭,毕竟刚跟了自己,不能就三天饿九顿不是,流通,木哥糟了,我这空调,只有四台还能运行了,再献计等怎么办啊,我,李牧,淡定,我给你留了几大袋子消食,自己做点兵,先把空调关了,顶过去,今天一切好说,顶不过去,木哥给你收尸,接下来看到童望书的 信息,李牧着实有点坐不住了,很想立马把他接过来,这种美强唇的女孩子,可是漠视的一块宝啊,万一嘎了,那可是损失惨重,不然,自己这Rio强爽的尺寸,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很寂寞呀,童望书,李牧,我这里遇到了很多怪物,以及变异的野兽围攻,死了很多学生,我自己也受了点伤,不过还好,不用担心我,李牧,今天的气温怪物,绝对不会再出手,等明天我去找你,坚守一天,实在不行自己跑,别犯傻,油条,木哥地下商场内的气温,已经接近四十 设施度,有很多人已经死了,剩下的人集体闹事,要求把空调开了,但是柴油支撑不了中央空调的运行,我杀了十几个人,现在安静多了,就是成姐很生气,打算赶我走,怎么办,成姐对我有救命之恩,我不能扔下她不管,李牧,杀得好,闹事的,必须干净利落地解决了,不然就是个定时炸弹,这次不炸以后,也会炸,李牧心想,这小子挺忠心,想让他跟我混,有点麻烦,但是成鹿这种女人,还是得远离,但还是耐心地回复道,你成姐这人,心软得很,你道 道个歉,态度诚恳点,点名厉害,他会原谅你的,突然李牧有个绝佳的主意,能把油条这小子挖过来了,只不过,牺牲是在所难免的,接着又点开未读短信,李牧瞬间头大,无恙,李牧,我在北极这的安全屋,晚上出去打猎掉进一个洞里,怎么办,在线求支援,外面守着两头变异的北极熊,李牧看到无恙的求救短信,真是气笑了,不过掉洞里了,还能有信号,华为保时捷也有卫星通信了,这大傻子竟然没有回国,县城的避难所等� 留着上交吗?换一面锦旗,外加500块钱,开什么玩笑,拆了也不能上交啊,不然不就便宜那些失餐素味的废物了吗?李牧此刻是真的心累,还特么去北极,末是这种天气,一个月下来北极的兵还能剩多少?无奈只能精神上安慰无恙了,李牧,吴大傻,你他们就是个大傻逼,老子让你回国,去你自己的避难所,你特么去北极干嘛,给北极熊配种,你那两块钱AD盖奶的型号够用吗?我也没办法,老子不会顺移,你自求多福吧,不行你就跟老毛子学学,直接干它就完了, 你活着回来,记得请我吃熊掌,接着看到史盐的球员信息时,李牧的嘴角微微翘起,呵呵,鱼咬勾了,史盐啊史盐,他们可是被你的煞粮害死的,接着李牧开始准备食物,今天心情好自己做,拿出下国厨艺训练学院食神宝典,呸沾了点口水,开始临阵磨枪,龙井虾仁,松鼠桂鱼,红烧肉,小炒肉,三杯鸡,小炒黄牛肉,再来个蒜蓉西兰花,增加膳食纤维,一锅米饭齐活,全是下饭菜,当然少不了� 冰块里,这才有仪式感,这才有冲击力,嗯,桌子上还得扔几盒滑子,再来几瓶茅台,拍照,发送,李牧,表哥,要不你自己过来,我这东西也不不够吃,你也知道,咱进化者饭量大,我最多能养你一个人,自己来别告诉其他人啊,史盐看着李牧发来的照片,全是硬菜,放到末世前,再平尝不过的菜,但是对于末世来临的这一个月,天天啃硬面包,变着罐头,方便面的人来说,无异于蒸修美味,关键是,还有冰块啊,蒸冰块,冰镇的� 酒,还有烟,和台子,凉快舒适的环境,美美的饱餐一顿,吃饱喝足,玩事来跟华子,一觉睡到自然醒,给个皇帝都不换,口水止不住的分泌,舌头不断舔事,已经干裂的嘴唇,史盐想着,自己就先过去,之后跟李牧好好商量商量,说说好话,毕竟小姨这个事,已经过去了,大家都是血脉相连的亲人了,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嗯,就这样,不然再这么下去,就得跟二姨他们一样,吃人喝血了,不管怎么说,也得拉他们一把,下定决心的史盐,趁着打完鸡血的众人, 都在休息的时候,找到二姨一家和小舅舅,把李牧邀请自己过去的事情,简单说了一下,这时,小舅王金龙一脸急切开口说道,这小子,不会想把你骗过去吧,要知道,现在是什么世道,大家都都缺吃少喝的,万一这小子没人性,那你岂不是,王金龙没办法,只能先稳住史盐,毕竟要是没有史盐出去搜寻物资,他们能有水喝,能有烟抽,二姨父吴志安,也连忙开口道,是啊,大言,这小子靠谱吗,你别让他骗了,史盐看到二姨王梦没有坑气,安慰地说道,没事的小� 二姨父,你放心吧,上次那一大包吃的,喝的就是小木给我送过来的,他那不缺物资,我这次去了,肯定跟小木好好说道说道,大家都是亲切,尤其是在这末世之下,咱们更应该互帮互助的,不过史盐也留了个心眼,没有把李牧发给他的照片给拿出来,不然大家都吵吵着,要跟自己去,一旦李牧拒绝了,赶不及返回,太阳出来,他们必死无疑,王梦这时开口道,大言啊,吃不吃的无所谓,这人啊,要想在这末世中坚持活下去,就得有个念想,如果合适的话,试探一下,李牧 小木愿不愿意跟着咱们信仰上帝,这孩子太苦了,一个人在这末世里,没人帮衬得多寂寞,如果他愿意加入,咱们教会这个大家庭,大家一起相互帮助,肯定比他自己一个人好,史盐听到二姨王梦的话,一脸为难地说道,小木不缺吃喝的,让他加入教会呢,看出史盐担忧什么,王梦叹了口气说道,傻孩子,他要是加入教会,那么他的物资理应贡献出来,大家同甘共苦吗,有了足够的食物和水,咱们也就不用向上帝献祭了,史盐一听也是,如果小木愿意提供帮 那么,大家的日子多蛮好过一些,大不了之后,如果气温降低,自己多找一些物资回来补偿他,想到这,史盐相是说服了自己,立马拍着胸脯保证地说道,行,小木说过,两天气温可能会有所降低,到时候,我先过去看看,如果他那地方够大,咱们再把大家接过去,或者我和小木把他那的物资搬过来,咱们一起相互扶持着过日子,这时,一男一女两个少年,一起开口道,大表哥,我也想去,正是王梦的一儿一女,姐姐无缘,弟弟无畏,听到自己孩子的话,王梦眼睛一转, 立马开口道,大言啊,以前咱们还在老家的时候,你和小木这孩子,就经常带着圆圆和小薇一起玩,带上他俩,说不定小木心一转,就同意了呢,王梦不知道的是现在的李牧,早已经不是他印象里的那个好忽悠的傻子了,而是是人命如草芥的狠人,不仅心狠,手段更是毒辣,史盐考虑了一下,点点头说道,行,如果过两天半夜的温度确实不高,我亲自带着他俩去,看到史盐点头,王梦一家,还有王金龙都开始提前庆祝,仿佛马上水和食物就不缺了,至于教会里等 一群牛马牲口而已,还不得受自己摆弄,史盐往商场上面走去,来到出口处,当即给李牧发送了V信,突然发现,只有一格网络信号,随即编辑短信告诉李牧,这几天气温合适,自己过去跟他会合,看到史盐发来的短信,李牧嘴角露出一丝嘲讽,回信道,好嘞,我家的地址在,等你来啊,我的大表哥,放下手机,李牧又成了一盆大米,大口灌了一口冰镇啤酒,继续开炫,一直到了凌晨,感受到气开始降低,李牧决定,先去童望书 那里看看,如果顺利的话,不仅阿威是八事,就算是七十二路霸王枪法,都能尽情地施展出来,毕竟,大幕也需要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决战到天亮的那种,不然总是虐菜,很难尽兴,晚上刚到十二点,李牧补了一顿夜宵,思前想后保险,一点得有人掠阵,于是给胖子流通,和油条打了个电话,说出去放放风,在原地等他,结果一听,能出门放风,胖子流通那个高兴啊,又准备喊一副,也是没办法,他流通在前程人生地不熟的,现在网络信号越来越差 没有地图哪敢出门,万一天太阳出来之前,回不了家,那就真成死胖子了,油条则是在商场憋们坏了,刚从缅北逃难回来没两天,就遇到了末世,刚逃难进去地下商场,又被方士龙当牛马使唤,最后还给官冷库里,被李牧救出来之后,也是一直在地下商场,闷热难耐,听到李牧叫他出去放风,也是忍不住和成露说了一声,成露笑着看着油条说道,行了,你去吧,有李牧我放心,说着,就把李牧送他的P90冲锋枪放在桌子上,说道,听李牧说过,外面还是很危险的 有变异野兽出没,还有进化失败变成怪物的人,你拿着也多一份保障,油条看到成露竟然把防身的两件宝贝拿出来一件给他用,感动得不行不行的,以前在缅北都是相互提防,恨不得下一秒弄死对方,不过油条犹豫了一下,还是拒绝道,成姐,我可是异能者,尤其是晚上,那就是我的主场,放心吧,说完,也不等成露拒绝,便扭头奔直地下出口,成露看着油条那青色的面孔,不禁玩耳一笑,真是孩子心性,摇了摇头,去哄女儿睡觉去了,不多时,李牧开着 沙地突击车,接上流通和油条,接油条上车以后,流通好奇地向李牧问道,牧哥这柴火赶谁啊,咱们带他干嘛,李牧懒得跟流通废话,继续开车,朝101地下攻势急迟而去,丢下一句,你自己问,这也就是,气温一下子降低十几度,不然跑不了多远,轮胎就得报废,发动机都得拉缸了,油条本就不是个多话的人,听流通的意思有点瞧不起自己,也懒得搭理他,但是流通可是个嘴炮,一路上不停地问这问哪,见油条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自己,流通嘲讽道, 别一会儿,求胖爷仗鸭,油条被烦得不行,直接回怼道,死胖子,你先顾好自己吧,别一会儿被人追得跑,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掉的,流通一听,油条这瘦马赶,赶对自己,顿时就不干了,刚要开喷,开车的李牧也是被烦得脑人疼,从后视镜看了一眼,说道,你们两个卧龙凤厨,能不能安静会儿,马上到地方了,有变异野兽,有怪物,说不定有一场恶障,还不赶紧养精蓄锐,流通一听,卧龙凤厨立马嚷嚷道,牧哥不带这么 几对人的,这卖油条的,怎么能跟我肩并肩,油条也抱怨了一句,卧龙凤厨算了,种虎我绝挺霸气,这胖子,最多算肥龙,看着也确实像个厨,流通立马急眼道,哎呀,你个瘦狐崽子你,行了,快到地方了,都给我安静点,流通小声嘀咕道,卧龙挺好的,卧那不动多舒坦,来到101地下公市不远处,把车停到吴越宾馆门前,三人安静地在车内静坐了十几分钟,李牧细细地感知着周围风的律动,确定方圆几百 没有危险以后,说了句,下车,空气中依旧灼热难耐,微风带着热浪肆意浮过,估摸着应该不到60摄氏度,这几天温度开始持续走低了,李牧兴想着,紧接着打开后备箱,喊过来流通二人,指着里面的东西说道,赶紧换上,流通拿出其中一个大号的黑色的行李包,打开一看,有防弹衣,头盔,全套的防刺作战服,还有枪械,手雷,闪光弹,顿时头皮发麻,弱弱地问道,哥,义父,这次又要玩面,油条则是没有墨 打开属于他的小号行李包,没几分钟就穿戴整齐,看到AK15突击步枪,油条心里说不出的震惊,国内不是进枪吗? 目哥从哪搞到这种高激活的?看出油条的疑惑,为了缓解自己紧张的情绪,流通当即嘲讽道,寿虎不懂了吧?我目哥可是空间异能者,末世前,我目哥就察觉到不对劲了,立马全世界范围大采购,好东西多着呢? 油条羡慕地看了李牧一眼,立马回对胖子道,说的这妖牛逼的是你一样,没用的死胖子,嘿,比划比划,虽然流通比较害怕跟怪物拼命,但是面对人流通还是敢豪横一下的,行了胖子,赶紧地换上,小命多一份保障,又过了几分钟,流通磨磨蹭蹭换好装备,拿起M249一脸稀罕地说道,我还是喜欢这玩意,没别的,就是持久,李牧看了一眼油条考虑了一下,说道,胖子把你补金叉拿出来,听到李牧开口,要自己宝贝匕首,流通也没犹 直接拿了出来,递给李牧,下一秒就见李牧把自己的宝贝转手给了油条,流通立马急眼道,牧哥这不是你送我的吗,怎么送给这个病虎了,他那马敢体型还能进展,又见李牧把自己的补金叉也交给油条,流通感叹道,疯了,绝对是疯了,李牧则解释道,咱俩用普通货就行,关键时候有糖刀呢,以后喊他小刀,人家早改名字了,另外,他是前行异能,和你的异能是绝配,你正面扛一波,他能直接上去摘腰子,这可是缅北混过的狠人,惹急眼了,小心他嘎了你 说完,扔给刘通一把原厂的精品补金叉,刘通接过来,满脸苦涩地说道,好吧,听你的,随后看了一眼油条,说道,病虎,你可得爱惜这点,我这把补金叉是一把善良之刀,我一直舍不得让他见血,刘条把两把补金叉插到左右腰间,冷声道,放心吧,今天就给他破个处,见见血,你,见刘通没完没了,李牧低声说道,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明白,说完,二人跟着李牧朝101地下宫市走去,而铁柱已经先李牧三人一步,悄无声息地 朝着地下宫市周围去侦查,正当三人来到宫市入口处,一股浓郁的血腥味扑面而来,而地上则有几具怪物和变异野兽的尸体,都是脑袋被戳了一个窟窿形成的致命伤,看到这伤口,李牧心里有谱了,铜望书实力不容小觑啊,这怪物自己蜕变了七次的时候,都差点阴沟里翻船,不过李牧更好奇的是,铜望书的异能是什么,不用怀疑,铜望书这种猛人都觉醒不了异能,其他人歇菜吧,收到铁柱传来的信息,铜望 端着枪率先向入口而去,刘通和油条带着夜市仪紧随其后,随着李牧三人不断地深入,死亡的变异野兽的尸体,以及大量的尸体碎块逐渐增多,燥热的空气使得血腥味以及内脏的腥臭浓郁无比,刘通走在满是碎肉的地下宫市通道内,不断地发出雨的作呕声,就在这时,地下出现了两个通道,几乎都传来了打斗的声音,刘通则是冷峻地看着前方,抿着嘴不说话,而刘通则是整个人都微微有些颤抖,李� 请不认援助一把,其中,如果有一个叫童望书的女老师,你俩就说是我的朋友,刘通点了点头说道:"放心吧,穆哥,"刘通则怯懦地说道:"穆哥我能跟着你吗?这瘦马感让我很没有安全感啊!"听到刘通的话,刘通不屑地瞥了他一眼,呛声道:"我还不想带你呢?一看就是个废物!"哎……卧槽,嘎腰了……你看不起谁呢?刘通尽管害怕,但还是不想被这个刚认识的瘦马肝小瞧了,于是一挺胸,咬牙说道:"咱俩走一路,让你见识见识胖野我的威力……切 行了,有什么不满的完事之后再说,当务之急,是先找到人,再把怪物解决了,你俩夹把劲,哥争取给你俩找个嫂子!"刘通露出大白牙,咧嘴一笑:"放心吧,哥,我一定努力……说完,朝着右边的通道走去,刘通则是看了李牧一眼,看到李牧那鼓励的眼神后,一咬牙,身上没有被防弹衣包裹的地方,顿时浮现出一层土灰色的保护层,紧跟着刘通去,李牧嘱咐道:"遇到活人,记得弄点动静出来,别忘了你可是大帝之主,只要在地上 你谁都不用鸟,刘通头也不回地伸出右手摆了摆,看来左边的通道留给自己咯,不过没什么分别,李牧自语道,左边通道内,刘通追上了油条,轻声喊道:"嘎腰咯,别那么忙,看你瘦的都没二两肉,来,跟在我身后,一会儿让你见识见识胖爷的金刚不坏,"虽然油条觉得这胖子又猜又蠢,但是图属性的异能,在地面上不论攻击力还是防御力,绝地有先天优势,默不作声地放缓了脚步,让刘通走在自己的前面,前方的打斗声已经变 刘通紧张地咽了咽口水,想找个话题不让自己那么紧张,于是紧张地说道:"刚刚你那么高兴干嘛?"穆哥说的是:"你努力,他给你找个嫂子,不是给你娶个媳妇,还傻高兴,"刘通紧盯着前方轻声说道:"给我找个嫂子,不挺好的吗?我这条命是穆哥救的,他过得开心,那我就开心,"妾,"看不出来,你这么讲一切,"刘通撇了撇嘴,"嘘声,"刘通立马紧张地问道:"怎么了?怎么了?你看到什么了?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刘通懒得和刘通解释什么,"催促地说道:"快点 走,声音没了,万一活人都死了,没法给穆哥交代,刘通做了个凶狠的表情,仿佛再给自己打气,扭头对着油条说道:"放心,管他什么牛鬼蛇神,胖爷爷,我金刚不换,"跟紧我,越来越浓郁的血腥味刺激着二人的神经,肾上腺素开始加速分泌,二人的脚步也逐渐加快,左边通道随着不断的深入,地上被啃食的残缺不全的人类四肢越来越多,当然,变异野兽和怪物的尸体同样也不少。李牧停下脚步站在通道内,静静地感受着依� 脚引不断吸附过来的能量,虽然大多数已经溢散了,但是还有一些,几秒钟后,吸收完这股能量,感觉到体质再次有了提升,虽然很微弱,但是有增长就是好事,李牧此刻越来越期待第九次蜕变的到来,到底还会开启什么样的能力,边走边想着,流通是土石类异能,油条则是前行,虽然自己有隐身,但是冷却时间和使用代价太大,既不方便也不持久,虽然风属性异能也不错,但是,总感觉别的更屌一些,算了,随缘吧,轻轻叹了口气,李牧继� 往前走去,突然出现一声野兽的嘶吼声,只见一只体型堪比音被大猩猩的猴子,双目星红地看着自己,果然啊,进化成功的野兽,还真是凤毛麟角,大多数都是一些进化失败的畜生,神志错乱,暴虐异常,大大大大,李牧直接抬手,就是一梭子,通道空间本来就不大,再加上李牧这变态的身体,基本就跟开了无后坐立挂一样,一梭子打完,看见猴子硕大的身躯倒在地上,李牧也不急着过去,换好弹夹后,又朝着猴子的尸体,边施了� 几枪,确定没有危险后,李牧才上前查看,才发现猴子的整个脑袋基本都被自己打烂了,脖子的地方也只有点皮肉,还连接着,不过能吸取的能量的棘手,看来进化失败的生物,不会提供太多的能量,还是得异能者才行,活着进化成功的野兽,就在这时,铁柱传来危险的信号,李牧的前方出现了一个大哥的怪物,信号越来越急促,铁柱让李牧快点走,离得太远,李牧也无法主动和铁柱沟通,只能被动地接收信息,但是铁柱传来的危险 信号并没有让李牧退缩,相反更多的是兴奋,不由地加快了脚步,朝深处走去,不多时,来到一处空旷的空地上,地上有几具掠食者的尸体碎块,同样野兽的尸体也是如此,鲜血内脏流了一地,刺鼻的腥味,不断地刺激着李牧的嗅觉,不过在看到,不远处墙角的位置,有一个断了一臂的中年男子,面色苍白,一副失血过多的模样,李牧赶紧走上前去,来到中年男子的身边,咦,没有能量,难不成没死,李牧拿出肾上腺素,对着 中年男子的脖子就扎了下去,不多时,男子醒了过来,目光略微有些呆滞,片刻后看向李牧,问道,这位同学,小心这怪物太厉害,赶紧走,随着一声怒吼,一个身高两米多的怪物,从一处分支通道内走了出来,巨大的手中,还踢着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拿到嘴边咔嚓一口,整条大腿便进了怪物的嘴里,肉块和骨头被咬烂的声音,鲜血不断地从其嘴角流出,李牧的瞳孔猛地一缩,他妈的,还真是个大哥,暴食者,比特111名还高,依旧不废话 抬手一缩子,不过接下来的场景让李牧的神色无比的凝重,除了极少数几颗子弹卡在了暴食者的肉里,还露出弹头的一部分尾部,其他的竟然都被这变态的肉身给挡住,掉落在了地上,操,有的完命了,我特么怎么这么倒霉,童旺叔啊,童旺叔,你要是不给我生十个八个的,我亏大了,眼见七,六十二口径都造成不了多少伤害,只能拔刀完面了,说实话,李牧重生回到末世,就想着好吃好喝狗着,坐看风云变换,但是,无奈人的欲望会无限� 哎,都是饱暖私营欲惹的货,还是曹都主说的对,人啊,就不能吃饱了,吃不饱的时候,只有一个烦恼,一旦吃饱了,就会有无数的烦恼,被李牧扫了一梭子的暴食者,扔掉手里的尸体,咆哮着,朝着李牧冲了过来,知道暴食者是掠食者的进化版,是有一些理,智和智慧的,并不像掠食者一样,只有杀戮和进食的本能,李牧立马调动异能,一层无形的封铠甲,顿时出现在周身,步伐更加轻盈,速度更加的快,很快便和暴 暴食者缠斗在一起,还真是不怕怪物强大,就怕怪物有理智,李牧多次想卖个破绽给暴食者,好来致命一刀,赶紧结束战斗,奈何这个怪物压根不上当,而挨了李牧十几刀的暴食者,最深的一道伤口都不足一寸深,而暴食者是狂性大发,越战越勇,李牧虽然还没有出现体力不支的情况,但是,如果继续这么耗下去,自己迟早得玩玩,此刻李牧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狠意,毫无保留的施展异能,锋利的锋刃附着在锋利无比 的糖刀之上,对暴食者的伤害立马上了几个台阶,就当暴食者挥来一巴掌,想把李牧的脑袋拍飞时,借助风势,李牧瞬间平移后退,全力挥出一刀,竟然直接斩断了暴食者的右手,似根如同胡萝卜粗的手指,下一刻直接隐身不见,无奈的是,这些怪物,不论是暴食者还是掠食者,嗅觉都极其的灵敏,虽然眼中的猎物突然消失不见,但是凭借着气味被疼痛,刺激之下的暴食者狠狠地朝气味所在的位置撞去,就 不知道,操,虽然暴食者只有一秒钟的愣神,但是对于李牧来说,足够缓冲了,眼见暴食者庞大的身躯狠狠地向自己撞来,隐身状态下的李牧高高跃起,双手持刀横扫,快如疾风的一刀,带着锐利的锋刃扫过暴食者的眼睛,刹那间,暴食者的两颗眼球被一刀划破,黑红色不断涌出,被激怒的暴食者追寻着气味的来源,不断挥舞着成年人大腿那么粗的胳膊,一心想要拍死这个小个子,奈何依靠着气味 的寻找,总是慢了半拍,虽然暴食者的眼睛被自己一刀划下,但是嗅觉以及危机直觉依旧非常灵敏,李牧多次偷袭之下仍然没有太大剑术,没办法,如果真的用石成力挥砍,万一刀身卡在暴食者的骨头或者肌肉里,来不及拔刀的李牧,就只能空手迎战了,而周围空旷的百十平米的空间内,也没有其他遮掩物,想辗转腾挪的迂回都做不到,就在李牧想要慢慢耗死眼前这只暴食者时,墙角处坐靠着墙的中年男子,竟然开口指点李 李牧该如何用刀,李牧也算前世今生练刀也有两年多了,重生回来之后,更是苦练不错,流通也是倾囊相授,虽然嘴炮比实战厉害,但是见识可不是李牧比得上的,听着断臂中年人指点了几句,李牧咬牙堵了一把,嘿,果然好使,不仅一刀斩下来暴食者的一只右手,更是刺穿了暴食者的腰子,虽然造成的伤害不大,但是效率更高,也更节省体力,其实李牧也想到解决的办法了,一只瞎了的暴食者,李牧只要戴上防毒面具, 几个催泪瓦斯扔出来,干扰气味很快就能解决战斗,但是这中年人愿意指点李牧,关键是指点的都在点上,让李牧本身用刀石的别扭之处全都变得极为顺畅,果然啊,有名师指点加上实战才是进步最快的方式,但是绝对不能作死,正在李牧考虑是不是要救了这个中年汉子,带回去让他教自己刀法师,一时分神被暴食者紧剩的左手一巴掌拍中,来不及提刀格挡的李牧,眼神凶狠的下意识的左手挥拳迎了上去,意外之喜啊,原本李� 李牧打住,丢了武器,救完独子了,结果两拳相撞,李牧也仅仅是后退了五六步,暴食者同样也被李牧打退了两步,顾不上气血翻滚带来的不适,李牧按照中年人的指点,继续挥刀上,多好的活靶子啊,几分钟的时间,暴食者的身上刀口不计其数,仿佛一件军裂的瓷器,每一道刀伤都深可击鼓,其实所谓的技巧只是出刀的角度以及出刀收刀的时机,当然要是没有明师指点,李牧纵然能领悟,那也少不了再打个几十场恶 但是蜕变八次可不是说说的,不只是身体骨骼的强度的增幅,更是涉及到了大脑的开发,不多时地上都是暴食者的四肢以及肉块,一只体型庞大,肉体强横,让一般的异能者对上都头疼不已的存在,被李牧生生用刀给肢解了,结束战斗,喘匀了气的李牧,这才赶紧来到断臂中年男人的身边,李牧焦急地问道,这位老师,你怎么样,需要什么药品吗?中年男人似乎因为肾上腺素衰退的原因,呼吸变得极为困难,面色更加的苍白,摇了� 头说道,不用费事了,我活,活不久了,断了一条胳膊没什么,关键是内脏都被震碎了,听到这,李牧神色一暗,中年男子却坦然一笑道,没,没关系,不用伤心,就是,就是,不甘心啊,其他几位老师都觉醒了很实用的异能,而我则是觉醒的,类似同树的异能,呵呵,天不遂人愿,暴食者哪有什么心神能让我控制的,嗨嗨,再给我来一针肾上腺素吧,让我交代几句话,李牧犹豫了一下,还是再拿出一支肾上腺素,对着断臂中年男子的 脖子来了一针,一分钟不到,这中年男子的苍白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润,李牧刚要说什么,断臂中年男子打断道,听我说,我看你也是练刀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火候足够,我梁文涛是练的是家传刀法,虽然未必适合你,但是你也可以借鉴参考,这个末世对习武之人来说,其实是福音,我的背包在隔壁的通道内,我的同事以及学生也在那里,找到我的背包,我的一些刀法,心得体会都在平板电脑里,你练的是唐刀,虽然跟我不是一个鹿子,但是天下刀法,万变不 不离其宗,我的心得体会你用得上,唐刀啊,一刀一剑,一些剑法的招式用在唐刀上还能有奇效,我的心得体会里也有关于剑法的,还有一句忠告,如果能力不足,保存自身才是最重要的,别学我,当然了,我不后悔,毕竟这都是我的学生啊,可恨的是,搭上这条命,还是一个人也没救下,你,看着中年人突然头猛的一点,李牧眼睛盯着中年人说道,这位老师,如果有来生,尊重他人生命,放下助人情节,穷则独善其身嘛,您说呢, 梁老师,说完,李牧再次调动异能,开始吸收暴食者以及这位梁老师的异能溃散的能量,足足过了十几秒,李牧深吸一口气,苦战的疲劳感被驱散,眼眸更加的明亮,暴食者以及一位特殊异能的梁老师,让李牧感觉离八次蜕变得圆满不远了,而自己的异能同样感觉进了一大步,就在这时,地面传来一阵抖动,仿佛地震一样,看来流通他俩已经和那边的怪物交上手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遇到同望书,李牧把这位梁老师的尸体收 进空间金石内,开始一路急迟,原路返回到交叉口的位置,右侧通道内,流通和油条一路上解决了不少的掠食者和变异的野兽,累得流通一屁股坐在地上不断地吐槽,搞你嘛,什么野生动物公园,一变异,全特么跑出来了,这是要累死胖眼,操,油条懒得说话,只是警戒地看着四周,大口喘着粗气,片刻后,用脚踢了踢,靠着墙不断骂街的胖子,流通头也不抬地说道,干嘛,不能让人喘口气啊,油条则没好气到,咱俩已经没子弹了 再遇上怪物,只能肉搏了,赶紧起来,不然一会儿动起来,你更难受,叹了口气的流通,不情不愿地站了起来,继续往里走,双手握着糖刀,怎么看,怎么像归田进村,油条则是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双手紧握补金叉,警惕地看着四周,一旦出现危险,只要胖子扛住,油条就能开始收割,这一路上俩人的配合越来越默契,奈何遇到的全是进化失败的变异野兽,以及掠食者,只靠异能本能地去吸收能量,是无法吸收这些没有异 能本源的能量的,也就礼目拥有瘾,才能刮第三尺,贼不走空,走了没多远,二人便听到一道女人的娇翅声,走近一看,差点没给流通吓尿了,正准备转头跑路,等待支援的流通,被油条抓住了胳膊,流通疑惑道,没看见啊,两米多高的怪物,还他们是两个,还有两只比应被大猩猩,还大两圈的猴子,你想去送死,流条眼神凝重地看向前面一男一女,很勉强地抵抗,陈生说道,那个大高个女孩,应该就是木哥说的女老师,怎么你要见死不救,别忘了, 木哥带咱俩来的目的,流通看了一眼前面的战况,估摸着,再有个几分钟,这俩人肯定被撕成碎片,但是恐惧让他打起了退堂鼓,油条再次说道,别管那个男的和那两只猴子,你过去拖住一只大高个怪物,我结果了他,流通想了想一咬牙说道,行,试试看,不过还是全力催动一能,地面肉眼可见地开始颤动,希望木哥收到信号,赶紧来,四只怪物和厮杀在一起的一男一女,皆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给吓了一跳,抓准机会,流通顶着石块形成的� 鞋甲,举着糖刀,嗷嗷叫地冲向了其中一只暴食者,油条紧跟其后,刚准备出手,就发现没过几招的流通被暴食者一拳给打了回来,身上的石块鞋甲出现一个篮球大小的凹陷,流通拄着刀,刺牙咧嘴地站了起来,看向油条问道,你他们倒是上啊,油条一头黑线地说道,你特么也就五秒,我刚找到机会,准备动手,你就滚回来了,这能怨我,流通胖脸一红,死死地盯着前方依旧狂暴进攻的那只暴食者,狠声说道, 真当胖也是你捏的,放心这次铁定十秒以上,说完再次咆哮着,冲着那只暴食者满过去,只不过,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流通突然止住身形,一拍大脑瓜子,对啊,我特么法师啊,又不是满夫,下一秒,地上突然出现数根十字的地刺,让原本不断挥拳的两只暴食者突然被打断进攻,让艰难招架的童望,疏松了一口气,获得喘息之机的童望书,瞥了一眼远处的胖子,继续持枪进攻,两只暴食者则不断地打断节奏,暴怒地,� 转向流通,流通直接开大了,一睹石墙拔地而起,嘴角流出一抹笑意,两个大傻逼,我倒要看看,你们头有多甜,下一刻,石墙轰然暴碎,流通满脸的不可置信,率先冲来的一只暴食者张着大嘴咆哮着,挥拳砸向流通,震惊且恐惧之下的流通,两条大粗腿不听使欢的打战,正大打算闭眼任命,突然感觉重心不稳,一下子摔倒在地,原来油条看到胖子竟然原地实化,也是情急之下,一个扫堂腿放到胖子,不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胖 胖子便抱将西瓜了,这时,童望叔也提强杀到再次把两只暴食者圈到自己的攻击范围内,油条一抓流通房弹衣背后的救命带,猛地向后一甩,接近300斤的流通竟然被甩出七八米远,下一秒,油条消失在了原地,突然出现在其中一只暴食者的后背,双手持刀狠狠地扎向暴食者的后腰,刀锋如肉的瞬间,原本认为时拿久稳的油条脸色闪过一丝惊诧,被刀扎入体内的暴食者猛地一转身,油条连刀都来不及拔,再次 消失在阴影中不断地游走,怎么可能,这货没有腰子的吗?油条抓破脑袋也想不通,根本的原因就是捕金插刀身只有20公分,太短了,而另一边的类似监狱栅栏的后面房间内,二十几名学生模样的男女,喊着,那个胖子,你干嘛呢?还不帮忙啊?真是废物,就是,吃那么胖,肯定不缺吃的,没想到是个草包,要是把吃的给了咱们,说不定咱们也能再出现一两个高级蜕变者呢?就是,就是,听到一群学生对自己的冷嘲热讽,流通脸上也是挂不住 战况陡然生变,一只巨猴突然舍弃自己的目标,一动从侧面朝着童望书偷袭,一找上去,童望书紧急抽枪回房,咔嚓一声,枪杆被童望书和巨猴抓住的瞬间,一只暴使者篮球大的拳头砸断了枪杆,童望书身形一转,急忙后撤,这时,流通赶紧释放异能,给童望书罩了一身实质铠甲,硬抗了巨猴的一爪,找到机会的油条,再次出现在那只腰部两侧插着补金插的暴使者,油条双 双手握刀,猛的一把,被疼痛刺激到的暴使者,回身一拳,竟然砸在巨猴的脸上,巨猴接近两米的身形,顿时飞了出去,油条紧接跃起,双手突刺,向后一拉,这只暴使者的脖子,顿时涌出大量暗红色的鲜血,一击得中,油条抽身撤退,而失去了枪杆的童望书,单独对上一只暴使者,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要不是流通全力调动,亦能维持童望书身上的实质铠甲,此刻近乎历劫的童望书,已经 被砸成肉饼了,就在两只暴使者准备同时进攻童望书之时,哄的一声,剧烈的声响,让在场所有的人耳朵嗡鸣,其中一只暴使者的脑袋突然炸裂,铁栅栏后的学生流露出惊恐的表情,而童望书,以及那位同样苦苦之称的男老师,据是惊得说不出话来,声音的传来处,弥漫的烟尘中,传来不急不缓的脚步声,刘通则是高兴地喊叫着,狗畜生,你特么在横啊,看看马上你还能不能支冷起来,胖子,你要是不 怂,早就干翻,一只暴使者了,熟悉的声音让流通再次产生了一种高喊义父的冲动,话音刚落,激荡出烟尘的通道内,走出一道年轻的高挑身影,肩上扛着一把一人高的大居,嘴角微微上扬,挂着微笑缓缓走来,童望书看到李牧,顿时眼睛一亮,天使的脸蛋上那一抹疲惫之色都有所缓和,毕竟这位,小弟弟的功夫可是不弱,如今还带着能击杀这巨大怪物的重武器,局面被被扭转了,这时,一旁对战两只巨猴 看着这个年轻且从容的男人,又看了看童望书的惊喜的神色,心中燃起一股无名的怒火,油条则是对着李牧点了点头,流通激动的手舞足蹈,立马冲上,前去诉苦,牧哥,卧槽,这几个怪物,太特么梦了,关键是,还有些智商的样子,你要再不来,就只能吃鞋了,李牧没好气地笑了笑说道,吃鞋,都死完了,谁特么扮鞋,我吃自己啊,行了,别废话了,我解决一个,你和油条解决一个,剩下一个,李牧看向那位看自己眼神的不善的男老师,这位老 老师,一个你应该没问题吧,听到李牧的话,蒋玉不由得一阵恼怒,一脸不屑地说道,我需要你们帮忙,我,李牧也不给蒋玉装逼的机会,直接打断他的话说道,行那就这么定了,蒋老师还对付那两只猴子,油条,胖子你俩,给我掠阵,接着又走到童望书身前,拿出一瓶麦洞,一瓶矿泉水,以及两份土豆牛肉自热饭,望书你先休闲,补充补充,剩下的交给我,看得栅栏后的一帮学生,猴头翻滚,缺水状态下,已经分泌 你不出来口水了,童望书呆呆地接过李牧递过来的水和食物,不知道在想什么,脏兮兮的翘脸,微微泛红,他,竟然喊我望书,他才21岁,他,李牧没看出童望书剧烈的心理活动,微微低头在童望书耳边轻声说道,赶紧吃,好好恢复体力,不然谁来带着这帮学生活下去,童望书看着手里的食物和水,确实,学生有30多个,而这点东西也不够分的,便由着李牧扶着自己的肩膀到一旁坐下,随即李牧看向如临大敌的� 大敌的暴使者,笑了笑说道,你怕什么,我又不吃你,只是想打死你,李牧不知道的是,眼前的这只暴使者闻到了他身上同类鲜血味道,脑海中传来一股强烈的危机感,随着暴使者怒吼一声,脖子上的鲜血不断流出,硕大的身躯笔直地朝李牧冲来,仿佛吹响了进攻的号角,两只巨猴同样嘶吼着朝蒋狱再次杀去,看到暴使者脖子上的伤口,暗道,这意外之喜啊,随即把手中的大鞠抛给胖子,赤手空拳地迎了上去 只听东的一声,两道身影一触即分,这一幕看得栅栏后的一众学生惊叫不已,童望书更是眼睛都直了,李牧这是人形怪兽啊,自己强化型亦能傍身,也不敢和眼前这个巨大的怪物硬碰硬,李牧难道也是强化型亦能,油条和流通则是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暴使者心红的双目之中闪过一丝疑惑,这个矮子竟然没被自己一拳打死,后退了几步的李牧,摆了个百米冲刺的姿势,脸上浮现出一抹诡异的笑容,越有智慧的� 还没等他动手,李牧已出现残影的速度冲向暴使者,一时间拳影翻飞,胸腹不断受到垂击的暴使者不断后退,直到后背顶到墙壁退无可退,咚咚咚,如同雷鼓一般的声音从李牧与暴使者的身上传来,被打得如同的沙袋一样的暴使者忍受着剧痛,两只脸盆大的手掌狠狠地拍向李牧的脑袋,当进风袭来的时候,李牧一个左正灯,右脚如滑冰一般,借力猛地向后滑去,眼见攻击落空,暴使者挥舞着硕大的 拳头继续攻向李牧,突然李牧的身影从面前消失,下一秒刚刚嗅到李牧气味的暴使者刚准备抬手向空中打去,突然再次显现身影的李牧,以更快的速度一个右边腿狠狠地甩向暴使者的脑袋,咔的一声,暴使者脖子一歪,巨大的身体向一侧倒去,肌肉被油条双刀割断,没有了厚实的肌肉保护,再强壮的骨骼也经不住李牧施展异能,凭借风势的全力一腿,李牧落地轻盈,如同羽毛一般,看着眼前脖子 歪掉的暴使者,李牧松了一口气,果然是一通百通,梁文涛老师传授的技巧,被李牧灵活地运用在拳脚功夫上,其实也就是在战斗中把自己的优势最大化,精准地把握战机,一旦得手,不死不休,如果是面对一个武林高手,那李牧还是发挥不出来多少实力,但是暴使者一个进化失败,智商还有缺陷的怪物,除了有膀子蛮力,速度快点,还抗揍,就是一个拳把子而已,正当李牧刚拿出糖刀,准备把刀切下来这暴使者的脑袋时,让所有人震惊 听的是,脑袋搭拉着的暴使者,竟然缓缓地站了起来,油条瞪大了双眼,死死地盯着犹如不死生物的暴使者,流通更是抱起粗口,卧槽,脖子断了还不死,但是,看到李牧手持糖刀,连拔刀的意思都没有,心中大定,转而嘲讽地喊了两句,傻大哥你就活吧,谁特么能活过你啊,牧哥,干他,李牧听到流通的嘴炮输出,摇了摇头,也不拔刀,直接把糖刀当棍子一样,朝暴使者颈鼓断裂的位置抡去,刚站起来的暴使者, 直接被打了个亮枪,李牧接下来更是不断抡动手中的糖刀,不断杂击之下,暴使者终于没有再站起来,李牧按道,幸好用的铁花木当刀鞘,还在两侧包裹了一层S110V缸,当棍子轮真特么好用,李牧没有察觉到的是,他这一番残暴的举动让正喝卖动的童望书直接一口喷了出来,其他人更是心里产生一个想法,不能惹他,这货比怪物还残暴,接下来,李牧看向还在战斗中的奖狱,迟迟拿不下两只巨猴的奖狱,因为李牧 李牧已经结束了战斗,而更加心急,被一只巨猴一巴掌拍在肩膀上,咔,鼓猎声传来,蒋狱手持长刀不断后撤,油条,胖子,去帮帮这位老师,不然,猴子要是吃饱了,更难对付了,听到李牧的话,刘通瞬间顶上岩石铠甲,朝着其中一只猴子的侧身撞了过去,主要还是李牧轻松干掉,一只暴使者给了刘通巨大无比的信心,巨猴被突如其来的胖子撞得身形一歪,险些站立不稳,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觉得自己腰间 一凉,扭头一看,一个身材不高,皮肤有黑的人类,正一脸笑意地看着自己,手中的两把匕首上,竟然各挑着一颗腰子,正在愣神之际,刘通怒吼一声,颇猴去死,锐利的唐刀静直,斩向巨猴的脖子,刘通毕竟也是蜕边六次的体质,再加上,只要在地面上,那就是他的主场,施展异能的刘通,只要站在地上,那整个人的力量速度还能提升一大截,不然也不能和李牧在力量上拼一下子,不出意外,巨猴的脑袋静直地飞出, 褐色的血液如同喷泉一般高高喷出,刘通立马后退几步,躲开血喷泉,神色巨傲的环视了一圈,主刀而立,看谁还敢小瞧胖眼,哼,少了一只巨猴,将狱的压力顿时大减,尽管有伤,依旧在几分钟后,成功斩下另一只巨猴的脑袋,至此,所有的怪物全灭,而李牧则是依靠引快速吸取这死亡的怪物异散的能量,咦,不对啊,怎么有股能量这么强,比这四个怪物强多了,李牧细细地感受着能量的来源 明显是来自栅栏之后,难道还有一个老实挂了,算了,管他呢,无主之物,有得者居之,看到危险解除,童望书赶紧过去把下沉的钢制栅栏抬起,上千斤的栅栏只见童望书微微用力,便被抬了起来,用大长腿一条,一旁的条形巨石瞬间立正,将栅栏死死地顶住,李牧暗道,看来童望书亦能进化程度不低,要不是连番苦战,还饿着肚子,解决两只暴食者也就是时间的问题,栅栏抬起,三十多名学生一拥而出,几位女学 学生哭着抱住童望书,而更多的学生则涌向蒋狱身边,简单地安抚了一下女学生的童望书,面带些许羞涩地走向李牧,十分真诚地说了一声谢谢,李牧饶有兴致地看向童望书,说道,就这干巴巴的俩字,就完了,童望书内心更加地紧张,毕竟从小到大虽然拥有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但是因为习武,平常又一副生人无尽的表情,有那不开眼的,基本都被打的生活,不能自理,基本没有哪个不开眼的敢纠缠他,再加上家里,也不缺钱 还有长辈在海里当教官,京城的圈子就那么大,更没人不开眼的去招惹他,万一娶回家里,那还不完蛋了,也就李牧不了解情况,初次见面就敢直接聊拨他,也正因为如此,母胎solo28年的童望书,哪受得了这个,主要还是童望书认可了李牧的功夫,认为,俩人属于同一类人,不然李牧早就被揍的生活,不能自理了,童望书被李牧问得有些语色,下一秒,直接进入僵直状态,李牧紧紧地抱着童望书,感受着胸口传来惊人无比的弹性,也不由得心神一 在童望书耳边,轻声说道,抱一下椅子鼓励,总可以吧,被李牧呼出的热气吹在耳朵上,童望书本就飞红的脸颊,更加的红润,用细弱文音的声音说道,好,好了,我的学生还在看着呢,分寸敢拿捏到位的李牧松开了童望书,顿时感觉胸口一清,还真有些畅然若失的感觉,感受到背后传来不善目光,李牧扭头与蒋玉对视,眼中充满挑衅的神色,就在这时,50多岁又矮又胖的中年妇女叫嚷道,你还有,没有吃的 喝水了,不能只给童老师啊,我们也又饿又渴的,这中年妇女的话音一出,其他的学生顿时炸开了了锅,纷纷看向李牧,你一言我一语的,不外乎就是要吃药喝,不过李牧并没有搭理他们,而是看着童望书问道,望书考不考虑跟我走,童望书听到李牧的问话,又看了看学生,嘴巴微微一张,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看着同学们蹊迹的神色,童望书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李牧我没办法扔下这些学生不管,正当李牧想继续劝说童望书的时候,那中 童老师也是你能高攀的,还没有没吃的喝的了,赶紧拿出来,没看到大家都又饿又渴的吗,看着童望书小声问道,这老娘们谁啊,童望书也一脸烦闷地说道,是学校团部书记,这次一起随队来的,仗着自己哥哥是教育部的,没等童望书说完,李牧打断道,懂了,一个喝水都长肉的老娘们而已,蒋玉这时也开口道,这位朋友,如果可以的话,还请帮帮大家,我代表同学们对你表示由衷的感谢,李牧暗道,我他妈要你的感谢能干吗,能成仙吗,流通和油条撇了撇嘴 真尼玛不要脸,生药啊,不过李牧突然想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典故,或许可以套用一下,微笑着说道,当然有了,稍等我去拿,过来的时候,怕打斗的时候给损坏了,就没全拿过来,张改花一脸奸诈地叫嚷道,我和你去拿吧,万一你一趟拿不完,还得多跑一趟不是,李牧看着他,神色冰冷道,不用,我自己拿了,张改花看着李牧冰冷的眼神,心中一凉,不敢再开口,说吧,李牧朝来的方向走去,直到走到通道口,从空间中拿出一个旅行包,里面装了十几瓶水,以及一些� 带装面包和压缩饼干,嘀咕道,二淘沙三世也不知道管用不,随后背上走了回去,旺叔啊,看来只能我帮你摆脱这帮脱油瓶了,不然,你迟早被这帮废物托死,众人看到,李牧只背了一个旅行包过来,顿时不由的失望,这能装多少东西,他们可是有三十七八个人呢,张改花立马不干了,当即开口道,就这点东西,怎么够我们这么多人分的,还有没有了,再搞点过来,李牧脸上露出嘲讽之色,说道,东西就这么多,哎呀不要,要不是,看在旺叔的面子上,你们全死 关了,关我毛氏,说完,把东西往地上一扔,用脚向前一踢沉声道,要就拿走,不要拉倒,张改花哪受过这种羞辱,立马一手掐腰,一手指着李牧骂道,小崽子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哥是谁吗,我哥是部里一把手,你不想混了是吧,信不信救援部队来了我,告你一个非法持枪,李牧立马给了一个眼神,油条心领神会的点了点头,张改花继续道,现在我命令你,赶紧再去找些吃的喝的,不然要你好看,李牧面路讥讽道,我已经挺好看了,不需要你的帮忙,你哥是一把手 有能耐让他来接你,我倒要看看,一把手的脖子有多硬,指望军队来救援,你等着吧,就算来救援,你觉得,你这种一无是处,只会浪费粮食的废物,会在救援之列吗,还告我非法持枪,你告去,我倒要看看,谁他妈这么不开眼,敢来找我麻烦,被李牧一顿嘲讽,张改花刚开口说道,小畜,只见油条的身影突然消失,下一秒,突然出现在张改花的面前,一拳掏在他肚子上,张改花立马脸憋成了酱紫色,疼得冷汗直流,倒在地上捂着肚子,身体 弯和大虾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接着,油条就跟托死狗一样,抓着张改花的头发,向着通道入口走去,同望书焦急地看向李牧,正要说话,李牧毫不在意地开口道,我这位兄弟,急功好义,见不得自己朋友受委屈,我也没办法,我劝你也别多事,他刚从缅北回来的,利益气重,杀红了眼,就算打不过你,这群学生可活不了几个,况且这种废物,年纪大,能力差,吃得多,在你们这个团队中,也是个脚屎棍吧,同望书依旧焦急地开口道,他哥,李� 默识了,你懂吗?默识,不是单纯的自然灾害,以前的一切都烟消云散,全部都会重新开始,蒋玉正要出手,刘通扛着糖刀堵在他的面前,顶着岩石铠甲,一脸不屑地说道,你动一个试试,随即高喊道,条子,需不需要针线?远处传来油条冷意十足的回复,我医疗包里有针线,蒋玉看着刘通,想到自己还有伤,估计不是这个死胖子的对手,何况拖走张书记的那个矮个子,也不是简单角色,又看看了看李牧,顿时脸色阴 听着刘通,啊,不多时,通道外传来凄厉的惨叫声,啪,一阵逼逗的声音传来,本来还一份甜音的学生,此刻也一脸恐惧地闭上了嘴,又过了一会,脚步声和拖行声传来,只见油条一手抓着张改花的头发,拖着他走来,啊,一阵尖叫,不少女学生被张改花的惨像惊叨,就像一只鲜血淋漓的胖头鱼,嘴被缝了起来,恶心而又滑稽,只见油条对着自己手掌一吹,一缕稀疏的头发飘然落地,刘通惊讶地看向由故 做惊讶道,卧草条子,你可真是活颜望,眼皮子都给人封上了,油条则是淡淡地道,谁让他瞅我,蒋玉看到张改花的惨状,立马开口喝问道,你们竟敢滥用私刑,不怕法律的制裁吗?油条咧嘴一笑说道,法律?你让他来制裁给我看看,接着,油条面色阴沉地看着蒋玉说道,告诉你,法律是强者制定的,现在我就是法律,明白,童望书也看张改花不顺眼,但是也只能求李牧放过他,李牧当然无所谓,卖童望书一个人情而已,但还是不死心地说 真的不跟我走,我,我没办法放下这些学生,毕竟我是他们的老师,李牧,对不起,好了,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那就再见咯,再搜寻到物资,我第一时间给你送来,说完打开旅行包,把里面的食物和水拿出来,三分之一交给了童望书和蒋玉,剩下的优先分给了几个女同学,而到了男同学这里,只有寥寥几瓶水和几个面包,而男生足足有二十多个,刚有人想开口,李牧则义正言辞地说道,男同学要有担当,自己动手风一足食吗?说完,李牧不等童望书说什么? 冲其微微一笑,头也不回朝通道外走去,油条和刘通二人紧随其后,刘通突然扭头,杀人诛心地来了一句,等什么赶紧吃啊,别一会儿被抢了,一群男生脸色铁青地看向刘通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女生则是一口面包一口水的狼吞虎咽,哥哥哥,通道中传来流箭兮兮的诛笑声,听着通道内传来的哈哈大笑的回响,只得到几瓶水和几包面包的一众男生,看着几名大口吃喝的女同学,眼睛都红了,要不是童望书和蒋玉 在这处着,二十几个男生估摸着就要一拥而上,吃饱喝足后,再强行探讨人类繁衍秘书了,童望书虽然之前吃了两份自热饭,但是也就三分饱,毕竟一个强化型异能者的饭量可不是盖的,但是为了照顾自己学生的情绪,不至于生乱,也只能把手里的几分面包和几瓶水贡献出去,但是依旧杯水车薪,拿到童望书递来的水和面包,一众男生除了不疼不痒的说声谢谢童老师,不少人依旧眼中闪过埋怨之色,毕 而且这点东西加起来也不够二十几人分的,蒋狱那边因为受伤的缘故,更是毫不客气的大口吃喝起来,毕竟他也是强化型异能者,对能量的需求同样是高不低,但是这点东西依旧是杯水车薪,众多男生看到,蒋狱根本没有要分出食物和水的意思,更加恼怒,童老师也不知道帮帮他们,甚至有人开口埋怨道,童老师,刚刚那个男的那么强,肯定搜罗了不少物资,你怎么不跟他再要点啊?就是啊,童老师,我还看见他抱你了,你俩关系肯定不一般,肯定都是男 女朋友关系,不行,童老师,你带我们去找他吧,他那肯定不缺吃喝,那个男的明知道我们这么多人,就只带这么点吃的过来,肯定没安好心,童老师,听到学生们,你一言我一语,童旺叔也不知道该如何辩解,只是听到有人说,李牧和他是男女朋友,关系不由的翘脸一红,也想起刚才被李牧抱住时候的那份安心,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和学生们解释,一时间也是恼怒不已,但是又怕刺激到学生们末世以来逐渐脆弱暴躁的情绪,而大口吃喝女同学,似乎也没有帮童旺叔说话的想 他们也只想赶紧吃饱,毕竟已经饿了好几顿了,万一吃得慢了,被人抢了哭都没地方哭去,而其中男生中似乎叫成风这个领头羊,更是不满地抱怨道,童老师,这点东西根本不够分啊,您快想想办法,同学们都饿着肚子呢,您不能光顾着自己,不管家死活,童旺叔听到学生对自己的指责,心里只感到阵阵失落,再看到几个女生和平日里经常关心自己的讲育,也根本没有要帮自己说话的意思,不由有一股悲凉之感,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该听李牧的跟他走,如果 李牧此刻在这里,一定大呼惊叹,这尼玛就是书上说的生米恩斗米仇吧,不过童旺叔还是觉得自己身为老师,就要尽到老师的责任,于是没有再理这群学生的抱怨,催促地说道,大家吃完东西赶紧跟我转移,这个地方血腥味太浓了,万一再招来野兽和怪物,大家都会很危险,走出通道的李牧又从空间里取出一辆沙漠突击车,两辆车的钥匙一起抛给油条,说道,你俩一人一辆车,自己先回去,我还有点事情,要办,听到李牧还有事情,油条当即说道,牧 哥带我一起吧,咱们办完事一起回,李牧婉言拒绝道,不用,剩下一点小事我,自己能搞定,你俩先回就行,流通则是欲言又止的,看了看油条,又看了看李牧,看出流通有话说,李牧好奇地问道,怎么了胖子,有事直说,那个,那个,我的补金叉,你看条子是不是,李牧直接从空间里又拿出各种枪械递给流通,笑了笑说道,这些补偿你,我的补金叉,也送油条了,毕竟以后,咱们还要一起行动,你用到匕首的时候也不多,油条可是刺客老六,这两把短刀在他手上,比咱� 更能发挥作用,没事回去练练枪,发现傻逼直接当靶子打,说完又从空间中取出几箱子弹,一股脑装在车上,胖子你可是大地之主啊,横冲直撞才是你的风格,短刀这东西不适合你,你拿回去也就是看看样子而已,条子的实力你也见识了吧,流通点点头道,这瘦麻肝确实很,老六都没他溜,说完看向油条说道,行吧,宝刀送你了,你可得爱护这点,听到没,油条也知道自己捡了便宜,郑重地对胖子说道,放心吧,胖子,以后有我在,肯定不让你变 成死胖子,流通刚要对回去,李牧赶紧推了他一把,嘱咐了一声,路上注意安全,便隐身一开,消失在了这对寿虎肥龙眼前,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李牧很快找到一处绝佳的观测位置,等待同望书,带领学生们迁移,不过就在李牧静静等待的时候,一声淒厉的猫叫声,吸引到李牧的注意,又有大餐上门,我这八次蜕变圆满之路,看来,又要前进一步了,李牧立马传信给铁柱,让他钉死地下公事的出口,一旦有人 出来,跟住了就行,有什么情况即时通知,铁柱收到李牧的传信,立马飞向地下公事入口处,几分钟的功夫,李牧循着猫叫声传来的方向,一路飞奔,在树林里,同样如履平地,毕竟对于御风越来越熟悉的李牧,此刻在外人看来,如同铃波微步一样,说不出的灵动飘逸,喵,猫叫声再次传来,李牧确定离自己很近了,于是,释放异能脚下生风,无声无息地靠了过去,然后,李牧就被惊呆了,一个扎着马尾,长度急腰 年龄十八九岁左右,脸上沾满了血污,浑身破衣烂衫,已然春光乍泻的女孩,看样子,全是被这便衣猫抓破的,不过身材真的耐思,清晰的腹肌马甲线,关键是,小蛮腰真的血,要不是一堆带头大哥,不算强壮,李牧都差点都要忍不住吹口哨了,此刻马尾女孩正拿着一把比赛用的滑轮弩,不断地对着一只体型堪比得目的大猫射击,令人惊讶的是射出去的,竟然不是箭支,竟然是异能产生的能量,所形成的 能量箭支,能量箭支的速度极快,但是因为女孩身上有有不少的抓伤,而且,猫本身就是异常灵敏的动物,更不要说产生变异的了,这一能掉啊,自己好像有点印象,不过想不起来,算了日后再说,不过看到此情此景,李牧决定这个逼她装定了,耶稣,如来,圣母玛利亚来了,也拦不住她,眼看马尾女孩就要被粗壮的猫爪抓到带头大哥,李牧当即爆喝一声,猫崽子你特么往哪抓呢,一人一猫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给吓了一跳,本来已经闭眼等待命运降临 的马尾女孩,此刻也睁开了紧闭的双眼,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而即将得手饱餐一顿的大猫,此刻战略性后撤,迅速攀爬到一棵枯死的大树的树枝上,一双绿油油的树桐死死地盯着李牧,仿佛要把这个坏了自己好事的人类生吞了,才能解气,李牧察觉到女孩看向自己,满是血污的脸上露出一抹凄美的笑容,突然眼睛一闭就要站立不住,晕倒在地,李牧并没有被小头占领大头的智商高地,眼睁睁地 看着女孩倒地,也不管树上那只大猫,周身缭绕着风意能凝聚的铠甲,并且树道风刃不断在周围游走,缓缓地走向已经倒地女孩,如果女孩突然抱起,用攻射自己,李牧周身凝聚地几道,风刃会毫不留情地把它刮成人体骨骼标本,似乎感觉到这个出生救了自己的男人走到身边,马尾女孩艰难地睁开双眼,露出一抹令人心疼的笑容,声音沙哑地说道,给我个痛快吧,然后你赶紧走,这怪猫的速度太快了,树枝上的大猫见到 李牧竟然无视自己,还敢背对着自己,简直没把他放在眼里,顿时有种冲过去,生死了这个人类的想法,但是这个人类身体周围竟然凭空地生起了风,而且给他一种极为危险的感觉,大猫决定,先看看再说,万一是这个人类虚张声势,一会儿就把他的内脏掏出来,让他自己见识见识,听到马尾女孩四灵中疑言般地交代,李牧蹲下,看着他的眼睛,缓缓地说道,一只猫而已,等我先弄死他,然后再救你,你可挺住了,别死啊,说完,李牧站起身,不由地按道, 可惜了,本来极为精致,漂亮的一张脸,被这死猫抓得破了像,不过确实伤势严重,不过就冲这份进攻强横的远程一能,李牧值得搏一把,随即转身走向大猫所在的这棵大树,在其前方不远处站定,抬起胳膊,右手的食指轻轻地勾动,眼神中充满了不屑,甚至还有一丝嘲讽,大猫自末世以来就没有一天饿过肚子,足以证明实力强横,没想到一个食物竟然挑衅自己,真当自己还是之前的流浪猫,紧接着大猫的身影一 闪眼的功夫已经出现在李牧的身后,利爪抓向后脖梗的位置,李牧突然低头,握刀的左手臂狠狠向后走击,眼看一击不中,大猫竟在空中调转身形,躲开了李牧的重击,李牧快速转身,眼睛死死地盯着大猫的所在的位置,眼睛没有发红,这是,进化成功了,心中惊讶到,卧槽,大意了,装过头了,早知道是这么个玩意儿,李牧说什么,也不装这个别,进化成功的野兽虽然比失败的野兽整体水平差一些,但是,他们会拥有不俗的智� 相当于人类十一二岁的少年,并且善于模仿学习,会从无数次的战斗中汲取战斗经验,甘林娘,必须一击攻城,不然让这么个敏捷型的进化成功的野兽盯上,那就麻烦了,猫这玩意儿,很记仇,突然李牧身影消失不见,大猫一愣神,紧接着突然跳开,之前所在的地方,出现一道两尺来长深深的沟壑,似乎是识破了李牧的轨迹,鼻子一耸,朝着一处空荡荡的地方,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挥爪冲去,躺在地上的马� 女孩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仿佛见鬼了一样,在她看来,那只迅捷无比的大猫朝着空气跳跃攻击,但是下一秒就从头到尾,一分为二,两半尸体掉落在地,鲜血混合着内脏更是散落一地,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无形之刃劈成两半,令她错愕的是,大猫的尸体前,那个救了自己的男子突然现出身影,仿佛从来没有移动过,一直在那里一般,当然没有移动过,李牧就是开启隐身,拔出唐刀等着大猫撞过来时,对着猫头狠狠地一� 拔下,你知道我在这儿,但是你看不到我怎么出招啊,蠢猫,还以为你是个角色,没想到也是个垃圾,喝2E,死,进化成功的野兽和异能者一样,提供的能量更多,体质和异能又有不小的提升,美滋滋,几秒钟后,吸收完大猫体内能量的李牧才心满意足地走向马尾女孩,一个公主抱直接抱起,马尾女孩神情一僵,瞬间害羞地闭上眼睛,问道,你要,干嘛,李牧看着女孩的眼睛理所当然地说道,干嘛,就你啊,我总不能薅着你的马尾便拖着你走吧, 马尾女孩轻声说道,我,我,要不你还是扶着我走吧,李牧也察觉到马尾女孩有些不自在,立马把她放下,转背了起来,向之前选好的埋伏地走去,李牧边走边问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在这地方惹到这么多玩意儿,趴在李牧背上的马尾的女孩眼神一暗,轻声说道,我叫江涵,是北体的学生,默示前跟着老师来C大作武术交流的,听到江涵的回答,李牧心中一惊,这难道是同望书的学生,紧接着李牧问道,你认识同望书吗?江涵听到李牧的问话 诧异地反问道,你认识同老师?认识啊,好朋友来着,江涵按道,原来是同老师的朋友,对了,你怎么没和旺叔他们在一起啊?独自一人出来,听到李牧的问题,江涵眼中立马出现仇恨的目光,紧接着声音冰冷地说道,既然你救了我,也是同老师的朋友,那我告诉你,有机会,你提醒同老师小心蒋狱和曲红,哦,细说说,江涵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原来他们这些学生分成四对,每天出去两对人搜寻物资,而他所在的那一对就是蒋狱所带领的, 情节老套又经典,自然是身处无秩序的社会,身怀利器则杀心四起,仗着自己觉醒了异能就是世界的忠心了,和另一位老师徐红都想对这位颜值出众,身材过人的且家庭背景不俗的女学生出手,毕竟在末世前他们怎么敢这么放肆,不过这个蒋狱是个家里有军方背景的四代,从小习武又无法无天的性子,是可在骨子里的,真当去学校当老师是为了发光发热吗?显然是只想在人家体内发热,还吐口水,毕竟学校里年轻貌美的女学生可是和韭 一年一查,收不完根本就收不完,凭借着家世背景,又长得人母狗样,不知道祸害了多少女学生,听完江涵的讲述,李牧带着笑意问道,想不想报复回去,不过代价是以后你要给我打工干活,反正末世了,没有现代运输工具你,也回不了四九成,听到报复,江涵美目中神色一暗,笛声说道,就我现在这个样子,要怎么报复,况且我也不是那俩禽兽的对手,李牧笑了笑说道,这不由我吗?江涵疑惑道,你,李牧自信地说道,对啊,怎么看不起人? 江涵紧张地说道,不是的,老师有四个,虽然,你认识佟老师,但是,李牧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现在只有两个了,佟望书和蒋玉,什么?徐红和梁老师怎么会?尤其是梁老师不仅觉醒了一门,刀法在学校中买至武林圈子里,同龄人里几乎无人出气左右,就连老一辈的人能赢过他的都没几个。嗯,确实是,梁文涛随意指点几句,就让李牧受益匪浅,这份毒辣的眼光绝对是高手里最拔尖的那一撮。可惜了,李牧又把梁文� 梁文涛的死简单地叙述了一下,至于徐红李牧则是猜测那股远高于暴使者和巨猴带来的能量,江涵听的也是唏嘘不已,在他看来谁都可能死,唯独梁文涛不可能死,造话弄人,江涵此刻坚定地说道,你帮我报仇,我给你干,李牧,哦,哦,啊,好,你给我干,活,偿还债务,说走就走,李牧刚才就接收到铁柱传来的信息,此刻背着江涵依旧剑步如飞,速度都快地出现残影,要不是风亦能的护齿,江涵头发 都得被灼热的空气摩擦的着火了,逐渐接近铁柱传信的位置,李牧开始放缓脚步,虽然背着一个女孩,但是脚步极为轻盈,每一步落地都犹如随风而落的羽毛,一般轻盈,这时李牧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异能还是挺有用的,当老六,偷袭,因人必备啊,再加上操控不知名硬币触发的隐身,简直就是完美组合,不多时,背着江涵的李牧,发现树林内有一行三十多人的队伍,走在最前方开路的正式同望书,悄无声息地靠近队 队伍不到二十米的位置才停下,而在队伍中间护卫的是受伤的蒋狱,队伍的是以一个颇为帅气的男学生领头,带着几个身强力男学生同学,江涵这时一脸寒意地盯着蒋狱以及队伍的那个领头的男学生,只给李牧说道,就那个白白静静领头的高个子,叫成风,就是他窜多的,他老子是风将大力,仗着他老子背景收拢了不少狗腿,我们本来有五十几个同学的,有好几个女同学都被这些人渣害死了,其中好几个男同学因为听他们的话,也被他们害 另外一个小团体,那个子不高,身材消瘦的男生就叫周牧云,他纯粹是天赋过人,是学校重点培养的苗子,不过家庭背景一般,很是瞧不上成风官二代那副嚣张的样子,听到江涵的讲述,李牧心中顿时想到了损招,笑了笑,有办法了,江涵好奇地问道,你想怎么办,李牧声音冰冷地说道,你说这个成风要是残废了,他这帮狗腿子会怎么对他,江涵想了想,目光中突然浮现明雾之色说道,平常老师们收集回来的物资就由男同学自己分配,基本就是由 成风和周牧云把持,然后分配,其他的女同学的物资分配由佟老师直接负责,虽然末世到来,官二代的光环已经削弱了很多,因为物资充足他,可是净化了三次,他身边的狗腿子也基本净化了两次,如果成风受了伤影响到整个队伍的话,之前被他压迫的人绝对会反过来踩他一脚,李牧点点头说道,对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吗?不反抗,只是因为力量的悬殊太大,那么,我们就添一把火,让成风掀着起来,然后做看众人石柴火焰高吗? 不过李牧想的却是多十几个拖油瓶,内部必然产生分歧,童望说,还能待得下去吗?紧接着,江涵就看到,李牧手中出现一把滑轮弩,但是绝对不是比赛用的那种,而是军用,江涵美目之中充满惊讶的神色,难道这个男人是空间异能?对了,一定是,不然,怎么能凭空变出来东西呢?但是他好像还会隐身,就在江涵头脑风暴的时候,李牧借助夜色以及风异能,悄无声息地来到这一支队伍的后方不到十米的距离,放缓速度,开始狩猎,紧接 接着,李牧把剑侠装上,清衣色表面秀极斑斑的剑头,看得江涵在五十多度的环境下衣,就感觉冷嗖嗖的,真狠啊,只见李牧率先瞄准成风其中一个狗腿子,看了一眼天空,接着继续瞄准,正当乌云划过月亮的时候,一直带着铁锈的剑头在李牧风异能的包裹下,以更快的速度击射而出,直接命中那个狗腿子的后脑,整个人轻飘飘地倒地,虽然李牧无法在十米的距离用风异能杀人,但是,托举一百来 托举的重量减缓下坠速度还是勉强可以做到的,见没人发现,李牧连续射出弩剑,不到一分钟除了跟在成风身侧一只胶弹的狗腿子,其他几个人都被李牧给物理超度了,成风觉得奇怪,因为太安静了,他的几个小弟怎么连脚步声都没有,回头查看,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刚要准备高声呼喊老师,一只弩剑直射他的左腿膝盖,啊我的腿,惨叫声响起,所有人都回头看向成风位置,毕竟光线不足,可是范围有限,漆黑的树林中惨叫声会引 引起极大的恐惧,童望书连忙高喊,大家快蹲下,有老师再别怕,蒋狱也一脸寒意的原地不动四处观察,握刀的手不禁加大了力度,童望书此时提着只剩半截的大枪,快速冲向成风的位置,就这几秒的功夫,又有几只弩剑分别穿透成风的右小腿,以及左右肩膀,童望书赶来的时候,又有一只弩剑钉穿了成风的左脚掌,看到是弩剑,童望书撬脸满是寒意的高喊道,这位朋友,我们只是路过,别无恶意,还请高抬贵 童望书以为遇到了高手,童望书战意全开,警惕地查看着四周,而此时的李牧则背着江涵扭身就走,并没有使用异能,沉重的脚步声引起了童望书的注意,童望书下意识地判断偷袭的人应该不是什么高手,打定主意要解决这个祸患,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万一这人一直跟着他们,就凭他和蒋狱,根本顾不过来,随即留下一句,蒋老师学生们,拜托你了,周慕云协助蒋老师照看好同学们,童望书此刻犹如一只发怒的词报,� 走出去大概几百米,眼看就要追到背着江涵的李牧,但是人影却在前方十几米处突然消失,童望书内心翻江倒海,这是什么异能,怎么会突然消失,隐身吗?如果是隐身的话,为什么一开始不用?正当童望书警惕着周围的动静,防止被偷袭的时候,隐身的李牧施展风异能,整个人以极快的速度奔向学生的队伍,不过,李牧发现个有意思的是,就是隐身应该是某种特殊的能量包裹,只要是贴近自己的物体,体积不算太大,就能让人处于透明的状态,在能量包� 在这一刻的范围内,则是能互相看到,例如,李牧现在开启隐身,依然能看到通往隐身的姜寒,环绕着自己脖子的手臂,来到学生队伍的周围十几米的时候,李牧跳上一棵大树的树枝上,举弩瞄准,这一次瞄准的是蒋玉,虽然被封异能包裹,剑枝的声音几乎微不可闻,但是本身就是国术高手的蒋玉,再加上觉醒了强化型异能,武感并不比李牧弱太多,当弩剑飞至其面前时,蒋玉耳朵一动,下意� 的挥刀斩向弩剑,卡弓成塑料材质的剑杆被折断,嗖嗖嗖,接连几支剑射向其中几个当时舔的大脸和自己要吃药喝的男同学,这次请你们吃个饱的,同样是大腿重剑,这一次你们这个脆弱的队伍还能维持多久呢?虽然蜕变过的陈锋和他不会因为破伤风死亡,但是发炎的症状足够了,而其他被李牧射中的男学生,大多数都没有完成蜕变,说白了,还是能量不够,连失败都不算,压根就是刚有苗头就没了,� 再度凭借隐身和风一能,快速离开这个地方,发现中了吊虎离山记的童望书,急速赶来,看到眼前的一幕,心底一凉,凤幕含煞地看向四周,随后目不转睛地盯着蒋狱,这自私的家伙竟然毫无出手的痕迹,果然贼心不死,李牧背着江涵一路狂奔,离开童望书一行人很远的距离后,李牧从空间内拿出一辆崭新的沙漠突击车,把江涵抱进去坐好,自己也坐在驾驶位,一路急迟返回自家小楼,到家后,李 牧扶着江涵的小蛮腰下车,进屋之后,江涵彻底被屋内的景象震惊了,不只有绿植,就连餐桌上都摆放着新鲜的水果,零食,坚果,肉符,还有各种饮料,酒水,最关键的是,家里竟然有空调,已经习惯了外界高温的江涵,来到25摄氏度恒温的房屋内,竟然感到一股凉意,阿T,极大的温差的刺激,江涵忍不住连续打了好几个喷嚏,李牧贴心地拿来一张浴巾给江涵披上,笑盈盈地 说道,别动着了,虽然你现在是异能者,但是,你还受着伤,有点失血过多,说完,把江涵搀扶着,走到沙发上,正当江涵看着眼前这近乎于梦幻的一切时,李牧端着一盆热水,还有一个医疗箱走了过来,紧接着又拿来一套女士睡衣,看着江涵说道,是你自己来,还是我来,听到李牧的询问,江涵满是血污之下的翘脸一红,害羞地说道,我,我自己,可以的,李牧双手一摊,无所谓地笑道,好啊,如果你搞不定记得喊我,等你清理完,请你吃 一顿宝大,看着李牧走进卧室房间关上门之后,江涵忍着剧烈的疼痛,把身上已经破得不成样子的衣服和短裤脱掉,只剩甚至内衣都破了,但是看着自己近乎一个月没洗澡的身体,又看了看李牧拿来的那套粉红色的睡衣,如果现在穿上,就弄脏了,江涵只好忍着疼,拿起毛巾沾湿凝干,先擦拭身体,但是就拧毛巾这么简单的动作,仍是牵动着江涵身上的伤口,四,一张翘脸都显得有些凝巴了,但是让李牧来帮自己 实在是太羞人了,毕竟两人才认识不到两个小时,况且自己现在什么也没穿,就这样反复擦拭身体,伤口,梅海等完事就眼前一黑晕了过去,最后的念头,就是我还没穿衣服呢,足足过了十几分钟,外面一点动静都没有,李牧有些狐疑地打开卧室的门,朝着客厅一看,好家伙晕了,也不知道是失血过多,还是饿的,无奈李牧只能亲自动手,替江涵擦拭身上的污秽,以及清洗伤口,最后擦干净江涵的脸,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真是瞎了� 本以为虽然脸上跟花猫一样的江涵,看五官的外形就知道颜值不低,但是没想到竟然还是的极品的美女,精致的五官如同建模的一般,细看之下还是原生态,毫无科技与狠活的痕迹,可惜白进了小脸上,右侧有四道长长的爪痕,李牧暗暗地吐槽道,操,该死的猫,你抓哪不行你抓脸,特么的一件好好的艺术品让你给毁了,早知道砍了你四只带回来做成猫痣,让你每天为自己恶行忏悔,叹息了一声后,李牧把最后一块破得不成样子 一块破的布料也剪开扔到一旁的垃圾桶里,足足半个小时才把江涵浑身上下,里里外外擦拭得干干净净,并且伤口上都涂抹了带有消炎生机功能的凝泻胶,武昌这几个大国,别的不说,军需用品质量都极为可靠,至于头发,李牧看着急臀的长发,还是在空间里找了一瓶能干洗的洗发水,先简单地清理了一下江涵粘腻的长发,随后等他恢复恢复自己洗吧,给江涵包扎完,换上睡衣之后,将他拦腰抱起,放 到的卧室的大床上,盖上被子之后,李牧想了想,决定还是给江涵输点营养液,从空间精实里拿出一套输液的工具,尴尬的是,足足扎了,七针才插好,江涵没被疼醒没醒,避免了一场尴尬,还好有输液检测系统,不然还得在这守着,静静地关上房门,李牧这才松了一口气,把桌面的东西连带沙发一收,直接换一个新的,从空间拿出一袋血浆,倒在铁柱的饭盆里说道,铁柱开饭了,听到开饭, 铁柱那透明的身躯一抖,连忙飞过来,欣喜地表示,谢谢主人,那我就开动了,随即李牧打开冰箱,拿出一罐强爽,喝了一口,坐在新的沙发上,回想了一下刚才的场景,让大牧简直是血脉喷张,赶紧抛开脑海中的杂念,开始查看信息,流通,牧哥我安全到家,油条,牧哥放心,安全回家,承姐这里一切安好,放心吧,无恙,操,我他们牛逼爆了,手撕便衣北极熊,哥们牛逼不,快夸我,史言,小牧,我决定明天去找你,你看怎么样,看到史言 史言的信息,李牧吃笑一声,立刻回信,好的,我知道了,燕哥,你尽管来就行,地址你知道的,史言啊,史言,就知道,你肯定会带某个小崽子过来,你这不着急,把这一架子送走吗,如果你自己过来了,也就算了,嘿嘿,这可怨不得我咯,他们是死在贪这一个字上,紧接着又给流通和油条分别报了平安,想了想,还是得给无恙回个信,立马编辑短信,无大傻,你个大傻子,你先想想,怎么回来吧,不然,等你物资,好尽你只能在北极如毛饮雪了,还特么傻乐呢,北极� 中活下来的可不多,吃完了,你就只能当钓鱼老了,回复完信息后,李牧随便吃了半只烤全羊,又喝了一瓶青花三十年,喝着喝着,不免再次回味一番那令人动容的风景,突然就理解了动感地带,逃妖之色的寒意,李牧想着想着,躺在沙发上,进入了甜蜜的梦乡,一直睡到中午十二点多,李牧这才被尿憋醒,上完厕所出来,李牧发现姜涵所在的房间,书液检测系统的响起声响,李牧赶紧来到姜涵的房间,拔出针头 看着姜涵长长的睫毛,微微地颤动了一下,就知道这姑娘醒了,竟然装睡,李牧突然想到自己把人家拖光光,孤摇着是害羞了,不过当代大学还会害羞,难不成,李牧咧嘴笑了笑,伸出两根手指捏了捏姜涵的精致的小脸,然后整张脸肉眼可见地红了起来,眼看姜涵还打算继续装睡,李牧则是静止地走出房门,直接从空间金石内拿出整整一桌冒着热气的五星酒店的招牌菜,更是用风意能轻轻地吹过精致的菜肴,裹 我就不信的,你能忍得住,虽然姜涵已经醒了,但是,感觉到自己除了一套睡衣,里面什么都没穿,而且身上也清洗干净了,还涂了药,包扎好伤口,显然是热心市民李牧无私的帮助,想到这,姜涵整张翘脸更红了,呀,简直羞死人了,姜涵想着脸越来越红,随后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内衣裤,这个混蛋,都给本小姐准备女士睡衣了,还插着两件,肯定是故意的,李牧是没听到姜涵的心声,不然得冤死,真是看得入迷了,忘记 了而已,又不是缺那两件,没必要故意不给,过了一会儿,闻到饭菜香味的姜涵,还是略显扭捏的下床,就是走路的姿势稍显怪异,毕竟挂空档,不论男女都磨得慌,没办法末世以来能吃饱,就已经极为不易,想吃好,那是更不可能,再别扭,也得先吃饱再说,走出卧室,看到客厅餐桌上的精致菜肴,看得姜涵热泪盈眶,末世前,只要想吃一个电话酒店,立马上门送货的饭菜,在此刻,显得是那么的梦幻,眼泪 不争气的,就要从嘴角流出,仅仅一个月而已,对于大多数还苟延残喘的人来说,仿佛已经很多年了,看到李牧面带笑意的看着自己,姜涵翘脸再次一红,把内裤的事,已经抛到酒消云外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要吃饭,李牧似乎看出了姜涵的窘迫,大方的开口道,随便吃,都是你的,姜涵立马坐下,毫无形象的,开始大口吃饭,夜着了,直接拿起高脚杯,倒满红酒,红酒一饮而尽,此刻眼前的美酒美食,让姜涵馋的,差点把舌头给 咬下来,什么残酌礼仪,红酒的瓶酒礼仪,亦或是淑女形象,都没有吃饱重痒,甚至因为大口吃喝,牵动了脸上的伤口,好端端的一个极品美女,愣是刺牙咧嘴的大口炫饭,让李牧想到了饕天,不过姜涵明显是蜕变达到四次的异能者,饭量大,也就正常了,末日以来亏空的身体,随着桌上十几道菜,逐渐见底,才逐渐感觉到满足,李牧倒是很疑惑,按理说,天天吃不饱,甚至吃的都是一些变质 没营养东西,姜涵还有童望书等几位老师怎能蜕变这么多次,吃饱的姜涵开始讲述末世以来,老师同学们逐渐产生进化的情况,李牧这才知道,如果本身身体素质就很好,那么在一杠三阶段的蜕变基本上是可以连续进行的,说白了就是日积月累的底子太厚了,而蓝星上出现能使人进化的能量就像一个影子,引动体内的沉睡的能量后积勃发罢了,姜涵继续讲道,而老师们本身习武时间就长,而且是大家足出来的,从小药育,补品根本就不缺 就像童老师直接在一天之内蜕变了五次,后续就算在食物不充足的情况下,仍然又蜕变了一次,而梁老师更恐怖,一天之内蜕变了六次,听到这李牧心中的一些疑惑,算是彻底解开了,为什么上一世各个灾后重建的大区内的顶尖高手基本都在蜕变六至七次,甚至传说中的那一位蜕变达到八次,自己可是在末世前四十多天就已经发生进化,实现了第一次的身体蜕变,一直到现在足足七十多天了,才蜕变了八次而已,那些家伙怎么可能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就赶上自己七十多天的成果,原来自身的积累竟然如此重要,真是千金难买早知道,不过此刻的李牧也没有那么羡慕了,毕竟现在的他自身蜕变也已经达到八次,他感觉距离第九次蜕变有些距离,但是不远了,引在手,蜕变能一直进行,直到尽头,看着李牧陷入了沉思,江涵也没有打扰他,再缓了一会儿以后,继续开炫,直到半个小时后,哥,一个长长的宝格惊醒了李牧,看到李牧诧异地看着自己,江涵赶紧捂住嘴,低头默念 都是幻觉,都是幻觉,不过李牧没有注意到江涵的小心思,而是把自己对于进化蜕变的想法,告诉了江涵,毕竟人家也是有点眼界的,李牧光靠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总结出来的东西,总是感觉少点什么,一个小时的讨论后,李牧大致明白了,一至三次的蜕变是一个阶段,应该算低阶,四至六次的蜕变算是中阶,高阶就是七至九次了,而江涵还一想天开地认为,反正现在不缺食物,只要后期能量供应充足,蜕变不是问题,正畅想着,以后变成的更强,就没 没人敢再对自己打歪心思,虽然自己的异能杀伤力很强,但是用不了几次就能量耗尽了,不如身体多蜕变几次,近战来的实在,而李牧接下来的话,就像一盆冷水在三九天泼到脸上,因为末世的第一阶段只有三十三天,现在已经是第三十天,最后的还能蜕变时间只有三天了,听到这江涵上一秒还美滋滋的笑脸顿时一垮,啊,李牧当然不可能告诉江涵自己是重生回来的,但是随便编个借口总是可以的,例如做梦梦到了未来等等,毕竟小姑娘还小,也没什么见识, 总是好哄骗的,不过李牧还是总结出来,到了高阶的蜕变期,每一次蜕变都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已经到了近乎于质变的程度,虽然可能有些夸张,但就李牧自身的感受来说,如果是第七次蜕变的状态的他,敢和暴使者赤手空拳,近身搏杀,李牧早就被打成死狗了,例如,凑够第七次蜕变开始,甚至现在处在第八次蜕变期的李牧,感觉可以按小说中的境界划分了,前期,中期,后期,圆满,从七次蜕变的开始,每一个小阶段的� 都需要庞大的能量,李牧估摸着自己不缺营养,人参,灵芝,鹿绒啥的随便肯,一些稀有动物的肉同样不缺,再加上游影的帮助,李牧都没办法在最后三天内突破到第八次蜕变圆满的程度,彤网书这些人,包括姜寒,简直就是恐怖,体运够了,只要能量充足,立马就能进行蜕变,而李牧就好像一个瓶子,不断地突破上限,让瓶子变得更大,能容纳更多的能量,而人家这些原本的天之骄子本身上限就很高,只是能量不 还真是人比人气死人,怪不得都说狗屁的十年寒窗凭什么赢过人家几代人的奋斗,太有道理了,关于异能李牧则是说出了自己的猜想,应该是末世到达第二阶段后,蓝星上的能量成分开始有所变化,只能推动异能的进化,而对身体的蜕变只能说微乎其微,所以第一阶段没有达到更高次数的蜕变,后面的阶段只能努力提升异能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李牧发现蜕变次数越多,体内能容纳的能量就越多,质量就越越高,异能催动的威力就 更大,例如同样异能的人,一个蜕变三次,一个蜕变四次,很明显蜕变四次释放异能的要比蜕变三次的更持久,威力也更大一些,而李牧现在是第八次后期,有强力的经手指引修炼,就算是到末世的第二阶段有所放缓,李牧有信心靠时间打磨用不了多久就能进行上一世从来没有人达到过的第九次蜕变,李牧暗暗感慨道,呵呵,七八九还真是一步一重天啊,江涵听完李牧的分析,也是吃了一惊,毕竟他对于蜕变和异能也只是 初步了解而已,但是两世为人的李牧结合自身的经历以及过往的消息,已经初步揭开了进化的神秘面纱,江涵不由地悄悄瞄了李牧一眼,觉得这个男人有种先知先觉的意味,两人就这样交流印证,竟然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直到李牧看到史言的短信,史言,小牧,我准备今天就过去,如果方便的话,你看你能不能来接一下我,李牧嘴角一挑,回信道,颜哥,我今天得出门找点柴油,不然家里的空调就没法运转了,反正你也变异了,这点温度对你不算什么,就这样,我准� 要出门了,你到了再给我发短信吧,书友们,所以更点一点了,有愿意花30秒为爱发电一下的朋友吗?今天有些忙,更新挪到下午,各位书友十分抱歉,给史言回完信息,李牧在江涵惊叹的目光中,从空间拿出一套火锅餐具,还是铜火锅,随后手切羊肉,羊上脑,羊腰子,牛肉片,牛肚,百叶,虾滑,新鲜白菜,翠绿生菜,宽粉,鱼丸,食材嘛,放到末世前,一般般谁都吃得起,但是在这凑蛋的末时,那就是千斤不换,中午毕竟 吃得油腻了,晚上,来个老北京火锅,清水锅,节节捏,随着二人肚皮逐渐变圆,饶腿盛宴圆满结束,眼看已经快12点,正当李牧打算准备出门为接下来的游戏做准备时,江涵面色微红,扭捏得轻声道,那个,呦,女士内衣吗?说完这句话,江涵的俏脸更加的红润,李牧神情一乐,呀,忘了不好意思啊,挂空挡你怎么不早说,江涵把头扭到一边嘀咕道,我怎么说,随后,李牧正准备在空间警室内,找一套内 拿给江涵时,突然灵机一动,嘿嘿,一套纯欲性感,网红情趣清凉款拿出来,惊得江涵小嘴长远,半天说不出话来,李牧不等江涵拒绝直接扔给他,一脸歉意地说道,不好意思啊,我这也没别的,这些还是我无意间收的,毕竟我一个人也想着准备女士的衣服啥的,看着江涵没有拿那套内衣,李牧又从空间里拿出几套,新国国风超短款轻纱旗袍内衣,反正就是一套比一套透,一套比一套布料少,李牧估摸着,不论一套 应该都没他的四脚内裤不了多,行,那我先出去一趟,你自己选,都是你的,甭客欠,说完,李牧强忍着笑意,快速出门,只留下神情呆滞的江涵,以及一堆内衣,出门之后,空气中的温度,先是令李牧一惊,是不是出现了幻觉,赶紧拿出一个温度计,过了两三分钟,温度计显示48,6摄氏度,看来离彻底降温,暴风雨来袭很近了,没想到,这一个月发生的事,比他上一世两年都精彩,虽然充满了血腥,但是总是活得更好了不是吗?李牧� 一笑,拿出手机发了条信息,不多时,胖子刘通开着李牧,送他沙漠突击车,一路轰鸣而来,异常的骚包,下车后,刘通十分狗腿地问道,木哥你有什么吩咐,只要你说句话,刀山火海,我也,行了,这话你自己信吗?换油条说,我还能稍微信一下,李牧面带笔的打断,正准备口落悬河的刘通,随后,拿出几十个反步兵地雷,交给刘通说道,用你的异能,把地面给我切割成一块一块的,等我埋完这些地雷后,你把路面恢复原状 但是要保证,能踩得下去出发,看着流通拿出来的一堆地雷,暗暗心惊,这又是哪个不开眼的呆逼,惹到木哥了,这是要坑死他的节奏啊,随即流通也不废话,几个眨眼的功夫,从李牧家门口的周围,一直到小区的门口,出现几十个深度二十来公分的土坑,同时对应的几十个水泥块,漂浮在空中,李牧点了点头,按道胖子的异能进步很明显,看来上一世,真就是因为蜕变气太弱,两次蜕变,觉醒异能的概率,还是太低,这一世六次� 流通不仅觉醒了异能,并且还是非常实用的那种,李牧不由的又是一阵羡慕,把地雷挨个放入,还撒上不少碎玻璃,碎石子,以及生锈的碎铁片,流通不禁咽了一口口水,还是木哥狠啊,弄死别人,还不给个痛快,随后流通把水泥和土覆盖到这些埋有地雷的坑里,当然很宽松的那种,随后只见李牧拿出一个战术平板电脑,不断设置着什么,流通好奇地问道,木哥你在干嘛,李牧头也不抬得说,先把地理设置成遥控模式,需要的时候 再改成压力触发模式,流通哦,哦,还是义父会玩,随后李牧扔给流通一箱冰镇肥宅快乐水,流通心满意足地开车回家,嗯,今天轮到体验大秘密和志玲姐姐的组合了,激动的流通,差点把油门踩进发动机里,转身回家后的李牧,鼻血差点窜出来,本来就是保杀款的睡衣,再搭配上李牧提供的内衣,将含青春曼妙的身姿展现得淋漓尽致,搭配上精致的五官,集囤的长马尾,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李牧的小心脏 不行,不能让别人看到了,不然我不亏了,李牧又拿出一套宽大的男士睡袍,递给江涵,在江涵阴沉的表情下,李牧善善一笑,我的睡袍太厚,我不是怕你把握不住吗?眼看江涵的颜色越来越阴沉,赶紧插开话题,把一会老表屎言要来的事情,以及和他二一家的矛盾叙述了一遍,江涵听着微微皱眉,说道,是不是太狠了一点?李牧冷哼道,如果他们老实点,那就各自相安无事,如果他们不知所谓,那点淡薄又虚伪的血脉亲情,不要也罢,听到李 李牧话语中的冷意不由得使江涵浑身一领,李牧看到江涵的异样,冰冷的神情瞬间不满笑容,好了,你只要配合,我演戏就行了,其实我一直有个梦想,梦想,江涵好奇地问道,李牧拉着江涵坐到沙发上,缓缓地说道,对啊,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过课外典故,小儿池经过闹事,容易引发人心中的恶,当时我就想,我要是有能力穿越回古代,就钓鱼执法,天天让小孩拿着一块金子在闹事里溜达,但凡有不开眼的,直接一刀砍了,一年半载以 后,不止剩下良民了,江涵捂着嘴轻笑道,照你这个法子,一年半载以后,城池里就没人了,李牧靠着沙发打开一瓶冰镇脉动,满悠悠地说道,控制不住自己的贪婪,那就做好丢命的准备,这世界上任何想要的东西,甚至自己的行为都是有代价的,就看自己能不能付得起,叮铃,李牧刚说完话门铃声响起,打开手机,一看门口的监控,李牧嘴角微微一翘,看向江涵道,这个家的女主人,你准备好了吗?江涵翘脸一红,轻 江涵流的眼神,静止走过去开门,看着堪比银行金库的大门打开,浑身脏兮兮的屎炎感受到一股冷气扑面而来,饶式蜕变三次的他,也忍不住动得一击灵,看到李牧,屎炎咧嘴一笑,上前一个拥抱,李牧并未嫌弃身上汗臭味冲天的屎炎,仍是面带微笑地和屎炎抱在一起,许久后分开,表哥你终于来了,以后这就是你家,而屎炎身后的一男一女两个少年早就迫不及待地绕过两人冲进家里,阿蒂阿蒂 巨大的温差让两人的喷嚏声接连不断,而少年在看到江涵后,更是眼睛都看直了,口水不停地吞咽,参考胡军版天龙庄巨弦从监狱出来看到阿子时的猪歌像,兄弟们,加了书架的,记得每天看更新啊,不然有可能养着养着就养没了,李牧也不多加寒暄,赶紧拉着屎炎进屋,结果就是表弟无味的猪歌像,展露无遗,而这位比李牧大了几个月的表姐无缘,则是已经坐在餐桌上毫不客气地开始狂炫零食和饮料,不过在阳 刚才窗边看月亮的江涵让李牧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急臀的长马尾,精致到媲美建模的五官,高挑的身材,但一时间还真想不起来,不过在看到无缘一点不拿自己当外人的德行,李牧想想也就释然了,这娘皮从小到大都是占便宜,没够吃亏难受的主,想当初小时候,李牧二姨还王梦,没加入发展下线就能赚钱的大家庭,家庭条件可是一言难尽,而李牧家的条件算是最好的,每次王梦带着女儿舔的大脸上门蹭饭,那真是回回空手来,但是绝不空手走, 去别人家蹭饭,还嫌弃这嫌弃那的,而无缘这小鼻子子现在不过十三岁,小时候那可是有名的道社,去谁家,谁家丢东西,妈的,还敢盯着自己预定的女人看,李牧看着这奇葩姐弟俩,眼神中闪过一丝冰冷,没一会儿,无缘也加入了狂炫零食饮料的行列,史言则是面带歉意地说道,木头,小木不好意思啊,说好的,是我一个人来,但是表弟和表妹实在是过得不尽如人意,我想得他俩反正眼,史言还没说完,无缘嘴里不断喷着零食的残渣说道,言哥你说 什么呢,咱们都是一家人,小木还能不管咱们,来赶紧吃点,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零食了,咔嚓咔嚓咔嚓,无味也说跟着说道,是啊,言哥,木哥这里这么多好吃的,他一个人肯定也吃不完,多咱们几个,也不多,大口吃着水果的无味眼神不断地朝姜寒飘去,虽然姜寒的脸上贴着一块纱布,但丝毫不影响其美道,令任何人盯着看都会失神容颜,李牧想想,也是也是,他妈都立叫了,还能不给儿子开开婚,哼哼,小鼻仔子,你这是有取死之道啊,史言看 看着无缘,无味,毫不客气的样子,再看看李牧冷漠的神色,内心十分焦急,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窗边的姜寒,此时也扭过头,看着坐在餐桌上跟灾民一样的二人,同样表情冷淡,内心更是鄙夷,一点也不知道矜持,李牧这时也开口说道,没关系言哥,对了,你觉醒一能了吗,就是没有没突然增加什么能力,史言刚要张口回答,正要去翻冰箱的无缘,一脸傲娇地说道,言哥会分身呢,厉害吧,李牧有些震惊,分身,压根没听过,史言羞懒地挠 挠了挠头,解释道,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突然就会了,李牧,哦,哦,史言继续说道,就是之前搜寻物资的时候,发现一个仓库,里面有很多瓶装水,还有压缩饼干,但是我一个人也搬不了那么多,当时我就想,要是多几个人就好了,也不用我一个人来回跑很多趟了,李牧听着有些明了,看来每个人能觉醒的异能,和自己内心强烈的渴望,还有擅长的技能有些关系,史言是希望自己能多个帮手,所以觉醒了分身异能,而姜寒则是从小练习弓箭,并且在对上那只大猫的时候, 用完了,想自己能跟书里的那些人一样,用内力凝成箭支,所以觉醒了能量机制掌控的异能,嗯,相当于武侠小说里的内力外放,而自己呢,上一世自己老想着,要是能飞就好了,所以,觉醒个风异能,关键是,现在自己也不敢这么玩,日乐狗,正当李牧思绪沉浸在,分析每个人觉醒异能的条件时,无缘看着李牧几个冰箱里的物资,大声惊叹道,好家伙,小牧你过的日子,也太好了,我们都吃不饱,你竟然吃得这么好,随后有些抱怨的说道,为什么,你有这么多好吃的, 不早点给我们送来,大家都是亲人,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史颜刚想开口,替李牧辩解,李牧笑了笑说道,这不是让颜哥来了吗,你俩也正好跟过来了,无畏大口吃着零食,眼睛不停地偷看江寒,也是抱怨道,牧哥,你就该早点让我们过来,你知道,我们这一个月是怎么过的吗,李牧,呵呵,这样吧,你们吃饱了,颜哥还没吃闹啊,给你弄点夜宵吧,史颜赶忙摆手说道,叠了,大晚上的,不用这么麻烦,随便来点吃的就行了,李牧看着史颜一脸憨厚耿直的样子,少有真诚地 李牧笑着说道,那我这还有几块剩下的战斧牛排,颜哥不介意的话,你凑合吃点,随后进了厨房,从空间中拿出在西餐厅打包的战斧牛排,足足十几块放在托盘里端了出去,醇厚的牛肉香味,顿时让无缘和无味手里的薯片,坚果,巧克力都不香了,但是没办法,只是普通人的他俩,这会儿已经吃饱了,只能看着牛排干瞪眼,史颜看到牛排,顿时嘴里的口水不断分泌,李牧说道,甭客气,敞开吃不够,还有,史颜倒不是客气,只是看着这几 冰箱,觉得如果不省着点吃,东西看似很多,但是很难尝酒,就在史颜纠结吃多少的时候,李牧拉着史颜来到餐桌旁,摁着史颜的肩膀让他坐下,大气地说道,放心吃就行了,想吃多少吃多少,对了,媳妇你去拿点冰镇啤酒过来,颜哥最喜欢大乌苏,听到李牧的招呼,江涵展颜一笑,轻声应道,嗯,这就去拿,李牧仿佛突然想起什么,赶忙说道,你看看,光顾着酗旧了,没有给你们介绍,这是我媳妇江涵,无畏看着眼前的美,倒有些不真实的江 江涵一抹笑容,口水都要不争气地流下来了,无畏看着史颜已经开始嘴角流油地大口吃着战斧牛排,突然想到什么,朝李牧问道,小牧啊,你家卫生间在哪,李牧顺着卫生间一指,无畏赶紧跑了进去,看到无畏着急的样子,李牧用脚趾头都知道他要干什么,果然,不到一分钟,卫生间传来一阵呕吐的声音,语言,还真是占便宜没够,同样听到卫生间传来的声音,江涵则是好奇地向李牧问道,这是怎么了,失称了,李牧面带讥讽地说道 没事,疼肚子呢,不一会儿,无缘满眼血丝地走了出来,直奔餐桌旁,拿起一块战斧牛排,就开始大口撕药,无畏看着姐姐和史颜大口吃着牛肉,也是一咬牙,赶紧冲进卫生间,语言,不多会儿,同样眼睛布满血丝地加入了啃牛排的队伍中去,眼看桌子上的牛排已经只剩骨头,当然几乎全部都进了史颜的肚子里,正在啃第二块牛排的姐弟俩,边吃边抱怨道,小牧不是我说你,有这么好吃的牛排你不早点拿出来,就是啊,牧哥,你这人太不地道, 江涵听到姐弟俩的抱怨,正要张嘴说什么,李牧拉住江涵的胳膊,摇了摇头,史颜更是羞愧地低着头,连辩解都不好意思辩解,没多会儿等,姐弟俩吃饱了,李牧才开口说道,你们吃东西之前,应该先问问,我都有什么,例如,现在,我也有点饿了,媳妇去厨房,把那个不锈钢铁盆端出来,江涵也不多言,把铁盆端出来,放在餐桌上,掀开盖子的一刹那,无畏和无缘脸上同时出现了一抹悔恨的神色,中考的书友们,监考的� 无缘,无畏姐弟二人看着不锈钢盆里的捞汁海鲜大咖,气得差点眼泪都流出来了,李牧全当没看见,自顾自地拉着江涵坐下,一人一只蓝笼,包了壳的蓝笼,肥美的虾肉沾着酱汁汤汁,看得史颜都不由得食指大动,李牧直接从盆里拿出一只蓝笼递给史颜,说道,别客气,想吃就吃,史颜接过蓝笼,学着李牧的样子包了壳,沾上酱汁咬了一口,味道鲜美的,差点把舌头咬下来,随后,黄帝蟹 小巴掌,黑金豹,马牙滩海参,李牧每吃一种都要介绍一下,虽然无缘无畏听都没听过,但是光听名字都知道,放在末世以前,他们也吃不起,也就李牧豪横,自己又不缺这玩意,想怎么做怎么做呗,海鲜就要吃捞汁的,耶稣来了他,也得这么吃,谁规定只能是捞汁小海鲜,不能是大海鲜,果然,无缘,无畏姐弟俩再次走进卫生间,欲言,欲言,卫生间传来的声音让江涵皱着眉头,欲言又止的,而李牧和史颜仿佛没听到一样, 继续大口吃肉,大口乌缩,不一会儿一盆海鲜见底,而双眼布满血丝的无缘和无畏俩人从卫生间出来,看着空荡荡的不锈钢盆,眼睛都直了,无畏大声嚷道,你们怎么等等我们,我还没,李牧把擦完嘴的纸巾一扔,慢条思理的说道,我以为你们肠胃不好呢,这都吐两回了,海鲜肠胃不好的人可最好别吃,听到李牧的话,无畏差点气炸了,用手指着李牧半天说不出话来,李牧则淡淡的继续说道,随便吃点面包,这种好消 话的吧,明天早上给吃顿好的,赶紧洗漱吧,不早了,早点睡,你们的房间在二楼,无畏在餐桌上拿了一堆零食气呼呼的上了二楼,无缘则返回卫生间拿出一堆化妆品和洗护用品,全是他之前没用过的高端货,一脸财迷的跟江涵打了声招呼,理所当然的说道,弟妹,我来的匆忙,也没带洗漱用品和护肤品,先借用一下,说完,抱着一堆东西洗护用品和零食跑上二楼,使言此刻,简直想把头埋进土里,张着嘴,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李 赶紧休息吧,使言低着头,满是羞愧地上了楼,此刻一楼客厅只剩李牧和江涵二人,江涵瞪着大眼气鼓鼓地说道,什么人啊,这都是,不行,我得出门发泄一下,不然非得气死,说吧,江涵去卧室拿出那把滑轮弓,穿着李牧的睡袍静直出了屋子,李牧也不急不缓地跟上,看着江涵不断射出能量箭矢,每一箭都能穿透小区马路对面的一棵枯死的大树,射了没几箭竟然把两个成年人才能合抱大树射断了, 看着仍然不断拉弓的江涵,李牧提醒道,你既然可以把弓箭能量化,为什么不能把弓也能量化,你这能量极致的掌控里,凝聚一把能量弓自由地控制弓的张力,应该没问题吧,听到李牧的提醒,江涵露出略有所思的神色,把手里的弓递给李牧,左手保持卧弓的样子,长火红色的长弓出现在其手里,看着眼前的奇观,李牧终于想起来了,上一世进入漫长的第三阶段天灾后,苏省东海大区最顶尖的高手之一,号称猎神的那位高手,就叫 江涵,关键是,还是大美女,反正,听在大寿朝活下来的人,描述这位号称猎神,又有说叫神剑女王的神射手,一手极致能量掌控的异能,沙发力不属于空间异能的分支次元斩,李牧暗中狂喜得道,捡到保了卧槽,等等,那用一杆大枪的女武神,不会就是童望书吧,京都中央大区的顶尖强者之一,如果真的是的话,不能为我所用,那不如尽早,终于仿佛得到新玩具的江涵,一脸兴奋地抱住李牧,不断地说道,我以后再也不是任人 宰哥的废物了,李牧顺势搂住江涵那盈盈一握的小腰,在其耳边,语气坚定地说道,有我在,就不会再让你成为任人宰哥的羔羊,江涵感觉到李牧说话时,热切呼吸从耳边划过,脸上不由地出现一抹红韵,再加上李牧说的话,让在末世以来,受尽苦楚的江涵感觉到一种可以依靠的感觉,当然李牧也在想,如果包,就这么养着江涵,她还能不能成为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神剑女王,算了,管她呢,就算只是个菜鸡,也比将来有一丝� 可能成为自己的敌人要好,江涵此时任由李牧抱着,紧张羞涩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该不该动,本来应该燥热的空气,因为李牧的风异能原因,此时的江涵感觉被李牧紧紧地拥在怀里,清凉又舒适,但疑惑的是,为什么李牧会随身携带一瓶温热的矿泉水呢?硬邦邦好的哥的自己有些难受,从大小上来说,应该是百岁山,他不是空间异能者吗?怎么不收进去?李牧也察觉到,异样为了维护此刻伪光正的形象,松开江涵说道,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说完,便拉着一脸疑惑的江涵,直接回屋进了卧室,看到卧室只有一张大床,江涵羞涩地正要和李牧提议自己可以睡,地上,李牧一本正经地说道,你睡就行,我每天都需要打坐冥想,江涵有些疑惑,但还是听话地躺好,看到李牧果然盘坐在自己的一侧,似乎真的在闭目打坐,江涵暗暗地想着,如果他,也不是不行,想着想着,本来红韵未退的俏脸,更红了,许事还没有养好伤的缘故,畅想着将来的江涵,不自觉地便睡着了 听到江涵的呼吸逐渐平稳,李牧也是松了一口气,还差点火候,然后便开始催动异能和使用瘾的特殊呼吸韵律共振,渐渐地燥热的情绪开始平稳下来,这也是没办法,毕竟睡觉的时候还做不到潜意识地去使用瘾,直到第二天上午,外面稀稀锁锁的声音吵醒了李牧,出门看到吴未正在不停地从冰箱里往外拿吃地喝的,李牧轻飘飘地走过去,轻轻地拍了拍吴未的肩膀,吴未以为是姐姐无缘,不耐烦地边拿边说道,想要 什么自己拿,我正考虑一会儿吃什么呢,李牧这个没爹妈的野草,凭什么吃得这么好,听到吴未不客气的言辞,李牧再次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有些恼火的吴未气的瞬间转身怒道,吴未你有病,啊,趴清脆响亮的一个大逼斗盖在吴未那白痴的一样的脸上,被打了一逼斗的吴未,一个没站稳,头撞在打开的冰箱门上,手上的东西掉落一地,吴未捂着脸急眼道,李牧,你敢打我,信不信我告诉我爸妈,让他们收拾你,这也就是李牧收着力,不然 头都得给他扇飞了,威胁李牧的结果就是,啪啪啪啪啪,被用膝盖顶着肚子摁在地上,能抓住篮球的大手,左右开弓,清脆的声音有节奏的响起,啊,李牧,你快放开我弟弟,不然,我肯定告诉我爸妈,刚刚下楼,看到自己的弟弟被李牧的大逼斗,快扇得投胎了,同样的出言威胁,威胁的内容也一模一样,刚跑过来,就要制止李牧的吴未,被李牧一把拽到地上,立马放弃,已经目光呆至嘴角,不断流淌,混着鲜血的 口水,脸肿成猪头的无味,无缘同样的被李牧摁在地上,对着那张科技与狠活的脸,左右开弓,啪啪啪啪啪,无缘刚才的尖叫声,把二楼的屎盐,以及在李牧卧室里睡觉的姜寒,都吵醒了,还以为是家里进了亡命途来抢物资了,结果从屋里出来的姜寒,以及从二楼下来的屎盐,看到这一幕,都先是震惊,然后立马冲过去,制止李牧,察觉到姜寒和屎盐都来了,李牧也是果断停手,只不过无缘的科技脸,此刻� 鼻子歪了,苹果肌也扁了,甚至带血牙齿都吐出来好几颗,看到这副惨像,姜寒只觉得过瘾,而屎盐则是一脸怒气的,要训斥李牧,正当屎盐要开口训斥李牧下手太狠的时候,李牧缓缓地站了起来,眼神冰冷地盯着屎盐说道,颜哥,不告尔拿是为偷,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懂吧?屎盐神色一愣,听到的李牧的解释,屎盐瞬间明白了,是非曲直,就是再心软,也不好多说什么,但还是低声下气地开口求情道, 这,这毕竟大家都是一家人,你也不能下手这么的,李牧的冰冷的眼神紧盯着屎盐,缓缓地开口道,我不管他是谁,我也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理由,没有我的允许,动我的东西,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你认为这俩垃圾还能活着?无缘,吴卫姐弟俩一副被大逼斗扇到一脸茫然的神情,在听到屎盐的声音后,强撑着坐了起来,李牧在刻意控制力道下,所造成的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吴卫更是嚎啕大哭,眼泪,鼻涕,带血的口水, 集体流淌,咦?江涵隔音的一脸嫌弃,感觉到被夜晚观想的目标女神所鄙视,吴卫哭得更大声,边哭边抽气地说道,颜哥,李牧他打我,还打我姐姐,你快揍他,我还要告诉我爸妈,让他们来好好教训这个剑,吴卫话音未落,李牧回身一记顶膝顶在吴卫的下巴上,顿时吴卫的嘴里喷尸几颗带血的碎裂的牙齿,此时李牧神色默然地看着吴卫和吴卫二人,声音不带任何感情地说道,再敢嘴里不甘不净地 把你俩做成人质送回去,吴卫听到李牧如此直白的警告,本来一肚子委屈的顿时化作烟消云散,吴卫是年纪不大,还没文化,听到人质俩字顿时激动道,我爸妈是不会受你胁迫的,李牧我告诉你,不赔偿,我这是没完,严哥快打一顿,把他满嘴的牙都给我打掉,始言听到吴卫的话,顿时满脑门黑线,本来有些心疼弟弟妹妹的心情顿时消散,本来你偷拿东西就不对,被抓包了,结果还要让我打人,顿时生出一股不想管了的想法 但还是厚着脸皮,跟李牧求情道,小莫,你看咱们都是亲戚,你打也打了,你看是不是,毕竟吴卫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听到始言仍然打算求情,李牧不急不缓地打开冰箱,把吊在地上的东西都捡起来放了进去,拿出一罐冰镇啤酒,坐到餐桌前,静静地看着始言,半赏才开口道,这种熊孩子都是你们这种人灌出来的,现在不比末世前,没有什么狗屁未成年人保护法,这也就是在我家,换做别人家,他不被包了皮剁了四只,都算幸运的,既然你们,不会管教孩子 我帮你们管,念他俩出饭,我就不继续追究了,但是再犯,我保证给他俩找个好看点的坛子,谁求情谁死,听到李牧语气冰冷的一番话,始言不由的心,生一股寒意,低着头,不敢和李牧对视,只是低声说道,小莫,我明白了,接着瞬间从身体里分化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始言,走过去,搀扶起吴源,吴卫二人上楼回去,李牧和江涵也是头一次见这种异能,甚至两世为人的李牧都没听过,还有这种异能,就在两个始言扶着吴源姐弟俩上楼的时候,李牧再度 李牧开口道,我本来只想让你一个人来的,结果你要带这俩废物来,那么,看管他俩本就是你该做的,希望你能明白,今天就罚他俩饿着吧,以示成见,始言听到李牧的话,脚步一顿,无力地说道,我知道了小木,搀扶二人回到房间后,吴卫一脸怨毒的表情,恨声说道,我不会放过他的,这个杂种竟然敢打我,还要饿我一天,而吴源则是一声不吭,眼神中同样闪过一抹怨毒的神色,始言开口安慰道,行了,咱们来了小木这里,就应该守他的规矩,毕竟这里的一切都是 小木提供的,你们俩今天的行为确实不妥,眼看吴卫还要说话,吴源则是拉了拉他的胳膊,轻轻地摇了摇头,始言觉得吴源是听进去了,也不再多言,毕竟清姐姐劝总比自己自己说话更管用,只是始言此刻也生出一股后悔的意味,早知道不该听二姨和小舅的话,带他俩来了,现在还怎么跟小木说加入他们交会的话,始言也不由得一阵苦恼,然而,今天第一次开餐,吴源和吴卫刚要下楼,看到李牧不带任何感情的注视后,一阵害怕地又返回二楼,而始言在吃完饭 后,想要带些回房给吴源姐弟俩,李牧毫不客气地直接拒绝,直言道,说了,今天罚他俩饿一天,就是饿一天,一口吃的也不能给,眼见李牧很是决绝的样子,始言只能叹了口气,也不好再说别的,直到第二天,姐弟俩才吃到一口热乎饭,尽管缺了不少牙,但是桌子上许久未见的美食,还是狼吞虎咽的吃了不少,而今天已经是末世到来的第32天,原本几乎没什么风的天气,竟然意外地刮起了大风,尽管依旧炎热,但是给整个蓝星都在苟 苟延残喘的民众带来了希望,直到又过了一天,末世的第33天,本来万里无云的天气,竟然开始阴了下来,但是白天室外温度已经从昨天的大风开始,从80多度降到了不足70摄氏度,看样子夜晚还会降温,李牧知道天灾的第二阶段要来了,并且是整个蓝星走上净化之路,净化生物的大机缘,上一世因为没有经验,李牧错过了,甚至整个蓝星的人几乎都错过了,但是重活一世,李牧绝对一点也不会放过,随即编辑短信开始提醒亲近的人,一定要在12点 准时在外面接受第一场的雨的洗礼,坚持的时间越长,好处越大,当然,这些人中有没有人会泄露出去,也不重要了,但是李牧还是交代,不要告诉其他人,都说春雨贵如油,但这末世以来的第一场雨那更是给100座金山都不换,尤其是对于蜕变期的人和动物来说,简直是蜕变期的最后一次爆发式增长,而对于在末世第一阶段就已经觉醒了异能的第一阶梯的序列异能者来说,更是净化异能等级的最重要的一次机会,这一场雨奠定了很多第一批异能者今后在末世里序列 的地位,同时,大批枯死的植物开始复苏,甚至有一些植物更是在复苏之后蕴含极为丰富的能量,结出的果实有种种神奇的功效,不过就是异常的稀少,比觉醒异能的人还要稀少百倍不止,就在李牧编辑完短信发送发送完成后,陆续收到了回信,刘通,牧哥放心,我发誓绝对不告诉任何人,放心吧,油条,放心牧哥,我嘴很严的,并且,我一定坚持24小时,同望书,放心吧,会保守秘密的,不告诉外人,不过,我能不能告诉我的父母,无恙,卧槽, 你真够意思,有好处,还不忘了哥们我,放心吧,绝对不告诉别人,尤其是那帮鬼佬,李牧看到几人陆续的回信,除了同望书和无恙有父母健在,甚至关系网不小,流通,油条两人都已经和家人失联,不过李牧没有说的是,不到蜕变第三阶,贸然出去接受第一场能量雨的洗礼,不但没有好处,而且必死无疑,这场末世以来的第一场雨,尤其是前四五个小时,雨水中的能量极为浓厚且博杂,如果没有异能的疏导,只是蜕变期的人,直接就废了,普通人也就是烫 伤而已,蜕变期不到第三次的,就一个字,死,不过李牧还是提醒同望书,别当乱好人,否则出了什么问题,后果自负,尤其是别告诉蒋狱,收到李牧提醒的回信之后,原本打算告知父母,以及带着学生们接受老天的馈赠,心里却不由地开始打鼓,随即一咬牙下定决心,还是得听李牧的,毕竟如果说了好处,肯定有人不信,一旦私自尝试,不然有人发生意外的话,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们了,还得躲开蒋狱,不然这家伙实力再进一步,自己未必压得住他,而现在 大部分男同学已经站到蒋狱那边去了,随即给李牧回信,放心吧,我会保密的,童望书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该问的不问,他隐隐猜到接受第一场雨的洗礼需要一定的条件,如果贸然告诉别人,反而会害了他们,但是童望书不会追问李牧原因,毕竟做人还是要知好歹,不能贪得无厌,眼看快到午夜的十二点,李牧把江涵和史严召集到客厅,把这场能量雨的事简单讲了一番,只不过没有说接受洗礼的条件,只告诉他普通人白费,什么好处也没有,得意能者才行,果然不出所料, 史严还是借着上厕所的功夫,把这场能量雨的消息短信通知了王梦他们,整个房子里是无死角的监控,只要李牧想看,就没有看不到的地方,何况真当铁柱是吃干饭的,只不过无缘,无畏姐弟俩听到能量雨的消息后,满脸的遗憾,为什么自己没有觉醒了一能呢?还有三分钟就到午夜十二点,末时到来的第三十四天,高温将随着这一场大雨开始逐渐退去,而李牧和江涵,史严都来到了二楼的楼顶,当然还有小透明铁柱,只不过除了李牧没有人注意到罢了,此刻最� 紧张的当属李牧,毕竟上一世他只是个二次蜕变的小卡了,他自己也是在早晨出的门,那时的雨温度依旧很高,其实绝大多数人都一样,只要不是没地方避雨的,谁闲着没事零七十多度的热水,也不是没人想过收一些雨水,只不过淡蓝色的液体没人敢喝,有那傻大胆的也被博杂的能量撑得皮肉开裂,死得极为凄惨,但是到了第二天雨水的颜色逐渐转变为正常,当第二天气温降下来,雨水的温度也就三十度左右的时候,大家都才出来喝水洗澡,看着手表的李 在时间刚刚抵达十二点时,只听见天空中传来轰隆,随着一声惊雷闪过,随后依旧雷声不断,深紫色的闪电不断划过天空,但蓝色的大雨如约而至,当雨水落在身上的时候,李牧不忘加大力度催动你,几乎是瞬间感觉几乎到停滞不前的身体蜕变再度开始进行,而且是能明显地感受到身体的变化,李牧突然突发奇想,如果用空间晶石收一波雨水,那么,岂不是……嘿嘿嘿,反正也不亏,先试试再说,如果没效果,就当存水了,当即编 他编了个理由,让誓言去爱狗人士陈老太婆的房顶上去,如果不愿意,地上也行,人都挤在一起,影响效果,将蛤蟆,当然还是被李牧搂在怀里,灼热的淡蓝色雨水落下的那一刻,刘通站在楼顶呲牙咧嘴的不断跳动,嘴里全是问候老天爷的祖宗十八代的问候雨,但是自己的轻易父母哥说了,一定坚持二十四小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没办法地流通,咬牙切齿,光着膀子的流通,不停地在楼顶奔跑,一身肥肉,真是肉浪翻滚 无恙也是奔跑在冰川消融后的土地上,忠,因三语切换自如地问候上帝,耶稣,释迦牟尼的母亲,而童望书则是趁着下雨,找了个搜寻物资的理由,独自接受洗礼,本来还想收集雨水的讲誉和一众学生,在感受到雨水的温度,同时看到雨水的颜色时,果断显择狗诈,反正有人出去搜寻物资,讲誉也难得清闲,油条则是沉默寡言地在商场外的地上闭目盘坐着,感受到异能以及身体不断地进化,对李牧的感激之 这情已然爆表,要不是程姐对自己还算不错,真想立刻去木格纳校全马之劳,不过江涵在感受到雨水的温度时,也不由得皱眉,但是回想李牧说的话,还是咬牙坚持着,感受到自己腰间的大手,江涵索性转身一把搂住李牧,反正都已经那样了,此时在不断接受雨水洗礼的李牧,突然整个人被江涵抱住,也就惊讶了一下,便紧紧地抱住怀中的江涵,一直闭目地运转引的李牧在接受洗礼的几个小时后,由衷地感受到一股圆满的感觉,蜕� 八次的身体到达极限了,而异能则是已经在进化,没有经验的李牧,只能继续催动引接受洗礼,能进步一点算一点吧,因为引的缘故,李牧周围数米的能量极为浓郁,江涵的进步堪称飞速,而二人身后的位置,一个长宽都是七米左右的地面一滴雨水的没有,显然是李牧在不断地用空间摄取雨水,整个蓝星目前还活着的人,以及动物,此刻都激动不已,认为末世终将过去,殊不知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而一些异能者也后知后觉地察觉到,淋了一点点雨后, 身体的异样,竟然有那那么一丝丝的进步,当即再次前往雨中,验证自己的想法,当然,除了一些野外的野兽,以及花草植物,整个蓝星的异能者,以及一些高阶蜕变者,在察觉到一些异样时,已经过去七八个小时了,如同此刻的蒋玉,后知后觉地在雨中接受洗礼时,内心对于童望书,恨意十足,明明有这么大的好处,竟然不回来通知他,等自己异能再进一步,一定让这娘妈好看,想到那身材火爆的身影,蒋玉不由地一阵燥热,此刻,某地下车库内, 王梦众人中,进入蜕变期的几人,在收到史严的消息后,纷纷冲上路面,接受能量雨的洗礼,只不过王梦等人,没有一个发生蜕变,只能在车库门口,羡慕地看着,在如梦幻般淡蓝色的雨水中,接受洗礼,而王梦,以及王京成,吴志安等人,还在畅想着,这几个忠实教徒,变得更强之后,说不得以后,这座城市,不就是自己家的了,史严这种觉醒异能的人,那不得强的没边了,这两天,王梦不断收到女儿和儿子发来的短信 声泪俱下的控诉李牧的暴行,本来还打算留李牧一命的王梦,决定活主了他为自己的女儿和儿子出口恶气,他王梦,可是这座城市未来的女王啊,李牧这小崽子,敢欺负自己的女儿,儿子,这是取死之道,啊,救救我,就在王梦还在做浅江女王的美梦时,凄厉的惨叫声,此起彼伏,王梦被惊地回过神来,顺着惨叫声的方向看去,原本沉浸在美好幻想时的一脸笑意,瞬间变得极为难看,自己所以张的几个蜕变者护法,倒在淡� 颜色的雨水当中,身形不断地扭曲翻滚着,蹊跷不断渗出血来,就连皮肤都出现密密麻麻裂纹,几人嘴中不停地喊着救命,甚至一个唯一的三次蜕变的大汉不断地咒骂着王梦,看到眼前的一幕,王梦也是一脸猛逼,怎么呢?史严这个老实人怎么可能欺骗他?不对,肯定是李牧这小子使得坏,当即双手颤抖地拿着手机给史严打过去电话,嘟嘟嘟,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sorry,听到电话里传来的提示 王梦恨得牙根都痒痒,甚至都想立刻马上杀到李牧家里,质问着到底是什么情况,没办法,还是先联系了自己的女儿无缘,急切地说明了一下这边的情况,赶紧问史严怎么办,而李牧这边,搂着姜涵一脸惬意地享受着能量雨的洗礼,就连斜对面小楼搂顶的史严,都从最初咬牙切齿的硬顶变得一脸舒缓的表情,只不过出门没拿手机,毕竟满大街都是熟人,也没什么人需要联系,唯独二姨那边会联系自己,严哥,严哥,你快来 有急事,正当史严沉浸在异能和身体双重进化的快感当中时,听到了李牧家门口来自表妹无缘的喊声,李牧当然也听到了,不过不用猜也知道肯定是王梦那边出岔子了,此刻李牧倒是想知道史严要怎么应对,听到表妹急切地呼喊,史严只能一脸不舍地纵身一跃,赶紧跑回来,听到无缘十分急切地询问,史严赶紧回屋拿出自己的电话,看到七八个未接来电,心里不由地咯噔一下,赶紧回播了过去,刚想具体了解了解,二姨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结 结果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骂,等王梦出完这口气,史严才明白出大乱子了,史严此刻也是一脸的焦急之色,没办法只能上赶紧二楼楼顶问问李牧到底什么情况,看到史严来了,李牧单臂搂着姜寒,嘴角挂着一抹嘲讽地看着他,当史严一脸焦急地跟机关枪似地把问题说完还一顿指责后,李牧眼睛盯着史严淡淡地说道,我又没有告诉你不要往外转,史严听到李牧的质问,老脸一红低头说道,我,打断史严的话,李牧又� 问道,我有没有告诉你,只有一能者才能接受这场能量语的洗礼,史严,我,可是,那毕竟是二姨,我想着,反正也不需要付出什么,会而不费的是,李牧声音冰冷地再次打断道,二姨,他王梦是你二姨可不是我的,谁家二姨挑唆自己妹妹离婚棒大款,史严也是知道两家之间的矛盾,依旧沉默着,不敢言语,史严是你害了他们,可不是我,该嘱咐的,我已经嘱咐过了,你自己荡耳旁风,怨不得别人,行了,你可以走了,别跟着妨碍我,听到李牧的一番话,史严心 他心里十分悔恨,更多的是自责和无力,当即把实际情况告诉了王梦,结果王梦竟然要带着人来找李牧要个说法,也不浪费时间劝他加入这个大家庭了,让李牧必须赔偿他的损失,史严也不是不分好坏,当即拒绝了王梦的要求,承诺自己再次进化后,异能会变得更强,一定能搜寻到更多的物资,王梦懒得和这个鱼牧脑袋浪费口舌,搜寻物资都是一堆变质的东西,也就喂喂狗,自己将来可是要做女王的人,李牧这小子肯定是 空间异能者,听女儿和儿子说他可是有大量的新鲜食材的人,随即王梦联系了自己的女儿,决定等大雨的温度降下来或者停了之后,立刻带着人来接管李牧家的房子,三户打通的二层小楼,装七八十个人,那还不轻松,李牧看到史严有些失神地站在楼下淋着雨,随即开口道,我该说的都说了,你告诉王梦,别找不自在,不然可别怪我心狠手辣,史严听到李牧带有威胁的话,无力地回应道,放心吧小牧,我已经和二姨说过了,让她别来找你的麻烦,李 你最好把我的话当回事,你会害死更多的人,随即也不再说话,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天降福利很快便接近尾声,随着雨水的颜色逐渐透明,时间也快到二十四小时,剩下半个来小时,坚决不能浪费,毕竟大自然的羊毛还是得薅玩,做人还是要有始有终嘛,不过按照能量雨水的颜色的变化,李牧早就在收取时,在空间内分割好了,一共分成五种品质,最开始的第一类零至六点时间段,能量最为充盈,但是能量博杂,对异能的效果比较差,但是,对于四次� 蜕变期以上的人来说,绝对是十全大不要,第二类则是能量极为纯净,充盈度稍微逊色于第一类,但是对于蜕变期依旧有很强的效果,第三类开始对于身体蜕变的效果,就开始减弱,但是对于异能的进化效果,堪比灵丹妙药,第四类则是效果开始减弱,跟第二类的效果相似,都是独特的效果减弱,第五类则是平衡型对于蜕变期的身体进化,以及异能都有效果,但是都十分微弱,属于鸡类,李牧把能量雨水分割成 这五类储存在空间里,就等过两天再拿出来看看,是不是会完全失效,毕竟收了上千立方的雨水,要是没用的话,李牧想死的心都有了,这一整天不间断地开启空间精实的精神疲劳,差点要了李牧的命,要不是能量雨撑着,早就隔屁了,相比于江涵的神采意义,李牧则是一脸疲惫地回到家中,当然了,虽然蜕变只不在第八次圆满,但是异能足足净化了一大截,李牧有信心,不管是再次遇到类似四眼巅宫或者是暴食者,不论是靠异能还是肉 伯他,都能手拿把掐的一套闪电五连鞭给他直接强行带走带走,凌晨回到家,李牧特地从空间内弄出来一桌子五星酒店的菜,拉着江涵和史盐好好地搓了一顿,至于无缘和无畏姐弟俩,在角落里吃着桶装泡面,眼巴巴地看着大吃大喝,还推背幻展的三人,眼神中都快喷出火来了,恨得是牙根直痒痒,姐弟俩内心满是恶毒的诅咒,同时又都在想等着气温回落一点,自己老爸,老妈,舅舅,还有几十个教徒一起杀过来,到时候, 你李牧跪下磕头都没用,无畏心里暗戳戳地想到等自己的后盾来了以后,这个留着长长的马尾便,美帝不像话的姐姐,那就是我媳妇了,一时间捧着桶装泡面的无畏,立马从一脸恨意快速转变成了一副猪歌响,口水都流进泡面桶里了,李牧瞥了一眼,嫌弃地摇了摇头,暗中传信铁柱让他时刻紧盯着姐弟俩,一旦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铁柱在收到李牧的传信后,一顿信心满满地表示,毕竟一整天的 能量与让铁柱也收获满满,本来本来不小的体型直接缩水了一圈,但是不论是速度还是体魄,那都是跨越式的提升,关键是飞行时的声音如果李牧不是在极度安静的环境下,仔细地去听根本听不到,这简直是个天生的侦察兵,最关键的是,这蚊子也就一般蟑螂的大小,竟然不到一分钟就把李牧准备的800立方厘米的血浆吸得干干净净净,体型还没什么变化,细问之下才知道,铁柱还能提前储存能量,在关键时候爆发出来,而且800立方 0立方厘米可不是极限,无奈之下,李牧大方地直接拿出2000立方厘米的血浆,给铁柱来个宝的,吃完饭后,矢盐借着收拾卫生的借口,打包了不少饭菜,急忙拉着吴元和吴卫上了二楼,当矢盐把打包的饭菜拿出来的时候,吴元满是鄙夷的一阵嘲讽,都是异能者你怎么就不敢和李牧打一架呢?吴卫也应声道,是啊颜哥,你怕他干嘛,直接收拾他一顿,他的物资房子不就老老实实地交出来了吗?凭什么你们大鱼大肉我就得吃干水?虽 虽然嘴上嫌弃,但是吴元和吴卫姐弟俩,筷子都挥动出残影来了,史言听完姐弟俩的抱怨,也是一阵无语,当即劝道,人家李牧能收留咱们就不错了,末世里的吃喝有多珍贵,你们不是不知道,我怎么还能动手抢,尽管史言苦口婆心的教育,这姐弟俩,但是架不住人家,已经做好了打算,压根听不进去,这位表哥的针针教导,而李牧这边,拉着姜涵进了房间后,姜涵还满心欢喜地打算,和李牧聊聊意能地进化成果,谁知李牧关上门,一 揽揽江涵的小男腰,直接就脸对脸一番巧舌如黄之下,让江涵直接大脑一片空白,嗯,嗯,本来还想抗拒一下的江涵,那是李牧这种老油条的对手,当即被找到了弱点,直接身体一软,窗外的雨声依旧,江涵翘脸烟红,颤抖着,平复了好一会儿后,白嫩的小拳头连续锤打李牧的胸口,我都没有经验呢,你这人怎么这么莽撞,李牧深吸了一口烟,笑道,因为我是莽撞人了,双手感受着青春特有的弹性,不知不觉加大了力道,江 江涵朝红未退的俏脸更加红润了,不过异能者就是不一样,适应力强,恢复力也强,这要是换成普通人,这会儿还抽抽着呢,李牧把烟头一掐,也不管江涵怎么胡闹,必须实施刚刚想到的创意,解锁了新发型的江涵,此刻少女感爆棚,双马尾真是好看又实用,清晨天空依旧阴沉,雨势虽然不停地转换,但是丝毫没有停下的迹象,只不过,气温已经降到了40摄氏度以下,街面上已经出现三三两两,如同难民一样的求生者,不� 雨水混合着泪水,不断地冲刷着死里求生的人们的脸颊,殊不知真正的灾难,才刚刚拉开序幕,而李牧虽然一夜没睡,但是精神头倍足,早早地起床准备早饭,果然啊,还是得棋风对手才有意思,虽然,可能实力有些许的差距,但是也相差不大,依旧能尽情地施展大招,不过等李牧做好早饭,端进屋里后,江涵还在熟睡当中,显然是经验不足,还舍命陪君子的结果,可想而知,看到江涵还在熟睡,李牧直接把早饭收进空间里,不然 凉了口味就不好了,随即打开手机,给童望叔等人一一回信,过了一会儿,江涵醒了过来,李牧当即把准备好的早饭拿出来,江涵身为异能者,本就犯惊人,经过彻夜的激战,早就饿了,要不是实在困得,睁不开眼,才眯了一会儿,早就炫了几大碗了,反正都,也不顾上害羞,赶紧接过李牧对过来的早饭,大口吃了起来,就是嗓子发干喝瘦肉粥,也不解渴,立即伸手向李牧要一瓶冰镇果汁,吃饱喝足后,少不了一阵抱 不过铁柱传来信息告诉了李牧无缘姐弟俩的计划,让李牧微微有些兴奋,李牧当即传信道,盯着点楼上,有什么动静即时报告,铁柱此刻有种被弃重的感觉,当即表示,放心吧主人,铁柱时刻准备着,这边李牧收到铁柱的保证后,一根手指,青苔江涵的下巴,看着一脸怨气的翘脸,内心暗道,让你见识一下风系异能者,视如疾风的冲撞,在一阵惊呼声中,晨练开始了,晨练结束后,李牧把床单收进 空间里,毕竟染着血不好让外人看到,中午出来,吃饭的史颜出来吃饭,无畏在看到换了发型的江涵后,整个人都把持不住了,要不是从史颜那知道,江涵是异能者,早就霸王硬上功了,当即也开缺了不少牙的大嘴吹捧道,江涵姐姐,你这个双马尾的发型太美了,简直又甜又洒,唉,江涵姐姐,你脸上的纱布怎么没了,伤好了,听到无畏地夸赞江涵内心一阵恶心,想起李牧的嘱咐,还是忍着恶心应付道,嗯,昨天异能进化,修复了 伤势,看着江涵不假词色,一副不愿意多聊的样子,无畏内心暗恨,今晚就让你好看,无缘看着颜值,甩他三十三重天的江涵,今天更加有女人为了,当即明白了什么,看着弟弟鹰雾的眼神,暗道,江涵我看今晚过后,看你能不能高得起来,深夜,大雨滂沱,街道上已经积蓄了不少的雨水,已经到了,没过成年人的脚面的高度,虽然地处南方,排水系统发达,但是依旧扛不住分秒不停的暴雨冲刷,仅仅两天,原本水位几乎见底的武林湖 竟然上涨了数米,不过李牧所在的城区,地势较高,暂时还没有被积水淹没的风险,凌晨的两点钟,李牧把食水之味的江涵未保后,当即传信铁柱,询问无缘那一家子的进度,此刻,一直兢兢业业业,还饿着肚子,守在进入小区必经之路的上的铁柱,发现远处传来密集的脚步声,啪啪啪,脚踩水花,几十个人沉默的前行,面上却都展露出兴奋的表情,想到马上就有吃不完的食物,以及生活设施完� 李牧的房子,对于在末世里挣扎生存,食不果腹的灾民来说,无疑拥有让人舍弃姓名的诱惑力,李牧已经拉着江涵的小手来到二楼最佳的观望房间,在巨大的落地窗内街道乃至小区内的情况一览无遗,不过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了,而此时的无缘,无畏姐弟俩更是个怀心思,期待着父母以及舅舅等人的到来,唯一呼呼大睡的只有老十人史言,随着王梦众人距离李牧的房子越来越近,接收到铁柱不断传回的信息,李牧� 李牧的笑意越发浓厚,而江涵看到李牧似乎十分开心,疑惑地问道,等下会有人来想抢占房灾,你怎么好像很开心的样子,李牧揽着江涵肩膀的手臂用力地搂了一下,轻声说道,暴露出来的敌人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不知道躲藏在某个阴暗角落里的敌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给你致命一击,等一会儿可能会有比较血腥的场面,你要不要回避,江涵把头轻轻地靠在李牧的肩膀上,刺安慰地说道,都是你的人了,你的敌人同样也是我的 再说了,又不是没见过血,有什么好怕的,不如,我直接出手替你把他们全料理了算了,毕竟你们也沾亲带故的,见江涵这傻丫头竟然还安慰起自己来了,李牧打断道,任何想对我不利的人,不论是谁,关系多尽他都得死,我好歹也算帮他们养的孩子吧,这些家伙怎么就这么贪得无厌,分不清的大小王呢?呼,我现在火气有点大啊,小韩,说着,李牧轻轻一拍江涵的小脑袋瓜,江涵瞬间议会,李牧翻了个白眼,长嘘一口气,半小时后,已经走到小区门口的 王梦等人,派出一个人来到李牧小楼的门前,按照约定挥舞了几下手中的红色小旗,虽然雨势很大,但是有树木的遮挡,能见度几乎不太受到影响,看到信号的吴源姐弟二人连忙捏手捏脚的下楼来到门口,吴源连忙打开大门,挥舞旗子的人朝小区门口做了个手势,王梦众人松了一口气,在王梦顿时急冲冲地朝李牧家门口涌去,正在他们即将进入理想的乌托邦时,堪比银行金库的合金大门竟然自动 开始闭合,而吴源和吴源姐弟俩急忙抽身后退,相互对视,仍是一脸猛逼,哄,就在还没搞清楚状况的时候,门外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当然,李牧享受着巧舌如簧的服务时,也不忘把家门的电子锁设置成指纹认证模式,同时也把院内的有人踩到的反步兵地雷激活成压力触发模式,当然不是全部,不然乐趣太过短暂,同样听到剧烈声响的江涵刚准备起身看看什么情况,李牧赶紧打了个冷战,随后给江涵递上一瓶衣� 江涵赶紧接过,咕咚咕咚喝了两口水,看到窗外的景象,顿时口腔肌肉僵硬的小嘴张得大大的,似乎被眼前血腥惊到了,只见院内的地上出现一个大大的土坑,周围躺着七八个人在痛苦地扭曲着,因为防弹玻璃的原因听不到那淒厉的哀嚎之声,这还是李牧故意把地雷埋得深了一些,不然可就不是七八个人倒地了,而外面李牧的二姨王梦以及小舅王金成等人看着土坑当中那具残破的躯干,周围受伤翻滚的叫众,顿时为李翻江倒海 同时更是对李牧恨意达到了极致,轰的一声,而就在众人准备冲向小区口逃跑时,再次触发一颗地雷,不出意外又是胳膊大腿满天飞,这一下众人再也不敢乱动,全都战战兢兢地站在原地,生怕被强行分尸,无缘姐弟俩看到自己的父亲吴志安被炸成碎块,同样眼中泛着泪花,双手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使言同样也被这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惊醒,赶忙起床来到窗前查看情况,看到自己的二姨,舅舅等人茫然 失措地站在院中,地上还有因疼痛不断翻滚的人,再傻也明白了什么情况,当即去敲响无缘姐弟的房门,眼见迟迟没有人回应,使言当即下楼想去客厅找李牧,看到李牧的房门大开,而无缘姐弟俩在门口的窗边看着外面,不断地抽气着,使言缓缓地走过去,疑惑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二姨他们怎么在院子里不进来,姐弟俩看到使言,顿时哇地一声哭出来,抽气着把父亲吴志安被炸得粉身碎骨的事告诉了使言,使言表情茫然地同样看向窗外,下一刻立马 他把前去开门,结果不论怎么样大门的门把手都纹丝不动,正在使言等人急得一筹莫展之际,江涵出现在楼梯的台阶上,冷漠地说道,穆哥请你们上二楼,说吧,扭身朝李牧的房间走去,只是走路的姿势有些不太自然,使言带着无缘姐弟俩来到二楼李牧所在的房间后,无缘姐弟俩神色疯癫张牙舞爪地冲向李牧,啪啪,李牧和江涵同时出手,一人一巴掌,下一秒,姐弟二人再次口涂几颗大牙,倒在地上,而使言则是� 满脸怒火的质问,为什么,李牧你,还有没有人性,他们可是,李牧一脚踩在无缘的手指上,用力一拧,骨头的爆裂声,凄厉的哀嚎声,立马充斥着整个房间,从无缘身上寻摸出他的手机,解锁后抛给使言,接到了手机后,似乎明白了什么的使言当即查看微信,短信,只不过每过一秒,脸色难看一分,不过还是喉咙发干,声音有些嘶哑的开口道,小牧看在大家亲人一场的份上,能不能,李牧冰冷的双眼盯着使言,一字一句道,不能,我记得我跟你说过, 任何想伤害我的人都会死,谁都不会例外,说着,李牧一手一个拖动无缘姐弟俩到窗户旁,把两人的脑袋死死地按在玻璃上,一道如同恶魔低语一般的声音响彻在姐弟俩的耳边,亲眼看着他们是怎么被你们两个蠢货害死的,而此时,江汉泽的手中则凝聚出一把能量形成的长弓,漂亮的眼眸死死地盯着使言,李牧的手指则朝手机的屏幕的数字编号按去,哄哄哄,连续的爆炸声响起,眨眼间原本七八十人的队伍,此刻能站 看着的不足十人,而王梦和王金城看着满地的残肢断壁,以及生不如死的较重,已经是吓得肝胆剧烈,牙齿都在不停地打颤,此时一块不知道是什么内脏的碎片顺着王梦的头顶滑落脸颊,眼中更是充满金句,连忙用手胡乱地扒了,此时地上的积水已经染得血红一片,李牧则打开窗户的射击口,高声喊道,感谢绑一大姐送上的血流成河,哈哈哈哈,王梦等人抬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一面巨大的玻璃窗,缓缓 露出屋内的景象,就在王梦看到玻璃窗内的景象时,顿时怒气上涌,眼前一黑,一口鲜血喷涌而出,王金城看到到李牧,则是立马高声呼喊,小木,小木,我是你小舅啊,别,别误伤了我,李牧看到这姐弟俩截然相反的表现,尤其是王金城这个眉骨气的废无恙,实在忍不住,扑斥一声笑了出来,念不露出一抹玩味的神色,似乎想到了什么,开口高喊道,你们走吧,给你们调活路,身旁的屎言,在听到李牧愿意放过二姨和小舅时, 默然地松了一口气,他此刻内心很乱,亲人之间刀兵相间,实在是他不愿意看到,但是李牧这些天来对他属实不错,好吃好喝的招待,有进化的机会也没有私藏,同样还带着他一起分好处,如果朝李牧动手,自己还真的下不去手,但是,如果王梦等人要伤害李牧,所以,在听到李牧初说出放过王梦和王金城的话后,使言内心的一块大石头才算落地,而吴远姐弟俩则是眼中充满惊喜的神色,但是下一刻,轰的一声,打碎了所有人的幻想,本来听到李牧, 打算放过的他们,跟着王梦几人来住大房子,吃山珍海味,纵享完美生活的几个教众,如蒙大射般冲向小区门口时,再次触发了一颗地雷,再一次上演,胳膊大腿满天飞的场景,地上的血水更加的心红,使言目瞪口呆地看着李牧,吴远姐弟俩更是眼中充满深深的恐惧之色,这个李牧简直就是个冷血动物,李牧没有在乎身边几人的想法,一手一个,拖着吴远姐弟俩的头发,就往楼下走去,将寒意不意去地跟上,使言的眼中充 充满了复杂的神色,但也快步跟上李牧,虽然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同样也不知道自己能否阻拦李牧,打开大门,在王梦苍白且木然的眼神中,自己的女儿和儿子像垃圾一样被扔了出来,同时头顶都光秃秃的一片,但也只是咬了咬牙,眼神中充满了愤恨,仅此而已,大雨依旧不停地在下,而李牧则一手撑着伞,一手揽着江寒的香肩,缓缓地走到王梦面前,看着仅剩的几个人,以及躺在地上不断哀嚎的王金城,李牧 王梦似乎缓缓地开口道,就凭你们这些什么也不是的垃圾,也敢打我的主意,谁给你们的自信,又是谁给你们的狗胆,使言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张张了张嘴,但还是没有说话,而王梦似乎疯了一样,就要冲上前去挠李牧的脸,李牧啪一个左正灯,王梦下一秒像一个破纱带一样飞了出去,口吐鲜血,蜷缩在满是雨雪混合的水中,王金城虽然身上被崩了不少蛋片,因为没有冲在最前的缘故,只是流血过多,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用近乎哀求的语气 颤抖地说道,小木,你就行行好,放过我吧,我,随即看了一眼仍然蜷缩在地上的王梦,咬牙说道,都是你二姨蛊惑的我们,说是,只要拿下你,我们就,李牧听着王金城的话,眼眸中没有丝毫的波动,有的只是看待砧板上一块猪肉一样的冷漠,李牧声音冰冷地开口问道,这一个多月以来,活得很痛苦吧,王金城以为李牧是在关心自己,当即点点头,满是热泪地回答道,小木救救我吧,以后你说,什么小就都听你的,哼哼,我可不需要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废物,我能干活 我,我什么都能干,我,好啊,随即,李牧一指无缘姐弟俩,杀了这两个废物,说完,一把水果刀扔在王金城的面前,而王金城一咬牙,忍着伤口的疼痛捡起地上的水果刀,刚要动手,突然王梦指着李牧开口道,李牧还是人吗,让亲人相残,你,啊,一道锋刃掠过,王梦指向李牧的右手从手腕处整齐地被切断,亲人,你们也配,王梦死死地咬牙忍受着剧痛,依旧开口道,我们想活着有什么错,我让我的妹妹找个能让她后半生一事无� 有什么错,你惹到我,就是最大的错,这个理由够吗,王金城,你在等什么,等上菜吗,听到李牧不满的催促,王金城一咬牙,手持水果刀,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一刀捅进无缘的胸口,整个刀身都没入进去,鲜血顿时顺着刀柄流出,王梦嘶吼道,不,吴卫更是惊恐地转身就跑,王金城此刻手上沾了血,已经杀了红眼,怎么可能让自己活下去的机会就这么跑掉,用力拔出水果刀,此刻仿佛伤口全好了,三两步就追上了吴卫,抓着吴卫的 吴卫顿时一屁股坐在地上,惊恐地看着王金城,嘴里不断地说着,不要,不要杀,随着水果刀划过,吴卫瞪大双眼,捂着自己脖子上的伤口,缓缓地倒地,此时,吴卫,吴卫已死,使言满是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这个小舅舅,平时懒惰,贪小便宜,又胆小好色的王金城,此刻完全变得陌生,李牧则一片头看向使言,问道,这些垃圾,你说,你跟他们凑什么热闹,想动手赶紧的,不然你可没机会了,使言仍是看着王金城,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王梦此刻也已经疯了,趁着王金城打算跟李牧表忠心的时候,从背后冲来,用完好的左臂一把孤住王金城的脖子死死地向后一拽,王金城站立不稳,顿时倒地,砸起一片血水,大雨不断地在下,原本星红的血水此刻已经逐渐变淡,正当王金城惊慌失措的瞬间,王梦像野兽一样对着王金城的脖子狠狠地一口咬了上去,出于求生的本能,王金城不断地挥舞着水果刀刺向王梦,但是刺了几下之后,握刀的手便无力地 砸在地上,溅起一片水花,当王金城不再挣扎之后,王梦瞪着布满血丝的双眼,满嘴鲜血地看向李牧,被雨水打湿的发丝紧紧地贴在脸上,像极了地狱的恶鬼,李牧看着王梦,玩味地笑道,颜哥,杀人者人横杀之,没错吧,誓言此刻已经被接二连三的心理冲击,震惊地麻木了,李牧却自顾自地说道,要是我是个没有能力的普通人,此刻死的,恐怕就是我了吧,呵呵,不过谁让我运气不错呢,随即看向王梦,笑了笑说道 看你活得这么痛苦,死了对你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在王梦错愕的目光中,只见李牧抬手一指,一道无形之刃洞穿了他的眉心,地上无辜的水再次被砸起了淡红的水花,而跟随王梦而来的人,此刻还活着的三人,都被眼前这接二连三的变故震惊地说不出话来,突然发疯似的冲向小区的大门,但是就在下一秒,一颗地雷被触发,冲得最前的两人瞬间四分五裂,而那个腿受伤的较重,反而被巨大的冲击波给冲得倒飞回来,刚刚挣扎着 起身,就听到如同恶魔一般的低语,你们这几个残余垃圾,又浪费我一颗地雷,随后,只见这人周身不断地下落的雨滴,瞬间爆碎,变成了一团星红的血雾,而整个人在短短几秒的时间,变成了一副斑驳的骨架,看着自己的杰作,李牧先是点点了点头,随后又摇了摇头,自语道,看来,对于异能的掌控,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啊,使眼眼光复杂地看向李牧,好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而江涵,则是把头靠在李牧的� 问道,颜哥,我打算搬家,你要跟着我一起,还是,使眼语气低落地回答道,我就不了,打算到处走走,散散心,李牧则是提醒道,这场灾难才刚刚开始,使眼转身边走边说道,我知道,生死随缘吧,李牧则是轻轻拍了拍江涵的肩膀,轻声说道,走吧,咱们收拾收拾,搬家,说吧,揽着江涵的乡间,回到了小楼内,回到家中,李牧完全没有被刚刚的事所影响,拉着江涵继续温习功课,直到半上午,李牧神清气爽地去做早餐,感受到李牧 李牧视如狂风般的实力后,江涵惊喜而又绝望,不行,一定得找个姐妹盟友,分摊火力,不然末世里没有饿死,反而给撑死了,那才倒笑,感受到盆骨的疼痛,这家伙真不是人啊,这是要夯死本小姐,该起哪找呢?正在江涵胡思乱想之际,房门外传来李牧的声音,吃早餐了,江涵迈着抖落筛康的双腿,扶着墙慢慢地走到可听的餐桌前,看到江涵的样子,李牧嘴角的笑意仿佛一百把,AK骑射,根本压不住,二人各有心思地吃 吃饭饭后,李牧带着江涵直接驱车前往那位坟头草独三尺高的空间异能者张雨昕改造过的房子,大雨还在不停地下,短短三天的功夫,地上的积水竟然已经到了成年人膝盖的位置,这还是李牧所在的城区,地势较高,其他的地方简直难以想象,几分钟后来到张雨昕家所在楼下,凭借着八次蜕变圆满的敏锐感知,李牧能察觉到有不少人被自己的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给吸引了,正在通过窗户悄悄地窥视自己,也是一群和老� 一样的灾民,在气温回落后,就算回到曾经的家里,也是一穷二白的,除了逛个睡宝,也就只能挨家挨户地解释了,李牧可不管那些老鼠的想法,静止带着江涵前往顶楼的大平层而去,只不过在上去之前,在车里留了几枚手雷而已,谁要是不开眼敢偷车,嘿嘿,从空间中拿出张雨昕的手机,刷开大门,进入其中才发现,自己还是被之前低级的圈层给限制了眼光,全智能化的家居,酒柜,壁炉,二百多平的大平层,简直就是个高端的会 而自己那还真就是个末世堡垒而已,想到这,李牧玩耳一笑,那又怎么样呢?现在这栋房子兴里了,而江涵在进来之后,只是略微地打量了一眼,随即就准备要收拾一番,刚准备动手,只见客厅内传来阵阵的凉风,只见李牧手指轻轻一勾,房间内客厅包括各个卧室所有的灰尘都凝聚成一个直径一米的圆球,而圆球就跟随在李牧的身边,随着李牧打开阳台的门,灰土凝聚的圆球像炮弹一样冲向对面楼某一层的� 而这窗户内原本一直暗中窥视李牧汽车的人则是被吓了一跳,刚一露头,只见一个黑点急速放大,扑的一声,一只弩箭从其额头洞窜过,看到李牧的一番操作,江涵心惊的同时又觉得十分的有安全感,毕竟谁不希望的自己的男人足够强大呢?当然,各方面都得硬,就凭这一手异能的掌控,江涵就自觉比不了,没有足够强大的感知力,异能掌控的再细致入微也白费,整个房间仿佛被专业的家政给清扫过一遍,不仅一尘不染,连刚 进门时的意味都消失不见,随即李牧把沙发、床之类的家具全部换成了自己空间内的顶尖奢侈品牌,哄,哄,正当李牧打算处理一下这些被替换的家具时,不出意外,楼下果然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响,看来确实有着急投胎的蠢货去动自己的车了,也不想想这年头敢大摇大摆地把车就这么扔在楼下的能是普通人,而这车又是那么好拿的,李牧和江涵走到阳台上,一同向下望去,原本停在那里的沙漠突击车已经变成一个巨 巨大的火球,而不少人正通过自家的窗户在悄悄地观望,当然,李牧也不介意展示一下自己的火力,毕竟他可不想天天被一群老鼠给惦记着,更没心思完那种扮猪吃虎,装逼打脸的把戏,随即拿出两把M249递给江涵一把,笑了笑说道,对于这种货色,不编湿一下,不足以凭名分,江涵玩味地笑道,名分?李牧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说道,当然,我不就是名吗?大大大,说完,李牧朝着楼下地面上火球,开始扣动扳机,江涵也是新奇,扣着扳机不松 毕竟虽说,以前家里条件好,也不是没玩过枪,但是这种美式军用装备,还是第一次碰,当然,两个异能者,一个蜕变八次,一个蜕变七次压枪堪比外挂,二百发子弹,全部没入火球中,随即李牧一招手一些张雨昕原本的家具接二连三的杂像火球,随即关闭的阳台的门,而看到这一幕的幸存者们,则是吓得不敢冒头,虽然能在末世活到现在,手上多少沾了血,但是没见过这么封批的人,都死还要编尸,关键是,人家有枪,还是连发的那种, 小区内,来了很人啊,还是不要惹得好,李牧可不关心这些老鼠的想法,一挥手,一堆零食,出现在客厅沙发前的羊毛地毯上,窗帘一拉,搂着江寒,便开始挑选电影,嗯,就看雪国列车吧,来个一苦思甜,顺便习惯一下,之后到来的极寒天气,两人喝着红酒,吃着零食,惬意地看着电影,有说有笑的,而外面的世界,大雨连绵不断,积水持续上涨,而饥饿无比的人们,再一次开启了猎杀时刻,当然,一些弱小的人,依旧是溜门撬 看看有没有风干的尸体,而变异动物们,因为食物的短缺,也开始朝着人类的领地,自发的前进,尤其是一些动物园和保护区内的变异动物,首先遭遇的对手,就是流浪的猫狗,而在切换电影的时候,李牧直接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地盘内名为传世之作鉴赏的文件夹,不出意外,本来熄灭的烈火,再一次被引燃,感觉快散家的江寒,慵懒地躺在李牧的怀里,坚定地说道,李牧,我打算给你那几方窃室,听到江寒的话,李牧惊 死,以前总厅同学,闺蜜说,男朋友从来不给吃饱,打死没想到,到我这都快撑死了,李牧好奇地问道,你这是思想很奇特呀,江寒撇了撇嘴说道,我爸外面养着十几个呢,有能力的人撑死,没能力地饿死呗,你们男人不都这样吗?李正言辞地说道,你这个万恶的资本家的小姐,虚心接受人民的改造,争取早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啊,别,呜,让我在,休闲,呜,运动完后,吃饱喝足,再美美地睡上一觉,不受任何人的打扰,不论是在末世之前,还是� 末世之中,都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当然,心情好的,只有李牧一个人,而江寒则是下定决心,一定得找个人来分担火力,不然迟早得盆骨炸裂,看了看自己的双马尾,都快突如了,正当李牧哼着歌,准备火锅食材的时候,铁柱悄无声息地飞来,落在李牧的肩膀上,在接收到铁柱从传信后,李牧眼中闪过一抹寒光,原来随着大雨连绵不断,积水的不断上升,许多流浪在外的人,开始不断向高地市,或者高楼小区去避 避免地成为被选择避难的目标,而最主要的是,仅仅几天功夫,原本炽热难耐的高温断崖式下跌到七八摄氏度左右,夜间更是趋近于零摄氏度,所以,能遮风挡雨的居民楼自然成为首选,李牧轻声笑了笑,看了一眼肩膀上的铁柱,说道,正好,你可以加餐了,铁柱文言十分高兴,毕竟李牧之前对他有很大的限制,只能在远处寻找进食的目标,而这次不用找,大量的食物就会自动上门,江寒听到李牧似乎 在交谈,腿脚发软地来到客厅,瞪着大眼睛,好奇地问道,跟谁说话呢?看到江寒的迥样,李牧抬手指了指自己的肩膀,笑道,给你正式介绍一下,这位是铁柱,我的好朋友,江寒盯着李牧的肩膀,仔细看了看才发现,一只近乎于透明如同蚊子一样的生物,正趴在李牧的肩膀上,江寒对于变异动物,还是有些恐惧,毕竟曾经差点成为一只猫的食物,嗨,但还是硬着头皮,挤出一个笑容,对着铁柱挥了挥手,铁� 说铁柱就行,江寒感受到脑海中传来的信息,惊讶地一只手捂住小嘴,一只手指着铁柱,似乎看出江寒的惊讶,李牧这时已经在餐桌前坐下,笑着解释道,无声传信,这是铁柱的特殊能力,具体的原理,我也不知道,放心,它不会伤害你,江寒赶紧小步走到李牧身旁坐下,看着李牧淡定从容的样子,不由地也松了口气,不过江寒更好奇的李牧是怎么收服一只变异动物的,见李牧没有要细说的意思,时去地开始涮肉,而铁柱 则飞向摆在客厅角落的大盆里,江寒的好奇地问道,铁柱这是在干什么,李牧加了一块子毛肚鞭在锅里涮边解释道,咱们吃饭它,也得进食啊,江寒文言站起来看到一大盆腥红的血液在不断地减少,江寒瞬间汗毛直立,紧张地问道,他吸血啊,李牧拍了拍江寒的翘臀,说道,你这不废话吗,他是蚊子不吸血,还能啃猪蹄不成,在温暖的屋子里,两人一蚊大块朵頤,吃饱之后,李牧从空间用一个玻璃 一杯装满淡蓝色的雨水取出,而看到李牧举动的江寒,则好奇地问道,唉,这不是能量雨水吗,李牧文言说道,能量雨水,也对,不过,我觉得叫生命之雨更为合适,江寒疑惑道,生命之雨,李牧指了指阳台的位置,说道,你没发现吗,外面很多在高温天气枯死的植物都有焕发生机的迹象,江寒猛然发现,确实是这样,不过更加的疑惑李牧的行为,问道,这生命之雨不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效果了吗,李牧点了点头说道,所以我在测试,看看处于一杯,� 空间内的雨水能不能保持能量不溃散,目前来看有效果,但是拿出来之后能保持多久,还得再观察一下,眼看生命之雨没有在意拿出来之后,就和出土的兵马俑一般快速氧化褪色,李牧的眼中闪过一抹喜色,难难地说道,我们发达了,江寒一脸疑惑地看向李牧,随即似乎明白了什么,生命之雨已经完全消失,而只有李牧手中还有,他们可以继续依靠生命之雨进化,哪怕效果越来越微弱,但是将来可以送给需要的人提升实力,乃至可以和官方势力换取重要的物资,但, 在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轻易不能暴露出来,不然绝对会被围剿,匹肤无罪,怀避其罪,不过,李牧拿起杯中的雨水,一饮而尽,随即微微皱眉,看着江寒说道,有效果,不过很微弱,说完又拿出一杯地给江寒,出于对李牧的信任,江寒接过杯子,同样一饮而尽,细细地感受了一下之后,点点头道,确实,有效果,但是不大,李牧脸色变了变,释然地一笑,说道,我们可是从头到尾,享受了生命之雨的洗礼,如今还有一些存货,尽管 效果不大了,但是,能进步一点点,在这末世之中,都是一份保障,不是吗?随后在江寒的疑惑中,李牧拿出一件雨衣,以及一把巨大的带消音器的狙击枪M200,看着江寒说道,我去一趟楼顶,铁柱告诉我说,有不少幸存者在不断涌入附近的高楼小区,先给他们个警告,不听的话,那就进入猎杀时刻。不得不说,张雨昕选房得很不错,房子的阳台,正对小区的大门,也是唯一的大门,来到楼顶的李牧,透过瞄准镜,确实看到一些零� 的幸存者,出现在附近街道上,随即瞄准一个准备进入小区的人,停,带着消音器声音,着实也不小,但是下雨的声音,足够掩盖枪声,只是同样会影响观测距离,一枚408口径的子弹,在三四百米内,足以无视一般的风阻,乃至雨水,精准地把一个想要进入小区的人,脑袋给轰碎,小区门口徘徊的几个人,看到先行进入小区的人,走着走着,脑袋突然爆开,顿时吓得心惊胆战,立马四散而逃,毕竟,他们只是为了求生存, 才想要进入眼前这个小区,又不是为了什么任务占领这里,既然这个小区的已经有主,并且以强硬的手段宣示了主权,那么,他们自然不会再不知死活的强行硬刚,只不过,随着雨水不断积累,尸体鲜血,随着水流,很快地,便消失在大门口处,而李牧也没有精力,一直盯着这里,索性还有铁柱,当即传信铁柱,所有进入这个小区,并且试图进入李牧这栋楼的人,都是你的自助餐,铁柱收到李牧的传信,兴奋的六根针管都在颤�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牧仗着夜市能力堪比白天事物,频频晚上出行,一来是找寻附近的变异生物,以及进化失败的人类,以及,觉醒者,炼刀,炼枪,二来是继续搜刮剩余还能用的物资,以及一些贵金属,尤其是黄金和薄金这种,诞生于地球形成之初的金属,绝对的不可再生资源,而且,不管是民用科技产品,还是军工制造,都离不开这两样,当然了,其他的一些不可再生的贵金属,以及特种钢材,同样也在李牧的搜寻范围内,� 官方建造大型避难所,以及重新生产武器装备,离不开这些东西,至于吃喝,有本事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不缺这些东西,吃喝重要吗?很重要,那是对于普通人,不论时代有谁听过王侯将相,士族权贵饿死的,饥寒交迫,动饿而死的,永远是底层的屁民,当然,李牧并不在乎,以后的人怎么活,重要的是,自己能不能活得像个人,将来是否有足够的实力,以及足够的筹码,与官方交锋,毕竟任何人都逃脱不了滚滚大事,如果将来不可避免的,要� 官方打交道,那么绝对的实力,以及手中的资源,二者缺一不可,所以,不停的猎杀变异生物,以及其他的觉醒者,提升异能,锤炼战斗技巧,适应新时代的战斗方式,尤为重要,尤其是一些觉醒者,虽然他们的异能等级不高,但是总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异能,让上一世的土豹子李牧,着实大开眼界,甚至有几次,差点就挂了,不过风险越大,收益也就越大,虽然李牧现在不知道,自己的异能到底处在什么等级,但是,只要是元素类的异能,李牧觉得风就是最 最强的,相生相克的前提是,两者都在同一等级,旅热剂制造的超高温度的火焰,遇上龙卷风,也得乖乖的熄灭,当然大多数时候,都是李牧一个人在行动,不是江涵不愿意去,而是被牲口夯的,简直下不了床,给李牧那些的想法,越来越急迫,如果有必要,越多越好,甚至于,如果能拉拢到佟老师那种,肉身强化异能的高阶蜕变者,江涵做梦,都能笑醒,完全能一个顶十个,殊不知,李牧也是这么想的,当然有时候,李牧遇到棘手的变� 还是会回来,强行搬救兵,当然,作为能量极致掌控的异能拥有者江涵,主需要催动异能,在关键的时候,全力一击,而李牧仗着肉身强横又灵活诡据的身法,就负责忙,和牵制,有时候,江涵实在偷懒,实在不想去,李牧眉头一条说道,那你就多休息,不过得真的需要休息才行,李牧保险起见,虽然救兵搬不成,但是下下火也是不错的,反正有铁柱这个超级侦察兵盯着,也不怕猎物跑掉,至于小区内,确实有不安分的人,呃, 几眼了吗?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下场就是被铁柱吸干,而试图进入小区搜刮物资的幸存者,或者一些三五成群的小势力,无一例外,脑袋全被挂在小区的正门口,要不是积水越来越深,李牧高低得住个大大的金关,半个月的时间因为有水上突击艇,几乎所有的医院,药店,买至银行,工厂,军警驻地,凡是有用的物资,全部被洗劫,当然了,只带走价值最大的,毕竟没有兼臂青野的能力,100米乘100米乘100米的空间看似很大,但是杂七 杂八的物资太多了,而最基础的吃喝保障对于李牧才是最重要的,毕竟生存和生活那是两个概念,随着连绵不断的大雨来到的第二十天,世界各地都成为一片泽国,而一些小岛国则彻底消失,而现在雨在逐渐变小,甚至于只有白天才会有雨,到了夜晚只有核桃大小的冰雹如同机关枪一般砸向世界各地,甚至有些地方的冰雹如同成年男子拳头一般大小,而现代通信则是进一步的退化,没有卫星电话,或者电话没有卫星通信功能,几乎无法与外, 而世界各地的电信运营商最有人性,一次就是免除了缴费功能,只要登记再测的号码,都可以无限制的使用,反正活人也没多少,甚至大部分的人设备早就在高温天气时报废了,所庆幸的是,末世来到的时间是人类科技文明最为璀璨的时代,各国的官方机构总有办法作为人类的星火传承活下去,就算是底层人民也能依托科技的产物,高楼大厦,均用工事顽强的存活下去,如果是在古代,恐怕人类几乎就要灭绝,而刚刚办完试点了跟华子的礼目,� 似乎突然听到窗外传来接连不断的喧哗声,叼着烟,好奇地走向阳台,只看见不少的小船只,甚至是连船都算不上的小山板,朝着小区内进发,当即联系铁柱询问情况,接收到铁柱的传信后,李牧脸上闪过一丝古怪的笑意,江涵看到李牧的笑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江涵自己的弱点都被完全掌控了,只能不停地喝水补充大量失去的水分,生产队的驴都没有这么能干的,饱了,不不不,撑死了快,这时只见李牧说道 你好好休闲,我出去一趟,不过江涵看到李牧有一些反常,还是十分担心地询问情况,原来附近的很多小区都被幸存者搜刮干净了,只有李牧所在的小区,因为大门口悬挂着百来颗脑袋,让人望而却步,那些不想责人而识的人,觉得这个小区内必然有充沛的物资,不然里面的狠人怎么会这么坚决地阻止外来者,毕竟都快饿死了,并且一些觉醒者的家人未成为觉醒者,生病了也需要药品,虽然不知道这个小区到底有多少物资,但这是唯一没有被搜刮过来的小� 而其他的势力圈定的底盘,早就上下一心了,只有这里没发现有什么势力,据观察也就一些松散的住户,而李牧不可能天天盯着小区门口,所以放了一些小区内的原住民进驻到自己所在的大楼,发枪,发物资,当然都是一些垃圾武器,和一些李牧并不喜欢吃的食物,但这对于末世的人来说,无疑充满了巨大的诱惑力,当李牧和江涵落了一手艺能后,贪婪的目光彻底消失,有的只有近尾,与世见晓,一些小船,山板开始朝着小区大门进发,枪声不断地� 奈何没有受过正规射击训练的人,一百来米的距离,加上雨天的干扰,也就听个响,直到李牧来到房顶,众人才算看到了主心骨,此刻楼顶已经聚集了二十来位小区的幸存者,都是依靠李牧隔三差五施舍点空间里的食物,吊着命的,当然也不是没人动心思拿下李牧,但是在被李牧拎着糖刀削了几个人棍出来,又用风意能吹出来几具骨骼标本后,基本上没人再敢动这份心思,眼看很多小船,山板已经聚集在小区大门口,而楼顶的众 众人子弹也快打完了,也没打到几个人,此刻的李牧就是众人的主心骨,李牧嘴角似带着嘲讽的微微翘起,环视了一圈众人,不紧不慢地说道,你们脑子没病吧,下雨下脑子里了,站他们这么高当自己顺溜附体了,还是燕霜鹰上身了,所有人跟我去四楼,说完也不管众人脸上难看的表情,独自往四楼走去,众人被李牧一阵嘲讽,脸色难看,但是又不敢发作,谁知道这个杀星会不会顺手再杀几个,毕竟一天一个面包还得靠李牧呢,随 接着众人来到四楼,还算高档的小区是两护两梯的结构,随便踹开一道门,李牧静止地走进去,直奔阳台,此时的积水已经有一层多楼那么深,虽然雨势已经不像开始那么大,但是细雨依旧连绵不断,基本上就是白天下雨,晚上冰雹,此刻众人等待着李牧的命令,反正只要能打退这些准备冲入小区的暴徒,那么他们还能苟延残喘地活下去,李牧从空间中取出几箱子子弹,往地上一扔,说道,弄,自己拿,别给我放进来一个,另外,把这 拆快的外墙给我砸一砸,不然二十号人怎么能施展得开,分一半人去旁边奈户,一样砸了,世界视野要开阔明白,说完,拿出一把摇椅往上一躺,如同古代压榨劳工的地主一般,看着一帮人拿着电锤,铁锤开始拆墙,正当众人把墙拆好,准备喘口气的时候,只见外面的小船已经开始朝小区大门进发,竟然是没有发生骚乱,一副井然有序的样子,正躺在摇椅上喝着啤酒的礼目,看着外面的景象,不由得想到,难不成还有能人指挥 退伍海军,随即不作他想,继续喝,反正一帮灾民几十艘小破山板,还能如何,哒哒哒,枪声不断响起,率先冲入小区的数艘小船被击中,就连船上的人也被打成筛子,然而,已经饿几眼的人可不管这些,反而因为被枪打死了一些人后,听出了枪声的大致数量也就二三十把枪,自己大几把号人,他们能打死多少,他们又能有多少子弹,其中一艘稍大一些的冲锋艇上,站着一高一挨两个青年男子,挨个子长发乱糟糟的,但是眼神十分明亮, 也不像旁边的灾民一样,那么面黄肌瘦的,而他旁边的高个子则是皮肤十分白皙,眼中不时地闪过一抹蓝光,二人见到进攻兽组,高个子说道,哥,我去住镇吧,不然光凭他们这些废物,可冲不进去,矮个目不转睛地盯着正对小区的那座大楼的四层,悠悠地说道,不急,正好淘汰一些废物,不然再多的粮食也经不住这么消耗,在这艘冲锋艇旁边,还有七八艘只能乘坐四个人的冲锋艇,每艘上面都有四个人,各个体 这二十来号人,才是这对兄弟俩身边的精锐,虽然没有异能者,但是都是二三次蜕变器的精锐,而且人人有枪,都是从某个分局的枪械是拿的,就是子弹不算太多了,不然,单凭这高矮兄弟俩,可压不住这几百个急眼的人,枪声响彻不停,不断地有人中枪落水,作为进攻方的人,不再嗷嗷叫,而是沉默的划船,但表情并不麻木,反而眼神中透露出凶狠,正在喝着啤酒,哼着小曲的礼目,始终低垂着眼皮,仿佛这场血流成河的� 一般,而他只是作为一个看客,就在这时,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传来,别打了,大家都住手啊,咱们可以和他们谈判,妄造杀虐佛祖会怪罪的啊,李牧抬眼一看,知道来人是谁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少妇,扶着一个八十岁出头老太太走进屋子,而喊话的正是老太太的孙女,这老太太满头银发,手上拿着一串佛珠,嘴里念念有词,眼神中还透露出一抹慈悲之色,看着这老太太道貌黯然的样子,李牧只觉得恶心反胃,也是奇了怪了,三十三天的高� 这老棺材狼子竟然能挺过来,不由得让李牧惊叹,不过在李牧进驻这栋楼之后,这祖孙二人倒是没找过麻烦,但是李牧发放物资时,该领的物资这俩人倒是一样不少拿,看来这祖孙二人其中必然有一个是异能者,不然怎么能在这个人吃人的世界一桌得体,满面红光的,还是个序列异能者,在第一阶段就觉醒了异能,了不得,应该是水系异能了,异能者在契合自己异能的环境里,几乎是如鱼得水,实力大增,遮掩气息并不难 如果是在异能被克制的环境里,则实力至少被压制三成弱一些的异能者,甚至被压制一半的实力,不过李牧并不担心,毕竟除了密室以外,任何地方都会有风,这时,李牧从摇椅上站了起来,挥了挥手,示意继续攻击,随后面带笑意地看着这祖孙二人,缓缓地说道,如果停止攻击这些人冲进来,您二位知道会面临什么结果吗?这时,老太太拿在手上的佛珠,停止了转动,看着李牧缓缓地开口道,世界末日悄然来临,作为人类 作为同胞,大家应该相互扶持,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谈,但是要再继续自相残杀下去,那只有灭亡这条路,李牧并没有因为这连言连鱼所生气,转开口道,行啊,把他们放进来,您二位和他们谈 这,听到李牧的建议,少府微微皱眉,刚要说什么,其他拿枪不断射击的人,纷纷扭头大喊道,就是要谈你们俩谈,我们谈娘的不谈,这些逼仔子,就是要来抢物资的,李牧笑着说道,看到了吧,名义不可为啊,不过,我给你俩个面子,让他们进来谈谈,听到李牧有松口的迹象,祖孙二人脸上出现欣喜之色,但紧接着李牧问道,两位信佛?祖孙二人同时点了点头,看到祖孙二人点头,李牧哈哈一笑,说道,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信,不过, 我信的是菩萨,哦,小李你信的是观世音菩萨,少府好奇地问道,李牧摇了摇头,缓缓开口道,我信的是大慈大悲的纳摩加特林菩萨,什么?祖孙二人满脑瓜子问号,一脸蠢萌天真的看着李牧,想破了,脑袋也没想起来,各路佛祖菩萨中还有这好人物,李牧接着开口道,我得到菩萨的示意,特地在考验这些生活在苦难中的蝼蚁啊,想谈判,展现出他们的诚意,说完,在祖孙二人惊讶的表情下,李牧双中手中突然出 一把六管加特林机关枪,李牧似笑非笑地说道,现在考验来了,我就是考瓜,随即走到阳台处,在阳台的边缘站定,想了想,似乎火力有些足,接着又一把加特林出现在李牧的手中,身体两侧则凭空出现两个巨大的弹药箱,眼看着有小船不断地逼近,距离李牧所在的位置已经不足20米的距离,祖孙二人急忙上前,还未开口说话,只听见机械转动的咔咔响声,眨眼间,两条火龙咆哮而出,本来手里拿着AK的射击的众人顿 被这巨大的声响吸引,随后便满脸震惊地看着一手一把加特林的李牧,仿佛看到了怪物,大家也都是上过网的人,多多少少了解过加特林,上一个手持这玩意大杀四方的人叫巨石强森,但那是电影啊,眼前的李牧可是真真正正的一手一个,轻松地惬意地扣动扳机,如同收麦子一样地收割着一条条的生命,而面对突然的高密度火力输出的进攻方,许多人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就变成一块块的碎肉,而在大后方坐镇的高矮兄弟俩则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这 你马,作弊啊,大家都是步枪,手枪,冲锋枪,你特么六管加特林,玩不起是不是,震惊归震惊,可还是赶紧驾船躲避,毕竟一百来米的距离对于无后作力的加特林来说,撕碎他兄弟俩和撕碎一个普通人没有区别,这是真正的众生平等,短短两三分钟,对于在水面上架着小船的人来说,如同两三年那么漫长,当死神的火龙停止咆哮,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全场竟然静密了足足十几分钟,祖孙二人看到水都染成了红色,刚刚李牧那一 一顿输出,至少杀了三四百人,面对威力奇大的加特林,就算跳进水里也白费,水面上的小船,山板除了沉没的,已经不足五十艘,高矮兄弟俩是想通过不断的进攻,刷掉一些吃饭的嘴,但没成想,直接刷没了,原本五六百人的势力,现在只剩下百十号人,还都是被吓破了胆的,就在这时,兄弟二人突然听到对面传来喊话声,不打了,咱们谈谈,不要再妄造杀孽了,这尼玛是什么莲花大神将士,杀了我几百个马仔,说不打就不打了,不对难不成, 对面没子弹了,兄弟二人对视了一眼,无比确定对方一定是没子弹了,就凭这个火力输出力度,对方要还有子弹,真是见了鬼了,好,我们谈谈,随即兄弟二人露出一抹凶残的笑容,示意剩下的人继续前进,为了保险起见,兄弟人依旧缓缓地拉开距离,跟在马仔们的身后,这时,李木把两把,加特林往水里一扔,扭头看向背弃身体不断抖动的祖孙二人,笑着说道,你看看,加特林菩萨还是好使的,这不就能谈了,不过,两位决定好了,谁去 当代表谈判了吗?一句话问得祖孙二人,哑口无言,两人当即摇了摇头,少妇磕磕巴巴地开口道,你,你是大家的,领头人,谈判不应该你去吗?李木惊讶地问道,哦,我是领头人,谈判可不是我提议的,谁提议的谁去,明白吗?你看看,对面的人带着满满的诚意来了,二位可不要让我这个领头人言而无信啊,当树艘小船划到楼下时,上面的马仔,偷偷开口喊道,你,你们,谁来谈判,我,闷上去,还是你们下来,李木朝下说了一声,别急我们正 在商议,说完,李木缓缓地朝老太太走去,说道,老太太,你不是信佛吗?佛门地藏王说了,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所以赶紧地,别耽误人家一片谈判的诚心啊。接着,李木一把抓住老太太的衣领子,就要往阳台拖拽,少妇一脸急切地抓着李木的胳膊说道,快松手,我奶奶年纪这么大了,要是对面的人不讲信用,那她老人家不是危险了吗?李木瞪大双眼,一脸不可置信地说道,卧槽,你是莲花圣母啊,你奶奶危险,合着我们去就不危 亏,低着头,怯声声地说道,你,你实力是我们这些人里最强的,你肯定有自保的实力,呵呵,撒手,少妇一脸倔强地说道,我不,除非,你放开我奶奶,李木说道,行啊,要不你去,少妇愣了一下,紧接着摇了摇头,刚想说什么,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李木可没那么好的耐心,不顾少妇泪如雨下,一脚踢开她,抓着老太太直接扔到楼下的小船上,小船上的马仔看到下来的是个老太太,估摸着,应该是他们的辈分最大的长者了,最起码是个头领之一,不然 现在哪还有年纪这么大的人活着,随即掉头,划着船,慢慢地朝着自家的首领所在的快艇而去,高矮兄弟俩看到手下的马仔,就接回来个老帮子,已经吓得面无血色,浑身颤抖,矮个顿时气得血压上涌,跳到小船上,没等老太太开口说话,狠狠地一脚,老太太本就年老体衰,既不是异能者,也没有进行过蜕变,哪能受得了一个蜕变四五次的人,含恨一脚,顿时在断了七八根胸腔骨头后,静直飞起,在空中吐了一口老血,像个破麻� 一样直直地落入水中,少傅看到自己的奶奶竟然被对面的人直接给杀了,顿时嗷嗷叫地扑向李牧,让李牧还他奶奶的命,刚到李牧身前,还没触碰到李牧的衣服,一个响亮的大大逼斗衫在他的脸上,被一逼斗衫翻在地的少傅一脸猛逼,不可置信地看着李牧,紧接着,李牧面带嘲讽地说道,怎么,谈判是你们提议,你奶奶水平不行,让人宰了,关我毛事,他们压根不会和你谈,怎样了,信佛信到地狱去了吧,正好让你奶奶去地狱超度超 那些死鬼,说完,一杆比李牧还高的大居出现在手中,李牧猛地突然转身,瞄准,开枪,一气呵成,整个过程不到一秒,哄,在快艇上指着李牧等人跳脚的大骂的矮个子,突然脑袋像西瓜一样爆裂,20毫米口径的子弹去世不减,在连续撕裂两个人后,才消失不见,而高个子看到自己的哥哥脑壳都没了,顿时牙子欲裂,高喊了一声都给冲,不然,我他们弄死他,说完,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进入水中的高个如同鱿鱼一般, 看得李牧嘖嘖称奇,这这么什么意呢,也不像空水啊,难道是浪里白条附铁,那正好,我就送你浪里白条的同款的死法,嘿嘿,请假一天,但是仍然更一张,各位书友请见谅,看到高个含恨跃入水中,水下顿时出现一抹阴影,快速向自己所在的位置游来,众人看到这一幕也拿不定主意,纷纷看向李牧,只见李牧嘴角翘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但是众人心里一阵突突,无他这个恶魔每次这么笑的时候,必有人要死,而且死得极惨,就在众人心里不断打鼓 李牧一挥手,几十箱手雷出现在地上,李牧挥了挥手,示意给隔壁也搬过去几箱,李牧做了个示范,熟练地拉掉保险栓,将手雷扔到远处水里后,直接一艘小山板轰然爆碎,上面的两个人同时被炸得胳膊腿,满天飞,显然,是手雷没错,只不过是高爆手雷,高个子的异能似乎并不是溶于水中,而是可以借助水的力量进行位移,以及抵挡转移伤害,或者还能隐蔽气息,避免声波的探查,但始终不是� 三米深的水,且没那么浑浊的情况下,一道阴影足够将其暴露了,这个异能放在末世前,那绝对是挖人部队梦寐以求的神通,但是在充满异能的末世吗?很一般,虽然目前人类对异能的了解,应用都是一支半简,但是李牧可不属于这个范畴,且不说他如今对异能的操控水平,就说上一世听过的,见过异能都有上百种,虽然都是低阶的积累,但是触类旁通,见得多了,发散性思维不就有了吗?抵挡伤害好,转移伤害也罢,只要你 不是真正的溶于水中,那就有办法,毕竟不断施展异能消耗不是一般的低阶异能者能抗得住的,而且,转移,抵挡伤害总有个上限,绝不可能毫无限制,所以,当高阁化身水下黑影游动到李牧所在的楼下时,数十颗高爆手雷如同下饺子般不断地被投掷到水里,轰,轰,轰,在接二连三的爆炸冲击下,以及无数的手雷破片飞向高阁时,李牧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判断,高阁在水下所化身的阴影一转身,开始朝远处游去,一 一抹血红随着水下的身影不断地游动,仿佛一条红色的薄纱铺开,李牧怎么可能让他这么轻易就逃走,李牧信奉的是斩草要除根,做事要做绝,顿时几颗在国际上禁用的铝热剂手雷,朝着水下阴影前进的方向扔出,水面上出现一道道奇特的景观,火焰与水的交融,形成一道道火墙,而见退路被堵,阴影带着一抹血红不断地寻找突破口,而李牧则不给其喘息的机会,在众人目瞪口呆之下,两把崭新的 加特林出现在李牧的手中,同时还有两个巨大的弹药箱,两条熟悉的火龙再次咆哮而出,不断对着阴影所在的水面扫射,当然,李牧偶尔也会把左手的加特林的抬起,朝着小船,山板所在的位置扫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幸存者们瞬间被被撕碎,首当其冲个的就是跟着高矮兄弟俩的那几十个精锐,因为驾驶着快艇之前已经冲锋到炮灰们的前方,所以,这一波加特林的洗礼,他们是第一波受众群体,其实再有几个旅热剂手雷,高 会活活烤死,但是,李牧可不想轻易放过这个打扰自己吃饱喝足继续坤的杂碎,所以,加特林虽然效果不佳,但,好玩啊,眼见水下的黑影速度越来越慢,李牧把加特林一收,拿出两把大型捕鱼枪,在众人疑惑的表情下,开始瞄准,果然不到一分钟的功夫,黑影从水下冒头,喘着粗气,大喊道,我,投降,投降,别打了,我,服了,说话间,鲜血不断地从其嘴中流出,俨然被刚才的手雷爆炸震伤的内脏,要不是有意能护着,这会儿 估计都可以开袭了,眼见没有人说话,高个一咬牙,扭身就手下马仔所在的方向游去,就在这时,一只接近两米多长的金属剑杆带着破风声飞出,锋利的箭头,瞬间穿过高个的右侧肩膀,三根倒钩,随着李牧这里收线,瞬间死死,抓在高个的皮肉里,李牧勾了勾手,众人顿时围了过来,这时,李牧笑呵呵地说道,给我拿好了,不然就下去给我当鱼,被李牧看向的几个人,顿时过来,几人稳稳地接过鱼枪,那架势,比 提高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还小心,接着李牧再次瞄准射击不断挣扎流血的高个,左侧肩膀瞬间被冻穿,随着两把鱼枪不断地收线,高个生生地被拖了过来,几秒后,从水中被拖拽而起,啊,凄厉的惨叫声不禁让李牧这边的原住民吓得一哆嗦,甚至高矮兄弟俩剩余的马仔更是满脸的惊恐之色,眼看自家的首领像鱼一样被拖拽而起,但是没有一个人有上前解救的想法,毕竟,说是首领,其实更像是末世前的黑心� 把他们聚在一起,每次洗劫一个个的小区都让他们打头阵,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甚至有的人只是受了一些致命的伤,也会被直接处决掉,眼看所谓的首领被吊在半空中不断地垂死挣扎着,不断哀嚎着,但是一众马仔心里都在直呼痛快,至于他们自己,也无所谓了,能活就活着,如果对面的老大一定要杀他们,也无所谓,死了一聊百聊,这操弹的,末世他们待够了,紧接着,李牧从空间里拿出一艘军用冲锋艇,放在水面上,扭头走向满脸惊恐之色的 把他扶起来,语气轻柔地说道,你不是要谈判吗?拯救无辜的生命?那,机会来了,现在我派你为谈判代表,去帮大家合个亲如何?听到谈判的时候,少傅内心满是惊恐,在听到合亲两个字的时候,少傅再傻也明白了李牧的意思,连忙挣扎着就要跑,可是刚转身,就感觉自己的头发被一双大手死死地抓着,整个人一把就被拉了回去,李牧看着少傅满是惊吓过度的面旁,笑呵呵地说道,你看你,提议谈判的是你,让你去你现在,又不去了,做人要有始有终对不对? 谁提议,谁就要去完成,成年人可不能光动动嘴皮子就行,一定要有执行力,少傅刚想说些什么,紧接着一阵钻心的剧痛传来,啊,你这个柜子手,你一定会下地狱的,佛祖不会放过你的,李牧差点气笑了,他妈的,拿一个阿三吓唬老子,李牧淡然地说道,好啊,你在地狱等我吧,告诉你的佛祖,等着老子到时候,给他那一头自然卷屁了,看看你口中所谓的阿三佛祖到底有多牛逼,能不能管到我这个炎花人头上来,说完,李牧把少傅往水面上的快艇一扔,自己也跟着跳 只不过,双脚落地的位置正好是少傅的脚踝,整齐的骨头碎裂声响起,这下子,李牧安心了不少,毕竟这个少傅虽然没有展现异能,但是绝对是个异能者,应该是不怎么会用罢了,这下手腕骨和脚踝骨都碎裂,只要不是治疗修复类的异能者,基本上翻不出什么浪花来,序裂,这以后都是危险人物,得尽早抹出,快艇快速朝一群难民一样的马仔们驶去,当看到李牧这个恶魔驾驶着快艇冲来,一群面露麻木之色的人,也 只是正正地看着,可是接下来李牧的话让他们记欣喜,又有些不敢置信,只见李牧笑呵呵地道,咱们来谈谈吧,毕竟上天有好生之德,我呢是个爱好和平的人,存活下来的二三十个马仔,听到李牧这番话,全都内心排复不已,你装什么犊子,我们大几百号人都让你用加特林这种大杀气收割的,就剩这点人了,你还爱好和平,是和平吧,当然李牧也知道,这些人在心里指不定怎么奚落自己呢,不过需要在乎吗?李牧继续说道,当然了,今天我出手有些狠了,不过你们想想,如果不是你, 你们先来招惹我,咱们也不会起冲突的对吧,更不会有这么多兄弟惨死,所以,为了辽表我的些许诚意,你们旁边这栋楼,送给你们当个避难所,我呢也觉醒了一能,当然了,比你们那俩死鬼老大要强一些,所以,我会不定期地去外面搜寻一些物资,当然,加入了我们这个小区,你们也有份,要求很简单,守好这里的小区大门,有情况及时通知我就好,说完,几面铜锣扔到了对面的一艘小船上,众人听到李牧的这番话,也是颇有感慨,是啊,要不是自己主动招惹人家,自己人,也不会一下 这次是自己踢到铁板了,怨不得谁,不过就算这样,人家也没有赶尽杀绝,还给一块栖身之地,还不定期地分发物资,一下子就击中了这些马仔的心,起码不用再隔三差五的,就出去截掠了,也不用担心,哪天自己就变成水里的一具尸体,然后被人打捞上来给烤了,不等众人开口感谢,李牧轻轻一踢,少妇痛苦地哼唧一声,被踢到了对面马仔的船上,看着这群马仔摸不着头脑的样子,李牧笑呵呵地说道,其实今天我之所以这么愤怒,更多的,还是有这么 一个吃里排外的娘们,多的我也不说了,这娘们还有几分姿色,送给你们解解禅,当然了,如果她死了,记得把尸体给我送过来,祝各位开心,说完,李牧一抬手,矮个子的无头尸体被风轻轻地卷起来,飞到了李牧的快艇上,与此同时,伸手朝不断诅咒叫骂的少妇一指,一道灵力的锋刃瞬间从少妇的眼睛划过,紧接着,少妇痛苦地用断掉手的胳膊捂着自己的眼睛,身躯不断地扭动哀嚎着,主打一个安全,李牧这一手让众人吃惊 当然还有一丝安稳,隔空取物,甚至隔空一指就能伤人乃至杀人,跟着这样的老大似乎也还不错,看着李牧离去的背影,众人是又惊又违,但是神情中都充满了恭敬,李牧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心情美滋滋,毕竟异能又能净化一次了,回到楼下,看着被吊在高空中已经奄奄一息的高阁,李牧笑了笑,收起矮个的尸体和快艇来到楼上,吩咐众人把矮个往上提一提,勾爪紧紧地扣在皮肉里,深深勾着骨头,绳 锁紧只是微微一动,高阁立马发出痛苦的哀嚎声,看着高阁被调到四楼的窗户位置,李牧走上前去开口嘲讽道,你看给你呢,装臂装破了吧,你是哪来的自信到处游荡的?高阁动了动嘴,失血过多让他昏昏欲睡,李牧也不管高阁怎么想的,拿出来几十瓶风油精,锋刃包裹着一脚,全剥碎裂混合着玻璃茶在桶里,李牧拿起桶朝着高阁一泼,大量的风油精和碎玻璃渣全部被泼在高阁的伤口上,顿时昏昏 预睡的高阁瞬间精神,嗷嗷地叫个不停,整个人显得十分的亢奋,李牧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我说话的时候不准六号知道吗?你说,你们兄弟俩三脚猫的异能也敢疯狂地作死?啊,看看你自己这个样子,还特么留个长毛,怎么的,以为自己是铜锣弯扛把子?别说你不是,就算是你是钢锣弯扛把子,你也得低调点知道吗?哟,还瞪我?能耐了是吧?要不是一根长两颗蛋坠着,你你还要上天了?不知所谓,李牧一顿嘴炮输出,让高阁气得一口血喷 撑了出来,李牧当即再度嘲讽道,血多呀,你也以为自己是对穿肠,高阁实在受不了这番侮辱,再加上重伤流泻不止,很快就晕了过去,李牧拿出一把AK,对准了高阁的身体,都是一梭子,众人看到李牧残忍的操作,都十分惊惧地打了个冷战,心想,以后就算是死,也不能得罪这个杀心,这下,李牧倒是实现了之前的诺言,送上浪里白条同款死法,接着,一道锋刃闪过,勾着高阁的尸体鱼腔的绳索断开,一道锋卷着高� 跟在李牧身边,朝着楼顶地走去,众人看到事情,解决了,也都松了一口气,赶紧回家,来到底下一层,李牧把江涵喊了下来,让江涵试试看能不能吸收死去异能者的异能本源,听到李牧的呼喊,连忙下楼的江涵,以为李牧受了伤,着急忙慌地就下来了,看到李牧完好无损地站着,身上衣服只是湿了一点点,直接激动地冲过去,紧紧地抱着李牧,要不是李牧之前嘱咐,没有收到信号,不准下来,听着外面枪声大作的江涵,早就按耐不住地 江涵此刻略带哭声地说道,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让我跟你一起,不然这么空空地等待太难受了,我算是知道,那些等待丈夫从战场归来的女人,都是怎样一种煎熬了,嗚嗚嗚,轻摸着江涵的后背,李牧也是柔声,不断地不断安抚,等江涵把情绪发泄得差不多了,李牧才轻声说道,我带回来一件礼物,你看看,说吧,一具满头长发,浑身被血浸透的尸体,出现在江涵的面前,江涵看着尸体,虽然略微有些不适,但是也不至于害怕,毕竟跟着李� 也见识了不少杀戮了,但是还是会觉得有些隔音,于是好奇地问道,一具尸体而已,李牧呢在哪?李牧笑呵呵地说道,这尸体就是李牧,你先试着感应一下,能不能吸收到这具尸体的能量?听到李牧的话,江涵瞪大双眼,一脸不可置信之色,惊奇道,还能这样?李牧点了点头道,行了,赶紧试试吧,江涵也不再犹豫,看着尸体,体内的异能运转,只感觉到一个很庞大精纯的能量让身体十分渴望吸收的样子,也不需要如何操作,随着身体内异能的共� 这股精纯的能量就被牵引着吸收了,感觉到自己的异能在不断地被壮大,似乎自己能控制的异能更多了,同时感觉到如果再凝聚能量弓箭的话,异能运转的速度以及威力都会有一些增加,虽然不算太多,但是比自然增长快了几十倍,看到江涵一脸欣喜的表情,李牧叹息一声开口道,以后每个人都是猎手,同时也是猎物了,想过安稳平静的日子,除非有绝强的实力,不然就会一直被人惦记着,听到李牧的感慨,本来十分欣喜的江涵,神色一正 是啊,异能者能通过杀戮其他的异能者获取实力的增长,这个世界以后必然会变成人吃人的世界,看到江涵一脸的担忧,李牧出声安慰道,跟你说,这些是为了让你有警觉性,不是为了让你担惊受怕,再说了,能够吸收异能净化的人才是少数的,有我在,放心当你的小媳妇就好 江涵看着李牧,轻轻地点了点头,内心充满了暖意,自小和父母聚少离多的他,此刻在李牧身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一手揽着江涵,李牧放出矮个的尸体,全力运转引,一瞬间,李牧感觉到两股不同的异能本源朝着自己的身体涌来,按道,果然才得没错,没有引的加持,即使能吸收别人的异能本源,最起码也会浪费两成之多,这还是江涵本身就是机智掌控的异能,换了其他人,估摸着得浪费三四成,甚至一半,不过让李牧有 一些失落的事,低阶异能者给自己提供的能量已经有些不够看了,只有序列级别的异能者,或者更高阶的异能者的异能本源,才能让李牧感受到很明显的进步,这就有些头疼了,李牧只想虐虐菜,安稳地提升实力,然后多找几个游武狗起来,坐看末世风云变换,自己关上门过自己的小日子,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很难,即使自己不出去做死,也会有人不断地找上门来,这就跟健身一样会使人上瘾,为什么健身的人会上瘾,还不是只要付出努力,就能在极短的时间 就能感觉到进步,何况异能的提升本身就很难,有这么一个捷径,谁会不心动,毕竟在这个秩序崩溃的时代,只有自己的实力才是保障自己活下去的唯一依靠,能主宰他人的命运,谁又会愿意做被支配的那个呢?而强大的异能者,就是这个世界的新贵,老牌的贵族会被大量新贵所的替代,这就是趋势,接下来的日子,李牧除了处理几次来犯之敌,顺带收割一波异能,剩下的时间就是和江涵一起修炼昆自绝,当然了,也有一件让李牧喜出望外的事情 就是当白莲花少妇浑身是伤,且满身误会地被那群投降的马仔送来之后,看着气弱油丝的白莲花,李牧挥了挥手,示意没你们事了,那群马仔如萌大射一般,一脸不舍地看着躺在地上的白莲花,毕竟真的很润,李牧冷漠一脚踩在白莲花的脖子上,一用力,卡,随着颈鼓断裂的声音,这位圣母白莲花脸上出现了一丝解脱的神色,随即李牧全力运转引,脸上出现一抹欣喜,果然,序列异能者就算异能等 但是提供的异能本源精纯的程度让人惊讶,几乎几秒钟的时间,李牧一点没有浪费地把这股精纯的异能本源照单全收,感觉到几乎停滞不前的异能,顿时拔高了一劫,李牧哼着小曲把白莲花的尸体扔在四楼,步履轻盈地就回到了家,至于尸体嘛,自然会有人来处理,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终于来到了大雨到来的第三十三天,其实在第二十天以后,雨就小了很多,更多的是冰雹,而在第二十五六天时候,只剩下萌萌细雨,夹杂着成年人� 冰雹,一天到晚下个不停,气温也随之降低,白天天黑夜都在零摄氏度边缘徘徊,在全球本就物资短缺的情况下,气温降低,更是在快速消耗着所有人类以及动物的能量,让本来就杀伐不断人类和动物,使得杀伐的频率大大增加,毕竟饥寒交迫这四个字真正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知道有多么难受,同时水位也在逐渐地下降,当全球大多地方的积水下降到不足一尺深的时候,正好是大雨到来的第三十四天,从凌晨开始,气温就在不断地降低,而 气温就细如牛毛的小雨,渐渐地消失,随之而来的是硬币大小的雪花,而到了清晨,硬币大小的雪花已经变成了鹅毛大雪,气温更是骤降到了零下五十多摄氏度,而这还不是极限,气温还在持续地下降,在顶层大平层内的李牧和江寒,在温暖壁炉旁吹着空调,吃着烤肉,一头变异的牛肉,滋味着实鲜美,同时还富含一定的能量,毕竟江寒吸收完剩下的李牧也懒得再取那点福根,只不过温馨惬意的生活持续 李牧收到了油条的求救信号,他们被一群人给围了,李牧看着短信,微微一笑,终于能为安稳的生活找点饿子了,极寒天气来到的第五天,看着外面大如拳头雪花,接连不断地冲向大地,李牧和江寒的小日子过得简直不要太舒服,烤肉,火锅,刷具,连击使命召唤,简直就是末世前死肥宅们梦想中的生活,此刻,李牧伸了个懒腰站了起来,来到阳台看着的漫天大雪,外面的景色如同铺了一件香满碎钻的白纱,一闪一� 李牧轻轻地喝了一口白气,扭头对江寒说道,我出门一趟,快了一天,慢了三天,江寒靠在太空舱沙发上,慵懒地看着李牧满心担忧地说道,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不然我一个人在家,总是容易多想,听到江寒的话,李牧朝着江寒走来,俯身轻轻吻在其猪唇上,香甜的气味让李牧想出门前再修炼一次昆自觉,但是,想了想,小别胜新婚,还是等回来昆个爽,正好让江寒也休息休息,李牧一手轻抚江寒的那美的,近乎不真实的 俏脸,轻声说道,放心吧,虽然我不敢说我是最强的,但是,我要是不想死,谁也杀不了我,江寒皱着眉头,还要说些什么,李牧轻轻地吻在江寒的额头上,拍了拍江寒的后背,难得一见地温柔道,好好休息,记得JK双马尾迎接我,好了,我该走了,江寒看着李牧从阳台一跃而下,不由难难道,牧哥的异能怎么会进化这么快,如今竟然已经能借风做短暂的腾空飞行了,清晨小区内,李牧收容的两拨人在本楼的被任命为末世一对,在锦陵小 去大门口那一栋收编自高矮兄弟俩的二十几个马仔,为末世二对,虽然五十几个人也凑不出来一个异能者,甚至就连蜕变期的人也才看看三个,但是难得的是忠心,当然了,更多的是畏惧与依赖,他们的心里都知道,如果没有李牧,可能早就冻饿而死,虽然现在依旧不能敞开肚皮吃饱饭,但依旧还能活下去,看到李牧开着一架雪地摩托出门,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祈祷,一定要活着回来,看了一眼油条发来的位置信息,在雪地摩托的咆哮声中, 跑起一条长长的雪浪,蜕变八次圆满的身体,几乎不太受到极寒的影响,就是苦了铁柱,还算李牧有良心,把铁柱放进了怀里,很快来到了一个中高档的小区,小区本身并不算大,但是,看景致,如果没有大雪,应该非常的宜居,整个小区内的布局一进来,就有种让人回家的感觉,只不过在小区内中中间的物业中心门口,此刻聚集了上百号人,根据铁柱传来的反馈,异能者竟然有五个,而蜕变期的人竟然足足有十几个, 这已经是一股不小的势力了,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李牧十分的好奇,算了想,那么多干嘛,一锅会了,刀架在脖子上,自然会得到想要的信息,李牧收了雪地摩托,左手踢着糖刀流光,缓缓地朝着物业中心走去,当然了,李牧在擦刀的时候,江涵好奇地问了一句,这把刀有名字吗?结果,李牧被问得哑口无言,是啊,铁柱都有名字,这把从一开始,就跟着自己的老伙计,也应该有个名字,李牧想了想到,刘光,刀明,刘光,江涵瞪着一双大眼, 好奇地问道,刀身全黑,你怎么会叫他流光?李牧摇了摇头,没有解释,但是李牧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刀是黑色的,但是对比这个黑暗残酷的末世,他就像一道流光,哪怕只能短暂地划破这漆黑的世界,我也希望他能给我带来一丝光亮,就像大雪中小女孩的最后一次引燃的火柴,不知不觉间已经悄无声息地走到了这些人的身后,个子高调的李牧透过人群,看到成禄脸色十分难看地在说着什么,而油条则是脸色苍白,看样子受了不清的伤,李牧听了一会, 才明白原来这些人都是某一学校的学生,在末世降临后受到了官方的招募,嗯,怎么说呢,相当于做山雕,上面派下来一个特派员,负责监视传递信息,而这些散乱的小势力为所谓的官方去搜罗一些重要的物资,以及很有潜力的异能者,当然了,对于这些乌合之重,纪律什么的完全不存在,除了一针一线,其他的照单全收,其中的侦查小队在外出侦查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成禄他们的庇护所,想让成禄带人加入他们,但是成禄的女儿和油条则是要前往 官方的营地内,李牧在想油条倒是能理解,异能十分特殊,当贴身护卫也好,专职斩首行动的杀手也罢,都是极为出色的人才,只不过成禄的女儿悠悠有什么用,不是异能者也没有经历过蜕变,等等,前江市的官方营地,白文远,李牧暗道,畜生啊,你是真他妈的畜生,原本以为这家伙只喜欢十三四岁的萝莉,没想到九岁的幼女也不放过,看来有机会得让他练练辟邪剑法了,就在双方一触即发即将动手的时候,李牧懒洋洋 他喊了一声,慢着,眼前的这些人奇奇地回头,只见李牧一身黑灰色的风衣,同样黑灰色的战术裤,沙色作战靴,手持一把通体漆黑的糖刀,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表情要多欠奏有多欠奏,而成禄油条等人看到李牧的瞬间,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下,李牧往前走了两步,发现竟然没人给他让路,不由得一阵尴尬,紧接着,紧挨着李牧拦路的几个小老弟,一人挨了一个大逼斗之后,渐渐的人群中给李牧让开了一条路,当然 毕竟挨了逼斗的几个人,脑袋都转了一整圈,非议能者或者蜕变期的人,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这个拿着糖刀的青年不好惹,而领头的几人如灵大敌般死死地盯着李牧,而其中领头的人一头黄毛,似乎因为长时间没有修剪,长而凌乱,虽然个子不高,但还是傲然地仰头看着李牧说道,你知道我谁吗?乐文技术学院扛把赞,走到黄毛面前的李牧拔刀,挥刀,回翘一气呵成,直到走到城路的身边,转身主刀而立,啊,卧槽 卧槽,啊,我的小头,啊,周围的人看着地上不断捂着当痛苦翻滚的黄毛,和一小根与两小颗,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自家的首领竟然一个照面就被废了,关键是竟然能这么小,李牧笑了笑说道,哦,你的把子掉地上了,就是有点小,你扛一个我看看,就是城路和油条都被震惊到,随即,二人以及避难所的都哄堂大笑,毕竟确实没见过这么小的昆巴,而乐文这边的人则是有些恼羞成怒的样子,毕竟自家老大出师未结身仙残,其余四个领头的更 正是觉得面上无光,其中一人当即指着李牧说道,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官方认可的先遣营,钱将这一代所有的人和物资都归我们调度,你这个行为完全是在跟官方唱反调,这是挑动内部矛盾,你,看着眼前这个嘴上还有一层绒毛的矛头小子,估计还没成年呢,跟所谓的特派员倒是学了一嘴的官腔,李牧也懒得废话,扭头给了油条一个眼神,看到李牧的眼神示意,油条瞬间明白了什么意思,当即挥手示意,非战斗人员全部撤回物业大楼内,感觉人都撤得差不多了 李牧听谴责,也听得烦了,末世里这些人,通常是面对强者时,无能为力,只能避避,面对弱者时,必然大力出奇迹,同样作为异能者,他们能清楚地感知到,李牧身上传来的异能波动,浑厚无比,就像一个小孩,站在一株千年大树面前,自感十分地渺小,下一刻,指着李牧不断避避的矛头小子,惊恐地看着自己的手腕处,此刻鲜血不断涌出,唯独不见自己的手掌,正当其低头看到,地面带血的手掌时,只觉得自己的视线,竟然距 距离地面上自己的断手越来越近,连周围的声音都变小了,大雪还在不停地下,而此刻物业大楼外,只剩下李牧和油条,并肩而立,对面则是所谓的乐文技术学院的一群学生,以及少量的老师和社会闲散人员,当然了,还有哭喊自己丁丁的黄毛,以及一具倒地的无头尸体,就在乐文的人看到自家另一位首领到同样失手分离后,其他三位头目就打算一拥而上,毕竟眼前这个手持堂刀的青年太诡异了,最好是用人海战术消耗死他,毕竟 请双拳难敌四手,可是他们忘记一点,双拳难敌四手这个情况的前提是,大家处在同一量级的情况下,就在群情激愤时,忽然一阵狂风迎面袭来,连飘落的雪花似乎都变得锐利无比,李牧和油条的身影同时消失,而李牧二人的原地则是一片烟雾腾起,显然为了防止这些人狗急跳墙冲到物业大楼内挟持人质,李牧原地扔了几颗烟雾弹,而物业大楼内的人则是紧张地看着大门口的烟雾,如果有人冲进来,七八支� 李牧将会在第一时间招呼上,同时还有会有板砖和水泥会应接他们,而刚刚李牧镜距离催动异能刮起的狂风,瞬间让大多数人睁不开眼,李牧眼神冷漠地拔刀冲入人群中,率先解决手里有枪的几人,而油条则是不断地在阴影间来回跳动,收割那些蛻变期的人,仅仅几秒钟的时间,足足四五十人成为李牧和油条的刀下亡魂,被风吹得的眯眼蒙圈的众人刚缓过神来,就看到自己周围的人倒在血泼里,不是成为无头尸体,就是后 后腰两侧一片鲜血淋漓,而剩下的三个头领,立马屏退众人,齐齐施展自身的异能冲向李牧,两个身体强化异能者,一个火焰异能者,看到这一幕,李牧脸上的笑容有些玩味,毕竟论肉身强度,他李牧完全不虚这些人,除非是童望书那种本就从小休息果树,外加蜕变次数高,又是身体强化异能的女战神,至于火焰异能者,在这冰天雪地里被环境克制,又能发挥几成实力,正当油条打算率先出手迎战那俩� 李牧一手拦在油条身前,握刀的手,一挥一阵凛冽的进风,朝着那位火焰异能者冲去,在狂风呼啸的声音中,喷向李牧二人的火龙,直接消散在空中,狂风依旧去世不捡,静止地刮在这浑身缭绕火焰的异能者身上,不断地围绕着其周身旋转,乐文的众人,以及突然停止冲刺两个头领,看到紧紧眨了眨眼的功夫,这位火焰异能者,浑身缭绕的火焰,消失不见,周身不断爆起血物,当血物消散,原地 只剩一堆稀碎的骨渣和肉末,以及一大滩血迹,顿时惊恐地望向李牧,双脚不听使欢地开始不断后撤,而油条则是欣喜看向李牧,眼中充满了崇敬之色,不愧是牧哥,依旧那么霸气,现场除了风声,安静的,只有紧张的,而又粗重的呼吸声,当恐惧达到极限时,人是会崩溃的,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快跑啊,妖怪,啊,魔鬼,李牧做事的原则就是,要么不做,做了就做绝,顿时再次提刀杀入四散而逃的人群中 油条也不甘示弱地挥舞着手中的补金叉,化身亡灵使者,不断地收割着一条条生命,至于那俩强化型异能者,其中一人好死不死地冲入烟雾之中,进入物业大楼,谁知道刚一进去,铺天盖地的水泥粉迎面洒来,见到这一幕,这位头领下意识地闭眼,手中的开山刀不断地挥舞着,哒哒哒,枪声响起,只见这位强化型的异能者头领身上多出几十个流血的洞,满脸的灰色水泥粉,张了张嘴,只发出呵呵的声音, 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就在这时,外面的喊沙声也已经停止,物业大楼内的众人跟随成禄穿过门口的烟雾,都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惊到了,只见地上到处是残枝断壁,以及四散滚落的脑袋,鲜血染红了门前雪白的大地,而油条则是跟在李木的身后,同样眼神默然地看着跪在地上的几个投降的人,其实,投降的人足足有一半多,但是李木和油条仿佛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依旧不停地杀戮,不然这些俘虏太多,可不好看管,成禄此时看向李木的 眼神没有惊恐,只有崇拜,心想,要是李木愿意加入的话,他们以后可就不担心有人来找麻烦了,而李木则是看着断了一臂且唯一存活的强化型异能者,笑呵呵地问道,说说你们的情况吧,你也不想跟那个黄毛一样当扛靶子吧?此时李木的声音对于他而言,简直犹如恶魔的低语在耳边响起,咬牙忍着疼痛,手捂着断臂,轻轻抬头看了一眼已经昏死过去的首领黄毛,顿时只觉得裤裆凉嗖嗖的,加戎皮裤也挡不住的那种凉意,声音 紧张地说道,我,我说,我都说,求你了,别割了我,求你了,毕竟是个还未成年的矛头小子,就算骤然获得强大的力量,心理上也还是个弱小的人,根据这个乐文唯一活下来的头目交代,他们以学校作为大本营,官方提供车辆,在其大本营周边搜寻物资,以及异能人才,当然了,这样的大本营足足有十几个之多,都是末世之后,觉醒了异能人,各个都是土皇帝,所谓的官方也不是没有能力消灭他们,但是毕竟钱将是很大,没有这些马钱族,想要找人找物资都会很 很难办,毕竟眼下这种鬼天气,除了异能者和蜕变成功的人,普通人就算穿得很厚,也无法长时间在外面行动,更有意思的是,还有四个比较庞大的势力压根不鸟所谓的官方,他们那里的异能者很多,基本上每个势力都有十几个,至于蜕变期的人就更多了,而且人家很有先见之名的扫荡了一批枪械,所以官方要想砍下他们,基本也得元气大伤,万一到时候被人硬上一把,那这官方就得换主人了,毕竟这个鬼天气,也就东北那边有应对的装备,南方地区,大多数 重型武器都得歇菜,动得帮帮硬,根本没法用,毕竟南方都是常规武器,又不是为了应对极寒天气设计的,防潮设施没问题,防洞吗?呵呵,当这名头领把知道的全交代了以后,带着哽咽的哭腔不断认错,毕竟李牧也答应他们了,实话实说就放过他们,看到李牧嫌弃地挥了挥手,几人如萌大射,相互搀扶着站了起来,哆哆嗦缩地朝小区外走去,只不过油条如同刺客一般用极快的速度把几人抹了脖子,断了一 一臂的异能者,临死前拼尽全力吼了一声,你,不讲,信,用,李牧走上前去,双手一摊,无奈地说道,我是放过你们了,随即用手一指油条说道,他没答应啊,这可不能怨我,随即一口鲜血喷涌而出,这最后一名异能者,含吓中,李牧四嘲讽地说道,一帮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被人荡枪使了,还特么自豪呢,社会不是那么好混的,下辈子多动动脑子,说完和油条相识一笑,说道,赶紧试试,能不能吸收异能本源,听闻李牧 李牧的话,油条先是很惊讶,随后半蹲到这具死不明目的尸体前,足足有几分钟后,一脸沮丧地摇了摇头,一脸遗憾地说道,不行啊,牧哥,李牧也是有点无奈,不过也算释然了,毕竟能靠掠夺本源提升实力的只是少数人,不然全世界都乱套了,不过现在也挺乱的,接下来,李牧毫不客气地把这四位异能者以及十几位蜕变期的本源全部笑纳,当然了,虽然质量不高,但是数量多啊,异能还是得到一点点的提升,只不过从上次吸收了那个白莲 一千花的序列本源,感觉突破了屏障之后,仿佛进阶了一样,想再次有所提升,需要的本源缺口太大了,并且质量也有不低要求,虽然体质还是在八次蜕变七月满,但是凭借对异能掌控的越发细致,李牧怀疑是不是增强了自己的精神力了,算了,既然想不通,那就不想了,废着脑子干嘛,反正就目前来看,应该没有能威胁到自己的异能者,毕竟就算再屌的异能,级别不高也白费,只见油条挥了挥手,立马出来几十个人来处理尸 当然了,目前这里物资还算充足,尸体直接扔到小区外面,也算是一种震慑,宣誓主权的同时,也告诉别人这里不是软柿子,和油条一起进入物业大楼后,虽然不算暖和,但是每一层都有几个自制的炉子,长长的烟囱连接着窗户向外排烟,毕竟前僵尸的绿化在末世前可是很到位的,别的没有就是树多,以及一些空了的小区内,可提供燃烧的物品简直不要太多,家具,衣服,书本什么的,况且,之前那个大仓库里还有不少的烧烤用炭,短时间内是 不缺柴火了,李牧,程璐,悠悠,小瓜等人许久未见,来到最高的四层,一间大大的办公室内,众人顺着火锅,轮番给李牧讲解他们在大雨来临以后的生活,吃和聊天一直到晚上,这过程中,李牧也着实觉得挺传奇的,程璐一个带着孩子的独身女人,竟然把避难所的规模从六七十人发展到四五百人,不过超市仓库那点东西,估摸着也支撑不了多久,然而李牧可不打算当救世主,帮着程璐养这些人,他又不是开善堂的,至于鸡得什么的,还是算了吧 反正他不主动去害人就够了,当油条领着小瓜去休息后,程璐的女儿,悠悠也打着哈欠,要去睡觉了,毕竟要不是李牧来了,也不敢这么奢侈的敞开了吃一顿火锅,大冷天的吃饱了食困可太正常了,反正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还不如早点睡觉,办公室内也只能李牧和程璐二人喝着啤酒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只不过主要是李牧在听程璐倾诉,毕竟管理着四五百号人,还要照顾他们的吃喝生存问题,说要是不累,那才是骗人的,但是又没法跟别人说,毕 都不能出现一些不该有的情绪,如今李牧来了,再加上只有他们两个,程璐借着酒精,大吐苦水,不过有一说一,就算经历了末世,程璐这个美人胚子,风采依旧,尤其是喝了酒之后,脸颊泛起的红韵,像极了熟透的苹果,感受到李牧的目光,也许是太久,没有得到满足,程璐的眼神逐渐迷离,本就靠着李牧的他,更是直接摊在李牧的身上,都这么明显的邀请了,李牧要是还无动于衷,那就不是木头的问题了,那是更为严重的问题,纵情高歌 直到凌晨,嗓子都喊哑了的程璐心满意足地靠在李牧的肩头,沉沉地睡去,真是饿了好几年,一次吃到撑,毕竟因为挑食饿了这么久,光靠一点零食怎么够呢,还是主食管宝,无论如何,不吃撑了,绝不罢休,许久之后,李牧递过一杯温热水,程璐接过来咕咚咕咚,几口就一饮而尽,毕竟体质特殊,水分流逝太多,需要及时补水,看着程璐缓缓睡去,李牧也闭上眼睛,打算休息一下,虽然程璐不是异 一件事还坚持运动,战斗力简直爆表,夯大力都差点阴沟里翻船,只不过程璐的星星,着实有些天真,简直有点圣母了,竟然想着让他李牧加入他们,开什么玩笑,拉帮套也没有套四五百人的吧,算了,人各有志,第二天清晨醒来,看着还在熟睡中的程璐,李牧哑然一笑,随即穿戴好出门,不过还是跟俩带头大哥打了个招呼,一个一下,主打的就是个雨露均沾,走出办公室,便看见每一层的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清理卫生,做大锅饭,甚至外 外面有人在清理积雪,看到眼前的一幕,李牧淡然一笑,要不是看到,昨天有人已经有人脸上对成璐和油条露出些许的不满,甚至有些人已经蠢蠢欲动,如果是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个场景,搞不好还真以为这里是什么世外桃源,不过在这个物资短缺的末世,指出不尽可不是长久之计,看着情况,这里一天起码两顿饭,甚至三顿饭,还基本上能管饱,李牧又叹息了一声,暗道,你们好自为之吧,正在追逐打闹的一帮小孩,在看到李牧后,都一窝蜂地跑了过来,毕竟,昨 天李牧太帅了,一个人就打退了那么多,让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束手无策的坏人,当然,油条属于被他们给自动忽略了,毕竟一个沉默寡言,平常如同透明人一样,他们实在想不出来,油条在昨天提供了多大的帮助,叔叔,叔叔,你太厉害了,我长大以后,能不能像你一样厉害,一个只有四五岁的小女孩,瞪着天真的眼睛,看着李牧充满稀迹的问道,当然,李牧早就被锤炼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了,轻轻拍了拍小女孩的头,毫不犹豫地开口道,当然了,只要你们 乖乖听话,不挑食,多吃饭长大了,会比叔叔还厉害,真的吗,真的吗,一众小孩兴奋地问着李牧,想得到李牧的一个肯定的答案,李牧眼神坚定地点了点头说道,一定会的,叔叔小时候就吃很多饭,当然,偶尔也会挑食,所以,如果你们能做到完全不挑食的话,将来一定比叔叔强,这时油条走来,对着这群小孩说道,行了,你们快去玩吧,李叔叔还有事情要办呢,一众小孩听到油条的话,恋恋不舍地看着李牧,不情愿地走开了,只有成路的女儿,悠悠和小瓜,还站在原地, 没有动,李牧蹲下来,看着两个小孩问道,你们俩还有什么事吗,这时,悠悠有些脸红地说道,谢谢李叔叔帮助我们打跑了坏人,我,我们也没有什么能拿来谢你的,希望你不要见惯,李牧哑然一笑说道,不用了,你妈妈已经感谢过我了,说完不由的暗道,感谢得十分卖力,诚意满满,不过借用了人家妈妈好几个小时,还给人泪晕过去一次,此刻确实有些不好意思面对悠悠,不过回想昨夜的放纵,李牧有种书,倒用十方恨少的感觉,各种滋味,只有同道中人才能知晓,只可 议会不可言传,小瓜这时也说道,李叔叔,你能留下来吗,如果你能留下来,那我们就再也不怕坏人了,对于这个胆大的小男孩,李牧还是颇为欣赏的,毕竟当初没有他壮着胆子提醒自己,油条早就凉了,不过李牧还是摇摇头说道,叔叔,还有自己的事要办,没办法留下来,不过,如果哪天,你要是不想在这里待着了,可以让油条叔叔带着你来找我,小瓜咬着嘴唇,一番思想挣扎后,眼神坚毅地说道,承诺阿姨说了,大家要患难与共,不抛弃,不放弃,所以,看到小 小瓜有些为难,李牧拍了拍他瘦小的肩膀说道,以后的是谁说得准呢,这只是叔叔的一个提议,你不用这么为难,说完李牧起身,跟两个小朋友挥了挥手道别,便在油条的陪同下向外走去,一路上遇到的人都敬畏地看着李牧,毕竟昨天外面血染大地的景象太过震撼,只有之前在商场被李牧从双股龙手里救下的人,不那么畏惧,但是眼神中依旧充满了尊敬,一路无言走到小区门口,李牧看着油条,缓缓地开口道,真的不跟我走,风雪开始变得大了些, 油条眯着眼睛看着李牧,摇了摇头说道,牧哥你也看到了,这里这么多人,离不开我的,李牧眉头一皱,仿佛周围的风雪遇到了主人一般,躲开了李牧和油条,随便露了一手,便让油条震惊不已,只不过油条张了张嘴,有什么话似乎想说,但是又没有说出口,李牧沉声道,你会被他们给拖死的,油条点了点头,随即又摇了摇头说道,我问心无愧就好,如果真的是不可为,我不会网送这条命的,听到了油条的保证,李牧长长地输了一口气,便魔术般地拿 拿出一盒烟,抽出来一支,放进嘴里点燃,剩下的拍在油条的手里,转身便走,只不过边走边说道,铁柱,就那只蚊子,昨天已经把逃跑的两个人给解决了,不过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其他方式,能把这里的情况传输给官方的基地那里,你们好自为之,我建议赶紧转移,随着话语声渐弱,风雪再次吹在油条的脸上,看着李牧的背影,油条的眼神更加的坚毅,走出很远后,积雪已经有一米多深,眼看在无法再不行,李牧拿出一辆雪地摩托,在发动机的� 咆哮声中,一路急迟而去,下一站的目标,自然是之前从正前那里拿到的信息,很多安全屋里目已经看过了,基本都是十几年前建成的,嗯,那会好像是2012年,设施设备陈旧,已经被排除,现在所去的这个,位于武林湖风景区内,早在十年以后,武林湖风景区内,便禁止做商业住宅的开发了,原有的别墅住宅,末世前,价格更是炒到了数千万,有些甚至上亿,毕竟风景优美,还是在景区内,简直就是个天然的养疤,而龙景村,也相距不远,第一手最新� 明前的明前茶,更是让绿茶的爱好者豪至重金,在这里置办房产,是个疗养,乃至养老的好地方,来到一栋明显占地面积更广的别墅大门前,看样子,光建筑面积都有上千平方了,还不算前后的花园,随即想到了什么,末世前的那一碗,那个绝美的美妇,白文元的老婆,似乎在旁边的别墅里住着,也不知道还在不在,白文元有没有把她带走,毕竟颜值,气质,身材完美到无可挑剔,反正要是李牧自己是绝对会带走,随即转道,打算先去 看看,万一呢,都说女人是洪水猛兽,吃人的老虎,也不知道这只是不是也是一只白虎呢?唉,食髓之味,由奢入简难啊,李牧顺着记忆中的路线,不久便驱车来到曾经的那栋别墅门前,只不过原本聪裕的风景,此刻一片凋零,下车后,李牧脚尖轻点凭借风势轻盈地落在院子里,看着紧闭的大门,李牧迟迟迟没有进去,当然了,主要是情况不明,万一这娘妈变身成为暴食者,突然给自己来一下子,虽然不要命,但是疼啊,似乎想 想到了什么,随即在空间中,翻找出一台单兵热成像仪,李牧很现实,该靠科技靠科技,又不丢人,又不是在原始社会,装高人风范没必要,装过头了,可就没得装了,经过一番深入的探查,果然在这栋别墅的地下,探查到热源,此时的李牧已经站在了别墅内的大厅里,看着熟悉的布置,不由地感叹,早知道,当初就把这个油物给带走了,变成怪物之前,起码还能用几天,这要是白跑一趟,那得后悔死,李牧执刀在手,另一只手则抓着一颗 高爆手雷,情况不对,虚晃一刀,直接就能一发入魂,索性直到来到地下室二层,一路上也没遇到什么危险,看样子,这里是个工作室的样子了,白文远这个古生物学家,导点私人研究,太正常不过了,只不过,此时的地下二层并没有布满灰尘,看样子,有人居住,只不过刚才的热源显示,正当李牧打算继续搜索时,一道清冷且充满韵味的声音从李牧背后传来,你赶紧离开,这里不欢迎你,听到背后传来的声音,李牧咧嘴一笑,这� 直到李牧缓缓地转过身,刚才那道声音的主人露出一抹惊讶之色,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在末世前一天送他回的那个人,似乎还认识抛弃自己的那个老公,而李牧好奇的则是,两个多月这个女人是怎么活下来的,毕竟末世来临,除却物资的问题,还有更为危险的变异野兽以及人类,不过,看着紧张地握着剁骨刀的极品美妇,李牧不由得一阵火热,毕竟就算不失粉弹,这份颜值称得上的是国色天香,不过,还是得徐徐徒之,毕 把刀一收,缓缓地走向这个极品美妇,直到这美妇身前两米左右的位置,才停下脚步,语气平缓地问道,好久不见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两人是朋友呢,不过看李牧把武器收了,这美妇竟然没觉得惊讶,只是眼神中依旧充满了戒备,美妇略显紧张地开口问道,你,你怎么会来这里,我这里也没有多余的食物了,你还是走吧,听到少傅的一番话,李牧淡淡地一笑道,我出来消消时,溜达溜达,听到李牧的这番话,美妇的大脑瞬间荡击,红唇 不知道该怎么接话,这说的是人话,还出来消消时,担心这美妇不信,李牧一挥手几份装在餐盒内的食物,凭空出现在美妇的眼前,此刻那绝美妇人的美眸中闪过一丝惊讶,恰巧被李牧捕捉到,紧接着,李牧笑着说道,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坚持到现在的,不过就算有吃的,也不多了吧,脑,先吃饱了再说吧,随后李牧后退几步,转身坐在沙发上,眼神清澈地看着这美妇,毕竟论演技,奥斯卡算个屁,这美妇看到李牧的这番行为,心中也慢慢地 放下戒备,毕竟在现在的环境下,能拿出来这么多食物,给自己的人应该坏不到哪把,一番思想的挣扎后,美妇还是决定拿起食物,走到李牧对面,紧接着就开始大口吃喝起来,牛排,龙虾,嗯,竟然是热的,看着不顾形象风卷残云般进食的美妇,李牧也是头一次见,其实也不算头一次,江涵这个祸水级别的美女,末世里头一次敞开了吃,也这模样,不过比起眼前的美妇,少了一股风韵,看着美妇速度极快地吃着食物,生怕浪费一丝一毫的样子,着 时有些好笑,同时还偶尔用丰润的嘴唇损吸手指上的油脂,油脂粘在嘴唇上却不显油腻,进而被粉嫩的舌头轻轻一卷,受不了,这诱人的妖精,不经意间的一些行为都能让人深陷其中,片刻后,桌上的几份食物被吃得干干净净,李牧及时贴心地把准备好的纸巾以及一瓶水递了过去,美妇吃饱后,一脸满足地向李牧道谢,擦干净手上的油,喝了几口水后,真诚地说道,如果不介意,你叫真妖就好,你怎么称呼 真妖,好名字,李牧忍不住夸赞道,我叫李牧,李牧,战国四大名将的那个李牧,真妖略显好奇地问道,李牧点了点头道,是啊,同名同姓,不过,我可没人家那么威风,真妖无嘴轻笑,看得李牧有那么一瞬间失了神,明知道白文远的老婆真妖起码应该四十二三岁了,不过还是一如当初一般,猛一看就是二十多岁的样子,但是细细看来又像三十出头,不过却有一种熟透了的气质,一举一动,一平一笑都风韵十足,没错,如果形容一个年纪稍大, 但是颜值身材都还不错的中年女人可以用风韵游存来形容,但是眼前的这个极品美妇绝对称得上是风韵十足,甚至风华绝代,不敢想象,要是再简单地化个妆,接下来,经过简单交流后得知,真妖确实是个异能者,只不过,李牧也没有头绪,这异能到底该怎么用,能量转化,真妖就是凭借这一手异能才活到今天,只要是能吃的东西,经过能量转化,都会变成人体所需要的能量,甚至只要有空气,真妖都能凭借异能变出水来,这也就解释了,真妖 真妖能活到现在的原因了,而外来的危险,则是被真妖所养的两只猫给解决了,竟然还都是变异成功的,不过有一只早早的就不见了,而另一只前几天刚刚拼死,一只变异失败的狗,自己也死了,李牧突然想到,当时就将寒食干掉的那只猫,只不过,还是不说得好,随后李牧大致说了一下出来的目的,经过一番游说,真妖还是决定跟李牧走,毕竟再这么下去,就算不饿死,也难逃别人的魔爪,谁让自己是战武渣呢,起码这个男人看向自己的眼神中,没有那 最早能安心点,毕竟他承诺自己只要负责每天的饮食就好,随后,真妖跟着李牧向外走去,76章,遇险,贪食者,两个月几乎没怎么出过门的真妖,深深地吸了一口凛冽的冷风,脸上露出一抹满足的表情,这也就是,异能者有异能护体,不然就这一下,等着窜去吧,看到真妖一脸爽翻了的表情,李牧都有些看呆了,毕竟,一个如此诱人的美女露出这种表情,作为一个正常男性,在没有法律和秩序的世界,没有第一时间扑上去,在雪中激 都算是克制力强的了,赶紧倾渴两声,头也不回地朝自己的雪地突击车走去,而回过神来的真妖则是紧紧地跟在李牧身后,生怕李牧不管他了,不为别的,就凭李牧有大把的吃喝,这一点,在这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末世之中,李牧堪比唐僧,驱车前往之前既定的探查目的地,在路上的交谈,李牧发现,这个美帝不像话的女人,思维有些稚嫩,想想也是,毕竟刚考研,就被白文元给骗到手了,随后这二十年的生活,如同金丝雀一般 不过在单纯的人,经历了这两个多月的末世后,脑子也会逐渐地聪明一些,何况,一个本来就很聪明的女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不过出乎李牧意料的是,这个女人很聪明地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条件,帮她找到女儿,她什么都肯干,李牧在衡量到底值不值当,转念一想,反正定期出去转两圈,能找到就带回来,找不到吗?那也很正常,反正真妖提供了她女儿的学校位置,就在那附近找找呗,虽然霸王硬上工不难,但是,一顿宝盒顿顿宝李牧还是能分得清 万一这娘们想不开自尽了,那岂不是暴殿天物?很快到了地方,李牧也不再继续这个话题,转头告诉真妖,这个地方可能有危险,让她在车里等待,不过在房子里和在外面人的恐惧心理是不一样的,独自在车里等人的恐惧,让真妖死活都不同意,不管多危险,都要跟着李牧,无奈之下,李牧只好答应真妖的要求,但是警告她不要离开,自己太远,不然,有危险,自己可未必能顾得上她,这时,李牧拿出单兵热成像仪,不断探查着这栋别墅的情况,有两个热 不过没关系,能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吗?就一刀剁了,随即李牧手持流光,慢慢地朝别墅大门走去,而真妖小心翼翼地紧随其后,来到大门前,用解码器破开生物电子锁的一瞬间,大门猛地打开,两只掠食者咆哮着朝李牧冲来,而在看到掠食者的一瞬间,真妖就被这恐怖的生物吓得尖叫不止,不过李牧并未阻止,想叫就叫呗,迎过来一些变异的野兽正好拿来刷一波一能,不过很快,真妖就停止了尖叫,转而用一 掠食者冲过来的一瞬间,李牧同养护迎面冲上去,手起刀落直接砍掉一只掠食者的脑袋,而另一只掠食者长长的脖子被李牧的大手一把抓住,只见李牧持刀的右手反手一刀,刀刃直入这只掠食者的脑袋里,看着轻描淡写就解决了两只恐怖的怪物,真妖这一刻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毕竟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个男人没有把他当作诱饵,而是选择迎战,就这一点就比他那个怯懦且猥琐又变态的老公强了不知道多少,尽管 可能在李牧的眼里,这两只怪物和宋采没什么区别,但是这突然的一下,最能考验人心,李牧不知道真咬此刻脑袋里在想什么,不过看情况,这里应该不止两只怪物,看来热成像对怪物似乎没什么用,管他呢,来一个砍一个,来两个砍一双,随着李牧在别墅里不断地走动,前前后后竟然有十几个掠食者,甚至还有一只暴食者,这尼玛什么情况,变异失败的怪物老窝,这玩意可是比异能者还少啊,怎么会一口气出现这么多,难道是上一世的情报,有误,看着地上这只尸 只手分离的暴食者,又看了看周围散落一地的女性衣服碎片,通过碎片可以判断出应该是各色丝袜和制服以及一些比基尼,对了,这些掠食者的体型比之前干掉的一些要小,也就这只暴食者还算正常,难不成当时这别墅里在开银趴?某种特殊的原因开始导致所有人都进行变异,结果就是全部失败,想不通,确实想不通,不过欣慰的是,根据铁柱传来的消息,整栋别墅楼上楼下都已经清理完毕,只剩下地下室了,随即李牧传信� 请铁柱先行查探一番,万一出现个大哥的,也好让李牧有个心理准备,结果就是真有个大哥的,根据铁柱的传信描述来看,应该是,贪食者,这玩意润实力也就比暴食者强一些,但是,是最接近人类的玩意,最关键的是,这怪物具有自我成长性,不像有一些暴食者是掠食者通过不断吞食同类进化出来的,贪食者本来就可以吸收空气中的能量实现自我进化,最关键的是,这玩意它有智商,不像掠食者和暴食者只有杀戮,进食的本能,所以, 李牧打算会一会它,毕竟只是听说过,还没见过,随即李牧拿出一身防暴服,不顾真有的反对,给它套上,毕竟这玩意能抗住一般炸弹的冲击力,而贪食者要是打不过,自己想抓人质,让自己投鼠忌气,自己也能有个缓冲的时间,同时,李牧把两颗高暴手雷交给真有,告诉他,如果怪物冲得他来,就拉掉保险,然后转身就跑,毕竟一个再弱的异能者负重百事金奔跑,还是没问题的,做好准备的李牧二人,随即往地下室走去,越往下走, 李牧握刀的手开始不自觉地抖动,难得一见的怪物,能让李牧尽情地发挥一下自己的实力,不然整天凭空一侧,哪有实战来得更加直观,当李牧二人看到贪食者的瞬间,头皮都发麻了,只见一个高大的人形生物,全身的皮肤灰白如同照了一身坚韧的皮甲,双手的指甲如同僵尸一般长,眼眸中泛着淡淡的血色,再看到李牧二人的瞬间,细长且腥红的舌头,舔湿了一下嘴唇,似乎觉得已经吃定了这两人,最令真摇惊恐,得是,这怪物眼 眼神中竟然透露出一丝嘲弄之色,妈的,这不能忍,李牧二话不说,以极快的速度举刀朝这名贪食者冲去,而环境与异能的共振相克关系,李牧并不在意,只要有人动就有风,哪怕是自己动也一样,只不过风大风小增幅不同罢了,可以说,风异能绝对是无视环境,作战的最佳异能,此刻的李牧并不会再像之前那样羡慕别人的异能了,老子倒要看看,你的实力到底配不配得上你这么屌的表情,干,又给我关小黑屋了,刀戒风势,一刀斩向面 前的摊食者,本以为能轻松地将摊食者架起来格挡的胳膊,一刀两断,但是结果大大的出乎了李牧的意料,当刀刃砍在摊食者手臂上时,只是砍砍破开一层表皮,其韧性防御力高地吓人,而正当李牧心惊之际,摊食者的另一只手臂快速抓向李牧的刀刃,眼见刀要被夺,突然一股凌厉的进风,无根自生,瞬间缭绕在整个刀身上,而这次轮到摊食者大惊,自末世以来,他不论是遇到变异的野兽,还是人, 几乎少有能破开他皮肤防御的人,而眼前这个男人,不知道用的什么刀,竟然能切割开他的皮肤,然而更令他心惊的是,突然地出现了一股强风,竟然让他流血了,虽然还没有达到深渴击鼓的程度,但是令他敏锐地察觉到一丝危险的气息,就在刚才被缭绕在刀身上的锋刃伤到摊食者的一瞬间,李牧和摊食者一触即分,只不过分开的瞬间,李牧狠辣的一脚踹在着摊食者的裆部,不管有没有用踢了再说,凭借这一脚的反推力,李 天咬早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得瑟瑟发抖,紧张地说不出话来,而李牧和摊食者互相盯着对方,谁也没有再出手,不过李牧不得不承认的是,虽然这玩意属于蜕变失败的物种,但是高级别完全不输异能者,不,甚至比绝大多数异能者还要强悍,从暴食者那无与伦比的力量,耐力以及旺盛的生命力就能看出来,在目前来看,如果一名暴食者闯入一些没有重心武器的避难所,那就是灾难了,更遑论眼前这个有了一定智慧,且防御力,力量,速度 三位一体更强大的摊食者,此刻李牧也显得有些紧张,为了缓解气氛,李牧开口调侃道,怎么样,让你不要跟来,你非得来,现在后悔了吗,穿着防暴服,戴着头盔的真谣,看向李牧,轻轻地摇了摇头说道,如果你死在了这里,我就算在外面,也逃不过这个怪物的追杀,还不如留在这里,万一有机会,我还能帮你解决掉它,李牧点了点头,眼神凶狠地盯着摊食者不再说话,不过内心多少对真谣有了一点点改观,本以为这种被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只知道 享受生活,努力做好一个合格的炮架子,眼高手低,甚至有些愚蠢,当真谣说出这番话后,李牧才想起来,一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再蠢能蠢到哪去,不过李牧也不再多想,反正蠢不蠢的,都不影响他成为替江涵分担火力输出的好姐妹,眼见对方都没有什么破绽,李牧无奈只能硬着头皮,浑身缭绕着风甲,再次持刀,向摊食者砍去,只不过在李牧挥刀的一瞬间,竖道灵力的锋刃,刮向摊食者的眼睛,只不过 这次李牧失算了,没想到这摊食者反应这么迅速,瞬间抬臂格挡,虽然格挡的手臂被割出几条寸许身的伤口,但是也仅仅就是几条伤口而已,这更加刺激到摊食者,见到李牧已经冲来,摊食者竟然抓不知道从哪拆卸下来的钢管,朝着李牧的脑袋就抡了上去,眼见摊食者打算和自己以伤换命,李牧只能紧急扭动身体,躲开这要命的一击,同时持刀向上一撩,打算再给摊食者开刀口子,毕竟再怎么样,这玩意儿也算是个 叹击生物,慢慢放血也能耗死他,这时的李牧无比怀念刘胖子,如果这家画顶着岩石铠甲,只要拖住摊食者,不论是大居还是他拿手的锋刃时不时的抽冷子来一下,解决这个摊食者完全没问题,奈何肉盾前排不在,他这个AOE战士就得顶在最前面,后仰躲过李牧这反手一刀,接下来就是叮叮当当的金属碰撞声,只不过双方是越打越心惊,李牧惊得是这尼马,摊食者虽然不会什么功夫,但是仗着反应迅速,力气大还速度快,竟然让 自己的进攻毫无剑术,而摊食者惊的是,这个异能者比他杀死的那些异能者强悍太多了,尤其是异能的杀伤力,尤其是他本身的速度和力量,完全不输自己太多,但是双方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拼杀,直到咔的一声响起,摊食者手中的满是活口钢管在李牧一腿之下折断,而抓住机会的李牧一刀刺穿摊食者的手掌后,刀尖直接刺入其一只眼睛里,暗红色的血液顿时顺着刀身的血槽流出,因为痛苦的剧烈挣� 那时候竟然斩断到了半截摊食者的手掌,而被斩断半个手掌还瞎了一只眼的摊食者此刻撞落蜂魔般的再次扑向李牧,只不过在失去李之后的摊食者此刻在李牧看来魂都充满了破绽,也就是力气更大一些的暴食者而已,李牧反而不再忌惮,而是不断挥舞着糖刀劈砍,不多时摊食者的身上大大小小布满了数十条伤口,甚至那只手掌完好的胳膊此刻也只是堪堪地连接着一层皮肉,李牧不停地喘着粗气,不断地继续进攻 体能还跟得上,而义能的消耗属实有些大了,但是如果不维持着分开,此时的李牧恐怕不会比摊食者好到哪去,就在李牧似乎进攻乏力之际,摊食者找准了空挡,直挺挺地朝李牧撞去,这一击要是撞食了,固然摊食者会被一刀刺穿,但是背靠墙壁的李牧大概率会被挤压成一滩烂肉,就在摊食者星红的独眼中闪过一丝得逞之色时,李牧突然在其面前消失了,而收不住力的摊食者脑袋直直地撞上墙壁,只不过一只大 大大的玻璃瓶同样被撞碎,浓烈的汽油味完美地掩盖住了李牧的味道,此刻的李牧引伸后快速绕到其身后,刀身静直地滑向金属的墙壁,见射而出的火星顿时引燃了摊食者脸上的汽油,火焰剧烈地燃烧下,痛苦地不堪的摊食者胡乱挥舞着手臂,不断地咆哮着,如蒙头苍蝇不断乱撞的摊食者,此刻竟然朝着真摇冲了过去,在即将碰到真摇的瞬间,李牧紧随其后,奋力挥� 一刀砍向摊食者已经被重伤的左腿,在锋刃的加持下,摊食者本就伤痕累累的左腿被一刀斩断,保持不了平衡的摊食者一下子栽倒在地上,而真摇此刻拽掉一枚高爆首雷的保险,一把塞进摊食者的身下,另一颗虽然没有拉掉保险,但是也被塞进去,哄,哄,一颗爆炸,一颗迅爆,真摇顿时被气浪先飞了出去,重重地砸在了墙壁上,而刚刚掀起来的灰尘被一阵风直接吹散,李牧拿着刀,快速奔向真摇, 看到真摇只是被震得有点猛圈,再看看摊食者此刻全身已经破破烂烂,李牧摘下真摇的头盔直接朝着诱人的红唇吻了上去,正当双方准备唇枪舌剑之际,真摇回过神来,瞪大眼睛看着李牧,刚准备咬自己嘴里的舌头一下,谁知道李牧忽然撤了,真摇一脸羞愤地说道,我的年龄都能当你妈了,你也吓得去口,李牧看着真摇布满红韵脸颊,调笑道,那又怎么样,不论身材还是这张脸,时时刻刻都让人血脉喷张 正要继续调侃的李牧突然脸色一变,急忙转身,浑身没有一块好弱的摊食者竟然站了起来,哼,垂死挣扎,瞬间无数道锋刃朝摊食者骑骑飞去,在锋刃不断游走下,摊食者很快便再次到底,只不过倒地的是一具人形骨骼,而李牧回过头,坐在真摇的旁边,微微喘息着,总算打完收工了,忽然精神一震,一股庞大的能量瞬间涌向李牧的体内,78章,实力大尽,随着庞大而又精纯的能量不断涌入体内,李 大瓶颈的异能竟然再次出现了净化的征兆,本着绝不浪费一丝一毫的信念,李牧把空间中的十几具掠尸者的尸体以及一具暴尸者的尸体给取出来,李牧没有注意到的是,身旁坐着的的真摇再一次被他这一手隔空取物的手段给震惊到了,但是真摇似乎看出李牧此刻正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并未出声打扰,想着等一会儿李牧完事了再问,虽然好奇心重,但是该有的分寸还是要有的,只不过真摇此刻同样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渴望 似乎眼前这些怪物的尸体对他有种莫名的吸引力,李牧也不确定真摇是不是成长型的异能者,不过也无所谓了,在你的加持下还真不幸有人能抢得过自己,率先失去能量本源的十几具掠尸者的尸体很快就出现了一些干瘪的情况,很快暴尸者的尸体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不过李牧没想到的是差距竟然这么大,这贪尸者的能量本源也太充足了吧,不过在李牧源源不断的汲取下,其实也就一两分钟的事,这具贪尸者的尸体也很快出现了干瘪的情况,失去 能量本源的支撑后,虽然不至于像被吸干了一样,但是也好不到哪去,腐烂的速度都要加快不少,就在最后一点能量被汲取完后,李牧明显地感受到异能净化了,而李牧此刻对风的感应清晰无比,以前感觉是能借助风势,自身通过消耗不菲的能量也能凝聚出风,而他此刻感觉到自己就是风暴之眼,体内蕴含着一股生生不息的风种,只要自己想要随时能调取出来,而不像之前一样,首先要消耗一定的能量才能凝聚出他想要的风,并且还需要不断地消耗能量去� 而此刻,李牧只是消耗一点点的能量,身前立马出现成百上千道更为凌厉的锋刃,不论是凝聚速度,激发的速度,操控的精准度,以及杀伤力,李牧感到完全能碾压之前的自己,如果说遇到一个和之前自己相同境界,并且同样异能的敌人,来一场锋刃对拼,李牧有十足的信心,轻轻松松的就能把原先的自己虐成狗,顿时感觉自己可以支冷起来了,目前为止,应该不会有人比自己的异能净化级别更高了吧,这种对异能极致掌控的感觉让李牧忍不住的想长笑 一声,正当李牧想着喊两嗓子的时候,一旁的音鸣声让李牧都为之侧目,看着一脸羞涩,很是难为情的真谣,李牧似乎明白了什么,自己第一次异能净化的时候,那种前所未有的爽感,自己都没忍住的发出舒服的声音声,只不过当时只有自己一个人,没有什么尴尬的,而此时自己就在真谣的身边,在一个和自己女儿差不多大的男人,发出这种羞人的声音,真谣此刻,恐怕脚指头都能扣出来一个庄园了,李牧为了缓解真谣此刻的尴尬,一本正经说道,不用不好意思,第一次都是这样了,很久 很正常,这是本能的反应,我第一次也是这个样子,说完,李牧扶着红着脸的真谣站了起来,帮真谣脱掉身上沉重的防暴符后,看着这地下二层眼前的金属门,李牧刚要准备拿TNT给它爆破掉,金属大门此刻缓缓地打开,随即两道男性的身影出现,看到这两人,李牧眼中闪过一抹寒意,敢利用我打白弓,胆子不小,而这两人看到李牧和真谣后,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李牧看到真谣有些吃惊的表情,在真谣的耳边小声地询问,这俩货 什么来路,被李牧说话时呼出的热气,弄得难受不已的真谣,有些羞涩地躲开,随即小声说道,那个矮个子是青岸集团董事长家的公子魏彤,高个子比较帅气的是末世前当红的男明星李灵鹤,还是新近国民老公呢,你不知道,李牧撇了撇嘴说道,什么集团不集团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一学生,至于这个什么国民老公,呵呵,我只看看古早剧,戏凉吃惯了,粗糠实在咽不下去,这年头,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当国民老公,跟特么韭菜一样,真谣被李� 都得忍不住想笑,随即捂着嘴白了李牧一眼,而眼前这两个明显有点积老的意味,但是在看到真谣的那风情万种的一瞥,顿时也呆住了,没想到末世来临这么久,还能遇到这么魅力十足的女人,看到两人一阵心头火热,而这两人的表现给李牧都看愣了,难不成是男女通杀,互走汗道久了,难不成也想走走水路了,李牧脸上闪过一抹冷笑,并未打算说话,他倒是想看看这俩货接下来会怎么做死,这位同鹤李灵鹤看到真谣的样貌后,简直惊 要知道他们俩什么高档货色没见过,没玩过,但是这种成熟妩媚又韵味十足的淑女也不是没见过,但是像这种极品,那真是可遇不可求,二十岁的青春美貌,三十岁的气质,四十岁的风韵,完美地体现在一个人的人身上,接下来就是男人搭讪女人的老一套,不论有钱没钱都一个样,只不过有钱的更会伪装一些而已,论技术手段未必比普通人强到哪去,在二人吉利的邀请下,真谣都有些动摇地看了李牧一眼,不过看到李牧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笑意,真谣 李牧一眼也琢磨不明白李牧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只能婉言拒绝,这对吉老觉得肯定是李牧坏了他们的好事,随即面色的不善地看向李牧,不过为了保持风度还是摆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模样,魏同当即表示会重金答谢李牧的救命之恩,听到要求随便提,李牧顿时笑出了声,魏同二人脸上闪过一抹鄙夷之色,屌丝就是屌丝,有了异能也改变不了,李牧当即开口道,不知道魏大少打算给多少啊,对了,还有这位李大明星,哦对了,我也姓脸,咱们五百 一百年前可是溢价,二人都以为李牧要狮子大开口,当即表示钱不是问题,说完,魏同跑回去,拿出一张某银行的黑卡,直接递给李牧,立马十二万三千四百五十六,等末世结束,自己去银行取去,李牧拿着银行卡一脸玩味地笑道,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个,我的卫少,还在小黑屋里,好烦躁,魏同正急切地和真谣搭讪,在听到李牧的问题后,一脸不耐烦地说道,具体我不清楚,估摸着一亿多点,拿钱赶紧滚蛋,一旁的李灵鹤听到李牧的话,同样露 露出一抹鄙夷之色,这香巴佬真没眼力驾,啪,银行卡被扔在了魏同的脸上的同时,在李灵鹤的一脸震惊之色下,李牧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腹部受到重击的李灵鹤当场倒地,身子弯曲得如同一只蒸熟的大侠,魏同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完全不敢相信还有人敢这么对他,难道不知道他爹是青岸集团的当家人吗?不知道他家资产上千亿吗?这小子怎么敢的?而真谣却一脸平静,从跟着李牧亲眼见他干掉十几头怪物后一� 就知道李牧这种人绝对不能用压迫的手段去对待,如果是末世前,还有点可能,毕竟魏家家大业大,还能以示压人,然而,这可是末世,之前一切的秩序圈层都基本崩溃,如果还想仗着末世前的身份横行霸道,恐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时,李牧再次开口问道,魏大少是不是汉道走多了,脑子都走干了,这俩月没出过门,还他们银行,一堆废纸,我要来干嘛,他爸爸,我都闲得得慌,这救命之恩,恐怕得换个方法,偿还了,魏同确实在末世来临 没有出过别墅,随着网络的断开,魏同早就和外面的世界脱鬼了,他也只是通过别墅内的局域网连接监控,查看到了李牧和真摇二人,当然,他也没有通过音响出言提醒,毕竟他还等着门外的怪物自行离开后,他在带着他的爱妃出门去找他老爹呢,谁知道,李牧猛的一塌糊涂,一个人一把堂刀从一层砍到三层,又从三层一路砍到地下二层,简直生猛的一塌糊涂,就在魏同想要再扯一扯他爹的这面大骑时,李牧一� 一眼玩味地问道,你这栋避难所花了几个银子,听到李牧的疑问,魏同看了看地上的依旧倒地不起的李灵鹤,紧张地空咽了一下说道,2027年建成的,那会儿全部下来花了三个亿,听到三个亿,李牧直呼好家伙,有钱是真有钱啊,李牧笑了笑说道,魏大少女觉得自己的命值多少钱,听到李牧的问话,还没有完全适应末世的魏同不假思索地说道,当然是无价的,谁能买得起本少爷的命,开什么玩笑,本少爷的命那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紧接着,李牧看着魏 魏同的眼睛,一脸认真的说道,这里建成五年了,折旧,损耗什么的,估摸着得折扮,而且这里的资源储备也不多了吧,这样吧,我算你这栋别墅值一亿五,也别说什么无价了,是个人的命就有价钱,你是青蓝集团未来的继承人,那么青蓝集团就算成你的身价,这样吧,这栋别墅底一亿五,你还欠我一千多亿,也别嫌着了,赶紧去凑钱吧,魏同直接被李牧的一番话给说猛逼了,神他们我就欠你一千多亿,我也没让你救啊,魏同刚要开口对回去 但是李牧那冰冷的眼神让他开不了口,毕竟自己现在是单力孤的,万一,可是,可是,我现在也不知道我爹在哪儿啊,那什么,能不能缓缓,真摇也被李牧给震惊到了,敲竹杠,还能这么敲,李牧接着开口说道,地上这个废物就归你了,免费赠送,麻辽的找钱去吧,魏同被气得脸色通红,憋了半天才咬牙说道,你怎么不去抢,我告诉你,你这是,李牧一脸不耐烦地打断魏同的话说道,抢,我可是文明人,敲诈比抢快得多,你想说我这是犯法了,魏同被 李牧的无耻所震惊,机械般地点了点头,李牧一脸不屑地说道,我犯什么法了,谁制定的法,我只知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救了你的命你,就欠我一条命了,你自己说的,你的命可是无价的,我只要区区一千亿,魏少不会不想还这笔钱了吧,听到李牧的话音越来越冷,魏同此刻,双腿忍不住地打断,我,能不能等血停了再走,魏同仿佛泄了气一般说道,他算看出来了,眼前这个人压根就是个无法无天的主,他的身份,人家直接无视,恐怕要是再纠缠下去,这 魏同仿佛泄一刀砍了他,看出魏同的纠结,李牧把刀一收,一只手提起地上的国民老公,一手抓着魏同的脖子,静止地往外走去,李灵鹤此刻还没有缓过来,只能任由李牧提着,而魏同还在不断搬出他的人脉,试图让李牧有所忌惮,然而他发现他想多了,一路走到别墅大门外,两人像垃圾一样被李牧扔在地上,魏同哭丧着脸,动得浑身直打哆嗦,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喝的,还有衣服,不然,我兼,迟,不了几天哪,听 听到魏同的要求,李牧突然想到了什么,一脸笑意地说道,我有个减少你炸的好主意,你想不想试试,这位大哥,你,说,我同意,我都同意,零下七十多度的气温,让魏同,李灵鹤两人如坠冰窖,要知道他俩此刻只穿了件睡衣而已,还是夏季款的,在魏同的震惊之色下,一袋包装简陋,上面印着家畜发情素配种专用字样的药粉被全部灌进他的嘴里,同时,一瓶矿泉水强硬地让他喝完了,魏同急忙想抠嗓子眼吐出来,结果李牧直接对着 他朝当就是一脚,啊,魏同惨叫一声倒在雪地上,和李灵鹤同款姿势,只不过舞的地方不一样罢了,接着李牧笑道,我也不知道你俩谁攻谁手,但是自然界按照体型划分,大多数雄性都是高大的,接着,两包药粉灌进了李灵鹤的嘴里,不过待遇要好了许多,顺药用的不是矿泉水,而是红牛,果然,李灵鹤率先比魏同起了反应,随着两道锋刃刮过,两人同时感觉到一抹清凉,接着李牧的一番操作,让在一旁看戏的真谣都震惊地捂住 李牧笑了嘴巴,眼中满是同情,接着就是让当初风驴变死驴的绝密法宝,风油精,交给翠绿的风油精,滴落在小赫赫的头顶,啊,片刻后,啊,果然,在法宝的加持下,所爆发出的战斗力,果然强得可怕,只见李灵鹤咬着牙,双眼心红地,扑在魏同的身后,随着一声更加凄厉的惨叫,真摇捂着双眼,不敢再看,剪太辣眼睛,李牧想起了之前看到的一部小说的简介,好像叫雪中,汗道横来着,而李牧此时摇了摇头 还是得换个目标,这个避难所建造,滑而不实,只能当个后背的安全屋,随即揽着捂着眼睛的真摇,朝别墅内走去,目前还在小黑屋中,啥时候是个头啊,二人再次回到别墅后,真摇一脸嫌弃地推开李牧,鄙视道,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地,喜欢这个调调,李牧也不多做解释,微微一笑道,我可是大好人来着,听到李牧的狡辩,真摇望向李牧的眼神,更像是看一个变态,对此,李牧依旧脚步不停,不断地搜刮这栋别墅内剩� 还很耐心地解释道,那位国民老公天天被人捅,多有损国民老公的形象,是不是,我这是帮他翻身农奴把歌唱,让他体验体验捅人的快感,他还得谢谢我呢,真摇听到李牧如此不要脸的言论,顿时大翻白眼,李牧瞥了一眼成熟又不失可爱的一面的真摇,暗道,真是个妖精,迟早让你尝尝佛爷的大威天龙,到时候,让你白眼翻得不停,其实经过两个多月的消耗,再加上别墅内的物资储备,本就不多,大多数是各种各样的酒水,不到半个小时,基本上就� 都刮得差不多了,把内部的生物电子锁全部更换信息后,李牧带着真摇再次出现在别墅的大门口,不过此时只有寒风呼啸的声音,而那一对机友真正地做到了声嘶力竭,喊都喊不出声了,极致的寒冷和强烈的药效,迫使李灵鹤根本停不下来,虽然动作十分单一枯燥,但是,从其病态的表情中,李牧看出一个词,痛病快乐着,只不过未同为大少脸颊上两条晶莹剔透的泪水结晶,无声地诉说着这份天大的屈辱,李牧也懒得处理他� 随即带着真摇上车,不过,根据铁柱传来的消息,这附近依旧有变异失败的野兽出没,李牧对此只能说一句,要怪就怪野生动物保护区吧,自己可是很仁慈地放过你们了,不过太安静了也不好,随即倒车,停到这对野鸳鸯的身边,在真摇惊叉的目光下,掏出一把小型的军用手弩,搜扑,搜扑,哦,哦,两只充满秀气的箭头,分别扎在卫童和李灵鹤二人的脚掌上,不过幸亏时间不长,不然动得坏死 就没效果了,李牧大声笑道,这才对吗,喊出来,喊出来就有劲了,加油,随即在二人满身怒火的注视下,李牧带着真摇驱车离开,车轮跑起的雪随风落在二人的身上,感受到寒意的胃童浑身一紧,李灵鹤仿佛接收到了冲锋的号角,顿时加大了进攻的力度,堪称火力全开,只不过,李牧是看不到了,不过仍旧会在心里默默地为他们俩点赞,一路无视驱车回到李牧所在的小区内,小区众人看到离开一天一夜的李牧回 那份在末世中的飘摇不安顿时全无踪影,毕竟李牧的强大,他们有目共睹,李牧只要还在一天,他们就能活着,而江涵在听到雪地突击车特有的发动机声音后,急忙来到阳台向下观望,只见李牧把车一收,竟然身体两侧,竟然出现一股强大的气流在不停地流转,仿佛一对硕大的翅膀,紧接着这对风一双视一阵,李牧揽着真摇似柔弱无骨的腰肢便出现在家里的阳台上,当江涵看到真摇的那一刻,内心的震荡难以� 就连李牧实力大尽都让江涵直接无视了,真摇对江涵来说简直就是惊为天人,本来自认为本小姐天下第一美了,没想到竟然遇到个如此强劲的对手,好个李牧,嘴上说的不要,没想到行动这么迅速,才一天的功夫竟然就带回来个霍国殃民级别的美女,不过看起来年纪要比自己大一点点,江涵想到不管年纪比我大几岁,也得喊我一声姐姐,我才是老李家的大妇,哼,真摇同样也是震惊不已,本以为李牧这个小男人是个连对象都没有的单身青年,没想到 家里竟然有个如此美的不真实的女朋友,不过这穿着也太大胆了一些,这末世里女人的美本身就是一种原罪,李牧看到两女对视的目光,赶紧介绍情况,显得多少有些举措,二女的目光同时望向李牧,竟然不约而同地笑了出来,都是见过李牧在面对敌人,怪物是如何心黑手狠,杀伐果断的,哪见过李牧这样可爱的一面,李牧顾不上那么多,毕竟以后是要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要是没有个好的开头,那以后就只剩头大了,索性效果貌似还不错,起码没有掐起来 随即李牧对真瑶说道,以后这里也是你的家了,走我带你去你的房间看看,真瑶听到家这个字的时候,内心瞬间一暖,毕竟他以前只有房子,没有家,看到李牧给自己准备的房间,又从空间中拿出不少女性用品,始终保持警惕的心,不知不觉间有些松动了,随后李牧说道,你可以随便逛逛,没有你的别墅大,但是盛在安全,我还有点事要办,洗澡,吃饭都行,说完,猴急地揽着江涵,朝自己的卧室走去,李牧也不想啊,可是,江涵今天真的答应了他的要求, JK,双马尾,猫尔娘,还有黑丝,在真瑶疑惑的目光下,李牧关上了房门,随后疑惑变成了羞涩和震惊,大白天的,真的好吗?小女孩就是小女孩,至于这么大声吗?真瑶随即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换上一身舒适宽松的居家服,随即来到厨房挨个打开冰箱后,看到满满的食材,简直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在末世里还能生活得这么滋润的,这也算独一份了吧,此刻的真瑶化身绝美厨娘,一道道色香味俱家的菜� 不断出锅,看着餐桌上的菜,心里满满的成就感,毕竟以往都是自己和女儿两人吃饭,自从女儿叛逆地离家出走后,就只剩她自己了,现在家里有三个人,烟火气十足,自己下出的洞里就更足了,坐在餐桌前百无聊赖地拖着腮帮子,心想,怎么还不出来,菜都快凉了,随即好奇地向李牧的卧室走去,只不过还没走到门口,修人的声音再次传来,真瑶的认知彻底被颠覆了,这,已经三个多小时了呀,这是,难道就这么有意思吗?又过了半个钟头,李 要不是,江涵闻到了饭菜的香味,及时要求停战,需要补充急养,恐怕第四次决战就要开启了,真瑶看着一脸羞涩的江涵,给了一个都懂的表情,是一两人赶紧坐下来吃饭,江涵无奈的眼神中透露出一副你不懂的神色,李牧当然是光着膀子,大骂惊刀得的,坐在主位,看到桌子上的菜肴,天天吃五星酒店的菜,都快吃吐了,这种精致的家常菜,可是好久没吃到了,顿时端起碗来筷子,都出现了残意,看着李牧饿死鬼一般的吃相,这 简直就是对自己的厨艺最大的肯定,一时间,真瑶的满足感直接爆棚,接下来江涵的吃相,着实震惊了真瑶,看着这么精致漂亮的女孩子,竟然也这么生猛,真瑶不知道的是,李牧是因为好久没吃到家常菜了,而江涵是真的消耗过大,饿了,江涵是真的筋疲力尽,毕竟他可不像李牧刚刚在能量充足的晋级,体内目前没那么缺能量,真瑶摇了摇头,一张美绝人寰的脸上露出一抹乙母笑,拿起碗筷十分淑女的进餐,李牧看到真瑶淡然的表情 内心一阵火热,你也就吃过白文远这个老萝卜干,真瑶是感受一下风暴般的冲击,你这头猛火还不得彻底苏醒,看来得找个恰当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道灵而响叮当之事,快速摘取这颗丰润多汁的水蜜桃,当然,接下来的日子里,真瑶很自然地承包了这个家里的每日餐饮,本来会以为真瑶颇有微词的,结果没想到真瑶却乐在其中,因为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只不过给李牧的感觉是,真瑶看他俩的眼神中充满了慈爱 不对,这话风不对,跑偏了呀,等努力修正过来才行,真瑶在厨房,他和江涵就在客厅,真瑶在客厅,他俩就在厨房,真瑶在卫生间他俩就在卫生间门外的不远处,总之就是要引出真瑶的那蛊火,李牧发现真瑶虽然年纪百在这,但是这方面保守的比一个普通女大差不了太多,毕竟早早地就结婚生子了,婚后勉强完成学业后,就在家当全职太太,真瑶这段时间也被李牧和江涵俩人折磨得够呛,这就像你基本快戒烟了,但是俩老� 天天在你周围抽烟,你不仅能闻到味儿,偶尔你还会一不小心就看到,这特么谁能受得了,更加煎熬的当属江涵,这几天为了配合李牧的攻心计,可是苦了江涵,但是想到以后的好日子,以及看起来就战力不俗的盟友,江涵也只能咬紧牙关坚持着,就在某天晚上,李牧完事后,出来抽根烟,活动活动的时候,真瑶的屋子里传来一阵异样的声音,李牧知道是时候了,不过钓鱼嘛,鱼上钩之后,还是要再溜一溜的,毕竟开局很重要,就是要在 对方急不可耐的时候,才能提更多过分的要求,不然,后续的一些想法与创意,想实现的难度不小,就在第二天,李牧想要在家把劲的时候,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李牧的计划,城路那个纯女人的营地,果然出事了,之前的那对人马,迟迟没有消息,而最后一次联络,就是在城路的营地,用肚气眼想也知道,这个调狗腿,就是断在城路的营地里了,不过事态紧急,李牧也来不及和江涵,真要二女多做解释,急忙联系,快发霉长毛的刘胖子,在 在李牧要出门之际,回身一把抱住满脸担忧之色的江涵,直接亲在江涵的红唇上,当然,这免不了一番唇枪舌剑,最为尴尬的是一旁的真谣,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悄无声息地走开,就更不行,正当真谣低头避免尴尬时,突然被一双有力的臂膀环抱,正当真谣打算呵斥李牧的时候,性感的的红唇已经被堵住,这小混蛋竟然又伸舌头,咦,为什么是又,香甜的味道令李牧痴迷,难以自拔,就在真谣陷入其中的时候,李牧突然 其背后无形的风一舒展一阵,李牧腾空而起,朝着流通所在的小区快速飞掠而去,原地只剩下脸红的能滴出血来的真谣,以及饶有兴致来回打量他的江涵,真谣刚要解释,江涵如葱白般的食指挡在真谣的嘴上,说道,姚姚姐,李牧很喜欢你,你感觉不出来吗?真谣被江涵的一番话问梦了,来之前本来以为李牧是个单身汉,反正都漠视了,找个小男朋友依靠,也不是不行,但是谁知道,他竟然有女朋友,论颜值,压根不输自己,甚至和年轻 时的自己旗鼓相当,除了身材的丰满度略差一筹,几乎完美,这让真谣某些时间非常的苦恼,但是江涵今天这番话,好像并不介意李牧多一个女人,真谣此刻竟然如同小女孩般有些扭捏道,不行的,小牧之前答应过我,除非他帮我找到女儿,我才,放心吧姚姚姐,不论你是否跟李牧有关系,哪怕你只是个普通路人,但是只要李牧答应你了,就一定会做到,你没看这几天李牧没事就往外跑吗?不过前江市毕竟这么大,就算一天跑一个地方,也是需要时间的, 何况还会遇到一些势力,甚至怪物和变异野兽,听到江涵的话,真谣也是一阵沉默,是啊,小牧每天都出去找,但是,如果女儿已经,不会的女儿一定还在,都说母女连心,如果女儿出事,自己一定会有感应的,正当真谣胡思乱想之际,瞬间瞪大双眼,哦,一抹不可置信的眼神流露出来,随后江涵嬉嬉笑道,怎么样,牧哥的味道,回味一下还不错吧?真谣真的是无语了,现在的小年轻,真是和自己那个年代不一样了吗?呀,不过真谣此刻也坦然了,只不过,还是狠狠地说道 小丫头竟然偷袭我这个四十多岁的老阿姨,午饭自己做吧,哼,平常开车都需要十分钟的路程,施展风意的李牧不到一分钟的功夫,就已经来到流通家楼顶,正当流通在巨大的落地窗前赏着雪景,玩娃娃,突然李牧悬停在窗前,吓得流通菊花一紧,差点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随即流通赶紧踢起裤子,一脸羞愤地打开窗户,让李牧进来,李牧调侃了流胖子几句,注意身体,死在女人肚皮上不可怕,但是死在龟胶娃� 那就亏死了,流通则不以为然地拍了拍硕大的肚皮,一脸傲娇道,我别的没有,就是存货多,李牧对此也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毕竟人各有志,流胖子惧怕真人,喜欢假人那也是他的自由,随即李牧把油条那里的情况具体说了一下,流通惊叹道,牧哥还是你牛逼,不愧是最强播种机,真是健行了,走到哪坤道奶啊,李牧懒得听流通的骚话连篇,一巴掌拍在流通肥厚的大肚奶上,问道,走不走,流通虽然胆小,但是充分展现了我国人民爱凑热 流通的血脉传承,当即点头表示,现在就走,当然出门前,李牧把流通家里的物资给填满了,毕竟最多两三天,流通也得向自己求援了,随后二人下楼,坐在副驾驶的流通一脸不解地问道,牧哥你不都会飞了吗,咱们开什么车呀花,直接飞过去,让这帮不知死活的渣渣们开开眼,正在开车的李牧一脸无奈地说道,我自己动用异能飞行,极限也就坚持十来分钟,再带上你我怕半路坠机,那你可就真成了死胖子了,流通当即表示,无所屌 哎,牧哥你忘了,我可是土戏异能者,怎么死都有可能,唯独不会在地上摔死,看来流通确实是膨胀了,李牧当即给他泼了盆凉水说道,现在路面上起码有三十公分厚的冰层,外加接近一米多深的积雪,你确定想试试?嘎,听闻李牧的话,流通的表情顿时实话,哎呀,卧槽,忘记这一茬了,转眼间,流通哭丧着脸道,那怎么办,牧哥,一会开打我大招放不出来,可怎么办,就算勉强放出来,威力至少打对折呀,李牧无奈地转安慰 放心,待会儿,直接扛着加特林突突就行了,就是几个营地的难民而已,一个能打的都没有,你怕什么,忘了自己的什么水平了,虐菜局,放手一搏就行了,对呀,我现在蜕变七次,异能也进化了好几次了,还有牧哥你在,我怕个锤子,干他娘的就对了,李牧也懒得搭话,上一世蜕变七次的异能多不多,但是也多不到美去,更何况那是末世降临两年以后,很多高手是随着异能的提升带动了体质的增强而已,当然了,靠基因药剂提升的也不少,但是,对比这种最原始的能量积累 完成蜕变的,还要差上一筹,不多时,二人已经距离城路,油条所在的避难所不足一百米的距离,还好,虽然雪下的已经小了很多,但是呼啸的风声,还是很好地掩盖了发动机的声音,李牧停下车,在流通不解的眼神中,取出一辆压路机,正是爱狗人士陈大妈的儿子的那辆,流通被李牧安排在驾驶位,而李牧则自己坐在压路机的车顶,手上端着一把HK-121轻机枪,至于弹炼吗?几乎是无限攻击,李牧暗道,这次算是下了本了,H HK系列自己手上可是没多少,顶天武装一个加强连,枪还够用,就是子弹不多几十万发造不了几次,至于加特林,之后还有不知道什么强敌呢?子弹最好还是攒着,此刻李牧有些后悔,当初在M国就该多扫荡几个军火上的仓库,不然现在也不至于这么算计着来,毕竟普通枪械火力持续时间短,威力还差点,而铁柱早被安排出去,专找有枪的人吸血,李牧表示这次敞开了灶,就当是自助餐了,看到小区大门前围堵了数百人,而且小区内也冲进去 上百人,其中不乏异能者,当然几乎都是很低级那种,所谓的异能计划都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此刻李牧的军用耳挂内来流通的声音,牧哥们被堵了怎么办?李牧看着前方的几百人,各个手持武器,当然大多数都是棍棒,砍刀,有枪的都很少,眼中闪过一抹寒光,语气森然地说道,胖子,你别忘了,你现在开的可是鸭路机,这有什么好纠结的,油门踩到底,给我撞过去,记住了,转着圈来毁免就对了,流通暗自咽了口唾目,声音 有些颤抖道,牧哥这可是几百人啊,咱们,翻了个白眼道,你怕鸡毛,怎么的,害怕条子抓你啊,怕个蛋,末世之中,实力为王懂吗?那些官老爷,会在乎这帮贱民的死活,但是你要是在墨迹,条子可就危险了,别废话,给我撞,流通对着空气,做了个凶狠的表情,一咬牙,油门踩到底,见到鸭路机开始发动,李牧吹着口哨,打了个响指,随即直通人群的路上,刮起了大风,鸡血被吹得漫天飞舞,配合着天上不停的雪花,眼前的数百 人顿时发生了骚乱,咔,咔,咔,在发动机轰隆的声音中,十几吨的鸭路机碾碎冰层,全力前进,而巨大的狂风呼啸声很好地掩盖了鸭路机的声音,哒哒哒,李牧手中的轻机枪喷出一条火龙,请,62口径的子弹不断射入人群之中,煞时间地上出现大片的烟红,一些残枝断壁,骨头碎肉如同天女散花一般,只不过是血色的花,而此刻正在被围堵的城路,油条等人听到枪声皆是面露喜色,毕竟这个 这个时候,对方只是在压迫他们,并没有弹拢,然而,枪声则是从小区大门口的位置传来,是谁开的枪不言而喻,不过就在众人高兴之际,城路这边一伙青年十几人涌向所谓的官方特派员,这位特派员在听到枪声后,赶紧安排手下的士兵前去查看情况,看到这伙人中的十几名青年拥上前来,顿时内心慌得一批,毕竟他只是个蜕变了两次人,要不是有点背景,还有点资历,也混不上官方的管理层,但是权力并不能掩盖他的懦� 此刻他强装镇定地问道,你们要干什么,毕竟他此刻站在最前方,对面要是有人对他不利,那可就麻烦了,不过出乎意料的是,眼前这个似乎是领头的青年一脸恭敬地说道,领导,我知道外面的是谁,依旧在小黑屋,听到青年的话,本来心情忐忑紧张的特派员,顿时欣喜地问道,哦,你叫什么名字,当然了,如果你提供的消息准确,我批准你,成为这个基地的负责人,听到来自官方特派员的许诺,还询问自己的名字,心道,这回稳了,等我成为这个基 基地的负责人,成路这骚娘们儿,还不败倒在我的胯下,这可口的水蜜桃,高低得尝尝,是个什么滋味,青年回过神来,连忙地恭敬地说道,领导,我叫赵润泽,您叫我小赵就行,随后一指成路恨声说道,外面那个人叫李牧,是成路这骚货的拼头,暗中控制着成路,对我们是极尽的剥削啊,简直不拿我们当然,幸亏特派员,您今天代表政府历领我们这里,您可要为我们大家讨个公报啊,随后,这名叫赵润泽的青年转身环视一圈 高高地抬起手臂一挥,大家说是不是啊,听到自家的大哥发话,赵润泽身后的一众青年连忙应声,而其他人则都是选择默不作声,毕竟默是来临这么久,大家谁都不是傻子,这时候胜负未分就急忙着急地站队,万一站错了队,事后被清算可就全完了,而成路和油条看着眼前一副叛徒模样的赵润泽,皆是恨得牙痒痒,早知道这货是这么个东西,当初就该让大水把他冲走喂鱼,只不过成路没有察觉到油条此刻的心灰意冷,没想到,李牧两次出手的救 救命之恩,都换不来一句公道话,要不是还得保护身后的十几个孩子,早就上去到了这个狗屁的政府特派员了,他妈的,我们艰难求生的时候不见这些狗官,他妈的,现在跑来摘桃子了,这位特派员可不知道众人心里的小心思,当即表示,除暴安良,维护正义乃是他的职责,不过小孩子在这里不利于成长,还是交给政府,抚养长大成人比较稳妥,说完,看着油条身后的几名小女孩,心想,这回不仅能交任务,还有意外收获,也不知道带回去这些小女孩,白府司令会怎么奖励自己 随即冲着几位手下挥手道,去吧,把门口这个欺压民众的毒瘤给驱除,还人民一个朗朗乾坤,几名一身作战服的士兵一声不吭,转头就朝小区大门外走去,在他们看来,这些名异能者也就那样,一群也胡缠而已,在热武器面前都得瑟瑟发抖,只有他们基地内的异能者小队,才是真正精锐中的精锐,只是这几名士兵不知道的是,他们心中的精锐连李牧的衣角都没碰到,一个被狂风卷成了血沫,一个被风刃消首,最倒霉的一个人,突然� 冰层开裂,一个不慎直接摔倒在满是十次的地面上,撒了个透心凉 这三人原本是潜伏在小区内的官方派来的异能者,主要是为了调查之前勒文基地黄毛等人消失的原因,顺带侧应这位官方特派员,以保证能顺利接收这个数百人的难民基地,可没想到的是,小区门口突然来了两个杀神,一个开着压路机横冲直撞,至少有近一半的人被碾成肉线,而坐在车顶的狠人,两把轻机枪跟割韭菜一样,疯狂地收割着外部基地随行而来的这群人的命,照这么杀下去,几个基地的主要战力流失严重,早晚会被那 四家大势力给吞并,所以其中两人选择出手,另外一人侧应,想法很美好,只不过一个精神类的异能者施展攻击后,李牧只觉得脑子有些疲惫,但是也就是有些疲惫,但警觉的李牧顿时发现了问题,更为强悍的精神力让李牧瞬间恢复,而铁柱对于人类的味道无比敏感,当即传信李牧这名精神类异能者的位置,就在一栋大楼的二层房屋内,而其中一名强化型的异能者急速向李牧流通二人杀过来,这种异能级别不高的强 人形沙巴矣,当即让流通练练手,至于那个精神类异能者,则是见到一击无果后,再度施展异能,只不过还未施展成功,一道无形的锋刃袭来,在他所在的玻璃上留下一道平滑的切口后,丝毫没有减弱地冲向他的脖子,继而在其身后的墙壁上展出了一道极深的痕迹,几乎穿透墙体,悄无声息中,一名稀有的精神类异能者就变成了一具无头尸体,大量的鲜血从脖子上平滑的伤口内喷出,直冲天花板,而这位 以临近礼目二人的强化型异能者,在奔跑的过程中,脚下的冰层突然开裂,身后凝实的鸡血在缺少支撑后,瞬间被踩的塌陷,这名异能者并不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只是这瞬间塌陷种情况还真是第一次遇到,结果就是被树根锋利的十次给扎穿,不过这一招对流通来说消耗不小,毕竟地面在鸡血和冰层下面,想要通过异能控制,消耗太过惊人,流通估摸着再来个三四次,直接就得虚脱了,另外一个掠阵的异能者属于 探查类型的异能,在被侦察兵铁柱传递位置后,李牧手持长刀一挥,一股暴虐的狂风急速飞掠,瞬间搅碎了此人藏身地所在的窗户,凌冽的狂风似乎有意识一样,围绕着此人不停地旋转,眨眼的功夫,地上只有一,贪血沫,而成鹿这边,收到特派员命令的几名士兵刚刚出去的瞬间,几人纷纷倒飞回来,只是每个人胸前都出现了深深的凹陷,防弹衣都崩裂了,在众人惊诧的目光 中,李牧一手持刀,一手插斗的缓步走来,而其身后的流通则是把唐刀扛在肩膀上,一副老子天下第二的样子,看到油条后,还眨了眨眼睛,意思是,放心,这把轻松拿捏了,成鹿看到进来的人是李牧,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而赵润泽等一众青年,则是面如死灰,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只有这位官方的特派员了,于是赶紧站到这位特派员的身侧,指着李牧说道,李牧,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袭击军人,你是要叛国吗?还是说,你是 恐怖分子,叛国,恐怖分子,听闻眼前这个青年的话,李牧哑然一笑,这帽子扣得很丝滑呀,而这位特派员则是谨慎地打量着李牧,只不过在他看来,李牧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清秀的五官,高挑的身材,脉象倒是不错,末世前应该还是个学生吧,对于这种热血青年,他自认为还是很好拿捏的,谁知刚刚准备开口,李牧冰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先闭嘴,等我处理完我的事,再来说你的事,听到李牧那不带丝毫感情的声音,再看看地上躺 抢着的士兵,以及这么久没出现的那三位随行而来的异能者,特派员也体会到了形势比人强的感觉,果断选择了沉默,随即李牧看向赵润泽等人,思索了一番后说道,当初在地下商场,我记得那会儿你就在吧,听到李牧的问题,赵润泽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额头出现了一丝细密的汗珠,接着李牧继续道,一个双骨龙再算上上一次那个黄毛,我也算救了你,两次了吧,赵润泽依旧嘴唇哆地说不出话,接下来,整个物业中心内 安静地只有呼吸声,而李牧则是静静地看着赵润泽等人,而对于赵润泽等人,尤其是站在最前面的赵润泽本人而言,此刻真的是度秒如年,也许是过了一分钟,或者两分钟,被李牧的目光盯着,压力越来越大,最终承受不住的赵润泽用近乎咆哮的姿态喊道,你救我们,是为了什么,你当我们不知道,还不是因为,成鹿这艘娘吗?上次你来,你们在办公室里干了什么以为大家不清楚,你救我们,只是顺带手的事,更多的,还是扶持一个傀儡,帮你控制我们而已 你别把自己说得那么伟大,在地下商场的时候,要不是我几番周旋,成鹿早就被方式龙给玩死了,我那会儿已经取得了方式龙的信任,要不是你的出现,我一定有机会堵死他 而自从来到这里后,物资都是我带人昼夜不停搬运过来的,之后的物资也是我带人出去搜寻的,这个油条又干了什么,只会杀人,他充其量就是你的马前足而已 还有上一次,黄毛那帮人也只是要带几个孩子安置到官方营地去,顺带挑一些青壮年去帮助政府建设营地,而你呢?来了之后就大杀特杀,导致官方来人调查,弄得大家人心惶惶 我做了这么多,成鹿这娘们看都不看我一眼,他觉得这都是理所应当,而你,什么都没做,他却愿意陪你滚床单 你,你,赵润泽指着李牧的手指颤抖个不停,说到最后连声音都是颤抖的,因为他在李牧的脸上看到的只有平静,甚至没有一丝愤怒,这让他心里没了底 而成鹿听到赵润泽的心里话,内心也是一片懊恼与自责,没有及时关注到避难所内的人的情绪,简直太不应该了 油条和流通站在一旁抽着雪茄,跟看傻子一样,看着赵润泽一通输出,只不过油条懒得解释什么,更何况跟一个傻逼去解释,没摘了他俩腰子,都算他仁慈了 这时,李牧缓缓开口道,说完了,赵润泽此刻冷汗直流,紧张地咽了一口口水,面对李牧的问话,竟然紧张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李牧接着说道,别的不说,我是不是实打实地解决了两个麻烦,而你属于受益人之一,我有向你们索取什么吗? 李牧的三连问每一个问题,都深深地砸在在场所有人的心中,人群中也出现了焦头接耳的声音 赵润泽当然也听到了,刚要反驳的时候,李牧再次开口,至于成禄选择和水滚床单,那是他的自由 但是你嫌恩图报,这算不算胁迫女性呢?更何况,你对人家还没有什么恩情,还是说搬运物资,搜索物资的什么的,只有你带人去干了 就你这屌样,漠视前也是个耍光棍的货色吧 油条和流通,看着李牧对赵润泽的回应,也是有些诧异,毕竟在他们俩的认知中,李牧向来是奉行能动手的,绝不必必,没想到跟一个喳喳能解释这么多 李牧看着赵润泽再次说道,你要真的像自己说的这么伟大,你身后应该不止这十来个人吧? 看来你只是把自己想象的很伟大而已,你说你这种行为算不算背叛呢? 我,我,你 赵润泽被李牧问得支支吾吾,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这时,李牧摇摇头说道,我也懒得听你解释,而且,末世以来,这是我对即将要死的人说话最多的一次 当然不只是说给你听,更多的是说给大家听的,有愿意跟着这位官方特派远走的,是你们的自由,你们没资格替别人做出选择 李牧话说完,赵润泽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下,四肢与身躯竟然丝滑地分离开来,大量的血液从伤口中流,在地上 而跟着赵润泽的十几个青年急忙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磕头求饶,理由不外乎是被赵润泽洗脑了的话 这时,李牧看向成禄说道,这些人怎么处理,你拿个主意,此时的特派员已经下得双腿打战,冷汗直流 没有尿裤子,那是因为混迹官场多年,还是有点心理素质的 其实,李牧询问成禄的意见,就是想看看,成禄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圣母挨晚期 如果他选择放过这些人,那么从此以后,大家各走各的路 然而,成禄竟然要求李牧,放过这些人,是却是刘泉平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思来 至于这位特派员,成禄更是不想得罪死了,毕竟他是官方的传声筒 至此,李牧也不想再多说些什么,没有看清末世的本质,必将被这个时代所吞噬 这位特派员走出物业大楼后,深深地吐出一口气,看着外面血流成河的场景 以及跪在地上不敢起身的手下们,更是气不打一处来,随即冷哼了一声说道 你们还打算跪到什么时候,说完紧了井身上的嘉绒皮大衣朝着他的座驾走去 而跪在地上的人也相互搀扶着站了起来,纷纷踏上铲雪车,在寒风中夹着尾巴,各回个家 而那十几名青年,则是随着特派员走了,他们也知道,这里是没法待了 见到麻烦,再一次被李牧解决,成禄欣喜地拥抱住李牧,在李牧的耳边低声说着什么着什么 只不过,李牧此刻环视了一圈这里的幸存者,丝毫不想在这里停留 毕竟他可不想被这个圣母心爆棚的女人给害死,白虎喷泉而已,不看又不会少块肉,风景到处都是 回去就让江寒瓜干净了,能有多大差距,不顾成禄的挽留 李牧平静地看着成禄说道,我不是圣人,更不是救世主,想获得平静安稳的生活 要么依附强者卑躬屈膝,要么拥有别人不敢小觑的实力 而不是整天想着依靠他人,你今天放虎归山,你不仅会害了自己,更会害了他们 说完,李牧头也不回地朝外走去,流通愣了一下后,拍了拍油条的肩膀,急忙追向李牧 只有成禄迷茫地站在原地,内心不断地自我怀疑着,我错了吗?我只是想要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不想和谁起冲突,更不想再留泄了而已啊,看着李牧离去的身影 成禄的心里五味杂陈,希望有一天李牧能理解他 而油条则是内心一声叹息,依旧面无表情地带领众人处理这位特派员遗留下来的垃圾 油条何尝不知道带着这么一群累赘,迟早会万劫不复,但是成禄有恩在前,他不能不管 不然内心会永不安宁,只不过随着这一次赵润泽等人的背叛,以及更多人的默不作声 让油条此刻心情愈发的阴郁,整个人也愈发的冰冷 避难所的众人也感受到油条身上散发出的阴冷的气息,都沉默地加快速度干活 别惹到这个杀星,毕竟被摘了两个腰子,慢慢地痛苦地死去 想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离开的这里的李牧,沉默地开着雪地突击车,而流通也没有强行开倒李牧 同样沉默地点了根烟,看着窗外白茫茫的一片,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 只不过和李牧不同的是,很快油条就想通了,还是一个人好,无牵无挂的 当然了,如果是和牧哥一起,也很不错,起码安全绝对没问题 有人照着生活会更加惬意,安静的车内,李牧突然开口道 该搬家了,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啥?流通好奇地问道,李牧停下车,看着流通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个蠢女人今天放虎归山,那帮官方的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如果她的营地被攻破,严刑拷打之下,未必不会供出来我们 圣母可是都很脆弱的,而以官方那群人的手段,顺着蛛丝马迹,找到我的新避难所根本不是问题 找到你的也不难,所以,我们该搬家了 流通则是一脸无所谓的道,反正,你去拿我去啊,你拿主意就行了 听闻流通的话,李牧面无表情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说道 那现在立刻准备动身,我要去的地方,是我探查过所有的安全点后 现在仅剩的一个,从资料上看,目前那个地方是最合适的 走,先去你那里布置一下,流通百无聊赖地吐了个烟圈说道 也是,得把我的媳妇们都拿上,不能便宜官方的那帮孙子 估摸着,没收了我的媳妇们,连个警棋都不会给我 李牧吃笑了一声,说道,好,先帮你的媳妇们搬家 雪地突击车猛然加速朝流通的房子驶去,来到流通的房子里 李牧把所有能用的物资全部收了起来 当然,也少不了当初送给流通的十几个媳妇 随后大当量的TNT炸弹,在流通的房子里,以及隔壁房子 来至往下的几层,零零散散地布置了近百公斤 几乎每块TNT炸药旁边都埋有铝热剂燃烧弹 看到李牧的布置,流通惊叹地说道 这帮孙子赶来,估摸着肉渣都剩下不下,都得气化了不可 别说异能者,就算是神来了,也得费半条命 当然,在流通的帮助下,这些TNT全都被完美地封在水泥墙里 就等流通家门口的红外线装置被触发,然后发出净化一切罪恶的火光 只不过红外装置的电池,以及TNT炸药的电池最多顶三天时间 毕竟零下70多摄氏度的天气,这已经是极限了 不过李牧丝毫不担心,如果这帮官方的人真要追究 别说三天了,今天就能查出来 随后李牧马不停蹄地又带着流通去了之前的那座小楼 虽然是太爷爷留下来的资产,但是这年头貌似也没什么用了 同样以整个小楼为中心点,半径100米的范围内 均匀地分布着200多公斤的TNT以及大量的铝热机炸弹 毕竟这里是最容易被找到的地方 一旦有人站在李牧曾经居住的房子门口,被红外线检测到 那饱和式的轰炸下,除了一些极为特殊的异能者 有一定概率能活,一般人一千个来,一千个死 最后就是李牧现在的家里,带着流通回家之后,一番简单的解释 将喊,真摇二女毫不犹豫地收拾东西 同样的套路,TNT加白铃弹,毕竟铝热机也不多了 省着点用最好,这时李牧深刻地感觉到自己的贫穷 突然在想,要不要去军营溜达一圈 万一还有没来得及搬走的遗留武器弹药呢 就这样,一车四个人一路朝西而去 一路上花费了将近四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在末世前走高架,开车四五十分钟就杀过来了 但是满地的冰雪,纵使李牧开着雪地突击车,一路急迟 仍旧花费了不少的时间,看着眼前的别墅区 甚至可以说叫别墅庄园区 二女也是眼前一辆,流通更是激动说道 牧哥我是不是也能分到一个 李牧看着眼前的别墅区说道,先把既定目标拿下 至于其他的,得看看情况 毕竟不符合避难所的条件 即使住进去,也很难保证安全 随即一行四人全副武装的朝一座编号003号的别墅走去 一行四人看到眼前的的独栋别墅 顿时有些无奈,因为能看出来 不论是大门还是外部围墙的墙体 全都是合金材质 这尼玛到底是谁的房子 得有多少仇人才能这么下血本 流通好奇地问道 江涵,真瑶二女也望向李牧 眼神中同样充满了好奇的目光 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在他们俩的眼中根本算不得什么黄金地段 甚至离主市区都有些远 而身为在这个城市结婚生子 安家落户二十余年的真瑶都没听说过 黎牧打量着整栋别墅的围墙 围墙本身并不高 也就不到三米 但是其上有可释放上万幅特高压电的枪口 没错,就是枪口 根据正前给出的资料来看 厚度一米的纯合金的墙体上沿 全部布置了高压电喷射口 只要检测到物体的瞬间 对应的高压电喷射口 就会针对性地释放高压电 就这么说吧 除了雷电系异能者 有可能全身而退 其余的再牛逼的异能者 想要翻墙而入 瞬间就会叹化 而攻击距离足足高达二十米 正好覆盖别墅主建筑的高度 还超出四米多 关键是高压电喷射枪口附近都安排了 电磁脉冲装置 攻击距离更是有一百米多 这全都是概念性装备 也不知道这房子的主人怎么弄到的 可以说全是违禁品 不论是无人机侦查 还是真有人借助装备翻墙而入 亦或是散降落入院中 下场就是瞬间变成笼子和瞎子 电子设备想都别想用 不过这一点就不用考虑了 就算高压电解决不了的敌人 电磁脉冲也能教他下辈子做个好人 正在思考的礼目 听到几人的疑问 笑了笑回答道 这个别墅区本来就是一些有钱人的后花园 最大的好处就是偏僻 隐蔽性强 一些老板 一人来自大网红 做一些交易的时候会来这里 别看这里偏僻 价格可是一点 不输那些顶级别墅区 甚至更高 毕竟这里的成建公司 可是多位大佬共同控股的 而且这里的安保 布置在别墅区外几百米外 是第一层 中段还有第二层 咱们刚进来的别墅区门口 是第三层 可以说狗仔记者什么的 想要拍到点隐私 几乎就是做梦 而且别墅区第一层安保区域 有电磁干扰屏障 无人机别想进来 至于咱们家这栋别墅吗 是一位姓鱼的老板所改建的 整栋别墅主体建筑 从地基到上层 通体用航天机和金打造 整整五年时间才算改造完成 就是不知道 这位破产的余老板 有没有把这卖掉 毕竟光剑才就几个亿了 再加上加工的费用 20亿以上 20亿 我尼玛 这些有钱人脑子没问题吧 听到流通的感慨 李牧直言道 其实从2012前开始 就一直有默示论了 只不过普通的底层屁民们 不当回事 而官方也在不断地淡化这类问题 就连电影都不让拍 但是真正的高层有钱人们 都在积极地准备了 反正钱对他们来说 只是一串数字而已 那些真正的世家财阀大佬们 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钱 打造这么个大玩具而已 有备无患吗 况且 哪个男孩没有过一个堡垒梦吗 既然有能力 干嘛不实现一下 至于这里的其他几十栋别墅 有的也有一些改洞 但是相比于003号 那些只能算样子货 毕竟 只要是处在核弹爆炸正中心 只要躲在这洞涌 被攻势级的堡垒里 那就可以高枕无忧 甚至正面硬扛几枚导弹 都没问题 完全有足够的时间 从地下通道转移 听到李牧的一番解释 流通沉默了 作为一个末世前的小网红 一年正大点也就勉强糊口 而江涵倒是没什么感觉 毕竟在四九城内 他家也是出了名的有钱 只不过 他老爹有没有搞这么多玩意 就不清楚了 至于真谣 则是嘖嘖称奇 毕竟白文远是有点钱 但是也没奢侈到这个程度 不过 他也算见识过一些有钱人的奢迷 虽然不能理解 但是也不会被惊到 不过当务之急是怎么进去 虽然末世来临两个多月了 这里的宫殿设备 有没有失效 李牧真的不敢赌 至于让铁柱去开路 开玩笑 铁柱是蚊子不假 但不代表铁柱是个傻子 不过就算铁柱愿意去 李牧还舍不得呢 这么优秀的侦察兵 可是李牧的第二双眼睛 就在李牧也一筹莫展之际 突然想到 隐身这个神技能 于是嘱咐流通三人 在原地等待 自己要去侦察一下 毕竟隐身这个技能可是神技 能不暴露的情况下 李牧不想被第二个人知道 于是 李牧绕行到别墅围墙外的另一侧 立马施展隐身 手里的枪 同样被隐身效果所覆盖 运转异能 李牧腾空而起 在接近墙体顶部的边缘时 停住身形 把枪身扔向围墙的顶部 一瞬间 工程塑料的枪身 便瞬间烧毁 给李牧吓得差点栽倒在地上 连隐身都没用 这个检测装置 这要牛逼 李牧隐隐猜测到 这感应系统应该不是单一的 而是综合性的 例如声波 红外 甚至是光感 乃至于某些射线 不然得化 用特制的透明玻璃 作为进攻手段 别墅也有被攻陷的可能性 不过 虽然暂时没想到进去的办法 但是李牧是真心的高兴 这个堡垒 真正的做到了无死角的防御 又转回流通三人所在的位置 李牧突然想到了什么 从空间中 拿出挣钱的 那台笔记本电脑 电脑上还插着U盘 果然 在三人好奇的目光下 李牧点开U盘内的一个程序软件 笔记本电脑 自主连接到这个小区内的 内置网络基站的无线网 顿时程序的画面一变 属于003号的别墅信息出现 点击下方的解锁按钮 出现的密钥输入框 直接自动输入一串密码 接下来 就是录入身份信息 而另一台连接在笔记本电脑上 只有八掌大小的小型掌上电脑 亮起 李牧果断地录入了自己的生物信息 同时给流通三人 也各自录了一份 不过保险起见 江涵负责保护真摇 李牧带着流通 站在别墅大门前 等大门打开后 两人走了进去 与此同时 一个戴着眼镜 阴勾鼻 刀条脸 留着寸头的中年男子 接收到电脑的提示信息 有四个人通过管理员权限 录入了身份信息 随着大门的开启 映入眼帘的 竟然是一条长长的金属 构建出的通道 只不过 除了通道大门暴露在外 近半的通道 竟然深埋在地下 不过在李牧的观察下 这栋别墅还是有门的 只不过 大门估计得厚到 让人无法想象 应该还是采用了 最原始的机械锁 看来解码器是没法用了 只有通过通道进入了 不过李牧隐隐地 感觉到一丝危险 当即和流通说道 有点不对劲 你全身附着石甲 然后缓慢地往李走 记住顶着点大门 别把自己关里面 李牧的一番话 让流通瞬间冷汗直流 紧张地说道 牧哥 义父 你不能让我当炮灰啊 我 还不想死 看到流通眼泪鼻涕 都快流出来 李牧没好气地 赏了流通一个脆瓜 气定神贤地说道 放心吧 有我在 包你没事 你别往李走太深 用你的异能 给自己掏一身铠甲 另外 用土石把大门顶住 方便你随时跑路 看到李牧 没有丝毫的慌张 再加上末世以来 要是没有李牧的照顾 自己早就变成烂肉一堆了 当即 流通的眼神变得坚定起来 语气坚定地说道 放心吧 牧哥 这里有我顶着 李牧拍了拍 流通的肩膀说道 最多15分钟 如果你没有收到我的信号 赶紧扭头就撤 说完 李牧身形一闪 便消失在了流通的眼前 此时的流通 紧急运转异能 无数的土石 从四面八方飞来 几秒的时间 一身十字铠甲 便将流通整个人都笼罩起来 而通道 入口处的升降门 被流通的异能凝聚而出的 四根巨石柱 死死顶住 往下走去 映入眼帘的是 高近三米 宽五米左右的通道 整个通道 似乎是合金材质 看得流通 已经算不过来 要花多少钱了 虽然 他是王刚的爱好者 但是这么大量的合金 光裸材 都得几百万了 流通看着 LED灯照亮的通道 内心生出一阵不安 这不会和生化危机一样吧 通道内什么激光网 电网乃至毒气什么的 想到这 流通浑身一击灵 但是想到李牧的嘱咐 此刻并未改深入 而是不断地 在通道入口的边缘处徘徊 时不时地回头 看向身后的升降门 对于此刻的流通来说 简直度日如年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通道内竟然想起了李牧的声音 胖子 去把江涵和真瑶带过来吧 这一刻 流通激动地高喊一声 穆哥牛逼 将来必生十个儿子 当即转身朝江涵 真要二女所在的位置 跑去 然后三人便一路稳荡地 顺着通道内 静止地来到别墅的内部 不管是经过通道 还是来到别墅内部的时候 流通以及江涵二女 都忍不住的一阵惊叹 整个别墅内部 空间大的惊人 单单是一楼的大厅 足足有三百多个平方 还不算用餐区域 以及各个卧室 储位的面积 当然 李牧就和在自己家一样 带着三人参观起来 一楼主要就是会客厅 以及几间客房 以及保姆房 主要的设施 还在二楼和地下一层 当然 电竞房 观影房 乃至酒窖 以及各类物资的存储仓库都有 至于三层 是一个巨大的露台 其上的顶棚 可以半伸缩 当然也有遮蔽功能 只能从里面看到外面 而外面看不到里面 至于地下一层 则是各类物资的储存地 至于第二层 则是控制室的位置所在 而下到地下二层 则需要特制的身份磁卡 搭配生物所 至于三层 则是植物园 以及机械操作室 以及生物医药室 当然了 更为隐蔽的第四层 则是一个很小的空间 也可以说 是一个逃生通道 直通距离003号 十几公里的前江 甚至还有军用版的 两栖突击车 随后 李牧带着三人来到大厅 从一处房间内 施展异能 一股无形的风 把一个五十多岁 身形消瘦 平头鹰勾鼻的男人 给抬了出来 不过李牧发现 自己的异能 和江涵的异能 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 虽然江涵的异能 是极致的能量掌控 可以通过能量 去控制物体 甚至可以当作进攻手段 而且很是犀利 但是自己的风异能 也有同样类似的效果 恐怕除了念力类的异能 也就只有风异能了 不过三人更好奇 李牧是怎么进入这里的 被绑起来的这个中年男人 很眼熟 知道三人的好奇心很重 李牧也耐心地讲解了一下 和流通分开后 李牧绕后寻找 这个房子的其他入口 好巧不巧的是 这个中年男人 并没有在控制室内 而是在第三层的露台上 用手里的平板电脑 观察着通道内的流通 以及李牧 只不过李牧的突然消失 让这个中年人慌了神 正当这个中年人 打算前往控制室的时候 隐身状态下的李牧 已经施展风意 悄然出现在了 三楼的露台上方 没想到这个傻子 竟然打开一个缺口 裹着皮草竹血饮茶 还真他娘的 是个文人骚客 李牧当然是不客气地进来 然后没二话一顿暴打 简单粗暴地 搞定了这个中年男子 不过在听到 整栋的别墅的防御信息的时候 李牧也是捏了一把冷汗 如果不是自己误打误撞的 感知到风的变化 往某一处吹动 正好拿下了这个中年男人 如果等他回到控制室内 胖子就真的玩犊子 流通没想到的是 他刚才想到的 对付人的手段 通道内全都有 而且更加的齐全 直听的流通 冷汗直流 随即流通肥胖的大脚 直接印在中年男子的脸上 整整十几分钟的暴打 要不是李牧嘱咐这人还有用 估计已经被流通愤怒的大脚 给踢得裂开了 眼见流通发泄得差不多 李牧看着中年男人说道 现在这栋房子兴里了 你没意见吧 中年男人鼻青脸肿 满含热泪地点了点头 因为嘴被胶部疯着 实在是有苦说不出 看到中年人 这副惨兮兮的样子 金丝眼镜都爆开了 李牧才不急不缓走上前 捏住风在中年男人嘴上胶部一脚 四 猛得的用力一拽 啊 只见这中年人嘴唇边缘的皮 都被带下来一些 不愧是粘金属的胶部 嘖嘖嘖 粘性够强 江涵两女被这中年人 无嘴翻滚的动作 逗得花枝乱颤 流通则见兮兮地补了一句 这能有多疼 至于吗 不过这中年人 疼得张不开嘴 嘴里发出呃呃的声音 李牧听得确实有点烦 于是一脚踢在他的大腿内侧 这一下中年人不再捂着嘴 而是喊出了声 双手转捂着大腿内侧 李牧悠悠地说道 当一个人觉得很痛苦的时候 只要另一个地方更痛苦 他之前的疼痛的地方 就没那么疼了 然后很认真地看向流通道 这就叫痛苦转移大法 学会了 流通眼前一亮道 还是你会吧 牧哥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于是 流通有样学样地 在这脸上 表情已然争鸣不堪的 中年人尾巴骨的位置 又是一脚 哦 本来还在满地打滚的中年人 顿时坐了起来 屁股夹得紧紧的 李牧四人闲着无聊 拿出小板凳 小桌子 花生瓜子 啤酒饮料一边喝 一边聊末世前在斗音上 看到过一些 做死博主做死后 痛苦表情的分享 边吃边喝 还指指点点 一片祥和惬意 直到半小时后 这中年人 似乎累到虚脱了 躺在一地上 一动不动的 要不是胸口 因为呼吸还在起伏 流通都打算拖出扔了 毕竟谁也不想 一滩会腐烂的垃圾 一直在家里放着 一动的热泪盈眶 心想 有问题 你早点问啊 折磨我干嘛 不过也只能在心里想想 如果真敢这么说 谁知道 这几个年轻人 会不会真的玩死他 于是赶紧起身 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刚要开口 李牧皱着没说到 我不太喜欢养着头 明白 中年人一咬牙 跪在地上 流通大呼牛逼 这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实时务者 为俊杰 中年人不理睬流通的嘲讽 很明显 之前偷袭自己的这个青年 才是这几个人中领头的 于是忍着嘴边的剧痛 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身份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怎么说 这人看着这么眼熟呢 原来是东方甄选的那位总经理 孙东虚 就是那位极闲度能的草包 不过李牧好奇地问道 这别墅 也是你能玩得起的 孙东虚弱弱地说道 这是我们俞总的安全屋 之前听风 可能会有极端天气到来 花了点钱 做了一个有备无患的准备 流通喝了一口 Rio打了个气格问道 那你这老小子 怎么在这里 听到流通的提问 孙东虚把目光转向流通说道 这里一般不住人的 整片别墅区都很少有人入住 一般都是作为房子主人的后花园 办一些见不得人的事的时候 才会过来一次 因为私密性好 所以一些老板甚至是官员 都会在这里置业 我是因为需要在这里接待一些大佬才来的 谁知道打算在这休息一晚的 没想到末世降临了 走也走不了 哦 弄了半天房子不是你的 那正好 这房子我们征用了 你可以走了 流通理所当然地说道 啊 孙东虚明显被流通的话给震惊道 不是 你们不是打算一起住进来 这房子这么大 再住50个人进来都没有问题 没 没必要赶我走吧 孙东虚是真的怕了 这外面都快零下80多度了 这要是被赶出去 自己可能都活不过今天 于是赶紧说道 这房子里物资挺多 咱们目前就5个人 说实话 两三年都消耗不完的 之前老鱼也做过一些战略储备的 就是为了应对现在的极端天气的 放心我吃的 吃的很少的 两三年的时间 莫是一定会过去的 不要赶我走啊 我不想死 看着眼前这个中年人孙东虚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样子 四人都是一脸的嫌弃 李牧看向流通说道 你来决定吧 流通疼的一下站了起来 说道 你之前可是打算弄死我 现在我不杀你 你自己出去就行了 当然 流通在说这话的时候 完全没有考虑到 这个房子 其实和流通也没什么关系 因为李牧说了 这是他挑的房子 所以 此刻流通默认为 这房子是李牧的了 随即在中年苦苦挣扎哀嚎之下 被流通拽着脖领子 给拖了出去 不过嘴上依旧高喊着 各种求饶的话 李牧跟在流通的身后 不急不缓地走着 当走到大门口时 孙东虚被流通一把扔了出去 这时 流通黑黑一笑说道 这房子不是我的 可也不是你的呀 对吧 在雪地里瑟瑟发抖的孙东虚 听到流通的话 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接着 流通又说道 那是不是有德者居之 有德者 李牧和孙东虚 同时妄想流通 意识到自己的用错词的流通 依旧义正言辞地说道 反正除了房子的出资人 我们都是外来者 那么 我们没干过什么确的事 所以 当然是有德者了 孙东虚 跟吃了个死孩子一样的表情 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来 流通接着说道 我们这是为了 被你压榨的劳动人民出了口气 因为你的小心眼 耽误了多少有能力的人 所以 咱这也算梯天行道了 你可以走了拜拜 当流通一把 按在别墅围墙大门旁的关门开关上时 大门缓缓地关闭 孙东虚 依旧在不断地跪地磕头祈求着 当大门关闭的刹那间 一道锋刃击射而出 瞬间斩断了孙东虚合适的双手 啊 我的手 我的手 毕竟流通已经说过 饶他一命 李牧也不想 坏了流通的信誉 不过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斩断了孙东虚的双手 流通有些惊讶地看着李牧 李牧拍了拍流通的肩膀 就往回走 边走边说道 斩草要除根 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 大家都是 为了活着 况且 这也特么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说的对 你这也算是替天行道了 流通似懂非懂地 跟着李牧 朝别墅内走去 只不过 听到大门外 传来孙东虚的惨叫声 流通也不想再听 赶忙跟上李牧两人 一起进了温暖的别墅内 一直到深夜 检查完别墅内的设施后 四人围坐在一楼餐厅的长桌上 开往城路所在的小区 数百人的兵力 齐齐出洞 前江市唯一的官方基地 这次算是下了血本 一定要杀鸡儆猴 不然有有样学样的以后的工作 很难开展 同时还分出三分之二的兵力 前往李牧家的小楼 以及给流通租的房子 这份调查效率 果然不是盖的 这么快就通过一些线索 查找到跟李牧有关的房子 当然 张雨昕的家也没放过 四人正在享用美食 看着二女欢声笑语的样子 以及流通甩开腮帮子 大口干饭 这样的场景 让李牧冰冷的心 稍稍得到一丝温暖 只不过从晚上开始 太阳穴就不停地跳动 搁在末世以前 李牧只会觉得 可能是操心的是太多 有些劳累了 但是在末世降临以后 特别是觉醒了异能之后 一些预感 反而会救自己的命 只不过李牧此刻百思不得其解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这栋别墅 已经从里到外上三层 买至下四层 都里里外外地检查了一遍 不可能存在什么危险的漏洞 而江涵二女 似乎察觉到李牧的不对劲 眉头皱着 手里拿着酒杯来回摇晃 似乎有什么大事需要思考 随着二女安静下来 满嘴流油的流通 也停下干饭 因为嘴里的食物 含糊不清地问道 某哥 李肿门了 四有什么四吗 李牧摇了摇头说道 我担心油条 咕咚流通 咽下嘴里的食物 惊讶地问道 条子 他能有什么事 李牧说出自己担忧 江涵二女也表示 如果是真的 那么应该去看看 没事的话 大不了白跑一趟 不过江涵立马表示 要跟着一起去 真摇也点了点头 表示一样 流通当仁不让的决定 在家坚守大本营 不过李牧可不会随了 三人的心愿 当即说道 流通跟我走一趟 至于你们两个 给我在家守好 大晚上的 万一一些特殊的便衣野兽 或者怪物进来了 可就不好了 我没回来之前 你俩不准离开控制室 去吧 不容江涵 真摇二女的反驳 李牧当即穿戴好 拉着一脸不情愿的流通 出门去 路上李牧说道 不能按照来的路线走了 太好时间 随即调出电子的地图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走直线 不过一路上 会遇到什么阻碍 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一定要快 反正雪地突击车 还有个十几辆 开废了 直接换新的 一路急迟 路上果然遇到 变异的野兽和怪物 这次没有给 流通练手的机会 几乎全都被李牧 提着流光解决 不管怪物还是野兽 没有一个能挨住三招的 碰到一些 积雪掩埋的障碍物 雪地突击车 直接换了三辆 才在两个小时后 到达了城路所在的营地 但是此刻在远处 已经能看到 些许的火光和浓烟 就在三个小时前 一队人马一分为四 三只数量不多的小队 带着热武器 杀向李牧待过的房子 以及流通之前的家 毫无意外 都是在接近家门的时候 触发了红外感应装置 结果吗 都被烧得灰都没剩下 除了看守车辆的守卫人员 其余进攻人员 直接全军覆没 三处地点 也只有两处有人活了下来 也幸亏李牧 没那么多时间 在高楼的周边布置TNT 但是李牧家小楼外 可是重点照顾的 当然 去的人也最多 同时 也是死得最干净的 另外两处活下来的人 简直欲哭无泪 急忙联系了这次的指挥官 得到许可后 赶紧驱车前往这次的 主要目标营地会合 当夜色已深 百余名百名人员 在营地内部的 投诚者的带领下 悄然接近营地的外围 在解决掉 住宅楼里的港哨后 油条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在集体宿舍物业大楼的内 有几个人一晚上都没有看到 当即就把情况报告 给了程璐 哪知程璐只是微微一笑地说道 人各有志 有人不想待在这里 也实属正常 随他们去吧 油条把自己担心 有人当带路党的担忧 说了出来 程璐拢了一下耳边的发思说道 应该不会的 怎么说 我也没有亏待他们 而且 今天为座主 把那位特派员给放回去了 他也表示 不会事后追究的 油条看到这个傻到 近乎于天真的女人 心里不由的一阵暗叹 转而一脸苦笑道 但愿如此吧 随即 油条也不在 不多说离开办公室后 回到自己的房间 把李牧之前送他的装备 穿戴整齐 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就在油条离开物业大楼 打算找个地方埋伏起来的时候 物业大楼的门轰然倒塌 自然是出自官方作战士兵的手笔 而大楼内的居民 则被赶到一楼的大厅内 数百人挤在一起 焦头接耳地讨论着 官方的人 会不会把他们带走 去了官方的营地后 会不会受到平等的对待 毕竟在这么里 虽然过得还凑合 但是 有干不完的活 还要时时刻刻 防备着其他势力的骚扰 要是能去到官方营地 如果李牧要是知道他们的想法 估计得笑出诸笑声 知道基因药剂的实验体 是怎么来的吗 知道什么叫战事精英策略吗 底层的屁民 就是被圈养起来的生育工具 防止灭种的战略储备 虽然是战略储备 但是死几个完全没人在意 毕竟谁也不知道 末世到底什么时候结束 说是官方 其实跟百十年前的军阀 没有什么区别 表面上听从大区领导的指挥 大区领导听从最高首脑的指挥 但是干的都是一些阳奉阴违的事 毕竟末世的极端天气 导致通勤并不那么畅通 而手里有兵权的人 也并不甘心屈居人下 要不是碍于高层 有毁灭性的打击手段 早就和他们切断联系了 自己当土皇帝不好吗 几名带路党 在异能者的领队面前 极尽谄媚地介绍了这里的情况 对于成禄的统治 以及对人民的压迫 简直就是声泪俱下 而领队的人看了一眼 旁边包围警示的特派员 在得到肯定的后 当即下令把这里的武装解除 所有武装人员全部押过来 本书目前还在小黑屋 情绪不佳 更新时间不稳定 各位书友请见谅 当营地内的武装人员 被禁术戴上手铐 押到一楼大厅时 所有交头接耳的人 此刻已然鸦雀无声 而成禄此刻也是面色一白慌了神 没想到半个多小时前 油条才提醒过自己的事 竟然这么快就应验了 早知道还不如听李牧的 杀了那个特派员 带着大家一起转移 现在成禄只剩满脸的苦涩 暗自祈祷对方的条件 不要太过分 这时官方的派遣的 异能者小队的队长 淡淡地说道 该怎么处置这些人 冯苗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位包裹警示的特派员 笑着道谢一声 说道 韩队长还请你的人 把这些非法武装分子拖出去 直接枪决就好 听到要被枪毙 这几十名营地内部的武装人员 立马声泪俱下地开始哭诉 直言都是被成禄和油条两人逼迫的 在这里 他们都吃不饱饭 还要每天干很多的活 他们也不想啊 无奈家人 都在成禄那女人的手里 不得不虚仪为仪 但是从来都是心向政府的 听到这些人的哭诉 这位冯苗特派员 脸上只有鄙夷 心道你们什么情况我不知道 在这些依附官方的十几个营地中 就你们能天天吃饱饭 还是一天三顿 好多营地 也就一天一顿饭 他冯苗是想拿下这个营地 但是并不傻 这几十个灾民 就是天生反骨 哪天保不齐 同样的把他给卖了 于是果断下令 全部就地枪决 接下来 就是一帮人直呼冤枉 被拖了出去 随时一阵枪响 大楼内的人全都瑟瑟发抖 只不过成禄是气得发抖 他是万万没想到 这些人竟然在死之前会咒骂他 竟然说是他害了他们 合着让你们吃饱喝足 尤其是营地的护卫人员 因为要在这极寒天气的去巡逻 特地加餐一顿 每天吃四顿饭 哪个营地的能这么奢侈 就是官方的这些士兵 也没有这么好的供给吧 结果到头来竟然埋怨他 而潜伏回在顶层阴影处的油条 也目睹了刚才的一幕 这时的油条 真是心如死灰 内心更是为枪毙了这些白眼狼的士兵 狠狠点了一波赞 油条也算看出来了 这个营地里的人 全部属于油奶便是娘的货色 谁给他们一口吃的 他们就听谁的 谁能掌控他们的生命 他们就会毫无顾忌地站在哪一方 所谓的忠心 救命之恩 对他们来说 远远不如自己活着更重要 还真是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而此时特派员冯淼继续说道 我知道 大家都是心 向官方的 你们也都是被这个女人所蒙蔽 所胁迫的 放心 官方只追究手恶 不会搞什么连做的 大家还请放心 随即一指成禄说道 把这个女军阀给我拿下 听闻冯淼的话 这位韩队长当即勾了勾手 李牧上去 两个异能者 把成禄的双手按在背后 当即给上了手铐 而且 还是末世以后特制的合金手铐 毕竟主要针对的 还是一些经历过蜕变的进化者 对于异能者手铐 就没什么用了 毕竟双手背靠 也不影响异能的发挥 所以 直接采取击毙 或者是麻醉枪 直接放倒带走 冯淼当即下令 18至30岁左右的青壮男子 以及女性自行排队 跟随官方的车辆回基地 为后续的灾后 建设工作 出一份力 这道命令一出 聚集在大厅里的几百人 纷纷炸开了锅 毕竟他们想着 成禄要是被抓了 再把那几十个护卫人员给枪毙了 他们就能分到更多的物资 并且也可以不再受人监管 要是还能给这个营地 一个官方的名头 那就更好不过了 以后也不会有其他势力 再来骚扰他们 但是要跟着 一起去官方基地 还得干活 吃的未必比这里好 众人心里 那就更不愿意了 毕竟在这里 虽然有成禄这女人管着 倒是也还算自在 但是一些不在年龄要求范围内的人 都松了一口气 毕竟这个年龄段的轻壮 可是不少 占比足足有一半之多 要是他们都走了 那就算不在外出寻找物资 这里剩余的物资 都够他们用个三两年的 毕竟他们都是帮忙 去仓库搬运过物资的人 那可是一下地下商场的 所有物资储备 罐头 方便面 粮油 那更是多到堆成小山 而成禄这女人 天天说什么 为了未来考虑 经常让他们轮搬外出 在冰天雪地之里 去寻找一些变质发霉的食物 搭配上一些仓库里 近乎变质的食物来果腹 虽然不满 但是能吃饱 他们也就忍了 但是今天官方的人到来之后 不仅会带走一多半 食量大的轻壮 更是要把成禄这压 在他们头上的女人带走 他们怎么能不高兴 不过这时 有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站了出来说道 领导 我们这还有个人 你们还没抓到的呢 这人叫油条 也是个异能者 平常对我们很是严苛 动辄就杀人 你们可一定要把这个柜子手 给绳之以法呀 楼顶的油条 听到有人提到他 并且还是以这种方式提到他 气得都快炸了 真是他们一群白眼狼 当初抵挡外敌 冲在前面的时候 怎么没人这么说 出去搜寻物资 他们可以轮换 但是带队的那次 不是自己 而这时 那名叫小瓜的男孩子 站出来说道 你胡说 油条叔叔对我们可好了 就属你最懒惰 每次都找各种理由偷懒 不跟对去搜寻物资 随着小瓜的一番话 一众小孩 开始了对这名中年男人的谴责 这名中年男人 被十几个小孩子 说得满脸通红 但是也不去反驳 反正你们一会儿 都会被带走 哼 到时候 这里还不是我们说了算 懒得跟你们这帮小孩子计较 随后再枪毙了几个 不想跟着去官方营地反抗的人后 顿时安静了许多 就连排队都排得整齐滑衣 而成禄看着泪眼婆娑的女儿 也是自责不已 要是早点听李牧的就好了 李牧你在哪呀 我知道错了 在众人被强行带到外面的时候 突然押送成禄的两名士兵 脖子被利器划开 顿时鲜血涌出 接下来就是油条的猎杀时刻 夜黑风高夜 杀人放火时 这句话 简直就是给油条这种 能潜伏在暗影中的异能者 最恰当的评价 因为物业大楼门外 全是靠车灯照明 而今天的乌云格外浓厚 月光更是一丝都没有 不断刮来的寒风夹杂着雪花 直吹的人睁不开眼 而满是阴影的雪白大地上 一朵朵泻花的绽放 为这个冰冷枯寂的寒夜 增添了一丝生气 随着油条不断使用异能 在阴影中反复跳动 时不时地收割着士兵 乃至异能者的生命 随行而来的异能者小队 简直肺都要气炸了 当即对着油条消失的阴影处 发动异能激活 无奈 没有探查类的异能者 注定攻击全部落空 虽然油条的 不能吸收异能本源 实现进化 但是在当前的异能等级中 油条依旧能缓慢地进步 但是不代表油条的异能不强悍 只要有阴影的地方 他注定是一名顶级的刺客 每当初杀掉一个人后 油条都会施展异能 跃入阴影当中 毫不停留地连续跳跃 虽然消耗不小 但是带来的杀伤尤为可观 就在油条孤军奋战时 当初那些沉默不语 反而要被带走的那帮年轻人 眼看官方的士兵 陷入恐惧与骚乱当中 其中几个胆子大的 当即出手 偷袭抢夺身边士兵的武器 这一下 算是引燃了导火索 两百余名轻壮年 顿时纷纷出手 向身边的士兵发难 原本士兵的数量 就比这些轻壮要少一些 在近距离被突然袭击下 顿时显得仓皇无措 而发现骚乱的冯淼 立马向这次带队的 军事主官报告时 正在疲于于 应付油条的韩队长 当即对着对讲机下令道 意图反抗者 视为叛变 就地枪决 士兵们听到这个命令 仿佛有了主心骨一般 毕竟训练过的战争机器 对比普通人 优势大的 不是一丁半点 营地小区内 顿时枪声大作 讽刺的是 当收留他们 给他们一口饭吃的人被抓时 他们都在幸灾乐祸 而当涉及到自身利益时 他们却能勇于反击 当真是把利己主义 发挥到了极致 李牧这种标准的利己主义者 要是看到了 都得说一声佩服 起码李牧还会念 有恩与他的人 小区内的场面 此刻混乱无比 而物业大楼内剩余的人 则是乱哄哄地点评起来 你们说 这些人是不是脑子不好使 就是说啊 跟着去官方基地 还能为灾后 重建工作 做贡献多好的事啊 唉 你们说他们 为什么反抗 这谁能知道 打吧打吧 打死一个少一个 少一个人 咱们就能多一份物资 不好吗 嗨 跟咱有什么关系 只要不误伤到咱们就行了 咱这吃喝不少 但是药品可不多 谁说不是呢 要打离远点啊 在咱们家门口 打真没素质 大家说是不是啊 要是外面正在被反虐的青年们 听到里面的人说的风凉话 那绝对得气炸了 不过乌合之众的反抗 终究成不了气候 没几分钟死了几十个人后 剩下的人 还是被吓到了 生怕下一个死的就是自己 于是赶紧跪在地上高举双手 表示投降 不过刚才的冲突中 也有十几名士兵被打死 这让还活着的士兵 气愤不已 当即枪托直接朝脸招呼 不过 对于刚才没敢反抗的几十个青年女性 还是很友好的 基本不会动手 但是也少不了一番恐吓 而此时的油条 基本已经历劫 只能归缩在远处的一片阴影之中 缓慢地深呼吸着 头上的汗水刚刚冒出 就已经凝结成冰 满脸苦涩之意 奈何对方实在是人多 并且 异能者还不少 有几次 要不是反应快 早就尸骨无存了 不过打死他也没想到 这支异能者小队 也只是前江官方基地中 一般的异能者小队 而真正的精英小队 还没出动呢 不过相比之下 油条更是恨透了 那几个吃里扒外的混蛋 以及这些白眼狼 看着城路 已经被压进车里 油条顿时生出一股 无力回天之感 而就当此车队收拾完毕后 打算先行回到基地内 至于油条 只要敢露面 自然有人报告给他们 到时候 那支精英小队出动 分分钟就能干掉油条 毕竟阴影跳跃这个异能 虽然诡异 但是出手 还是得依靠自身的速度和力量 精英小队那帮变态 各个都是近身搏杀的好手 不仅掌握异能等级高 而且 蜕变次数也不低 油条只要敢进身 立马就能被反制 一行人也算任务圆满了 虽然折损有些多 但是也算抓获到了100名轻壮 补充人员缺口 于是立马驱车返回 不过想法很好 但是一发反坦克火箭弹 直接打碎了他们的美好愿景 车队头部的车辆 直接被轰成了一团火球 紧接着 尾部的车辆 同样一发入魂 直接两头夺 正是李牧和刘通 一前一后出的手 两人早早的就埋伏在了营地的附近 只是迟迟没有现身而已 从200余名轻壮 被押解出来的时候 李牧 刘通二人 就全程观摩 只不过 两人谁也没打算 去当这个冤大头 刘通的想法很简单 死就死呗 关我毛氏 反正油条肯定死不了 李牧就更无所屌位 一群寄生虫一样的废物 全靠别人养着 自家首领被抓了 都没人奋起反抗 这和养了一群废物 有什么区别 养条狗 还知道护主呢 所以 两人也只是默默地看了一回 而这只异能者小队 除了队长 还有点实力 其他人在李牧看来 总感觉不对劲 虽然觉醒了异能 但是异常若击 这时 李牧 刘通 一前一后 背上背着巨大的弹链箱 一人端着一把 简配版本的四管加特林 别问为什么不是六管 问就是 存货不多道了 枪管打费一套少一套 于是 只要有人出门 就是一通扫射 刘通还亢奋地诛叫了一声 天降正义了 至于乘路 则是在中间最大的一辆雪地运输车里 那是逢秒的坐驾 于是乎 一场惨烈的屠杀开始了 随着前后两把加特林的无差别扫射 几乎每辆车都有鲜血渗出 滴答滴答地 净染着洁白的雪地 直到两人把身后背着的几千发子弹 全部打完 又抄起 HK-121轻机枪 还是巡视着补刀 不过刘通 还是一阵感慨 看来低级的异能者 在热武器面前啥也不是 要是自己面对这个场景 不说能绝地反击 至少也能顶起一身石铠跑路 而听到枪声的油条 则是急匆匆地赶来 眼见自己的两位好兄弟 正在无差别扫射 油条也并未阻止 只是在一旁老神在在地点了根烟 静静地看着 内心毫无波澜 直到普通士兵 几乎被斩尽杀绝 就连被强制压戒的营地内的轻壮 也几乎被顺带手 灭掉一多半 李牧 流通二人才停手 从来没有如此释放过的流通 高呼过瘾 试问 哪个男性没有一个端着机关枪 见人就突突地伟大梦想呢 李牧则是冷眼盯着 那辆最大的雪地运输车 以及前后的两辆造型别致的突击车 刚才一顿突突的李牧 就发现这两辆车 轻 62根本打不穿 恐怕那一对异能者 就分布在这三辆车上 而李牧此刻还顾及成路 以及那些小孩的安全 不然早就反坦克火箭弹招呼上去了 虽然李牧只是站在车队的侧面 一动不动地盯着 但依旧给了油条一个微笑 油条同样心领神会的一笑 随即高喊一声 别你马猪叫了 大半夜的一点功德心都没有 听到油条的声音 流通顿时转身 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看到是油条 立马激动地哇哇大叫 像一个肉球一般 冲过去就是一个熊豹 要知道 流通此时可不是一般的胖子 那可是一个蜕变了七次 并且接近圆满的三百斤胖子 撞击加熊豹 差点就给一能使用过度的油条 直接送走 在流通不断地拍打下 油条壳的脸色都白了 直到感觉油条咳嗽不止 流通才松开油条急忙关切道 条子 你没事吧 千万别死 你可一定要坚持住 顶住啊 油条听到流通的智障是关切 气得翻了个白眼 直接抱了一句家乡话道 我丢你个嗨 显然不懂粤语的流通 瞪大眼睛问道 说人话 你说的啥 丢我的孩子 我没孩子给你丢啊 油条也懒得解释 转开口道 准备继续战斗吧 那还有三个铁罐头没开呢 流通回头看了看 李牧确实还在死死地盯着那三辆 几乎毫发无损的雪地车 并且漆黑的糖刀已经握在手中 流通当即拔出背上的糖刀 说道 走给这帮小宅子上一刻去 给你出口窃 当流通二人走到李牧身边后 李牧看着油条关切地问道 怎么样 还能不能继续干一家 油条思索了一下 点了点头说道 牧哥放心吧 我不会拖后腿的 正面作战是不行了 你俩负责正面 对于有威胁的我 直接抽冷子 给他一刀还是没问题的 听到油条的话 李牧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李牧知道 油条还是较为理智的人 对自身实力有清晰的判断 他说 没问题应该就是大差不差了 反正正面冲突 有流通这个大肉顶着 自己只要做好AOE的输出就行 至于油条 纯刺客 三人组成一个完美的攻击阵型 在这末世里 也是极为难得的组合了 要是再有个奶妈加加Buff 一个远程精准打击 再来一个战士 弥补自己的攻击盲区 那就是攻防一体的完美组合了 不过李牧脑海里 早就有了设想 也不急于这一时 反正就目前来看 自己的实力 在整个蓝星横着走都没问题 只要不去招惹海里的怪物 去哪都无所调味 突然 前后两辆雪地突击车的车门 同时打开 依旧是李牧 流通二人 一前一后 这次没有用枪 而是提刀就上 在异能者的世界 七步之内刀快 果然打开车门刚下来两人 还没来得及反应 一道黑影闪过 两具无头喷泉开始表演 而流通那里更绝 两块巨石平地而起 直接把刚要打开的车门 给死死的封住 油条则是来回扫视 这两辆车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 锦丁中间这辆大型运输车 毕竟那位韩队长和冯淼 都在这辆车里 包括成禄和十几个孩子 而李牧这里 在销手两人后 一脚踹开两个人形喷泉 毫不客气地 把两枚闪光弹扔了进去 闪光弹爆炸的瞬间 车内又跳出来四个人 只不过 结局都差不太多 依旧变成无头喷泉 而这一幕 刚好落在大型雪地 运输车的驾驶员眼中 这位驾驶员严重怀疑 是不是遇见鬼了 这人强得简直可怕 而锋淼 以及这位韩队长 同样看到了李牧出手 简直就是活颜望 在震惊的同时 这位韩队长 都有些佩服李牧 从出现开始 全程饱和式攻击 打得所有人 根本抬不起头 而他也不敢赌 索性命令队员们 不要轻举妄动 只要活下来 一切好说 毕竟上面真正在意的是 他们这些异能者 至于普通士兵的损耗 最对有一番责骂 毕竟另外两队的异能者 已经全部投胎去了 如果自己这边在全军覆没 哪怕自己能回去 也必然会被当成典型 直接枪毙 而李牧的手段 简直就是雷霆之事 丝毫不给人 能打就打 打不过就先投降 毕竟前后都已经不满地次 跑是跑不了 不如奋力一搏 哪知道李牧根本不给他机会 几乎是瞬间 就让他的小队 折损一半的人 就算是他们基地内的 精英小队的队长 恐怕也就这个水平了 不 甚至还略有不如 虽然从车玻璃外面 看不到车里的情况 但是他还是看到 李牧冲着他咧嘴一笑 一嘴洁白的牙齿 显得甚人无比 此刻这位韩队长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而冯淼更是瑟瑟发抖 没想到今天损失这么严重 这要是回去了 还能有好果子吃 成禄则是戴着手铐 嘴上贴着胶布 眼睛蒙着黑布 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 但是他知道车停了 并且停留不短的时间 并且听到了接连不断的枪声 肯定是李牧来了 而一群小孩 则都瑟瑟发抖地靠在一起 期待着有人会来拯救他们 李牧此刻并没有继续盯着这辆运输车 而是走到流通这里 看到四个车门都被巨石封死 里面的人除了前玻璃窗 已经绝无出来的可能 而且在狭小空间内 就算有热武器 对防弹玻璃也是毫无办法 毕竟谁也不敢赌 跳弹是否会绕开自己 这时流通说道 牧哥有没有好玩意 给这王八壳子里的家伙来点刺激的 李牧想了想到 还真有 在流通好奇的目光中 李牧从空间内 取出十几个强效电子阵楼器 话说超市有这玩意 着实让李牧有点小惊讶 现在嘛 就变成小惊喜了 反正运输车有油条盯着 一旦有人出来了 油条也会第一时间出手 所以 李牧和流通二人 此刻也是玩性大发 把十几个阵楼器 全部按在车顶 以及前挡风玻璃上 然后就是 不得不说 军队的车质量就是不错 隔一般的车 这会儿 车顶已经震塌了 更让人佩服的是 那辆运输车里的人 十几分钟了 既不投降 也不拼命 那就继续玩 除了流通守在车旁边 好奇地叼着根烟左 看右看 嘴里还哼着 不知道什么鸟语歌 毕竟四个电子音响 放着四首不同的歌 很容易就哼串了 终于 这辆雪地突击车的 前挡风玻璃 发出了强烈的撞击声 奈何成也质量 败也质量 车里的人 只恨这辆车的用料 为什么没有偷工减料 一个三次蜕变的 强化型异能者 此刻已经砸废了四把枪 他恨啊 第一次觉得 工程塑料的材质的枪械 就是垃圾 就是为了省钱发明呢 都是一礼拜操练七天的人 会在乎石木枪身 金属枪托那点重量吗 终于在砸废所有的枪械后 车内的六人都双全燃血 才给前挡风玻璃 砸出一道细小的裂纹 这就足以让车内的六人 开心不已 这时 他们已经忘了 外面还有敌人 此刻他们已经头晕脑胀 胸口憋闷 耳朵也属于嗡名状态 外面这群人 简直就是人渣中的战斗渣 正经人 奈何发动机早就被流通打开机舱盖 拿着堂刀一通乱砍 线路都断了 根本打不着火 而其中一位只进行了一次 蜕变的小队成员 此刻已经口吐鲜血 甚至耳朵眼睛也有出血的痕迹 蹊跷流血不原意 而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去 各个头晕脑胀的 比连续坐一百趟过山车还过瘾 此刻车内呕吐物的味道 更是不断地刺激众人的嗅觉 外部的巨大音乐声 和阵楼器的沉闷撞击声 同样在折磨着众人的耳膜 以及大脑 而出又出不去 当第一个人受不了开枪自尽的时候 很快引起了连锁反应 接二连三的出现了吞枪自杀的情况 而最后还活着的人 则是那位蜕变三次的强化型异能者 此刻他的求生欲反而空前高涨 队友全部自杀 车内只剩他一个人 于是果断抬枪 对着前挡风玻璃射击 而他本人 则是躲在最后一排的车座靠背后面 无数的跳弹 还是有几个击中了他 但是对比疼痛 能逃离这个折磨人的空间 更让人兴奋 因为前挡风的玻璃 出现了极大的裂痕 要么说人在绝望中 能爆发出超越以往的强大潜力 只见这人坐在驾驶位上 双脚对准玻璃的裂痕处 用尽全身力气 奋力一蹬 一招兔子登鹰 终于让早已不堪重负的防弹前挡风 出现一个大洞 就连阵楼器都被踹飞出去俩 来不及高兴的 立马开始往外爬 被玻璃刮伤了 都毫不在意 然而 这却是噩梦的开始 李牧不愧是被刘通称为多宝先生的存在 就连海钓的鱼竿都有 从车内逃出生天的唯一幸存者 刚呼吸到一口自由新鲜的冷空 就被刘通薅着脖领子 拖死狗一样的拖在地上 在其满眼的惊恐 略带祈求的神色中 被油条挑断了手脚筋 然后被刘通挂在鱼钩上 鱼竿则是被固定在运输车的车顶上 冯队长看到自己半死不活的队员 一时间怒不可遏 立刻就要开车门下去 与李牧他们决一死战 而这时冯淼拉住他的胳膊说道 冯队 别冲动啊 刘德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咱们已经联系过基地了 现在从玉璽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最多只要再坚持一个小时 咱们的援兵就来了 冯淼会这么好心吗 当然不会 这纯粹是因为 目前能给他一定安全感的 只有这位冯队长了 如果这最后的高手也死了 那他冯淼跟被扒光了 扔到大街上 有什么区别 目前虽然知道正面硬碰 不是李牧几人的对手 但是有人志在 他们绝不敢轻举妄动 只要这个女人在自己手里 那就一切都有转机 谁知道 李牧压根就不是个蒋武德的人 跳上运输车机舱盖的李牧 只一拳 就把近十公分后的防弹玻璃给打穿了 运输车司机 被吓得目瞪口呆 这还是人吗 防弹玻璃啊 但是察觉到对面就是在故意耗着 肯定是在等待援兵 李牧很自负 单挑他不拒任何人 但是被称建制的军队围攻 除非他已经成神了 不然就是金刚不坏 也得隐恨在此 在绝对的热武器面前 金刚不坏就是个笑话 何况他还没达到金刚不坏的地步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人 至于会不会伤害到人质 那不重要 果然在几颗催泪瓦斯的安排下 车门很快被打开 特派员冯淼拿着一块味道浓重的尸布捂着脸 喊道 投降 投降 别杀我 而韩队长则是满眼通红的跟着下车 看到李牧等人 拳头捏得嘎嘎响 但是亦能感应告诉他 眼前这个清秀的高挑的青年 和那个跟没气管一样的胖子 绝对都是能虐杀他的高手 而成禄和一群孩子也咳嗽的纷纷下车 司机已经让崔雷瓦斯给对死了 真的是死不瞑目 这时冯淼一脸骚气的说道 条件你们开 只要我们还活着 就有缓和的余地 韩队长则是一言不发 仿佛已经认命了 这时 李牧饶有兴致的看着不断咳嗽的成禄 笑着说道 你怎么说 这次的决定权依旧交给你 听到李牧的话 成禄一脸纠结的没有回答 而是看向这位言而无信的特派员冯淼 看着成禄纠结的神色 李牧也不恼火 反正已经确定是圣母挨婉妻 摸得救了 接下来做什么决定 李牧反正是无所谓 成禄话音无力地说道 放了他们吧 然而果然不出礼目所料 成禄在纠结了一阵后 依旧选择放过冯淼 以及韩队长 毕竟还要在这片土地上生存 也不好把事情做得太绝 由条听到成禄的话 内心也是一阵叹息 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终究是没有说出口 而周围一些 还侥幸活着的营地内的青壮 则是瑟瑟发抖地 站在风雪之中 静静地看着车队中间的几人 现在的他们才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末世 所谓的天灾是公平的 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 但是能一言决定他们生死的 依旧是他们的同类 原本没选出二百多人 跟着车队返回基地 在反抗的过程中 死掉五六十人 又在刚刚被杀掉一百多人 好像除了他们的首领成禄 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人在乎他们的生死 而这时 油条似乎做了什么决定 朝着还活着来自营地的人挥了挥手 喊道 你们先回去 听到营地内二把手的话 这群轻壮如萌大射 仿佛这零下几十度的气温 都没有那么寒冷了 一个个穿得跟个面包似的 开始往回跑 而冯淼和韩队长 听到成禄的话 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 看样子 这个李牧也是他的裙下之臣 决定权还是在这个女人手里 只不过 两人打算立马上车返回的时候 李牧叼着烟 看着二人仓皇的背影开口道 等等 冯淼和韩队长的身形明显一僵 二人都以为 李牧还要提些什么条件 不过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反正不管李牧说什么 他们俩就没关系了 无非就是受到一些处罚而已 毕竟政策的延续 还是以人为本嘛 只不过 李牧接下来的话 让韩队长整个人眼前一黑 差点栽倒在地上 李牧淡淡地说道 冯特派员你可以走了 只不过 这位韩队长得留一下 大家切磋一下 你能活下来 自然放你走 听到不需要自己留下 冯淼连忙转身 点头哈腰地表示感谢 十分真挚地感谢 而韩队长内心的阴影面积 堪比格斯拉 刚要张嘴说些什么 这时程路面带犹豫之色的开口道 李牧要不算了吧 都杀了这么多人了 也不差这一个 李牧看了程路一眼点点头 微笑地说道 对啊 都杀了这么多了 也不差这一个 随即指了指运输车前面的那辆雪地突击车道 冯特派员 你开那辆回去吧 这辆车 我就暂时征用了 此时的冯淼 哪还顾得上挑挑挑挑 能活着回去 让他腿着都行 而韩队长还要开口争取一下 得到李牧眼神示意的刘通 挥舞着肉糊糊的拳头 一拳就让这位异能者小队的韩队长跪在地上 捂着肚子不再说话 而程路则是面露不忍道 真的不能放过他们吗 程路接二连三地连言连语 让李牧已经在爆发的边缘 但想起当初那一夜的露水情缘 李牧还是深呼吸了一口气 缓缓道 我大半夜的出来 总得有点辛苦费吧 随即也不再看程路欲言又止的样子 朝着韩队长走去 边走边说道 我说了 让他留下 他就必须得留下 我做的决定 最好不要去反驳 流通和油条听得出来 李牧有些生气了 二人相视一眼 也不再说话 哄 哄 急得满头 是汉的冯特派员终于打招呼 驾驶着突击车连招呼 都不打得直接走人 被韩队长看到 眼角不断抽搐 心里不停地破口大骂 该死的政客 果然都是小人 这时看着韩队长淡淡地说道 行了 起来吧 别装了 眼看被识破 韩队长索性一咬牙站了起来 带着一种视死如归的表情 看着李牧说道 你想怎么着 李牧看着他的眼睛淡淡地问道 还不知道韩队长的异能是什么 韩队长同样盯着李牧的眼睛说道 急速 似乎听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李牧好奇地再次确认道 急速 也就是说 速度很快咯 韩队长咬牙点头道 没错 速度很快 这时流通嘴见道 那你干嘛不跑 你不是跑得快吗 这位韩队长 看了看地上扔着的加特林 和肩扛式火箭弹 嘴角抽搐地说道 跑得快也经不住火力覆盖啊 我怕我还没跑出去一百米 火箭弹和子弹就招呼过来了 李牧点点头道 韩队长是个聪明人 随即给油条使了个眼色 然后手一指缝秒开车 离去的方向道 你要是能甩掉我 我不介意放你一马 听闻李牧的提议 韩队长顿时眼里有了光 好吗 这是个送分题啊 心到自己能活了 韩队长顿时虎去一阵 面带喜色地开口道 现在开始 李牧点点头 做个了个请的手势 看到真的能逃出生天了 韩队长深吸一口气 顿时身形化作一抹残影 追随冯淼的车折映而去 只不过冯淼不知道的是 在这种寒风呼啸的天气 对于一位风意能的掌控者来说 无异于天道加深 先一步跑出去 还没有二百米的韩队长 内心还没来得释放喜悦之情 发出一声长啸 瞬间感觉后腰一阵疼痛 便一头栽倒在地上 因为速度过快 十一路来不及刹车 真整个人朝前翻滚了几十米才停下 晃着晕乎乎的脑袋 刚刚坐起身 就看到李牧站在他的面前 仿佛李牧一直就在这里 表情依旧那么的风轻云淡 他实在想不通 李牧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在基地里 没人能比他还快了 就连精英小队的队长 那个堪称怪物的家伙 都得比他慢很多 这时 李牧淡淡地说道 我是的 异能是掌控风 啊 听到李牧的话 韩队长原本疑惑的神色 瞬间变成惊恐 对于异能的研究 他们的基地内 也有一些成果的 其中一条 就是在特定的环境里 例如现在的天气下 冰雪异能 几乎是无冕之王 而风属性异能者 完全可以 和冰雪异能者分庭抗礼 但是强烈的求生欲望 让这位韩队长 十分地不甘心 于是咬着牙说道 我告诉你我的异能 你可没有说你的 有能耐重来一次 李牧没有反驳 淡淡地说道 好啊 接下来的一幕 直接颠覆了 这位韩队长的认知 只见李牧单手拎着他 二百多米的距离 几乎几个呼吸变道 要不是气温足够低 这位韩队长的脸 都能烧伤了 虽然没有出现烧伤的情况 一时反应不过来的韩队长 脸上截着冰花 一脸呆饿的 被李牧随手扔在地上 在流通几人的注视下 好半天才缓过来 随后一手捂着后腰 一手撑定 才勉强站了起来 内心已经一片死寂 这真能跑的了吗 这家伙压根不是人啊 至于反抗 开什么玩笑 一个人秒杀了自己 引以为傲的速度 另一个人能控制石头 还有一个已经见识过了 竟然能融入阴影当中 三个人没一个正常 造灭啊 这个冯淼 要不是金虫上脑 看上这个叫成禄的娘们 能折损这么多人 嘴上说的维护秩序 实则一肚子鸡鸣狗盗 和2E 正当韩队长正在内心中 疯狂问候冯淼组 上十八代的时候 李牧的声音 犹如魔鬼一般传来 你可以继续了 这位韩队长 此刻一脸紧张地空咽了一下 紧张地看向李牧 哭丧着脸说道 能不能 能不能让我一解 我 还未等韩队长说完 李牧便打断道 可以 先让你跑换 这位韩队长 听到李牧的搭语 一时间如萌大射 眼神飘向另一侧的树林 但是不敢转头观看 就怕李牧反应过来 随即调整呼吸 然后一笔刚刚 更快的速度窜了出去 然后瞬间转向 朝另一侧的树林跑去 李牧也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打算追击 错了就要认 杀了那么多人 总得有个交代不是 挨打要立正 既然输了 那就是输了 哪有重来一说 接着就看到李牧 扛起一个造型别致的火箭筒 一发火箭弹 拖着长长的尾焰 朝着那一片枯死的树林冲去 原本已经跑进树林里的韩队长 有一种绝境逢生的感觉 但是脸上的笑容 没有持续几秒 就听到一阵熟悉的声音 朝自己飞来 结果一扭头 顿时脸上喜悦的表情 变成惊恐 在躲避的过程中大喊道 卧槽 你不讲武德 哄 剧烈的爆炸声 把正扑向一旁土沟里的韩队长 直接给先飞了出去 刚刚落地 剧烈的咳嗽了两声 正要开怀大笑 结果下一刻脸上的表情 如同吃了个死孩子一般 根本呼吸不上来 而周围枯败的树木 全部被引燃 滚滚的浓烟 不断朝韩队长袭来 这位韩队长 一脸猙獰的 看着周围的火光 云爆弹 你真狠啊 已经缺氧的韩队长 被浓烟一熏 静止地晕倒在地 不省人事 而李牧不知何时 已经站在了树林外面 轻轻招了招手 一阵更加猛烈的寒风吹来 许多本就哭死的树木 齐齐折断 被风吹飞 而这位韩队长 竟然逆着风 缓缓地向李牧飘来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没心 和心脏的部位 多了一道血洞 蚊子肉 再小也是肉啊 李牧一边吸收 韩队长的异能本源 一边心里估算着 从之前逢秒的嘴里得知 这人竟然是这次行动 三只异能者 小队的总队长 看来算是官方基地的精锐了 就算是那只传说中的 精锐异能者小队 成员极限了 也就是这个水平 嗯 打几十个 还是没问题的 就只不知道 那位队长 是个什么橙色 算了 到时候自然会碰一碰 不把这群货色给打服了 日后在前江市 想过两天消停日子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把这位韩队长 给刮成肉渣当肥料后 李牧几乎是几个闪动之间 编回到原位 而这时 刘通 油条 几乎是强制性地 把成员给带上了车 当然还有十几个孩子 等李牧上车后 开车的重任 交到了刘通的手中 不过这种军用高级货 让刘通是嘖则不已 根本舍不得离开 驾驶位 油条到时乐得清闲 在车上 成员一言不发地看着李牧 而李牧悠然自得点了根烟 闭目养神 这时 车内安静到 只有呼吸声 以及香烟燃烧时的声响 而悠悠这时 开口道 李叔说 室内不能吸烟 妈妈说 要做人要一个懂文明讲礼貌 李牧睁眼瞥了 悠悠一眼没有说话 但是也没有灭掉手中的烟 现在这个世道 不论孩子还是大人 能活下来的 个个都是人精 这孩子 还能说出如此天真的话来 看来是被他妈妈保护得太好了 要不是自己出手 恐怕这会儿他 正在给白文元普及 侵犯14岁以下儿童 会犯法的事 没眼立架 可不是天真无知的借口 其他的小孩 都是一言不发地坐在那 而小瓜 则是满脸崇拜地看着李牧 这时成员说道 我还是想回去 李牧问道 放不下你肩里的势力 成员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这时 李牧声音冰冷地说道 海里势力 但是 这是属于异能者的末世 没有绝对的武力镇压 所谓的人格魅力 狗屁不是 你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人 要么变成怪物的口粮 要么变成别人的细语工具 公共厕所 明白 他们之前听你的 不过是你之前施以恩惠 跟着你混口饭吃 还没有出现危机 一旦有强大的异能者出现 宰了你他们都只会拍手叫好 为他们新的首领 如此强大的感到高兴 这一点你 还没有体会到 说完 李牧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眼前的母女二人 转头对悠悠说道 你记住了 这是末世 没有国 也没有家 没有法律 更没有秩序 道德 作为人最高尚的品德 就是自我约束 做到不去主动伤害别人 这就是最高尚的品德 至于做一个圣母 就是主 这种人就算再强 也活不了几天 顾好自己 能再顾好家人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至于全世界 与我无关 如果不能理解 那么 你注定要被现如今 这个世界所淘汰 记住了 没有实力 一切的想法 都是空谈 接着李牧朝刘通说道 停车 听到李牧的招呼 刘通赶忙停下车 他也知道 李牧和这个女人 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了 只是担忧地 看了油条一眼 希望他不要继续 跟着这个圣母表找死了 油条这个人是中恩的人 但是不代表傻 经过一系列 白眼狼被刺的事件后 油条不想再当冤大头 这段时间 他也算报了恩了 前前后后 救了程璐十几次 当车停下之后 李牧说道 你要是还想继续当你的首领 现在就可以回去 这辆车你开走 听到李牧这话 程璐欲言又止地说道 李牧 你 只是程璐还未说完 李牧便抬手打断道 我不是冤大头 不会花自己辛苦得来的物资 去养一群废物 程璐眉头一皱 当即就要反驳 可是李牧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 直接打开车门下车 而油条这时 看着程璐说道 路姐 养着着那群白眼狼 不值得 我觉得 你应该跟牧哥走 当然 怎么选择你的自由 但是我不准备再回去了 以后 他们的死活 与我无关 说罢 便跟随李牧下了车 程璐此刻 也只能发出一阵叹息 毕竟油条这段时间 帮他已经够多了 他自己也知道 油条算是人至义尽 无法再要求他做些什么 于是在一帮孩子的注视下 只能自己坐到驾驶位上 默然地独自开车回去 而李牧这边 刘通和油条相识一笑 一同上了李牧的雪地突击车 路上 刘通揽着油条的脖子说道 不跟那女人 走是对的 你又不欠他什么 再说了 就算真的欠他条命 你付出的也得回来了 要是没你的话 他早死八百回了 那女人就是个先天圣母脑残体 继续跟着他 混不是被人斩成十八段 就是三天饿九顿 跟着木哥走 大鱼大肉敞开吃 那多潇洒惬意 听着刘通的话 油条身以为然 之前那个营地什么情况 他最有发言权 即使这次死了不少人 剩下的食物 最多还能再撑个三四个月 当然 如果节省点 半年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半年之后呢 整个营地内就他一个异能者 去主动掠夺其他的营地 那真是厕所大灯笼了 所以 如果成禄愿意一起走 那最好 如果不愿意 那就只能各自安好了 而李牧却知道 成禄这些人死定了 不是前江的官方基地 派出精锐小队 执行评判任务 就是受益官方下面的管辖的 十几个营地一起进攻 毕竟官方这次损失惨重 要是不杀一警百 以后队伍都不好带了 所以 这次把铁柱留在营地内 一百多公里的距离 虽然无法给铁柱传信 但是通过铁柱的族群成员 层层传递信息 他能以最快的速度 知晓成禄这边的情况 到时候来一招府邸抽薪 先砍掉官方基地的狗爪子 那今后生活就会安稳许多 至于成禄 若是他自己选的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那就不是他李牧该考虑的事情了 然而李牧也并不是拔雕无情的人 毕竟机会给过他了 当不急不缓地 开到003号后 天已经有些蒙蒙亮 知道江涵 真瑶二女还在休息 索性先给油条安排了房间 就安排在流通的隔壁 来到二楼 进入江涵的房间后 李牧立马不老实起来 随即一个恶虎扑石 江涵也只是向征信地反抗了一下 然后就任 有李牧肆意妄为 一个是看见了不说 一个是压根没打算说 真瑶在旁边 只能继续装睡 直到天亮 李牧才搂着江涵沉沉地睡去 而这几个小时的折磨 让真瑶在崩溃的边缘徘徊着 他俩知道自己醒了吗 好吧 只能当他俩不知道了 随即真瑶捏手捏脚地走出房间 开始准备今天的午饭 早饭就算了 毕竟不是早八牛马 谁有那功夫吃早饭 直到中午 一阵饭菜香味 让还在熟睡中的刘通 一个礼于打挺 直接精神摆背 当即敲响了油条的门 油条刚刚开门 准备询问什么事 刘通二话不说 拉着油条就直奔餐厅 看到桌子上琳琅满目的菜肴 色香味俱佳 油条看的眼睛都直了 在营地里 哪吃过这么丰盛的饭菜 回想以前的生活 那也就是比狗强一点 吃得不好就不说了 早上起得比鸡早 晚上睡得比狗晚 既担心有人偷拿仓库的食物 又担心半夜被人袭击 再看看木哥这里 不光能睡到自然醒不说 睡醒了就有一桌子丰盛的美食 在这个出门冻死狗的世界 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随着真瑶把最后一个菜端上来之后 刘通和油条连忙道谢 真瑶随即对刘通说道 你去喊李木和江涵来吃饭吧 谁知刘通却摇了摇头道 我可不去 万一打扰到 他俩修炼昆子大法 木哥还不得饿我几顿 刘条倒是实在 见刘通不愿意去 正准备起身 就被刘通按住肩膀 看到刘通摇了摇头 当即沉默下来 毕竟他又不是个憨辟 真瑶见两人都不愿意去 当即咬了咬牙 瞪了刘通一眼 还是无奈的自己去了 想到昨夜他俩人的疯狂 压根不拿自己当外人 真瑶如玉般的翘脸一红 还是来到房门前 轻轻地敲响了房门 哪知李木光不出溜的 就直接把门打开 对着真瑶微微一笑 便伸回去穿衣服 而江涵同样正在穿衣服 看到真瑶也是大方了 打了个招呼 昨晚太妃 除了能听到声音 什么都看不到 而这次把李木的好身 才给看了遍 体型真好 肌肉真大 真瑶当即红着脸 再回到餐厅 刘通看到真瑶回来 立马问道 怎么样 穆哥完事了 咱们能开饭了不 油条则是一脸疑惑地问道 瑶瑶姐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 听到二人的话 真瑶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只能拿手装模作样地扇了扇风 说道 太热了 这空调温度也太高了 这时李木揽着江涵走来 笑着说道 是有点热 随即二人落座 见李木到了 刘通顺势伸出筷子 开始夹菜 而看着真瑶羞红未退的脸颊 李木的脚 在桌子底下 开始不老实起来 感受到小腿传来的触感 真瑶的脸更红了 但真瑶确实不敢声张 只能由着李木了 所以 这顿饭吃得极其难受 不过流通和油条这胖瘦哥俩 是酒足饭饱美滋滋 完事还点了根烟 一脸享受的表情 在末世里 能这么安稳地吃一顿饭 就已经是极其不容易的事了 更何况还这么丰盛 除了官方基地的高官 也就李木这里 有这个水平了 江涵更是边吃边夸真瑶的手艺好 只有李木和真瑶俩人 默不作声 一个吃得慢条丝里 一个吃得难受不已 李木吃饱后 放下碗筷 对着真瑶伸出大拇指道 当真是色香味俱全 抱赞 真瑶当然知道 李木说的不只是菜 不过总算是不用再被折磨了 真瑶也是长虚得了一口气 让江涵把碗筷收拾了 自己则赶紧回房 换一下贴身衣物 刚刚吃饱喝足的李木 打算拉着胖子等人操练一下 毕竟武 道路漫漫 除缺异能 伸手也不能差了 要是碰到类似油条这种异能的近身杀手 脑子反应过来了 身体还没跟上 那就真的凉凉了 难道是天生的劳碌命 就特么不能让老子喘口气 正当李木打算松松筋骨的时候 脑海里传来了一段信息 已经有人出现在城路的营地附近 侦探查情况了 看来铁柱的族群能力不弱吗 几十公里的距离 通过层层传递 竟然依旧能把消息传递过来 整个过程延时不超过十分钟 相当有效率了 不过李木却不打算立刻动身 毕竟那群人的死活 跟他李木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这附近的一些营地的人 才是李木关注的重点 不过官方的那支精锐小队没有动身 还是挺出乎意料的 李木点了根烟 静静地思索着 突然脑海中冒出一个疯狂的想法 难不成那边有人已经分析出 自己的一些行为特点 如果这几个营地的人 前去围攻城路那边 自己纵然不打算出手营救城路 但只要想去关门打狗 那也必然要深入其中 如果来几发重武器 无差别火力覆盖 想到这 叼着烟的李木突然瞳孔微缩 整个人汗毛直立起来 那就不得不改变一下计划了 本来李木确实打算 带着油条流通过去一趟 把这几条狗腿子给砍断 但是如果真的像自己猜测的样 哪怕只有零 零一百分号的可能性 那都是致命的 毕竟谁也不想死 所以李木当即喊来 刘通和油条二人 拿出之前根据黄毛描述的 各个营地的位置 画的那份草图 距离城路附近比较近的 一共有七家 李木决定兵分两路 超低 他自己一路顺带 带着江涵练练手 毕竟是前世的神剑女皇 老在温室里养着 也不是那么回事 得带出去渐渐血 适应适应 而油条和流通一路 一人一辆车雪地突击车 轻机枪 子弹以及反坦克火箭弹 白铃燃烧弹 这种违反国际武器 竟用名单的大杀器 要的就是一战工程 随后在路上 再埋伏一搏就行了 至于城路那里 只能自求多福了 真当大嫂这个身份 像电视剧里一样 靠着人脉关系左右逢源就行 在末世里 想要立棍 那就要有绝对的实力 李木突然想起 黄毛说的那四家大型避难所 每一家的首领 都有超强的实力 完全能够镇压住 手下那些异能者 但愿这几家 不要惹到我吧 毕竟能够安生日子 谁想出去玩面呢 确定计划的李木 果断喊来将喊 流通和油条 只不过还是老规矩 在出发前 李木还是拥吻了真瑶 就是要把他 当成自己的女人对待 让他也深有体会 如果光是靠追 那得猴年马月去 只不过这次李木 更近了一步 顺着腰身 往下在其魂缘饱满之处 抓了一下 惹得真瑶不自觉地惊呼一声 随即羞愤地瞪了李木一眼 风韵十足的美女 瞪你一眼 都是风轻万种的样子 把地图复印了一份 给到油条 毕竟胖子有些路痴 当即三辆车依次出发 在一路及时下 李木小组和流通小组 都顺利抵达了目的地 李木这边刚下车 江涵便问道 要怎么搞 李木看着远处的营地 淡淡地说道 光盘行动 喘气得都不留 江涵诧异了一下 也就仅仅是一下 便理解了李木的想法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对于这些官方的狗腿子 既然动手了 那就做得干净点 不然就会惹来 无穷无尽的麻烦 只能说 江涵不愧是 大家族培养出来的 拎得轻 不脑残 重结果 这种良好的品质 普通人是真的很难做到 毕竟普通家庭 只会告诉你 不要招惹别人 不然会给家里带来麻烦 而这种大家族出身的 都被长辈教导过 要么安分点 要么做得干净点 不要受人一病 所以当分配好任务后 江涵按照李木的指示 到达了事先计划好的攻击地点 一路上的暗哨 都被江涵的异能剑 给射穿了脑袋 当然 这多亏了江涵 这变态到极致的异能 现在依然出现争容 异能极致掌控 不单单是对自身异能的掌控 同样对一定范围内的异能波动 也具备一定的掌控力 而处在蜕变期的人 同样身具能量 所以 砍狗腿行动正式开始 其实很简单 就是站在高处 对着营地所在的地 进行无差别轰击 高爆火箭弹 加温 压弹加云 爆弹加白银燃烧弹 对于一些坚固的建筑 有铝热剂燃烧弹解决 李木虽然觉得 军火不太够了 但是打几场小型战役 还是没问题的 还是老M玩的话 这些东西 竟然从飞机投掷 改造成单兵火箭筒发射 还是真是方便你我他 哄 哄 随着两声巨响 这除以体育馆 作为营地内的人 全部归缩在内 生怕出来后 的制高点位置 按照既定的武器 使用顺序接连发射 毕竟一处室内体育馆 其实也没多大 外加旁边的一处 三层高的建筑 鬼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反正一发高爆弹过去 玻璃全部震碎 当然了 每一层都要来一发 主打一个雨露军毡 而体育馆内 经过三发温压弹 和云爆弹的宝盒式打击 临近门口的一些人 还是跑了出来 只不过等待他们的是 一位身穿雪地迷彩作战服 身材高调 颜值绝顶 留着一头高树长马尾的女孩子 此刻正在大门前的 一棵枯死的大树上 一手一把HK-121轻击枪 看到有人出来 直接扳机扣到底 到底也是蜕变七次 肉体力量足够强横 吴后座这一点 展现的是淋漓尽致 刚跑出来的几个人 瞬间就被7-62的子弹给送走 为了确保一些异能者 或者蜕变7的人被消灭 李牧的白灵 但不要钱的 向两个目标建筑内发射 本来就被云爆弹抽掉空气 然后再被白灵弹所洗礼 炽热的温度 使得体育馆和那栋不知名的建筑周围积雪 都开始快速融化 很快就露出 之前暴雨 留下的积水冰层 说起来很长 但是实际上 整个攻击过程也就五分钟 不过李牧在走之前 还是在发射一颗温压弹 在封闭的室内建筑中 温压弹堪称灭绝事态 而此时 刘通和油条二人 已经解决完一处避难所 直奔下一处目标去 李牧 江涵小组也同样如此 残忍吗 或许吧 但是那些在荒野中艰难求生的人 尽管活得很辛苦 但是至少有自由 然而 就是这些所谓的官方认证的避难营地 却在四处搜刮还活着的青壮 小孩 将他们送进所谓的官方基地 李牧很想问一句 这难道不是自愿的吗 反正上一世的李牧 要不是因为是个残疾人 也就被抓走了 据说进了官方基地的 几乎没见过活着出来的 当然 曾经有一位异能 还算有些用处的大叔被带走 直到半年后 才有人在牧山内看到他 只不过 已经完全丧失理智 和怪物无疑 而很快 就被官方基地内追捕的士兵所击杀 这也是唯一一个 进入基地后 还能被人见到的人 可想而知 这所谓的官方基地 在干些什么勾当 所以 李牧完全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解决完一处营地 触发前往下一个目标时 心中只觉得畅快无比 就像家里某个地方脏了 清除掉这块丸子 只觉得很有成就感 至于无辜 那肯定是有的 毕竟谁还不是个无辜的人呢 阵营不同 相互轻压罢了 对于那些被抓走的人的家属 朋友来说 李牧等人 是在做实打实的好事 而且替他们报了一辈子 也报不了的仇 直到两个小组 在第七个避难所门前会合 这次李牧不打算使用热武器 而是打算掂量掂量 这个避难所的水平 当然了 李牧属于在外掠阵的那个 在油条一马当先的身影后 刘通 江涵同样跟上 这次足足用了半个小时 毕竟这处避难所里人虽然不多 但是蜕变者 竟然足足有二十多个 异能者还有两个 只不过 一些孩子还有老人 被江涵给放过了 刘通当然没意见 这毕竟是大嫂的要求 油条更无所谓 反正最后还是看李牧的决定 听完江涵的讲述 李牧倒是无所谓 反正一些老弱病残 也翻不出什么浪花 毕竟女孩子 还是不能太冷血 不然李牧 自己都会渗得慌 毕竟近身作战和远程打击 带来的心理冲击 本来就是天差地别的 不过 根据铁柱传来的消息 这七家营地中 没有李牧要找的女孩子 不然 李牧也不敢不留活口的 一路横推过去 四人很快驱车 来到了距离乘路营地 五公里的左右的距离 这个距离相对安全 等乘路的营地 被彻底攻破 这七个营地的人返回的时候 基本已经尘埃落定 而这个位置 是那四家避难所的人 回家的必经之路 李牧亲自守 而另外两条路 则是安排流通 油条守一路 江涵独自守一路 虽然只有一个人 但是对于跨江大桥来说 足够了 毕竟有提前准备的时间 地雷 TNT 乃至白铃燃烧弹 足够让一只百鱼人的队伍 直接蒸发掉 不过李牧还是在布置完后 悄然潜伏到 成路所在的营地周围 而在一小时前 成路的营地被攻破 本就是一些贪生怕死的墙头草 指望他们拼死守卫 那是不可能的 自己会给这些野兽一样的男人 带来怎么样的冲击力 所以 眼含热泪的 果断拉响手雷 只不过在此之前 还是安排了几位 还算比较忠诚老实的中年人 带着营地内的十几个孩子 先行撤离 当然还有一些物资 只不过没跑出去多远 就被提前守在外面 那七家营地的人给截住了 毕竟 小孩和青壮 是官方下达的硬指标 正当这几个 带着小孩逃命的中年人 准备拼命的时候 远处悄然走来一对人 而领头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一头米白色中长发 做了个背头的造型 五官十分精致 尤其是眼角的那颗肋质 显得更加楚楚动人 可是脸上那淡漠的神色 和这张让男人看了 就怦然心动的脸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随着这个女孩一挥手 十几名身穿白色长袍 身披白色斗篷的人 纷纷持枪射击 而七家避难所的人 纷纷重弹倒地 他们没想到 后来的这对人马 这么不讲武德 连自爆家门 这个重要环节都没有 唯一躲过一劫的异能者 刚想跑路 结果瞬间被寒冰 覆盖到了胸口的位置 显然 寒冰异能 是这位领头女孩的手笔 十几名小孩中的悠悠 则带着哭腔喊道 妈妈你在哪啊 李牧叔叔快来救我 倒也现实 危险的时候 也不在乎李牧叔叔 是否在室内吸烟 不道德了 而听到李牧两个字 这位米色头发的女孩 明显愣了一下 潜伏到营地周围 快速巡视了一圈的李牧 再悄悄抓了一个舌头后 果断隐身离开 经过一番物理审讯后得知 成禄已经被手雷炸的尸骨无存了 虽然李牧极其不喜欢成禄那副圣母 且不自量力的样子 但毕竟是春风一度过 所以 这位倒霉的俘虏李牧 用风刃给吹成肉渣 毕竟成禄也是这么美的 伤心吗 有一点 但是不多 更多的是后悔 当初要是强行带走 他就好了 所以 当这些避难所的人 带着缴获的物资 满载而归的路上 突然天降正义 接连不断的温压弹 不断轰击着车队 绝大多数的人 直接在缺氧中 痛苦挣扎而死 只有少数异能者 和一些达到三次蜕变的人 勉强活了下来 而迎接他们的 则是李牧手中堂刀 四家势力 十几位异能者 二十几位蜕变者 在面对李牧时 几乎没有人 能扛住一刀的 也就其中一位首领 异能比较特殊 竟然是兽化 着实让李牧震惊了一下 但是 这位异能者 在变身狼人后 还是被一刀砍下脑袋 毕竟实力的差距太大了 不论是异能 还是蜕变次数 就好像一个寝神的人 遇到真的神仙 毫无还手之力 而随着这七家避难所的失联 官方基地精锐异能者小队 也没有查到什么太有用的信息 这让官方基地的内的一把手 震怒不已 则令这支精锐异能者小队 务必调查出一个结果 到底是谁 敢这么和官方作断 接收到来自基地内 最高指挥官江坤司令 下达的死命令 这支精锐的异能者小队的队长 化跃很是头大 因为在捣毁 以成禄为首的反叛营地后 在没那个神秘强者 没有出现的情况下 他已经带队撤离 这支代号Z小队 已经在返回的路上 众人已经想好 这次回去 要让食堂给他们开个小灶 好好吃喝一顿 虽然异能者吗 但是这个鬼天气 实在是冷 奈何司令下达了死命令 必须调查清楚 这次捣毁他们外围 七个营地的人 或者势力是哪个 如果是那四个大势力 那就麻烦了 对方的异能者 虽然质量不行 但是数量不少 如果是一家出手还好 但是 如果是其中两家或者三家 甚至四家联合 那这口气 也只能暂时咽下去 毕竟 现在正属于拉拢他们的阶段 如果能成功的话 这点损失 也不是不能接受 但是 如果是之前冯淼报告中 所提到的那个神秘强者 那就更麻烦了 这人明显是没什么势力的 完全是靠着绝对强悍的异能 肆意妄为 藐视一切的人 如果是在末世前 任你再强也白打 毕竟是科技社会 逃到哪都会被发现 然后 就是重火力围剿 但是 自从末世到来以后 各地的官方组织 对于其他势力 乃至个人的掌控力 下降到前所未有低点 比49年前的动乱时期还不如 很多侦查手段 已经完全失效 而且最重要的是 异能者的出现 再一次让侠以武乱境这句话 浮现在这些掌权者的脑海中 但这是 谁也无法改变的趋势 所以 这只以化跃为首的异能者小队 也只能分散侦查 那七家被彻底捣毁的基地 希望能查出一些有用的线索 经过大半天的排查 以及根据这七家人马返回的路线 以及他们的老巢 被攻击的痕迹 几乎没有什么 强大异能者的痕迹 而且 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 而且出现了大量M军制式武器 甚至还有一些国际禁用的武器装备 难不成是老M的海军流窜进来了 不应该啊 几个大区的司令员 对于海岸线的防守可是很严的 而且 天上的卫星大多数还能用 如果有大批的境外武装势力进入 怎么可能没有通知到 他们潜江基地 所以 根据深入调查的出的线索 让这位精锐小队的指挥官 化跃跃分析 越觉得离谱 简直就是离里原上谱 但是三路相同的车折印 虽然被连绵不断的雪花所覆盖掉 但是一些地方还是暴露出来 而化跃带着小队成员 正根据这些老M的制式军用车辆的车折印 一路排查到一半 竟然中断了 车折印的痕迹明显被遮掩 从遮掩的痕迹来看 怎么都看都不像是人为 仿佛老天故意吹了几场大风 给遮掩到了 这时化跃突然一惊 想起逢秒的报告中 提到的那位神秘强者 他的异能手段是凭空产生无形的刀 极其锋利 能瞬间把人之解掉 化跃这时皱着眉头 而其手下的队员都疑惑地看着自己的队长 应该是发现了什么 这时 其中一个小个子代号飞鼠的队员疑惑地说道 如果这是人为 那这个人极大的概率是风属性的异能者 听到飞鼠的分析 化跃皱着的眉头一下子放松了下来 眼神中透出一抹金光 是了 别的不说就掩盖痕迹的手段来说 除了能控制风的异能外 没有更合理的解释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虽然这人很棘手 但是 在一整只精锐的异能者小队围攻下 他也得隐恨 毕竟异能这东西是厉害 但是在绝对的火力面前 还是显得有些不够看 此时 化跃带着众队员开始进行排查 终于在几公里之后 再次发现了车折应急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风雪的覆盖 郁家的身后 对方的痕迹也越来越难探查 最后也只能大致确定 对方最后的目的地范围 至于具体位置 还要再次侦查 万一惊扰到 这位神秘的强者 对方一心要跑的话 他们就在难发现了 所以 化跃一行人 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基地 只不过 他们没注意的是 有几只小拇指 长的透明蚊子 就趴着在他们的车底盘的位置 而铁柱把手下小弟的传来的消息 同样传递给李牧 只不过李牧那时候 正在和江涵办事 虽然收到了铁柱的传信 但是也没当回事 当铁柱传信这一对精锐 已经到了别墅区附近 五公里的范围那时 李牧陡然一惊 瞬间起身 马上就要起飞的江涵 忧愿地看了李牧一眼 不过他也知道 应该是铁柱那只蚊子 传回来什么消息了 所以 也就只能抿着嘴 用水汪汪的大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李牧 不过 在接到这只小队 不久便撤退的消息后 李牧表示 再续两个小时的 毕竟突然中断 昆自觉的修炼 他也很难受 必须弥补回来 直到晚上 真摇喊大家吃饭 如交四七的两人才分开 不过李牧并未打算 做什么准备 他倒是希望对方 来侦查一下 确定没什么危险 而他李牧就在这 然后再来一句狠的 最好是能团灭 对方这只精锐 一个到达火力点的计划 在脑海里生成 为了逼真一些 李牧没有告诉任何人 而华越他们在返回基地 做了调查汇报后 简单地吃个顿饭 只是稍作休息 便打算整队出洞 而代号飞鼠和海妖的 两位队内负责侦查的队员 主动请应去侦查一下 其他人休息就好 毕竟这次只是探查情况 又不会正面冲突 华越也觉得没什么问题 其他队员正好休息休息 如果侦查的消息没问题 明天就可以一战工程 彻底解决掉这个麻烦 于是点头同意了 飞鼠和海妖的两人小组 先行侦查的请求 已经深夜 而003号内 李牧还在一楼大厅里坐着 等待着这支精锐小队上门调查 终于从小黑屋里出来了 小座再次厚着脸皮求催更 求五星 谢谢各位书友的支持 一直到后半夜 就在李牧打算休息的时候 铁柱悄无声息地落在李牧的肩头 看到铁柱那又大了一圈的体型 不出意外 官方其他的狗腿子营地 又有人遭殃了 只不过李牧知道的是 除却被抹掉的七个营地 另外的五个营地 都有异能者或者蜕变者 被吸成干尸 铁柱这家伙 比人类异能者更可怕的是 不仅能吸收异能本源 还能吸收人类乃至其他的动物的骨髓 血液 天生就能两条腿走路的奇特生物 不像大多数人类或者变异的凶兽 只能选择一个方向进化 包括李牧都是如此 目前也只能提升异能 对于第九次蜕变 完全没有路可走 身体已经被开发到了一个极限 这时李牧不由说道 铁柱 你没有进化的上线吗 铁柱站在李牧的肩膀上 搓了搓两只前手 传信道 上线的肯定是有的 但是还差得远呢 不过 只要有足够强的异能者 或者变异的凶兽 这个时间会大大的缩短 哦 李牧好奇地问道 进化到极致能有多强 铁柱思索了一番后 道 我也不清楚啊 不过 我现在能把七八个人给吸干 如果进化的最终形态 我认为 吸干一头蓝筋 不成问题 好家伙 我问 你能变得多强 你告诉我饭俩 李牧一阵无语 不过铁柱这事传信道 有两个人来了 一男一女 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随后拿起桌上的酒杯 一饮而尽 可算是来了 李牧一脸兴奋地自语道 飞鼠和海妖 一路潜伏到003号外围 通过权限 调取到李牧所在的 这栋别墅的基本信息后 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这他们军方大首长住宅的安全措施 也比就这个级别了 不过 作为精英小队的侦察兵 飞鼠和海妖的异能 本来就是跟前行与突破有关 尤其是飞鼠 是只有起错的名字 绝对没有起错的外号 代号也是如此 不得不说 鼠类打动的天赋 当真一绝 尤其是飞鼠的异能 竟然是兽化 整个人在施展异能的时候 身体竟然能缩小到吐蕃鼠的大小 两只手掌变成了锐利的爪子 整个人灵活无比 当然 打动的速度更快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已经在围墙外 挖出一个深十米左右的洞 不过在突破到别墅下方的位置时 飞鼠直接傻眼了 这是什么神嚎操作 整个别墅竟然是一体成型 嵌入到地下的 地下四层 足足十几米 这得多少合金材料 对于金属这种东西 飞鼠也只能两爪一摊 表示无能为力 不过还是在院子的角落 开了一个洞 而后返回院墙外 海妖也跟着飞鼠 一起进入到003号院内 而海妖的异能 则是声波 既可以感应 又可以作为攻击手段 只不过 对于异能净化程度高 或者蜕变次数 多的人来说 杀伤力有限 只能通过声波去干扰对方 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手段 持至敌人的反应 只不过 隔着净亿米后的金属墙壁 以及接近50公分后的 装甲及防弹玻璃 不论是超声波 还是次声波 海妖表示完全无感 不过李牧 却是在三楼的亮台处 留了一个口子 并没有封死 很显然就是担心 这两位能力有限 专门制造了一个缺口给他俩 海妖和飞鼠 当然是随身携带着攀爬的装备 很快 两人潜入到别墅内部 只不过别墅内的面积 让海妖着实捏了把冷汗 真特么大 要是一层一层的感应 万一惊动了 那位实力不详的狠人 那今天非得留在这不可 不过李牧 在一楼客厅的沙发上假媚 虽然超强的听力 已经察觉到 他们二人 不过却并没有出手 只不过 也不能让这俩人随意探查 索性让铁柱自由发挥 只要别弄死这俩人就行 所以 当飞鼠 海妖二人 一路探查到一楼时 已经发现了李牧 二人通过异能的感应 十分确定 李牧就是那个神秘强者 飞鼠 海妖二人对视一眼 似乎在互相询问 要不要直接干到对方 这个距离一枪 就能打爆李牧的脑袋 只不过 两人 还在用手势交流的时候 铁柱静直地 从李牧身边起飞 海妖率先反应过来 毕竟任何细微的声音 都无法逃过他的耳朵 但是通过夜视仪 看到一只足有手掌大的蚊子 飞来时 压根也没在意 毕竟他的老家那边 就有三只蚊子 一盘菜的说法 呃 虽然眼前这个大了一些 但是终归只是一只蚊子 刚要一巴掌 拍死这只蚊子时 铁柱忽然加速 静止地朝着飞鼠而去 因为变身的缘故 飞鼠此刻 除了一条弹力内裤和背心 几乎是光着的 铁柱不费吹灰之力 就在飞鼠的屁股上 中了一个大包 而飞鼠只是觉得 屁股有些痒痒的 刚要准备挠一挠 就看到海妖 用一种惊恐的眼神 看着自己 咋的 没见过 下一刻 海妖就感觉大腿根发痒 顿时给飞鼠打了个手势 撤退 看着飞鼠一脑袋问号 不是什么情况 你倒是说明白啊 不过还是选择 相信生死相依的队友 能让海妖这么惊恐 一定是他感应到 自己没看见的危险 出了别墅 从院子内的洞 一路跑到院墙外 海妖仔细感应了一下 确定 那只可怕的蚊子 没有跟来 不由的长舒了一口气 顿时觉得 大腿根越来越痒 于是狠狠地挠了两把 飞鼠也一样 使劲挠自己的屁股 当即边挠边问道 这是什么情况 海妖只好转过身去 一脸尴尬地 把刚刚看到铁柱的事情 告诉了飞鼠 听到自己 是被一只手掌大的蚊子袭击了 顿时 心生一股凉意 好家伙吸了自己一大口血 竟然毫无知觉 要不是这该死的蚊子离开 中断了释放麻醉液体 自己不得被吸死 不过飞鼠还是强忍着臊痒 把打好的洞 给略微做了填埋处理 随后二人一路挠痒地开车返回基地 这一下基本可以确定 这个神秘人 只有两个帮手 还有一只变异的蚊子宠物 一胖一兽 别问 问就是 胖子和兽子打呼噜的声音 完全不同 不过已经确定目标信息 那就不着急动手 他们刚出过手 这几天 一定会小心一些 那个高手在客厅带着宠物守夜 就是最好的证明 等过两天 突然杀过去 打他们一个出气不意 尽量避免兄弟们出现伤亡 把情况报告给基地司令员江坤后 行动计划得到批准 就在两天后的深夜 与此同时 李牧立刻就叫醒了流通鼓 立马开始干活 毕竟大晚上的 有风有雪的 万一对方不要脸 调用卫星盯着自己 那就麻烦了 地雷给安排的满满当当 TNT就算了 毕竟房子还要呢 这次李牧可下了血本 全是陶瓷地雷 不过 还是埋了一些铝热剂燃烧弹 希望对方多来点人 不然这些宝贝可就浪费了 而华月压根不清楚 他的敌人到底有多么的狗 多么的没有底线 第101章 生产队的驴 清晨的时候 李牧罕见的喊醒众人吃早餐 毕竟今天还有个大工程 李牧并不知道华月的进攻计划 但是肯定就在这一两天里 毕竟如果是他的话 根据两个手下带回来的情报 也不会拖延太久 免得突生变故 而今天的主要目的就是打洞 毕竟万一最后 必须要到你死我活的时候 这么好的一栋避难所 李牧可不想他毁于一旦 所以在众人吃完后 李牧迅速把房子里的东西 全部转移到空间里去 并且在桌子上 留下了一份钱僵式的地图 当然是打印出来的 上面勾勾画画 最终的位置 却是为同位大哨的那栋样子活 为了逼真一些 地图被李牧的锋刃 给搅碎扔在地上 当然了 碎片还是稍微大一些的 万一太碎了的 可就不好还原了 至于说 留下的这个充满破绽的线索 花跃等人信不信 那就要看他们 是否足够上头了 所以 今天的李牧 没有时间和真摇调情 而是拉上众人 一起开始帮助胖子挖地道 当然了 流通的异能挖地道 简直不要太快 只不过异能等级不高 恢复起来 时间比较漫长 只逃生通道的 其中一条路线的终点 前江的某处低岸内 流通当着众人的面 开始施展异能 江涵和真摇二女 还是一脸期待的 毕竟流通这是第一次 在俩眼前施展异能 据李牧说 流通的异能是控制土石 当时江涵还打拒道 那不就是土行孙哦 真摇也被江涵的话 斗得捧腹不已 只不过 当两人见识到流通的异能时 顿时吃惊的合不拢嘴 只见通道的尽头处 几乎是土石结构的地下墙面 在流通的异能操控下 先是一个高两米多 宽三米多的大洞突然出现 然后便是以极快的速度 出现一个笔直的通道 而土石 似乎都被一股力量 强行挤压到通道周围的墙壁内 随着流通不断地往里走 这些土石 仿佛成名见到自己的皇帝 纷纷平退左右 看到李牧 油条几人惊讶的目光 流通一张大胖脸上的表情 十分傲娇 虽然连续施展异能 已经使流通头上 出现一层细密的汗珠 但是依旧不妨碍其装闭 条子 有点眼力见 没看到胖爷正在施展大神通吗 赶紧地上根烟 把胖爷 我泡好的茶递过来 被流通这么一招呼 油条的眼角不自然地抽了抽 不过还是拿出身上的滑子 给胖子点上 而后递上一杯龙井茶 只不过 油条此刻的眼神充满刀意 来回打量着流通肥厚的后腰子 似乎在考虑怎么下刀 流通自然是感觉到 油条带有杀气的目光 但是那又如何呢 有能耐你来开路啊 李牧这时宽慰地说道 胖子就那鸟样 好不容易能风光一把 让他晒晒脸又何妨 听到李牧的话 流通瞬间不乐意道 牧哥 我这可是独一无二的绝活啊 你昨天说的那个飞鼠 那就是个土耗子 跟我可没法别 咱这是神通 袍土打动那种下三滥的手段 给我提鞋都不配 整整一个小时 不间断地施展异能 虽然需要战斗 但是激进让胖子虚脱 只不过 李牧早有准备 也是之前无意中发现的一个 伪奶妈技能 就是全力催动你 但是自身不吸收聚拢而来的能量 而在李牧的旁边 江寒可以吸取到这股能量 所以 李牧当即催动 引来给胖子提供恢复所需要能量 原本需要数个小时 才能恢复到满格状态 但是在影不断地聚拢下 李牧周身的能量 愈发浓郁 就连身在不远处的江寒和真瑶 都能感觉到 一股充盈澎湃的能量 竟然不由自主地开始吸收 不过除了李牧外 其他人吸收能量的速度有限 所以才会出现异散的情况 即使如此 流通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情况下 照样神采奕奕 满血复活 当然了 为了弥补体能的消耗 就算是在吸收能量的情况下 流通还是炫了两个大肘子 吃的是满嘴流油 而油条就比较苦逼了 毕竟他不能自主吸收 异能本源和空中的能量 只能任由身体去的本能 去一点点的吸收 所幸有李牧的指点 油条的蜕变次数不低 也达到了六次圆满的程度 要不是前期耽误了一些时间 和流通一样 七次绝对没问题 不过配合上他这奇特的异能 足够瞬间绝杀多数所谓的高手了 不停歇地干了大半天 流通就像是一块海绵 不停地挤出水分 再吸取水分 饶使李牧能聚拥能量 供他恢复 但是精神上的疲惫 是没办法的 索性打通了近十公里的位置 终于到了一处地铁站的通道 只不过全部被之前那一个月 大雨积水给淹没 现在近乎处于冰封状态 剩下的流通 就帮不上什么忙了 正当江涵提议 一起用异能 打通这段通道的时候 李牧淡然一笑说道 交给我吧 报兵这是 我自负还是没问题的 接着 众人就看到李牧朝前一指 一道凌厉的近风 化作螺旋状 直扑面前的冰墙 便看到冰墙泵 飞出无数的冰墨 只不过在出现的一瞬间 就被李牧收进空间内 而李牧则是不断地朝前走去 江涵和真瑶则震惊不已 李牧的这一手 比他俩想象的还要强 尤其是江涵 觉得自己除了对敌经验 心态不如李牧 自己的异能能量 极致掌控的杀伤力 完全不输李牧 可是在主动要求 帮忙射了几件后 也就穿透冰层一米来深 关键是 破坏的面积 也就西瓜大小 如果真的靠他自己 一件一件的去射 那估计得猴年马月了 而李牧的异能形成的风钻 不仅是冰 就连土石和豆腐 没什么区别 轻易地被风钻穿透 同样一个小时的时间 李牧向前拓展了 接近四五公里 足以可见 李牧的异能净化程度 和他们有致的差距 就连流通这个掌控土石 或者说大地系的异能者 都不由得佩服到 生产队的驴 都没这么能干的 不过地铁隧道内 也不全是冰层 还是有一段中空位置的 不然纯靠异能开路 生产队的驴也遭不住 第102章 狗贼 我必杀你 从开工干活 一直到第二天的清晨 半夜除了李牧和油条 回去了一趟 查看官方基地那边 是否有人过来侦查 果然不出李牧所料 为了确保歼灭行动的顺利 飞鼠和海妖 依旧过来侦查了一遍 虽然这次少了一个人 但是李牧这个 正主还在 这让两位侦查人员的 松了一口气 虽然白天的时候 有卫星的监控 但是也不是无限制的 毕竟就算是江坤本人 他的权限 也仅限于申请侦查 而不是直接调用 毕竟 现在最大的几个战区的那里 也需要卫星来侦测外敌 甚至追踪一些 变异野兽的踪迹 一个二级基地 通过申请 给你用用就不错了 在应付完这俩人后 李牧和油条 直接通过之前打通的地道 来到正在施工的油条这里 而江涵和真瑶二女 则提前被安排到 那位死鬼魏公子的别墅里 先行清扫一下 毕竟要在那里住两天 这次通道 打通的是一条直线 而中间不少地铁线路 帮忙省了不少力气 不然这种大活 起码得干个三四天 毕竟就算是直线距离 都得几十公里 当通道打通后 李牧驱车 带着流通油条二人 急忙返回003号别墅 伪造一番紧急撤离的假象 属于流通的高光时刻 又来了 根据李牧的设想 要是在那只精锐小队 进攻进攻前 提前侦查的话 那房子里就必须有人 一旦被围上撤退 就别想撤了 而逃生通道 绝对不能暴露 只能把院子里的土层下面 铺上一层钢板 还好李牧之前全球够的时候 这种优质钢材 这次看看 飞鼠还能不能跑得动 干完活的流通累得满头大汗 这次的大工程 流通是一天一夜没睡觉 吭哧吭哧的光干活 完工后 流通一脸解脱的表情 心满意足地点了根滑子 深深地吸了一口 转头对李牧和油条二人说道 怎么样 还是得靠胖爷吧 不过油条这次没有对他 毕竟零下七八十度的环境下 土地那是邦邦硬 如果没有胖子的话 就算给自己一台挖掘机 挖斗对出火星子 想干完这些活 都得一两天的功夫 但是有流通在 不仅玩工快 就连地面上的洞土痕迹 都看不出来 看着跟原装没区别 做好一切后 院子里像征信地 买几颗反步兵地雷 流通见兮兮在别墅大门口不远处 立了个木牌子 生命禁区 善入折死 随即李牧吩咐流通二人 先去会合 而李牧要留在这里 毕竟离得太远 就不能遥控这些地雷了 听到李牧要留下 油条一脸焦急地说道 不行啊 有个别墅也一样啊 看到两位兄弟 一脸焦急的模样 李牧知道 这辈子没有再瞎一次 流通不必说 上一世本就是为了救他而死 而油条自救了他以来 种种表现证明 这一世李牧的眼光 确实好了很多 随即李牧 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此时 流通和油条也知道 说服不了李牧 只能听从李牧的安排 在武林湖风景区内 那栋别墅待命 只不过 李牧没有说的是 他能隐身 对于这一点 绝对要做到保密 因为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 能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至于封意 也就就是虎一下这俩人 李牧心里明白 他就算再快 别人一轮热武器急火 也能给他打成筛子 并且 照着003栋这里的布置 原目原样的布置一遍 之后 流通 油条二人 一人开着一辆皮卡 从之前打通的通道内离开 只不过在离开之前 流通用意能凝聚土石 把通道口封死而已 此刻偌大的别墅区 只有李牧一人 在003栋 别墅的顶层看雪 坐落在一片山脉中 而且是建造在地下数十米深的位置 基地内最底部 更是延伸到了100余米 共有9层 而第8层 则是基地司令部所在 而此刻第8层 最高指挥官江坤的办公室内 华越 飞鼠 海妖等 一共24名队员 清一色的异能者 整个基地内的精锐 全部集合在此地 原因很简单 司令员江坤 不允许前江市 有李牧这妖牛逼的人存在 至于招降 更是压根没想过 自从末世到来以后 这些社会人员 获得异能后 绝大多数 都挣脱开内心的枷锁 个个无法无天 愿意加入体制内 听从官方调遣的 少之又少 尤其是前江四大民间基地的首领 根本无视司令部的命令 好处收了不少 但是连最基本的厅 调不听宣都做不到 尤其是这四家 在面对官方时 同气连之 如果硬肯 也不是不行 但是基地的武装力量 必然会被消耗殆尽 一旦真的如此 前江官方基地 或者说是江坤 必然会对整个前江市 完全失控 甚至会被别的式的 武装力量纠战雀巢 江坤好不容易才设计 死这座基地内的 上一任司令员 从二把手 晋升为一把手 土皇帝还没当过瘾呢 怎么可能拿手中的力量 去血拼 所以 这次调集精锐小队 在带上几支末世后 重新成立的特战队 就是要做到杀鸡儆猴 让其他几个基地的首领看看 官方基地 不是没有能力剿灭他们 而是不愿意同事操歌 给外来者减了便宜 主要是为了团建 所以 李牧这种没什么实力的独行者 就是天降的那只猴 所以 你们明白 这次的任务的意义了吗 江坤一脸正色地说道 明白 保证完成任务 华月等人齐声说道 后半夜 十支队伍 共计240人 乘坐着血运输车出发 毕竟作为南方城市 突击车也不多 子子 这次的作战计划 明白了吗 华月一脸严肃地说道 在扶晓前 正式发动进攻 在敌人还没有睡醒之前攻进去 快准狠地干掉这次的目标 然后兄弟们回去吃早饭 哄 哄 只不过 想法是很好的 但是在接近别墅区的第一道大门时 两发反坦克火箭弹 准确无误地击中两辆打头的车辆 剧烈地爆炸下 两辆运输车 外带整车的士兵全部丧生 无意生还 就在爆炸声响起后 华月通过单兵系统 迅速下达了下车 散开 隐蔽的命令 只不过是用吼出来的 已经下车的华月 双眼不满血丝 咬牙切齿地看着高处的别墅区内 那栋003号的顶层 仿佛有一双眼睛在和他对视 这时华月死死地盯着那里 愤怒地喊道 狗贼我必杀你 第103章 折剪沉沙 第103章 折剪沉沙 没想到突袭竟然失败 此时华月也颇为恼火 用人命去填饰万万不可能的 毕竟这次基地内的精锐战斗力 被他带出来一半 如果折损超过50% 那不用江坤枪毙他 他华月自己都没脸再回去了 幸好这次出动 并不是只打算靠异能者 施展异能进攻 这也并不现实 毕竟 除了他和其他的几位强化型异能者 其他人异能 很难在远距离上奏效 而热武器 在这个末世的初期 依旧具备极大的威慑力 几十架麻雀大小的自爆无人机出动 华月的脸上 出现一抹自信的笑容 毕竟对方只是一个异能者 就算有两个同伴 也不足为惧 毕竟军方的各类武器 还是不少的 前江市基地 没什么大杀器 大口径的武器 没法带出来 但是各类反恐轻型装备不少 当无人机编队 试图从高空俯冲003号别墅 被围墙的上的电磁发射器 直接给报废了电子元件 纷纷坠机 原本以为无人机编队 起码能有所建功的华月 顿时脸色一黑 当即派出攻击型无人机 同样计划从高空攻击 但是没想到 当无人机飞行至003号上空的时候 突然狂风大作 无人机自身的重量 无法在狂风中立足 被吹得左摇右晃 没意会 同样再次坠机 而李牧依旧坐在躺椅上 甚至都没有起身 只是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红茶 淡淡地看着低处的华月等人 眼见远程攻击手段无效 而对方竟然有如此高精尖的防御设备 似乎还是军用级别 顿时让华月一阵头大 这些该死的资本家 以及更加该死的蛀虫 竟然让能让这种级别的武器 出现在民用住宅里 看来只能大力出奇迹了 华月冷军的面孔 扫尸了一眼各个小队的位置 当即下令到 单兵反坦克武器 给我使劲招呼 同时各个小队烟幕掩护 所有的强化型异能者快速推进 只要冲进去那栋别墅 这个该死的风暑性异能者 看他还能玩什么花样 接收到命令的各个小队 开始从各自的车上拆卸装备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各个小队就已经准备就位 就等这次的总指挥华月一声令下 几十发火箭弹 瞬间就能让眼前这栋别墅 被夷为平地 进攻 随着华月攻击命令下达 几十发火箭弹 带着破空之声 朝着003号冲去 不过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有近一半的火箭弹 在临近别墅的时候 纷纷爆炸 只有零星的几颗 落在别墅的墙体上 几乎无伤 而另外一半 竟然对别墅外围的墙体 几乎没有造成什么损伤 这一幕 直接让所有的小队瞠目结舌 华月本就冷峻脸庞 更加的冷意十足 而李牧 则是放下茶杯 点了根烟 看着华月等人淡淡的一笑 开玩笑 航天级合金材料 那是需要在宇宙中使用的 不论是延展性 硬度 抗压 高低温 那都是最出色的 比起主战坦克上的反应装甲 单纯的论结实程度 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凭一些常规的热武器 要是能奏效 那这几十亿 不是白花了 当然了 该还击 还是要还击一下的 能因为我抗奏 就不还手了吧 所以 当时再有一部分火箭弹 飞向别墅的时候 李牧施展异能 凝聚上百道锋刃 展落了一些火箭弹 当然 攻击的节奏并未停下 大量的烟幕弹 朝着0033号发射 整个003号周围 顿时一片烟雾缭绕 甚至因为有些烟幕弹 在空中直接爆开 导致李牧的视线 都受到影响 不过没关系 真当那一堆 埋在地下的大宝贝 是摆设吗 就当数十名异能者 以及一部分 蜕变次数 达到四次的精锐士兵 借着烟幕弹 快速推进时 轰轰的爆炸声响起 李牧固然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同样的滑跃也看不到 只不过 当接连不断的爆炸声 响起的时候 李牧的脸上 露出一抹微笑 总算是眉白费劲 华月则脸色惨白 他知道 这是什么声音 地雷 反步兵地雷 他妈的 竟然全是外军的祸 这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来不及多想的华月 当即下令重火力排雷 今天损失已经够大了 如果灰溜溜地撤退 那他华月的脸 真就是扔在夏天的汗策里了 当即长枪短炮 对着眼前的缓坡 开始饱和式的洗地模式 同样再次补充了一波烟幕弹 而这一次 精锐小队的飞鼠 以及海妖作为前锋 华月亲自带队压上 中间几颗落网的 反步兵地雷被触发 精锐小队开始出现检员 但是依旧顺利地 推进到围墙之外 根据飞鼠的情报 华月知道 围墙有大量的高压电枪 所以依旧是老办法 飞鼠先行开辟通道 其他人再跟着进去 只不过 这次飞鼠是真的挖到了铁板 还是合金板 20公分后的那种 受化后的指甲 都刨断几根 最后灰头土脸的原路返回 华月听到飞鼠的报告后 气得一拳打在合金的墙上 顿时墙体一阵颤抖 亲自感受到 这堵合金墙的坚固 顿时让作为队长的华月 感到深深的无力 原本以为自己的身体强化异能 以及惊人的六次蜕变 在末世之中 已经算得上十分强横 但是面对人类的高科技结晶 依旧显得那么无力 而付出这么大的伤亡代价后 连里面那位异能者的面都未见到 从加入特种部队以来 华月大小任务 无一例外的都能搞定 无数次任务堆积起来的自信心 此刻已经有了一丝裂痕 而通过卫星实时观看 这次进攻行动的江坤 以及白文元等一众基地高层 脸色一个比一个阴沉 没想到一个野生异能者 竟然有如此多的军用武器 虽然这栋别墅 是挂在于老板名下的 但是此刻也同样算在李牧的装备里了 哎 真是地理位置原因 蓝方的武器装备防潮设施 做得顶好 但是谁能想到 能受到极致寒冷的物理暴击 相比之下 阴寒的魔法攻击 真的是弱暴了 而这时 江坤通过单兵系统下令 今天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拿下这个该死的异能者 华月本来还有些犹豫 收到这条命令之后 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 眼神格外的坚毅 第104章 回手套 华月咬了咬牙 伸手在口袋里拿出一把石子 没错就是石子 这本来就是作为武器用的 一位身体蜕边六次 且还是强化型异能者的他 用手弹出的石子 威力不弱于手枪 此刻两颗石子 被华月用来划破手掌 被鲜血染红 再点出17颗后 放入口袋 让身边的队员们来抽签 抽到燃血石子的人 为剩下的人开路 至于为什么不让那些 普通的特战队员 来执行开路任务 根本原因 还是怕引起强烈的反弹 而精锐小队 在末世以来 一直都享受着最好的资源 到了这个时候 没有道理让他人来替死 经过抽签后 代号盲蛇 赤蝎的两位队员 看着自己手中那染血的石子 皆是沉默不语 同样眼神中 带有一抹决然之色 也不是没带着辅助机器人 只不过 机器人还没等靠近墙壁 就被电磁发射器给报废掉了 两人也不废话 当即从背包内 拿出绝缘装备 带在身上 随后在众人的注视下 强行翻越围墙 而他们的身上 带有大当量的炸药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破坏墙体上方的 电磁设备 与高压电设备 但是 当两人怀着必死的决心 翻上墙顶后 竟然没有受到任何攻击 难不成是这栋别墅的 电力亏损吗 华越以及周围的队员们 都冒出了同样的想法 也是 单纯的依靠发电机 和太阳能电磁板 来供应这么多的 高额耗电设备 怎么可能顶得住 尤其是现在的天气 经常是一连一连 几天都阴沉沉的 虽然雪花 这一次 华越他们想错了 别说李牧自身的储备 就是这栋别墅本身的储备 都大到惊人 18座巨型的发电机 每一台都连接着一个 小型的储油罐 就放置在地下四层 临近逃生通道的位置 别说用完了 如果只是日常消耗 用个一两年都没问题 只是这两位准备好 赴死的队员 没有触发机关 则是因为 李牧想玩玩而已 咚咚 随着两声巨大枪响 这两位以为死里逃生的队员 在墙下队友的眼前 脑袋如西瓜般炸脸 李牧此刻 竖起手中的巴雷特 对着枪口 轻轻地吹了口气 感慨道 比起来 南非大炮可差远了 不过后座力确实小 那些精锐队员 全部靠墙站立 李牧也看不到他们 不过他们的表情 应该很精彩吧 气氛 怒火中烧 悲怆 哼哼 既然当了上位者手里刀 那就要做好折断的准备 哄哄 两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那两位队员放置的炸药 终于爆炸 同样如愿地破坏掉 一段墙体上的防御设备 而在巨大的爆炸下 就连合金的墙体 都出现了形变 虽然没有直接炸的垮塌掉 但是没有了防御装置 他们就能进去了 华月眼含热泪 当即下令到 杀进去 生死无论 还在缓破处的八支特战小队 全部加速奔袭 直冲003号别墅 而华月等人 则是一马当先地绕过通道 直奔别墅的主体而去 结束大门外 响起了接连不断的爆炸声 一片热浪袭来 当爆炸声停止后 接连不断的惨叫声 哀嚎声响起 只不过在几秒钟之后 逐渐安静下来 飞鼠快速奔向大门口后 眼前的景象 惊得飞鼠合不拢嘴 众人看到 飞鼠如同被定身一般 站在大门口 皆是心中一沉 急忙赶过去查探情况 而李牧此刻 已经站在房顶之上 欣赏着他的杰作 既然你们想我死 那么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华月此刻仰头看着李牧 抿着嘴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忽然听到海妖的哀嚎声 对 队长 没了 全没了 通过刚才的爆炸声 以及传来的高温热浪 华月已经猜到了结果 此时别墅大门外 到处是大坑 而很多多大坑 不是被地雷炸的 而是被铝热计燃烧弹给烧出来 三千多多的高温 足以烧化绝大多数合金 更遑论世人 眼前的景象 犹如地狱一般 有一部分特战队员的尸体 无力地趴在地上 而更多的尸体 已然消失不见 而赤裂的高温 让周围百余米内的积雪冰层 都已经消融 华月当即喊道 都给我回来 队员们听到队长的召唤 一个个满眼血丝 眼含热泪地 走向自己的队长 一时间全部举枪 瞄准房顶的李牧 只等队长华月一声令下 他们就会把李牧打成筛子 只不过 李牧并没有打算 和他们决一死战 因为压根没有意义 这时 李牧对着底下的华月等人说道 你们这群蠢蛋 不干人事 还助纣为虐 别特么跟我在这装无辜 那些被你们基地带进去的青壮 以及那些孩子 尤其是那些小女孩的下场 你们比我清楚 现在在这装什么大义凛然 有能耐就来抓我 不过今天到此为止 也不陪你们玩了 这一记回首涛如何 在一阵猖狂的笑声中 在一道道杀人的目光中 李牧封翼一展 速度极快地 朝着别墅区下方飞去 华月当即下令开火 十几把枪 仿佛带着队员们的满枪怒火 开始喷涂火焰 在高空飞行的李牧 左凸右闪 但是依旧重担 只不过 以李牧如今的身体强度 就算挨两枪 也不会伤筋动骨 更何况 还十分保险地 套了一身防弹衣 啊 好疼啊 我重担了 只不过 在一阵持续的火力输出中 李牧的身形开始下坠 华月众人以为攻击奏效 当即就要冲出去 打算活捉了李牧 让他受尽酷刑 血债血肠 但是快要落地的李牧 骤然升空而起 回头看了一眼 地上奔跑的华月等人嘲讽道 哎 我没事 逗你们玩哪 随后在华月等十几人 咬牙切齿的目光中 李牧在远处 开出一辆雪地突击车 扬长而去 只不过 在开出一段距离后 转头拐向了一处 枯死的树林里 当即发动隐身 整个人消失不见 第105章 玉美人 而如丧考彼的 十余名仅剩的突击队员 则是跟着华月 返回别墅门前 哄 一声剧烈爆炸声响后 被李牧替换掉的大门 轰然倒塌 毕竟需要他们发现 新的藏身地 如果是原装们 他们进不来就麻烦了 李牧现在可没有 那么多防弹玻璃替换 随着队员们进入别墅内 一场地毯式搜索开启 一直到地下四层 一共有五个人生活痕迹 看来情报并不准确 而第四层最后的逃生层 那条通往前江堤坝 那处的逃生通道 被流通无痕封死 华月等人也察觉不到 有什么异样 至于那18个大型的发电机 以及连接的油罐 早在特战队触发到达火力时 被李牧收进空间 飞鼠和海妖 也自责地低下头 毕竟江寒 真妖 就睡在地下二层 只不过飞鼠二人 看到李牧选择性的忽略了而已 队长 最好是有用的线索 而看到这栋金建筑 想拆了都没办法 无奈华月只能下令撤退 而在基地内的司令部 全城关站的江坤等人 脸色已经黑道到极致 通过单兵作战系统 看到华月等人的发现的线索 都在期盼着最好有用 就在众人离开的时候 那令人惊惧的爆炸声 再次响起 华月飞鼠走在最前面 被气浪直接掀飞 而后面的队员们则损失惨重 经此一役 精锐小队的有声力量 也只有一个小组了 亮腔着起身的华月 看着眼前的景象 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出 很欲狂 而飞鼠则捡起脚边的一块金属板 上面用墨汁赫然写道 回手套 华月一把抢过金属板 双手不自觉地用力 他此刻下定决心 抓到李牧后 一定让他把这块板子吃下去 而在别墅围墙外 看着紧剩的几人 李牧的嘴角微微一笑 随即再次隐身风意一展 回到之前消失的位置 驱车离开 只不过一路上很刻意地掩盖了痕迹 离开前给铁柱传信道 钉死他们 一定要把他们老巢的周围情况 给探查清楚 铁柱当即表示 没问题 顺带提了个小小的要求 能不能自由受恋 李牧无奈道 你自由发挥 别被人发现就好 一路驱车 两个多小时后 李牧来到了武林湖这处的别墅 当进入别墅后 江涵 真瑶 刘通 油条四人 接在一楼客厅等候 而刘通这个胖子最为担心 毕竟现如今的百烂生活 全靠李牧 如果李牧出现什么不测 那以后就只能靠自己了 而且 他只想跟着李牧偶尔虐虐菜 装个臂 并不想靠自己去拨命 所以 当其他三人在客厅内坐着发愣的时候 唯独刘通来回走动 时不时地叹息一声 来缓解心中的焦虑 而随着李牧推门而入 众人满是焦躁的心 一下子得到了抚慰 刘通更是激动哇哇大叫 率先冲上去拥抱李牧 同时 带着哽咽的声音道 牧哥你没事就太好了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你 李牧打断流通道 你是担心 我要是出事的话 你躺平的日子 就一去不返了吧 被戳破心事的流通 善善一笑 松开李牧后说道 别这么说嘛 牧哥 我是真的担心你 要没有你估摸着我 在末世来临的前几天 就凉透了 这时油条打去道 粮是肯定凉不了的 但是肯定变成熟人 熟透的那种 听到油条的调侃 李牧还有江涵二女 都是哈哈大笑 流通有些气恼道 牧哥当初就不该管你 就该让你当罐头 这时 李牧似乎突然想起什么 转头对油条说道 对了 当时我在回去那个营地的时候 成禄已经 油条脸色一阵落寞 当即打断李牧道 猜到了 李牧接着说道 那群孩子 似乎被什么人给劫走了 悠悠小瓜 他们肯定没事 就是不知道 劫走他们的是什么人 这时江涵说道 不管是什么人 肯定比落在官方基地的手里要强 而且 莫是来临这么久了 经过反复的优胜劣汰 那些不入流靠吃人的营地 不是彻底破败了 就是让那家大势力给灭了 能生存下来的势力 肯定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就算是 食物短缺了 也是先拿饿死的人开刀 怎么着也轮不到小孩 而且就目前的环境来说 生孩子肯定不现实 未来这种极寒天气 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 如果想长久的发展基地 青壮和小孩 肯定是可持续投资的对象 听到江涵的一番抠袭 刘条缓缓地点了点头 刘通这事安慰道 放心吧 等把那群官僚 这茶解决掉 就这几家大势力 咱们挨个上门拜访一下子 有牧哥在 还担心个什么 刘条看着众人 点了点头不再说话 但是内心依旧很暖 当晚众人决定吃火锅 寒风大雪 三五之急 涮肉 喝酒人生一大快事 尤其在这末世之中 万类聚集之下 这顿火锅显得尤为珍贵 更加珍贵的是眼前的人 深夜 酒足饭饱之后 油条照就扛着喝得烂醉的流通 回房休息 李牧则和江涵对视了一眼 二人会心一笑 毕竟白天刚刚经历过一场大的危机 此刻不论是江涵还是李牧 都想沉迷在昆字诀中 真瑶则是无奈地 开始收拾餐桌上的残局 只不过 内心有了一丝异样的情绪 在李牧未归之时 他的内心始终无法平静 心情尤为的烦躁 再加上女儿至今下落不明 此时对李牧的依赖 更加的深浅 直到后半夜 江涵几乎晕了过去 李牧也不忍心继续折腾 只能无奈地来到阳台处点了根烟 静静地眺望着 如银河般闪耀的大地 今晚月亮很圆 米粒大的雪花 不足以遮掩视线 而听到动静终于消失 打算透透气的真瑶 也来到阳台 看到李牧高大的背影 愣住了神 感觉到身后来人 李牧转过身 看着眼前如枝玉一样的淑女 内心的火苗再次燃起 于是缓缓地走向真瑶 在其愣神的时候 用力地将这具熟透了的身躯 用力地搂在怀里 第106章 绝杀计划 感受到李牧强有力的臂弯 真瑶不禁红了脸 想拒绝 却又贪恋着 温暖又安全感十足的怀抱 紧接着 李牧拦腰抱起真瑶 快步向其房间走去 已经被李牧卸甲的真瑶闭着眼 轻声说道说道 关灯吧 李牧看着真瑶羞涩窘迫的样子 莫名的有些兴奋 坏笑着说道 关灯啊 你怎么欣赏我顶天立地的样子 啊 日上三竿 刘通打着哈欠来到客厅 发现竟然空无一人 又看了看手腕上的骚红色理查德米勒 满脸奇怪地喊道 有人吗 午饭吃不吃了 一脸喊了三遍 油条才从房间里出来 对着刘通怒道 你喊个锤子 我游戏都快通关了 你知道 刘通一脸惊奇道 卧槽 你不会一夜没睡吧 这时 油条一脸忧怨道 要不是你 带我入坑 我能一夜没睡 这时姜涵从自己房间里走出来 李牧 也从真摇房间里出来 姜涵气鼓鼓地看着李牧 恨声说道 如愿了 李牧倾咳两声 走上前去 揽着姜涵的肩膀道 你不是也这么气叹吗 不然你之前那么配合 听到李牧的话 姜涵翘脸一红 叹息道 还不是受不了 但是真的多了个姐妹 心里还是很别扭 李牧揽着姜涵 往楼下走去 边走边说道 迟早的是吗 你也不想 自己年纪轻轻的 就看着自己的老公憋坏了吧 看到李牧和姜涵走来 刘涵好奇地问道 姜涵姐呢 今天不吃饭了 你姜涵姐吃撑了 得躺会儿消消食 听懂李牧的隐喻 姜涵葱白的拳头 打在她的胸口 白了李牧一眼 姜涵不知道的是 经过一晚上的头位 原本体重只有一百斤的真摇 现在 估计得有一百零一斤 李牧当即大手一挥说道 今天吃米其林大厨的饭 尝尝大的餐桌上 瞬间摆满了各色西餐美食 刘涵看得眼睛放光 只见一道肥胖的残影闪过 刘涵已经坐在餐桌前 开始大口地看着牛排 看到刘涵的吃相 油条捂着额头 也缓缓地落座 慢条斯理地开始用餐 只不过 虽然没有刘涵狂暴 但是速度却一点不慢 西餐就是不行 满满一桌竟然不够 想想也是这一桌子 都是身体多次蜕变的人 能量缺口很大 食量大的惊人 李牧则只是正常吃了一点 毕竟 随着异能的进化 以及八次圆满的蜕变 他的身体 已经能依靠吸收能量 来代替食物 主要还是游饮 虽然不需要大量的进食 但是依旧需要吃饭充饥 当然了 食物本身的美味 是任何能量都凭剃不了的 油通 油条 还在做最后的扫尾工作 姜涵则是开始收拾起来 毕竟在这里毁掉之前 是要是继续住着的 而李牧 则是转身回到了 楼上针摇的房间里 看着还在熟睡中如玉般的美人 李牧也不忍心打扰他休息 就把食物放在插电的保温盒里 随后关上门 回到一楼大厅 说了一声 开车出门逛逛 姜涵应声道 去吧 注意安全 流通和油条 则是继续回房公关 今天不打通 官室不罢休 看着自己的两位好兄弟 还是这么的没心没肺 整天想着玩 李牧突然觉得 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当即出门开着车 在附近转悠 想着能不能碰到什么变异野兽 或者贪食者什么的 毕竟已经好久没有进步了 只不过开车的时候 李牧有些微微走神 回想着昨夜的疯狂 果然成熟的水蜜桃 不仅甜美还解渴 毕竟从生完孩子后 白文远就逐渐开始树立真摇 正值青春的女人 饿了20年 可以想象有多狂暴 李牧差点就被反客为主了 不过从真摇的手机里 看到他大学时期的照片 李牧恍然大悟 原来大学时期的真摇 虽然身高达到了一米七 但是长着一张娃娃脸 看起来比较幼态 而白文远 就是个有恋同痞的变态 自从生完孩子后 真摇的身形 以及脸型逐渐展开 娃娃脸变得成熟嫂媚 虽然更加的诱人 但却不是白文远的菜了 可不就开始天天不回家了呗 真摇也只能饿着 毕竟从单纯的学生时代 直接过渡到人妻 一直很单纯保守的真摇 有了女儿后 更是全身心的都放在家庭上 只是偶尔夜深人禁时 会心里会比较躁动 但是能忍也就忍了 而忍着了这么多年 终于能尽情地释放 那战斗力可想而知 此刻前江牧山基地内 司令员江坤 特战队总指挥长魏东霖 精锐王牌队长华月 负责研究进化工作的 副司令白文远 还有几位各个部门的一把手 都齐聚在作战会议室内 这一天的多的功夫 通过调用卫星 查看回放的录像 以及计真手段恢复的那堆碎纸线 终于可以确定 李牧等人现在的藏身之所 之前的行动 已经让基地的战斗人员损失过半 剩下的十支特战队 江坤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动了 而魏东霖的建议 则是拼着报废掉几处发射警 也要把李牧给绝杀掉 而现实就是 白天的气温接近零下80摄氏度 而到了夜晚 更是接近零下90摄氏度 前江市本来的驻军就不算多 大杀器更是少得可怜 一些储备也只是有备无患 只做了日常的养护 以及根据所在地区 进行对应的保养 突然温暖潮湿的地区 突然比西伯利亚还要冷 这些大杀器还能否工作 只能靠赌 而华越则是满脸的不甘 他不想让李牧死得这么痛快 而白文远 以及其他部门的一把手 则是一言不发 毕竟他们的所在部门 不涉及到作战任务 此时鸦雀无声的会议室内 江坤倾壳一声 率先打破沉默地说道 那就只用向最高战区 司令部申请调用弹道导弹了 也只有他们那里的重型武器还能用 毕竟军方总部下辖的作战部队 对于武器的养护是绝对到位的 毕竟守在沿海一线 保证全天候 全地形 任何时间都能迅速进入作战状态 是基本要求 见没有人反对 江坤当即解散了会议 众人走后 江坤拿起了一部红色的卫星电话 拨出了那个 他不愿意拨的号码 毕竟在这里是土皇帝 如果欠了人情 搞不好早晚变成别人的下属 第107章 都漠视了 谁还稀罕编制 你老江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听到电话另一头 那浑厚又中气十足的声音 江坤脸上的表情 微微一宁 正色道 许司令 我也不藏着掖着了 我这边遇到的大麻烦 两久之后 电话那头的许司令沉声道 动用这种级别的武器 你考虑过后果吗 江坤沉默一阵后说道 这个异能者太古无法无天 如果不以雷霆手段直接剿灭 以后必然会有更多的异能者效仿 老许 侠以武乱进这句话 从来不是说说的 尤其是现在 这个世道 是每个领导者都需要重视的问题 这个口子不能开 不然后患无穷 许司令也知道 江坤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但还是提醒到 大当量的武器不是没有 但是 核武器你真的觉得有必要吗 我当年欠你的人情 你要考虑清楚 如果只是动用大当量的武器 那我只当是顺带手的帮你 但是核武这种级别的 我这里存货也不多 在生产打一枚就少一枚 江坤此时已然处在暴怒的边缘 根本听不进去劝 对于这些 拥有稀奇古怪异能的异能者 他根本不放心 常规的武器手段 只有动用核武 让前江市的这些个势力都看看 和官方作对的下场 既然出手了 那就要产生绝对的威慑力 已经求人了 自然要利益最大化 至于许军生说的 顺带手帮忙 他江坤又不是三岁小孩子 一旦对方出手了 那就这份人情 就算是耗尽了 之后还想求到人家 那就得真金白银的去换 在这个末世里 任何关系纽带都不可靠 唯有利益 末世前还讲究点沾亲带故 人情换人情 现在嘛 他江坤 已经没有什么能跟人家换的了 毕竟老许这种讲究人 也不是大傻貌 人家讲究是不想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就是图个问心无愧而已 没有任何犹豫 江坤果断说道 必须合武 这次绝不给这种人 任何翻身的机会 江坤决然的态度 让许军生也不好再劝 于是点点头说道 好 如你所愿 只不过 我这只能给予你最小当量的 没问题吧 江坤无所未到 只要是核武 哪怕最小当量 十几公里的覆盖面积 还是有的 可以 加上一颗钻地弹头搭载 他江坤就不信 李牧还能顺移离开 至于地下防御攻势 现在的军队核打击 怎么会不考虑这一点 别说地下三二十米 就是七八十米 也别想能活下来 接着江坤说道 你等我这的实时坐标 我随时发送给你那里的 作战指挥中心 好 既然江坤已经决定了 那许军生也不再废话了 结束通话后 江坤闭上眼睛 靠在座位上 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今后的一切 就只能靠他自己了 除非交出大权 而江坤突然想到什么 猛然睁开双眼 或许还有办法 许军生一直以来都想着 让各个基地 把优秀的艺能者 人才给送过去 美其名曰统一培训 加速艺能研究 使国家 能站在艺能领域的前端 狗屁 说白了 还不是想收权 在末世 除了那些战略级的武器 各个基地的掌权者 最大的优势 就是掌控的艺能者数量 以及一些优秀的艺能者 毕竟末世前 越强大的个体 越容易蜕变成功 而蜕变的次数 决定了成为艺能者的前提 这一点上 军队的优势得天独厚 但是 如果能招揽到 李牧这个人的话 把他送去东南战区司令部 那么 既响应了号召 又能换取一些战略武资 两拳其美 当即 江坤叫来技术部一把手 他要和李牧通话 巡视了一圈的李牧 一无所获 只能无奈地返回别墅中 看到真瑶已经醒了 并且还和江涵一起窝在沙发上 窃窃私语着什么 李牧不由地感慨道 还是默示好 我爱默示 二女突然发觉 李牧回来了 皆是望向李牧 而真瑶和李牧的目光对上后 便羞涩地低下了头 这种少女的青涩 以及成熟妩媚的特征 出现在同一个女人身上的时候 对男人 简直就是绝杀 如果还是一个颜值身材 都完美到无可挑剔的女人 那就是男人克星 只要你是戴靶的 哪怕是弯的 都能给你履职了 李牧有些嘚瑟地 哈哈一笑道 怎么 两位大美女 是在交流经验吗 听到李牧的调笑 真瑶的脸更红了 江涵则是没好气地说道 便宜都给你占了 高兴了吧 没死了吧 李牧一脸正色道 这话说的 我这分明 是拯救你们这些 在漠视里处在迷途中羔羊 避免被坏人给吃干抹尽了 这是多么伟大的事迹 值得歌颂 你这个资本家的小姐 思想觉悟有待提高啊 当李牧正准备继续 CPU良女的时候 她的随身电话 竟然响了 李牧不由得一阵奇怪 毕竟这张电话卡 是漠视后 专门去营业听办的新卡 而且用的是虚拟身份 除了这个别墅里的人 不会有人知道 不过疑惑归疑惑 李牧还是接起来电话 毕竟 他现在不拘任何人 喂 哪位 电话那头 传来一个中年人的声音 说道 是李牧吧 李牧心道 竟然知道我的名字 难不成 就在李牧猜测 电话那头声音主人的身份时 那道中年声音自我介绍道 我叫江坤 是前江官方基地的司令员 李牧爷遇到 哦 请问江司令是有什么指示吗 当即李牧指了指流通的房间 江涵立马会议 当即就去通知流通油条二人 当个置换物资的货物 就是马上要变成空气 也不必在乎的他的态度 于是 江坤开门见山的说道 之前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 说起来也都是误会 现在 我诚心邀请你 加入官方基地 并且给你一个合法的官职 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李牧惊讶到 这就是传说中的编制 我也能当领导了 科技呀 还是触节 这时 流通和油条二人 已经来到客厅 李牧当即打了个手势 告诉流通四人 把手机扔在桌子上 同时 让油条带着二女先走 流通跟他留下来电后 而江坤这里技术人反馈道 确定五个信号员 全部聚集在武林湖景区的别墅里 卫星也在实时监控着别墅 目前有人离开 而且也不存在多电话传信的可能 声音检测没有问题 虽然李牧的语气轻挑 但是好歹提出了条件 江坤当即表示正处急 听到江坤的许诺 李牧更加惊讶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 少走二十年弯路 直接拟定退休人生 江坤听着一番互联网言论 极其不爽 但是还是耐心地说道 你不想吗 依靠官方 你会得到更加优质的资源 同时 你将拥有更大平台 李牧一脸正色道 江司令 正处急我没兴趣 破除我倒是在行 不知道你有女儿吗 还不等江坤暴怒 李牧接着说道 你脑子没病吧 都默示了 谁他妈在乎 你那狗屁编制 老子要的是自由自在 技术部的人都听到了李牧的话 纷纷憋着笑 但是又不敢笑出来 江坤眼色阴沉地说道 你这是取死之道 第108章 打了个寂寞 此时油条已经开着车 拉着江涵和真瑶二人 在地下通道内一路狂飙 而流通 已经在地下通道内的摩托车上待命 只等李牧下来 便可以把路彻底封死 就算是随后有人下来查看 也别想查出什么蛛丝马迹 毕竟 封路可比开路简单得多 不过应该没人穿着防化服 来着检查什么 毕竟按正常的情况来说 正面挨了一发核弹 能活下来的概率 必然是零 江坤知道 这个人情是非用不可了 当即命令技术人员 把李牧所在的别墅坐标 即刻发送给战区司令部 同时还想着 在电话中稳住李牧 毕竟 那可是无比宝贵的机会 必然要确保万无一失 江坤仍是寻寻善诱地说道 哼哼 年轻人 火气不要那么大 等你到了 我这个年龄 你自然知道 背靠组织的重要性 只要你 李牧拿着电话 不耐烦地打断道 行了 不想听你这种人瞎扯 你们这群只想着泡沫正极的废物 吹牛逼是一把好手 不说末世以来 你们毫无作为 就是在末世以前 你们这群满脑肥肠的老灯 也一个个的不干正事 别说跟你没关系 你就是那群废物的缩影 江坤被李牧一通数落 气得拳头捏得咯咯响 但是想到要拖延李牧 便忍住怒火 打算继续扯点口水话 谁知李牧那边接着说道 白文远那个炼童皮的老腊肠 在你边上不 听到李牧突然点自己的名字 白文远也是有点摸不着头脑 其他人更是好奇 李牧和白文远 这个从事研究工作的 怎么还能有仇 而且老腊肠 大家也都知道 这位白副司令 有一些无伤大雅的癖好 难不成真的是因为太过细小 只能从小孩身上找存在感 结果李牧的话 令所有人震惊 更是让白文远暴怒地 砸了眼前的战术平板 江坤好奇地道 你找白副司令有什么事 李牧有些兴奋地说道 告诉他 真摇是真的会摇 为了怕白文远不信 李牧特别提了一句 尤其是那股引人沉迷的体香 感觉到手机那边 传来浓重的喘息声 估计白文远快气的天灵盖 都飞起来了 于是加把火说道 那什么 白思明也很棒 还是盖饭顶饿 李牧心里默念道 姚儿对不住了 必须得加深一下刺激 确保他们一定要狠下心来 一发狠的 我随后一定好好补偿你 白文远对着江坤的手机咆哮道 你个小逼仔子 你给我等着 马上就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这时 江坤则是一把推开白文远 使了个眼色 仍是满脸虚伪的说道 李牧 你 行了 不和你扯了 刚刚这么一说 我又顶天立地了 吃盘带饭 拜拜火去 嘟嘟嘟 电话那头传来盲音 江坤脸色冷峻的放下电话 问道 战区司令部那边怎么说 一名技术人员回答道 司令部那边已经确定目标位置 需要您再再次确认一下坐标 看到战区司令部发来的复合信息 白文远当即表示无误 可以发射 战区司令部作战中心内 一名信息人员 向控制台的一名中校说道 前江牧山基地已经确认信息无误 随即这位中校立即联系到许军生 在取得授权后 按下了那枚鲜红的按钮 位于牛头山的一处发射基地内 一处发射井的缓缓打开 旗上的冰层 直接被巨大的机械力崩裂 随后一枚搭载了钻地弹头的核导弹 带着巨大的尾焰 笔直的升空而起 在半空中突然调整方向 以惊人的速度朝目的地飞去 而此时的李牧已经驾着一辆阿普利亚RSV4 带着流通在平坦的地下通道内飞奔 短短五分钟的功夫 已经及时出武林湖景区别墅十几公里的距离 而在摩托车驶过的位置 通道原本被挤压进墙壁的土石 开始不断地坠落 也多亏了这个通道 是流通用意能构建出来的 要是他李牧开着顿垢机自己挖 还敢开这么快 不用核打击 直接就把自己摔死了 在路上 李牧忽然想起张雨昕之前说过的话 他上一世死于核打击 到底是得罪了哪方势力 却死都没说 不过也不难猜 反正随后等铁柱回来 告诉自己这个基地的具体位置 那么别怪他李牧心黑手狠 鸡犬不留了 到时候 蚯蚓都给竖着劈两半 空中的那枚弹道导弹 在接近两分钟的飞行后 如同豆腐一般被钻了个洞 直到地下三四十米的位置 导弹上搭载的小型核弹 轰然爆炸 哄 一声足以让前江市 所有人都听到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 一朵美丽的蘑菇云在空中升起 这时 前江市内所有的势力 都在眺望那朵高耸的蘑菇云 同时 也在不断地猜想 到底是哪个倒霉鬼势力 惹到了官方基地 而四大势力的首领 则是一阵后怕 幸亏之前 没把官方基地得罪死 不然 真的会灰飞烟面 此时的武林湖景区的 那栋未同花大价钱购买的别墅 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深坑 直径至少在三百米 深度更是达到惊人一百多米 而以深坑为中心点 半径两公里以内的地表 光秃秃的一片 很明显 地表上不论是建筑 还是枯死的植被 亦或是冰雪层 都被核武爆炸时 释放的极高的热量 给瞬间气化 别说灰飞烟面 连灰都没有了 当代的小当量核弹 虽然爆炸范围小了很多 但是杀伤深度 以及杀伤面积 可一点不小 此刻别墅周围方圆十公里内 充满了核辐射 此刻 如果有人操控无人机 带着检测装备 落在爆炸中心的位置 那这个检测仪肯定爆表 只不过此时的李牧 已经在二十多公里以外 和油条三人会合 刘通剑兮兮的道 这一发打了个寂寞啊 李牧笑道 他打了个寂寞 我可不坏 到时候让他知道知道 什么叫一发入魂 第109章 伏地魔 第109章 伏地魔 一路无话 很快 众人便回到003号别墅下方的通道处 此时 一只全身近乎透明 小拇指大小的蚊子 静直落在李牧的尖头 告知了当时花月等人留下的一些东西 这些电子设备 在这种极寒的温度下 能工作几天 反正这地下四层 也还有备用房间 而且 这里本身就是规避合武的一处藏身地 与老板打造的这栋003号别墅 是真正的避难所级别的 地下每一层的厚度都达到了1 5米 尤其是地下三层和四层之间的金属隔层 更是厚度直达3米 而且 三层和四层的成漏斗状 所以导致四层的生活区 只有200平不到 剩下的一个大的金属隔间 则是放置发电机 以及储油罐的地方 这可不像魏大哨的那个样子 合金骨架填充水泥 再用合金封盖 这这八斤的通体和金打造 就算是江坤这老灯不放心 要给这里也来一发 那也完全带出的 钻地弹头 能钻到地下二层 就是极限了 毕竟这款金属材料 在国外可是被实验过的 不过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先在这里住一周 最起码 先把华越等人留下的电子监控设备 给耗煤电了再说 幸好地下四层的基本生活设施 也都齐全 除了没有厨房 李牧需要厨房吗 全世界出名的美食 都在空间里呢 不过坐以待毙 绝对不是李牧的性格 就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李牧每天晚上都会出去一趟 去牧山深处踩点 基地的位置铁柱 早就传达给了李牧 而踩点的目标 则是官方基地的导弹发射车 以及几座发射井 既然你们完步不转 那不如送了我了 在第七天的时候 李牧在牧山深处 找到了共计16台弹道导弹的发射车 全部满载 唯一头疼的是 这些导弹李牧压根不会拆 无奈之下 只能连车一起收进空间里 要不是空间足够大 还真是没办法打包带走 只不过发射井李牧并没有找到 而回到003号之后 李牧这次带来了铁柱 毕竟其他的蚊子 智慧可没有那么高 能否分辨那些感应设备 是否没电 还得靠铁柱 果然 在没有暖气和空调的情况下 室内的温度 几乎和室外没有区别 那些电子设备 早就没电了 于是 五人顺利地回到了地面上 终于结束了地老鼠的生活 大声的嚎道 自由的空气是那么的香甜 哦耶 给房子内花了一天时间除冰后 剩下的就交给保姆机器人打扫了 毕竟谁也没那闲工夫做家务 就连真谣都只想好好地睡一觉 而到了晚上 李牧便带着油条和刘通 出门直奔木山基地 虽然江涵很想随行而去 但是 毕竟这次是前行侦查 顺带搞点事情 显然油条更加合适 而刘通负责打动 被李牧言辞拒绝后 江涵也只能嘱咐李牧多加小心 回来之后有惊喜哦 惊喜 该不会是 嗨嗨 等我回来 李牧一脸严肃地说道 后半夜 三人已经潜伏到基地的排风口的位置 剩下就交给刘通了 经过两个小时不懈地钻洞 刘通已经累得靠着墙壁坐在地上 打死也不起来了 牧哥 我真不行了 我给你俩掠阵 毕竟是吧 我这个体格 也不适合当老六 李牧 油条二人对视了一眼 随即沉默地顺着地道 直奔基地内部而去 不过这牧山基地也是藏得够深的 原本是当年为了应对毛子们的外科手术准备的 虽然后来荒废了一阵 但是自从气候越来越反常 并且随着周边国家不断发生军事冲突 这里也再度进入军方的视线 虽然当时只是一手贤旗 但是没想到 在末日来临后 成为本市官方最大的依赖 要说军方的效率 真的是独一无二 本来就处在地下数十米的深度 结果又被拓展了近百米 甚至空间都扩大了数倍 而且家装上了电梯 就非得有流通不可 正面硬闯 十个李牧也够看 至于挖洞 洞得邦邦硬的洞土 就能把李牧的异能榨干十次不止 幸好有流通 李牧和油条两人 没有任何危险的直通地下三层的位置 据铁柱的侦察情况看 基地的第一层常住大量的守卫士兵 既是防止外敌入侵 同时也防止内部的人员叛逃 第二层就是工人们劳作的场所 人工发电以及居住 同样的有士兵的监管 第三层则是士兵们的居住地 而四五六层则是一些农作物 牲畜的培植基地 同时也是食堂所在 而这一层负责劳动的人 则不是被强制劳动的奴隶 而是有一定关系 但是不够硬 一些昔日的官员以及商人及其亲属所在 第七层则是实验研究基地 一些关于人体进化 异能研究的实验就在这里进行 第八层则是这里的官员 以及工作人员的居住地 这座基地真正的核心区域 就在第九层 深入地下二百余米的位置 为了避免暴露隐身的能力 李牧安排油条探路 不得不说 阴影潜藏这个异能 简直就是伏地磨利器 两人在地下基地内 简直就是如鱼得水 很快油条从一处 因为需要值班 所以没人的班房内 搞到两件士兵的服装 万一被发现 依靠身上的衣服 也能有个缓冲 而猎杀时刻正式开启 两人分开行动 不断地潜入 有士兵休息的房间 然后就是割喉的割喉 碎尸的碎尸 毕竟李牧的锋刃 已经运用得愈加成熟 轻易就能把人绞成碎块 而油条就像个刺客一般 虽然辛苦一些 但是悄无声息地解决掉 十几个人还是没问题的 当然主要还是靠 蜕变了六次的身体 对于肌肉的掌控 已经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 两人收割了几十个士兵之后 某个校官的身份卡 李牧把四五六层洗劫一空 当然 这其中铁柱鞠躬甚为 不然凭借李牧自己 早就迷路了 而就在李牧 打算前往第七层搞破坏的时候 刺耳的警报声响起 李牧和油条都以为双方暴露了 于是按照约定好的 风景 扯户 毕竟 只要没有被一网打尽 就还有机会 不凑巧的是 刚回到三层的李牧 就遇到了士兵的集结 无奈之下 也只能被迫跟队行动 在集合之后 最高指挥官魏东霖赫然发现 居然少了七八十名士兵 除却在其他层职守的士兵外 第三层的休息区 至少还应该有六百多人 现在列队之后 竟然离奇的少了七八十人 察觉到问题的魏东霖 急忙令确认的连队指挥官 赶紧带人查看情况 在听到报告情况之后 魏东霖的脸色 一下子严肃无比 到底是人还是怪物 有的房间士兵清一色被割喉 有的房间内的士兵 竟然全部碎成了肉块 竟然有人或者怪物 潜入了基地 这怎么可能 第一层的守卫 可是足足有两支特战队 清一色 都是异能者和蜕变者混合 除非当中有人叛变了 但肯定不是那个蜂女人的帮手 魏东霖实在想不通 这里发生的情况 当即下令留下两个连队巡查 封锁整个三层 发现陌生人或者怪物 就地击毙 其余人跟他一起去外面迎敌 他魏东霖就不信 那个蜂女人真的金刚不换 李牧运气着实好的那天 偷的这件衣服的主人 竟然是请假休班的人 虽然有人不认识他 但是李牧把自己的上级指挥官 挨个抱了一遍 任何群体中 总有几个比较内向的透明人 所以让李牧混了过去 跟随魏东霖 直奔一层守备层 不过李牧确实心有余悸 要不是铁柱提供的信息足够详细 自己这回真的栽了 毕竟这么狭小的空间内 聚集着这么多人 还有个实力绝对不比胖子弱的魏东霖 如果不计代价的 对自己发难 那能不能活着走出去 还真有味可知 不过李牧更好奇的是 魏东霖口中的疯女人 到底是谁 能让魏东霖这个相当出色的高手 如灵大敌 很快搭乘运兵T的众人 分批次来到了第一层 和魏东霖带来的人 合兵一处人数 已经多达400余人 其中蜕变者 竟然就有七八十个之多 虽然最高的蜕变 不过四次 但是量变必然引起质变 而异能者 也有二三十人 除了各连队的指挥官 这里至少有四支特战队 根据铁柱侦查的消息来看 蜕变者和异能者混搭的特战队 共计有二十支 精锐的纯异能者特战队 共有两支 一支是由手下败将化跃带领的 另一支由魏东霖直接指挥 负责保卫第九层的安全工作 而普通士兵超过一千人 尽管不是蜕变者 但是自末世以来 被空气中的能量逐渐改造身体 在不缺食物本身 又长期接受训练的情况下 身体素质比末世前 至少提升了百分之七八十 可以说 各个都达到了特种部队的基本水准 更何况 还有枪在身 镇压一些饭都吃不饱的劳工 肯定是没问题的 除了一队特战队留守 以及几十名普通士兵 剩下的人 全部跟着魏东霖前往地上 上来之后 随着走出山洞 李牧赫然发现 地上倒着几十名士兵 不是喉咙有一个血洞 就是胸骨塌陷 或者脑袋碎裂 看到这一幕 李牧心里不禁猜想 不会吧 果然很快就听到了 一个女人的娇喝声 是童望叔没跑了 关键是 这么一个外表欲解大长腿 内心少女软萌妹的女孩子 怎么成为了魏东霖口中的疯婆子 随着大部队 不断扑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李牧终于看到 画月身边 还站着两个浑身是伤的人 一个是曾经侦查过003号的海妖 另一个李牧没有见过 而画月此时浑身是血 但是肌肉异常粗壮 显然是服用了什么尽要导致的 而童望叔 则是手持一条长枪 浑身是血如一尊女武神一般 在看到魏东霖带着大队人马到来后 一个闪身 便消失在了茫茫哭死的灵海中 李牧奇怪的是 魏东霖竟然没有下令射击 要知道二三十米的距离 几百人一轮骑射 就连自己都得当场隐恨 也是了 虽然画月挺没用的 但是也不能直接击毙不是 不然人心一动 以后队伍该不好带了 眼见童望叔已经走了 画月终于是支撑不住倒在地上 魏东霖阴沉着脸也不说话 只是亲自抱起画月就往回走 趁着人多的空荡 李牧一个隐身 白白了您嘞 跟着铁柱传来的信号 不多时 李牧找到正在一处洞穴内休息的童望叔 察觉到有人来了 正在生活的童望叔瞬间起身 单手持枪 做出进攻姿势 整个人犹如一只暴墓的瓷暴一般 但是看到来人是李牧 童望叔脸上凌厉的神情 顿时变得有些茫然 想不通李牧怎么会找到这里 并且身上穿着基地士兵的衣服 这时李牧微笑道 好久不见 不至于这么兴奋吧 听到李牧的调侃 童望叔这才回过神来 声音中透露出一股疲惫感的问道 你怎么会在这 李牧当即一脸正色道 当然是为了你啊 说完 李牧快步走上前去 在童望叔惊诧的目光中 一把搂了上去 还好 两只小童没有受伤 也没有恶受了 被李牧抱在怀中 童望叔莫名地觉得 安全感瞬间拉满 握着长枪的手 也不自觉地松开 当郎一声 长枪掉落在地 这时 李牧轻轻抚摸着 童望叔的后背 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 放心吧 有我在 听到李牧的话音 再也绷不住的童望叔 竟然轻轻地抽气起来 李牧没有打断他 只是任由怀中的玉姐 揽着自己的腰 不断抽气 两久后 李牧从童望叔的口中得知 他们一行人 自那天分开后 便躲在两木山周围 一直躲到大雨结束 而极寒来临之后 因为食物短缺 不得不外出猎杀变异的野兽 但是蒋狱竟然遇上了木山的士兵 在通报了身份之后 得到的木山基地的邀请 没有去处的童望叔 以及剩余的几十个学生 也只能一同前往 但是在进入基地后 他和蒋狱两个异能者 自然被分配到精锐的异能者小队 而一些没有蜕变过的学生 则是被分配到二层的劳工营地 蜕变得过的学生 则被带走 说另有任务安排 一连过了几天 童望叔在去看望学生的时候 竟然发现 一部分学生竟然和奴隶一样的 坐人力发电机 俗称登自行车 但是起码每天能供应一些食物 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那些蜕变过的学生 则是有相当一部分人 被通知体检后再也没有回来 而剩下的几人 在所谓的预备队中 背下的惶惶不可终日 生怕自己也被拉去体检 得知这一情况的童望叔 急忙找到了蒋狱 然而蒋狱的冷漠 深深让童望叔不知所措 随后 蒋狱带着童望叔 前往了第七层的实验室 跟随蒋狱来到第七层后 童望叔惊讶地发现 竟然有十几个实验室 但是透过外面的巨大玻璃 能清晰地看到里面的情况 当中的一些仪器 童望叔听都没听过 科幻感十足 十几个实验室 似乎分成了多个实验步骤 而一路走到后面 几个实验室的时候 发现了活体实验 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药剂 被注射进实验者的体内 还有一些是类似于血清的药剂 更有甚者 通过脑机工程设备 连接活体的大脑 似乎是在移植数据 眼前的种种 让童望叔的三观都崩裂了 没想到官方的基地内 竟然存在于这么肮脏地方 这时蒋狱说道 你不会认为 基地内那么多的蜕变者 以及异能者 都是先天进化的吧 接着 蒋狱神色有些癫狂地说道 这个基地内的实验 已经取得了很惊人的进展 只要完成最后的几项实验 那么就能批量地制造很多高手 而且是很听话的那种 汗不畏死 而你和我也能变得更强 至于那些学生 他们 只不过是一些废物而已 幸好他们的身体素质还不错 比基地内抓到的那些 轻壮强得多 对药剂的承受能力也强得多 只要 这时童望叔抬起手臂 哆哆嗦嗦地指向蒋狱 狠声说道 他们是你的学生 你这么做 对得起 他们叫你一声蒋老师吗 这种实验 我知道确实存在 但是 我万万没想到 竟然会存在于我们的国家 更没想到的是 竟然是官方在主导 蒋狱露出轻蔑的一笑道 那些迂腐的人 自然没有魄力做这种实验 但是江坤司令 可是个魄力十足的领导者 如果这个实验能够成功 于国家而言 乃至于我们这些异能者而言 那是天大福音 只是区区一些贱民而已 他们早晚 也得死于这场灭世的天灾当中 能给他们一个 发挥余热的机会 为了国家贡献自己活不长久的命 那是他们的荣幸 文言 童望叔不想再做反驳 蒋狱已经疯了 本次说道 你在大雨来临的第一天 得到了消息 知道了雨水的进化功效 但是 你自私的 没有告诉任何人 算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现在有足够强的实力 自然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说一些不疼不养道的话 而我或者说 我们也想变得更强 只有官方变得更加强大 才能安然地度过这次的末世 你看看现在的情况 各大势力割据一方 完全不听从官方的号令 甚至于各大基地 都是像是救世时的军阀一样 听调不听宣 如果官方掌握了绝对的实力 那么 这种情况 会被迅速终结 而基地这里的情况 已经报告给京都那边 我家老爷子 对此没有说什么 你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吗 呵 童望书冷笑一声道 意味着 他们已经不把人当成人看了 随即童望书扭身就走 但是 走到最后一个实验室时 看到的景象 令童望书震惊不已 一名暴使者 正在啃食 一具人类的尸体 但是细看之下 这名暴使者 不论是体型还是眼神 都不像是那天 在地下公事中 遇到的那种 智慧 他竟然有智慧 而且 从这个纯金属打造的 实验室内 墙壁受损的程度来看 这个暴使者的攻击力 已经远远超过了 他之前见过的那些 看到童望书的惊讶 蒋玉得意地笑道 怎么样 实验的效果很惊人吧 童望书身形僵硬地 扭头看向蒋玉 而蒋玉说道 这是基地内培养的结果 这证明了 这条路是对的 只是需要微调 当然了 这种人形兵器 只适用于那些普通人 而我们这些异能者 或者那些蜕变者 有更加合适的药剂 不仅能使我们的异能进化 同样可以使我们 停滞不前的身体 再度蜕变 而那些学生 就是最佳的实验体 突然蒋玉 眼神炽热地 看向童望书 轻声说道 望书 我对你的心意 你难道还感觉不到吗 我 童望书当即后退一步 打断蒋玉接下来的话 一脸憎恶地说道 你这种丧心病的狂的人 有绝情的背影 看着童望书 火辣的魔鬼身材 回想着那天使般的容颜 以及欲解气息浓郁的气质 让蒋玉神色愈加的癫狂 要不是因为 迟迟不能拿下这个极品游物 他蒋玉早就离开这个破大学了 一个狗屁老师 有什么精 年年拿一血 早就腻了 离开第七层实验室的童望书 脑袋里疯狂思考 怎么才能带着剩下的学生 脱离险境 但是确实没什么好办法 不管是预备队 还是劳工赢 以他目前的权限 很难带人出去 直到当天的深夜 童望书悄然潜伏在 预备队所在的地方 虽然也是在第三层 但是却是在另一个 单独开辟的山洞里 不能带他们离开 但是仅仅是要看望他们 还是没问题的 而看守这里的校官 以为童望书 是作为老师 来规劝自己的学生 毕竟这几个学生 仗着末世前 有点家庭背景 各顶各的刺头 虽然被修理几次以后 老实了很多 但是难免会整出什么幺蛾子 已经决定要逃离的童望书 在快速解决了 看守预备队的守卫后 迅速打开山洞的大门 把近百名预备队成员释放出来 同时让几名学生 换上直守士兵的衣服 跟随自己直奔第二层 而已经收到童望书 提前通知的劳工营内的学生们 则早就等在工作间内 毕竟晚上加班 凭借积分 明天能吃得更好些 都是新来的人 难免还有些体力 于是就顺理成章地成为 少数加班群体的一员 童望书虽然没有动武器 但是其身手一点不差 电光火石之间 就解决掉看守士兵 而后立马带着 在加班的十几个同学 一同奔向第一层 只不过在第一层的时候 被拦住了 原因就是 任何想通过一层 进入地面的人 都要有魏东霖 或者江坤的授权 无奈之下 童望书只能化作女武神 一条大枪枪出如龙 短短两分钟不到的时间 一层守卫的士兵 被杀死杀伤一半多 但是这里的信息 还是被传递出去 很快一位东霖 带着轻卫特战队赶来助阵 结果自然是损失惨重 但是童望书也不好过 毕竟被二十多个异能者围攻 能活下来 就已经证明他的强悍 毕竟现在这个时间 还没有谁能习惯 与异能者对战 听到童望书的讲述 李牧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蒋玉 我内定的女人 你也敢有想法 如果知道李牧此刻的想法 童望书一定无了个大雨 合着人体实验 官方惨无人道的做法 竟然在你李牧心中毫无波澜 竟然只关注缠我身子的讲运 李牧听完童望书的讲述 也是一阵心惊 如果真让江坤这个老坤八 搞成了实验 那以后还能有活路 不说别的 按照童望书的描述 实验体催生成的暴食者 实力似乎远超那种 进化失败成为暴食者的人 最关键的是 这玩意儿 要是拥有了智慧 不用多 三五十个就能横扫整个前江市 不管你什么势力通通 都得灰飞烟灭 更何况 还有一些更为隐秘的实验室 童望书看不到 鬼知道 还有什么怪物会被造出来 更何况 还有批量制造异能者 或者蜕变者的手段 以及使异能者 快速进化异能 继续进行蜕变的手段等等 想到这李牧有些头皮发麻 虽然说其他的人的死活 李牧并不在意 但是这玩意儿 有威胁到自己的可能 那就绝对得给他掐死在摇篮里 这倒也不难 反正收集了十几台弹道导弹 投放上几个就能解决 但是据童望书说 还有几个学生没救出来 蒋玉呀 蒋玉 你他娘真是个棒拳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之前就猜到 这些个拖油瓶 可能会成为拿下童望书的绊脚石 没想到还真应验了 而铁柱是万万不能出手的 不然让童望书 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那就完蛋了 看来只能找个机会了 毕竟他李牧不是傻猪 拉帮套养废物的事 他可干不出来 至于把这些学生送回家 别开玩笑了 除了几个是京都人外 其他的来自全国各地 就算是想把他们送回去 天上的便衣飞行猛轻 也不答应啊 所以为了稳妥一些 只能把依托在童望书 随即李牧说道 望书 你救出来的那些学生呢 他们被安置在哪了 听李牧提到学生 童望书一脸苦笑道 就在附近的山洞里 那里有个地下的溶洞 温度不算特别低 勉强还能生存 只不过吃的东西不多了 那就好办了 当即李牧说道 行了 带我去看看吧 我有空间异能哦 听到空间异能 童望书瞬间瞪大了眼睛 毕竟上一次见面 李牧也只是从包里 拿出一些吃的河水 他本以为 李牧是和他一样的 强化型异能者 毕竟在那场生命之雨之前 李牧就能徒手干翻 一只暴食者 没想到 既然是空间异能 那李牧的蜕变次数 到底是多少次 难不成在那场雨之前 李牧就和如今的自己一样 蜕变到了第七次 那现在 正在惊讶中的童望书 再度被李牧给震惊开了一下 李牧缓缓开口 其实我是双异能 另一个异能是风 童望书 那你 这 还让不让人活了 反正迟早童望书也会知道 不如提前告诉他 展示一下自己不多的坦诚 而童望书呆呆地盯着李牧 内心震惊不已 蜕变次数高 异能还是俩 这个在漠视前结识的弟弟 这么猛的吗 自己的运气竟然这么好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气韵之子 随着眼前的晃动的手掌 童望书一时脸红地低下了头 毕竟盯着一个男孩子看 还被人家给发现 这种尴尬 随即李牧站起来说道 走吧 看看你那些学生去 看在你的份上我 无偿帮他们一次 童望书文言也站了起来 看着李牧的眼睛 真诚地说道 谢谢你 李牧并没有接话 暗暗道 是我谢谢你才对 赶紧带我找到这帮拖油瓶 连江坤带他们一起解决了 一聊百聊 走吧 童望书文言 直接一马当仙地 在前方开路 不得不说 没有人际的地方 这雪真不是一般的厚 跟在身后 看着在前方艰难开路的童望书 李牧有些心疼 毕竟 这可是重生之后的白月光啊 当即李牧叫停了童望书 在其惊诧的表情下 拿出一辆雪地摩托 顺势骑在上面后 看着童望书说道 上来吧 虽然你腿长 但是 我这辆雪地摩托 更快一些 听到李牧打去自己 童望书不由得一阵脸红 不过也不扭捏 随即骑坐在李牧的后面 纠结了一下之后 还是双手揽住了李牧的腰 只不过 当雪地摩托发动之后 突然一个急刹车 瞬间李牧就感受到 两团巨大的弹性 果然 霸道 被闪了一下的童望书 美好气地捏了一下 李牧腰间的软肉 毕竟他不是傻子 李牧的小心思 他怎么会看不出来 不过本就对李牧有好感 对于这种近乎于调情的方式 童望书并不反感 反而有些羞涩 可能这就是大龄初恋守卫者 特有的娇羞 随着在童望书不断的指路 奇怪吧 绕后李牧看到了一个不大的山洞入口 当即停下 收了摩托车后 随着童望书进去 只不过 这个山洞不大 顺着一条不算是路的小路 竟然往下攀爬了 足足二三十米 才到达地下 而十几个学生模样的男女 在看到来人是童望书后 齐齐松了一口气 毕竟他们的实力 简直太弱了 童望书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每分每秒都在单惊兽帕中度过 生怕有怪物或者变异野兽钻进来 当这些学生 在看到童望书身旁的李牧后 愣在了原地 这是当初在地下公式里 徒手打死怪物的猛人 似乎和他们的童老师 关系不一般 不过李牧也并没有主动 和他们打招呼 毕竟是一群没什么用的人 所以 李牧也懒得装 无意义的去表现 是不可能的 只不过还是随手一挥 地面上出现了十几份自热饭 以及矿泉水 然后笑了笑说道 一人一份 随即又拿出一张桌子 以及铺满桌子的食物 以及一大瓶泡着人参的药酒 毕竟恢复伤势需要大量的能量 而没有引的童望书 虽然是强化型异能者 恢复伤势速度快 但是同样消耗惊人 本来看着自热饭流口水的学生们 在看到摆满桌子的热气腾腾的大餐时 瞬间觉得 自己分道的跟猪食一样没区别 而童望书 看着桌子上的美食也是一愣 当他准备让学生们一起吃的时候 李牧淡淡地开口道 你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保障 你要是不补充够足够的能量 他们还能活多久 童望书一脸复杂之色地说道 可是这么多 李牧对着童望书笑了笑说道 吃不完那就倒掉 接着李牧抬手一指那十几个学生说道 他们并不是手无腹肌之力的人 在末世前 他们就比普通人要强得多 他们之中有几个是推变者吧 只要他们齐心协力 填饱肚子不是问题 现在这个世道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废物 注定活不长 你继续这么惯着 他们迟早也要把你拖死 如果他们愿意 前江市还是有几个市里的 凭他们的伸手 靠自己劳动换口饭吃 不是问题 我可以带他们去 童望书当然知道 李牧说的确实没错 但是身为老师的责任感 让他实在无法做到这么狠心 李牧继续说道 如果教你学武的人 和你一样像个保姆似的 你觉得你现在还能活着吗 文言 童望书也不再说话 而是默默地坐下静静的用餐 而这些学生 看到自己的老师 没有再为他们说话 又看了看李牧 也只能默默地准备自己的自热饭 毕竟这样的食物 可比他们鸡一顿饱一顿地吃 毫无味道的野兽肉强多了 只不过这些学生 看着正在用餐的李牧 和童望书眼中 多了一丝恨你 这顿饭童望书吃得如做针毡 如芒在背 如梗在喉 但是还是吃得一场饱 毕竟自从从基地中逃出来以后 他已经很久没吃过饱饭了 天天要为这些 跟着他出来的学生们奔波 而极寒天气来临后之前 还活跃的野兽 都不见了踪影 李牧则是慢条斯理地吃着食物 至于那些怨恨 仇视 甚至带有杀意的眼神 谁会在乎呢 看到童望书吃饱喝足后 李牧不急不缓点了根烟说道 你不是还要救剩余的学生吗 我倒是有个计划 怎么样考虑吗 听到李牧有办法 童望书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 急忙问道 什么办法 去了你就知道了 李牧淡淡一笑 转而起身收起桌子 施展风意 身体缓缓腾空 李牧故意露的这一手 让原本仇视他的学生们 眼神中瞬间转换成了敬畏 而童望书 也被李牧这一招给惊到了 飞行啊 古人练武修道的终极畅想目标 不就是长生不死 和翱翔天地吗 眼前这个小男人 带给他太多的震惊了 来吧 我带你走 咱们得快点 文言童望书展颜一笑 走向李牧 同时不忘对学生们说道 等着老师把剩下的同学带回来 到时候 老师一定会想办法 送你们回家 李牧心里默默补充道 我也会帮忙的 早日送你们回老家 童望书说完 李牧便揽着那纤细有力 不带一丝坠肉的腰肢 腾空而去 这手感 带有江涵的弹性 以及真摇的风鱼 完美的结合 都说三十岁 才是一个女人的巅峰 这句话果然没错 周围的积雪 瞬间覆盖了 李牧驾驶雪地摩托来时的痕迹 山洞口两三百米出完 看不出有人计的样子 转而对童望书说道 不把痕迹清理干净 万一出来巡视的士兵搜索到这里 那这群学生可就危险了 听到李牧的话 童望书也是心中一暖 这个小男人看着冷漠无情 但是心里还是有一丝善意的 在揽着童望书 向前飞行了数百米后 两人驾驶着雪地摩托 朝牧山基地的方向驶去 而一直趴扶在李牧脚踝处的 一只透明的蚊子 却悄然离开 不多时 李牧驾车来到河油条 流通二人约定的地方碰面 两个小时多没见 把这哥俩担心坏了 回去也不知道怎么交代 在原地等的是焦躁不安 此时看到李牧回来了 哥俩都有种想哭的冲动 只不过 在看到李牧身旁的童望书时 流通 油条二人直接惊掉了下巴 毕竟 这根风筝线放得也太长了 没想到 李牧这都能收回来 不愧是昆字绝传成人 李牧也不理会 二人惊讶 好奇的目光 当即开口 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 流通表示无所谓 油条毅然 剩下的就是童望书 只不过 这次需要流通配合一下 不然势单力薄的童望书 很容易栽了跟头 当即 李牧和油条 流通三人 再次直奔之前的地洞 不过 这次流通在每一层 都留下了一个通道口 打完洞的流通 很快回到地面 准备配合童望书 充当聊机 童望书看着流通 那胖嘟嘟的大脸 一脸严肃认真的 盯着手机屏幕上的游戏画面 不禁好奇道 现在的信号这么差 还这么冷 你就不怕 手机一会儿没电 收不到李牧的信息 文言 怕什么 随着流通一个响指 一只小拇指大小的蚊子 落在流通的手背上 得意地对童望书说道 这是铁柱手下的小弟 他们的王室牧哥的战虫 虽然这小蚊子 表达不了太清晰的意思 但是传递个简单的信息 还是没问题的 看着眼前近乎的蚊子 童望书再一次被震惊到 李牧之手段也太多了吧 虽然天上有月光 但是这大晚上的 如果被一群这样的蚊子偷袭 那不管什么高手 都得被炸成人尬 最重要的是 凭借自己的过人的无感 情人丝毫没有察觉到 这只蚊子飞行时震翅的声音 不多时 两人被基地山洞不远处的动静给吸引 只见从山洞入口处 出来几十名士兵 驾驶着雪地摩托 静止朝前驶去 而距离山洞不远的处 地上的积雪似乎不断裂开 一个巨大的方形洞口 展现在两人眼前 全是个升降平台 数量雪地突击车出现 车顶还有类似声波武器的装置 追随着刚才的雪地摩托去 而这时 刘通神色一正 当即说道 半小时后 就轮到咱们上场了 而李牧和刘通 此时分别在第四 第五层 不断地收割着人命 毕竟临近清晨 这时候 去第三层的士兵休息区 那就真的是找死了 即心中大惊 立刻通知到了值班的队长 看来那个潜伏的怪物 再次动手 一时间警铃大作 随着警报系统刺耳的声音响起 各层的值班守卫 开始迅速集结 而报警的第四 第五层 是重点照顾对象 所以 第六和第七层的电梯口 乃至升降台的出口处 都为了至少一个连队的士兵 一旦闯入者出现 几秒钟之内 让他变成筛子 就算是摊食者 也架不住被一百多把枪 一轮集火速射 而在第四 第五层 收割完一圈的李牧 和油条二人 顺着刘通 留下的通道 直奔第一层 要说刘通 还真是个宝藏胖子 不仅留下通道口 还贴心地准备了盖子 实质的盖子盖上之后 严丝合缝 除非使劲摁一下 不然就算盯着看 也看不出来 有什么问题 这水平 简直就是大国工匠 油条感叹地说道 李牧也点了点头道 如果将来末世过去了 城市重建的话 胖子一定是最强包工头 再给他配上一个 金属掌控的异能者 两人组合一下 一天起 一栋大厦都没问题 说完 两人对视一眼 笑得无比开心 不知不觉间 给胖子后路都想好了 紧接着 两人通过通道 一路攀爬 来到第二层 要让他们也体验一下 陷入人民的汪洋大海中 是什么感觉 一进入第二层 两人便分头行动 李牧这边 如同刀切豆腐一般 几乎只要有士兵 出现在他的面前 随手就是几道锋刃 直接销售 而油条通过的地方 满地都是后腰处 有着两团烟红血迹的士兵 两人一直杀到 劳工宿舍大门前会合 在油条的木凳口呆之下 一道近乎十公分后的 金属大门 在李牧的无形风钻之下 连十秒钟都没有撑住 便被钻破的一个 能攻一人通过的巨大缺口 这还能叫一能 这他们简直就是神通 油条清楚地感觉到 李牧的异能 绝对和他还有流通 不在一个层面上 仿佛就像是 两个世界的人 李牧完全没注意到 油条和金属门内守卫的震惊 在破坏完金属大门后 几颗闪光弹 顺势扔了进去 只听见砰砰砰 连续响起爆炸声 随之而来的 就是一阵阵惨叫声响起 同时伴随着枪声 显然在失去视觉后 一些士兵紧张之下 开始胡乱地开枪 毕竟到底是人是怪物 他们也分不清 至于队友 抱歉 先搂一锁子再说 经历过末世的怪物 变异野兽 乃至异能者的噩梦 这些普通的士兵 没有崩溃 已经是好的了 但是也处在崩溃的边缘 根本的原因 还是那种力量的巨大悬殊 以及无力感 然而 冲进来的两尊杀神 显然不是什么 有慈悲之心的人 不论站着的 还是倒在血泊之中的人 雨露均沾地挨了一记 无数灵力风 刃组成的刀网 煞内间 整个劳工营宿社区的走廊内 血腥味浓郁至极 原本已经麻木的劳工们 在听到外面的动静后 也只是有个别的人 趴在不大的窗口处观看 而这普遍都是 近来时间不长 还没有完全麻木的人 而那些已经近来 超过一个月的人 在每天16个小时的 极限工作状态下 早就变得 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麻木不堪 直到这些 如同肩房的铁门 被打开后 这些已经麻木的劳工 眼神中才出现 一丝别样的情绪 而随着李牧 和油条高声喊道 从现在起 你们自由了 但是 想要真正的 彻底的自由 还需要你们自己去拼 随着两道不同的声音 响起 自有两个字 在他们的耳边回答 这些行尸走肉般的人 眼神中 才逐渐出现一些光亮 而早就 反映过来的新来者 在街道李牧 和油条递过来的门禁卡后 不断地打开一扇扇大门 而油条好奇地 看了一眼后 只是张了张嘴 发不出任何声音 一个十二三平米的石洞当中 竟然挤着十几个人 恶臭味异常浓郁 而这十几个人 在突破第二层后 李牧随身的一只蚊子 立马飞往通道口 在李牧流出的一道缝隙处 钻了出去 给流通和童望书 两人报信 至于这些麻木的劳工 李牧当然没有全指望他们 只是用他们拖延时间罢了 如果他们同心协力 也不是没可能逃出去 或者占领这里 而收到行动信号的童望书 和流通二人 当即各自手持武器 奔向山洞路口处 拿着李牧给他们的身份卡 刷开了升降梯 而此时 一层的士兵 正在忙着镇压二层劳工的暴动 毕竟上千人的暴动 只依靠他们 这百十人 想要迅速平定 确实有些捉惊见仇 然而 在第三层的士兵 从逃生通道 以及电梯赶到后 在血腥的威慑下 终究还是勉强 镇压住了这一波暴动 而流通和童望书两人 也趁着这个间隙 在第一层站稳了脚跟 随之而来的就是 劳工们再次被解放 此时作战司令部内 江坤等一众高层 都在会议室内一言不发 而会议大屏幕上 不断切换着 每一层的直守军官 在汇报情况 当第八层的军官 正在汇报情况时 江坤等人 通过大屏幕看到 此人的脑袋 高高地飞起 脖子那整齐的切口处 喷起一道高高的血柱 此时 魏东霖脸色铁青地站了起来 当即向江坤说道 司令 我去解决了他 Z2小队的 会留下保护名的安全 说完 头也不回地 朝第八层而去 只不过 深得游击战精髓的李牧 早就带着油条二人 来到了第七层 此时 二人也被这一个个 实验室内的景象所震惊 听说是一回事 亲眼见到 又是另一种情况 而李牧 也只是震惊了一下而已 对于这些上一世 早有耳闻 只不过 油条却是第一次见闻 一股愤怒的情绪 瞬间腾起 毕竟 今天关在这里的是 这些倒霉被抓的人 谁知道 以后关在这里的 是不是自己这种 没有背景根基的异能者 供别人抽血 打药的去研究 就像末世前实验室里的猴子一般 而魏东霖此时 已经到了第七层 在看到李牧和油条二人后 眼睛一微微一眯 内心却震荡不已 这个流浪的异能者 那个矮个子异能的强度波动 竟然不比自己弱多少 而另一个高个子 自己竟然完全看不透 不过身为军人的魏东霖 压根也没有怯战的想法 李牧也只是对油条吩咐道 你去第九层 铁柱的族群会配合你 就一个自杀 就在油条要前往第九层的时候 魏东霖身形一闪 立马挡在了油条的身前 就在魏东霖出手之际 油条嘴角挑起一丝笑意 整个人后退一步 瞬间融于身后的阴影之中 看着油条身影的消失 魏东霖忽然想起 之前逢秒回来报告的情况 那个被灭的营地内 有一个异能者 能融于阴影之中 异能非常的诡谓 魏东霖没想到的是 这个人竟然会是李牧的同伙 而在魏东霖愣神的刹那间 李牧的刀 已经快要在魏东霖的头顶落下 已经来不及躲避的魏东霖 只能施展 亦能硬接这一刀 当这一刀 结结实实地落在了魏东霖的头顶 只不过 被其坚韧如合金的头骨给扛住了 只不过 仍旧在其头顶上 留下一道极为明显的刀痕 而此刻的魏东霖 双目泛着些许的绿光 整张脸长满了灰黑色的毛发 嘴部突出 双耳变得肩长 活脱脱一个狼人的形象 兽化异能 李牧眼见一击魏剑弓 立马整个人平滑后移 惊奇地看向魏东霖 之前隐隐能感觉到 魏东霖的强悍 但是在亲眼见过之后 李牧可以确定 这是末世以来 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 不论怪物 变异野兽 还是人 这种兽化异能 在异能进化程度比较低的时候 远比同为近战的强化型异能 要更为强悍 只不过成长上限不高 但是 前期猛的一塌糊涂 这时李牧忽然笑道 都说狼这种动物 是铜头铁脑豆腐腰 就是不知道 你的腰子够不够硬 魏东霖泛着绿光的毛子 死死地盯着李牧 刚才的那一刀 如果自己反应得再慢一点 恐怕就要被直接力劈了 丝毫不敢大意的魏东霖 摆出一个进攻的姿势 只不过 双手经过兽化 已然变得更像狼爪 配合这张狼脸 显得极为怪异 算了 先砍了他再说 李牧脸上挂着一抹笑容 身形一动 单手持刀 攻向魏东霖 劈砍刺 肖斩挑朴实无华的基础刀法 在李牧手中充满了神韵 时不时夹带着几招流通传授的刀法 竟然逼得魏东霖不断后撤 不过令李牧惊讶的是 十几刀砍下来 魏东霖竟然全用双臂给挡住了 不愧是在军队摸爬滚打二十几年的人物 别的不说 单说这份反应能力 可不仅仅异能和蜕变富裕的 而魏东霖则是每接一刀 就心情沉重一分 不是说 这人是风系异能者吗 怎么速度和力量完全不比自己差 而且完全没见这人 用异能来进攻 几乎被逼到墙角的魏东霖 眼中闪过一丝决绝 期盼着第九层的兄弟们 能赶紧解决了那个 能荣于影子的异能者 不然 只怕今天自己要交代到这了 突然 李牧似乎看到了什么 饶有兴致地问道 可以啊 双臂套着一层金属护臂 则则则 有创业 你是不是在想我一个风系异能者 为什么不用异能 反而跟你贴身近战 魏东霖仍是目光死死地盯着李牧 并未说话 李牧晚了的刀花说道 因为 我怕用了异能 你连三招都扛不住 在李牧口中 最后一个字 话音刚落 整个人以更快的速度 冲向魏东霖 只见黑影不停地闪烁 速度快到 在空中留下残影 一刀快过一刀 刀刀刁钻 狠辣至极 而身体已然顶在墙壁上的魏东霖 此刻浑身都是刀痕 烟红的鲜血 浸湿了衣服 只不过魏东霖拼着挨了两刀 用带着护臂的两条胳膊 死死地卡住了 刺进自己胸膛的黑色糖刀 泛着绿光的双眸之中 布满了血丝 眼见李牧失去这把锋利的无比的糖刀 后退了几步 魏东霖的狼嘴 扯出了一抹笑容 整个基地内的异能者 他都交过手 说实话 只要不是站着不动被攻击要害 基本上能给他带来伤害的几乎没有 而失去武器的李牧 如何能和自己拼体魄 只见魏东霖一手握着刀刃 把刺进自己胸膛的糖刀拔了出来 刀法他魏东霖不懂 不过拳法还是有些心得的 随即糖刀往脚下一扔 咆哮着冲向李牧 四郎找的大手握拳挥出 一道破风声响起 而魏东霖狼脸上的凝笑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错愕 是惊恐 还有痛苦 只见魏东霖挥拳直击李牧的面门 李牧不闪不闭 紧紧右腿后撤一步 右臂后撤一击猛烈的直拳直冲 魏东霖回来的狼爪拳 咔 一声沉闷的鼓裂声响起 魏东霖蹬蹬蹬后退几步 此刻的右爪已经变形 白色的骨头刺破满是黑毛的皮肤显露出来 而他的胳膊也无力的哒啦垂下 二十年军旅生涯 不论是严酷的训练 还是枪铃弹雨 都没能让他退缩 而眼前这个面容清秀的青年 紧紧一拳 就让他心生无限的恐惧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胎 他真的是风系异能者吗 为什么比华月那个强化型异能者 还要刚猛 速度 力量 甚至还要在佟望叔那个女疯子之上 要知道 佟望叔可是和他一样的 蜕变了七次的人 还是强化型异能者 两人切磋的时候 也就是不相上下而已 可是眼前这个青年 感觉到魏东霖内心已然崩溃 李牧清笑一声说道 特战队总队长魏东霖 不过二 所以 你要是没有什么绝活的话 那就麻烦你去死好了 这一次 李牧动用了异能 身形只有残影 魏东霖还没有反应过来 只感觉腰部传来剧烈疼痛 整个人都横飞了出去 动 狠狠地砸在了一扇玻璃窗前 已然不断口吐血沫 倒地不起的魏东霖 用那只完好的左手 拿出一只金属外壳的注射器 狠狠地扎向了自己脖子的动脉处 一管蓝色的液体 瞬间被注入体内 随后把注射器一扔 拿出一个类似遥控器的东西 按下了绿色的按钮 在一间最大的实验室内 一个类似装满透明液体 类似生物仓的容器 被缓缓打开 里面的液体瞬间涌出 一个原本紧闭双目的人 忽然睁开了眼睛 茫然地看着周围的情况 而此时的魏东霖 脸上露出一抹宁笑道 我会死 但是你很快就会来陪我 啪 一扇防弹化玻璃窗 被一头撞碎 一个头发稀疏 面如病鬼 身材瘦弱矮小的男子走了出来 听到玻璃碎裂的声音 李牧一招手 一阵风将地上的糖刀卷回手里 纹声便要过去 而磕了药的魏东霖 显然是打算 用自己最后这半条命 给李牧造成一些伤势 可悲的是 当魏东霖再次挥拳 冲到李牧面前的时候 缭绕着锋刃的糖刀 一个斜上挑快 本来快要触及李牧的拳头 带着大半截胳膊飞了出去 显然没有料到 李牧竟然可以斩断自己 带着护臂的胳膊 虽然受化之后 痛绝会降低数倍 但是这种切肤断骨的疼痛 让魏东霖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另外一只被李牧一拳废掉的手臂 让然搭拉着 现在两条手臂都废掉的情况下 魏东霖依然誓死不退 再次朝着李牧发起了进攻 在魏东霖爆喝一声后 低着头 就要用自己全身最坚硬的骨头撞击上去 看着如此坚韧又忠心的魏东霖 李牧有种说不出的意味 但是谁挡了自己的路 谁就要死 不管你昔日有多少荣光加深 这一次 李牧为了这个 还算值得尊敬的对手 用了全力 一拳 咔 咔 两道鼓励的声音接连响起 间隔的时间不足一秒 只见魏东霖此刻跪坐在地上 红的白的 从其头顶拳头大的鼓动中不断流出 而这个脑袋 以一种怪异的姿势 无力地垂下 而仅仅几秒钟之后 魏东霖的身躯 因为失去了异能的维持 终于便回了人形 但是伤口依然存在 看着死去的魏东霖 李牧感慨道 但愿你下辈子能跟对人 最好是别再遇上我 说完 李牧便朝着那道唯一的脚步声走去 在转过一个透明实验室的时候 李牧的神色突然凝重 实验室内一个合金钢架 已经被暴力拆卸掉 而应该被束缚在里面的 一只暴食者 已经被一个身材消瘦的身影摁 在地上不断地啃食 似乎是察觉到 有人在盯着他 这个消瘦的身影 转过身来的瞬间 就算是两世为人的李牧 也不禁吓了一跳 这他们是个什么玩意 眼前这个四人的怪物 身材矮小瘦弱 一米六左右的样子 头上稀疏到不胜极左的头发 脸色发青 一双布满血丝眼睛 瞳孔只有米粒大小 口中几乎瘦化的牙齿 沾染着暗红色的血迹 甚至还挂着些许的肉末 李牧心想 随唐英雄传里的李猿霸 差不离就是这个鬼样样子了吧 魏东霖的后手就是他 这如病鬼一般的怪物 看到李牧这个活生生的人后 顿时怒吼一声 随手抄起一把断裂合金棍子 就朝着面前的防弹玻璃砸去 而李牧则站在原地并没有动 他倒要看看 这个病鬼一样的怪物 到底有多强悍 咚咚咚 双手紧握合金棍子的病鬼 在猛烈地敲接了几下后 近十公分后的防弹玻璃 直接爆裂开来 病鬼十分迅捷地冲了出来 嚎叫一声朝着李牧冲去 凳子腿粗细的合金短棍 有棱有脚 如同古代的剑一样 带着破风声朝着李牧的身上呼啸而来 眼前这个病鬼一般的怪物 虽然攻击没有什么章法 但是力量大 速度快就足以弥补任何技巧上的不足 李牧并未后退 而是迎着这一棍双手握刀向向前横走 打算荡开一棍 当 然而出乎李牧意料的是在发出刺耳的金属交机声后 自己握刀的双手竟然被震得发麻 死 好强的怪脸 李牧的CPU烧得冒烟的也想象不出 这个勉强比猴子稍微强壮一点点的病鬼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力量 在他的身上并未感受到一丁点异能的波动 就连暴使者这种进化失败的怪物身上 都有紊乱的能量流转 这 不可学啊 肉身成圣 接下来 李牧和病鬼的身影不断的交错 纯靠蜕变八次圆满带来的体魄 李牧觉得 如果继续下去 病鬼 估计能把他耗死 推不可学了 这么瘦弱的身躯 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和爆发力 借着一个左正灯后退几步 稳住身形的李牧 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瞥了一眼满是缺口的糖刀 心痛不已 材料他不缺 设备他也有 关键是 不懂脆火的技术 他也做不出来啊 但是刚刚数百次的进攻下 李牧愣是没有一刀 能砍到这个病鬼的身上 全被他用合金钢棍给接了下来 此时 病鬼的手上的钢棍 也是不满缺口 要不是足够粗早 就被李牧手中的糖刀给削断了 看来材质上没差太多 只不过 眼前这个病鬼 似乎没有什么体力上的消耗 而李牧却在不停地深呼吸 要知道刚才的交锋中 李牧的糖刀上缭绕着锋刃 挥刀速度 比平时快了接近一倍 几百刀的挥舞下 体能的消耗十分巨大 可眼前这个病鬼 感觉调整过来一点的 李牧单手挥刀向前 朝着病鬼的腰部横扫 病鬼双手紧握合金短棍格挡 当不出意外 李牧手中无往不利的宝刀 应声而断 而趁着病鬼双手握棍 李牧的左手同样缭绕着锋刃 一记百拳朝着病鬼的太阳穴砸去 病鬼的头只是微微一歪 整个身体如同汗死在地面上一样 纹丝不动 然而巨大的反正力 让李牧的拳头感觉到一阵剧痛 右手的断刀朝着病鬼的双眼滑去 再挨了一拳后的病鬼 当即挥棒横扫 李牧顺势一转 整个人来到病鬼的身后 顺势双手握刀朝着病鬼的后脖梗处 猛然刺下 不料 竟然脑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转了过来 用其坚硬无比的头顶 应接李牧的这一击 心道不妙的李牧 手力已经来不及了 一咬牙 仍然双手握刀朝着病鬼的头顶刺去 本就残缺的断刀 此刻破碎成片 李牧也是发了狠 直接运足全身的力气 甚至调转异能 浑身附着疯开 猛然朝着病鬼挥一拳砸去 而病鬼用来格挡的合金短棍 同样应声断裂 已经被激发出狂性的病鬼 此刻俨然要和眼前这个人不死不休 接下来 依旧是你来我往 拳拳到肉 只不过速度上相差无几 但是力量上李牧略输一筹 幸好李牧是个正常人 比起失智的病鬼 多了一些灵动 尽管如此 依旧挨了几拳 李牧的身体是强悍 但是面对这个如同李源霸的怪物 仍旧疼得 差点去见自己的太奶 眼见凭贴身近战 无法拿下这个病鬼 而油条这么久了 还没没有回来 李牧不由的心神一沉 而病鬼里开满 是瘦牙的大嘴 朝着李牧一笑 仿佛在说 今天吃定你了 看着这个矮小的病鬼 竟然还能笑得出来 简直欺人太甚 不过李牧并没有着急动手 这个病鬼 似乎能察觉到异能的波动 这简直比他 自己能感受到疯的波动 还要可怕 毕竟不论是蜕变者 还是异能者体内 都实实在在的存在能量 只要距离不是特别远 这个病鬼都能感知到 所以 不论李牧再快 进攻方式再刁钻 始终能被截击 而不论病鬼怎么攻击 都会铲封 同样能被李牧所感知到 这就进入了相持的阶段 当然 李牧也不是没想过 给这个病鬼身上 塞一个白铃燃烧弹 但是这玩意 最高能达到1000多度的高温 一旦玩脱了 李牧自己 也得报销在这 要是自己是个火焰异能的掌控者 那就 不对 按照能量守恒来说 这家伙不可能没有消耗 自己都快累个半死了 对了 他一开始受到的伤 会极快地复原 而刚才受到的伤 现在还在恢复中 干 拼一把 李牧在病鬼的眼前瞬间消失 果然在隐身状态下 尝试着攻击了几次之后 仍然能被病鬼挡下自己的攻势 不由地暗骂一句 操 紧接着 李牧拜托了病鬼的纠缠 快速奔向魏东林的尸体所在 这种蜕变了七次的异能者 身体基本能保持很强的封闭性 亦能消散得极为缓慢 本来李牧以为 这魏东林的后手 是释放出基地内捕获的一些怪物 以及变异野兽 想着留着这一步咸骑 当个诱饵钓一波鱼 没想到 正好派上了用场 李牧借风而行 速度比病鬼略快一些 抢先一步 赶到魏东林的尸体前 全力催动 引如同身在沙漠中的人 看到了一汪清水一般 但是不到三秒钟的功夫 病鬼已然赶到 虽然只吸收了三分之一左右的异能本源 但是对于李牧来说 足够放几次狠招了 当即心念一动 一直点出一团 由无数蜂刃凝聚而成的球 直奔病鬼的面前而去 感受到强烈异能波动的病鬼 顺势一个驴打滚 避过这团绝杀技能 刚刚起身 魏东林的尸体便被李牧给抛了过去 感受到蕴含异能的血肉 病鬼神情一正 但是就这一愣神的功夫 原本远去的锋刃球体 在李牧的操控下 再次朝着病鬼回旋 病鬼刚刚抓住魏东林的尸体 张开怪异的大嘴咬了一口 顺势用魏东林的尸体 当作盾牌 朝那一团锋刃砸去 就在这时 一道巨大的螺旋锋钻 直抵病鬼的身体 刚刚躲过一劫的病鬼 没想到杀招接踵而至 只是多了魏东林这么一个能量体 干扰了病鬼的一部分异能感知 李牧接连释放两个杀招 即李牧的杀招也无所谓 但是权力战斗了这么久 病鬼自己也清楚地感知到 身体已经开始虚弱 面对背后袭来的风钻 病鬼怒吼一声 发出野兽般的咆哮 当即对着快被锋刃球缴碎的尸体 狠狠地撞了过去 希望李牧的两个杀招能互相抵消掉 就算是还残留着一些 那仅剩的一点能量 病鬼觉得自己可以硬抗一波 然后他就可以大快朵頤地享受李牧这个美味 然而 人之所以是万灵之掌 就在于人有智慧 能进行更为复杂的思考 简单来说 就是 心眼多一些 当病鬼拼着身上 留下十余道伤口 冲过锋刃时 一道更为凝联的锋刃 缭绕在一只手臂上 狠狠地朝着病鬼脖子上 那道不算深的伤口 狠狠地斩下 这一击 凝聚了李牧全身的异能 就算是拇指粗合金都能削断 还就不信了 这病鬼的骨头 能比合金硬多少 果然 李牧的权力一击 让病鬼的脑袋和脖子 只连接着一层皮肉 而整个颈椎 齐齐断开 大量的接近黑色的血液 不断涌出 只不过 在病鬼自知 躲不掉这绝杀一击的瞬间 猛烈地挥出一拳 掏向李牧的腹部 感觉像是被火车头 撞了一下的李牧 咬着牙 忍着剧痛 整个身体向前一顶 双手死死地抱住病鬼 基本上快要掉下来的脑袋 狠狠地一甩 病鬼整个身体横飞地出去 重重地砸在墙壁之上 然后缓缓地摔落在地 而李牧手中 则是病鬼的脑袋 其面部表情 争鸣到极致 满脸的不甘又愤怒的神色 让李牧心中无比的畅快 看着病鬼那对眼睛中 露出那那抹愤怒一击不甘 李牧像抓篮球一样 单手抓了起来 朝着这颗脑袋说道 我不喜欢你 这个眼神 说完 双指猛然穿透病鬼的眼睛 狠狠地一把 两颗燃血的眼珠 被拽了出来 扔在了地上 轻咳了一声的李牧 赫然发现 自己吐血了 刚才那一拳 真不是闹着玩的 尝试着运转了一下瘾 魏东霖身躯破碎后 能量足足流失了一半 不过剩下的这些 勉强也够李牧修复一下伤势 不出所料 这个该死的病鬼 果然身上没有一点能量 这一波泄亏 想到这 李牧突然原地跳起 双脚狠狠地落在地上的 那两颗眼珠上 啪 两颗眼珠同时被踩爆 李牧自语道 还没摔炮想 废物啊 紧接着 李牧抬手一挥 病鬼的身躯 以及脑袋 被李牧收进空间内保鲜 等我找个专业人才给你切片 好好研究研究 你他娘的 到底为什么这么抗揍 虽然蜕变八次的身躯 恢复力异常强悍 但是李牧感觉到 自己的肺可能裂开了 不然不可能每次咳嗽 都有不少血沫 不过经此一战 李牧赫然发现 自己那八次蜕变圆满的身躯 那道坚实的瓶颈 有些松动 果然 在末世之中 强者只于杀戮中绽放 但是感觉还死不了 于是赶紧直奔第九层而去 当李牧通过流通 留下通道 来到第九层后 惊讶地发现 第九层出奇的安静 想到油条 李牧的心不油的一尘 怎么可能呢 就算是化跃亲自出手 想杀了油条 付出些代价 自然可以 但是 想活捉 根本不可能 可是第九层 为何如此精密 保险起见 李牧立刻开启了隐身状态 以极快的速度 在第九层的各个通道走廊内 探查了一圈 果然就算处理得再干净 毕竟时间太短 很难做到完全的痕迹抹除 还是有一丝丝的血迹 幸亏身边 还带着一只铁柱的小弟 对血腥味极其敏感 而顺着血腥味 李牧一路找到一个 合金大门紧闭的山洞口 至于江坤等人 李牧并不担心他们逃掉 整个山洞 每一层都有数只铁柱的小弟 而地面上方圆五公里内 可以说 同样处在这些蚊子的监控之下 就算有密道可以逃脱 李牧也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消息 而此刻最重要的是 确定油条是否还活着 活着的话 是否被关押在这扇合金大门之后 至于是否是圈套 李牧压根没去在意 就目前为止 这个世界上任何材质构筑的监狱 只要李牧的异能恢复了 他都有信心强行破开 当然了 空间里还有大把的军火呢 铝热既燃烧淡 连水泥钢筋都能烧穿 一般的合金照样没问题 李牧当前内体的异能 已经恢复了接近一半的水准 于是毫不犹豫地施展 斩首并轨的那一招 此刻在做好准备 且无人打扰的情况下 这一招蓄力时间足够长 威力会更加惊人 瞬间一股强烈的气流 开始缭绕在李牧的小臂之右手上 随着气流及其快速地流转间 一股锐利质感显现 本来透明无色的风 此刻竟然显出淡淡白色光韵 下一刻 李牧的手掌对准了大门侧面的位置 只要把滑轨的地方切开 剩下的都好说 至于为什么不切墙壁 不用想了 一般这种建有金属门的地方 墙壁内必然嵌合进去一部分金属 切完石头切合金 李牧的异能扛得住 时间上也未必来得及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间第九层这么安静 但是留给李牧的时间不多 果然 这合金门的厚度绝对超过20公分 已经能伸进去多半个手掌的李牧 前方一空 李牧心中一喜 然而 开心总是短暂的 就在李牧打算继续切割 这座合金门的时候 一道电子音 让李牧面色变得阴沉 李牧 你很强 强得可怕 而且足够聪明 如果不是你今天现身基地内 我一度以为你 已经变成了争气 只有一个问题 你考不考虑效忠于我 听到这个魂熟悉魂厚的中年人的声音 李牧手上动作不停 只是高声喊道 江司令是吧 让我给你们官方当牛马 还是鹰犬 你觉得可能吗 江坤继续说道 官方 不不不 我只需要你效忠于我 你们这些异能者 尤其是你这种实力强劲的异能者 都是 可以吸收别人的异能本源的是吧 我可以提供给你 更多的异能者本源 甚至基地内能 促进身体再度蜕变的药剂 也可以公公 给你优先使用 哼 李牧冷笑一声说道 代价呢 当你的私家犬 江坤继续道 只是实力身份不对等的人 才会出现 主人和狗的关系 而你足够强 潜力也足够大 你和我是合作关系 我提供给你 你想要的一切 亦能净化的物资 原 等等 只要你想要的 我都能给你 李牧忽然停下身形 并没有回答江坤的条件 就在刚才 他似乎听到细微的声音 是油条的喊声 看来这座合金大门后面 还有无数个小监牢 当即 李牧派遣贴身的小蚊子 前去油条那里探听情况 眼见李牧沉默着 并不回答自己 江坤也不恼怒 只当是李牧在想谈判的条件 只不过吗 这么危险的人物 江坤怎么可能放心的 把他留在身边 同样的 李牧也在想 怎么才能把这老杂毛的脑袋给切下来 当即李牧说道 行啊 咱们见面谈谈吧 李牧竟然想和自己面谈 江坤差点笑出了声 为了稳住李牧 江坤继续说道 一分钟后 会有一架无人机去找你 他会给你一份药剂 不过你放心 这份药剂不会要你的命 只是让你的异能运转不畅 不然 咱俩见面的时候 你突然下杀手 那我岂不是死得太过冤枉 李牧略作思考道 好 可以 李牧心里暗道 我信你个鬼 果然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一架小型无人机下面 悬挂着一只 泛着淡紫色的药剂 飞行至李牧身前 没有丝毫的犹豫 李牧取下这只药剂 当着无人机摄像头的面 把这只药剂 注射在自己的胳膊静脉处 然后抬头望向无人机 说道 现在可以了吧 江坤的声音 从无人机上传来 你跟上无人机 他会带你找到我 李牧双手插兜 一脸无所谓的 跟着无人机离去 就在刚刚 那只小蚊子 把油条的意思 传达给李牧 油条之所以被抓 完全就是被 无数只安装针头的 发射枪给击中 导致异能无法调用 才被抓了起来 所以 油条十分着急地提醒李牧 千万不要上当 先走再说 异能无法调用 本来体内的能量 就所剩无几 几乎都被李牧运转 引来修复之前 病鬼给他那 含恨一击造成的伤势 而这只药剂 就算是毒药李牧 也无所畏惧 毕竟有金手指在身的他 只要不是被直接 砍掉脑袋 不论什么伤势 中毒都不足为据 不过让李牧惊讶的是 除了第九层 在这之下 竟然还有第十层 而这第十层 明显不在第九层的正下方 而是在往下十余米 错位近一公里的位置 而此时油条的隔壁 传来一道充满雌性的女声 担忧地说道 你的朋友似乎上当了 油条却毫不在意地说道 放心吧 木哥这么做 必然有后手准备 从来只有他坑人 我可没见过他被坑过 而远处一些的位置 则是一道悦耳动听的女声 听声音 应该是个萌妹子 激动地问道 是真的吗 那你的木哥 那么咱们就出去 油条此刻 躺在狭窄的监狱房间内 高喊了一道 放心 各把小时的事 当李牧一路跟着无人机 走进一间 几乎全是金属构造的房间后 房间内正对着大门口的玻璃墙面 出现了江坤的影像 只不过 两人都没有说话 似乎都在互相打量对方 李牧直接坐在身后的椅子上 悠哉地拿出一根烟点燃 看谁耗得起了 许久 江坤还是忍不住率先开口道 不打算说说你的条件 李牧深吸了一口烟说道 我也没别的条件 吃吃喝喝什么的 我不缺 至于女人 你们这个基地 能有什么好货色 这样吧 让化月过来 我给他一拳 不论生死这事 就算接过去了 其他的我不需要 另外 把我朋友放了就行 这俩条件不过分吧 视频里的江坤 沉默了一下后说道 魏东霖已经死在你的手上了 还不够 现如今 我这基地里面 能拿得出手 也就只有化月了 他要是再死了 李牧不耐烦地打断江坤道 魏东霖死有余辜 谁让他闲得没事惹我的 至于化月 我李牧的家事说来 就来说走就走的 逛窑子 还得给茶水钱呢 带着一堆人 长枪短炮地冲到我家 你让我就这么忍了 听到李牧说 魏东霖死有余辜 江坤的眼角 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 暗道 要不是你他娘的 发疯来我的基地里杀人 我的特战总队长 会和你对上 不过江坤为了继续拖延时间 还是强忍着心中的怒火说道 当初化月去你家 是我派他去的 他是军人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 就是一场误会 现在 你也把我这弄得一团糟 这事就这么过去吧 不过李牧压根 也不打算和江坤和谈 只是在细细的感知风的波动 只要有人在呼吸 离得不是非常远 那就逃不过李牧的感知 虽然这个药剂 能使一般的异能者 暂时无法调动异能 但是李牧明显跨越了 普通异能者这个台阶 只是体内能量的运转 略有影响而已 不过是在地下的缘故 导致李牧的异能 恢复得十分缓慢 到现在为止 也就恢复了不足两成 如果想要解决掉 江坤身边 那只元属魏东霖的 那只精锐小队 这一点能量 可不够挥霍的 况且体内的伤势 也需要持续不断地 使用能量修复 不过 自从搞定那只阿飘后 获得的那个新能力 还没有用过 对于当时 获得的新能力狂暴 李牧感知到的信息 是速度 力量 反应能力 以及抗击打能 都会成数倍的提升 而且 不会像当时的四眼巅弓一样 变成怪物 同样也不会失去理智 要是现在的李牧 再碰上当时的四眼巅弓 估计三拳就能让他过头七 毕竟当时只是蜕变了七次而已 现在八次圆满 而且 当时的四眼巅弓 也只是蜕变了两次的小脆皮 就算能借用阿飘的力量 提升的也有限 身体扛不住不说 变得不仁不轨 现在的李牧 在蜕变八次之后 体内自成循环 圆满无缺 外邪不入 压根也不在意 所谓的后遗症 毕竟 咱有绝世秘籍在手 突然 视频中 江坤的江坤 突然倾笑一声一说说道 打 看着视频里的江坤 一脸得意的样子 李牧嘴角露出一抹嘲讽之色 淡淡地说道 你脑子没病吧 看到李牧 还和没事人一样 在那坐着 江坤一脸的惊恶 满脸不可置信地说道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没事 你怎么可能扛得住 X30神经毒气 李牧淡淡地一笑 随即拿手一指上方的排风口说道 你是不是忘记 我的意能是什么了 疯啊 你个白痴 还有 你不会以为 你的那泼药剂 会对我也起什么作用吗 听到李牧的一番嘲讽 江坤的脸顿时黑了下来 毕竟他对自己基地内所生产的药剂 十分的有信心 凡是注射了这种药剂的异能者 无一例外 全部都无法调动异能 为了保险起见 给李牧的剂量 足足是两倍还多 怎么可能呢 只不过 江坤没有想到的是 针对一般异能者所开发的针对性药剂 只对这类群体有用 就像基因病毒 针对黑人生产的 自然只对黑人起作用 对其他的人种 能有用的概率极低 而李牧早就跨越了 普通异能者这个概念 不过李牧懒得再废话了 赶紧打完收工 回家左拥右抱的 给小头泡温泉去 当即 李牧催动了那只阿飘 遗留在李牧身体的 里的那股能量 在李牧的眉心 那眉血色的印记 再度浮现 而此刻 李牧整个人的身体 不论是骨骼 内脏 还是肌肉的强度 都提升了数个档次 从体型上来说 足足高了十几公分 肌肉也变得更加炸裂 眼睛的瞳孔中 浮现出一抹血色 细看之下 正是眉心那眉印记的样子 不过因为李牧本身的基础太高 所以 激发这股能量 并不能让李牧 像当初那个四眼巅弓一样 力量增长几十倍 但是六七倍的力量 提升也足够了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力量感 这一刻 李牧觉得 仿佛能拳打超人 手撕鬼子 看到李牧突然发生一变 似乎变成了如怪物一般 眼睛泛着血红 屏幕前的江坤被吓了一跳 不过李牧显然并没有在意江坤的感受 毕竟是一个将死之人 转身对着身后已经关闭的合金钢门 全力踹出一脚 二十公分后的合金大门 瞬间出现一个巨大的凹印 从外面看的话 骇然地发现 这扇合金大门已然发生形变 看着自己的杰作 李牧对这股力量显得极为满意 嘴角的笑意如同连发的AK47一般 根本压不住 李牧长笑一声 继续猛踹面前的合金大门 第五角的时候 这个大门已经扭曲得不成样子 带着断裂的门框飞了出去 随即转身 对着屏幕前已经惊呆了的江坤 咧嘴一笑 并且伸出大拇指 做了一个割喉的动作 而此时 江坤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当即通过另一条通道 直奔第九层 毕竟这个地下通道 也是末世后才建立的 还没来得及连接通往外界的升降台 而所有通往外界的路 必须通过第九层 只不过 当江坤带人 即将进入逃生通道 赶回第九层的时候 吓了一个料觉 李牧在其身后突然喊道 你个老坤吧 打算去哪呀 听到那个如恶魔般的声音 江坤浑身一击灵 头也不回地说道 给我拦住他 说完 跑向通往第九层指挥部的电梯通道 不过李牧并不担心 江坤能跑得掉 而是看着眼前这23位异能者 如同看到了一顿美味的大餐 而且是一顿能吃到饱的那种 毕竟现在的能碰到的异能者太少了 大多数都聚集在 那四个大型的避难所营地中 其余散落在这个城市里的零散异能者 想要找到他们 无异于大海捞针 所以当李牧双眼放光 表情略带兴奋地看着他们的时候 这23位异能者 每一个都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当然 任何团队里不乏投铁的憨憨 毕竟他们也知道 对于能进化的高等异能者而言 其他的异能者都只是养料 而这位代号暴雄的铁憨憨 正巧就是这种能进化的高等异能者 暴雄当即对着周围的队友喊道 咱们有23个人 他只有一个 怕什么 优势在我 就算是卫总队长 也不敢说能打赢我们 这家伙肯定还受着伤 大家别怕 干他就完了 暴雄此刻依然忘记江坤的嘱托 挡住李牧 拖延时间 下一刻 暴雄一马当先地朝李牧冲了过去 而其他的队友 再看到暴雄已经上了 皆是一咬牙迅速散开 对李牧进行合围 当然也有几个怕死的 愣在原地没有动 也并没有做出 抛下队友跑路的想法 依旧处在纠结中 而挥拳冲向李牧的暴雄 带着破风声势大力尘的一拳 狠狠地砸在李牧的脸颊上 然而令暴雄惊讶的是 李牧的头也只是轻微地歪了一下 脸上的表情都没有太多的变化 而暴雄则感觉 一拳打在了一堵金属墙面上一般 拳风生腾 骨头似乎都快要裂开一样 眼见攻击无效 暴雄也是个果断人 当即后撤 加入到队友的合围之势中 而暴雄的队友们 则是惊讶得合不拢嘴 暴雄作为副队长 身体蜕变了五次 并且也是一名肉身强化型异能者 同样也吞噬过其他异能者的异能本源 他全力一击下 就连魏东霖队长 想要正面硬扛下来 都要认真对待 但是眼前这个身形高大 双眸泛着淡淡红光 众人心里不禁心声感叹 然而就在众人心里打鼓时 李牧开口说道 你们不动手 我可动手了 说完 李牧就朝着刚才朝他挥拳的暴雄冲去 同样挥拳砸向他的脑袋 而暴雄身旁的队友 下意识地朝李牧释放异能 一把凝聚成火焰的刀 瞬间斩向李牧 异能离体攻击 这同样是一个不弱的异能者 看来今天不仅能吃饱 吃撑都没问题了 面对迎面而来的火焰刀 李牧不闪不闭 直接用身体迎了上去 然而 这柄火焰刀 也只是在李牧的体表 留下一道淡淡的痕迹 而李牧的右拳 已经轰向了暴雄 心里恐惧的暴雄 眼看着视若奔雷的一拳轰来 当即双手合拢 左手挡在右掌后面 打算应接李牧这一拳 不出意外 咔 暴雄整个人 直接被轰飞了出去 而双臂的骨头 直接刺破皮肉露了出来 被砸得背靠墙面的暴雄 刚一落地 打得暴裂开来 而李牧这凶狠残暴的一击 顿时让剩余的人 军心涣散 拦住 怎么了 这个老坤巴授的容易 没看到投罪铁的暴雄 都被一拳暴头了吗 一拳解决掉暴雄后 李牧缓缓转身 露出一抹细血的微笑 淡淡地说道 你们跑不掉 不如拼死一战 万一你们当中 出现一个狗哭 暴肿之下 干掉我了呢 那可是大功一箭 然而李牧的话 并未让众人 有拼命一搏的想法 接下来 李牧速度快到 只有残硬 每一次出拳或者出腿 都都会有一道 骨头断裂的声音 响起 也不是没人想着拦住李牧 给其他人 争取逃命的时间 然而 没有人能在李牧狂暴的状态下 挡住一招 横冲直撞的李牧 所过之处 皆是筋断骨折 口吐鲜血 短短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这支精英小队 就全部葬送在了李牧的手里 眼看 已经没有了威胁 李牧果断解除了狂暴的状态 当眉心和瞳孔中的血色纹路消失后 李牧瞬间感觉到一阵眩晕 双腿无力地坐在了地上 心之眼下还不是休息的时候 李牧忍着浑身的剧痛 以及强烈的眩晕感 及时催动你 顿时感觉到 一股股能量能量汇聚在一起 形成一股庞大的能量洪流 冲向李牧全身的毛孔 而原本因为痛苦 表情争鸣的李牧 在吸收到能量后 神色突然变得缓和起来 这股庞大而又精纯的能量 不仅使李牧的异能再度发生净化 而且还在不断修复李牧之前受到的伤势 甚至就连身体蜕变的瓶颈都再度一松 这一次的异能本源吸取 足足耗费了一分多钟 之前就算干掉一个序列异能者 他的异能本源 李牧也不过用了几秒钟 就吸收得干干净净 显然这是量变产生了质变 不过李牧思索的是 这人类的异能本源 比天地中的能量要精纯得多 看来人类或者变异的野兽 更像是一个能量提纯器 不过李牧现在没有时间去思索这个问题 当即从空间中拿出一套黑色的休闲衣裤 以及一双黑色的作战靴穿戴好 毕竟之前突然的变身 除了内裤弹性比较好外 其他的都崩碎了 接着又从空间中 取出一辆之前收缴的弹道导弹发射车 同时在导弹上设置了一个定时炸弹 既然不知道怎么引爆 那就让他训报好了 只不过遥控炸弹是距离引爆的那种 随即李牧拿出一个类似手环一样的东西 戴在了自己的手上 设置最大感应距离十公里 当即李牧赶到第九层 来到关押油条的监狱大门前 一个巨大的风钻出现 切割速度比之前快多 十几秒后 李牧进入监狱 迅速找到了油条的位置 然而 一道充满雌性的成熟女人的声音 吸引了李牧 当李牧跟着小蚊子 来到油条所在的监室外 面对十公分后的金属门 一个猛踹整个门 直接出现形变 当李牧准备第二脚 直接解决问题的时候 此时 监室内的油条连忙喊道 停一下牧哥 这里面的空间 比这个门大不了多少 你再来一脚 我肯定被拍死在里面 听到油条的喊话 已经垫不抬腿的李牧 硬生生的收住了力 好家伙 我踹第一脚的时候 你倒是吭声啊 说吧 李牧运转异能 顿时手上出现一层灵力的锋刃 对准大门的凹陷处 直接开始切割 片刻后 油条终于脱困 正要问现在什么情况的时候 隔壁想起一道充满雌性的女生 你好 请问 能顺便把我也就出来吗 作为回报 我会把有关 异能者进化的药剂制作方式给你 而稍远处 同样传来一道 声音甜美 但略显柔弱的女生 你好 请问 能把胃救出去吗 我擅长计算机 呃 你也可以理解成 我是一名专业的黑客 听到另外两个监视内 所关押的女性 所开出的条件 李牧确实有些心动 不过同时 李牧也打定主意 如果这两个人敢欺骗自己的话 呵呵 那四家大型避难所营地当中 有一家收留了很多歪国人 黑鬼也有不少 卖去扛黑炮 应该是个不错的声音 李牧当即说道 二位稍等 也没有多余的废话 李牧直接先把油条隔壁的那个女人放了出来 据油条说 这是江坤骗来来的一名生物学专家 在生物进化 以及制药领域 有相当的地位 齐老师在漠视前国内外 也是首屈一指的专家级人物 油条这么一说 李牧易能运转的速度陡然加快 这可是漠视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当金属门被切开后 眼前这个留着长发 带着无矿眼镜的女人 着实惊艳到李牧 即使已经拥有了真谣 和江涵 这两位世间少有的美女 但仍然被眼前这个 看起来三十出头 看起来知性高冷的美女所吸引 再加上其职业的光环加成 眼前这个境遇系游物 瞬间让李牧的心头一阵火热 在李牧的打量下 这位生物学博士淡淡的自我介绍道 我叫龙木兴 是一名生物学博士 作为救命的回报 我会把我的研究成果送你一份 李牧也知道 坤这种是急不得 尤其是对方不是那种 没什么文化的花瓶 须得须须涂之 李牧点点头说道 我叫李牧 我的情况想必 油条也和你说过了 等会儿 你们跟紧我 先把你们带出去再说 龙木兴文言点点头道 没问题 听你安排 李牧不由的一愣 随即笑道 跟聪明人打交道 就是省心 起码知道专业的事 交给专业的人 做 文言龙木兴 也只是露出一抹职业化的微笑 并没有继续说什么 随即李牧 走到了那位计算机专家的监视前 同样用锋刃 开始切割眼前的金属门 当龙木兴看到李牧的异能后 内心十分惊讶 这种异能掌控力 以及展现出来的威力 完全超出这个基地内 所有的异能者一个层次 此时的龙木兴 已经开始对眼前这个看起来 和他带的研究生 差不多大的青年 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十分想把李牧切片研究一下 这人的异能 为什么能进化得如此之快 而当李牧把这道金属门 切割出一个巨大的方形出口时 里面传出来一阵兴高采烈的声音 我终于能出去了 当这个女孩出现在李牧眼前时 李牧的表情出现了瞬间的凝固 感觉这个漂亮的女孩子 十分眼熟 好像在哪见过 但是一时间确实想不出来 而女孩在看到就自己的 是个身材高挑 面容的清秀的男生时 顿时有些羞涩 懦懦地开口道 我叫夏叔 谢谢 谢谢你救了我 而后面色一红 微微低头不再说话 李牧点点头说道 甭客切 今后还需要的你帮助呢 眼见人已经齐了 李牧看向油条说道 这里只关了你们三个 油条看了一眼 这两个女人随即说道 据他们俩说 之前这里最多的时候 关押着十几个人 每隔几天就会被带出几个 但是从来没有剑被送回来过 李牧点了根烟说道 走吧 看看其余的老鼠还剩多少 我们的女武神可是杀意盎然啊 以防有没死干净的老六偷袭 毕竟眼前这两个女人 不论是职业还是姿色 应该都入了牧哥的眼 万一要是出点意外 再失守一次 那就真的没脸见人了 走出监牢大门的时候 油条当即开口问道 牧哥 江坤这老东西不会跑了吧 李牧摇了摇头说道 放心吧 外面的两处升降台 已经被胖子封死了 鸡米厚的石板 堪比断笼炸 魏东霖已经让我弄死了 至于华月 但愿他现在还活着 当然 李牧已经感知过 第九层 目前除了他们四个 已经没人了 而第八层 那些文职人员 让铁柱的小老弟们 好好的开了顿婚 剩下的都往上跑了 当李牧一挥手 第九层中央大厅 出现一辆搭载着 弹道导弹的发射车时 除了油条外 龙木星和夏淑 都是一脸的惊讶 最感到不可思议的 当属龙木星 眼前这个男人 给了他太多的震撼 不仅艺能进化 远超基地内的水准 就连魏东霖那么强的人 都死在他的手里 而现在 他又展现出空间异能 双异能怎么可能呢 通过基地的消息渠道 龙木星之前做研究的时候 也了解过其他基地 乃至大区的一些异能者的情况 每个人只能领悟一个异能 是普遍的认知 此时夏淑的看李牧的眼神中 除了感激和对帅哥的羞涩外 多了一丝崇拜的意味 而龙木星则是惊喜 一个特有生物 作为研究对象的惊喜 而李牧则没有注意 这二女的眼神变化 只是带头一层一层的上去 当然了 每一层都留下一个大家伙 毕竟斩草就要除根 不论这些人是谁 躲在哪 李牧也绝不给自己找麻烦 直到来到了第四层 李牧敏锐地感知到了 异能者的能量波动 以前只是有微弱的感知 但是自从调用了阿飘的那股能量后 似乎对大脑的刺激很大 以前对能量模糊的感知 变得尤为敏感 当李牧四人来到第四层后 在李牧敏锐的感知下 发现第四层某蔬菜种植园内 竟然聚集着十几个蜕变者和异能者 以及数量不等的普通人 李牧也不想节外生枝 免得这两个美女专家心生反感 于是给油条使了个颜色 从空间中拿出一个黑包递给油条 油条当即会议 提着黑包就往李牧所指的方向走去 龙木星和夏叔好奇地看向李牧 夏叔直接开口问道 李牧 油条去干什么了 我们用不用等他 李牧继续带着梁女往电梯处走 边走边说道 没事 把这里的一些设施给毁了 不然被别人捡了便宜 那多亏的慌 此刻龙木星说道 第七层的设备需要收取一下 不然之后的工作 李牧挥了挥手说道 我这全都有 放心吧 保证给你搭建一个完美的实验室 听到实验室 还是给自己搭建的 龙木星心中一喜 但脸上依旧表情不变地问道 你怎么就确定我 会在你那里一直待着 李牧站在电梯前 扭头看向龙木星笑着说道 你不是很想研究我吗 听到李牧的话 龙木星翘脸一红 淡淡地说道 我没这么想 你想多了 李牧接着说道 同时 我能提供给你很多的样本 怪物 便衣野兽 甚至 未来还有更多的异能者 夏叔看着两人你来我往 颇有一种吃到大瓜的感觉 同时 心里又有一些酸涩 发现电梯门打开后 电梯里面居然全是尸体 大多都是被尖尖的巨石穿透 甚至有些人的脑袋上 罩了一个实质的头盔 被活活闷死在里面 看同旺叔和流通的进度不差 李牧挥手把电梯里的尸体移收 整个电梯瞬间干干净净 走进去后 转身看向二女说道 走吧 现在干净了 龙木星和夏叔二人 皆是咽了一口口水 表情略有紧张地进了电梯 李牧当即出言安慰道 死人其实没什么好怕的 活人才可怕 来到第三层后 李牧赫然发现 这里同样没什么人 不对 这股能量 不好 李牧当即甩下一辆大家伙 拉着两女直奔之前流通流下的通道 看得两女嘖嘖称奇 夏叔感慨道 这江坤竟然留下这么多后手 李牧并没有多做解释 刚才的他感应到了庞大博杂的能量残留 是暴使者的能量波动 但是更加强大 当时没好好地搜查一下第七层 让江坤这个老坤八 启动了一波后手 来到第二层 果然这里的能量波动多了起来 跟随着能量波动前进 走了没多远 就看到华月浑身是血的 在苦苦抵抗着六七个暴使者的进攻 而华月的旁边 只有几个受伤的队友 被一只贪使者打得只有招架之力 很显然 不论贪使者还是暴使者 都是非正常诞生的 其实力和外观 和李牧见到的有很大差距 龙木星见状 低声对李牧说道 这些应该是在 我被关起来之后研究出来的 只不过都是失败品 如果不是他们脖子上和脑袋上人机装置 他们随时会失控 如果可能得话 李牧扭头看向龙木星问道 碎块可以吗 听到李牧的话 龙木星愣了一下 紧接着说道 碎块可以 但是 李牧点点头说道 保鲜的问题 不用你操心 交给我就好 当即 李牧从空间内 拿出一台笔记本电脑 交给夏叔说道 这里应该能联网 你能把基地里的资料 全部拷贝一份吗 接过李牧递过来的笔记本电脑 夏叔眼前一亮兴奋的说道 好久没动电脑了 放心吧 这个基地的 网安水的很 李牧给了一个鼓励的眼神说道 那就好 我相信你 当即李牧喊了一声 华月 我那两个朋友呢 苦苦支撑的华月 以及几名受伤的队员 纷纷看了李牧一眼 但是没有人说话 毕竟一旦分神 立马就得死 李牧接着喊道 看来 你们需要我的帮助 全部趴下 只见李牧的指尖 凝聚出一个风球 在快速地旋转 随着李牧手指指向华月的方向 风球快速掠过 并且扑展开来 一堵高大的风墙 距离地面三四十公分的距离 呼啸而过 两出战场的人 都听到了李牧刚才的提醒 在感受到 一股风微风吹过的时候 纷纷退后 瞬间爆头趴下 这番摸不着头脑的操作 让那几只 暴食者愣了一下神 结果就是 全部被封刃组成的大网 切割成数十块 鲜血内脏流了一地 腥臭味 瞬间弥漫开来 随后李牧不紧不慢地走去 一地的血肉碎块 瞬间消失不见 只剩满地的鲜血 以及切碎的内脏 华月 以及那几位精锐小队的队员 此时看向李牧的眼神 充满了恐惧 那可是他们拼了命 才能勉强支撑住的劲敌 没想到 这个他们曾经通缉的李牧 竟然轻而易举的就搞定了 这种实力上的巨大落差 让华月这几人 心情十分复杂 杀了李牧 为死去的队友报仇 这显然一点点的可能性 都没有 而放下仇恨 确实对不起当初死去的队友 看出这几人的纠结 李牧看着华月等人 笑了笑开口道 怎么 还想杀我报仇 杀人者人横杀智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们不会不明白吧 怎么说 今天也算是救了你们一条命 不然 你们都得成为这些怪物的养料 当然 我也是不是邪恩图报的人 告诉我 我的那两位朋友 在哪就可以了 华月眼神复杂地看着李牧 犹豫了片刻后 还是说出了 刘通和佟望书的去向 原来江坤逃出来后 立马释放了第七层 所有的人造怪物 为的就是用怪物 把李牧给堆死 谁常想 刘通在第三层 拖延从第二层不下来 围攻他的士兵 而佟望书 就看着杀气腾腾的佟望书 提着一杆大枪 满眼怒火地看向他 无奈之下 只能先解决当务之急 命令所有的怪物 围杀佟望书 正头疼怎么解决那么多士兵 这下二十几个免费的打手来了 凭借过人的身法 把这群怪物引进电梯之后 佟望书快速闪出 给第三层苦苦坚守的刘通 送了一份大礼包 然而这些怪物 在离开江坤后 纷纷失控 就导致了李牧现在看到的局面 不过佟望书和流通 则把几只怪物引到了第二层 之后 华月就表示不知道了 李牧听完后 当即表示道 从今以后 牧山基地就不存在了 我觉得 你应该还算是个良心未敏的人吧 你和你的队友 可以带着剩下的劳工们 自己组建一个避难所 凭你的实力足够了 听到李牧的提议 华月陷入了沉思 看着华月陷入了沉思 李牧当即说道 当时我们各位旗主 你们是有江坤的指派 而我只是保卫自己的家 大家各拼手段而已 你们基地内做活体实验 罔顾人命 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 你不应该为自己之前的助纣 为虐赎罪吗 带着这些基地内的 其他劳工活下去 你就算赎罪了 虽然华月心里 还是有点疙瘩 但是经过李牧的一番 扑爱式的开解 华月也清楚 自己目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 那不如尝试一下 看到华月脸上的表情 出现一抹释然 李牧朝油条等人说道 咱们走吧 说不定 胖子被怪物追得到处跑呢 说吧 李牧静直地朝电梯走去 刘条和龙木星 夏书二女 则紧跟李牧而去 四人站在电梯里 看着仍在原地的华月众人 夏书这时说道 不管怎么样 活下去 很重要不是吗 如果能用自己的能力 帮助更多的人活下去 那才是你们身为军人的最大意义 本来已经动摇的华月等人 听到夏书的话 突然眼前一亮 本来还带有一丝沉寂之色的眼睛 顿时涌现出一抹炽热的光 华月一不当先地迈入电梯中 几位队员紧随其后 李牧等人来到二层 让华月迅速召集 这里还存活的人 毕竟有夏书这么个计算机天才 当即通过控制木山基地内的系统 使第二层的喇叭 自动播放全员集合的消息 只不过 为了防止有人不信 李牧让夏书加上一段话 木山基地爆破在即 想活命全员中央大厅集合 实现15分钟 过期不后 果然 听到基地要损毁的消息 在不足10分钟的时间里 大厅内就聚集了三四百人之多 当中还有二三十名士兵 不过能和劳工们一起出来 并且没有被孤立出来 很显然 这些人还算是有点人性的 接下来就是华月 把基地目前的情况 做了一番告知 不出意外 这些劳工都愿意和华月等人走 毕竟经常虐打 他们的士兵 已经被之前的一男一女给解决了 华月这个精锐特战队的队长 他们也没见过 但是起码没有虐待过他们 李牧当即提供10辆雪地运输车 当然 这本身就是木山基地内的东西 只不过 拿来做一番顺水人情 当然 还有额外四车的物资 总计14辆车 不过这些士兵也都会开车 怎么离开 倒不是个问题 很快 每辆车上挤着二三十人 华月的调度下 分批乘坐电梯前往面 要是那两个升降台还能用 一次就能走六辆车 现在只能一次走两车 而华月 以及几个特战队成员 则是分批护送车辆到达地面 再回来接下一趟 直至最后两辆车走完 华月跟随着装有物资的车离去 不过在离去的时候 告诉李牧他们上去后看到的情况 山洞外有十几个怪物的尸体 同时 还有一身一钱两个组印 应该就是李牧要找的人 而李牧则提供给华月 一个可以落脚的地点 那就是之前张宇兴家所在的那个小区 如果那里的人还活着 就顺带手一起收了 不用担心信任的问题 只要报他李牧的名字就可以 就这样 华月一行人带着近三百名劳工出发 那装有物资的两辆车当中 有两辆车 背符以及各类罐头 至少目前为止 对于华月等人 李牧算得上是人之一尽 至于后续能发展成什么样子 那就看华月的本事了 只不过李牧不知道的是 他的样子 已经被那解放的近三百名劳工 深深地记在脑海里 能拿出十几辆大卡车 还能让这些士兵听从他的命令 并且给了他们一次重生的机会 这几乎已经与神明无异 当华月等人走了以后 李牧才把第二层乃至第一层 端排了两个大家伙 之后 当四人再次回到地面上的时候 尽管穿得很厚 但是龙木星和夏淑两女 还是不免被动得瑟瑟发抖 而李牧则站在原地没有动 只是和油条点了一根烟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而龙木星和夏淑两女 则是被安排进入李牧准备好的 雪地突击车里等待 不多时 一只手掌大小近乎透明的蚊子 落在李牧的肩膀上 经过和铁柱的一番交流得知 事情办得很完美 铁柱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李牧便不吝啬地 拿出一具异能者的尸体 敞开夕夜 不多时 远处两个身影一胖一瘦 一高一矮 快速接近 果然是刘通和佟望书二人 见到李牧和油条安然无恙 刘通激动地和两人挨个来个拥抱 并且把自己和佟望书大发神威的事情 疯狂注水地讲了一遍 当然 刘通只是神化了自己 显然也就唬住了 因为好奇出来听一听的龙木星和夏淑两女 李牧和油条二人是一个字都不信 李牧随即看向佟望书 他发觉佟望书的神色有些不对 佟望书神色黯淡地 把之前安置学生煽动的那发生的情况说了一遍 就在二人离开不久后 在他和刘通等待进攻的那段时间 两队士兵外出 佟望书也只是以为去临时执行什么任务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些士兵误打误撞 找到了那些学生藏身的煽动 并且 煽动外还来了几只变异的野狗 士兵和野狗双方激战 惊吓到了学生 发现动静的野狗 有几只竟然偷偷溜了进去 随后又被解决完外面的野狗 又赶到的士兵抓获 在反抗之下 尹德本就伤亡不少的士兵们怒火中烧 把剩余的学生全部给枪决了 而佟望书和李牧 把基地内的怪物引出来解决后 佟望书带着活着 救出来的四个学生 赶往之前的落脚点 想着把学生们安置在一起 谁曾想到的地方 遇到了一个还未死透的学生 把遇害的经过大致讲了一遍 而在回来的路上活着的五个学生 竟然还能被蛇袭击 意外之喜啊 安慰了一番佟望书之后 佟望书也是孤身一人 也只能先跟着李牧回去 在车上李牧把龙木星和夏书的情况 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果然同为女人 还是差不多年龄的龙木星 十分的同情佟望书的遭遇 而夏书则是十分喜欢 这个焦国术的漂亮老师 三人相处的倒是愉快 只不过刘通心中一阵鄙夷 你就困吧 谁能困得过你啊 觉醒了荒谷神体 也不过就这样了吧 想到李牧回家后 面临的修罗场 刘通则一阵窃喜 内心忍不住的感叹 还是二次元和仿生小姐姐好 女人只能影响她出见的速度 就当李牧离开基地 差不多七八公里的时候 连续不断的爆炸声响起 高耸的蘑菇云 则不断的在涨大 久久不能消散 而前江市牧山基地 从此烟消云散 据铁柱报告 基地外方圆六七公里的范围内 并没有发现江坤的踪迹 看来江坤躲藏在基地内 最后连同基地一起消散 想到这 李牧微微一笑 并没有多说什么 此行完美 一切顺利 还有额外的收获 还有什么自行车啊 两辆雪地突击车 一路急迟 被寒风裹挟的细小雪晶 都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原本两个多小时的路程 因为回家的喜悦 生生被缩短到一个小时 虽然这是末世前的正常速度 但是现如今 满是厚重积雪的路面 没有翻车 已经是最大的奇迹 一行六人 大门已经缓缓打开 江涵和真瑶 一起撞进李牧的怀抱里 二女在李牧对怀抱里 抹着眼泪说着 听到牧山方向 传来接连不断剧烈声响 还有非常庞大的蘑菇云 担心李牧回不来了 江涵和真瑶 已经收拾好了东西 如果到了第二天 李牧还没有回来 他就要冲过去找了 不过 听到真瑶充满真情的话语 李牧知道 这个极品美妇 已经由内到外的 被他拿捏了 好半场后 江涵和真瑶赫然发现 流通和油条 还在旁边蹲着 百无聊赖地叼着烟 打着游戏 而这俩货旁边 还站着三位 同样各有千秋的美女 尤其是童望书 那张如天使一般的面孔 近身作战服下 丰满又充满弹性的魔鬼身材 一双大长腿 让真瑶都挪不开眼 而龙木星的脸 则给一人一种 禁欲系女神的感觉 尤其是其三十出头的年龄 高学历 特有的那股知性美 其身材也只比童望书差一点 更是让江涵 产生了一股浓浓的危机感 至于夏淑 则是给人一种温婉可人 甜美清纯的形象 虽然没有什么攻击力 但是那股柔弱感 更能激起男性的保护欲 只不过 江涵和真瑶都略微有些尴尬 还是龙木星和童望书 率先打了个招呼 缓解了尴尬 童望书有些心虚的 朝江涵打了个招呼 毕竟自己竟然和学生的男朋友 暧昧不清 这简直是 还好他不知道 江涵则是羞涩中 带着些狐疑的朝童望书打招呼道 童老师你 没事就太好了 童望书走上前 一把搂过江涵 语无伦次地说道 我一直以为你死了 蒋玉那个混蛋说 你被变异的野兽给吃了 同学们也都 江涵打断童望书说道 当初就是蒋玉和那几个王八蛋 想要 听完江涵的讲述 童望书的更加的愤怒 奈何这次没有发现蒋玉的深意 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前往东南大区了 而说到同学的时候 江涵突然冷漠地说道 童老师 那帮废物就不用再提了 童望书惊讶地望着江涵 满脸的不可置信 江涵则是一脸淡然地说道 那群吸血鬼 好吃懒做 都是些什么货色 童老师 你难道看不出来 面对自己的同学 遭到迫害 却无动于衷 甚至帮人渣选择隐瞒 幸亏他们死得早 如果你真的把他们带了过来 我一定让他们死得更加难看 听完江涵的话 童望书也是叹了口气 他知道江涵的心中怨气很大 不过现在那些同学也都死了 希望还活着的 江涵能慢慢放下吧 而同时 龙沐星率先朝真瑶开口道 学姐 好久不见了 真瑶则是很自然地回应道 是啊 有五年没见了吧 说完朝着众人说道 行了都别站着了 先进家里再说吧 接着朝下书看了一眼说道 看把小姑娘给动的 然后 就是江涵挽着童望书的胳膊 真瑶和龙沐星也有说不完的话 流通和油条 则是迫不及待 冲进别墅里 洗个热水澡 然后舒舒服服地涮一顿大餐 好好睡一觉了 只有李牧和夏叔两人走在最后 两人尴尬地对视了一眼后 一言不发地跟在那四女后面 朝家里走去 这分杂的关系 让李牧一阵头大 原以为 只要摆平童望书 和江涵这对师生就行 打死他也没想到 还有真瑶和龙沐星 这对师姐妹 他俩明显差着八九岁 估摸着是本科都是一个老师 还是说 白文远对郁姐行的不感兴趣 也说不准 毕竟这个老东西 有恋童匹 而这一次 竟然没有见到白文远和蒋玉 难道说 他们没有在基地内 看来得找个机会 问问华月了 毕竟他是精锐小队的队长 对这些高级官员 是有护卫任务的 进家门以后 这四女很出奇的 都没有搭理李牧 纷纷投身到烹饪的世界中去 这也让李牧略微松了一口气 索性拉着夏叔 把别墅逛了一圈 然后直奔地下二层 这里不仅有整栋别墅控制室 同时 这里也有机械工作室 医疗室 卧房等 而在夏叔挑了一间 距离控制室最近的房间后 立刻让李牧给其准备电脑 当然 普通的民用电脑 就算是在高的配置 依然落后均用十年 这就是军民永远的差距 当一台老M 第六代微型超级计算机 和德意志同样最新的 第七代超级计算机 摆在眼前时 夏叔的眼睛里都在放光 这种军用电脑的配置 无需多说 其电脑内的编号权限 才是最值钱的财富 看着夏叔同时操作两台电脑 一阵忙碌 虽然李牧看不懂 但是真心觉得捡到宝了 就俩自牛逼 大概一个小时后 夏叔才给两台电脑联网 当然了 毕竟这个别墅区内 有自己的独立信号基站 毕竟以这里住户的能量 再加上肯花钱 让通信公司开个后门 完全没有问题 夏叔一脸兴奋地说道 牧哥 有了这两台宝贝 我保证 以后这栋别墅的安防 绝对无懈可击 甚至 我们可以肆意地攻击全世界 而不用担心被攻破 李牧惊讶地问道 这两台电脑这要牛 夏叔满脸自信地说道 电脑只是一把锋利的武器而已 最关键的在于使用武器的人 李牧目不转睛地看着夏叔 一脸认真的问道 默示前 你没有被通缉 夏叔却一脸遗憾地说道 以前是没有合适的工具 也没有合适的机会 很多地方 也只能看一眼就走 根本不敢干什么 但是今后 只要是存在于网络上的任何情报 我都能搞得到 同时我已经利用这两台设备 相互攻击 把电脑的自带的追踪程序给篡改了 以后就算是调用他们原产国的卫星 都难度不大 听到这 李牧眼前一亮 虽然他没有割据一方 继而称霸世界的野心 但是有剑不用和手中无剑 那是两个概念 人才储备尤为重要 此刻李牧 看向夏叔的眼神 充满了侵略性 毕竟只有成为他李牧的适配形状 十岁之位 才是最保险的 面对李牧 那不加掩饰的战有欲 让夏叔脸红的低头 不敢再看李牧 看着眼前夏叔那羞涩的模样 李牧不由得食指大动 但是急不得 毕竟现在上面 还有没摆平的大麻烦 而夏叔才只是刚刚认识 还得再看看情况 毕竟日久生情 不如一锤定音 先让这酒再放一放 李牧又询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夏叔都一脸认真的一一解答 直到李牧以吃饭为由 终结了话题 来到一楼的餐厅 发现流通和油条这俩货 已经坐在了餐桌上 而在真瑶的带领下 江涵 童望书 龙木星 已经化身绝美厨娘 把一盘又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端上餐桌 在主位坐下的李牧 看着这充满烟火气的一幕 着实倍感欣慰 在这个极寒天气的末世之下 能活着 已经是极为不易 能吃饱肚子 几乎比肩末世前的 端上一碗官方赏狗饭盆 至于享受美食 那更是绝不可能 当然 李牧这里除外 流通 江涵几人 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面 只不过 今天有人帮忙 真瑶腾出手 来多做了几个菜而已 但是对于童望书 龙木星 夏书三女而言 在这样一栋 温暖舒适的房子里 吃上这样一顿丰盛的美食 简直如同梦境一般 虽然末世到来不足百天 但是那度日如年的感觉 已经深入人心 甚至绝大多数人 都是不是按天活 不及的事情 童望书 已经被震惊的合不拢嘴 而龙木星 虽然在基地内的前妻 属于科研人才 有着较高的伙食标准 但就算江坤设宴招待他们 这群高精尖的人 才达不到这个水准 夏书就更别提了 此刻口水 已经不断地分泌咽下 分泌 咽下循环往复 李牧也知道 这三位爵士美女 已经饥渴难耐了 当即出声道 开饭 大家边吃边聊 说吧 率先加了一筷子 红烧鲍鱼 放进嘴里 不得不说 真瑶做的鲍鱼 当真是鲜美无比 Q弹爽滑 众人眼见李牧 已经率先动款 纷纷不甘落后的疯狂加菜 聊天 开什么玩笑 在座的 不是被关在监视里的 就是在野外极限求生 养托油瓶的 要么就是刚刚经历完一场 厮杀后回来的 早就饿的前胸贴后背了 也就李牧已经进化到 不完全依赖食物的地步 才能做到细嚼慢咽 而真瑶则是看着众人 大口吃着自己烹饪的饭菜 觉得满足感爆棚 当初 守着白文远的空房 不仅孤方自赏 家里毫无烟火气 更别提给这么多人做饭了 尤其是成为异能者以后 精力体力更加旺盛 让他准备十桌饭菜 都不会感到丝毫的疲累 这时 李牧朝着真瑶和江涵 飞了一个眼神 看到李牧暗示 真瑶内心一片躁动 江涵也不自觉地夹紧了双腿 不由得更加快速地炫饭 赶紧吃完 赶紧收拾完食材呢 是最重要的那一顿 一小时后 餐桌上十几个超大分量的菜 被炫得干干净净 而身为强化型异能者的同望书 明显意犹未尽 不过流通油条二人 则是已经迫不及待地回房 继续在虚拟世界厮杀 其他人同样想好好地洗个澡 然后美美地睡到自然醒 至于桌子上的盘子碗筷 开玩笑 正是没办呢 谁有空收拾它 李牧的空间里 多的是 当众人各回房间休息后 李牧被江涵针瑶掺着回了房间 此起彼伏 高亢的嘹亮的声音 要不是这栋别墅的房间隔音顶级 那这一晚都别睡了 不过还得是成熟的水蜜桃 更加诱人 甜美多汁 解渴又顶饿 略过百万字细节 第二天清晨 李牧神清气爽地 在偌大的前院打了几趟拳 每一次挥拳拳踢腿 都带有凌厉的锋刃 对于现在的李牧而言 普通的冷兵器 等兵器爱好者的白月光 而真瑶和江涵 此刻皆是面色红润地 准备着上午茶 被滋润到位的女人 真的会发光 用餐过后 流通和油条 被李牧从房间里拎了出来 李牧打算去看看 华月那边怎么样了 顺带了解了解 江坤等一众基地管理层的情况 当然 这次会带上江涵 毕竟玩了那么多花活 答应人家的事得办 更重要的是 上一世的江涵 被称为剑皇 那可是一战一战打出来的 如果一直被养在家里 李牧等于是自废武功了 虽然 他有绝对的信心 能盖压任何异能者 但是他无法做到 时时刻刻地 守在他们的身边 况且 大将难免震前往 很难想象 如果哪一天 所以之后的出行 李牧会轮番带着真瑶 和江涵两人练手 在李牧等人即将出门的时候 童望书身后 跟着龙木星和夏叔两女 来到了大门口 童望书直言道 是有战斗吗 我可以帮忙 李牧看着眼前的三女 语气轻松道 去拉点物资回来 小事情 不用担心 童望书眉头微微皱起 有些不满地问道 我不会给你拖后腿的 毕竟家庭出身 让他很难做一个 安逸享受他人贡献的生活 而龙木星和夏叔二女 则表示 如果有需要 他们也可以帮忙 夏叔就算了 龙木星则语出惊人道 我是异能者 治疗类的异能 油条和流通乃至江涵 童望书都是一脸的惊讶 毕竟一名治疗型的异能者 有多少含金量 他们再清楚不过了 会杀人 杀你难以下手的那些人 例如 平民 老人 小孩 甚至孕妇 你能下得去手吗 在童望书的沉默中 李牧等人驾车远去 当一行四人 来到之前的落脚点后 竟然有直守的士兵 果然 华月在这里定居了 一路走进曾经待过的小区 看到之前那栋居住过的大楼 依然残破 李牧的嘴角 不自觉地微微一条 而流通 则是满脸的兴奋 小声地跟油条讲述着 当时李牧带着他买雷 不多时华月出来了 看到李牧后 先是惊讶 随后便猜到了什么 牧山的物资储存地 果然李牧一见面 直接开口询问 牧山基地物资储存的情况 毕竟李牧已经把偌大的牧山基地 给探了个底 就牧山基地内那点存储物资 两千把人的士兵 以及接近两千人的劳工 还有几百人的文职人员 光平第四 第五 第六层种植 养植的那点产量 根本不可能 华月其实也没去过 说了出来 毕竟他需要时常带队外出 基地周边的一些情况 很难瞒过他的眼睛 不过华月还是把自己的猜想 告诉了李牧 基地像南七公里左右的一处 废弃的防空基地 那里大概率是存储 牧山基地物资的地方 得到消息的李牧 立马带着流通 油条 江涵 以及铁柱上车出发 不过在临走前 还是向华月承诺 如果真的找到了 分他三成 也不是李牧 非得要这些物资 只不过 前江市那四家大势力 肯定会去寻找 毕竟他们手下 异能者不少 江坤之前想要收编他们 奈何武力不足 而那四家势力的首领 未必没想过 找到机会 一举拿下牧山基地 只不过同样 碍于实力不足而已 这物资储存基地 除了生活物资 同样肯定少不了 军用武器之类的 要是让其中一家 杰族先登了 那就麻烦了 人啊 在饿的时候 只有一个烦恼 那就是 如何吃饱肚子 当吃饱喝足以后 就会有无数的烦恼出现 避免的冲击 所以 他们还是饿着的好 每天怎么想尽办法的 填饱肚子 和同级别的势力 尔虞我诈 才是保持平衡的最好状态 毕竟牧山基地 之前的动静太大了 必然会引前僵士 无数大小势力的关注 李牧想着 要是这些人一开始 就死于天灾就好了 现在哪有那么多的麻烦事 这些存活下来的人 纷纷建立自己的势力 如同雨后的狗尿台 一样冒了出来 难罢啊 牧山基地 向南七公里 不孝中 已经有三拨人来到了这里 而李牧四人一兽 就在不远处观察 他们的衣服 都是雪地迷彩的那种 看样子 都是受过牧山基地的资助 这时 一个胸口 有一个类似火焰标志的男人 开口道 你们几家来玩了 而他身边站着的几位胸口 有不同标志的人 皆是脸色一沉 一位胸口 有鲨鱼标志的人说道 他妈的 没想到这么激烈 整个牧山基地都没了 一个胸口 硬有黑桃标志的黑人大汉 同样一脸 惊讶地看着眼前的废墟 操着一口别角的普通话 喃喃道 牧山基地 这是惹到了什么样的狠人 整个基地上的山 都被炸平了 周星 陈放 咱们注定白跑一趟 要不咱们走 黑人刚说完 胸口硬有火焰标志的周星 和胸口硬有鲨鱼标志的陈放 则是一脸鄙鱼地看向黑人 脾气火爆的陈放嘲讽道 约翰 你这个黑叔叔 坏得很啊 怎么 让我们先走 你继续探查 想得美 听到陈放称呼他黑叔叔 黑人大汉也不恼怒 露出一嘴白牙笑道 我的朋友 我怎么可能吃毒食呢 很明显 这里已经完全废弃 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工具进行挖掘 其次我并不认为 就算是挖得开 地下的设备 物资肯定也毁掉了 不过 黑人约翰的眼睛 朝着不远处 披着白色头棚的一群人看去 而周星和陈放 同样顺着约翰的目光看过去 而一群身披宽大白斗篷的人 则是无视了这三位基地代表 其中 站在最前方的一位身披白斗篷的老者 则是回过头 冲着三人笑了笑说道 不用这么敌视我们 我们也只是想着 来捡点残羹冷制 不过看起来 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能拿的了 四方势力见谁都不愿意先走 一副各怀鬼胎的样子 就这么僵持在这里 而已经看得差不多的李牧四人 则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里 直奔物资储存基地而去 来到华月所说的这座小山下面 地矮的山峰 在这片山脉中并不显眼 但是周围明显有人类活动的迹象 毕竟现在的风雪 相比较极寒来临的那几天 无疑小了很多 短时间内 很难遮盖人类的痕迹 李牧看着这座矮山说道 接下来就看铁柱的了 一直趴伏在李牧肩膀上的铁柱 腾空飞起 似乎在召唤自己的小老弟 不多时 一群近乎透明的小柱子 从四面八方飞了过来 经过末世几个月的发展 原本进化的小柱子们 已经从当初的几十只 发展到了上千只之多 战斗力直逼当初李牧遇到的铁柱 在铁柱的指挥下 纷纷朝着这座矮山飞去 已经有了一定智慧的小柱子们 已经不单单是 只从血腥味 以及人体的味道 去寻找猎物 就连一些建筑物的门户 他们都能够发现 在经历一个多小时后 一只个头 已经接近铁柱的蚊子 飞了过来 紧接着 李牧就收到了信息 果然 江坤 白文远他们逃到了这里避难 不过 显然他们没有预料到 隐藏如此隐秘的地方 会被人 不 会被一群蚊子找到 当即流通果断施展 异能地面上 瞬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入口 仿佛这个入口 是天然存在的一般 看来当时一天一夜 不眠不休的修建地道 流通在不断地 使用异能的情况下 对于自己身异能的掌控 得到了极大的进步 不多时 一个数百米长的地道 就已经构筑完成 当流通和油条二人 从地道内出来的之后 已经确定 物资储存 和江坤藏身的地方 就在这座矮山下面 十几米处 李牧当即说道 走 今天已决后患 听到李牧的决定 油条一马当先地 走在最前面 而走在后面的流通 顺势把地道口封死 避免被人捅了定 而这时 周兴 陈放 约翰 以及那一群身披宽大 白色斗篷的人 也来到了这座矮山基地的附近 只不过 他们遇到了和李牧一样的问题 看着眼前这座山 发出了沉思 他们的手下 都曾跟随着运输物资的痕迹 来到过这里 但是普遍在晚上 因为视线的问题 只能看到 有运输车开进山体里 之后 又从山体里开出来 至于入口在哪 他们确实探查过 并不像是有暗道的样子 只不过 这次是四家基地的二把手 一起清零现场 身后还带着众多的小弟 这次必然要把 牧山基地的物资储备给找到 至于找到之后怎么分配 那就看谁家的拳头大了 而李牧这边 一行四人 已经顺着流通打通的通道 进入到了地下的基地深处 李牧当即下令道 不留活口 明白吗 尤其是江坤和白文远 他们俩的照片 已经发给你们了 一旦遇上直接解决 他们说 什么都不要听 尤其是蒋玉 一旦遇到 绝不能留守 这家伙 艺能进化程度不弱 而且 蜕变次数达到六次 和油条你一样 也是个强化型异能者 从小习武 近战能力极强 所以 一定要对他做到一击必杀 这些老家伙 关当得久了 糊弄人很有一套 流通和油条二人 当即点头表示明白 而李牧看出了江涵有些犹豫 目不转睛地看着江涵 片刻后才缓缓说道 如果你下不了手 可以不跟着 就在这里守着就行 流通和油条对视了一眼 并未说话 在他们二人心中 早就对这个末世下的人心 理解得透透的 只要不是自己人 那就是敌人 面对敌人的心词手软 那就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 江涵在李牧的注视下 有些不知所措 有些怯懦地开口道 如果贱人就杀 是不是有点 李牧打断江涵的话道 如果没有人朝你出手 你可以不杀他 你自己决定 李牧自己也知道 大多数女人的心底 都还是存有一些良善的 根本原因 还是因为 没有受到过危及生命的伤害 而且 就算受到过伤害 例如 江涵之前被蒋玉和同学给迫害过 仍旧对这个世界抱有善意 所以 李牧打定主意 这次只要不是危及生命 不论江涵受多重的伤 他都不算出手 人嘛 总要吃点苦头 才会长记性 当即 四人分成两对 李牧带着江涵率先出动 刘通也提着刀和油条 紧随其后 至于地形 不重要 经过刘通的探查 一共就四层而已 从上到下一路杀过去就可以了 魏东凌死了 华月独立出去了 这个存储物资的基地 还能有什么高手 现如今就算有 凭借这两个小组的实力 也足以应对 当李牧进入存储基地的时候 发现面前这个基地内的空间 竟然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挑高足有四五米 各类物资摆放整齐 再拆开一些物资看了看后 李牧内心毫无波澜 全都是些罐头 风干的蔬菜 以及一些易保存的食品 李牧也不客气 绕着这些物资不断地走动 在李牧一走一过之间 摆放的物资不断地消失不见 短短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一整层的物资已经被李牧清空 看着眼前空旷的空间 流通嘖嘖称其道 这也太顺利了吧 这么多物资竟然没有人把守 油条左右打亮了一眼说道 顾摸着人都在下面 而且 积极有可能从外面入口 进入会直接通往最下面一层 李牧文言点点头道 条子说的有道理 下一层就要小心了 流通当即施展异能 原本土石结构的地面 像水流一样被分开 这个过程中 没有一粒石头和土块的泵射 此刻的流通 如同分水将军一般 反土石必要为其开路 眼见能通过两三人洞口出现 李牧率先跳入 在刚踏入这一层的时候 李牧李牧通过风的变化 感知到这一层竟然有十余个守卫 并且全部都是蜕变三次的水平 其中一个应该是个领头的 蜕变次数达到了四次 紧接着 流通 油条 江寒 分别跳下 只不过 除了流通凭借异能 可以做到不发出声响 而油条和江寒 则被李牧用风托举了一下 紧接着 在流通三人的注视下 十余公分 速度极快地朝着十余名守卫而去 当守卫们全部聚在一起聊天打牌的时候 十余道灵力锋刃 积射而出 分别斩向他们的脖子 而这其中唯一反应过来的 是那个蜕变了四次的队长 但也仅仅是扭头看了一眼 紧接着 自己手下的士兵 以及自己的无头躯体 就展现在眼前 随后就是一阵天旋地转 并且 自己朝夕相处的兄弟们 同样脑袋飞舞着 眼看如此轻松 且翘无声息地解决掉这些守卫 江涵的脸上露出一抹震惊之色 而流通和油条已经司空见惯 但是 江涵已经很久没见过李牧出手了 紧接着来到第三层 这次李牧没有再率先下去 而是让流通打头 果然在江涵最后一个下去后不久 第三层传来了激烈的打斗声 并且 还有枪械的声音传来 两久 当打斗声渐渐消失 李牧才不急不缓地 从通道的入口慢慢飘落 看着眼前的景象 丝毫不觉得意外 果然 江坤和白文元等人就在第三层 看来油条说的没错 第一层直通入口 不过油条的肩膀上有一道极深的口子 尽管用手捂着鲜血 还是不断地渗出 当李牧的目光扫过流通和江涵的时候 发现这两人身上同样有血迹 但是都是别人的 而江涵则有些羞愧地低下了头 很显然 油条肩膀处的伤势 是给江涵挡了一下 才致命伤造成的 不然 以油条的异能特性 以及六次蜕变的体魄 能让他伤这么重 除非是硬刚化月 或者魏东陵 而白文远则贪坐在地上瑟瑟发抖 江坤看到李牧竟然对自己的蔑视 当即指着李牧说道 你知道杀了我会有什么后果吗 听到江坤带有威胁的话 李牧缓缓转过头 用一种细血的目光望着江坤 淡淡地开口道 杀了你 蓝星会爆炸 一道无形的锋刃 冻穿江坤的肩膀 江坤当即发出一声惨叫 随后如同竖法一般 江坤被李牧用风禁锢在半空中 连挣扎都做不到 与此同时 还有十余个受伤的士兵 在经过十几分钟的哀嚎后 整个第三层变得出奇的安静 只见江坤和这十余个士兵 除了脑袋之外 脖子以下 就像是一副完美的骨骼标本 十余颗面色痛苦猙獰的面孔 并没有让李牧的内心 出现一丝的波澜 而这时 李牧看向江涵说道 如果你依旧这么心慈手软 那以后就待在家里好了 这时江涵眼神坚定地 看向李牧说道 放心吧 我不会再因为我的愚蠢 导致任何一个朋友受伤 李牧点了点头道 那就好 随后 李牧把目光转向 已经摊坐在角落的白文远 看着这老家伙 裤裆下的水渍 李牧四人都面露鄙夷之色 而白文远 似乎并没有觉得羞耻 反而跪着 爬到李牧的脚下 疯狂地磕头 嘴里不断地说着 放过我吧 求求你 放过我 我可以给你 李牧看着求生欲 依然炸裂的白文远 满脸细血地说道 真瑶和白思明 以后都得丢我生儿子 你没意见吧 听到李牧的话 不停地磕头求饶的白文远 明显地身体一僵 继续磕着头说道 没问题 没意见 您想怎么着都行 吃盖饭也没问题 只不过 白文远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阴毒之色 心里想着 现在这点屈辱算个屁 等他到了东南大区 那里的研究所 还是很看重他的 到时候 要什么样的花孤朵没有 至于真瑶这个骚货 还有白思明这个孽种 到时候 直接把他们给抹除掉 省得给自己丢人 虽然李牧并没有看到 白文远眼神的变化 但是不论如何 今天李牧都没有打算放过白文远 毕竟没有哪个傻子 会留着不安定因素在身边 不过羞辱一番 还是有必要的 随即李牧一挥手 一根绳子出现 把江坤紧剩脑袋的骨架 绑在白文远身上 又拿出一根双狗的链子 套在白文远的脖子上 虽然江坤的尸骨 很隔应人 但是为了活命 白文远还是瞬间心领神会的 开始学狗叫 汪汪汪 江涵惊讶的看着白文远 难难道 还真有人能自甘下见到这个程度 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 听到江涵的话 白文远险些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怎料江涵再次补刀刀 还好姚姚姐 没有替这种人一直守活寡 不然真的是蠢到家了 这一刀 让白文远喉咙一甜 把已经冲到嗓子眼的血生生的 给咽了下去 绝不能被眼前这个小蹄子 影响到自己学狗叫 活着 只要活着 将来他白文远 必然是站在金字塔间的男人 今日所受的屈辱 一定会加倍还回去 刘通则是从背包里 拿出一包零食 边吃边说道 嗨 人嘛 为了活着不跌分 油条也顺势说道 就算活得像条狗 不对 应该是不如狗 也是活着不是 本来被胖子安慰到的白文远 心里暖洋洋的 又被油条刀的一口老血上涌 李牧无视白文远的狼狈 朝着刘通说道 赶紧打通地道 把下一层的物资 也给收缴了 仅仅几秒钟的时间 地面上一个大洞再次出现 不过这次李牧并没有让谁下去 而开口说道 铁柱交给你了 带着你的小老弟们 吃炖饱的 听到李牧的命令 铁柱瞬间召集几百小弟 跟随着自己 朝着通往第一层的洞口而下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下面不断传来枪声 而李牧则吹着口哨 把狗链甩在白文远 湿答答的屁股上 感受到铁链的鞭斥 吃痛的白文远 就连发出的狗叫声 都大了很多 仿佛是在宣泄身体的疼痛 和心中的仇恨 反正李牧也听不懂 接着 刘通三人就看着李牧 牵着白文远 开始收缴这一层的军火物资 不过已经见怪不怪的刘通等人 则是一人找了个箱子 坐在那吃着刘通分享的零食 饶友兴致地 看着一条狗人的驯滑之路 等到下面彻底安静 李牧这才一脚 把白文远踹进地面上的大洞里 紧接着 自己也跟着跳了下去 刘通等人紧随其后 毕竟挑高四五米 再加上每一层的两米多的厚度 这要是摔实了 白文远恐怕当场就得去世 不过紧随其后的李牧 则是用风拖住即将摔死的白文远 不过狗链瞬间绷紧 也差点把白文远给勒死 落地之后的白文远 不断地咳嗽 但是 听到李牧倾咳一声后 咳嗽声瞬间变成了狗叫 看着背着江坤骨架的白文远 身形勾搂的 像狗一样的爬 李牧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种练铜匹的人渣 也算是得到报应了 看着这一层的场景 李牧心下一沉 恐怕这次铁柱的小老弟们 要损失惨重了 果然 经过铁柱的传信 干掉三十多名守卫士兵 损失了一百多名铜族 其中近百名铜族 都是被喷火枪烧死的 看来还是进化的层数不够啊 李牧不由地想着 看来得尽快 让这些小老弟成长起来了 毕竟将来有一天 成千上万巴掌大的蚊子 如同乌云盖顶般扑向敌人 那场景想想都不寒而栗 就算是李牧 自己都觉得头大 已经落回李牧肩膀上的铁柱 惬意地趴扶着 铜族的大量死亡 并没有给铁柱造成什么影响 毕竟作为一族的王 怎么会在乎小老弟的损失 只要他自己还在 族人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 看到李牧并没有打开大门 江涵不由地问道 我们不走吗 李牧转头朝着江涵一笑说道 一会儿会有人帮咱们开门的 正好和他们聊聊 紧接着 李牧又开始不紧不慢地 开始收容物资 终于又过了一小时后 眼前的金属大门终于轰然倒地 激荡起一阵灰尘 不过令李牧没想到的是 这帮傻子竟然选择手工挖掘 这难道不会用炸药 实在不行 让异能者轮番用异能攻击也行啊 当周星 陈放 约翰 以及身着宽大白袍斗篷的老者 进入第一层后 看到空荡荡的基地内 有五个 四个人站在那里 一个人像狗一样 被链子拴着 踏在地上 这四位领头的人 一脸的目瞪口呆 这四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那个 像条老狗一样的家伙 背上背着一具骷髅 不对 这骷髅脑袋是 江昆 四人一脸的震惊之色 不过 这位叫约翰的黑人 还是忍不住咽了口口水说道 请问四位是 话刚说完 黑人约翰 这张脸精致的 仿佛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一样 这一刻 黑人约翰的呼吸声 都不自然地加重了 他的发誓 不论如何 一定要让眼前 这个漂亮到 近乎不真实的女孩子 成为他们的 不 成为他约翰专属的黑桃皇后 而周星 陈放 以及斗篷老者 也只是略微地惊讶了一下 随即看向李牧 这身材高挑 面容清秀的青年 怎么看 都是这四人中的画室人 毕竟地上那条狗人的链子 在他手里握着 看着眼前的三人望向自己 而那个黑鬼眼神 不加掩饰地盯着姜寒 李牧还没发作 刘通忍不了了 抬手指着黑鬼约翰说道 死黑鬼你看你妈呢 黑鬼约翰 听到刘通的骂声回过神来 一脸怒气地说道 你这个黄皮猪 信不信我把你做成饺子线 说完 黑鬼约翰 还做出一副残忍的表情 如果这里有小孩 一定被黑鬼约翰的表情 吓哭 估摸着做梦 都会被吓醒 不过说完黄皮猪这句话的时候 四人一狗也是炎华人 这一刻黑鬼约翰 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子 真是基因问题 自己这个脑子总是不够用 法克 不等胖子回怼 李牧似笑非笑地 看着黑鬼约翰说道 你们这几家 已经堕落到 和一群未开化的黑猩猩 合作的地步了 虽然李牧是看着黑鬼约翰说的 但是依旧让周星 陈放以及斗篷老者脸上 出现一丝不自然 毕竟这群留学生 和在华定居的洋拉基 着实是一股不小的势力 末世初期 他们更加的没有底线 所以发展的也比较快一些 但是这种话不能说出来 毕竟他们三人 和黑鬼约翰 还是盟友关系 而真正的敌人 是突然出现在基地内 还杀了原木山基地 江坤的李牧等人 这时周星朝着李牧率先说道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炎皇基地的周星 在基地内是三首领 在我之上的两位首领 都是火系异能的姐弟二人 实力绝对是最拔尖的 这次来这里 也是想着逃换一些 木山基地的剩余物资 没想到被这位兄弟拿了先手 咱们可以谈谈合作 紧接着 陈放也同样自报家门地说道 陈放 怒杀基地的二把手 前江市的出海口 有我们怒杀控制 我们可以用海货 换兄弟手里的物资 兑换比例嘛 一切都好商量 陈放说完后 李牧又把目光转向斗篷老者 这时斗篷老者倾可两声说道 小兄弟可以称呼 我为大祭司 不过 我看小兄弟不隶属任何势力吧 我们元神教 广纳教徒 小兄弟要是愿意的话 我们元神教的第一神 使这个位置还空缺着 这时黑鬼约翰刚要说话 一道灵力的无形锋刃 瞬间从其裆部划过 燃血的黑不出 溜翼嘟噜掉在地上 黑鬼约翰 瞬间双手武当藤的满地打滚 嘴里不停地咒骂着李牧 这时 刘通很合适宜地嘲讽道 好家伙没看出来啊 你这黑鬼 还是个武当派的 话说你这玩意也不大啊 接着 刘通看向周星三人嘲讽道 这种黑鬼不杀 留着过年 你们竟然能让洋拉机 在我们的土地上 分割建立起基地 丢人不 本来刘通也就比花生米 大不了多少 毕竟人胖丁丁 小这是个铁绿 但是谁让刘胖子 蜕变了七次呢 身体的不足 早就给补齐了 要不然 李牧之前送他的十几个娃娃 也不会坏得那么快了 周星三人看着李牧 出手这么狠辣 完全不留余地 这才明白 眼前这人不是个好惹的主 而约翰他们也知道 这家伙的异能是金属化 就算是在不施展异能的时候 肉体的强度都相当可怕 堪比强化型异能者 但是没想到 眼前这个青年 仅仅一招 连什么异能他们都没看清 一个令他们三人 都不得不重视的对手 竟然被废了 看和地上不断翻滚 哀嚎的黑鬼约翰 这三人的心情十分复杂 李牧淡定的一挥手 又是一道锋刃 从满地打滚的黑鬼约翰 当即没了生意 从嘴里喷出一段带血的舌头 转变为一手无嘴 一手武当 在地上不停地翻转 当真是大哭无声 接着 李牧把目光转向 这三位不同势力的代表 淡淡地说道 现在安静多了 在下李牧 牧子里 牧守一方的牧 我们几个呢 不是哪家势力的人 只是几个朋友 凑在一块讨生活 至于这个基地的物资吗 我来的时候 就是空的 也就第一层有这么点 你们要是有兴趣 请自便 我的主要目的 就是江坤河 李牧抖了抖手里的狗链 白文远适时的汪汪了两声 口水顺着嘴角流下 像急了一条老狗 他刚刚确实想表明身份 让李牧在这几家的势力的 压迫下放了自己 但是 看到李牧出手 仍然毫无顾忌 果断很辣 并且这几家势力的头头 竟然丝毫没有反对 这让白文远的心里 凉了半截 还是老老实实的装狗 比较安全一些 听完李牧的自我介绍 周星几人对视一眼 心中大惊 竟然没有势力归属 这样的高手 如果被别家招揽到 那很容易打破现有的平衡 但是 如果自己招揽过来 未必不会出现 科大器主的情况 就在周星和陈放二人 内心十分纠结之时 元神教的大祭司 却满脸真诚地开口道 李牧先生 我们元神教 十分欢迎 向您这样强大的异能者加入 在我教内 人人平等 大家互相扶持 相亲相爱 我们致力于打造 这末世中的一处净土 你 李牧挥挥手 不耐烦地说道 我不喜欢人人平等 不然 我拼命提升自己实力的意义在哪 这位大祭司 万万没想到 他对李牧的判断 出现偏差 毕竟李牧是带着朋友一起出来的 而且 他身边这几人 明显不像是他的手下 而是他的朋友 但是这种主观阶级的思想 却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 实力 实力 对了 这位大祭司 一番头脑风暴后 紧接着说道 我们的教主 可以开发异能者的潜力 如果李先生 是想提升实力 那么 我们元神教 必然是你的最优选择 周星和陈放 看到这位元神教的大祭司 竟然不留余力地拉拢礼目 就连他们教主都搬出来了 当真是惊掉了下巴 这个元神教 不属于四大势力 是乾江式的第五家大型势力 只不过 他们不走精英统治路线 而是对于所有的难民 来者不拒 但是 偏偏他们的教主 有一项奇特的能力 就是帮助异能者提升实力 开掘异能者自身的潜力天赋 据说还能帮助普通人 成为异能者 这种可怕的能力 已经让四大基地的人十分忌惮 如果再招揽到李牧这样的强者 那么 钱将是平衡的局面 将被打破 李牧听完大祭司的话 思索一番后 点点头道 有空我会去摆放你们元神教 只要你说的是真的 要求嘛可以谈 就算不加入你们 至少也能当一个你们的教内供奉 看着大祭司迷茫的眼神 流通鄙夷地说道 小说没看过呀 宗门供奉 客亲长老 就是拿钱办事的那种 用末世前的话来讲 就是雇佣兵 这位元神教的大祭司 被流通一阵嘲讽 但是脸上并没有露出什么不满 只是叹息道 唉 老了 不了解 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 不过 各位可以考虑 一下我的提议 我们教主对于任何加入我教的异能者 向来都是很大方的 李牧这时 手里的狗链一抖 白文远瞬间会议 立马趴着前进 李牧边走边说道 我知道 你们的基地都在哪 有空的话 我会上门拜访各位 到时候谈谈合作 大家共赢吗 放心 我没那份闲心 搞什么势力 组织什么的 不会在人口上和物资上 和你们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关系 说完便加速朝外走去 流通 油条 以及江涵 都很想弄死这个黑鬼 然后出去大杀四方 奈何没有李牧的许可 他们不能轻易地展示自己的异能 避免被外人探查到几方的底牌 这时 周星急忙说道 李牧先生 我们炎黄基地 随时恭候您的到来 陈芳也跟声道 我们怒杀也期待和李先生的合作 李牧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 静止走出了基地的大门 经过一大段的上坡后 四人一狗来到一个类似峡谷的地方 而外面则是精卫分明地 站了四对人马 看到李牧几个陌生人从里面出来 纷纷围了上来 生怕自家头领遭遇不测 就在李牧准备动手开一条路出来的时候 周星 陈芳 以及大祭司 接连出声 让手下的小弟 叫众放心 只不过 老友会的约翰并没有出声 所以 这群以外国人为主的一对人马 仍然堵在李牧等人的面前 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同时 眼睛都色眯眯地看着江涵 甚至 有人已经安耐不住地 朝江涵的脸伸过手去 反正自家头领没有发话 那估计就是要留下这几人 反正自己这边 有大几十号人 对面只有四个 不五个人 优势在我 李牧心里明白 这几个人 是打的什么主意 如果自己被激怒 出手灭了这几十个洋鬼子 汉奸 那对老友会 也是一个不小的削弱 毕竟这些人当中的异能者 也有不少 一旦死在这里 实力受损 这两家 以及另外没来的那一家工体联盟 未必不会落井下石 趁机灭掉老友会 而这个类似传销组织的元神教 从这个大祭司的言论中 不难看出 他们不论异能者 还是普通平民 都在大肆招揽 如果老友会被灭 他们那里最不值钱的平民 正是元神教所需要的 更重要的是 李牧之前露的那一首 太过惊世骇俗 虽然只是平平无奇的一道锋刃 但是 不论速度还是威力 都给这三家的头领 带来不小的震撼 不过李牧并不在意 能在末世活下来的 谁还没点小心思 当然了 这群洋垃圾李牧 确实看着很恶心 尤其是末世前 有些媚黑的脑残 也只是把黑桃纹 在小腿 以及隐私部位 现在不光是汉奸 就连很多白猪 都把黑桃纹在脖子上 手背等明显的地方 黑鬼 嘖嘖嘖多恶心啊 这些人已经被污染了 清理一下 就当是给这几家送分大礼 正当一个黑鬼嘴里 嘟囔着鸟语的把手 朝江寒的脸伸过来的时候 突然在这个黑鬼的视线中 自己竟然开始下坠 随后感觉肚子一阵剧痛 然后就感受不到自己的屁股了 而这些洋垃圾和汉奸 则面露惊恐地看向李牧 双腿不受控制地开始倒退 紧接着漫天的锋刃击射而出 李牧的面前抱起一阵血污 眨眼间 二三十个人被切成碎块 鲜血内脏流了一地 一阵新臭味传来 引人连连作呕 炎黄 怒杀 乃至元神教的神棍 看到这一幕同样惊恐不已 这还是人吗 他们自家基地内战斗力最强横的 除了自家首领之外 几乎都是强化型异能者 而元素型以及一些稀有的异能 根本不具备这种杀伤力 此刻李牧在他们眼里 压根就是个活颜望 死神将士 而老有会剩下的人 连跑的勇气都没有 纷纷跪下求饶 这位大人 别杀我们 我们也是被迫的呀 是啊 我们也不想的 都是这群鬼佬逼我们的 您大人有大量 求求您放我们一马吧 看在大家都是严华人的份上 饶过 我们这一次吧 大哥 我能跟你走吗 人家什么都会哦 其中不少严华人 更是打出感情牌 试图道德绑架一下李牧 更有那脸颊上 还纹着一个小小的黑桃的少女 想要色诱李牧 对此 刘通和油条想说 何不以逆自照 姜寒更是无语 简直没眼看 这时李牧开口道 你们这些人啊 骨子里就透着一个字 剑 看看你们身上 那黑乎乎像屎一样的东西 这玩意儿 放古代就是奴鹰懂吗 这么多基地不去 非得给一帮羊鬼子舔枪 我也不想 听你们所谓的悲惨经历 只想扫出一下垃圾 说完 不等这些人求饶 如同牢笼一般的封墙 从四面八方开始朝 跪在地上的羊垃圾和汉奸开始合拢 在一片咒骂声中 只留下一地的碎肉 当然了 李牧可不是个浪费的性子 其中的几个异能者尸体 早就被他趁乱收进空间里 而周星 陈放 以及大祭司 看到这一幕时 既心惊 又心痛 这可都是高阶异能者净化的资粮啊 这都碎成肉末了 数字无知 暴天天物 李牧可懒得理会这些人心中的想法 在走远之后 立刻拿出雪地突击车 带着江涵等人打道回府 原以为能活命的白文远 在油条那冰冷的笑容下 手上被铐了一副手铐 还拴了一根加粗的狗链 另一头拴在了拖车钩上 等快回到003号时 白文远已经变得残缺不全了 为了避免真瑶产生什么不好的心情 李牧一个拉风的甩尾飘移 已经冻成冰块 并且残缺不全的白文远 被甩在一棵枯死的树干上 顿时 白文远和树干都碎裂成块 而此时正在家里做饭的真瑶 莫名地觉得 心情十分舒畅 龙木星看到真瑶突然哼起歌 不由得好奇道 学姐 你这是有什么高兴的事 真瑶露出一抹绝美的笑容道 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觉得心情特别好 随后脸色一红 低下头不再说话 似乎想起来 李牧昨晚跟他玩的绳子游戏 鬼假缝 自己那当时那羞人的样子 反正已经是那臭小子的人了 想怎么玩 随他去吧 就是姜涵这小妮子 今天非得让他也试试 看他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当李牧一行四人回到家中后 真瑶惊喜地朝着李牧扑了上去 感受着怀中风雨柔软的身躯 天然的体香 冲击着李牧的嗅觉 不知不觉间 李牧把真瑶抱得更紧 感受着柔软的冲击 李牧不禁感叹道 这就是家的感觉啊 有一个女人 几个女人在家等着你 不论多晚 始终为你担心 这种体会在末世前 那得三十万彩礼 星号N才行 还得有足够大的房子 最重要的是 还不能声张 不然权贵们手中的法律之鉴 随时会展落在你的头上 龙木星看到真瑶如此激动地 扑进李牧的怀里 像极了热恋中的女孩 内心中不由的一阵羡慕 同时也有些黯然 想想自己已经三十多岁了 至今 而李牧在他最无助的时候出现 在他估计的心里 留下了一抹挥之不去的印记 可是怎么能和世界真瑶他抢 赶紧甩掉脑海中那些想法 龙木星朝着李牧微笑地打了声招呼 于是 真瑶和龙木星拉着江涵 开始叽叽喳喳地询问 这次外出的情况 在控制室内 通过监控 看到客厅里众人热闹的场景 夏叔也忍不住上来 加入江涵三女的八卦小组 而在后院恋枪的童望书 察觉到别墅内的人变多了 急忙收工赶回别墅内 不可否认 看起来一本正经的郁杰老师 也有一颗八卦的心 舞女开始激烈地探讨此行江涵的过失 纷纷给出建议 江涵心暖的同时 头同样也快炸了 看到此场景的李牧 油条 刘通三人相互对视眼后 拾去的自己开冰箱 一人拿出一瓶啤酒 坐着电梯上了三楼 三人一人一把躺椅坐着 手里拿着一瓶啤酒 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突然刘通坐直了肉球一样的身体 一张胖脸上 月仙紧张地看着李牧和油条说道 这几个娘们 不会一直聊到晚上吧 那咱们喝西北风 半眯着眼的油条慢吞吞地说道 能吃得多了 牧哥空间 有一堆五星级酒店的饭菜 还有米其林三星的饭菜呢 还能让你饿着 听到油条的话 刘通摇了摇肥胖的大脑袋说道 那玩意偶尔吃一次还行 天天吃谁能受得了 还是瑶瑶姐的家常菜好吃 吃不孽 油条睁开眼 看着刘通打去道 那你找个媳妇 天天给你做家常菜 听到媳妇俩字 刘通露出一副略有所思表情 随后使劲摇了摇头 脸上的肥肉都跟着不停地颤抖 忧愿地朝着油条说道 末世前 想找个会做饭的女朋友 都难如登天 现在能找到的概率 比大了透一发入魂的概率还低 李牧一口喝光手里的啤酒 说道 不行 你吃自热饭吧 上次看你吃得挺香了 听到自热饭 刘通一脸嫌弃地说道 这玩意儿跟方便面一样 偶尔吃还行 看别人吃更香 连着吃都漠视了 谁还吃狗食啊 看到刘通一脸的嫌弃 李牧站起来说道 那我给你催一催你摇摇姐 赶紧给你这大胖子 准备饲料去 油条顿时捧腹大笑道 不吃狗食食饲料 嗯 符合你的形象 刘通毫不在意油条的嘲笑 撇了撇嘴道 说的跟你不吃一样 还不是跟我一个食槽里抢食事 被刘通噎了一句 油条瞬间哑口无言 这胖子竟然说得很有道理 李牧朝电梯走去 边走边说道 我是懒 你俩是废 都是吃现成饭的人 谁也别笑话谁 在刘通和油条鄙视的目光中 李牧走进了电梯 来到一楼后 看着舞女还在那闲扯 李牧轻咳了两声说道 各位小仙女 时间不早了 是不是该准备做饭了 听到做饭 真瑶惊呼了一声 朝着李牧说道 呀 聊得太投入 忘记了 别着急 饭一会就好 说完真瑶连忙起身 走进厨房开始忙碌 而江涵则朝着真瑶说道 瑶瑶姐你 就是太惯着她了 饭就不能让她做呀 她又不是不会 看到江涵江涵 竟然敢呛自己 一点没给自己 这个一家之主留面子 李牧不由的脸一黑 坏笑着说道 我看你是皮痒了 到时候 让你尝尝 龟甲父家小皮鞭的威力 听到龟甲父 再想到昨晚真瑶的迥样 江涵连忙摇摇头道 我错了 好老公 这种神奇的玩法 还是瑶瑶姐最适合 我这小胳膊小腿的 玩起来多扫兴 李牧也懒得搭理耍宝的江涵 当即朝着夏叔和龙木星说道 走 去控制室 有事情要问你们 看着李牧一脸认真的表情 夏叔和龙木星二人 也猜到了 李牧要问些什么 随后 李牧朝着童望书点了点头 童望书也会议起身 江涵正准备起身 跟上的时候 李牧说道 晚上吃晚饭 咱们开个家庭会议 到时候会告诉的你的 江涵乖巧地点了点头 他心里明白 该知道的李牧 不会瞒着自己 如果李牧不想让自己知道 那恐怕是很危险的事了 问也白问 当即 四人来到了控制室 李牧看向夏叔问道 目前前江市的主要的事例资料 我带回来的牧山基地的服务器内 有吗 夏叔看着李牧点点头道 放心吧 牧哥 前江市的资料 齐全的很 随后夏叔话锋一转 担心的说道 不过牧山基地的资料 还往东南大区传递过 恐怕这里的情况 大区那边也有 李牧点点头说道 这是必然的 上面不是傻子 不会在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 给予下面的基地支援 不过 还是先说说前江市这里的情况吧 至于以后 兵来降荡 水来土野 当即夏叔 打开了全西投影 电子沙盘上 立刻呈现出 前江市的全地形 夏叔指着前江市内 飙红的位置说道 目前这四个地方 就是前江市最大的四个势力 分别是 炎黄 老友会 公体 怒沙 其中炎黄的实力最强 他们基地内的首领 是姐弟俩 管事的是弟弟绰号火凤 但是最强的 却是他的姐姐 明皇 李牧点了根烟 嘴里不断重复着火凤 明皇这两个绰号 夏叔以及龙木星 同望书 都静静地看着李牧 不明白这两个名字 有什么特别之处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两个名字 上一世的李牧 都有所耳闻 那是当初率先和官方基地 也就是牧山基地对上的势力 只不过 下场不是太好 那时末世 已经过了一年多 牧山基地的人造怪物 已经研究的差不多了 释放出一堆半成品 仅仅几天的功夫 这姐弟俩的营地 就被杀穿了 据远处看到那一站的流浪异能者说 其中领头的 似乎不是怪物 而是人类 可怕的是 这个人类竟然能指挥 众多进化失败的怪物 准确地说 像是人类 手持一把长刀 但是身体罩着一身宽大的黑袍 从攻破牧山基地到现在 一直没有现身的奖域 似乎就是用刀的 妈的 还是留了条尾巴 想到这 李牧不由的一阵懊恼 这会不会给自己注射了 某种强化血清 把自己给完成怪物了吧 想着这 李牧把自己心中的疑惑 向龙木星问出来 龙木星皱着眉头思索道 应该不会 现阶段研发的基因改造药剂 还有重大缺陷 几乎没有注射完后 还能保持理智的 不过复制异能这一项技术 虽然存在很大的缺陷 成功率也不高 但是也可以投入使用 李牧说道 就是赌运机呗 龙木星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算了 反正就目前的进化速度而言 就算讲运这孙子 真的提前整出什么幺蛾子 李牧也有绝对的信心 给他上一课 让这个四代知道知道 什么叫只手遮填 想到这 也就释然了 毕竟现在的实力 已经足够强了 李牧示意夏书继续 得到李牧的首肯 夏书葱白的小手 一纸全息沙盘投影上 排名第二大的色快说道 这个就是老友会 一个全以外国人组成的势力 除雀炎黄以外 就属他们实力最强劲 他们基地内的人数是最少的 但是足足有四位首领 其中三个黑人 一个白人 他们的绰号 分别是金刚沃盾 开膛手杰克 铁血卢卡斯 以及公牛约翰 这帮家伙抓了很多女性 送到牧山基地 供那些官员玩乐 甚至强迫基地内的所有女性 纹上黑桃的标志 听到这李牧嘴角上杨笑了笑 见夏书三女好奇地看着自己 李牧笑了笑说道 现在开始 这个老友会 只剩三个首领了 看到夏书几女迷茫的眼神 李牧无奈地问道 你们刚才在外面 八卦了点什么东西 江涵没跟你们说 那个叫约翰的黑鬼 被我给废了 而且他带来的那一对 小老弟全面 听到李牧 已经废了老友会的一个首领 夏书忍不住惊呼出声 根据资料显示 老友会的几个首领当中 金刚卧盾最强 开堂首杰克 几乎不输卧盾 虽然铁蟹卢卡斯 和公牛约翰 稍微弱了一点 但是差距并没有很大 随后 李牧把灭杀约翰小队的来龙去脉 讲了一遍 童望书直言道 需不需要我再跟你走一趟 把这个老友会彻底铲了 李牧淡淡地看了童望书一眼说道 望书 把你那圣母心收一收 你想着解救那些 你认为身处水深火热中的女性同胞 你又怎么知道 他们没有乐在其中 其次就是 就出来安置到哪 其他几家势力 愿意收一帮累赘吗 还是被黑鬼搞过的脏麻布 子飞鱼 安置鱼之乐 他们如果不是自愿的 但凡还有点廉耻心早就自尽了 还轮得到你去解放 在末世 任何活下来的人 都有自己的想法 个子安好就行了 本来正义心爆棚的童望书 听完李牧的一番话 又想起木山基地内 那些如同行尸走肉的般的劳工 眼神不由的一案 童望书自己也知道 李牧说的是对的 而且夏书和龙沐星 也没有任何的表示 看来自己确实是有些悲天悯人了 李牧抬手示意夏书接着说下去 夏书继续说道 其实 他们的这些基地首领的绰号 和他们的异能 有很大的关系 李牧点点头道 继续说下去 至于这些人的异能 随后再说 夏书接着说道 排名第三就是怒沙 他们的首领叫张冲 没有什么绰号 只不过 他们是做出海捕捞和海鲜运输生意 据资料显示 末世前 他们在宁海市 本身就是鱼吧 说完 怒沙夏书又朝着 朝着最后一块相对较小的色块说道 宫铁 也叫工人体力劳动者联盟 这个名字 虽然有点奇怪 但是这一家被排在第四 绝对是被低估了的 夏书抬起看向李牧 一脸神秘地问道 牧哥你有猜到吗 李牧摇摇头说道 这我怎么猜 龙木星似乎想到了什么 若有所思道 工人 体力劳动者 末世降临后 很多人有机会进行蜕变的 只不过 有些人本身体质较弱 导致蜕变失败 而有些人 则是摄取的能量不足 功亏一篑 看这里的建筑结构和标记 应该是一家钢材厂 夏书一脸惊讶地看向龙木星 惊叹道 木星姐姐 不愧是生物学专家 一下子就想到了 没错 这里是前江市为数不多的钢材厂 而且是生产工业合金钢的那种 除却他们的工人以外 周围还有很多小厂 以及运输工 这就导致了他们的人手 但是实力可不差 这种工厂内一般都有食堂 而且工人的饭量大 粮食的储备可不少 他们才排第四 那是因为他们的首领不向外扩张而已 对了 他们的首领叫牛阵 绰号威震天 李牧轻笑两声摇了摇头 说道 那个什么元神教 怎么没在垫子沙盘上 没有他们的信息吗 这是龙木星说道 你知道 牧山基地的异能复制技术 是从美得到的启发吗 听到异能复制技术 李牧的眉头皱了皱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毕竟已多咬死相 这些个工业垃圾足够多的时候 量变也可能产生质变 不过李牧虽然奉行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但是人无远虑 必有禁忧 看起来这个元神较不简单 看到李牧没有说话 下书话头一转 看向龙木星说道 木星姐 你说说吧 这就是个幌子 蜕变者可以通过基因药剂批量制造 但是异能这种东西 就算能复制 那也是某个特殊的异能 而不是什么药剂能做到的 听到这 李牧惊讶地看向龙木星 龙木星却是抬手虚案 嘴上说道 你淡定点 看着李牧明显有些急躁的样子 龙木星觉得 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大男孩 属实有些可爱 继续缓缓地讲道 到目前为止 不论是官方 还是国外都还没把异能研究透彻呢 不过 这个元神教的教主的异能 确实很诡异 类似你这种的高级异能者 能吞噬别的异能者本源 进行进化 而这个元神教教主 那个叫明家的女人 她的异能 似乎不只是能吞噬异能本源当中的能量 甚至就连异能也能吞噬 嘶 听到这个消息 不仅是李牧 就连童望叔和夏叔两女 都倒吸一口冷气 这还是人吗 童望叔一脸惊讶地问道 那这个明家 岂不是一个人就能掌控多种异能 龙木星文言 摇摇头说道 不管是末世前还是现在 能量守恒不会被打破 说白了就是 大家同属一个世界的生物 就算出现强大的个体 也不会完全无敌 我猜测的是 他可以把吞噬的异能 转嫁到别人的身上 但是 他本人一定会付出不小的代价 李牧摸着下巴说道 得找个机会 去其他几家探探情况 如果这个明家 没什么野心 也就罢了 如果他是个野心家 或者是颠婆 那就得尽早干掉他 听闻李牧的话 龙木星朝李牧微笑着开口道 没有那么简单的 这个明家的元神教 不仅和牧山基地有联系 甚至同样帮助过 其他几家势力 想要和他们联手 除非能拿出 让他们心动的筹码 这时 控制室门的 响起了真谣温柔的声音 各位开饭了 抬手看了一眼时间 不知绝间 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 李牧当即站起来说道 走吧 咱们饭桌上聊 四人来到餐厅后 真谣 江涵 刘通 油条 已经坐在餐桌前 刘通正两眼冒光地 看着一桌子的美味 也亏的是 真谣成为了异能者 能一心多用 精力旺盛 不然就这一桌子菜 就算有江涵的帮忙 也得累贪了不可 谁家吃饭炖 炖按照过年的标准来 李牧落座主位后 笑着说道 大家先吃 吃个差不多了 咱们再聊 刘通 油条哥俩 率先出快 宛若爵士高手一般 出手的速度 竟然带出了残影 就在大家酒足饭饱之后 李牧把刚才得到的信息 整理了一遍 用尽量简洁的语言 陈述了一遍 刘通倒是无所谓地 继续吃喝 油条则是看着李牧 意思很明显 一切听你安排 而江涵和真谣二女 则是满脸的担忧 江涵则是忍不住到 前江是看着平静 没想到平静的水面下 暗流涌动 真谣则是担心地说道 小木那你之后 还会经历生死危机是吧 李牧点点头道 说实话 在大事的裹挟下 我还做不到 带着你们独善其身 但是我有把握 全身而退 姚姚姐放心吧 刘通很合时宜地插了一句道 明家这个神婆 真的有开发异能者潜力 提升异能者 实力的异能 龙木星看着刘通点点头道 没错 但是有没有后遗症 或者说 是不是真实有效的 我不能确定 毕竟没有亲眼见过 但是这个能力很可怕 如果是真的 那么这个不险山不漏水的原神教 实力就太恐怖了 就算有使用限制 或者有冷却时间 那么 随着时间的增加 原神教不论整体实力 还是高端战力 都将会达到一个恐怖的地步 不过这些问题 都是将来的事 当下努力提升实力就可以了 现在 我要说的是 官方乃至世界上现存的国家 对异能者实力的划分 说到实力 基本上除了下书之外 所有人都紧紧地 盯着龙木星 面对一双双渴求的目光 龙木星无奈地一笑 仍是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知道你们很急 但是 你们先不要急 流通急切地说道 木星姐 你就别卖关子了 赶紧说吧 提到异能者等级划分这种事 就连对实力没什么渴求的真谣 都不淡定了 不过大家都知道 还是得听龙木星讲 所以 一个个都跟幼儿园的乖宝宝一样 端正安静地坐好 龙木星见气氛 哄托到位了 才缓缓开口道 之前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划分 但是表达的意思都不准确 所以 我国官方在提出自己等级划分的见解后 大家也都默认了 这个异能者等级 首先是异能者和非异能者的区别 经历过蜕变期 但是没有觉醒异能地称之为蜕变者或者进化者 这是目前人类当中最多数量的存在 而普遍蜕变的次数为二至三次 也可以理解为二阶 三阶 四五阶就很少了 这种人一般在官方基地内都属于中间力量 至于六阶则十分稀有 七阶的属于凤毛麟角的存在 说到这个时候 李牧 姜涵 流通 油条 乃至同望书脸上都流露出一股自信到爆棚的神色 龙木星只是略微感到奇怪 便继续说 而蜕变者根据基因上线的检测 理论上最高次数是九次 也就是九阶 而异能者则是兼具蜕变者的存在 刚刚觉醒异能的人处于第一阶段 被称为觉醒 特点是能初步掌控异能 但是实战伤害有限 对异能的掌控不是那么精准 一些稀有的异能另说 其次就是异能的使用方式很粗糙 体内的能量储存也不多 每次动用异能消耗都会很巨大 第二阶段被称为神葬 简单来说就是获得了神通的宝藏 这一阶段的异能者对异能的掌控有飞跃的提升 也可以说相较于觉醒者来说是质的差距 外在表现就是能轻松地做到异能理体 并且能精准地控制距离以及威力的大小 类似于小说中的真气外放 龙木星看着李牧说道 你目前就属于神葬级 而这一级别对于异能的各方面能力的开发 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体内储存的能量也会变多 对于异能控制精细 也能减少释放异能时对于能量的消耗 还有一点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蜕变次数越多 对于异能者来说 能量的储存就越多 甚至质量都会高尚不少 你们可以把自己的身体 比作一个带有萃取属性的容器 蜕变次数越多 这个容器就愈加得完美 至于第三级别 嗨嗨 龙木星倾咳一声说道 我有点渴了